苏玄穿越玄幻世界 激活变废为宝宗门系统 西鸣圣帝 这个圣女金默默寸短 剑胎破碎 修为禁废 我们不要了 苏玄 你们不要我要 丁 恭喜宿主将于小婉经脉修复 清联圣体升级为清联剑体 恭喜宿主进阶为宁夜镜 难言圣帝 这个圣女走火入魔 失去理智 连亲生母亲都杀 我们不要了 苏玄 全部到我天玄宗来 丁 恭喜宿主让南黎尤婷恢复神智 并成功炼化体内魔魂 恭喜宿主情心魔地全部站立 北玄圣帝太上大长老玄冰婆婆 要不把我这把老骨头也 苏玄 前辈请自重 我们招的是圣女 可不是你这种几百岁的大龄圣女 第一张坑爹的金手指 老天爷啊老天爷 你就不能帮我换一个系统吗 苏玄边走边默念着 数月前 苏玄十分幸运地穿越到了 这个叫做天玄大陆的修仙世界 并激活了穿越者的标配 系统 只是 人家的系统 要么是一刀999的吊炸天暴击系统 要么是什么 拿来把你类型的掠夺系统 吞噬系统 它激活的 却是一个叫着变废围宝宗门系统的古怪玩意 变废围宝就已经够不正经了 更何况 后面还带了个宗门的后拽 非得要苏玄自己打造一个宗门才行 要不然的话 苏玄一辈子都不可能进阶到宁业境的 而现在的苏玄 自己都才断体境 修炼才刚刚入了门 也就是这世界修炼的最低境界 你要他怎么去招收弟子 建立宗门 这不 激活了系统这几个月来 他是东奔西走 坑蒙拐骗 想尽了一切办法 都没有招到一个弟子 哪怕今天 来到了这百宗寿图大会 这里聚集了数万 想要加入宗门的修士 苏玄一世没有找到任何机会 没有办法 谁让他只有断体境呢 要知道 在这里 来参加百宗寿图大会的修士 人家自己最少都已经是断体境了 人家还想着 进入了宗门之后 从宗门获得功法 修炼资源等等 境界到宁业 筑基 金丹等更高境界 又怎么可能会进入他这个 宗主都才只有断体境的宗门 这一路行了过来 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骂他是个疯子 遭了多少白眼了 马德 宁你要是实在不患 能不能把这狗屁系统给收回去啊 苏玄都快要绝望了 在这里都招收不到一个弟子 估计以后也没有什么机会了 还不如不要这狗屁的金手指 去找个宗门 老老实实做弟子 踏踏实实修炼算了 只是 就在此时 苏玄的脑海里 却是再次想起 那熟悉的系统生意 丁 发现金色品质废品 可变废为宝为 紫金级品级宝物 金色品级 那不是废品中的最高品级吗 获得了系统的苏玄 已经对这系统研究了 足足三个月了 知道按照系统的划分 废品的划分为白 绿 蓝 紫 橙 红 金 白色最差 金色最佳 而宝物同样也是如此 只是在金色之上 还有一个更加高级的紫金色 金色的废品 这我倒要去看看 究竟什么样的废品 能被评定为金色 金色的废品可不多 更不要说 还可以变废为宝卫最顶级的紫金色 哪怕苏玄已经对这狗屁系统 不抱有任何希望 却还是顺着系统指引的方向走了过去 好可怜啊 真的是太可怜了 谁能想到 堂堂西明圣帝圣女与小婉 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 经脉寸断 修为禁师意就算了 还被西明圣帝像扔垃圾一样 给逐出了宗门 远远的苏玄 就看到一大群人 围着一名浑身是血的少女 指指点点 走近一打听才知道 这少女竟然是如今大陆顶尖势力 西明圣帝的圣女 前不久 因为练习那青连十八剑 被青连剑气所伤 把自己修炼到了经脉寸断 修为禁师 然后就被西明圣帝 给扔到了这万宗收徒大会上来了 活该 谁让他自识拥有青连圣体 就跑去修炼那青连十八剑的 就是 那青连剑气乃世间 至强至刚之气 有那么好修炼的吗 现在落到了这般下场 只能说他旧游自取 有人可怜这少女 也有人觉得 这少女是旧游自取 从他们的对话之中 苏璇又听出了两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 这少女竟然是拥有修炼剑 千年难遇的修炼圣体 青连圣体 那青连圣体 可是传说中 千年一遇的修炼剑到极品 修炼圣体 这也就怪不得 这少女会成为那四大圣地之一的 西明圣地圣女了 至于让她成为了这般的青连十八剑 和青连剑气 苏璇同样意识有所耳闻 那青连十八剑 传说是传自上古修士 青连剑线的一门十分霸道的功法 在大陆上 一直有着青连十八剑 一剑一境界 渐渐皆无敌的传说 一剑一境界 是说 这青连十八剑 每修炼成功一剑 便能让修士境界一个境界 而渐渐皆无敌 却是只要修炼成了这青连十八剑 便可以同境界无敌 只是 这青连十八剑 威力虽然无穷 但是却意识十分难以修炼 要想修炼成功 首先就要 引青连剑气入体 以剑气脆体 试想那青连剑气 乃是至刚至纯之物 平常的法器 阵法 都不一定能够抵挡得住他的锋芒 更何况是修饰肉身 经脉了 所以 千百年来 除了那传说中的青连剑仙之外 这大路上 就先有能够修炼成功的修饰 大多数都卡在了第一步 在剑气入体的那一刻 就已经被剑气所伤 要么经脉寸断 要么五脏六腑受损 要么丹田破碎 甚至还有人 在引入青连剑气之后 直接被剑气大卸八块 丢了性命不说 甚至就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不能留下 这少女 如今只是经脉寸断 一生修为被废 还能活着 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那金色品级的废品 该不会是她吧 拥有千年一遇的 清廉圣体的废品 如果真的是她的话 那我这可就真的捡到了宝了 苏璇一番了解之后 欣喜无比地想到 赶紧打开了系统 对着那少女扫视了过去 于小婉 女 年龄 十六 修为 宁夜静后期 已废 战力 两千 已废 修炼天赋 清廉圣体 金色 已废 可变废为宝为紫金色 修炼天赋 清廉剑体 不愧为千年一遇的清廉圣体 十六岁就已经进阶到了宁夜静后期 而且还用足足两千的战力 苏璇查看了一番之后 不得不在心中赞叹道 一般的修士 在她这般年龄 能进阶宁夜静的 都是凤毛麟角 更不要说她 已经到宁夜静后期了 只要能把她招到自己宗门 用不了多少时间 她白齿干头再进一步的话 那可就是助几近了 再加上她的清廉圣体 进阶为紫金色的清廉剑体 那苏璇绝对是捡到了宝了 如果不想死在这里的话 就跟本宗主走 苏璇走了过去 对着那于小婉说道 跟你走 正是伤心欲绝的于小婉 抬起了头来 泪眼婆娑地望着苏璇 此时 她身上的伤势 是那般的重 却又被宗门给赶了出来 平常跟她相熟之人 更是没有一个人 愿意对她伸出援手 如果此时她继续留在这里 身上的伤势得不到救治的话 很快她就只有死路一途 当然 死对于她来说 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她还是一名女修 一名姿色很好的女修 也就是现在这里人多 她才能还被围在这里哭泣 等到这里的人散去之后 她一名失去任何抵抗的女修 一旦落到那些邪修手中的话 就将会有比死还要可怕的事 在等着她了 就更加不要说 在这些年的修炼中 她还得罪过一些仇家 这些仇家随时都有可能赶来 第二章神秘力量 也不是不行 我这具身体就交给你了 但是 你要保证 等我死了之后 好好地把我埋了 于小婉对着苏璇说道 虽然眼前的男子 对于她来说 同样陌生 同样让她不放心 但是至少 苏璇看起来不像是那些邪修 而她现在 除了还有几分姿色之外 似乎也没有任何东西 能让苏璇动心的 大不了就是 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陪苏璇睡上一两次 只求苏璇等她 死了之后 不像那些邪修一般 不对她的尸体 甚至灵魂动手脚 此时的她 也只能有这般卑微的想法 至于说 苏璇能够帮她 恢复身上的伤势 她却是想都不敢想 毕竟 她身上的伤势 实在是太重了 如若不然 那西鸣圣帝在她身上 也算是花费了 大量的资源培养 若是能够救治的话 又岂会见死不救 西鸣圣帝都没有办法 就下自己了 就更加不要说 苏璇一个小小的断体器了 挣扎就要站了起来 只是还未站稳 就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然后就又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那鲜血之中 还隐隐有着淡淡青色剑气 很显然 她体内的青莲剑气 还未散尽 还在继续伤害着她的身体 最后 还是苏璇花了一块零食 租了一辆寿车 这才拉着她 离开了这里 等到出了城之后 苏璇找了一个 没人的地方停了下来 然后走进了寿车之内 这里有医治你之法 但需要你加入我天玄宗 并以道心发誓永不背叛 本宗主才会出手 医治之法 加入你天玄宗 于小婉用一双迷茫的眼神 望着苏璇 不是因为苏璇的话 她难以理解 而是因为 她的伤势实在是太重 就连西名圣地都是难以做到 更何况苏璇这个宗主 自己都才只有断体晶的小宗门 说实在的 她都有些怀疑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宗主 都才只有断体晶的小宗门了 只是 此时的她 似乎又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我愿意 我现在就以道心起誓 于小婉对着苏璇说道 并开始用道心 发起了誓来 反正她现在没有了半分抵抗之力 只求苏璇少折磨她 她就心满意足了 至于说道心 会不会影响她未来的修炼 她一个经脉寸断 活过了今天 明天都不知道能不能醒来的人 哪里还有什么未来 只是 就在她才用道心起誓完之时 一股神秘的力量 就从苏璇体内涌出 将她包围 然后又涌入了她的体内 开始飞快地恢复起她的伤势来 与此同时 苏璇的脑海里 亦是响起了那系统叮叮咚咚 响个不停的声音 丁 恭喜宿主消耗声望888 成功将金色废品清联圣体 便废为宝为清联剑体 丁 恭喜宿主宗门 成功拥有第一名弟子 零级宗门升级为一级宗门 丁 宿主修为 进阶为明夜镜 同时 苏璇的属性面板 亦是浮现在了苏璇的脑海里 宿主 苏璇 宗门等级 一级 完成宗门升级任务可升级 修为 宁夜镜 住 宿主修为跟宗门等级相关 战力 2100 住 宿主的战力 是整个宗门战力之总和 宁夜镜上线为10万 宗门人数 二 声望 109 任务 宗门升级任务一 拥有两名住基镜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二 拥有一百名宁夜镜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三 拥有一名炼丹士 宗门升级任务四 拥有一处含有灵脉的宗门驻地 任务奖励 宗门升级为二级 宿主直升为住基镜 看着自己系统面板的苏璇 苏璇的心前所未有的激动 他终于把自己的宗门 从零级升到了一级了 他也终于进阶为宁夜镜了 这些天的辛酸 白眼 辛苦 总算是没有白费 这系统 他已经获得了两三个月了 自然是对系统 研究了不少次 甚至 还用系统 变费为保了一些东西 更是知道 自己的修为 跟宗门的等级息息相关 宗门等级越高 他的修为 依旧自然会越高 反之 如果自己的宗门 得不到升级的话 那他就会永远都卡在断体径 只是 他却未曾想到 他才只是才刚刚 招收了一名弟子而已 他的宗门 就直接升级为一级了 而他的修为 亦是直接进阶为宁夜镜 要知道 他此前才断体初期而已 这中间 还隔着个断体中期 和断体后期 而且 还不用担心 自己进阶的太快 实力不行 进阶不稳 因为他的战力 是整个宗门的总和 还未曾进阶之前 他的战力只有二 按照惯例 就算是断体进后期 他最多能达到十 进阶为宁夜镜之后 实力提升十倍 他的战力 最多一就只有一百 而此时他的战力 却直接变成了2100 很显然此时 于小婉的战力2000多 已经加到了他苏璇的身上了 可不要小看这2000多战力 那可是宁夜镜后期于小婉战力 而且还是修炼成了 清廉剑体的于小婉 原本就不是一般的宁夜镜后期 能够相比的 这般的战力 不要说一般的宁夜镜初期了 纵然是来十个一般的宁夜镜后期 苏璇也能轻松地拿下 试问 这般的战力 还能叫实力低微的话 还有哪个宁夜镜初期 敢叫实力高强 至于说境界不稳 更是不可能 因为战力也包括经验 不论是于小婉的战斗经验 还是修炼经验 此时都像苏璇自己 修炼战斗过一样 刻在了他的记忆里 成为了他记忆的一部分 这踏码 才有点像金手指的感觉吗 苏璇终于感受到 不到 就获得了2000 用来用去 老子还是赚了呀 苏璇听了系统的声音之后 欣喜异常地想到 一查看自己的系统面板 果然声望 已经达到了2109了 同时明白了过来 只要自己在宗门弟子的心目中 声望增加 就自然会从他们身上 获得声望 而想要在一名弟子身上 获得声望的话 那简直是再容易不过了 教他们修炼 赏赐给他们修炼资源 帮他们对付敌人 庇护他们安危等等 这一切 都能够提升自己 在弟子们心中的声望 而他以前 为何没有获得过声望 主要还是 因为他的宗门 没有一个弟子的原因 如今声望的问题 已经解决 苏璇自然是欣喜不已 只是 就在他欣喜不已的时候 好事却还在继续 不对 不对 宗主大人 不只是医好了我的伤势 而且还让我修成了青莲舰铁 与小婉 激动无比地大叫了起来 明显的 比发现伤好了 还要激动数倍 而他越是激动 苏璇在他心目中的声望 自然也就越高 这样一来 那系统 也就自然地 再次响起了 声望到账的声音 丁 于小婉 发现自己 已经拥有了青莲舰铁 宗主在于小婉 心目中 声望再次提高 恭喜宗主 获得声望5000 卧槽 又是5000 这于小婉 也太给力了吧 苏璇听了系统的声音之后 激动地在心里 抱起了粗口来 毕竟 他花在于小婉身上的 只有888声望而已 而现在 他从他身上获得 却是7000 都快接近10倍了 对了 小婉 你为什么说 修成了青莲舰铁 虽然说 苏璇知道那青莲舰铁 比千年一遇青莲圣体 都还高一个品级 但是 对于青莲舰铁 却也是仅限于此 此时 看于小婉这般的激动 很显然这丫头 对青莲舰铁 更加的了解 启禀宗主大人 因为我之所以会经脉寸断 修为经费 就是为了修炼青莲舰铁啊 于小婉 对着苏璇说道 就是为了修炼 这青莲舰铁 苏璇 还是有一些不理解 对啊 之所以我们要将青莲舰铁 引入体内脆体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肉身中肌肉 骨骼 经脉 丹田等等 都拥有 像宝剑一般 能够抵御青莲舰铁的威力 让青莲舰铁 在我们体内游走之时 才不会伤到我们 于小婉对着苏璇解释道 苏璇听了之后 算是明白了过来 同时 她发现了一件 更加让她惊喜的事 那么说 你现在就算是修炼那青莲十八剑 也不会在经脉寸断了 要知道 那青莲十八剑 可是号称 同境界无敌的存在 而于小婉 一旦修炼成功的话 那岂不是 实力亦会变成 同境界无敌 一个同境界无敌宗门弟子 苏璇想想都觉得激动 更不要说 这于小婉的实力越高 她的战力 亦是会反馈在自己的身上 自己也会变得更强 苏璇甚至怀疑 这于小婉 若是修炼成了 那青莲十八剑 自己是不是 亦是能够 同样也能够使用 毕竟 她的修炼经验 都可以由系统反馈给自己 只是 那于小婉却 是对着她摇了摇头道 哪有那么容易 功法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现在流传在世上的 青莲十八剑功法 有着十多个版本 十分混乱 就不说了 而且加在一起 都还不齐全 我修炼的 还是那新名 圣帝几十代人 花了数千年的收集来的 也就只有 百分之七八十的完整度 而且准确性 还要打个折扣 于小婉对着苏璇说道 那青莲十八剑 毕竟乃是上古青莲剑仙 留下的功法 已经过去了 不知道多少万年 这多少万年来 又先有人修炼成功 能不混乱 残缺才是怪了 只是 在苏璇听了 那于小婉之言之后 却是马上就想起了 系统的变费为宝的功能来 毕竟连她这般经脉寸断 修为禁师的废人 系统都能够恢复 就更加不要说 那功法残偏了 那你身上 可有那青莲十八剑的残偏 这倒是没有 那西鸣圣地的把功法点击 都看得比什么还重要 就算我曾经是 他们圣女 也只能在藏金阁内借缘 不得带出藏金阁 更不允许复刻 不过 我倒是记得一些 前三剑的功法 宗主大人要的话 我可以没录了出来 于小婉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一听 赶紧对着她说道 快 快没录出来看看 边说 还边拿出了一块玉碟来 让她刻录在上面 果然 那与小婉 这才刚刚把第一剑 给刻录完 苏璇的脑海里 就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丁 恭喜宿主发现 红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金色宝物 又是红色 又是红色 苏璇一听之后 赶紧用系统 对着那玉碟扫射了起来 青莲十八剑 残偏前三剑 红色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金色及宝物 这功法 不愧是上古青莲剑先留下的功法 也不怪这千百年来 多少修士 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 去修炼它 只有前三剑 就可变废为宝 为金色及宝物 若是整部功法的话 恐怕还会超过紫金色 甚至比一个青莲剑体的鱼小婉 更加珍贵 不过 现在的话 他们肯定是没有办法 去弄那整部青莲十八剑的整部功法了 幸好的是 那青莲十八剑 每修炼成一剑 便可以提升一个大境界 这前三剑 也足够于小婉 修炼到金丹境了 我能有办法 让这功法变得完整无误 你还敢不敢修炼 苏玄对着于小婉问道 敢 当然敢了 只是 于小婉对着苏玄说道 虽然说要修炼青莲十八剑十分的凶险 从上古至今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万年 有多少修士 没有修炼成功不说 反而还弄得个生死盗消 但是试问 修炼意图哪一条 又不是逆天形 凶险异常 更何况 他现在连最难修炼的青莲剑体 都已经拥有了 他还有什么不敢的 不过 于小婉却是有些怀疑 苏玄真的能不把这功法给补齐吗 第四章雷霆语录 皆是天恩 毕竟 那可是西明圣地 经历过数十代人 都未曾收集齐的上古功法 只是 就在他还在怀疑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 那苏玄身上那股神秘的力量在现 而且还向着那功法残片所在的御蝶中 涌了进去 丁 恭喜宿主 消耗武士声望 成功将青莲十八剑前三剑 残片修补完整 青莲十八剑残片 升级为金色宝物 一瞬间而已 苏玄又扔回给了他 这就 这就补权了吗 于小婉拿着那御蝶 赶紧查看了起来 按照他的理解 这里面的内容 最少多了百分之二十 而且还更正了 百分最少百分之三十 可不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完整功法吗 只是 纵然是这般 他还是不敢置信 只是 一想到自己的伤势 如此的重 那种神秘的力量 都能够帮他治好 而且还能够让他因祸得福 拥有了青莲剑体 于小婉又不得不信了 这这这 宗主大人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于小婉不敢置信地说道 这可是 他心心念念的完整版 青莲十八剑啊 西明圣地这般的大势力 都要花几千年 几时带人去搜寻 只是他拿了过来一看 发现内容补充了百分之三十 还更正了百分之二十 甚至还多了不少的注视 修炼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等等 原本他修炼中 不能融会贯通 声色难懂不能理解的 此时 全都得到了解决 绝对是妥妥的完整 而又准确无误的 青莲十八剑 前三剑了 丁 宿主将青莲十八剑功法 前三剑补齐 让于小婉不敢置信 宿主在于小婉心目中 声望再次增加 恭喜宿主 获得声望一千 他这一不敢置信 就要让苏璇 获得了一千声望值 而且 他似乎还对那种神秘力量 产生了兴趣 宿主 那神秘力量 他对着苏璇 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是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苏璇对着于小婉说道 拥有系统 乃是苏璇最大的秘密 知道的人越多 就越多一分危险 不只是苏璇 也包括于小婉 弟子明白 于小婉赶紧对着苏璇说道 那种神秘的力量 实在是太过诡异 似乎无所不能 他也明白了 苏璇现在不告诉 他是在保护他 弟子明白宗主的苦心 弟子从今以后再也不问了 他对着苏璇说道 丁 于小婉明白宿主 不告诉他系统的苦心 宿主在于小婉心目中 声望再次提升 恭喜宿主 获得声望值三千 又是三千 看来这声望 也不是多么难赚吗 苏璇心中这般想到 不过 此时的于小婉 已经被自己给吓住 他也就没有 继续再不依不容 明白就好 只要你对本宗主 忠心耿耿地画本宗主 亦是不会亏待你的 苏璇又对着 那于小婉说道 那这功法 这功法 于小婉又对着苏璇 忐忑地问道 虽然说 这功法残篇 是他提供的 但是此时 在苏璇没有明年 赏赐给他的时候 他却是不敢自行修炼 你的清廉 剑体最事 适合修炼这清廉 十八剑了 这功法自然就是你的 拿下去好好修炼 等你修炼成了 本宗主还会重重有赏 苏璇对着 那于小婉说道 毕竟这丫头 要是修炼成了 实力提升了 自己的战力 亦是会同样提升的 甚至他修炼成了 苏璇也能够使出 那清廉十八剑来 亦是未必 就没有那个可能 那于小婉听后 欣喜无比地 把玉碟给收了起来 多谢宗主大人 属下一定会努力修炼 一定不会辜负 宗主大人的厚望的 他直接给苏璇跪了下去 感激涕零地对着苏璇说道 而他这里 一感激涕零 那苏璇的脑海里 也就再次响起了 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宗主将清廉十八剑前三剑 赏赐给于小婉 于小婉 对宗主感激涕零 恭喜宗主 在于小婉心目中 声望再次提高 获得声望值五千 又是五千 不错不错 看来还是恩威病师 获得声望更多 苏璇听到系统的声音之后 在心中不由感叹道 要知道 他治好了 那于小婉的伤才获得三千声望值 完整了功法 也才一千 如果刚刚 自己不吓唬这丫头一下的话 恐怕绝对在他身上 绝对获得不到五千 最多也就能够获得一千而已 而此时 苏璇系统终声望值 也达到了一万六千一百零九多了 有了这一万多声望 苏璇接下来 想要发展他的宗门 也就不会再为声望而发愁了 宗主大人 我们现在是回宗门驻地吗 于小婉对着苏璇问道 毕竟 他要修炼的话 肯定要找一个 十分安全的地方才行 要修炼如此凶险的 清廉十八件 更是不能在这售车之上 还得找个安静的洞府密室 只是 他这一问 苏璇却是有些尴尬 宗门升级任务 让他找一个宗门驻地 现在于小婉又问他 宗门驻地 他原本就是一个 断体径的小修士而已 若不是遇到了于小婉的话 他自己都还要找宗门收留 又哪里来到宗门驻地 这个 本宗的宗门驻地 在一个神秘之地 暂时是不能回去了 不过 你也不用为那修炼之地发愁 本宗主在这宗州城中 亦是租住的有洞府 这就带你 过去暂住就是了 没有办法 此时的他 不要说宗门驻地了 就连洞府都没有一座 只有在这宗州城里租住 而且还是最差的那种 只是 那于小婉听了之后 却是信以为真 毕竟 苏璇若不是来自于 某个神秘地方 又怎能拥有那股神秘力量 第五章几天后的百门大笔 就连 苏璇带着他 来到了宗州城中 最低端的洞府 租住半年 才只要十块零食的地方 在他的心目中 也是觉得苏璇因为低调 不想让自己神秘身份暴露 这才租住在这里 这就又让苏璇 在他身上 刷到了一波声望值 接下来的日子里 于小婉 在洞府中修炼 而苏璇 却是在这城中 四处寻找机会 毕竟 他自己的资质并不多加 修炼起来提升不了 实力不说 想要进阶的话 更是要完成系统 发布的任务才行 只是 这期间 他也就是 找到了 几枚白色品质的废丹 便废为保卫几枚低品质的丹药 转手卖了 换了几枚零食而已 像于小婉这般的好事 却是再也未曾遇到了 就连普通的弟子 他也是 未曾招收到一人 哪怕此时的他 修为已经达到了宁业境 但是 还是没有一个修士 愿意加入一个宗主 才只有宁业境的宗门 至于说宗门驻地 炼丹尸等等 更是没有半点头绪 唯一让苏璇欣慰的就是 经过这半年的勤修苦练 于小婉的实力 在不断地增强 他的战力 也在跟着提升 而这一切 直到半年之后 似乎才有了转机 宗主大人 下个月十八 就是宿州城 一年一度的百门大比 如果我们参加的话 弟子保证 能够打出我天玄宗名气 让宗主大人 招收到更多的宗门弟子吧 这些天来 苏璇一直都在忙着 招收弟子 虽然不知道 苏璇为何要 如此执着招收弟子 于小婉也不敢多问 但是 他却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百门大比 苏璇对着于小婉问道 苏璇作为一名穿越者 穿越到这世界 总共还不到一年时间 所以 对着修炼界的规矩支支甚少 对 为了检验这半年来 那些静弱宗门的弟子 实力提升的情况 同时也为各大宗门提升明显 每年都会举行一场 新入门弟子的百门大比 我们只要参加 弟子保证不辱没了宗门 为宗主大人 拿回一个好名次来 于小婉对着苏璇解释道 这半年来 他修炼那青莲十八剑的第一剑 已经达到了一定火候 甚至已经摸到了 住基金的门槛 而这期间 他的实力 亦是提升了数倍 所以 他对在这一次大比之中 拿到好的成绩 十分有信心 可是 只有你一人参加能行吗 苏璇对着于小婉问道 无奈 现在的天玄宗 只有于小婉这一名弟子 而那百门大比连老弟子 都不允许参加 肯定也是不会允许 他这个宗主了 那怕什么 反正那百门大比 都是单打独斗 又不是一拥而上 于小婉对着苏璇说道 哦 既然你这么 而那些世家子弟 甚至要三五代人的积蓄 才能够购买下这么一颗来 于小婉 如果还是西明圣地圣女的话 倒是不用为助基丹发愁 此时 他从哪里去弄得来数万零食 只是 让他不服用助基丹 进接助基镜 他又实在心有不甘 只是 苏璇在听了他之话后 却是对着他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这几天 做好助基的准备 本宗主保证 在那百宗大比之前 给你弄来一枚助基丹来 毕竟 这丫头的实力越强 战力也就会反馈到苏璇的身上的 帮他弄到一枚助基丹 也是帮苏璇自己 说完之后 苏璇就从洞府中走了出去 来到了方氏上 方氏上卖各种丹药的不手 但是能卖助基丹的却不多 而且因为 大家都在准备马上的百门大比 这助基丹 就变得十分紧俏了起来 问了好几个店铺 都已经受庆 苏璇估计 有销售这助基丹的 恐怕就只有一家万宝楼 和一家一份楼了 苏璇 首先去有万宝楼 苏道友 今天你又要些什么 苏璇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而且还经常买一些 废丹 法器残片 被用过的福赚等等 所以 这万宝楼的小二 对苏璇道 是有一些印象 频道需要一枚助基丹 不知你这里可曾拥有 苏璇对着那店小二 一由所指地说道 那店小二 对苏璇十分地了解 马上就明白了 苏璇要的是废丹 而不是好丹 废丹倒是有那么几颗 只是却也不便宜 毕竟 助基丹 就算是废丹 也是有一些效果 比起那些没有服用助基丹进阶 要好上数倍 店小二对着苏璇说道 在修炼界 要说百分之百的废品 这一颗丹药只剩下一丁点的灵气 对于修饰来说 没有了丝毫作用 拿到了世俗界 那也是延年益寿 包治百病的神药 哪怕是一件法器 已经断成数段 没有了任何法力 因为材料的原因 拿到了世俗界 那也是神兵利器 就更加不要说 很多丹药 法器 还有一些效果 修饰还可以使用了 尤其是像助基丹这种 在低阶修饰之中 简直可以说是圣品了 所以苏璇在听了 废丹也不便宜之时 心里多少还是有一些准备的 拿出来看看 再说价格 就这 五枚下品 两枚中品 很快 电小二就拿出了 七枚助基丹的废丹来 苏璇用系统一扫 两种丹药的属性 很快就被他给扫了出来 下品助基丹 白色及废品 可便废为宝 为绿色及中品助基丹 中品助基丹 绿色及废品 可便废为宝 为蓝色及上品助基丹 果然 这些助基丹 不但可以便废为宝 而且可以升上一级 看着这一切的苏璇 甚至心中都有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买下 一些助基丹废丹 便废为宝后 拿到其他的地方去卖 只是 他也就想想而已 毕竟 那样有可能 暴露了系统的存在 实在是太过危险 说说价格 苏璇对着那电小二问道 下品一百零十 中品一千五 那电小对着苏璇说道 这么贵的吗 第六章上品之上 虽然说苏璇心中已经有了一些准备的 但是 还是被他所说的价格给吓了一大跳 纵然下品助基丹废丹 所需的一百零十 也足够他跟于小婉 在这宿州城中 开销个一年了 下品的可以再给你少上二十 中品的 若是要的话 你出个价看看 电小二对着苏璇说道 毕竟是长期照顾生意的老顾客 电小二还是很想 把这笔生意给做成的 中品的一千 不行 最少一千三 一千二 你若是要卖的话 我就带上了 贤贵虽然贤贵 不过苏璇还是一咬牙 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 才用一千多零食 买了一粒中品 助基丹废丹 毕竟 中品的药效 至少要比下品的 高尚百倍不止 就更不要说 他还能把这枚废丹 变费为宝威 一颗价值十多万零食的上品 助基丹了 买完了之后 苏璇又对着那电小二问道 问一个闲聊的问题 这助基丹的上品之上 可还有几品助基丹 一枚上品助基丹 价值十多万 已经是多少的世家子弟 都需要几代人的积蓄 才能够拥有 只是 不要看苏璇此时 已经花光了积蓄 但是他还是有一些不满足 如果有几品的话 那他就冒点风险 把这枚助基丹 变费为宝的上品 助基丹卖了 再买一颗上品 助基丹的费单 来变费为宝为几品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算了 不过 他这一问 还真问出了一些眉目来 几品助基丹 那倒是真有 不过这种几品助基丹 却不是我们万宝楼 这种地方 能够买得到的 真要买的话 就只有一份楼 而且 就算是一份楼 也只有在他们的拍卖会上 才会出现 三年前 一颗几品助基丹 他们就拍出了 三百万的天价来 那店小二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得到了 他想要的答案 也就不会在这此处停留 而是离开了这里之后 赶紧又换上了一身衣服 戴上了厚厚的斗笠 还沾上了一脸大胡子 就连身高 都变得更加高大了起来 这才又重新走了出来 这一次 他是没有再去那万宝楼了 而是向着一份楼而去 这是苏璇的习惯 一般他都是从万宝楼这边 进货废品 便费为宝之后 来这一份楼售卖 而且 他还会易容一番 这一次 他易容的是一名西北游侠 所以 嗓音也变得有些沧桑了起来 请问你们这里 收住鸡丹吗 苏璇对着易奉楼的店小二问道 收 收 当然要收 那店小二听了之后 赶紧对着苏璇说道 再过不了多久 就是百门大笔的时间 所有的修饰 都在这段时间里 做着最后的冲刺 尽可能地提升实力 而这柱鸡丹 作为能够提升境界的灵丹 自然在这段时间里 变得十分地抢手 今天 他都已经接待了 至少二十个来买柱鸡丹的 还是第一个来卖的 不知道先生手中的 是下品还是中品 那店小二对着苏璇问道 什么下品中品 老子要卖的是上品 苏璇对着那店小二 大声地说道 手里 还拿着装着那枚 刚刚才才 便废为宝的上品注鸡丹 不过只是在那店小二眼前一晃 然后就赶紧收了起来 不过 就只是这一晃 那店小二的一双眼睛 却是瞬间 就亮了起来 毕竟 那可是上品注鸡丹 价值可是 十多万零食 若是把这般的生意 做成了的话 他光是抽成 都能够抽到上千零食 都够他在这一份楼 做好几年的俸禄了 这位先生这边请 这边请 赶紧把苏璇从大堂里 请到了一处密室之中 然后 还为苏璇奉上了零茶 敢问先生 上品注鸡丹 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物 为何要拿得出来交易 喝了一盏零茶之后 那店小二 这才小心翼翼地 对着苏璇问道 家道中落 手里 也就只有这点值钱的东西了 原本想要自己服用的 只是在下又看上了两件其他宝物 所以 也就拿了出来 卖了之后 换上一些其他的修炼资源 苏璇自然不会告诉他 这没丹药的真实来历 只说是家道中落 想要卖了 换一些其他的资源 这样一来 不但不会被人怀疑 而且还为 他接下来购买废丹 埋下了伏笔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那不知道 这没上品注鸡丹 先生要卖多少零食 那店小二又对着苏璇问道 十五万 苏璇狮子大开口地说道 这 实不相瞒 就算是我们店里 也是卖不出这般的价格的 先生若是诚心交易 十万看如何 那店小二也没有生气 买卖这种事 遇到这种狮子大开口的 时常都有谈就是了 不行 不行 十万太低了 最少十二万 苏璇对着那店小二说道 他是打听过了 一颗上品注鸡丹的价格 正是十二万 不过 人家肯定也是 不会给他十二万的 毕竟人家收下了 还要卖出去赚钱 果然 那店小二听了之后 马上就笑着对着苏璇说道 看来先生 对这上品注鸡丹的价格 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但是 先生也应该知道 我们一份楼买了过来 还得要卖出去 赚上一些才行 所以 十万零食 在下 真的没有少给先生了 那店小二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似乎在心中 盘算了起来 一时间 拿不定主意 想了好一会儿之后 苏璇又才对着他道 十万卖你也行 但是你得再给我 搭上一颗上品注鸡丹的费丹才行 老子卖了这美好的 就他娘的弄没费的来进街 注鸡丁 苏璇对着那店小二说道 啥 上品注鸡丹的费丹 不是 先生 那上品注鸡丹的费丹 要效比起中品注鸡丹 还要强上一些 价格也需要两万多零食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店小二听了之后 对着苏璇十分为难地说道 上品注鸡丹的费丹 虽然说里面会有不少的杂质 毒性之类的 服用了之后 会有很强的副作用 价格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到跟中品 注鸡丹一般 要卖上两万零食 但是 却也要一万一二的 只是 苏璇却一口咬定了 没有这一枚上品注鸡丹的费丹 他是绝对不会卖的 你要的话就这么个价格 不卖的话 我只好去那万宝楼 再试上一试了 说完了苏璇收起了桌子上的玉瓶 就便要离开这里 先生等等 等在下问过 我们管事再说 那店小二赶紧说道 这些天急着要注鸡丹的人太多 尤其是尚品 若是真的收了下来 他一封楼大不了 在家点价 卖了出去就是 所以 发出了一道传音符之后 很快 就有人送来了一枚 尚品注鸡丹的费丹来 外加十万零食 苏璇拿起了零食和尚品注鸡丹费丹 就赶紧离开了这里 出来后不久 苏璇又赶紧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丁 宿主消耗声望十五 将蓝色级废品 上品注鸡丹 变费为宝为 极品注鸡丹 很快 将那枚上品注鸡丹的废丹 变费为宝 为了一枚极品注鸡丹 若是 他拿着这枚注鸡丹 去拍卖的话 马上就能够卖出 三百万零食的天价来 就更加不要说 此时他手上 还多出了十万零食 说实在的 苏璇这辈子 不要说拥有了 连剑都未曾见过这么多零食 他却只花了一千多零食 转手了一下而已 至于 说花掉的声望 更是只有十多而已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零食 实在是太好赚了一点 让苏璇又想要 继续再做几笔这般的生意 只是奈何 此时他的实力 太过低微 大笔的零食到手 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不说 更有可能暴露了 系统的存在 所以 苏璇 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拿着这枚极品注鸡丹 就要赶回洞府 交给于小婉 只是 当他走到 方氏的尽头之时 突然 他的脑海里 却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丁 发现金色品及废品 可便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金色 又是金色 第七章 无品乞丐练丹师 苏璇听到了系统的声音之后 顿时马上就来了精神 上一次的于小婉 就让他捡了一个 拥有清廉健体的大宝贝回去 赶紧顺着系统 所指引的方向而去 远远的 他就看见一棚头垢面的乞丐 边走边 还喃喃自语 我是无品炼丹师 我真的是无品炼丹师 相信我 我真的是 无品炼丹师啊 相信我 我真的是 无品炼丹师啊 在修炼界乞丐 可是不多 疯癫癫的乞丐 更是不可能活得下去 再加上 他口中念叨的 无品炼丹师 更是让他很快就吸引 来大量的人来围观 他是 怎么越看越觉得眼熟呢 我觉得也眼熟 他该不会是五年前 失踪的钟大师吧 我得天啊 还真是钟大师 五年前钟大师 就是六品炼丹师了 我还找他炼制过丹药呢 他如今 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 六品炼丹师 那可是可以炼制 助激进以上 修饰服用的丹药 甚至是一些简单的 精丹镜丹药 也是能够炼制的 就更加不要说 这家活口中 还口口声声地念叨着 他是五品炼丹师了 那可是任何 精丹镜修饰 需要的丹药 他都是可以炼制的 这般的炼丹师 无论走到哪里 都绝对是任何势力 都会极力拉拢的对象 甚至 成为一些 强大宗门客亲长老 也有可能 只是 如今的钟大师 却是神志不清 犹如乞丐一般地 出现在大街上 就不说了 而且好像一身的修为 似乎也已经被人给废掉 你们还不知道吧 这位钟大师 在炼丹协会里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被人给废了 就不说了 而且还被逐出了炼丹协会 人群之中 有人对着众人 说了起来 原来这位钟大师 在五年前 前往万里之外的 中州炼丹师协会 认证五品炼丹师 结果 却得罪了一位三品炼丹师 被人家给废掉了修为 赶出了炼丹师协会之后 一时间 遭受不了打击 这五年来 也不知道他到底 还经历了什么 神志不清的他 竟然最后又不远万里地 回到了他熟悉的宿州城来 难道所谓的金色品及废品 就是说的这位钟大师 苏璇心中不由地想到 赶紧用系统 对着这位钟大师 给罩了过去 中天花 难 年龄 三十六 修为 祝激进初期 已废 战力 三万 已废 修炼天赋 一火七色悬炎 金色被夺 可便废为宝 为紫金色一火 九色悬炎 战力竟然有三万 一个助激进初期的炼丹师 战力竟然有三万之多 苏璇才看了一眼 顿时不敢置信地 在脑海里大喊了起来 若不是这里 人实在是太多的话 恐怕苏璇都要叫出了声来了 一般的助激进初期修士 战力最多 只有几千而已 纵然是那于小婉 此时已经修炼了那清廉十八剑 战力也才三千多 四千不到 苏璇估计他进阶之后 实力再提升个十倍 顶天了也就只有三四万战力 就更加不要说 这中天花还是一名炼丹师 炼丹师可不是以战斗力而建长的 更是跟那修炼清廉十八剑的 于小婉建修 没有半点可比性 只是 当苏璇在看到那中天花的天赋之后 却又释然了 原来这家伙 竟然是拥有那传说中的一火七色悬炎 那七色悬炎 系统也有介绍 竟然是用这天地间 最神奇的七种天地一火 互相吞噬而成 要知道那天地一火 每一种都是神秘而又强大 任何一种 都是炼丹师们梦寐以求的宝物 就更加不要说七种了 这也就怪不得 这家伙 才三十多岁 就已经成为了五品炼丹师 拥有了 驻基靖的修为不说 还在驻基靖初期 拥有了三万多的战力 甚至苏璇 怀疑他肯定不是什么 得罪了什么炼丹大宗师 而是那位炼丹大宗师 把他的七色悬炎 给夺走了 不过现在吗 这中天花却简直就是老天爷 送给苏璇最好的礼物 他只需要把这位 给捡了回去 他的宗门升级任务里 就有着 需要一名炼丹师的任务 就这么轻松地完成 而且 他原本 还是一名驻基靖 如果再让于小婉 也进接到了驻基靖的话 那他就同时 还拥有了的两名驻基靖弟子 他就又可以完成 两名驻基靖修士了 这样一来 他就只有一个宗门驻地 和一百名宁业境弟子 这两个任务没有完成了 那将宗门升级为二级 他的修为进阶 到驻基靖 似乎也不再遥不可及 就更加不要说 他的七色悬炎 在系统的变废为宝之后 还会进阶为九色悬炎 到时候 他的战力 肯定还会暴涨 他的前途 肯定将会不可限量 此时的他才36岁 未来他将成长为 四品炼丹师 三品炼丹师 甚至超越夺走了他的那位存在 成为二品 一品炼丹师 亦不是没有可能 一个一品炼丹师 苏璇想想都觉得激动不已 我相信你 我相信 你是五品炼丹师 苏璇走了过去 扶起了钟天花 对着他说道 你相信我吗 你真的相信我吗 我好饿啊 呜呜呜 那钟天花听了苏璇的话之后 先是激动的热泪盈眶 然后 就口称自己好饿 最后竟然像那孩子一般 呜呜地大哭了起来 看得苏璇都有一些担心 担心他的修为天赋 恢复了之后 却不能恢复神志 一个神志不清的酒色 玄言拥有者 却神志不清 不能炼丹的话 那简直是暴殿天物 不过 担心归担心 苏璇还是对着他十分温柔地说道 没事 没事 我们这就去买吃的 这就去好 乖了 就像是哄孩子一样 把他带到了一家酒楼里 助激进修士 早就拥有了 避古石器的能力 自然是不用进食 只是这钟天花此时 修为备废 体内半点灵气都没有 自然也会饥饿 需要吃饭才行 走进了酒楼里之后 苏璇赶紧叫了一桌上好的酒席 那钟天花也不知道 多久没有吃过饭了 一看到食物 就连筷子都不用 就拿着手 疯狂地抓着吃了起来 直到把一桌子韭菜 全都狼吞虎咽的 全部给吃了个精光 这才停了下来 呵 挺能吃的嘛 苏璇摇了摇头道 接下来的钟天花 就跟在他的身后 赶都赶不走了 一路跟着苏璇 向着他租住的洞府而去 回到了洞府之中 于小婉看到苏璇带了个乞丐回来 对着苏璇问道 你怎么把他给带回来了 该不会是 也想让他加入我们天玄宗吧 他对着苏璇不解地问道 心想 宗主大人 就算是再着急招收弟子 发展宗门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把主意打到了乞丐身上 他加入宗门怎么了 等会儿他就变成一名 五品炼丹师来 苏璇对着于小婉说道 五品 就他 宗主大人该不会 想让他帮我练制一枚铸鸡丹吧 于小婉不幸地问道 刚刚苏璇说 帮他弄一枚铸鸡丹 结果 却就这么弄回了一个乞丐来 还说他是五品炼丹师 于小婉却 是怎么也相信不起来 不由的 就有些失望了起来 只是 就在这时 苏璇却拿出了为他准备的极品铸鸡丹来 对着他说道 那倒不用五品炼丹师来 亲自炼了 底巴掌不好意思 我苏璇刚 刚也是五品炼丹师 那倒不用五品炼丹师来 亲自炼了 意思是再明白不过 一枚铸鸡丹而已 还不值得这乞丐出手 于小婉听后 刚想反驳 下一刻却又直接惊喜地 大叫了起来 铸鸡丹 灵气这么浓郁的铸鸡丹 我的天啊 该不会是一枚 极品炼鸡丹吧 当极品炼鸡丹 拿出的那一刻 浓郁无比的灵气 就从那炼鸡丹之上 疯狂地向着他席卷而来 灵气逼人 就那么泄露了一点而已 就让于小婉 仿佛回到他 曾经在那西鸣圣地之中 天罗灵泉旁 修炼一般的感觉 要知道 那天罗灵泉 可是西鸣圣地 十分重要的修炼秘境 哪怕他当时 乃是西鸣圣地的圣女 泄露的灵气 却能够跟那灵泉相比了 除了那极品炼鸡丹 于小婉实在想不到 还有七何种炼鸡丹 还会含有 如此浓郁的灵气了 不错 这确实是极品炼鸡丹 拿下去好好修炼去吧 苏璇对着于小婉说道 知道了宗主大人 小婉一定会加倍努力 好好地修炼 报答宗主大人的培育之恩的 于小婉重重地点了点头道 这可是极品炼鸡丹 价值三百万零食的 极品炼鸡丹 不要说依他现在的实力 财力了 就算是他 还在那西鸣圣地 想要拥有这么一枚 极品炼鸡丹 恐怕都至少需要 三四十年的时间 省吃俭用 才能够购买得起 更何况 他肯定是等不了 三四十年之后 再进阶到炼鸡丹的 如果不是因火得福 遇到了苏璇的话 他这辈子 永远都不可能 想用这般的 极品丹药来炼鸡了 所以 此时的于小婉 唯有希望尽快地提升了实力 才有一丝 报答苏璇的机会 只是 他却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不知 该如何报答苏璇的时候 苏璇的脑海里 却再次响起了 系统的声音 丁 宿主赏赐 给于小婉 极品炼鸡丹一枚 于小婉感动到 不知该如何感激宿主 宿主在于小婉心目中声望 再次得到提高 声望值 加号五千 哈哈 又是五千声望 苏璇十分满意地在心里 大笑了起来 这声望 可是个好东西 虽然说 苏璇此时的系统之中 已经达到了两万多声望了 这段时间 他花的也不多 但是 这样的好东西 谁又会嫌多呢 更何况 他马上就要花费一大笔 于小婉拿着极品铸鸡丹 走进了一间密室之中 就开始了闭关修炼了 等他再次走了出来之后 就将会成为一名铸鸡进修士 而且还是一位 修炼了青莲十八件 和用极品铸鸡丹铸鸡的铸鸡进修士 到时候 他的实力会增加多少倍 说实在的 苏璇真的很难估计得到 不过他的战力肯定暴涨 那时却是绝对的 不过 苏璇此时更加关心的 还是那躺在地上 像个孩子一般的中天花 系统 我要变废为宝 苏璇对着系统命令道 很快 那股神秘力量再现 只是几期时间而已 苏璇的脑海里 就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丁 宿主消耗六千五百声望 成功将金色级废品 七色悬炎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宝物 九色悬炎 同时将中天花的修为恢复 卧槽 不是吧 竟然花费了六千多声望 这中天花的修为 乃是助激进 需要的声望 肯定会比于小婉 当时需要的多 苏璇也算是 有了一些准备的 只是他却是没有想到 竟然要六千多声望 差一点都快赶上 于小婉的十倍了 更是让苏璇的声望 从两万多 直接跌回到了一万多 不过 效果却也是刚刚的 那中天花此时 不但修为恢复了 被夺走的七色悬炎 也进阶为了九色悬炎 就连原本神志不清的眼神 此时也变得清明了起来 而他的战力 此时也反馈到了苏璇的身上 不过 这还不是让苏璇最激动的 最激动的是 苏璇的属性面板上 还多出了一个技能选项 在那技能选项之上 更是赫然写着 五品炼丹师 宿主 苏璇 宗门等级 一级 完成宗门升级任务 可升级 修为 宁夜镜 宿主 宿主修为跟宗门等级相关 战力 三万两千一百 宿主的战力 是整个宗门战力之总和 宁夜镜上线为十万 技能 炼丹师 五品 宗门人数 二 声望 17900 任务 宗门升级任务一 拥有两名 住激进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二 拥有百名宁夜镜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 拥有一名炼丹师 宗门升级任务三 拥有一处 含有灵脉的宗门驻地 任务奖励 宗门升级为二级 宿主直升 围住激进 同时 他的脑海里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炼丹知识 什么火候 丹方 丹爵 甚至是中天花的炼丹经验 此时都全部出现在了苏璇的脑海之中 成为了苏璇记忆的一部分 就仿佛是 苏璇原本就拥有的 看着自己系统 面板的苏璇 浏览着各种各样的炼丹知识 越看越是激动 越想越是兴奋 我这是 我这是 中天花望着自己 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 你的修为恢复了 你的七色悬言 也进阶位九色悬言了 苏璇对着他解释道 那中天花 赶紧查看起自己的身体状况 和修为来 这竟然是真的 天啊 我的修为 真的已经恢复了 我被夺走的七色悬言 也真的进阶位九色悬言了 中天花看着自己巨大变化 激动无比地大叫了起来 他那激动的样子 苏璇都有一些害怕 一个不注意 又把他给激动得神志不清了 幸好这家伙 最后保持了理智 没有激动到神志不清 不过 却感激无比地对着 苏璇跪了下来 不知道前辈 到底是用何等神奇的方法 帮晚辈恢复了修为 更是提升了天赋 还请前辈 告知晚辈一二 晚辈就算是生生世世 做牛做马 也要报答前辈的大恩大德 他一个住激进 竟然口称苏璇为前辈 哪怕苏璇此时才宁夜静而已 而且 还跪在地上 对苏璇更是恭敬不已 由不得他不这般 这些年来 他受了多少苦 遭了多少罪 虽然说他神志不清 但是他的记忆 却是记得清清楚楚 他被人像死狗一样 扔出了炼丹师协会 他想报仇无门 多少次想要自杀 却心有不甘 他的所有朋友 都离他而去 更是连一口饭 都不愿意给他一口 他神志不清之后 像一条野狗一样 在街上起食 连垃圾都吃 等等等这些年的记忆 此时 全都涌上了心头 若不是他遇到了苏璇的话 恐怕他还在那地狱一般的苦日子里挣扎着 就更加不要说 此时他的修为 还恢复了 修炼天赋 也得到了提升了 让他更加有了 超过三品炼丹师 成就二品 甚至一品的存在 让他有了找那位 炼丹大宗师 报仇血恨的机会 而就在被他这么一跪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 想起了系统的声音 叮 宿主用系统 将中天花的修为恢复 并帮他把七色悬炎 升接九色悬炎 中天花对宿主感激不尽 宿主在中天花的心中 声望增加 声望值 加一万两千 卧槽 声望值 这就回来了吗 而且还翻了两倍 苏璇听到系统声音的时候 激动差一点 大叫了出声来 这可是一万二千声望值啊 若是用来 变废为宝的话 不说其他的 只用变废为宝 上品注鸡丹废丹 为极品注鸡丹 就不知道要让苏璇 赚到多少钱了 提起变废为宝丹药 苏璇马上就想起了 这家伙 乃是无品炼丹师来 而且这家伙 似乎还炼制过 极品注鸡丹 所以 苏璇赶紧把他扶了起来 对着他说道 严重了 严重了 哪里用得着 生生世世做牛做马 只需要钟大师 能够加入我天玄宗 为我天玄宗所用 本宗主 就心满意足了 苏璇的话 才刚刚讲完 那钟天花 却又再一次地跪了下去 宗主大人在上 弟子以道心启示 从这一刻起 生世天玄宗的人 死世天玄宗的鬼 若是背叛宗主大人 和天玄宗半分 就让弟子 比为遇见宗主大人 还惨上百倍 千倍 跪在地上的钟天花 对着苏璇用道心发誓道 发下的誓言 不可谓不读 如此读的誓言 苏璇估计 恐怕就算是让他 死上十次 百次 他都不可能背叛自己了 要知道 这位可是五品炼丹师 走到哪里 都是各大势力 极力拉拢的五品炼丹师 第九章哪种丹药 最最赚钱 就炼哪种 要知道 这可是五品炼丹师 可以炼至金丹镜 乃至元英镜强者 所需要的丹药 而此时 他却成了玄天宗的门徒 就更不说他 还拥有着九色悬言 未来的成就 将会不可估量了 不知道中大师 能否为本宗 炼制一些丹药 苏璇把他扶起了中天花 对他问道 宗主这是哪里的花 属下 既然已加入了天玄宗 又身为炼丹师 为宗门炼丹 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 宗主要炼什么丹 尽管吩咐来就是了 中天花听后 对着苏璇说道 炼什么丹 这个嘛 自然是越赚零食越好 苏璇对着中天花说道 此时 他已经完成了 拥有一名炼丹师的任务 等到于小婉出来之后 他的两名炼基进修士任务 也会完成 然后就只剩下 招收一百名 宁业敬属下了 拥有一处宗门驻地了 要招收到一百名 宁业敬属下 还得要打出 他添玄宗的名声之后 才有可能 而且 那么多的属下来了 总不能让人家 还长期居住 这租住的洞府里吧 所以 苏璇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赶紧完成 最后一个任务 弄到一个带有灵脉的 宗门驻地才行 这宗门驻地怎么来 主要有三条途径 一是自己寻找无主之地 但是这玄天大陆上 宗门势力多如牛毛 好一点的拥有灵脉的地方 早就被别的宗门势力 给占据了去 就算是他们找得到了 估计不是险地 也是那种十分偏远 又或者十分平静的地方 不利于宗门的发展 二就是抢 看上了哪家的宗门驻地 带着属下打上门去 抢了过来就是了 只是 就凭此时的天玄宗 就只有苏璇 与小婉和中天花三人 这一途他们 也是很难做到 即或是找一个 十分弱小的宗门 抢了过来 那样弱小的宗门 也不可能 会有好的注定 所以 此时的他们 就只剩下唯一的途径 那就是买 某些大势力 大宗派 有时候会将他们名下 一些用不到的山峰 林脉等等 拿了出来打包售卖 这些地方 因为靠近大型宗派 地方一般都不会太过偏僻 这其中也会有一些精品 只是价格贵的离谱 需要大把的灵石 要购买一座 拥有灵脉的山峰 那就更是一笔天文数字 所以 此时的苏璇 是该为购买宗门驻地 准备大量的灵石时候了 接下来天玄宗 要炼制的丹药 也自然是 哪一种丹药赚的灵石多 就炼制哪种丹药 说起赚钱的丹药 当然是灵气越浓郁 品级最高的丹药 最赚灵石 不过 看宗主大人 应该急着用灵石 自然是不能 去炼制那高品级的丹药 因为一来 那些丹药 炼制失败率高 二来 所需的时间很长 三是 就算是炼制了出来 除了那些大宗派之外 一时间 未必就能够销售地出去 中天花对着苏璇分析道 要知道它 可是五品炼丹石 五品炼丹石 那是可以炼制任何 金丹七修士 使用的丹药 再加上 它九色悬炎的威力 哪怕就算是 只说 卖个一万五六 那也是五六十万零石了 就算是除去了成本 它一天也能够 帮宗门竞赚个四十多万零石 就更加不要说 自己也是拥有着它 同样的炼丹技术经验等等 若是两个人一起炼制的话 那一天下来 光是炼丹 就能够让他们 赚到一百万零石了 只是 苏璇对这种赚钱速度 却还是有些不满意 又对着中天花问道 那上品注鸡丹呢 上品的话 就只能一天一炉 而且承担率 也达不到百分之百 平均下来 一炉 最多只能出三枚而已 所需要的材料 还要比中品贵得多 所以炼制上品注鸡丹 并不划算 中天花对着苏璇解释道 上品注鸡丹 因为材料比较贵的原因 一般的炼丹师 都不会大量地炼制 所以 成功率自然是要低上不少 而中品注鸡丹 他曾经在六七品炼丹师期间 经常都是购买了材料 用来炼手提高自己的炼丹经验 不知道炼制了多少 所以他能够做到 承担率百分之百 一天三十六枚 价值两万的中品注鸡丹 跟一天三枚 价值十二万的上品注鸡丹 哪个更加值钱 小孩子都能算得出来 更何况炼制上品注鸡丹的材料 还远比中品注鸡丹贵 只是 苏璇心中却另有想法 不不不 我们就炼上品注鸡丹 而且 你不用管炼制的成功率 只管炼制就行了 啥 不管成功率 只管炼制就行了 中天花听了之后 都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毕竟 哪里有炼丹的 不管成功率的 不过 苏璇却是十分肯定地对着他说道 对 不管成功率 只管炼制就行了 你先准备一下 我去购买材料 说干就干 苏璇说完之后 就急急匆匆地 再次赶往了方式 购买炼制上品注鸡丹所需之物去了 只留下中天花 一脸猛逼地留在原地 好半天之后 中天花才想起 他好像还没有告知 苏璇要炼制上品注鸡丹的材料 完了 完了 我都没有告知宗主大人 需要哪些材料 还有这宗门内 连一个丹炉都没有 到时候怎么炼的 想到这里的中天花 就想要赶紧自己追了出去 追上了苏璇 只是奈何 苏璇走得太急 他根本就不知道 苏璇现在已经走到哪里去了 而且 此时的他 还是一身的乞丐装 以前 他神志不清的时候 自然是没有什么感觉 现在 这一身 又脏又臭的行头 他是无论如何 也是穿不出去的了 看来等宗主大人回来之后 还得要找他借上一些零食来 买上一套衣服了之后 再跟他出去一起购买所需要的材料 中天花如是的想到 第十章战力八万五 中天花如是这般想到 只是 当苏璇回到了洞府中的时候 不但已经给他带回了 好几套的跑来 而且 打开了储物带来 里面炼丹所需要的材料 丹炉 亦是应有尽有 丹炉 百年份的灵芝 三百年份的玄蓝 云梦石 宗主大人 你如何知道 这炼制上品 助鸡丹所需要的材料的 那丹炉还好说 毕竟哪个炼丹师 不需要 一个丹炉 就能把丹药 给炼制出来的 但是 这炼丹所需要的丹方 却一直都是 炼丹师 看得比生命 都重要的东西 不是炼丹师 根本就不可能 接触到丹方的 更不可能像苏璇 这般买了个齐全 甚至 连灵药的品质 都经过苏璇精心地挑选过 最是上好的适合 炼制上品 助鸡丹的灵药 哈哈 我不但知道 这上品助鸡丹的丹方 而且我还会炼呢 苏璇对着他回答道 自然是不会告诉他 自己拥有系统 他所有的炼丹经验 全都反馈 复刻给了苏璇 宗主大人 你确定没有骗我 那中天花有些不幸 炼丹意图 最是讲究经验的了 而经验全靠一炉 又一炉炼制 用时间熬出来的 来不得半点虚假 那可是上品助鸡丹 虽然说 一般的七八品炼丹师 都能够炼制的出来助鸡丹 但是 要想炼制出上品助鸡丹来 却最少都要六品以上 而且六品炼丹师 要炼制上品助鸡丹 成功率还低得吓人 他也是儿童时 就开始学习炼丹术 已经拥有了 二三十年的炼丹经验 就这还只有20%不到的承担率 苏璇今年才20不到 要想炼制的上品助鸡丹 纵然是从娘胎里 就开始炼丹积累经验 也是不可能 确不确定 咱们炼制一炉 不就知道了吗 面对他的怀疑 苏璇却只是微微一笑 就直接拿起了一个丹炉来 开始炼制了起来 熟练的动作 对火候的掌控 瞬间就让那中天花 直接看傻了眼 宗主大人 宗主大人你你你 中天花 瞬间就看得呆了 苏璇的动作 一切都是那般的行云流水 甚至感觉比他这个拥有 二三十年炼丹经验的 五品炼丹师 还要来得从容 只是 让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他还感受了 一下苏璇炼丹所使用的火焰 却是更加的震惊 因为苏璇炼丹所驱使的一火 温度却怎么都让他感觉熟悉 虽然不像是九色悬炎那般 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但却跟九种不同的一火 释放着九种不同的温度 没有任何分别 还有宗主大人 你这火焰又乃是哪一种一火 属下怎么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苏璇自然是不会告诉他自己这火焰 就是是他的九色悬炎 完全全的被系统复刻反馈给了自己 只是外表看不出来而已 只是对着他说道 我这种一火 来自于海外的一处神秘之地 算不得什么 中天花也不敢再问 看见苏璇都在忙碌着炼丹 自己更是不好意思的 再站在旁边继续看下去了 就这样 两个人都躲在这租来的洞府之中 如火如荼地炼制起了上品铸鸡丹来 一天下来 苏璇因为完全不用顾忌 成功与否 竟然炼制出了两炉 只是 这两炉之中 却只有一枚是炼制成功 剩下的23枚 却全都是废丹 而中天花 却是只炼制出了一炉 不过 它的发挥 却是十分的稳定 这一炉之中 却有着三枚上好的上品铸鸡丹 两个人一天下来 炼制出了 总共炼制出了 4枚上品铸鸡丹 32枚丹出来 如果除去材料的话 他们今天 根本就赚不了多少的零食 毕竟 苏璇这边 浪费的实在有些太大了 中天花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怎么也想不通 为何宗主大人 要这般做 明明他的炼丹术 跟自己不差上下 却是这般 只图数量 不图质量 一番乱炼 若是这般炼制下去的话 苏璇这里 不要说赚零食了 恐怕还要亏本 不过让中天花 心头一松的是 苏璇这一次 购买的材料 投资的并不多 一天下来 他们就把材料 给消耗得一干二净 毕竟 苏璇身 上灵石原本就不多 只有十万灵石 这十万灵石 也就只够他们炼制三炉 就在这时 于小婉 修炼的密室之中 也传出了一声 激动的轻笑 一压 那轻笑正是 修饰助击成功的标志 越是优远绵长 就证明修饰的体内 灵气越是浑厚充足 于小婉这一声轻笑 足足持续了 半炷香的时间 就可想而知 他进阶助击净之后的实力 到底提高了多少了 同时 随着于小婉的这一声轻笑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涌入了 各种各样的信息 首先就是 他那拥有 两名柱激进修饰的任务 终于完成 然后 就是他的战力 开始再次暴涨 当然 最让苏璇激动的 还是他的属性栏里 又多了一个功法栏 在那功法栏了 赫然写上了 青连十八件第一件栏 宿主 苏璇 宗门等级 一级 完成宗门升级任务 可升级 修为 宁夜镜 宿主 修为跟宗门等级相关 战力 八万五千一百 宿主的战力 是整个宗门战力之总和 宁夜镜上限为十万 技能 炼丹师 五品 功法 青连十八件第一件 宗门人数 三 声望 两万九千九百 任务 宗门升级任务一 拥有两名铸鸡镜属下 已完成 宗门升级任务二 拥有一百名 宁夜镜属下 宗门升级任务 拥有一名炼丹师 已完成 宗门升级任务三 拥有一处 含有灵脉的宗门铸地 任务奖励 宗门升级为二级 宿主直升 为铸鸡镜 一直以来 苏璇都觉得 等到那鱼小婉 修炼了青连十八件之后 自己也能够使用 青连十八件来战斗 只是 那鱼青连修炼了 都快半年了 苏璇却依然 没有从系统中 看见半点青连十八件的影子 这一刻 他心心念念的青连十八件 总算是出现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原来 要等门内属下 彻底地掌握了之后 系统才会反馈 复刻给我 苏璇心中 自然是激动不已 除了那青连十八件之外 鱼小婉的战力暴涨 亦是让苏璇大为惊喜 要知道 苏璇估计的 鱼小婉的战力最多也就增长了十倍 达到三四万而已 但是 自己的战力 却已经到了八万五了 在这之前 自己的战力 只有三万二 也就是说 鱼小婉的战力 增长到了五万二 也让他的战力 还差一万五 就要到宁业境的上限十万了 这一切 对于苏璇来说 绝对算是意外惊喜了 八万五的战力 到底有多强 第十一章 那几品 助激单十分的 八万五的战力 到底有多强 苏璇一时间 也是难以估计的到 但是他却知道 如今就算是给他来上两个 助激进初期 他也是能够轻松搞定 说不定 还能跟助激进中期 有一战之力 毕竟无论是 余小婉 还是中天花 都不是一般的 助激进可比 更何况自己 还拥有着 他们二人的战力相加 他现在才宁业境 一下子 暴涨了这么多战力 苏璇都想要出去 找个助激进中 七十一下手 不过 此时他的战力 离十万之差 那么一万五而已了 却也是让他不由地 着急了起来 接下来不要说 苏璇在招收 其他的手下了 就算是余小婉 和中天花 他们其中任意一个 进阶到助激进中期 都布置 这一万五的战力 看来 还得要尽快地 把任务完成 升级到助激进才行 要不然 他们增长的战力 就要白白地浪费掉了 苏璇如是地想到 所以 还是要尽快地去 把丹药卖了 赶紧完成任务才行 至于说 找人失手以后 有的是机会 此时 与小婉已经进阶 苏璇的战力 也是暴涨到八万多 在这宿州城里 他也算是 有了一点自保之力 而且他看似 只有宁业境的修为 更是会给打他主意的人 一个意外惊喜 不过 他还得要谨慎一些 毕竟那可是三十多枚 极品柱鸡丹 价值九千多万零食 你去乔庄打扮一番 跟我出去一趟 苏璇对着中天花说道 于小婉还在密室中 稳定境界 所以这次 他就只能带着中天花一起 遵命 很快 中天花就装扮成了 一名白胡子老头 苏璇没有他们那么夸张 只是改变了一些脸型 然后又套上了一身 华贵锦衣 变成了一名 身穿锦衣手摇折扇的公子 苏璇又吩咐中天花 到了地方之后 最好不要讲话 以免让别人 发现了端倪 如此准备了一番之后 苏璇 这才带上了 他去了方氏 这一次 他没有去那万宝楼 万宝楼只是在这宿州城内 有一点明显 他们根本就吃不下 自己手中的极品柱鸡丹 更不要说 苏璇的手中 还有这三十二枚之多 想要吃下如此多的极品柱鸡丹 也就只有那份店 开遍了整个大陆的一份楼 很快 苏璇就带着二人来到了一份楼 接待他们的 依然是上一次那位 收购了苏璇上品柱鸡丹的店小二 只是 此时的苏璇 就站在他的面前 他却是无论如何 也是认不出来的 二位 这是要些什么吗 那店小二 赶紧热情地迎了上来 只是 苏璇 却是一脸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就把眼睛望到了天上去 跟本公子谈生夜 你还没那个资格 把一个富家子弟的嚣张跋扈 演绎得是淋漓尽致 那店小二 听后心有不服 前几天 他还做成了 一笔十多万的上品 筑机单生意 帮一份楼 赚了足足一万多零食 怎么到了这位的口中 就变成了没资格了呢 这位客人说这话 可就有些过了 在下 可是这一份楼里 干了十多年了 不论是客人 需要什么千年的零药 还是那十斤 零售售骨 随便是几万 还是十多万的生意 在下 都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 那店小二 也算是不卑不亢了 只是 他却遇到的是苏璇 只是轻蔑地 又看了他一眼 然后就又把头 给抬到了天上去了 只对着他说了一句 是吗 那关于极品筑机单的生意呢 苏璇对着那店小二说道 他都还未曾说 究竟自己是要购买 极品筑机单 还是要出手极品筑机单 那店小二才一听 就吓得一个没有站稳 差一点就摔倒在了 他家的柜台前了 客人稍等 客人稍等 等他站稳了之后 他才对着苏璇慌张地说道 看他那紧张的样子 苏璇都有些担心 自己会不会把他给下成 有心理阴影 那店小二 又赶紧掏出了一枚传音符来 传了出去 没有办法 这几品筑机单 最少都价值三百万零食 不论是买 还是卖 都不会低于三百万 三百万零食 不要说他了 就算是 把他全家全都给卖了 也值不了这么多的零食 传音符才一传了出去 当然 他也不会觉得 苏璇是来他一份楼 没事找事 毕竟 一份楼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人 能够惹得起的 很快 一名穿着华贵衣服的 三十多岁的美艳妇人 就急急匆匆地走了出来 二位客人 请跟妾身去三楼相谈 他对着苏璇三人说道 带着苏璇和钟天花 就来到了三楼 又进入了一间密室 最后又开启了一道法阵 那法阵的防御强度 绝对兜底的 上一些宗派的防御法阵了 那妇人又让人送上了 上好的灵茶 点燃了千年的沉水香之后 这才对着苏璇他们 介绍了起来 妾身乃是这宿州城内 一份楼的管事一小差 不知道二位怎么称呼 那妇人对着苏璇二人说道 苏璇二人一听 才知道这妇人 竟然是商谷世家一家之人 这玄天大陆上 最古老也是最大的一家 商谷世家之一 这遍布天下的一份楼 只是他一家的一部分产业 而且这一家传自上谷 从来不论是家主 家中长老 和新族人 全都是女子 妥妥地在这玄天大陆上 少有的女性当家的大世家 所以 这一小差在这一份楼里 绝对算是身份 最是尊贵的人之一 苏璇他们还以为 这一份楼 只会派一个普通的管事 出来接待自己 谁知道 竟然把这位给派了出来 不过 也从侧面证明了 他们对极品筑鸡丹的重视 越是重视 苏璇手中的极品筑鸡丹 就越是值钱 堕 木土堕 还得前往西州本会的拍卖行 拍卖才行 这宿州城里 已经快三年 未曾收到那极品筑鸡丹了 一小差对着苏璇说道 三年前 这宿州城的一份楼 偶然间得到了一枚极品筑鸡丹 当时还是经他的手 拍卖了出去 拍的就是350万 如今这极品筑鸡丹 更是稀少 需求的人却是越来越多 那西州又远比苏璇富裕 所以为了万无一失 他让苏璇最少准备四五百万零食 还要去西州吗 咱苏璇这里没有 苏璇自然是不是 真的要买极品筑鸡丹 他之所以这般问 完全是因为他想要对着极品筑鸡丹的行情 进行一番了解 经苏璇这般一问 那一小差还真的给苏璇解释了起来 客人有所不知 那极品筑鸡丹十分的洗手 第十二章 为啥刚好是三十二枚 客人有所不知 那极品筑鸡丹十分的洗手 不是四品以上的炼丹师 很难炼制得出来 这还不算 其中要炼制他所需要的灵药 也是更加的稀有 比如炼制上品筑鸡丹的灵芝 只需要百年 极品就需要千年 那炼制上品筑鸡丹所需要云梦时 也得改为更为珍贵的云梦精才行 这些材料 原本就已经足够珍贵 更是 就算是炼制四五品丹药 都能够作为辅材了 更不要说极品筑鸡丹 炼制起来一点都不比三四品的丹药 炼制成功率要高 反而还更低 听了一小拆这般介绍之后 苏璇总算是 把极品筑鸡丹的行情 给摸了个透了 那就是 炼制极品筑鸡丹 所需要的灵药 十分稀有 还需要三四品的炼丹师 才能够炼制得出来 这一点 五品的炼丹师 中天花就绝口不提极品筑鸡丹 也可以证明 三四品的炼丹师 一般都是炼制原音镜修饰 所使用的丹药 连精丹镜的修饰 所需要的五六品丹药 他们都懒得炼制 更不要说 这柱激进修饰 要使用的七八品丹药了 这么说来 除了那些大宗派 超级世家炼制出来几枚 培养门内顶尖后背之外 很少有人会这般的浪费 炼制几品筑鸡丹了 苏璇对着一小差问道 正是这般 实不相瞒 三年前我一奉楼拍卖的那一枚 就是那西名圣地之主 欧阳精于为他的爱子 欧阳正科 专门找人炼制的一炉 那一炉就只出了两枚 其中一枚 已经被那欧阳正科给服用了 而今年西州这一枚 同样是来自于 四大圣地之一的南离圣地 一小差对着苏璇说道 把这几品筑鸡丹的稀有珍贵 形容到了无比珍贵的程度 这时候 苏璇才哈哈大笑了起来 本公子就说 本公子的经商头脑十分了断 现在 你们总该信了吧 这叫什么 这就叫市场需求 苏璇这话 是对着他身后 装扮成老者的中天花所讲的 只是那中天花 却是一脸的猛逼 他实在是想不通 苏璇说这话 到底是何用意 毕竟 他们手中此时 似乎只有四枚上品筑鸡丹 只是 在出来之前 苏璇就专门给他们打过了招呼 让他们尽量少说话 如今 他都不知道 苏璇说这话什么意思 就更加不可能 回答苏璇的话了 反正 他此时保持沉默就是对了 所以 苏璇又继续说道 实不相瞒 本公子手里就有一批 宗门炼丹长老炼制的 极品筑鸡丹 就是怕一管事 你出不起价格 苏璇对着那一小差说道 他话里的意思 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自己这丹药 可是宗门长老炼制的 能够炼制出 极品筑鸡丹的炼丹师 最少都是三四瓶以上 能够养得起 这般炼丹师的宗门 最少都应该拥有 元英七老祖 而且还不止一个 你要是想要吃我们的话 还得掂量一下 会不会崩了你的牙 没有办法 苏璇还得要紧张一些才行 毕竟 他这里可是三十二枚 极品筑鸡丹 价值的可是足足 九千多万 那一小差听了之后 打了个哈哈 杜先生放心好了 咱们一份楼 能传承数千年 有那么多的道友捧场 全靠的就是一桶 手无七的金字招牌 杜先生尽管 把几位珍藏的 极品筑鸡丹 拿了出来就是 切身保证给杜先生 一个满意的价格 而且 今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也绝对不会被传了出去的 也不知道 他是真相信了 还是假相信了 听了他这话之后 苏璇这才拿出了 几个小小的玉瓶来 人家一小差说的是真藏 只是他那玉瓶却十分的简陋 看那一小差都有些怀疑 这里面是否真的装的 是 价值三百多万的 极品筑鸡丹 关键是 就这么简陋的玉瓶 苏璇还直接拿出了三十二个来 杜先生该不会说 这里面全部装的 都是极品筑鸡丹吧 一小差对着苏璇问道 其实 不要说他怀疑了 就连他跟着苏璇一起炼制丹药的中天花 此时也是疑惑万千 因为那三十二个玉瓶 让他怎么都觉得 哪里不对劲 三十二个玉瓶 三十二个玉瓶 宗主大人 到底在搞什么拐 不对 三十二个玉瓶 那不是正好是我们前两天 炼制的废丹的数量吗 难道 宗主大人要用那些废丹 忽悠这一小差 骗一凤楼的零食 这可是大大的不行的 不说这一姑娘 不是那么好骗的 就算是骗过了 一凤楼后来发现 他们天玄宗 就算是藏得再深 都要被扒了出来 而且这一凤楼产业 遍布整个玄天大陆 我们到时候 想要逃都没地方逃 他自从进入了这一凤楼之后 就一直想不通苏璇的迷惑行为 只是苏璇 让他最好不要说话 他只能保持沉默 不过此时的他 却是再也忍不住了 就要开口阻止 却哪里知道 那苏璇却是已经打开了玉瓶来 下一刻 一股浓郁的丹香 伴随着极为浓郁的灵气 已经从那玉瓶之中 给飘散了出来 极品铸鸡丹 宗主大人 竟然真的有极品铸鸡丹 可是为啥刚好是32枚 第十三章 一亿1520万零食到手 极品铸鸡丹 宗主大人 真的有极品铸鸡丹 惊艳告诉中天花 这玉瓶之中 装的绝对是铸鸡丹 只是他炼制的铸鸡丹 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 但无论是丹香还是灵气 铸鸡丹浓郁了十倍都不止 这一切都在告诉他 这简陋的玉瓶之中 装的只能是极品铸鸡丹 想到这里的中天花 似乎终于明白了什么 怪不得宗主大人 让我尽管炼就是了 不要在乎承丹律 原来他是要用那种神秘力量 把废丹全部变成极品铸鸡丹 亏我当时还觉得 像他那般炼制会亏本 现在看来 我炼成功的那三枚 才是亏得大了 中天花心中如是地想到 一想到自己炼制的 三枚上品铸鸡丹 只能卖出三十多万 而一枚废丹 现在就能够卖出三百多万 他心都在滴血 真的是没想到 杜公子你竟然 竟然一下子能拿出 这般多的极品铸鸡丹来 三十二个玉瓶 被一一地打了开来 三十二个玉瓶之中 全都飘出浓郁无比的 丹香和灵气 三十二枚混原天成的 极品铸鸡丹 就这么摆在了一小差的眼前 纵然是作为一家核心族人 这一份楼的管事 也算是见过了不少世面 但是却也没有此时这般震撼 说实在的 他都有些心动了 毕竟 这可是三十二枚极品铸鸡丹 价值九千多万零食 虽然说他 刚刚还在说什么 红索无期 他一家全靠着信誉 才有了今天的生意 遍布全大陆的成就 如今 看到这么多极品铸鸡丹之时 他还是有些心动了 只是 心动的同时 他的又在心中打鼓 猜想着苏璇刚刚的话 是否是为真 如果他偶尔拿出一枚 极品铸鸡丹来 还有可能 说他是走了狗屎运 偶然兼得了这么一枚 但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偶然个三十二回 再加上从丹药的灵气来看 又仿佛是刚刚才练制出来不久 唯一的可能 就是他身后站着一位 三四品的链丹师 而且 他似乎还能随意地去世 一小差心中不断地盘算着 到了最后得出的唯一可能 就是苏璇的身后 真的站了一位 三四品的链丹师 这般的链丹师 最少都应该是 大宗门的链丹长老 而且还是那种宗门内 拥有原因境 而且还不只是一位的那种 这般大宗门 对于他一家来说 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只是为了几枚铸鸡丹 却又绝对得不偿师 哪怕这些铸鸡丹 乃是十分稀少的鸡品 如此这般 还不如跟苏璇打好了关系 跟苏璇多合作几次 哈哈 杜公子的确很有生意头脑 竟然练制了 如此多的极品铸鸡丹 让妾身也是意外不已 就是不知道 杜公子这些 是否都要出手 那一小差打定了主意之后 就赶紧打了一个哈哈 询问起苏璇来 废话 若是不全部卖了 本公子全部拿出来干什么 好看吗 苏璇依然还是一副 眼高于顶的公子哥形象 眼前美艳的一小差 他也就只是斜眼瞟上一眼 说话却是一点都不客气 他这般神情 却是更加让一小差相信了 他乃是大宗门中的宗二代 说不定还有可能 乃是宗主 或者太上长老后人 若不然 肯定是请不动 三四品炼丹长老 给他炼制这么多极品铸鸡丹的 更何况 还是拿来转灵石化 这也就更加的坚定了 要多跟苏璇合作的想法 那是 那是 估计这世间 也就只有杜公子这般 才能一下子 拿出这般多的极品铸鸡丹来 这些丹药 杜公子若是全部都愿意 出手给我一份楼的话 不知道杜公子 又要多少灵石一枚 那一小差对着苏璇问道 一口价 四百五十万一枚 苏璇卖东西 就从来没有过 布狮子大开口的 只不过 这次还在前面 加了一个一口价 听的那一小差 都是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 把话给接了下去 又该怎么给 还出一个价格来 他刚刚还想着 给苏璇一个合适点的价格 拉拢一下他的 谁知道 要出这般的价格来 想了好半天之后 他才想出了一个方案来 四百五十万的话 确实是有些高了 十不相瞒 我一凤楼拿到了手中 进行拍卖最多 也就只能 拍出这般的价格 所以切身这里 给杜公子准备了两套方案 一是给杜公子 三百六十万零十一枚 三十二枚 就是一亿一千五百二十万 二就是嘛 这些极品注机单 由杜公子自己 放在我一凤楼里寄拍 拍出了多少都是杜公子的 我一凤楼 只抽取一些用金就行 说实话 他给出了三百六十万一枚 这价格 已经远远地超出了 苏璇的预期了 毕竟 三年前 一凤楼那一枚 才拍出了三百五十万 不过 苏璇还是对着他问道 你们抽几成用金 两成 一小差对着苏璇回答道 苏璇一听 假装盘算了一番 最高拍四百五十万 还得给你们抽九十万 那我不是担了风险 还要少拿二十万吗 这样还不如卖给你们算了 拍卖场的用金 苏璇其实大概都是知道的 要举办一场拍卖会 可不比直接放在柜台上 卖那般容易 举办方还得要打广告造势 还得要场馆 还得要邀请各大势力等等 这一切成本 本就是不少 两成的用金 原本就是行业标准 他之所以这般问 主要还是要让那一小差 觉得他就是一名 大宗门的二十足 对生意 一道看似很懂 其实啥都不懂 这般才更加适合 如今他假扮的人设 那就说好了 三百六十万一枚 三十枚是一亿零八百万 加上两枚的七百二十万 总共是一亿一千五百二十万 妾身给杜公子用上品零十付款 一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 杜公子看如何 一小差对着苏璇说道 一般的零十 都是指的下品零十 在那下品零十之上 还有中品 还有上品 甚至还有极品 在这修行界里 又有一百下品 兑换一中品 一百中品 兑换一上品的汇率 一亿下品零十 好几间房子 都不一定能装得下 哪怕就算是 修仙界用这储物袋 用储物袋来装 也得要装好几储物袋 所以 大宗的买卖 自然都是用上品零十 来交易 不要上品 本公子专门 带几间房子来装啊 苏璇对着那一小差对道 依然是那般的桀骜不逊 那一小差也不生气 赶紧让人送来了 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商品 零十过来 盛装这些零十的 却不是那储物袋 而是一枚储物戒指 连带这枚储物戒指 也一并送给杜公子了 储物戒指内的空间 可要比储物袋 大上几十倍 价格上自然也不是储物袋能比 一枚储物戒指 就要一万零十 而储物袋的话 却是最低端的法器 几块零十就能买得到了 但是为了拉拢苏璇 一小差却是眼睛 都没有眨一下 苏璇却是毫不客气的 就拿起了储物戒指 点了点里面的零十之后 就随手扔进了荷包里 连戴在手指上都懒得 然后就又离开了这里 只是那一小差 却是对着她喊了起来 杜公子等等 还有何事 苏璇回过了头来 表现得极不耐烦 现在零十都已经到手了 苏璇还想要赶快离开了这里 如今被她给叫住了 苏璇还真有些害怕 这女人是不是看出了破绽 终于要忍不住对她出手 只是 那一小差却是对着她说道 我一奉楼还需要一批丹药 不知道杜公子 能不能找人帮忙练制一下 用金绝对不会让杜公子失望 第十四章 又是两个亿的订单 用金绝对不会让杜公子失望 说完还拿出了一张清单来 那清单上名列着好几种丹药 几乎都是四五品以上的丹药 正如同她说的那般 用金却是十分的丰厚 只是却不是一般的四五品练丹师 就能够练制得出来 尤其是一种练须丹 就算是三品练丹师也未必就能够练制 这般的清单 若是换了其他人的话 无论是苏璇 还是那中天花都只有五品练丹师而已 无论如何也是不敢接受的 但是谁让苏璇拥有着便废维保系统 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就此接了过来 并还得寸进尺的她问道 材料谁出 什么时候要货 这般的随手一接 让那一小柴更是确定了 苏璇的身后 站着一名三四品的练丹师 所以 为了拉拢苏璇更是对着苏璇说道 材料自然是我们来出 如果杜公子宗门之中 有这其中所需要的灵药的话 杜公子尽管用就是了 价格上只要过得去 我一份楼也绝对不会有半句话说 该给多少就给多少 时间上也不是急着要 半年之内 能够交到我一份楼就行 意思是 再明白不过了 苏璇要想在材料上 再赚上一笔的话 她也是没有意见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三个月之后 我把练好的丹药送来 不过 在这之前 你们还得给我付上一些定金才行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别忘了苏璇 还有着变费为宝系统 不拿她的材料 可不只是多赚一笔而已 到时候 买些尘骨子烂芝麻的 直接拿来变费为宝 再来练制就行 说是多赚一点点 也是不会为过的 不过没有拿走她的材料 她却还想拿点定金走 虽然她们的真实身份 人家一小差都还不确定 要定金有些异想天开 苏璇自己都觉得 一小差不会给她 谁知道 那一小差 却是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应该的 应该的 这里有五千上品零食 不知道定金 是否够了 这一批丹药 总价值才两亿零食 她却给了五千上品零食 这般给出了五分之一的定金买材料 都妥妥地够了 更何况 苏璇要买给他们的 还是那种尘骨子烂枝吗 不过苏璇脸上的表情 却依然是平静地要死 先就这样吧 说完就拿着那五千上品零食 就又要离开这里了 只是那一小差却似乎 又想起了什么来 对了杜公子 妾身这里还有一物 要交于杜公子 说完 就从手中掏出了一枚精致的小小令牌来 那小令也不知道 是用什么东西打造成 玄黑的颜色 似金非金 似铁非铁 透着一种神秘的金属光芒 上面有着一个小小的一字 这是我依奉楼的贵宾令牌 有了这一枚令牌 杜公子不但在我一家所开设 任何店铺之中购买东西的时候 都可以享受九折优惠 同时需要一些稀有之物之时 还可以登记下来 我一家所有的店铺 都可以帮杜公子去寻 那一小差对着苏璇说道 说实在的他也是不想 把这黑金小令拿了出来的 毕竟这玩意就算是以他的身份 也只能送出去五枚而已 其中的三枚已经送了出去 无不是西明圣地圣主 药王谷谷主这般的存在 现在就只剩下了两枚 只是他又想了又想之后 还是觉得 不管是那西明圣地圣主 还是那药王谷谷主 人家还真的不稀罕他给出的这点优惠 反而拉拢苏璇这般的二世祖 给他带来的好处会更多一些 苏璇拿了过来 自然是知道这小小的令牌的意义 首先那九折的优惠 就足够让他欣喜若狂 就更不要说 还有那需要什么东西 都可以让一家帮他寻找 这一封楼的分店遍布天下 以后想要寻找一些特别稀有的东西 那简直就是再方便不过了 这玩意绝对比前世里 那些大银行发给那些 亿万富翁的黑金卡 更加的稀有 也更加实在 不过 这家伙却依然是一声谢多伟说 反而是对着那一小差问道 在拍卖会上也是九折 毕竟 在拍卖会上购买的东西 才是大宗的商品 享受的优惠才会更多 那一小差听了之后 却也没有隐瞒 毕竟这般的令牌送了出去的 就不是为了要赚这般顾客零食 对着苏璇点了点头 自然也是 都这般的苏璇才 对着他拱了拱手 如此多谢了 总算是道了一声谢 然后就转身离开 只留给那一小差 一个潇洒的背影 也不知道 究竟是何等大宗门家的二世祖 切身在他身上 都投资了一个 价值两亿零食的单药订单 和一枚贵宾令牌 他却也就说了一句多谢而已 此时的他 竟然有着一种热脸贴了冷屁股的感觉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苏璇此时也是不轻松 这一趟 他在这一份楼内 获得的好处太多 那原本 只值九千多万的三十二枚 极品铸鸡丹 却是卖出了一亿一千五百五十二万 足足多卖出了两千多万 就已经占了大便宜了 更不要说 还有从一小差手中 又拿到了一笔 价值两个一零食丹药的大订单 更不要说 人家还赠送给了他 一枚他一家的黑金贵宾令 而那只值一万零食的储物戒指 更是提都不用提了 这么多的好处 他却要压抑着心中的激动 强装着不屑一顾 究竟装有多辛苦 只有苏璇自己才知道 他实在是快要装不下去了 多在这里待上一分钟 就会多了一分的危险 等到离开了这一份楼之后 苏璇原本紧绷的心 这才冷静了下来 赶紧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换掉了乔装打扮的装束 此时的他身上 可是有着一亿六千多万零食的巨款 苏璇自然也是不会 傻帽一般的带着这一笔巨款 前往什么城外荒凉之地 然后给那些强盗机会 哪怕他已经可以确定 是真的唬住了那一小差 让这女人尽可能地拉拢自己 但是万事没有绝对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苏璇拿着这笔零食 就赶紧向着城中心走去 连他租住的洞府都没有再回去了 一来这宿州城越是中心 就越是静止打洞 二来在那城中心有着 一座宿州城的修行者协会 在那里 有着苏璇心心念念的宗门驻地售卖 修行者协会乃是西民圣地 联合着几个大宗派组织了起来 处理一些修士事务的 毕竟 虽然这宿州在这西域 各大宗派之间虽然充满着竞争 但是 除了这西域 还有更西方的极西之地 往东的方向 还有远比西域繁华的中途 所以 西域的修士在外人面前 也算是一个整体 大家也有着一些共同利益 甚至外敌入侵之时 还得要同仇敌开 所以 便有了这修仙者协会的出现 在这里 不但各大宗门与宗门之间 修士与修士之间 可以进行一些交易 还可以发布一些任务在此 让其他的宗门 甚至是散修 来接任务获得报酬 甚至 就连一些纠纷 亦是可以到这里来 找修仙者协会 帮忙协调解决 虽然这里 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平 更不可能什么事都可以在这里摆平 但是 毕竟这里是西明圣地 等几个大型宗门组织了起来 无论什么势力 在这西域 都会给他们一些面子 而西明圣地和几大宗门 为了宗门的名誉 也会尽可能地做到公平一些 更是不会去欺负一些小宗门 毕竟 就算是 把这些小宗门给灭了 得到的利益 在他们眼里 也是算不得什么的 苏璇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修仙者协会 但是每一次来这里 都是为了看那宗门驻地 这一次也不例外 到了修仙者协会之后 就带着中天花 直接往那地产交易大厅而去 第十五章竟然还有这般好事 直接往那地产交易大厅而去 在这里 不但有城中的土地 城外的山脉交易 而且还有着散修 需要的洞府售卖 这里的销售人员 一见到苏璇 便有一位姑娘认出了苏璇来 苏宗主 今天还是看宗门驻地 那姑娘向着苏璇笑 隐隐地走了过来 在世俗界 要卖出一套房子 房产销售们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卖了出去 不知道要磨破多少嘴皮子 打多少的电话 甚至还有那种 陪客户税的房产销售都有 就更加不要说在这修仙界了 在这修仙界里 一个洞府看上的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把寿源都耗尽了的修饰 比比皆是 更不要说苏璇要的还不是洞府 而是一座宗门驻地 所以 那负责销售的少女 自然也不会有那种 看不起苏璇的想法 更不会有不耐烦甚至嘲笑什么的了 丁姑娘 又是你 苏璇也一眼就认出了这销售人员来 这少女叫丁颖 已经接待了苏璇很多次了 不错 又是我 看来还是我们有缘分一些 丁颖对着苏璇笑道 今天还是看千万灵石区吗 这宗门驻地可不是洞府 能够相比的 最少都是千万灵石级起步 苏璇以前来到这里 大多数也都只是看的千万灵石级宗门驻地 而且还只敢看三千万以下的 毕竟当时 就算是三千万灵石 对于他来说 都算得上是一笔天文数字 只是 今天他已经是 身带一亿五六千万灵石 自然是不会 还停留在这千万级的档次 不 今天去上一集的 苏璇才大气粗地说道 那丁颖一听 却也是并不奇怪 反而是对着苏璇问道 看来苏宗主 这是得了大机缘了 请跟小女子来 毕竟修仙界 总是充满着冒险和奇遇 说不定哪天 一个穷乞丐 机缘到了 都能发大财 带着苏璇来到了一集区 只是 等到苏璇来到了这里 才看上了一眼 刚刚的财大气粗 顿时就弱了下去了 贫穷 还是限制了他的想象 这里的东西 实在是贵得出奇 不但随便一座山峰 都要上一步说 好一点的山峰 更是几亿 甚至十多亿的 都比比皆是 甚至 苏璇还在这里 看到了只是一座洞府 都要十二三亿零食的存在 这样一来 他身上那一亿六千多万的零食 瞬间就不够看了 看来看去苏璇 也就只敢看看 这里面最价格最低的 不超过两个亿的 唉 看来无论走到哪里 买房置地 都能耗光一个人 甚至几代人的积蓄 这玄天大陆的修仙剑 也不例外啊 苏璇无奈地叹息道 只能在两亿以下的山峰间 挑选了起来 这耗鸣峰 虽然有一条中品灵脉 可是实在是太小 又紧挨着西明圣地 有爱宗门未来发展 这惠云谷倒是很大 方圆万里都没其他宗门存在 可是这里的灵脉 却又只有下品灵脉 在这上一级宗门驻地区 自然是不会出现那种 没有灵脉的存在 就仿佛在地球上 购买别墅 不带游泳池 停机坪一样 不过 因为苏璇只敢看 两亿以下的宗门驻地 所以 能够让他看得上眼的 就只有两处 而且 这两处 还都不怎么让他满意 一处紧挨着西明圣地的 虽然拥有中品灵脉 但是山峰 实在是太小 周围又都是西明圣地的地盘 到时候想要发展 就还得从西明圣地去购买 要让西明圣地这般的存在 出手他们名下的地产 估计只有等他们出现了 强敌打上门来那种大型危机 人家才有一些可能 另外的一块是个山谷 那山谷周围倒是千里之内 没有什么试炼 但是 奈何只有一条下品灵脉 这下品灵脉 就算是在千万级的宗门驻地 都会有不少 那山谷 也就只是比千万级的地方 要大上一些而已 所以 苏璇就算是 已经选好了这两处驻地 也还是拿不定主意 不是他太犹豫不果决 而是这宗门驻地 关系着天玄宗 未来的发展 必须要谨慎谨慎 再谨慎才行 一一多 灵脉要好 还得要地方大 好发展 其实也不是没有 只不过那地方 就怕苏宗主等不起 就在这时 丁颖对着苏璇说道 等不起 有什么等不起的 苏璇听后 对着丁颖问道 因为那是一出费卖 要想恢复的话 最少都还需要一百年 丁颖对着苏璇回答道 苏璇一听 却是立即就来了兴趣 说说看 怎么个非法 要知道 他可是有着 变废围保系统的 天天都在 等着这般的好事 不知道苏宗主 有没有听说过 那被灭了的封明宗 丁颖对着苏璇问道 这倒是听说过 当年封明宗 可是这宿州城内 十大宗门之一 只是后来 外族入侵宗门被破 全宗上下 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这是在宿州城内 谁不曾听说过 你现在提起那封明宗 该不会是说 苏璇在这宿州城 也已经快一年时间了 他一天又不用 躲在洞府中修炼 成天都在宿州城内游逛着 对这宿州城的历史 自然是有了一些了解 那封明宗被灭这事 苏璇自然也是听说过的 只是 他不明白的是 丁颖这时候 提起那封明宗 又是何意 该不会是要把 那封明宗的驻地 出售给他吧 要知道 那地方 可曾经是宿州 十大宗门之一的驻地啊 不要说中品灵脉了 上品灵脉 甚至是极品灵脉 都有可能拥有 而且肯定 还不止一条 十大宗门之一的驻地 肯定也不会太小 只是 这样的宗门驻地 又怎么可能 只要一亿多灵石 只是 那丁颖 却十分肯定地 对着苏璇说道 不错 还真的就是那封明宗的驻地 那封明宗被灭之后 曾经遭到过外族的喜结 宗门中的一切 几乎都被夺走 就连灵脉 都被破坏得十分严重 虽然带不走灵脉 但是却也破坏得 很难再恢复 最少都需要一百年 又或者是 用大量灵泉滋养 方才能够恢复 那块地方 倒是此时 拿出来在挂牌销售 而且 还只要一亿五千万灵石 丁颖对着苏璇 讲述了一番 苏璇是真的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但是他却依然没有 就此确定要购买此处 而是决定 先去看看再说 第十六章两条上品 四条中品 再加一条级品 而是决定 先去看看再说 若是可以的话 他相信系统 肯定会提示的 能不能带我去现场看看去 苏璇对着丁颖问道 还十分有信心地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 就选他了 一百年而已 又不是等不起 灵权的话 也不是搞不来 只是 这话落到了他身后的 中天花的耳朵里 却是吓得不轻 赶紧对着苏璇说道 宗主大人 那地方属下 也曾去过 已经就只剩下一片废墟了 而且 咱们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灵石 说实在的 中天花都不知道 苏璇到底是怎么想的 风鸣宗园驻地 早已经被破坏 殆尽就算了 而且 他们现在手里 就只有 一亿六千多万灵石 这其中 还有着那一小差 付给他们 炼制丹药的定金 如果买了那筑地的话 他们还怎能购买材料 给人家炼丹去 只是 苏璇却是一副 无所谓的对着他说道 我们也就过去看看 看看又不要钱 你说是不是 对 看看而已 又不要钱 丁颖也赶紧说道 同时又看了看 苏璇身后的中天花 总觉得眼熟 但是一时间 却又没有想起 究竟是谁 不过 苏璇身后的中天花 说他去过那里 却让他找到了机会 这位大哥既然说他去过的 肯定也是知道地方 所以就让这位大哥 带苏宗主前去 小女子就不跟着去了 因为他已经确定 苏璇只要去看上一眼那地方 就肯定不会要的 虽然说他耐心很好 但是却也不是 总爱做无用功的 至于苏璇所说的 一百年又不是等不起 在他心里更是无稽之谈 不说苏璇自己现在都还未入击 只有一百年受缘 一百年后 他还在不在都不一定 只说哪个宗门 能够守在一百年 都在没有灵脉的地方 他们修炼所需要的灵石怎么办 需要的资源又从哪里来 要知道修仙界竞争 可是格外的激烈的 你要是不发展的话 很快就会被淘汰 说什么灵泉又不是搞不来 更是像一句无知的大话 那灵泉可是比灵脉 还要珍贵的存在 一般有了灵泉 要么打造成修炼秘境 给宗门弟子冲击境界用 要么用灵泉水 炼丹炼气 提高法宝丹药品质 那西名圣地的天罗灵泉 就被西名圣地 打造成了修炼秘境 核心弟子一年也未必 就能进去一次 需要不知道多少灵泉 如若不然的话 其他大势力早已经抢了去了 又哪里还会挂在这里来交易 那行 宗主大人既然要看 属下就带着宗主大人过去看看 中天花倒是愿意带着苏玄前去 不过也只是想让苏玄死了这条心 就这般 苏玄和中天花 出了这修仙者协会之后 就向着那风鸣宗的柱子赶了过去 因为要出这宿舟城 为了避免危险 他们甚至把身上的储物戒指 都寄存在了这修仙者协会 然后二人出了宿舟城一路往西 只行了千里不到 就能够远远地看得到 一座巍峨的山峰 出现在了二人的眼前 虽然千里在世俗界来说 算得上是遥远了 但是在修仙界对于修士来说 不要说速度很快地售车了 就连修士自己不行 也远比地球上的汽车要快得多 这千里的路程 随便一个宁夜镜 甚至是断体镜的小修士 也就一个时辰的时间而已 若是到了助击镜 可以驱使飞剑之类的法器 飞行的话 更是半炷香的时间都用不到 就能够到达 不得不说 这风鸣宗当初作为 宿舟十大宗门之一 这地理位置还是十分优越的 光是这地理位置 就足够让不知道多少宗门 在那帮外族离开之后 疯狂地争夺了 等到了风下之后 苏巡就更加地喜欢了 因为出现在他眼前的 哪里是一座山峰 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的山脉 足足一千里直长 地球上的秦岭 昆仑等山脉 也远没他这般巍峨 唯一的坏处就是 感受不到半点灵气 宿舟城中心那种 灵气浓郁的地方就不说了 甚至连他租住洞府那地方 也是大大的不如 毕竟洞府要想租住了出去 虽然可以简陋一点 可以拥挤一点 但是那也最少 需要有一条下品灵脉才行 不然的话 那些伞修们 随便找一个山洞闭关就行 何必要花零食去租你的洞府 至于说 你的洞府比山洞安全 算了吧 一年几十零食的地方 就跟地球上的城中村一般 能有个什么安全保障 说不定还不如随便找个山洞 毕竟山洞还能找个隐蔽的地方 你那地方就摆在眼前 所以 修士图的也就只是洞府附近 有一条下品灵脉 只是 苏璇租住的那洞府 跟此时这山峰外围相比 灵气浓郁程度 都还要强上不少 哪怕苏璇他们 都已经到了当初 封明宗的宗主所住的山峰 曾经这里灵气最是浓郁的地方 这里也都还未曾赶上 他们租住的地方 看吧宗主 情况就是这般 这里灵气十分稀薄就算了 而且每一次外族入侵 还都是从西方而来 这里也都是率先 要面对入侵的地方 中天花对着苏璇说道 还指了指 当初封明宗留下的残垣断壁 意思是 再明白不过 这里就是个灵气没有 遇到入侵 还得要先挨打的 吃力不讨好的地方 只是 苏璇却是对着他笑了笑道 不急 咱们再往那边走走 因为此时的他 脑海里已经响起了系统熟悉的机械声来 丁 发现红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金色品及宝物 丁 发现紫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红色品及宝物 一连四五道响声响起 只是却还不是苏璇想要寻找的 直到又行走了一百多里 苏璇的脑海里才响起 丁 恭喜宿主发现金色及废品 可变废为紫金色宝物 听到这里的苏璇才 终于确定 这里果然有这一条极品灵脉 而且还可以被系统修复 至于说刚刚的那几次 系统的提醒 却是还有两条上品 三四条中品 再加上这一条极品 那就是整整七条 第十七章不是六条 而是九条 加上这一条极品 那就是整整的六条 六条灵脉 估计在这西域 也就只有那西鸣圣地的驻地 西鸣山脉 拥有这般多的灵脉了 至于说价值嘛 光是亿 拥有一条上品灵脉的山脉 就已经价值十多亿零食 极品灵脉的价值 更是不可估量 毕竟还没有哪个宗派 肯把他家的极品灵脉 拿出来卖的 这般的宗门驻地 才是好地方嘛 苏璇心里细数着灵脉的数量 欣喜地情不自禁地 喃喃自语了起来 听得那钟天花 都是一脸的猛逼 他实在搞不明白 这里到底有哪点好了 明明这里除了面积还可以 山脉够长之外 连一条下品灵脉都没有 却在未来外族入侵之时 还得要率先面对敌人的入侵 随时都有负灭的危险 想了又想的他 也实在是想不通苏璇 为何要这般地说 最后的最后 干脆是决定 带着苏璇继续往前走 再往西走走 去看看那距离这里不远处的 抵御外族的磐石长城遗迹 宗主 过了这山脉 再往西行上五百里 便是那磐石长城遗址 我们要不再去那边看看 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苏璇还不知道 那外族入侵是何等凶残 每过几十百把年 就会卷土重来一次 像风鸣宗这般被攻破的 真不是偶然 所以 他要带着苏璇去看看 那被外族毁了又见 见了又毁 最后却是怎么 也建造不起的磐石长城遗址 看看那长城脚下 埋了一层 又一层的累累白骨 只是 当他带着苏璇 才往前走了五十里不到 苏璇的脑海里 竟然又响起了一声系统的提醒声 丁 恭喜宿主发现红色品及废品 可变费为宝 为金色品及宝物 只走了五十里不到 就又让苏璇 发现了一条上品灵脉 这样一来 上品灵脉就变成了三条 然后他们都到了山下 又在一处山谷里 又发现了一条中品 最后他们 再继续往西走 都快要到了那磐石长城之时 已经下了那山脉 眼前出现了一条河流 都到了这里了 苏璇的脑海里 竟然还响起了一声系统的声音 丁 恭喜宿主发现紫色品及废品 可变费为宝 为红色品及宝物 竟然到了这里 还又发现了一条中品灵脉 只不过 这一条灵脉不是在山上 而是在这河底 可不要觉得 在河底的灵脉 就没有什么用 不说修仙者的手段 十分的了得 就算是在河底开辟洞府 亦不是什么难事了 光说这拥有着灵脉的河水 灌溉起灵田来 也是远比一般的水源 要优秀得多 若是苏璇的天玄宗 以后要在河流的两岸 开辟出灵田 种植灵谷 灵药等等 经过这条灵脉灌溉的灵田中的灵谷 灵药都将会疯狂生长 年年大丰收 一条极品 三条上品 五条中品 总共就是九条灵脉 而且还一条下品灵脉都没有 苏璇估计 这么多的灵脉 绝对都能够赶得上 那西明圣地的筑地了 至于说 中天花要让他看得那磐石长城遗址 虽然说到了之后 苏璇看到的 残垣断臂 伤痕累累 长城内外 白骨累累 埋下了一层又一层 又因为被破坏的严重 寸草不生的荒漠 狂风过来 漫天的黄沙 不到让苏璇没有半分的退缩 反而是更加激起了他心中的斗志 更是对着那极西之地 疯狂地大吼了起来 痛快 痛快 痛快大吼了起来 西北望 射天狼 好一片痛快的地方 这才是我苏璇要的痛快的宗门驻地 听的那中天花 更是一愣一愣的 不明白 这里都已经这般了 苏璇反而如此这般地说 看着中天花那满脸的苦涩 苏璇拍了拍他的肩膀 微微一笑道 老钟 你是不是忘了 我有那种神秘的力量了 中天花这一听 这才算是明白了过来 宗主大人 你的意思是 意思是你能够 他对着苏璇激动无比地说道 一个让他不敢想象的想法 涌上了心头 这里的所有灵脉 都可以被苏璇重新修复 不论是这里的中品 还是上品 甚至是那一条极品 那样的话 这西域恐怕就算是那西明圣地的驻地 也未必就有他天玄宗的驻地 灵脉这般的众多优秀了 当然 这还不是最让他激动的 最激动不已的是 苏璇的神秘力量 连灵脉都可以修复 还要什么东西不能修复的 法宝 但要 功法秘籍 甚至是秘境 小事件 法宝之上的灵宝 他越想越是激动 越想越是疯狂 像苏璇这般的存在 未来的成就 将会是何等的恐怖 而他跟了苏璇的话 又会从中获得多大的好处 这一刻 就连对那随时都可以攻过来的外族 都不再有半点的恐惧 因为他相信 苏璇一定有办法 让他们有来无回 哪怕此时的苏璇 才只有宁夜镜而已 他却对苏璇 有着无法形容的信心 当然 这一刻苏璇在他心目中的声望 也是再一次拔高了不少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想起了 那系统的声音 丁 宿主能将灵脉变肥为宝的能力 让中天花对宿主佩服不已 宿主在中天花心目中 声望再次增加 恭喜宿主 声望加号五千 他竟然又给苏璇 提供了五千的声望值 同时 他还赶紧催促起苏璇来 那宗主大人 眼看天就要黑了 咱们还是赶紧赶回去 把这块地给买下来 不然等他们关了门的话 咱们可就要等到明天去了 此时的他 竟然心急得 连一晚上都等不及了 竟然要让苏璇 现在就赶紧去把这件事 给定了下来 嗯 咱们这就回去 把这事给定下来 苏璇的心中 此时也是同样有一些着急 毕竟他现在手上 也就只有一亿六千多万零食 若是这时候 有人同样也看上了这块地 要跟他竞争的话 那他苏璇半点 机会都没有了 毕竟 苏璇前世在地球上 看的小说和电视剧里 都是经常这般写的 每当猪脚看上什么好东西的时候 总会有不长眼的家伙 站出来跟猪脚争抢 第十八章 被攻破的护踪大阵 虽然苏璇自认为 自己是穿越者 还激活了系统 应该是猪脚没得跑了 但是 奈何此时的他 却是无论是实力 还是资产 都还不具备打脸的能力 所以 为了不夜长梦多 还得要赶紧把这里 给定下来再说 我们要是把这里 弄了过来的话 还不能把所有的灵脉 都给恢复了 要不然的话 会被其他的宗派觊觑 边走 苏璇边跟中天花商量了起来 这里之所以没有人要 还不是因为 大家都以为这里的灵脉 已经遭到了破坏 最少都要一百年以后 才能够恢复 若是让别人知道 这里灵脉已经恢复了的话 恐怕不要说 其他的宗派要来争抢 甚至 那出售这块驻地的原主人 都会找苏璇他们扯皮 毕竟 这么大一块驻地 还有如此多的灵脉 在修仙界 可是没有那么多道理讲的 到时候 肯定是谁的拳头大 就是谁的 哪怕有修仙者协会 也镇不住 说不定还会带头争抢 所以 苏璇他们拿到了驻地之后 还得要低调一点才行 所以 我们最多只能 先修复出一条中品灵脉来吗 中天花对着苏璇问道 事实上 他们现在连一条中品灵脉 也未必就守得住 而且 就算是指 恢复一条中品灵脉 咱们也还得 要弄一座聚灵阵 将灵气聚集在一片地方 不让灵气泄露了出去才行 他又对着苏璇补充道 聚灵阵 那是何等的阵法 苏璇听后对着他问道 说实在的 他也还在担心着 这里灵脉复苏后 被人发现的是 那聚灵阵 乃是专门聚集灵气的阵法 不但可以把阵法内所有的灵气 都聚集在一处 让一片地方的灵气 变得格外的浓郁 更有利于修饰的修炼 而且 还可以让阵内的灵气 不泄露了出去 这样一来 外界的修士们 就算是从阵外路过 也不会知道 阵内的灵气 到底有多么的浓郁 还有这等阵法 苏璇听到之后 惊喜无比地说道 那按照你这般说的话 我们岂不是就算是 把极品灵脉都给修复了 外界也不会有人知道 只是 中天花却是对着他说道 那怎么可能 咱们这一条极品灵脉 可是足足一百多年 再大的聚灵阵 也没有这般大能够覆盖几十百把里的 除非是护宗大阵 就像当初 风鸣宗的护宗大阵 当时就能够覆盖这整座山脉 只可惜的是 那护宗大阵 在几名原音境外族联手攻击之下 已经被打成了碎片 要不然 风鸣宗也不会负面 中天花对着苏璇说道 那距离正贵吗 苏璇又对着中天花问道 看来他们现在 还只能先恢复出一条中品灵脉 价格的话也不便宜 一条中品灵脉 也要几千万零食 不过我们还可以 再冒险卖上几枚铸鸡蛋 中天花对着苏璇回答道 苏璇却是直接摇起了头来 极品铸鸡蛋的事 就不要再想了 不说继续卖 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只说那玩意虽好 用得起人却也不多 咱们卖得太多 会扰乱了市场 让价格便宜下来的 为了让这玩意保持高昂的价格 长期考虑 我们最少两三年之内 不能再卖了 他们这一次 一下子就卖出了32枚 这玩意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毕竟三百多万零食 好多世家都需要几代人的积蓄 苏璇估计 那一份楼全部吃了下去 都还想着 要分一部分去其他城市销售 他们现在再去卖的话 肯定会卖不上价格 还得要想办法 找到一笔零食才行啊 苏璇心中无奈地想到 仿佛自己一直都在缺少零食 没有办法 像他这般的宁业镜 能够维持自己的修炼 就不错的了 更何况 是他还要打造出一个宗门 他不缺零食那才是怪了 此时 他宗门驻地有了 恢复灵脉的声望值也不少 郁闷的是 可是偏偏 却缺少零食来买巨灵镇 还得要继续 住在那租住的破洞府里 那就只有等把那批丹药炼制了出来 跟一缝楼交接了之后 再说购买巨灵镇的事了 只是 炼丹的话 同样也需要不少的灵气 灵气要是太稀薄的话 中天花对着苏璇说道 虽然他已经知道 苏璇的那种神秘力量 耐够把废丹变成好丹 还能够提升品阶 但是还是不由的 有些担心了起来 你说有没有那个可能 我们能够在这里 寻找到一块 当年风鸣宗内护宗大镇的碎片 苏璇对着中天花 突然这般地问道 如果能够找到的话 那他就可以不用购买巨灵镇 更可以把那条极品灵脉 给修复了出来 甚至 这整座山脉的灵脉 他都可以修复了出来 这个应该很难吧 那帮外族 可是贪婪得厉害 听说当时这山脉上的灵草 不管是能用的 还是不能用的 都被他们给连根拔了起来 带回了极西草原 中天花对着苏璇回答道 只是 苏璇心中既然有了这般的想法 他就不会放弃 二人又开始 在这山脉中寻找了起来 这山脉足足一千多里长 而护宗大镇 都是被布置在山脉四周的 尤其是西方 抵御外族那一边 所以 他们又不得不再次向西而去 仔细地寻找了起来 别说 就在他们寻找了一个多时辰的时候 苏璇的脑海里 还真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恭喜宿主发现金色品及废品 可便废为宝 为紫金色宝物 金色 又是金色 这山脉之中 金色不就是那极品灵脉吗 怎么又出现了一金色呢 难道还有一条极品灵脉 苏璇心中不由地想到 只是 想想都觉得不可能 毕竟灵脉这东西 出现极品的时候 原本就十分地稀少 几千里的大山脉 都未必就会出现一条极品 就更加不要说 一条山脉 直接出现了两条了 不过 苏璇虽然已经确定了 不可能是第二条极品灵脉 既然不是极品灵脉 那就还真有可能是那护宗大阵的碎片 毕竟 其他如同法宝 灵药 典籍之类的 早就被那帮外族 给一扫而空了 唯有那护宗大阵 原本就十分地庞大 当时碎裂的时候 肯定会碎成无数片 有着很大的机会 留了下来 想到这里的苏璇飞快地向着系统指定的方向而去 果然是他 很快 苏璇就找到了系统所指的地方 捡起了一块石头来 欣喜无比地大喊了起来 那是一块不大的石块 石块虽然还算是坚硬 但是却只是普通的灵财青金石 而且 这块青金石上面的灵气 已经消失殆尽 摆在那里 就跟一块 就连凡人用来建防铺路 都嫌弃的碎石头一般的模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 这块碎石上面 有着几道玄奥的符纹 宗主 宗主 这块碎石虽然刻有护宗大阵的符纹 但是不是阵心 只是一块边角料 而且上面的灵气 已经全部随着护宗大阵被攻破 完全消散掉了 第十九章 风鸣后人风雨亭 已经全部随着护宗大阵被攻破 完全消散掉了 中天花也是赶了过来 看到苏璇拿着一块 已经没有了灵气的青金石 对着苏璇提醒道 这玩意就连当初那些入侵的外族 都懒得见 所以才会留在了这里 只是 苏璇在听了她的话之后 却是对着她神秘一笑 然后 就把这块碎石给专门找了一个锦盒 珍惜无比地装了起来 放进了储物戒指 难道 虽然苏璇只是对着她神秘一笑 但是那中天花心中 却是生起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想法 难道就只有这么一块碎石 宗主大人也能用那种神秘力量 把它修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可是那封明宗的护宗大阵 当初封明宗因为要防御那些外族入侵 对他们的护宗大阵十分的重视 这护宗大阵的强度 可是可以抵御元英镜修士全力攻击 若不是当时几大元英镜高手 联手攻击才被攻破的 中天花此时心中 已经翻起了惊涛骇浪 这般的护宗大阵 不要说这西域的其他宗门了 就算是那西明圣地的护宗大阵 也未必就有这里的护宗大阵 防御力强 说是这西域 只是面对着他的震惊 苏璇却只是再一次地对着他神秘一笑 然后就此带着他一起 继续向着那修仙者协会赶去 见到苏璇那自信的眼神 他又总感觉说不定还真有可能 此时真的已经很晚了 如果他们再不赶紧回去的话 那边就真的要关门了 二人紧赶慢赶 总算是赶到了修行者协会关门之前赶了回来 而且也没有出现意外 没有一个不长眼的家伙 来非要跟苏璇抢夺这块铸地 所以苏璇自然也就不用 装装逼再打打脸这没长眼的家伙了 反而是那丁颖 在听说苏璇他们 真的要购买那块铸地的时候 吃惊不已 什么 你们 你们该不会是疯了吧 竟然真的要购买封明宗那块地方 只是面对他的疑问 不要说苏璇十分的肯定了 就连刚刚还在劝阻苏璇的中天花 这时候也是对着他说道 不就是一百年而言 我们玄天宗等的浅 看的那丁颖也是一愣一愣的 不明白这家伙怎么如此的善变 不过还是尽快地通知了卖家 跟苏璇他们做交接 让苏璇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卖家 竟然还是封明宗的一位后人 当初封明宗被灭的时候 他才只有十多二十岁而已 当天的他 因为某些原因并未在封明宗内 而且是在西明圣地 然后封明宗被灭了之后 他也就留在了西明圣地 此时 不但已经一百多岁了 而且已经进阶到金丹镜 乃是一名西明圣地的长老 这位就是封语廷长老 同时也是原封明宗宗主唯一的后人 封明宗那块地 如今还在封长老名下 苏宗主要的话 跟封长老签订了合约 然后再在我们协会 办理了手续 就算是你的了 丁颖对着苏璇介绍道 那封语廷见了苏璇 有些奇怪 苏璇只有宁业镜的修为 如何就能拿得出一亿多的零食来 不过比起苏璇 他更加在意的是 苏璇身后的中天花 毕竟丁颖认不出来 他可是认得出来 这位就是曾经这宿州城的炼丹天才 曾经的五品炼丹师 你是中大师 封语廷对着中天花问道 正是完备 中天花拱了拱手 对着封语廷回答道 那你的七色悬檐 封语廷又对着他问道 此时他已经打起了中天花的主意 想要把这位五品炼丹师 给弄到西明圣地 最好还能收为清传弟子 毕竟 自己还从来没有收过徒弟 只是 中天花却是满脸仇恨地对着他说道 一伙被夺修为被废之恨不共戴天 迟早晚辈会千百倍地还给那人 他这一说 封语廷顿时就没了兴趣 毕竟在他的心里 要得是一个拥有一伙 天赋一饼的五品炼丹师 没有了七色悬檐的中天花 就变得一文不值 只是 他不知道的是 中天花永远都不可能告诉他的事 自己此时虽然没有了那七色悬檐 却有了更加厉害的九色悬檐 说好的 一亿五千万零食 价格上我可是没有少的 封语廷失去了对中天花的兴趣之后 就马上对着苏玄说道 只是 他嘴上说的虽然是很硬 但是心里却一直都在打鼓 打鼓着 千万不要让苏玄发现了什么不对 不买直接跑了 自己祖上的封明宗的那块筑地 究竟是何等的样子 他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破坏实在是太严重了 如若不然 他肯定也会回到封明宗去 重新扯起封明宗的大旗 把封明宗发扬光大 毕竟 他当时出来的时候 还带了一些封明宗的典籍 法宝 天才地宝等大量的资源 只是那地方 已经没有了任何利用的价值 不要说自己回去重新建立封明宗了 就连送给西明圣地 西明圣地都懒得要他的 至于说 苏玄他们想象的 一百年之后 那些灵脉将会恢复了过来 更是天大的笑话 那群外族最近 可是一直都在准备着 要再次入侵西域了 而且 他们聚集的力量 远比上一次还要强大 那帮家伙说来就来 苏玄买了过去 他能不能在下一次入侵中 活下来都还不一定 更不要说一百年以后了 所以 此时的他是真的千方百计的 想要把这块地尽快地出手 因为要是让人知道 外族即将再次入侵的话 到时候 不要说一亿多灵石了 倒给人家灵石 人家都不会去那里建立宗门 不过这老狐狸却也很狡猾 把话说得特别的硬气 就是为了不被苏玄发现 觉得他手上的那块地很抢手 不然他也没有这般的底气说话 只是他虽然狡猾 苏玄两世为人 却也不是那么容易让他忽悠的 他卖东西都敢世子大开口 更不要说是买东西了 封长老既然都这般说了 那看来 这笔生意我们是做不成了 老钟 时间不早了 我们还是赶紧回去休息 苏玄直接就站了起来 哪怕他现在手里 有着一亿六千多万 拿得出一亿五千万来 苏玄却也连价都没还 带着中天花就要离开了这里 第二十章只给你一个亿 不卖就当我没说 苏玄却也连价都没还 带着中天花就要离开了这里 中天花心中虽然不明白 苏玄为何明明是那么想要那块铸地 此时却是这般 但是他已经习惯了 苏玄的不按常理出牌 跟上了苏玄的脚步 就直接向着外面走去 他们这一走 不要说那封长老了 就连丁颖也开始着急了起来 毕竟 这一亿多零食的交易 他到手的分成百分之一 那也是一百万多万零食 虽然说 能够在这里做销售人员的 肯定是这宿州城内 非富极贵的存在 他的身份并不简单 只是修炼天赋太差 才会被安排在了这里 但是一百万零食 对于他来说 也绝对是一笔巨款了 所以 他才看到苏玄站了起来 就赶紧对着苏玄大喊了起来 苏宗主 等等 等等 价格可以谈 可以谈啊 然后 他又对着那封长老 传音数落了起来 封长老 不是我说你 当时没有人买的时候 你是天天的来找我 赶紧想办法 帮你卖了出去 现在呢 你又这样说 我告诉你 你要是这次再不卖的话 到时候你可就不要 再来找我 帮你给客人介绍了 那封雨亭看见苏玄他们要走 原本就有些后悔了 如今又被丁颖一番数落 更是没了主意 对着丁颖不好意思的传音道 我这不是 觉得那是我封明宗的祖地 还在我手里的话 至少还有一些念想 还能回去祭祀一下各位先祖吗 说的挺伤胆的 具体是不是真的 估计也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毕竟他封明宗的祖坟 早就被那帮外族 给挖了得干干净净 那丁颖却是对着他说道 你这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那地方 还埋葬着你封明宗的各位前辈 不过 人家苏宗主也没有说过 不让你回去看看 不让你去祭祀啊 你该不会还想着 回去重整封明宗吧 我西明圣地这些年 没有亏待过你的 他这话却是不用的传音 而是故意说了出来 要让苏璇他们听得到 听了丁颖的话 那封语廷听了之后 也赶紧把话接了过去 丁小姐哪里的话了 老夫早就死了那条心了 至于那块地 就全凭丁小姐做主了 一副把全权地 交给了丁颖的样子 而丁颖又把头转了过来 看向了苏璇 苏宗主你也看到了 那地方是人家封长老的祖地 他原本是不想卖的 人家还想留着做个念想呢 是我好说歹说 所以你既然想要买 还是得拿出一些诚意来才行 毕竟他是要赚抽成的 所以成交额越高 他获得的报酬才会越多 只是就他跟丁颖亭这一只小狐狸 一只老狐狸的演技 跟苏璇比起来连提鞋都不配 又怎能骗得了苏璇 根本就不买他的账 连回来坐下都是懒得回来 直接就站在那里 比出了一根手指头来 对着丁颖说道 一个亿 他要卖我们就买 不卖就当我没说 说完就又要带着中天花 离开这里 一个亿 一个亿怎么可能 你不要忘了 那可是曾经的十大势力之一的 风鸣宗的驻地 光是灵脉 曾经都有九条 九条知道吗 苏宗主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你只需要等上一百年 就能够拥有九条灵脉 一条灵脉都不止这个价格 丁颖见到苏璇离开 不断地在苏璇的背后大叫 还想要强撑一下 听得那中天花 都有些担心了起来 毕竟 那地方若是落到了苏璇的手中 简直就是一块风水宝地 价值不要说一个亿了 就算是几百亿 上千亿灵脉都是值得 过了这个村 至少说整个西域 都再也找不到 这样好的驻地了 所以 他虽然是边跟着苏璇走 却是边给苏璇传着音 宗主 一个亿是不是给的太低了 毕竟 他们光是卖几品驻鸡丹 就卖了一亿一千五百二十万 他们的成本 才十万灵时不到 只是 他们的灵时再好赚 也不能随随便便地 就送给别人不是 苦日子过惯了的苏璇 可是抠门的紧 对着他说道 跟着我走就对了 不要回头 千万不要回头 因为此时谁先绷不住 谁就要吃大亏 幸好的是 看着苏璇他们就这样 头都不回的 就要离开 丁尹还在那里 想要继续再争取一下 对着他们大吼 你们还得加 加三千万 加三千万行不行 两千万 最少都要加两千万 那风雨亭 却是再也绷不住了 对着苏璇大喊道 卖 一个一卖 谁反悔 谁是孙子 听到他的话之后 丁尹气得 直接就给了他好几百眼 疯长老 你怎么就这么地 沉不住气呢 只是那疯长老 却是对着他传音道 丁小姐 你是不知道 他们现在肯定 已经不想买了 就想着 故意出一个 我接受不了的价格 然后就逃 只是老夫 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现在我就要 卖给他们 看他们还怎么说 此时的他 竟然有些怀疑 苏璇是不是后悔了 不想买了 然后随便还一个价 他只要一不接受 就好离开这里 殊不知 苏璇他们此时的心理 却是早已经乐开了花 尤其是那中天花 激动的脸都在颤抖 对着苏璇传音道 宗主 卖了 他们卖了 他们竟然真的卖了 一个亿就买了那么好的 一块宗门铸地 宗主你这简直太厉害了 当然 苏璇这这番 神乎其神的操作 更是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而苏璇在他的心中 声望也自然会再一次的增加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的听到了 系统那熟悉的畸形声 丁 宿主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操作 他竟然又给苏璇 提供了一笔声望值 苏璇心中 同样是激动不已 毕竟是驻地到手了 还节约了五千万零食 不过 他却还是要强压着心中的激动 回过了头去 对着风轻亭和丁颖 假装无奈地摇头 哎 还是出高了 早知道我就出五千万了 听到这里的风轻亭 觉得自己真的是太聪明了 竟然猜对了苏璇的心思 就连那丁颖 也对着苏璇迫不及待地说道 感情苏宗主你就是 拿我跟风长老耍着玩的 我告诉你 风长老可是我西名圣地金丹镜的长老 虽然这苏州城里禁止打斗 你要是敢把他惹火了 他也是有可能去城外赌你的 第21章 怎么把这丫头给忘了 你要是敢把他惹火了 他也是有可能去城外赌你的 这丫头竟然在这时候 用起了威逼力诱来 殊不知他被苏璇卖了 就这样苏璇只花了一个亿的零食 就购买下了风明宗原来的驻地 方圆千里的地盘 这方圆千里内 不论是河流还是山脉 一草一木这一刻 都是属于苏璇的了 而且 还是经过了正规的手续 经过修仙者协会认证过的 虽然这认证 没有多大的屁用 要是让其他势力看得眼红了 还是该抢就抢 甚至还有一个外族入侵 像一把利剑一样 随时悬在他们头上 但是 那却是拥有九条灵脉 而且还拥有着一条极品灵脉的宗门驻地 除了那西鸣圣地 估计也就再也找不到 拥有这般多灵脉的驻地了 至于说 拿到手里的凶险 这修仙意图逆天行 试问哪一条路 又不是凶险异常 平常的修士之间互相杀伐 杀人夺宝就不说了 就算是你一直躲在洞府中修炼 修炼到了一定的境界 老天爷也不会让你好过 还得给你降下各种各样的天节 用天雷来劈你 若是你这也怕 那也怕还修个屁的仙 乖乖地在家 买几亩薄田 娶老婆造娃 当个凡人去吧 只要你一旦进入了这修仙界 那你救的 只是问仙徒 不问凶险 只要能够在这仙道意图上走了下去 就算是让人下去九幽采灵药 上去天宫偷灵丹 你都得想尽一切办法马上去才行 从修仙者协会一出来 苏璇和中天花 就马不停蹄地 就又赶回了那风鸣宗驻地了 哪怕此时天已经黑了 哪怕晚上出了城之后 城外有凶兽之类的 远比白天凶险 但是 此时的两人 却是心中激动不已 连夜连晚的 就赶回了那风鸣宗的驻地 这里不能再叫风鸣宗了 我要在这里 找一块大石头来 刻上我玄天山脉的地名 还有这九封三十六股 也要全部重新命名 宗主大人 你看这些都叫什么名好 至于说那风鸣宗的历代祖坟 还有个屁的祖坟啊 早就被那些外祖给挖得干干净净了 在山底下 给风长老随便留块空地 让他有个地方磕头烧纸 就算是对得起他了 一回到那地方 中天花就激动无比地 对着苏玄说道 这里从今以后 就属于他们玄天宗的了 在中天花的心目之中 以后这里就是宗门在他在 宗门王他王的存在 所以 风鸣宗曾经的所有痕迹 他都会一一地抹除掉 就连原本的地名 都要全部改掉 至于说 让风长老 上山祭祀什么的 还是就留在山下吧 反正挖他家祖坟的 又不是玄天宗的人 他要找 就去找那些外祖去吧 面对着中天花的激动 苏玄却是要冷静得多 对于改地名客宗门明这些事 也是没有多大的兴趣 他现在最在乎的 还是要赶紧把护宗大镇 给修复了才行 毕竟 等把护宗大镇修复了 才可以去修复那条极品灵脉 不然的话 下一刻不要说 风长老会找上门来反悔了 恐怕就算是那西鸣圣帝 也会打上门来抢夺了 系统 我要变费为宝 这护宗大镇 苏玄对着系统命令道 而他的身前 此时也出现了一块 残破的青金石 只是 这一次 那神秘的力量 却是没有马上出现 反而在苏玄的脑海里 出现了一道信息 丁 变费为宝这护宗大镇 需要39300声望值 宿主声望值不足 卧槽 39000声望 不是吧系统 修复个护宗大镇 你就要我这么多的声望值 听到这消息的苏玄 也是吓了一大跳 哪怕他在这之前 也是有了一些心理准备 毕竟这护宗大镇 可是能够抵御 原因尽老怪物 权力一击的存在 而且还残缺的那么厉害 只剩下了 就那么一块青金石而已 他这些天来 也是一直在收集着声望值 却还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护宗大镇 需要的数额 竟然是这般的巨大 声望值 竟然不够来修复 赶紧打开了系统 查看了起来 宿主 苏玄 宗门等级 一级 完成宗门升级任务 可升级 修为 宁夜镜 住 宿主修为跟宗门等级相关 战力 85100 住 宿主的战力 是整个宗门战力之总和 宁夜镜上限为10万 技能 炼丹师 武品 功法 青莲18件第一件 宗门人数 3 声望 35950 任务 宗门升级任务1 拥有两名驻基镜属下 已完成 宗门升级任务2 拥有一百名宁夜镜属下 宗门升级任务 拥有一名炼丹师 已完成 宗门升级任务3 拥有一处含有灵脉的宗门驻地 任务奖励 宗门升级为二级 宿主直升为驻基镜 总共才三万五千多 还差着三千多 这还是苏玄今天 又在那中天花身上 刷到了几笔财 还一直都舍不得用 才有了这么点的 只是现在 中天花身上 肯定是刷不到了 这剩下的三千多他 又去哪里找 就更加不要说 修复了这护宗大阵之后 还要修复灵脉 要修复极品灵脉的话 要踏码需要多少 恐怕还要的更多 再说了这护宗大阵 也还需要灵脉 来提供灵力运行 没有灵脉 提供灵力运行的话 一天光临时 来维持运行 我可是拿不出的 此时的苏玄 心中不由地盘算了起来 毕竟 是要马上用来给宗门弟子修炼的 要修炼的话 有灵气才是首要的 所以 灵脉必须要赶紧修复了起来 而且 就连这宗门大阵 也还需要灵气才能够运行 光是一个宗门大阵 摆在这里 不要说 让他防止灵气外泄 抵御外敌了 没有灵气他运行 都不会运行 所以 苏玄必须要计划着来 实在不行的话 就想着 先修复一条中品灵脉 其他都慢慢来 只是 就在此时 一张传音符 却是传了过来 宗主大人 你们都去哪里了 我都在这苏州城里 找了你们一晚上了 你们该不会不要我了吧 那传音符 竟然是那鱼小丸给传了过来的 原来这丫头 在下午 就出了关了 出关之后 因为苏玄他们从下午 到现在都没有回到他们 租住的洞府 自然是不知道 苏玄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只好在洞府里 等待了起来 只是 苏州城就那么大 一般的情况下 苏玄无论如何 白天怎么忙 晚上都会回到洞府的 今天却没有回去 所以 到了晚上之后 这丫头终于是等不下去了 冒着那租住洞府处 乱七八糟的危险 出了洞府 在城里四处寻找了起来 只是 平时苏玄爱去的地方 除了方氏 就只有修仙者协会 如今修仙者协会 已经关了门了 方氏上道是 有一些店铺 常年累月晚上 也不会关门 但是苏玄他们 今天去的时候 却是乔装打扮的 谁知道他们 今天去过了 所以 他出去找了一圈 都没有打听到 苏玄他们今天的任何消息 这时候 一个女孩子最害怕的想法 就涌上了他的心头 宗主大人 是不是不要我了 孤单 无助瞬间 就涌上他的心头 第二十二章 一个姑娘的小心思 孤单 无助瞬间 就涌上他的心头 怀疑起苏玄他们 离开了这宿州城 不要他了 哪怕他现在 已经拥有了青帘舰体 不要说去其他的宗门了 就算是重新回到西明圣地 他也会重新 拿回他圣女的位置 甚至比以前更受重视 但是 此时的他 却是一点都没有想过 要回到圣地去 更不会去想其他的宗门 反而是满脑子 都是苏玄的影子 跟苏玄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都在他脑海里回荡 仿佛没有了苏玄 他就失去了一切 幸好的是 他回到了租住的洞府的时候 翻箱倒柜一番 找到苏玄留下来的一道传音符 要不然的话 这丫头 恐怕都要哭死在洞府里了 哈哈 怎么把这丫头 给忘记了 赶紧的 赶紧的 我们要去 把他给接了过来 那丫头过来了 知道了这些好消息 肯定会很激动 肯定会给老子 提供不少的声望值 至少说 变费为宝这护宗大阵差的那三千 肯定是够了的 至于说 变费为宝灵脉的事 他们看到了 我把护宗大阵 给变费为宝了 难道不会再给老子 提供声望值 想到这里的苏璇 收起了暂时 只恢复一条中品灵脉的心思 赶紧又向着 宿州城赶去 走到山口之时 中天花也不知道 已经从哪里 弄来了一块大石头 在上面刻上了 天玄山脉四个大字 然后就矗立在山门的位置 宣誓这里 已经是属于他们玄天宗的了 然后人已经不知道去向 苏璇也不知道 这家伙 又跑去了哪里 不过 看他比自己还要激动的样子 就知道 他是把这里的当成自己的家了 毕竟是曾经流浪过四五年的人 如今 终于有了一个 真正属于他们的落脚的地方 就显得格外的珍惜 苏璇原本还想着叫上了他 一起回城的 现在只能一个人回去 一路上总能够听到 一声声的凶兽吼叫 马不停蹄地往回赶 赶回宿州城的时候 都已经大半夜了 就连他租住的洞府区 原本街上有的 那些晃荡 想要找机会 杀人夺宝家伙们 都已经收了工 显得就格外的安静 所以这夜晚赶路 虽说是凶险异常 但是奈何 苏璇运气很好 有惊无险地又赶了回来 才一打开了洞府 就看见那于小婉 一个人蹲在地上抽气着 哭得像一个 跟妈妈走丢了的小女孩 哭什么呢 苏璇对着他问道 宗主大人 于小婉看见苏璇 又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站了起来一下子 就扑进了苏璇的怀里 我以为 我以为你们不要我了 呜呜 好家伙 刚刚还是抽气而已 此时更是哭出了声来了 而且紧紧地抱住了苏璇 生怕一松手 苏璇就要飞了 再也找不到了似的 说实在的苏璇 还从未被女孩子 这般抱住过呢 无论是前世在地球上 还是此时这悬天大陆 这突然的温欲满怀 让苏璇一时间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我这不是回来接你了吗 苏璇对着于小婉安慰道 于小婉听后 哭得却是更加的厉害了 呜呜 人家就是害怕 就是害怕 你不要我了 没有办法当初 在她最绝望的时候 是苏璇把她给收到玄天宗 帮她恢复修为 给她提升了天赋 这几个月来 她跟苏璇 更是在这洞府之中 相依为命 所以 不知不觉间 苏璇已经成为了她的全部 苏璇这一消失 瞬间就让她 仿佛失去了一切 而现在 苏璇重新回到了她的面前 让失而复得的她 又欣喜 又是畏惧 更有着委屈 紧紧地抱住了 苏璇呜呜地大哭了起来 只是 她不知道的是她这般一哭 苏璇的脑海竟然 又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叮 于小婉害怕宿主 放弃了她 宿主重新回到于小婉身边 于小婉激动地哇哇大哭 宿主在于小婉心目中 声望再次增加 声望值 加号5000 卧槽 这就有了5000声望 苏璇正抱着于小婉 都还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呢 这系统的声音 就突如其来地响了起来 而且 还一下子就给苏璇 提供了5000的声望 一下子就填不够了 便废为保护宗大阵的所需 还多出了好几千 这一切 简直是太惊喜了 甚至苏璇心中 都产生了一个恶趣味的想法 要不以后 多给这丫头 玩玩欲擒故纵 患得患失 做个大渣男 只是 苏璇正在这般想的时候 于小婉那一张温热的唇 却已经堵在了苏璇嘴上 此时 纵然是苏璇第一次 跟女人这般接触 男人的本能 也在这一刻 彻底地激发了出来 一把将她搂在了怀里 狠狠地疼爱了起来 生命在于运动 二人这一运动 就是两个时辰 都是休闲者 身体自然不是 普通凡人能比 收拾一下东西 我们搬家 两个时辰之后 苏璇对着于小婉说道 搬家 搬到哪里去 于小婉听了之后 对着苏璇问道 她跟苏璇在洞府之中 已经生活了 快半年了 在中天花 未曾到这里之时 就她跟苏璇两个人 朝夕相处 如今 听到苏璇说要搬家了 说实在的她 心里还有一些不舍 不过 既然苏璇 已经回来接她了 就说明 苏璇没有放弃了她 要带她走了 赶紧擦干了眼泪 忙着收拾了起来 你闭关的这几天 我们炼制了一些丹药 购买了一处宗门铸地 苏璇对着她回回答道 丹药 什么丹药 于小婉听了之后 对着苏璇问道 毕竟苏璇说的 可是宗门铸地 而不是洞府 在这宿州城内 就算是再差的洞府 都需要好几十万零食 而一个宗门铸地 可不是一座洞府 就能解决 她闭关才两三天 苏璇他们能够炼制出 多少丹药来 又能卖得了多少零食 而苏璇听了之后 也是随口对着她说道 也就二三十枚铸鸡丹而已 她这般一说 那于小婉心中 就更加觉得 没有多少零食了 只是 她哪里知道 苏璇他们卖出去的 却是三十二枚 极品铸鸡丹 每一枚 都是她不久前服用的那种 极品铸鸡丹 所以 收拾起东西来 这丫头 就收拾得格外的仔细 该带的 不该带的 收拾了一大包 就连一个打坐的 破旧蒲团都不放过 就差把这洞府 要给搬空了 这些要不就不要了 苏璇对着她问道 还是带上吧 我在这上面 打坐了好几个月 都做出感情来了 于小婉对着苏璇说道 也不知道 她是真的做出了感情 还是苦日子 过得惯了 变得格外的结缘 就这样 她收拾了 整整一个储物袋 都还觉得不满足 又把苏璇用过的东西 也全部打包了一个储物袋 桌子椅子 锅碗瓢盆的 全部都给带上 如果不是这修仙界 有储物袋的话 苏璇 估计都得给她 请个搬家公司了 其实 这些东西 对于普通的凡人来说 还能够值几个钱 但是对于修士来说 她收拾了这么多的东西 也就值一两块零食而已 但是这些对于小婉来说 却是都有着她 跟苏璇的记忆 都有感情 看着被她 收拾一空的洞府 和她那忙碌的身影 苏璇心中 都不由地感叹了起来 真是个会居家过日子的好女人 等宗门发展了起来 就让她来打理财 她肯定会是一个 好的贤内助 贤内助 我为何要想到这样一个词 第二十三章 我们的宗门驻地 能有一条下品灵脉吗 我为何要想到这样一个词 等到于小婉 收拾好了之后 天都已经亮了 二人 这才向着他们的宗门驻地而去 出了那洞府租驻区 于小婉就又开始问起了 他们的宗门驻地在哪里 只是 苏璇为了能够在她身上 多刷上一点声望值 却不告诉她 只说到了就知道了 然后 就带着于小婉 向着承袭而去 难道宗主大人 把宗门驻地买在城西的 不应该啊 这宗州城从来都有 南复西贵的说法 那城西驻的 可是都是一些大市家 那地段的价格 可是不低的 于小婉心中 如是地想到 像西明圣地等 大市里的宗门驻地 一般都在城外的 一些大型山脉之上 但是 这些宗门之中 总会有一些强者的后代 在修炼意图上 没有什么天赋 他们就会搬到这宗州城中 做一些生意 然后娶妻生子 为宗门开枝散叶 生育后代 然后一代一代地下来 就在这宗州城里 形成市家 这些市里 一般都聚集在宗州城的城西 因为宗州城西 拥有着一条上品灵脉 这样一来 正好也就跟方式 所在地的城南 形成南复西贵的说法 所以 当于小婉看到 苏璇把他往城西带的时候 心中才有了这般的怀疑 只是 苏璇带着他 到了城西的时候 却是并未停下 而是继续带着他向西而行 直接出了西门 原来是买在城外的 我就说 宗主大人 哪里有那么多的零食 在城西买上一块住地 于小婉心中 如是地想到 他这些天 虽然跟着苏璇住 在洞府租住区 但是毕竟 曾经是西明圣地的圣语 对这城西的洞府价格 还是知道一些的 这里一处洞府 都是几百万 一处 宗门住地小的几千万 大的能上亿 甚至十多亿 如今 出了城之后 他似乎才没有了这疑惑 毕竟 这城西之外 十分的荒凉 曾经灵气浓郁的 风鸣宗旧地 也早已被外族入侵 连灵脉都给破坏殆尽 所以 这里的土地 算是这宿州城附近 最是便宜的地方了 这城西之外 最好的地段 也就只有几条夏品灵脉 也不知道 宗主大人 是否是买在那夏品灵脉附近 于小婉心中 如是地想到 就算是夏品灵脉 他也不敢太过奢望 毕竟苏璇只是卖了几枚 筑鸡丹而已 只是 都已经走过了那几条夏品灵脉了 苏璇 却是还未曾停了下来 在走眼看着 都要到那封明宗旧地了 苏璇 还在带着他继续赶路 这下子于小婉心中 终于是忍不住 对着苏璇问了起来 宗主大人 咱们买的该不会是 那封明宗旧地吧 对啊 就是那里 苏璇对着他回答道 啊 买在那里啊 宗主大人难道不知道 那里的灵脉 都已经被破坏殆尽 山上 连一株灵草都生长不出了吗 还有 万一哪一天 外族再次入侵的话 真的是那里 我们还不如 就住在以前的洞府 那地方的荒凉 在这西域人人皆知 那地方的凶险 更是人人畏惧 如今 苏璇竟然把宗门驻地 买在了那里 瞬间就让于小婉 想要再一次回到 他跟苏璇租住的洞府去 至少说那里 还有着一条夏品灵脉 至少说那里 到了外族入侵的时候 他们不会 首先面对 当然 他还可以跟苏璇 在一个洞府之中 朝夕相处 至于说中天花嘛 早已经被他 选择性遗忘了 就算是苏璇会留下他 他也会让这家伙 自己去找地方住去 他跟苏璇洞府里 就只能有他 跟苏璇两个人 只是 苏璇在 听了他说这话之后 却是对着他说道 要回去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你到时候 看了我们的宗门驻地之后 不要后悔就行 说完 也不解释 就继续向前而去 只留下于小婉 在后面 一脸的疑惑 后悔 我为什么要后悔 只是 他们才又 往前走了一百里不到 他就震惊地大叫了起来 不是吧 你们你们 你们该不会是 把那整座山峰 给全部买下来了吧 他指着远处 那一座最高峰 对着苏璇震惊 无比地大叫了起来 因为 虽然此时离那里 还有着一百多里 但是 他却能够远远地看见 那山峰上 已经处立起了一块巨石 那巨石之上 已经刻上了天玄宗三个大字 此时已经到了第二 天天刚亮 那三个大字 在金色的朝阳之下 被照得发出 阵阵金色的光芒 是那般的耀眼 充满了希望 那里 曾经就是这西域 十大宗门之一的 丰明宗主丰 宗主所居住的地方 哪怕就算是那山峰上 没有一丝的灵气 但是光是 他那广阔的面积 就算是一般的金丹器修饰 也不是能够买得起的 更何况 是苏璇他们 只是卖了几颗 铸鸡丹而已 苏璇也是抬头一看 一是看见了 那最高峰上 矗立的那块巨石 和那块巨石上天玄宗三个大字 那块大石 也不知道 是中天花和家伙 到底是从哪里找来的 更是如何才搬到了那里 因为它 远比昨晚上中天花 矗立在山口位置的那一块 更要巨大上数十倍 足足几百丈高 天玄宗三个大字 更是在苏璇这般 只有宁业静修式的肉眼之下 也能在一百里之外 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太高调了 老庄啊 你弄那么大的一块石头 是不是太高调了 看着那块巨石 和在朝阳下 闪闪发光的三个大字 苏璇无奈地苦笑了起来 虽然他很是能够理解 那中天花 把宗门当成了自己的家 想要尽可能地建设好 这个家的想法 但是 那一块巨大的石头 还有百里之外 就能够看见的三个大字 却还是让苏璇觉得 是不是太高调了 只是 就在苏璇觉得 那块巨石 是不是太高调的时候 于小婉却 是再一次的一把紧紧地抱住了苏璇 激动地又跳又叫 是不是宗主大人 快告诉我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我们是不是 把那座山峰 全部给买了下来 那可是一整座山峰 女孩子嘛 对这种又大 又漂亮的东西 总是没有多少抵抗力的 就比如地球上的女孩子 看到了大别墅 明明他们住不了 那么多的房间 打理起来也十分费劲 明明他们不喜欢红酒室 雪佳室 甚至露天游泳池 也不喜欢在里面游泳 几百平的大别墅 真实使用的面积 其实并不多 最多的 还是那一间卧室 但是他们就是喜欢 这别墅的大 和漂亮 当然还有之前 此时的于小婉 也是这般 虽然这里没有什么灵气 但是这里 又大又漂亮 而且只很多很多的零食 最少几千万应该有吧 说不定还能上一呢 于小婉心中 如是地想到 这温欲满怀 总是来得这么突如起来 苏璇都不知道 这丫头什么时候 变得这般的一言不合 就要一把 将自己紧紧地抱住了 不只是那座山峰 而是整个风鸣宗 原来的筑地 整座山脉 外加山脉附近 方圆千里的地方 我们都买下来了 第24章 就这么会已经刷了 一万六千声望值了 外加山脉附近 方圆千里的地方 我们都买下来了 都买下来了 全部都买了下来 于小婉听后 变得更加的震惊了 他原本以为 苏璇只是 买下了那一座山峰 就足够让他激动得 又挑又脚了 更何况他也曾 是西明圣地的圣女 更是知道 这里是属于那封 民宗唯一的后人封长老的 我记得封长老 好像是说过 这块地最少 都要两亿零食的 宗主大人 你确定 你是全部都买了下来了吗 卖主鸡丹 能卖出这么多的零食来 于小婉 不敢置信地对着苏璇问道 就在刚刚他还觉得 苏璇能够在城西 买上一块 几百万零食的洞府 都可能性不大 只觉得 能够在城外那几条 夏品林脉的附近 弄到一块地 就算是不错的了 而现在 苏璇却告诉他 他把这里 全部买了下来 整座山脉 外加方圆千里的范围 这感觉 就跟地球的男人 拉着自己的女人 对他说 看 这就是郑为你打下的江山 方圆千里 就更加不要说 他们前一刻 还租的是那种 一年十多块零食的洞府了 落差实在太大 于小婉如今 实在是难以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而苏璇要的 就是这样的效果 因为 这丫头此时 越是惊讶 从她身上 获得声望值 就越高 毕竟 自己要变费为宝 护宗大阵的声望值 虽然是够了 还得变费为宝 利息灵脉 一个护宗大阵 都需要三万九 那条几品灵脉呢 说不定需要的更多 也没有多少了 也就只卖掉了 三十二枚 极品铸鸡丹而已 而且 你也不要听 风掌老吹的胸 就给了她一亿零食 她就喜滋滋地 卖给了本宗主 啥 一亿零食 三十二枚 极品铸鸡丹 于小婉 一听更是再一次地 睁大了眼睛 首先 让她震惊无比的 就是那一亿的零食 这般巨大的数目 不要说 苏璇此时 只有宁夜镜了 就算是一般的金丹镜 也不一定就能够 拿得出来这么多的零食 能够拿得出来 一亿多零食的 除了那些大士家 大宗门之外 就只有那些原音镜修饰了 甚至大士家 还得要几代人 甚至十多代人的积蓄 毕竟 修饰拿到了零食之后 都是赶紧用来购买了 资源修炼提升修为的 他们的修炼 十分地耗费零食 她甚至还看见过 好多的金丹镜 因为买不起法宝 还在用着助机镜以下修饰 才会使用的法器 然后 让她更加震惊的 就是苏璇说的 三十二枚几品铸鸡丹 因为就在不久前 她还服用了一枚 三十二枚几品铸鸡丹 就那么值钱的吗 就是我前不久 才服用的那种 一颗就价值三百多万零食 说实在的余小婉 虽然知道 那几品铸鸡丹 肯定价值不菲 要不然当时的她也不会 对苏璇感激不尽的了 只是 她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事 那一枚几品铸鸡丹 竟然价值三百万多万零食 就算是那些大世家 也要几代人的积蓄 才能够拿得出来吧 这三百万零食 都足够在她刚刚 还羡慕不已的承袭 买上一处上好的洞服了 要知道 那里可是有着尚品铸麦 而自己一口吃掉了一座 拥有尚品铸麦洞服 此时的余小婉 都想要赶紧对着的喉咙 使劲地抠 看能不能把那颗 极品铸鸡丹 给抠了出来 没有办法 此时的她 是地球上一个 刚刚还住在城中村的打工妹 然后男朋友 带着她去吃了 一块顶级美食 然后再告诉她 这块顶级美食 价值一套 几百万上千万别墅 试问换了哪个女孩子 不会赶紧对着自己 喉咙扣起来 想要把这一套别墅 给扣了出来 只是 面对着她的震惊 苏璇却是对着她说道 不错 就是那种极品铸鸡丹 我们一共炼制出了32枚 然后卖出了1亿1520万零食 买下了这宗门驻地之后 还剩下了1520万 为了能够在这丫头身上 刷到声望值 苏璇自然是不会有半点的隐瞒 151时地告诉了这丫头 那于小婉 只是才一听 就立即感动得稀里哗啦 对着苏璇热泪盈眶地问道 宗主大人 您是怎么舍的 怎么舍得 给我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苦命的丫头的 短短的一句话 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丫头 却是感动的 几度哽咽 哭得差一点 失声讲不出来 苏璇自然是不会告诉他 自己拥有系统 他进阶住激进之后 实力越是强大 自己的战力也就越高 投资他 就是投资自己 只是对着他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既然跟了本宗主 本宗主 就会尽力地培养你的 就这么一句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是让这丫头 更加地感动了无以复加 感动到了 不知该如何报答 更是后悔起苏璇 对他都这般地好了 他竟然还怀疑 苏璇会抛弃他 不要他了 而他只是这般一想 苏璇的脑海里 就再一次地想起了系统的声音 丁 宿主将一枚极品助机单 赏赐于小婉服用 于小婉 知道价值之后 感动到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宿主 宿主在于小婉心目中 声望再次增加 声望加号5000 丁 于小婉因为怀疑宿主会抛弃他 知道真相后 十分后悔 并对宿主产生了绝对的信任 宿主在于小婉心目中 声望再次增加 声望加号3000 卧槽 这就是又是8000了 苏璇听到系统的声音之后 有些不敢置信 他跟于小婉见面之后 都才几个时辰不到 如今 就已经从他身上 获得了三笔 两笔5000 一笔3000 总共13000 声望值了 更不要说 此时他还没有获得一笔是 来自属于这宗门驻地的呢 此时离那边 还有着足足100多连 只是 就在苏璇激动不已的时候 他的脑海里 却是再一次地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丁 宿主两天之内 就赚取到一亿零食 并买下如此大的一块铸地 于小婉 惊叹宿主的吸睛能力 宿主在于小婉心目中 声望再次增加 恭喜宿主 获得声望值 加号3000 这都还未曾上山呢 苏璇就这丫头身上 刷到了16000声望值 很快 苏璇就带着于小婉 来到了天玄山脉 不 应该说是这丫头太激动了 就像是如燕归巢一般 直接一头扎进了 那天玄山脉 至于说 对那他们曾经租住的 洞府的不舍 更是早就忘了得干干净净 没有办法谁让苏璇 直接给了他一个 整条山脉 方圆千里的宗门驻地呢 哪怕此时 这座山脉的灵脉 已经被外族破坏殆尽 哪怕这山脉之上 还没有他们所租住的 洞府灵气浓郁 但是 此时的于小婉 却依然激动无比地 一头扎进了 那天玄山脉之中 他才一刚到山口的位置 就被一人给直接拦了下来了 站住 此乃我玄天宗宗门驻地 姑娘若是再敢往前 走上一步 就修怪平道不客气了 第25章可连接成一副几万账宽 数十万账长的巨大神秘画卷 就修怪平道不客气了 拦住他的人 正是那在各大山风间 忙碌着收拾的中天花 在他的心目中 这里早已经成了他的家 是他可以用生命来守护的地方 看到了一名少女 竟然二话不说 就一头就向着这山门 冲了过来 当时就把于小婉 当成了来犯之敌 而于小婉却似乎 还不知道他此时的处境 反而是指着他问道 你是那乞丐 不是吧 你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毕竟在他闭关之前 看到过中天花 还是一身的破破烂烂 神志不清 而现在 出现在自己面前的 却是一名身穿黄色道袍 一看就实力不凡地 助激进修士 此时 他很难把这位助激进修士 跟苏璇捡回来 那脏兮兮的乞丐 联系在一起 住手 他也是我天玄宗门人 苏璇对着他们大喊道 直到苏璇给他介绍了一番之后 他才想了起来 眼前的姑娘 好像就在不久前 苏璇的洞府之中见过 只是 那时候他神志不清 根本就没有注意 这姑娘而已 失敬失敬 平道也是宗主大人 施展了大神通之后 刚刚恢复了神志 对之前的记忆 有些模糊 才有了这般的误会 还请姑娘原谅 他对着于小婉解释道 宗主大人 难道他也是 这时候 于小婉却是又想起了 那神秘力量来 只是 苏璇却警告过他 他又不敢说了出来 不错 这位是中大师 他的修为和天赋 都已经恢复了 除了一名助激进修士之外 更是一名无品炼丹师 苏璇对着于小婉说道 于小婉听了之后 更是震惊不已 不得不感叹 那种神秘力量 实在太过强大了 竟然连一名乞丐 亦能秒变无品炼丹师 你二人 都随本宗主来 苏璇对着于小婉和中天花说道 这二人 都已经是用到新发过誓的人 可以值得信任 他要在二人面前 亲自用系统恢复 那护宗大阵 因为这样的话 才会从他们身上 刷到更多的声望值 二人听了之后 赶紧跟着苏璇来到了一处洞府 这洞府乃是百多年前 风明宗弟子所留下来的 只是此时破坏的 已经十分的严重 不但里面的设施 已经被破坏殆尽 杂乱不堪 更是到处散发着 阵阵没臭的味道 没有办法 苏璇和中天花 来到此处之后 都在忙碌着各自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来得及打扫 之所以选择这里 也就这里有一块 比较平整的地方而已 你们帮我护法 我现在要将那封 明宗留下来的护宗大阵 给恢复了出来 苏璇对着二人说道 边说 边拿出了护宗大阵 剩下来的唯一一块 小小的青金石来 这青金石一拿出来 不要说 未曾见过此物的余小婉了 就连那 见过一次此物的中天花 也还是震惊不已 这就要开始了吗 这小小的一块青金石 真的能修复得出来 那小小的青金石材 不到巴掌大 就更加不要说 此时的他因为阵法的破碎 早已经耗光了灵力 跟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碎石头 没有什么两样了 宗主他 这是要干什么 于小婉满脸疑惑地 对着中天花问道 此时的苏璇脸上 亦是充满了凝重 从未有过如此的严肃 宗主大人说 他能够用这小块青金石 恢复哪 中天花对着于小婉说道 什么 用一小块青金石 你说的该不会就是 他手上的那一块吧 于小婉不由地 又看向了苏璇 苏璇此时手中的那一块青金石 是何等的普通 把他扔在了石头堆里 都没有看上眼 就这么个玩意儿 他实在是难以把他 跟曾经能够抵挡原音境修士 全力一击的护宗大政 给联系到一起 你说宗主他做到吗 他对着中天花 小心翼翼地问道 哪怕他早就已经见识过 苏璇的那种神秘力量的神奇 他跟中天花 当时都是若不是遇到了苏璇的话 一个早就已经连命都没了 一个还在街上神志不清的乞讨 就是那神秘力量 才让他们修为恢复 有了今天 只是 此时的他们心中 却还是十分的忐忑 应该 应该能吧 中天花的回答同样忐忑 只是 就在他们还在忐忑万分的时候 那种神秘力量却已经在现 原本那一块小小的青金石 也在苏璇的手上 开始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先是他上面的裂纹 被那股神秘的力量 飞快地修复 模糊的符纹也变得清晰 仿佛重新转刻 上去的一半 眨眼之间原本的一块 已经耗尽了所有灵力 被扔到乱石堆里 都不会引起任何注意的青金石 就重新焕发了光彩 灵力再次散发出青色的金属光芒 就连那上面的符纹 也不只是修复而已 似乎也远比以前的 要更加的繁复 更加的神秘 这一切 直接就让那鱼小碗和中天花 直接看傻了眼 不敢置信望着那块青金石 而这这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 那块青金石材刚刚修复完 它就又开始飞快地增长了起来 眨眼之间 它就从一块 碎石块变成了一张 完整的青金石板 原本还不到八掌大小 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丈之宽 数丈长 上面的符纹更是看上一眼 都仿佛要被那神秘的符纹 把心神给吸了进去 沉沦在其中 那张石板竟然开始自己复制了起来 一张 两张 十张 百张 一千 两千 最后足足复制了三千六百多张 只是它二人再一仔细一看 那三千六百张青金石板 却又不是完全复制了出来的 上面的符纹虽然是繁复无比 但是却没有半点一样的 这就算了 每两张之间还能对得上后 如果 把这三千六百张全部拼在一起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幅 上万丈宽 数十万丈长的一幅神秘壁画出来 一幅由各种各样的神秘符纹 绘制而成的神秘符纹 每一张的符纹连接处 都能严丝合缝地连接在一起 就犹如是一笔绘制的一般 它们是实在难以想象当初的风鸣宗 又是如何将它们完全转刻了出来的 只是这些青金石板 复制出来之后 那护宗大阵的变废为宝 却没有就此停了下来 又开始凝聚出另外的一种灵财来 很快一种更加珍贵的灵财 就被复制了出来 第26章 武灵夺天大阵 那灵财也是一种石材 只不过从青色变成了蓝色 只是无论是释放出的灵力 还光芒芒都要比青金石墙上数倍 这是蓝瑶石 比青金石还要贵上一倍的蓝瑶石 于小婉和中天花 见到这种石材之后 全都震惊无比地大叫了起来 要知道那些青金石虽然不大值钱 只是这世界最低端的灵财而已 八掌大小的 也就一块下品灵石就能轻松买来 但是 像苏璇复制出来的 一块一丈高 数十丈长的 却是价格不菲 一张最少价值都是十多万灵石 这三千多块价值 就超过了三个多亿了 就更加不要说 此时在这些青金石上面 又便出了一块块 同等大小的蓝瑶石来 比青金石价格 还要贵上一倍的价格 还是那般的大小 还是那样的数量 整整三千六百块 这三千多块 加起来的话 最少价值 都应该在六个多亿左右的灵石 两种灵财加起来 接近十亿 怪不得当初的这户宗大镇 能够抵御 主缘因尽修士的权力一计 光是这青金石和蓝瑶石 就已经价值快十亿了 于小婉和中天花见了之后 都不由地不感叹 当初封民宗的大手笔 只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苏璇的系统之中 修复这阵法所需要的声望 才刚刚消耗了三千而已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下一颗系统中的声望 消耗的就再次快了一倍 然后 在这蓝瑶石之上 就开始凝聚出一块 块紫色的石石材来 这应该就是 那紫瑶石了吧 比蓝瑶石 还要贵得多紫瑶石 这紫瑶石在这修仙界中 已经算是高档的灵财了 好多强者的洞斧中 也只有专门用来 闭关修炼的密室 才会少量的铺就 只要铺上一块 价格上已经绝对不是 在蓝瑶石之上 翻一杯那么的简单 如果真要估一个价格的话 光是这些紫瑶石 估计就要价值三四十亿了 紫瑶石过后 又是一阵阵火红色的光芒闪现 这一次 那火红的光芒 才刚刚一展现了出来 站在一旁的中天花 就直接激动地大叫了起来 这是红瑰玉 这是红瑰玉 这是打造炼丹炉的 最重要的红瑰玉 我的天啊 这么多的红瑰玉 对于这红瑰玉 作为炼丹师的他 简直是再熟悉不过了 此物产自 那温度超过5000度以上的 炙热岩浆之中 天生就是 极度耐高温的灵彩 一般打造炼丹炉 又或者是打造炼气的炼气炉 都是用这东西 作为主材 只需要小小的一团 就能够打造出一座炼丹炉来 只是他却是怎么 也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里 竟然出现了 如此之多的红瑰玉 不应该说是红瑰玉石板 而且每一张 都是一丈宽 数丈长 光是这些红瑰玉 恐怕价值都在一百多个亿 只是就算是这般了 在这些红瑰玉 复制完成了之后 苏璇的系统中 却依然还剩着一万多声望值 也就是说 苏璇猜的还是少了 在这些红瑰玉之上 应该还有一种材料才对 卧槽 不是吧 难道还有一种灵财 苏璇心中 难以置信地喊道 仿佛是印证苏璇的想法 下一刻那些红瑰玉上 就再一次地出现了 一道道金色的光芒 那金色的光芒一出现瞬间 就让这洞府之中 仿佛如同是被镀了一层纯金一般 这 而这一种材料它们 是无论如何 都是认不出来的了 没有办法 不论是才穿越过来的苏璇 还是那曾几何时 是西明圣地圣女的余小婉 又或者是走南闯北的中天花 它们的境界终归是还是太低 这般高档的材料 都不是它们这个境界 能够接触得到的 这般材料 已经完全超出了它们的认知 更是无法来估值 同时 它们心中也产生了一个疑问 当初的封明宗 真的有着那般的富有吗 不应该啊 它们要是那般的富有的话 也不可能当时 才只有一名圆阴镜而已 再差也能够多培养出 几名圆阴镜强者 甚至化神经的老祖出来 才对啊 怎么才只有一名圆阴镜最后 还被外族 给攻破弄得个宗灭人亡 连传承都没有被保住呢 望着这些材料 它们心中有着 一千个不敢置信 毕竟这护宗大阵 再厉害也不过只能进行防御而已 而对于修士来说 只有自身的实力和境界 才是最实用的 很多缺少灵石的修士 甚至为了提升境界 连法宝这种能攻能守的东西 它们都是能省就省 更何况 这法阵只能摆在这里 搬右搬不走 挪右挪不动 唯有 苏璇的脑海里 隐隐地想到了什么 那就是系统 已经说过了这护宗大阵 只是金色的废品 而被它修复出来的 却是紫金色的宝物 果然在金色的灵财出现之后 再随着一块 由这五种材料 凝聚而成的阵心 凝聚了出来之时 很快 苏璇的脑海里 系统声音告诉它真相 丁 恭喜宿主消耗 三万九千声望值 将金色品及废品 四项护宗大阵蚕食 成功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 及武林夺天大阵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怪不得后面 会出现那种金色的材料 我们都未曾见过 怪不得后面 会出现那种金色的材料 我们都未曾见过 原来封明宗的 护宗大阵 只是四项守护大阵 而现在 自己变废为宝出来的 却是武林夺天大阵 原来他们当时 也是未能找到 最后的第五种材料 四项一听 就只有守护防御的功能 只是这武林夺天大阵 到底只是 加强了这阵法防御之力呢 还是具有了反击的能力 苏璇心中不由地想到 毕竟这四项守护 听起来就只有防御的能力 那武林夺天听名字就感觉 有着极强的攻击性的 幸好的是 苏璇的系统里 对这武林夺天大阵 也有着介绍 武林夺天大阵 由四项 青龙 白虎 玄武 朱雀 守护大阵升级而来 不之后 可召唤出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麒麟五种神兽虚应 麒麟为君 青龙为臣 朱雀为辅 白虎玄武一攻 一手 为左 君臣辅佐 攻守兼备 不但具有 硬抗任何 元英镜巅峰修士 全力一击之防 更是拥有击杀 任何元英镜修士之功 果然 从原本只有防御 现在增加了攻击的能力 而且防御力 也变强了很多 以前的风鸣 宗宗门 守护大阵之能够 抵御一般的元英镜强者 第27章 极品灵脉之上 现在却变成了 元英镜巅峰强者 全力一击 要知道修仙者 越是到了后期 实力差距 就会变得越大 元英镜初期 跟元英镜后期之间 相差十分巨大 不说十名元英镜初期 能够抵挡一名 一元英后期 就算十名元英镜中期 也未必就能够 挡得住一名 元英镜后期 强者一击之力 如此看来这阵法 估计也就只有影视的话 神镜老怪物 才能够破得开了 而化神镜的老怪物 在这整个西域 也就是有西名圣地的 老祖宗一人 他的实力 确实能够毁天灭地 但是奈何 就因为能够毁天灭地 却已经可以 隐隐地威胁到了 天道的存在 被天道而不容 这般的存在 一旦被天道发现 无论他们 是不是该度 那飞升天节 一旦感受到了 他们的气息 就会降下那天节来 所以他们 随时都在 躲着天节的到来 藏在某个秘境之中 以免被天道发现 几道天雷落了下来 就把他们 给辟得灰飞烟灭 不是到了一个 宗门生死存亡之时 他们都是 像老乌龟一样 蹲在某个角落里 不敢泄露出 一丁点的气息 哈哈 有了这般的阵法之后 我在这悬天大陆之上 才总算是 有了立足之地了 苏璇激动得 哈哈大笑 他这一路走来 也算是毕入蓝缕 更是没有任何的 自保之力 不过此时 有了这武林夺天大阵 一切就不是那般了 虽然这武林夺天大阵 一旦被布置了下来 就不能够移动 更不能随身携带 也要消耗大量的灵气 来维持运行 但是 只要阵兴还在苏璇的手中 只要有了来犯之敌 他就可以驱使 这武林夺天大阵 进行攻击 虽然这只是外力 但是 也总算是终于 有了一个保命的手段 就是这保命手段 不能随身携带 只能是他等在 这阵法之中才行 那于小婉和中天花 在听了之后 更是激动不已 这护宗大阵 已经从四项守护大阵 变成了武林夺天大阵了 怪不得那种金色的灵彩 我们连剑都未见 闻所未闻 原来是当初的风明宗 也是没有那个能力 弄到那种金色灵彩 也是打造不出来 这阵法 不但能够抵挡得住 元英镜巅峰强者一击 还拥有能击杀元英镜修士之力 这也太厉害了吧 当然 除了震惊这武林夺天大 震威力之外 更加佩服的 还是苏璇 最可怕的是这样的阵法 竟然是宗主 用一块小小的清晶石瓶 空变了出来的 如此神一般的手段 估计就算是上界的仙人 也未必能够做得到 毕竟这武林护宗大阵 当初连封明宗都打造不出来 只能停留在那四项 守护大阵阶段 要知道那封明宗 可是最害怕 外族入侵 这护宗大阵 他们不知道 辛辛苦苦打造了几百年 耗费了多少 待人的心血 而苏璇 却是用那种神秘力量 给凭空变了出来 就更加不要说 还是从那小小的 一小块清晶石 一块已经失去了 任何灵力的清晶石而已 如此这般的手段 苏璇在他们心目中 已经不能再用佩服 就能够形容 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自然苏璇在他们的心中 声望再一次地狂涨了起来 而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响起了 系统的声音 丁 宿主将金色品及废品四项 守护大阵蚕食 成功地变费为宝 为紫金色宝物 武林夺天大阵 中天花对宿主佩服的五体投地 宿主在中天花心中声望 再次暴涨 恭喜宿主 获得声望值 加号5000 丁 金色品及废品四项 守护大阵蚕食 成功变费为宝 为紫金色宝物 武林夺天大阵 于小婉感叹宿主的手段 已经超越了仙人 宿主在于小婉心中 再次声望暴涨 恭喜宿主 获得声望加号5000 两声声望到账的声音 几乎同时 在苏璇的脑海响起 而且都是大大的 超出了以往任何一笔 不但让苏璇的声望值 直接达到了10万 不再用为 那一条极品灵脉的 变费为宝所需要的声望 值而着急 而且还大大的 超出了预期 就算是他此时 把所有的灵脉 全都给恢复了 苏璇也不用再担心 会去声望值了 同时一个大胆的想法 也在苏璇的脑海里 浮现了出来 那就是 既然这防御大阵 都在变费为宝了 都还能够升级 那他这里的中品灵脉 会不会变成上品 上品又会不会变成极品 而极品灵脉之上呢 第28章灵气暴涨 而极品灵脉之上呢 难道还有更加厉害的灵脉 想到这里的苏璇 变得更加的激动了 若是那般 的话这天玄山脉 岂不是将会 拥有三条极品灵脉 五条上品灵脉 不说那五条上品了 直说这三条极品 恐怕整个西域 加起来 也没有三条极品灵脉 就更加不要说 在这极品之上 还有可能 出现一条超极品的存在 而那般的灵脉 苏璇都未曾听说过 它又将会是 何等的形态 想到这里的苏璇 不由地激动的 就想要赶紧把所有灵脉 都给全部变废围保了出来 同时也庆幸幸好 这护宗大阵也升级了 如若不然 德化恐怕 就算是 有四项守护大阵在 苏璇也很难守地 住这一块宗门驻地 赶紧地赶紧地 把这武林大阵 给布置了起来 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 想到这里的苏璇 对着中天花 和于小婉命令到 此时的二人 都还处在阵法 被苏璇变废围保之后的 震惊之中 久久地不能平复 而要想恢复了那些 灵脉首先 就得把武林夺天大阵 给布置了出来才行 要不然的话 只是恢复一条中品灵脉 就变成了一条上品灵脉 就足够将这山脉的灵气 提升百倍不止 山脉百里之外 都能够感知得到这里灵气 变得浓郁 如果把五条中品灵脉 全部恢复了的话 千里之外的宿舟城 都能够感知到 此处的灵气的变化了 所以 苏璇赶紧让中天花 和于小婉二人 开始布置起 这些武林护宗大阵来 也幸好他们都是修士 那一帐宽 数帐长的灵财石板 被他们轻而易举的 就能够搬了起来 如若不然 德花要布置这套阵法 那绝对会是一个 超级大工程 就算是他们都是修士 实力强大 速度远比普通人快得多 但是 这一番布置了下来 五种灵财 每一种三千六百块 再加上这阵法 要抵御外敌 覆盖住整个山脉 就需要布置 在山脉的外围 而且还要隐蔽了起来 埋在了地下 三人也足足花费了 三四天时间 才把这一座阵法 给布置完成 哪怕他们此时 都拥有着 远超住激进的实力 哪怕他们可以把这些灵财 装进储物戒指之中 哪怕他们能够飞天遁地 更是随手一招 都抵得上一台 大型挖掘机 但是 奈何这数量之大 范围之广 他们也足足花费了 三天时间 才终于布置完成 苏玄才开始恢复起第一条中品灵脉来 丁 恭喜宿主 消耗五千声望值 成功将一条红色级废品 变废为宝 为金色级宝物 上品灵脉 果然 苏玄猜得一点都不多 中品灵脉变成了一条上品灵脉 这天玄山脉经历过百年之后 终于又一次拥有了灵气的存在 只是这一条上品灵脉 是放出的灵气 并没有改变 这山脉的灵气浓郁程度 不是因为这山脉太大 也不是因为这上品灵脉 不能释放出太多的灵气 而是因为这一条上品灵脉 要给那五灵夺天大阵提供灵气 所有的灵气才一释放了出来 就全部被那五灵夺天大阵 给全部吞噬了进去 转眼之间 这天玄山脉 就出现了一张无色无形的灵力大王 看不见也感知不到 甚至原本被埋在了土里的灵财 在没有灵气供应的时候 还能够看见材料存在 如今也被这阵法 给直接隐藏了起来 如果这阵法 没有被攻破的话 你都永远找不到他们 被埋在了哪里 一切都似乎反扑归真 消失得干干净净 但是没有人敢小瞧他 钟天花想要试试 这阵法的威力 苏璇也只敢让他 站得远远的攻击试试 而且他 还用阵心调低了阵法的威力 只让阵法是 放出千分之一的防御之力 但是当钟天花一掌攻击 在阵法上之时 那阵法纹丝未动 钟天花却是被他反阵的口吐鲜血 若是让他释放出 全部防御之力的话 金丹镜强者敢攻击他 都要身受重伤 有他们受得 更何况还有个 更加厉害的 凝聚出五头神兽来攻击 这阵法 这阵法也太厉害了吧 于小婉和钟天花 看到了阵法的威力之后 二人都心有余悸地说道 看着那阵法不由的心生畏惧 同时他们也有了一些担心 担心有了这阵法之后 他们又怎么进出这天玄山脉 虽然苏璇手中的阵心 能够控制这阵法 但是苏璇总不能随时随地的 放他们进来 专门给他们打开阵法 就更加不要说 苏璇也有要离开这宗门的时候 更不可能带上 这阵心离开宗门 要不然的这阵心 落到了仇敌的手中 结果难以想象 不过 苏璇却是对着他们说道 担心什么 等会儿我就会给你们 打造出一块宗门身份 令牌出来 只要 你们拥有了 这宗门身份令牌之后 就能够随意地进出了 这时候 二人才放心了下来 而苏璇在说完这话之后 就此回到了洞府之中 仙师给打造了三块宗门令牌之后 就赶紧再一次地 恢复起了其他的灵脉来 仙师剩下的 四条中品灵脉 很快就被苏璇给 全部变费为宝 为上品灵脉 此时 这整个天玄山脉 灵气浓郁程度 就已经超过了他 原本租住的洞府百倍 整座山脉千里之长 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如果在灵脉附近的话 更是两三百倍之多 然后就是三条上品 这三条上品 每恢复一条 这天玄山脉 就会多出一条极品出来 只是恢复了一条而已 整个天玄山脉的灵气 就远比那宿州城 最中心的位置 灵气浓郁了百倍不止了 要知道 那宿州城 也是有着护城大镇的 而宿州城内 更是有着好几条上品 三条全部变费为宝之后 这里的灵气 更是超过了宿州城中心位置 一千倍不止 光是这般于小婉 就对苏璇说 已经远超他 曾经在西明圣地内 做圣女之时 居住的洞府 灵气浓度了 不是某个地方 而是整个天玄山脉 任何一个地方 而他以前所在的西明圣地 却是只有几个少数的 山头中的洞府 还得要布置聚灵阵才行 若是到了那三条灵脉附近的话 灵气浓度 更是直接达到了 金丹镜长老们 居住的洞府灵气浓度了 而这样的灵脉 直接足足有着三条 每一条 都有着快到一百里长的长度 他跟苏璇中天花三人 随意都可以在 这任何一个地方 选择一处来打造洞府 甚至三人一个人一条 独享一条极品灵脉 都可以 只是 就算是这样了 苏璇却对着他二人说道 让他们不要急着做出选择 因为这三条极品 只是三条上品 便废为宝而称 这山脉中 还有这一条极品 第29章灵脉划行 龙脉灵犬 别忘了这玄天山脉 还有这一条极品灵脉 按照以往的惯例 被便废为宝了之后 都会提升一个等级 这灵脉 苏璇听说过最高的 也就只有极品而已 如此这般 苏璇怎能不期待 这极品灵脉升级后 又会变成何等的灵脉 系统 系统 我要便废为宝 这一条极品灵脉 苏璇对着系统命令了起来 丁 要便废为宝 金色品及废品 极品灵脉 需要55000声望值 所需声望数额巨大 请问宿主是否修复 不是吧 竟然要这么多 苏璇听着脑海里系统的声音 不由地吐槽道 那护宗大阵的便废为宝 花了39000声望 都已经让苏璇感觉 实在有些多得过了份了 这极品灵脉的便废为宝 竟然需要55000 比护宗大阵所需的声望 还多了16000多 要不是苏璇刚刚才 从于小婉和中天花身上 刷到了十多万声望值的话 恐怕他现在还真的拿不出来 这么多声望来 不过 这极品灵脉的便废为宝 需要的声望越多 也就证明了便废为宝之后 灵力等级也就越高 所以 苏璇自然是不会吝啬 这声望值的 那一股神秘力量 从苏璇身上再现 向着他脚下那一条 已经枯死了的极品灵脉 汹涌地涌了过去 那神秘力量 才刚刚跟那枯竭了的 极品灵脉一接触 那灵脉 就像是渴了很多 年鹅苍龙一般 开始疯狂地吞噬起 那神秘力量来 而他原本枯竭的灵力 也开始疯狂地增长了起来 只是半炷香时间不到 就已经恢复了 极品灵脉的品级 然后 又开始暴涨了起来 等到了一炷香的时候 已经暴涨了数倍 如果说刚刚的 极品灵脉 乃是一条 涓涓小河的话 此时却已经变成了 几十丈宽的大河 更是由原来的百多里 增长到了一千多里 布满了整座天玄山脉 将那原本的 其他的八条灵脉 都给串联了起来 那其他的灵脉 三条极品 五条上品 这一刻 都成了他的支流 灵脉中的灵气 更是犹如大河之中 河水的波涛汹涌 激流涌动 九条灵脉 全部汇合为一体 犹如一条千里巨龙 盘踞蜿蜒在了 这天玄山脉之间 让整个山脉的灵气 都在此刻 再一次地提升了 十倍不止 只是这还不算完 那条极品灵脉的形状 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它开始缓慢地 长出了一颗龙头 然后是龙爪 再然后是浑身生 长出一道道龙灵 而在他的四条龙爪之上 和他头部龙珠的位置 又缓缓地形成了 五口鼓鼓 冒出泉水的泉眼来 那泉水 又非真正的泉水 而是精纯之极的灵气 汇聚而成 这些泉水 难道都是灵液 苏璇的脑海里 不由地想起了 他前不久听过的灵液来 这五口灵泉 正在源源不断地冒出这玩意 这个时候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 想起了那系统的声音来 丁 恭喜宿主 将金色品及废品 集品灵脉 便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 集宝物五泉龙脉 五泉龙脉 所含灵气 超过极品灵脉十倍 并拥有五口灵泉 五泉龙脉 怪不得它会化为龙形 而且还拥有了 五口灵泉 苏璇前世在地球上 经常都会听见 龙脉的存在 说什么 龙脉所在之地 便会有帝王出生 谁知道 穿越到了这玄天大陆 竟然真的见到了龙脉 这是灵泉 我的天啊 竟然有五口灵泉 而且 每一口都远比 西明圣地的天罗灵泉大得多 这时候 于小婉和中天花 也发现 这天玄山脉中的灵气变化 更是看见了 那远处灵气最是浓郁的地方 出现了五口灵泉 尤其是那于小婉 她对这灵泉 最是不陌生的了 西明圣地的天罗灵泉 在她做西明圣地圣女之时 可是她最盼望 进去修炼的地方 在那里面修炼一天 抵得上在外面修炼半年 龙玉至极的灵气 更是能够提高 数倍冲击修炼瓶颈的几率 多少西明圣地的弟子 在冲击境界之前 只是那地方却不是那么容易进去 哪怕她就算是 已经是西明圣地的圣女 一年也才只有一次进入的机会 一次也只有三天时间 而且 那天罗灵泉明显的 要比此时 那五拳龙脉所汇聚出的灵泉 要小得多 比最小的都要小上数呗 灵气也是远远的不及 只是 就在他们震惊无比的时候 苏玄却是对着她二人说道 你二人各自选上一口灵泉 布置洞府修炼吧 在灵泉附近布置洞府 宗主你确定要让我们 在这灵泉附近布置洞府 中天花和于小婉听了之后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可是灵泉 纵然是那西明圣地的天罗灵泉 也都被打造成了修炼秘境 就算是当初的于小婉 也只能一年才能进入一次 而普通弟子十年 几十年 甚至一辈子也未必会有这个机会 就更加不要说 灵泉之中的灵液 同样也是恢复灵力的制宝 炼丹 炼气 也能够提升丹药和法宝的品鉴 都可以用这灵泉浇灌 恢复了过来了 要是把这些灵液 全部收集起来的 就算是拿到了拍卖会上 都会被人们疯抢 一小瓶都能拍卖出 几十万灵石的天价 而此时 苏璇却要让他们 一人选一口灵泉布置洞府 来修炼 怎么 你们难道不喜欢 苏璇看着二人 一脸猛逼的样子 对着他们问道 喜欢 喜欢 我们怎么可能会不喜欢 中天花听了之后 赶紧对着苏璇激动地说道 这般的灵泉附近 不知洞府修炼 只要不是傻子 就不可能不会喜欢 而于小婉却 是对着苏璇传音了起来 宗主 我能不能跟你还住一个洞府 我一个人住我怕 第三十章大笔开始 我一个人住我怕 他一个修仙者 一闭关在密室之中 就是十多天 甚至一两个月 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人住 而害怕 说这话的意思 苏璇自然是明白不过的了 当即就答应了他 行 那我二人就在那龙珠处 灵泉打造洞府 到时候 咱们试试龙珠灵泉沐浴后 会不会提升 苏璇一有所指的说道 脑海里不由地 浮现起一对鸳鸯 而于小婉的一张俏脸 也在此时变得通红 就这样 苏璇和于小婉二人 在龙珠处的灵泉上 布置了洞府 那里的灵泉最大 比四只龙爪处的灵泉 加起来都还要大 中天花很识趣地 把洞府布置在了 数百里之外的一处龙爪处 同时 他跟于小婉心中 更是对苏璇感激不已 毕竟这可是灵泉 在灵泉之中修炼一天 都能够抵得 尚在外界修炼半年的灵泉 这般修炼下去 他们的未来将会不可限量 只是 感激的同时 他们却又有些忐忑 忐忑苏璇如此对他们 他们又拿什么来报答苏璇 宗主大人 对我们如此地好 恐怕就算是亲生父母 也不会如此对待我们 我们又该如何 才能报答宗主大人的恩情啊 二人心中 无不如此地想到 无论是于小婉 还是那中天花 若不是遇到了苏璇的话 他们一个 早已经连命都没有了 一个还神志不清地 在大街上乞讨 苏璇将带了回来之后 帮他恢复了修为 提升了修炼天赋 早就是恩童在造了 如今 又给了他们如此好的 修炼资源 于小婉还好 毕竟她是女儿身 而中天花呢 而他们越是 想要报答苏璇 越是忐忑 苏璇能够从他们身上 刷到的声望 也就越多 丁 宿主赏赐 一口灵拳给中天花 中天花感动到 不知道该如何 才能报答宿主的恩情 宿主在中天花心目中 声望再次暴涨 恭喜宿主 获得声望值 加号500000 丁 宿主将一口灵拳上 持给于小婉 于小婉感动到 不知该如何 报答宿主的恩情 宿主在于小婉心目中 声望再次暴涨 恭喜宿主 获得声望值 加号500000 哈哈 又是十万声望 看来最近 不会再缺声望了 声望可是一个好东西 苏璇全靠着这些声望 才能够变费为宝 拥有今天的成就的 为了打造这块宗门驻地 修复那护宗大阵 就足足花掉了 39000声望值 虽然说 四项守护大阵 变费为宝为 武林夺天大阵之后 苏璇从于小婉 和中天花身上 刷到了十万声望值 但是 那三条上品灵脉 变费为宝为 极品灵脉之时 就消耗掉了三万多 然后 那五条中品灵脉 变费为宝为上品灵脉 又消耗掉了一万多 再加上 最后的极品灵脉 变费为宝为五全龙脉 更是消耗掉了五万五千多 这样一来 苏璇系统中所存的声望 就再一次变成了 只剩下几百一千多不到了 如今 又从这二人的身上 获得了十万声望值 总算是让苏璇一时间 不用再为声望发愁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苏璇带领着于小婉 和中天花三人 就在这天玄山脉 开始了修炼生活 尤其是于小婉 再过几天 就是那百门大笔 所以 这丫头 几乎在洞府打造好之后 就又要进入 紧张闭关之中 让苏璇有些郁闷的是 他们才享受了 一次灵拳双遇 这丫头 就又闭关了 不过她也知道 于小婉 是为了几天后的百门大笔 想要抓紧了时间 在最后的时间里 尽可能地提升实力 而中天花 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 修炼起丹到来 毕竟 他们可是还接下了 那一份楼 炼丹任务 虽然说 那些丹药他现在 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 炼制了出来 当然 就算是炼制失败了 苏璇也能够用那种神秘力量 给变废为宝 但是 他却还是要研究一番 才敢炼制 毕竟 炼丹可跟其他的事情不一样 首先丹方 丹绝 火候 都得要好好配合 才能够炼制出丹药来 如果没有丹方 丹绝 火候的配合的话 同样的灵药 放进了炼丹炉之中 也会炼制出 不同的东西来 炼费都是正常 甚至同样的灵药 有的炼制出来的是灵丹 有的炼制出来的 却是毒药 都有可能 所以 此时无论是中天花 还是于小婉此时 都开始忙碌了起来 唯有苏璇 变得格外的清闲 有时间就搬上一把椅子 坐在那天 悬风上晒太阳 要么就去那山脉下的 河流之中钓钓鱼 就是这般清闲 苏璇的战力 却也是随着于小婉的实力变强 又增长了好几千 都快达到九万了 炼丹经验 也增长了不少 没有办法他的修为 实力 根本就不靠修炼来提升 而是靠升级宗门 而现在四个任务 拥有两名驻基进弟子 拥有一名炼丹师 拥有一处 拥有灵脉的宗门驻地 三个任务 都他都已经超额完成 唯有一个拥有一百名 宁业境弟子 这一项还未完成 而要招收这一百名 宁业境弟子 马上就有着不知道多少的宁业境 会向着这天玄山脉涌来 都不用告诉他们 自己这里还有三条极品灵脉 还有超越了极品灵脉的五拳龙脉了 只是 苏玄却不能这般做 虽然说 此时的这天玄山 卖有了那武林夺天大阵 不怕其他人来闹事 但是他们终归是要出去的 万一人家把苏玄抓住了 让他交出阵法阵心呢 又或者是拿于小婉来要挟他 所以 苏玄还得等 等于小婉 在那百门大笔之中 一炮而红之后 再进行招收新的弟子 而且招收的新弟子 也得跟于小婉 和中天花一样 用道心启示 没有办法 苏玄和天玄宗的秘密 越来越多 苏玄必须要处处谨慎才行 转眼之间 几天时间就过去了 苏玄的休闲日子 都还未曾享受够 那百门大笔的日子 就已经正式地召开了 百门大笔 依然在那宿州城举办 在那宿州城的城东 一直有着一处擂台区 雌雄擂台 乃是宿州城内专门为修士 争斗而设置 毕竟 修士之间 总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纠纷 在这宿州城内 又严禁战斗 出了问题 你又不满足 修仙者协会的调解的话 总得找个地方发泄才行 那雌雄擂台 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有了什么恩怨 都可以上那擂台去解决 上了擂台生死不论 平日里 几乎天天都有着不少的人 在这擂台上 占他个你死我活 36张擂台 就很少有空着的 甚至前几年 两个宗门 还长期占据这张擂台 弟子打完师父上 没人打完长老来 一轮一轮地打了过来 打了大半年 最后两大宗门的宗主 都亲自出马 打了个两败俱伤 这才算完 只不过这几天 这雌雄擂台上的争斗 确实已经停止 用来举办起了百门大笔 第三十一张风 长老找来 用来举办起了百门大笔 大笔的那一天 苏璇和余小婉 早早地就收拾了好了东西 前往那雌雄卫台 钟天花 原本也想参加这次大笔 宗主 余姑娘一人参加大笔 会不会被人说 咱们天玄宗人丁丹薄 要不要我也去报名参加 钟天花对着苏璇问道 只是 苏璇却是摇了摇头 对着她说道 不用 让小婉一个人去就是了 一来你是炼丹师 还是以研究炼丹术为主 二来你的九色悬言 暂时也不能暴露 苏璇对着钟天花说道 她当初的七色悬言 就是被人给夺走了的 如果她的九色悬言在暴露的话 恐怕又会引来她的敌人 现在的钟天花 还不具备报仇的能力 就算是余小婉 苏璇也让她尽量不要暴露了 她的青莲十八剑 不然 让那西鸣圣帝知道了 恐怕会有麻烦 哪怕那西鸣圣帝 在这西域名声不错 但是 青莲十八剑 一剑一境界 剑剑皆无敌 就算是西鸣圣帝 也不会就这么 让一名同境界无敌的好苗子 从他们眼皮子底下 就这么溜走 等苏璇带着余小婉 来到那雌性擂台的时候 这里早就聚集了数万的修士 这西域十分的广阔 除了这宿州城之外 还有着大大小小的城池 足足一百零八城 而这西域 因为要防止那外族的入侵 大多数的城池都严禁打斗 西域修士也十分的团结 毕竟他们在外族入侵的时候 每一个西域的修士 都将会成为自己的战友 所以这西域的修仙界 还算是和平稳定 大大小小的宗门 几乎都能够平稳地发展 一百多座城池之中 大大的小小的势力 更是多如牛毛 所以今天这里 虽然说起来是百门大笔 但是今天聚集在这里 报名参加的 恐怕得有上千的宗门 说是千门大笔 也一点都不为过 当然 这些宗门之间的实力差距 也很大 有像数千 甚至上万修士的 太清门 耀王谷 这些西域十大宗门 更有着 拥有十万弟子的西民圣地 当然也有着几十人 甚至跟苏璇的天玄宗这般的 只有几人的小的 不能再小的宗门 苏璇原本还以为 只有他的天玄宗 才只有一名弟子 参加着百门大笔 结果 今日来参加这百门大笔的 一根独苗参赛的 竟然直接有着 好几十个宗门 很显然他们在今年 都只招收了一名弟子 苏璇 甚至看见了一名盲人师父 牵着他盲人小徒弟 来参加大笔 而那盲人小徒弟 更是只有断体径而已 苏璇估计 这宗门恐怕也就只有 他二人了 没有了那盲人小徒弟的话 恐怕他这一脉 就要彻底地断了传承了 今年大笔的规矩 还跟往年一样 擂台尚决胜负 胜利者进入下一轮 失败者淘汰 生死不论 同时大笔之后 任何人不得寻仇 若有违规 其宗门永远不得参加百门大笔 弟子驱逐 永不得迈入西域 很快 就有一名西名圣地的金丹晋长老 站在了擂台的最中央 简单地介绍了 一下大笔的规则 十分地简单粗暴 赢了 则进入下一轮 输了淘汰生死不论 毕竟是修士之间的战斗 怎么可能做到 长长点到为止 而且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争端 严禁复仇 这般的规则 也是激发修士们之间 要战就占个痛快的血性 这一次参加大笔的 足足有着2300多人 然后每一个人 在报名的时候 就都已经有了一个号 而这些号 就是上场的顺序 一号对二号 三号对四号 修仙界的规则 就是这么简单的粗暴 没有什么分组 也没有什么直接竞技等等 大小宗门都是这般 西明圣地这般的势力 也没有什么特权 至少说表面看的话 没有任何特权 甚至上场的比赛对手 也就是这般 一对二 三对四 连一号对最后一号 都懒得去安排 于小婉 报名不算早也不算最迟 所以 她的号比较靠近中间 第925名 而她的对手 第926名 乃是一名凤翔谷的女弟子 竟然也是一名 助激进高手 这慈雄擂台 一共只有36张 一次只能上 36队修士上去比试 所以一时间 还轮不到于小婉 于小婉就开始去打听 其他的一些对手的消息来了 不只是这926名 还有927 928 又或者是924 923等等 这丫头都一一地打探了过去 想要来个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毕竟 这一场大比每一个人 都只有一次机会 一旦失败了 就没有了复活 再上擂台的机会 苏璇这里 倒是显得要轻松得多 毕竟 这是玄天宗 第一次在大众面前露脸 没必要去争第一第二 能够打入前一百 他就已经心满意足 于小婉的实力 他也十分有信心 再一观察其他修士 不说那些断体静 宁业静了 就说那些大宗门里的 助激静高手 最强的 也很少有超过两万战力的 而于小婉的战力 却是五万多 接近六万 苏璇就更加地放心了 所以他就在这大比的 场地之中 四处地游荡了起来 一会儿看看 其他修士之间的战斗 一会去了解一下 其他宗门的实力 只是 就在苏璇悠闲地 站在擂台下 看着两名修士之间的 战斗之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却在苏璇的身后 响了起来 苏宗主 哈哈 老夫远远的 就觉得像是你 走近了一看 果然是苏宗主 一名金丹镜老道士 站在苏璇的身后 哈哈大笑着说道 苏璇回过头一看 不是那前不久 把天玄山脉 卖给了苏璇的风雨 听风长老是谁 这老家伙 突然就找到了自己 苏璇还以为他是 发现了那天 玄山脉的灵脉异常 跑来找自己扯皮 只是看他 哈哈大笑的样子 又不大像 原来是风长老 前辈今日不修炼 怎么有空关心 起这百门大笔来了 苏璇对着风雨停问道 这百门大笔 对于刚入门的修饰来说 或许是一场盛会 但是对于他这般活了 一百多岁的金丹镜长老来说 根本就什么都不是 第32章一场豪赌 主持这次大笔的 也就是西鸣圣地的 一名金丹镜长老而已 连个元英镜强者都没来 不只是西鸣圣地 其他的十大宗门 也没有一名元英出现 都只是派一名金丹长老 甚至还有 直接就让一名驻基镜高手 带队就来了 而这里没有什么事的 金丹镜强者更是少之又少 这风雨停还是苏璇看到的 第一个在此处闲逛的金丹镜高手 哈哈修炼意图 也要讲究劳逸结合 一味的修炼 反而会产生心魔 多看看这般的战斗 积累一些战斗经验 对我等于有一些益处 风雨停对着苏璇 哈哈大笑着说道 风长老说的是 苏璇对着他说道 一点都不相信 观看这些低阶修士的战斗 能够给他这般的 金丹镜强者 带来什么好处 只是让苏璇没有想到的是 这老家伙不但站在自己的身旁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看 还对着苏璇问道 苏宗主看着台上二人这一场 谁输谁赢 以晚辈看肯定是那光头大汉 毕竟那光头大汉乃是宁业中期 那持剑少年却只有宁业初期而已 同时那光头大汉出手很辣 一看就有着极强的战斗经验 苏璇对着风雨停说道 那光头大汉的实力 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比那持剑少年要高得多 而且战斗经验也十分的丰富 才几招而已 那持剑少年就已经坚持不住了 苏璇已经用系统查看过 他们都只有宁业镜而已 战力相差却足足有五百多 只是苏璇这般一说 那风雨停却并不赞同 老夫看未必 说不定那持剑少年 故意藏桌一有可能 下一招他就会绝地反击 那光头大汉很快就要败下阵来 这老家伙不可能连这点眼光都没有 哪怕他没有系统 看不出战力 但是他也是金丹镜强者 看出两名宁业镜低阶修士的实力 还是手道擒来 再说这两人还都只是普通实力 也没有什么天赋 身份也都是普通小宗门弟子 他这般说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睁眼说起了瞎话 不过苏璇却不知道 这老家伙究竟是围杠而杠 还是有什么其他目的 怎么 苏宗主不信老夫 敢不敢跟老夫赌上一局 老夫要是错了 就输给苏宗主一万零食 若是那持剑少年赢了的话 苏宗主就输给老夫一万零食如何 听了这老狐狸的话 苏璇总算是明白 这老家伙是把自己当成了冤大头 想要在自己这里赢点零食 而之所以说 那持剑少年要赢 不过是想要先给苏璇一点甜头 让苏璇上钩之后 再慢慢地迎光苏璇的零食 只是这老家伙 不知道的 是他这一招 看似聪明 但是对于苏璇这个地球上 穿越而来之人 如果都被他骗了的话 那苏璇就真的白穿越了 毕竟 他玩的这一招 比起地球上那些杀猪盘 不知道要低端了多少倍 而他更加不知道的是苏璇 可是拥有系统的人 可是 可以查看一个修士的战力 那战力 可不只是一个人的体内 灵力多寡而已 而是还包括战斗经验 功法秘书 法宝法器 甚至是应急能力的综合评判 甚至还有一个人的器语 都算在了里面 毕竟 修士之间的战斗凶险中 充满了变数 气运太差的人 更容易出现意外 所以任何修士的眼光 也不可能 比系统的评判更加准确 这老家伙 今天注定是要输个血本无归 风肠老好歹 也是一名金丹晋长老 一万零食也说得出口 要赌咱们 就赌五百万零食一局 苏璇对着风雨亭说道 那风雨亭 在把风鸣中那块铸地 卖了之后 购买了一些修炼资源 然后还剩下了 三四千万零食 一时间就有些手痒了起来 带着这些零食 来到了这百门大笔上 寻找起了冤大头 而像苏璇这种 连一片废墟都能出一个亿的 在他心目中 那可就是明明白白 在脑门上 写着冤大头三个大字的存在 原本还想着对苏璇 寻寻善诱一番 一万零食 一万零食的淫 谁知道苏璇竟然直接 一开口就是五百万零食 风雨亭亭了心里 已经乐开了花 但是脸上 却是对着苏璇说道 五百万零食 是不是数额太大了一些 只是苏璇却是一口咬定 要赌就赌五百万零食 低了我可没有兴趣 苏璇这般一说 更是在风雨亭心中 证实了他人傻钱多 好好好 就一苏宗主的 咱们就赌五百万零食一局 然后就拿出了五百万零食 放在了一个储物袋中 咱们都把零食 放在这储物袋中 谁赢了 这储物袋里的零食 就是谁的 苏璇听后 也拿出了五百万零食 来放了进去 并不怕这老家伙耍赖 毕竟作为一个劳赌鬼 他们最在乎的 就是名声 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毒品 毒品坏传了出去 他们以后找谁赌去 更何况这里还有这么多人 这宿州城里 又严禁打斗 这时候 那擂台之上比试 也已经到了尾声了 那持剑少年的实力 跟那光头大汉之间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哪怕他已经尽了全力 战斗到了全身是血 但是奈何 在那光头大汉的手上 也只是徒劳挣扎 在那大汉一拳头 轰击在脑门上之后 就被人给直接 抬下了 擂台生死不知 下一场 第54号 对战第55号 随着一声 下一场的响起 苏璇毫无悬念地 赢下了那封长老的 五百万灵石 若是外人的话 肯定会再接再厉 跟那封雨亭 继续地比试下去 只是苏璇 却是拿了灵石之后 就对着那封雨亭说道 那就多谢封长老了 告辞 然后他就带着灵石 连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这座擂台 他这般操作 顿时就让那封雨亭 一时间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不是 苏宗主 心中此时 只有一个想法 你妈哟 这小子 该不会只跟想老子 赌这一场就算了吧 赢了这么大一笔灵石 难道他不应该是想着 再接再厉成胜追击吗 这直接带着灵石 就跑是什么套路 封雨亭愣在了原地 好半天都反应不过来 现在鱼没有钓到 那么大一块幼儿 却被鱼给吞跑了 封雨亭哪里愿意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如果他现在收手 损失才是最少的 苏宗主 你再看这一场 他二人谁又会赢 封雨亭见到苏璇 停在了另外一座擂台之后 再一次跟了过来 第三十三章 原来你是输了想赢回来 赢了 还想赢得烂赌鬼 封雨亭见到苏璇 停在了另外一座擂台之后 再一次跟了过来 苏璇看了又看那擂台之上二人 那红衣少女 一看就是名门大宗理 精心培养了出来的高手 而那白衣青年 看似实力亦是不错 但是奈何 他加入的宗门势力不行 能够提供给他的法器 功法 都远比那少女 要差得多 所以肯定是那少女赢才是 再一查看二人的战力 那少女更是直接 超过了白衣青年 足足三百多 所以 苏璇毫不犹豫的 就说 那红衣少女要赢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那红衣少女 是吗 那苏宗主敢不敢 再跟老夫赌上一场 封雨亭听到 苏璇这般一说 立即就觉得 苏璇总算是 要上钩了他的机会来了 只是 苏璇听了他的话之后 却是对着他说道 不赌了 不赌了 刚刚那一场 我已经赢得十分的侥幸了 这一次我可不敢再赌了 聪明的猎人 总是会以猎物的样子出现 他要的就是要让这老家伙 相信自己是一只菜鸟 那封雨亭听了之后 赶紧又对着苏璇劝道 说不定苏宗主的运气很好 这一次又赢了呢 再赌一场 再赌一场 那好 要赌的话 咱们就不能 只赌五百万零食了 咱们要赌 就赌一千万零食 啊 一千万零食 这话 让封雨亭这老狐狸 也不由得 在心里打起了鼓来了 毕竟 他那块地才卖了一亿零食 他又购买了一些 修炼资源 此时他身上 就只剩下了三四千万零食了 只是如果他不跟苏璇 继续赌下去的话 那他刚刚的五百万零食 就要白白地损失掉了 所以想了又想之后 他就对着苏璇说道 一千万 就一千万 你放一千万零食 在刚刚的储物袋中 苏璇听了他的话之后 就已经确定了 这老狐狸 是一个烂赌鬼 而且还是 那种输了想赢回来 赢了 还想再赢的烂赌鬼 这种人就算是 赌计再高 到最后 也是输多赢少 还装在这储物袋中 还没有拿出来呢 刚好一千万 苏璇拿出了刚刚的储物袋 扔给了封雨亭 封雨亭打开一看 果然一千万零食都还在 自己也又掏出了 一千万零食 来放到了储物袋中 这样一来 那储物袋之中 就有了两千万零食 然后那场上的比试 也很快就结束 三百的战力 对于宁夜静来说 已经可以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了 很快那位红衣女子 就赢下了这一场 草 你踏马的运气真好 老子又踏马的输给了你一千万 封雨亭 把储物袋扔回 给了苏璇 直接抱起了粗口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输红了眼了 你踏马别走 今天老子非要跟你分个胜负 老子就不信你踏马的运气 每一次都这么好 苏璇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但是脸上 却是表现得十分的委屈 假装思考再三之后 对着他说道 还要读也行 不过晚辈身上 只有五千万零食 苏璇此时身上 当然不止才五千万零食 买天玄山卖 他只花一亿 身上就还剩下了 六千多万零食 如今又赢了两千多万 只是 苏璇却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告诉风雨亭 他身上拥有八千多万零食 为何又说自己 只有五千万 也是因为要给这老家伙挖坑 五千万 倒也还能再赌几把了 风雨亭 却是当了真了 更是在心里吐槽苏璇 哪有赌徒自己暴露了 自己的底牌的 然后他又看向了那擂台之上 那擂台之上此时 已经又换了一名三十多岁的妇人 和一名二十四五的青年 这时候 风雨亭也不再跟苏璇客气 你已经选了两次了 这下 总应该让老夫先选了吧 苏璇听了之后 知道这老家伙 是想要开始收网银苏璇的零食了 不由得也变得更加的慎重了起来 黎洪廷 清霄门门人 功法 清霄门筑基基本功 法器 黑铁剑 境界 宁夜静中期 战力 五百九十 江浩 血云宗门人 功法 血云化血功 法器 血战刀 境界 宁夜静中期 战力 一千五百 这二人实力相差同样很大 那血衣青年乃是十大宗门血云 宗弟子就不说了 而且功法也是修炼的血云宗的秘传功法 血云化血功 再配上了那把上品法器血战刀 战力 直接达到了一千五百多 而那富人的宗门乃是一个小宗门就不说了 修炼的功法 也是宗门里最基础的筑基 基本功法 战力更是比起那血衣青年 差了足足三倍之多 这般的战斗 几乎就是谁先选 谁就能赢 不过 苏璇要得也不是一直赢下去 应该 应该 这一场确实应该前辈 你来先选 不过 下一场的话 还得要晚辈先选 我就选他了 苏璇的话一落 风雨亭就直接选了那江浩 苏璇听了之后 只能假装十分地委屈到 原本我也是看好那血衣青年的 这一场下来同样也是没有悬念 那富人才接了几招 都没有怎么抵挡 就自认倒 没认输下场 这样一来苏璇 自然是输掉了这一场 而风雨亭 也终于赢下了一千万零食 不过 他刚刚输掉的 可是一千五 此时苏璇 还赢着他五百万零食呢 所以 等到下一场 两名对手 才刚刚一上场 他就对着苏璇说道 该你了 该你了 苏璇看向了那擂台之上 此时 擂台之上 站着二人 其中一人乃是巨岩门的王继 一人乃是凤翔谷的杨虎 这二人 无论是凤翔谷 还是那巨岩门 都同样乃是这西域十大宗门之一 而且 这二人同样都已经达到了助激进 所以这二人的实力 从表面看实力 绝对是相当 不过 这一切 对于苏璇来说 却是再简单不过 只需要用系统 查看一下他们的战力 就能够分毫不差地查看了出来 毕竟 他系统查看的战力 除了他们的修为高低 伶俐多寡 法器优劣之外 就连他们的战斗经验 心性如何 都全部包含在其中的 所以苏璇赶紧用系统 查看起二人来 王继 聚严门弟子 功法 磐石护体功 法器 万军锤 境界 驻激进初期 战力 一万五千三百七十六 杨毅 奉祥古弟子 功法 奉斥剑法 法器 奉伟剑 境界 驻激进初期 战力 一万八千九百十三 虽然二人 都是驻激进初期 那杨毅的战力 却足足比那王继 直接高了三千多 所以 这一场 绝对是这杨毅赢定了 只是 苏璇为了迷惑 老狐狸风雨亭 却没有选择杨毅 毕竟他想赢的 可不只是这老狐狸 几千万灵石 而是他当年 从封明宗 带出来的功法 第三十四章 三千五百万灵石 一把梭哈 却是对着他说道 那大块头的王继 应该是巨岩门的吧 听说巨岩门修炼 乃是土戏功法 防御力惊人 晚辈 自然是要选 那大块头的王继 听到苏璇这般一说 那老狐狸风雨亭 差一点没有笑出了声来 心中直乐道 这小子 当时买馒头烧饼 敢大块头的挑 看来 还应该是 低阶修士 他还能够看得出来一些 一旦超过了他的修为 到了助激进的高手 他就变得一窍不通了 只是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苏璇 故意迷惑他的 擂台上的战斗 很快开始 王继的磐石 护体功确实厉害 手里的法器千军锤 也被他捂得呼呼声风 只是那杨逸的速度 却是极快 他打了半天 把自己累得够呛 却是连杨逸的衣服 都未曾碰到半分 却搞得自己 气喘吁吁 这时候那杨逸才 开始反击了起来 修仙界的功法 一吸数十剑 都是轻而易举 杨逸的功法 正是这般速度型的功法 偏偏像磐石 护体功这种功法 防御力虽然强大 但是奈何身上 却总有一处地方 失恋不到位 也就是传说中的罩门 一旦罩门被破 就只有 躺着挨打的份 试问 一个人的肉身 就那么大 能够经得起 人家几剑呢 很快杨逸 就在一剑刺出后 退到了一边 承让了 王兄 而那王继 已经瘫倒在了地上 一身的护体功法 已经被他一剑刺破 再也没有了一战之力 如果杨逸愿意的话 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将那王继一剑击杀 只是 十大宗门之间多有走动 大家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所以 自然的 也就不会对对方下死守 功法一破那杨逸 就收起了他的凤尾剑来 而那封语厅一看到此 马上也就对着苏璇说道 哈哈 苏宗主承让 承让了 拿起了那储物带来 从中间拿出了 一千万灵石来 然后 又丢给了苏璇 再来 再来 意思是再明白不过 让苏璇继续往里面 放灵石好赌下一场 苏璇假装十分的无奈 又往那储物袋之中 装上了一千万灵石 而这一场 上场的乃是两名宁业镜的修士 同时又该那封语厅来猜了 自然而然的 苏璇就又输掉了一千万灵石 不过 苏璇在又输了这一场之后 苏璇就又开始 耍起了赖赖了 不赌了 不赌了 封长老你的运气 实在太好了 晚辈都连输三场了 那封语厅一听 就不乐意了 赌得好好的 怎么说不赌 就又不赌了 不是你小子能不能有点毒品 苏璇可是说过 他手上有着五千万灵石的 现在 他才赢了三千万灵石 而且 其中的一千五百万 还是他刚刚输给苏璇的 他才赢了苏璇一千五百万而已 只是 苏璇却是说什么 也不肯再赌 不赌了 不赌了 你的运气 实在是太好了 边说 苏璇还向着于小婉所在的擂台而去 这时候 终于该轮到于小婉上场了 好巧不巧的于小婉的对手 也同样是一名助激进修士 而且还同样是一名 十大宗门凤翔谷的女弟子 此时 也应该是苏璇收网的时候了 那封雨婷还以为 苏璇真的不愿意再赌了 赶紧跟了上去 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 老夫连输两场的时候 有没有说要不赌了的 可曾耍过什么赖 说完 他还拉着苏璇 不让苏璇离开 苏璇听了之后 似乎只能妥协 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封长老 晚辈今天是看出来了 你不把晚辈身上 这五千万零食 全部给赢光了的话 你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罢了 罢了 晚辈这里 也就只剩下了 三千五百万零食了 咱们一把定书赢 听到了苏璇说 要一把定书赢 那封长老 哪里还不愿意 像这种烂毒鬼醉事 痴迷那种 一把唆哈的痛快了 赶紧说道 好 就一把定书赢 你把三千五百万零食放进去 这一把之后 老夫绝对不再纠缠 苏宗主就是了 反正 苏璇也就只有 这三千五百万零食了 他还纠缠苏璇干啥 这摆门大笔 就这么几天 他还得赶紧去寻找 下一个冤大头 而现在上场的于小婉 和他的对手 都乃是助激进 他就更加不用害怕了 以他的判定 苏璇可是对助激进高手的实力 一窍不通的 直接放进去了 三千五百万零食之后 就又把储物袋交给了苏璇 苏璇也假装无奈地 把三千五百万零食 放进了储物袋之中 然后说道 说好的 这一场该我先选了 那是当然 风雨亭十分大方地说道 而苏璇自然是对于小婉的实力 十分地有信心 毕竟 这丫头在进阶到助激进之时 就已经拥有了五万多战力 而这些天来 随着他的境界逐渐稳定 战力再一次地 又增长了三千多 已经达到了五万八 只差两千 就到六万战力 至于说其他助激初期 能够达到一万的 就算是不错的了 像洋溢那般的 接近两万的助激进初期 更是十大宗门之内 都算是佼佼者 值得宗门重点培养的对象了 甚至 有可能成为一宗的宗子 各大长老宗主的清传弟子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 虽然苏璇对于小婉的战力 十分地有信心 为了不应沟里翻船 他还是又看向了 那与小婉的对手 凤青瑶 凤翔谷太上长老凤九卿之嫡系后人 功法 凤五天玉 本命法宝妻佩 凤宇佩 境界 驻激进初期 战力 两万六千 只是 让苏璇也未曾想到的是 这女子 不但同样是十大宗门凤翔谷弟子 而且还是 那凤翔谷太上长老 凤九卿的嫡系后人 而凤翔谷据苏璇所知 就只有一位太上长老 那可是原因尽的存在 就更加不要说这女子修炼的功法 还是那凤翔谷的最顶级功法凤五 天玉了 还有她的法器 竟然不是法器 而是本命法宝器配 要知道就算是好多金丹净修士 都是没有法宝使用 依然还在使用着法器 就更加不要说 比法宝更加厉害 跟修士契合度更高的本命法宝了 甚至苏璇都未曾听说过 法宝器配这种东西 据他所知 驻激净修士 还不能使用法宝 只能使用法器 在系统中一查才知道 原来在驻激净 就可以打造一件法宝器配来 就开始培养本命法宝 这样一来了 不但到了金丹净 本命法宝跟修士更加的契合 而且 因为气胚所使用的 乃是打造法宝的材料打造而成 所以 战力也是远超驻激净修士使用的法器 只是试想一下 金丹净修士 好多都用不起法宝 就更加不要说驻激净了 估计也就是像凤青瑶这种 有原因进老祖的宗二代 才有这个可能 该死的宗二代 苏璇不由地咒骂了起来 同时明白了 为何前世里那些小说电视上 主角都喜欢打脸 这些二代们 主要是这些狗大户们 看着就让人来气 两万六的战力 一般的助击中期 也未必有他高 若不是于小婉的话 换了其他助击进来 都只有败在他的手下 而苏璇在一番系统查看之后 心里终于有了底 但是却没有表现出来 对着擂台上看了又看 又指指点点了一番之后 才对着风雨婷说道 都是助击镜 晚辈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算了 算了 反正都是输 我选个漂亮的 就算是输了 那也是值得 我就选那身穿月白裙子的姑娘了 第35章神木传说 我就选那身穿月白裙子的姑娘了 苏璇似乎犹豫再三 才选好了于小婉 而且还假装起了不不认识 毕竟当时自己带走于小婉的时候 西明圣地的人并不关心 也没有人追查 这半年来 于小婉也一直躲在洞府里修炼 今天还是她第一次出现在众人眼前 再加上苏璇在半年前 还只是一名断体静出气 此时已经变为了宁业静 所以 苏璇就想试一试 试一试西明圣地之人 知不知道自己带走了于小婉 看看他们的反应 而这风雨亭都敢跟苏璇 在于小婉的擂台之下 跟自己打赌 看来不知道于小婉乃是苏璇的人 西明圣地对这件事 根本也没有放在心上 哈哈 苏小子 你竟然压她 看来这袋子灵石 是老夫的没跑了 听到苏璇的话之后 风雨亭马上就大笑了起来 然后 还自顾自自地 帮苏璇介绍了起来 那于小婉 原本是我西明圣地圣女之一 若是没有去修炼那青连十八件 修为没有经费的话 或许还跟那凤青瑶 有着一战之力 只是 如今啊 她却是半点机会都是没有 她对着苏璇介绍道 然后又指了指那台上的凤青瑶 你知道那凤青瑶是谁吗 那可是凤祥谷中 凤九卿老前辈的嫡系后人 凤祥谷一直养在宗门外的暗子 若不是这一次百门大笔的前十 奖励实在是太诱人的话 凤祥谷都还舍不得启用她呢 暗子 而且还是凤前辈的嫡系后人 苏璇听后 对着风雨亭问道 她从系统中 知道那凤青瑶的身份之时 就有了一些的疑惑 这女子 既然是那凤祥谷太上长老的嫡系后人 就应该从小就在宗门之内长大才对 而她此时已经十多岁了 按照百门大笔的规则 她应该没有那个资格参加大笔的 如今 听了那风雨亭的口中的暗子二字之后 苏璇心中的疑惑 才终于解开 只是一个新的疑惑 却是又涌了出来 那就是 这一次百门大笔前十的奖励 到底为何物 那凤祥谷 就连他们隐藏在外多年的 如此重要 暗子都启用了 一个百门大笔 也值得他们启用如此重要的暗子 苏璇对着风雨亭问道 一次普通的百门大笔 自然是不值得 只是这一次百门大笔的前十的奖励 却有可能让他们获得一件 就连圆英镜老怪物都垂涎的宝物 风雨亭对着苏璇神神秘密地说道 圆英镜老怪物都垂涎的宝物 苏璇听后 也是大吃一惊 不敢置信地问道 据她所知 这百门大笔 不要要看热闹非凡 参赛的修饰也很多 但是奖励 却是并不怎么丰厚的 按照往年的惯例 获得前十的 也就是奖励一万到几万零食 前五的话 还会奖励一件上瓶法器 就算是拿了第一 也就五万零食 一件上瓶法器 外加一枚 适合助击净修饰修炼的 六七品丹药而已 这怎么突然之间 就跟圆英老怪都垂涎的宝物 扯上关系了 哈哈 看在这三千五百万零食的份上 老夫就再送给你一个消息 反正最多两天后 这消息 也会被他们给公布了出来 算不得什么大秘密 风雨亭也许是觉得 赢下了苏璇这么多的零食心下 十分的开心 所以 又说出了一道十大宗门的隐秘来 而且这一次 用的还是传音 前不久 我们西域十大宗门一起 在这西域中 四处一番探寻 终于找到了那座三百年 才会打开一次的斩神秘境入口 斩神秘境入口 苏璇听后 更是的震惊无比 传说这西域 曾经从上界降下过一尊神帝 这神帝 究竟是不是真的神 没有人知道 但是他却是在这西域 把天下修士 当着牲口一般 压迫驱使 随意击杀 甚至用修士的生魂祭炼邪气 死在他手中的修士 多达十万 眼看西域的修士 都快要被他杀绝 这才联合起来反抗 据说那次大战 不要说四大圣地强者进出 就连极西之地的外族 还有那更远的佛国 都看不下去 这神帝的所作所为 出动了他们的强者 光是化神境老祖 都出动了十二尊之多 那一场大战 打得可谓是地动山摇 天地色变 天道更是不断降下天节 天雷滚滚 让战斗变得更加的惨烈 最后 那位神帝也是被一道 九天劫雷劈中 这才将他彻底地击杀 只是 这尊神帝虽死 却在他埋葬之地 渐渐地形成了一处秘境 秘境之中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灵药 灵才 易受不说 还会出现各种丹药 法宝 甚至是功法 最重要的是 那些丹药 法宝 功法 还并非是这世间之物 据说是来自于上界 只是 那是连秘境入口 却要三百年才出现一次 而且 每一次出口位置 都会出现在不同的位置 只是 苏璇听了风雨亭的隐秘消息之后 依然还是有些不明白 这跟这摆门大比 又有什么关系 那地方确实足够让十大宗门 不惜一切代价 只是跟这摆门大比 又有什么关系 苏璇再次对着风雨亭问道 当然有关系 因为这次那入口 只允许金丹静以下 而且还得三十岁以下修士进入 所以 就便宜了 你们这帮小逼宅子 风雨亭对着苏璇说道 看了看苏璇之后 他又继续说道 不过不要误会 肯定没有你们这些小宗门弟子什么事 虽然说 为了让大家不说 我们十大宗门吃毒食 把那进入试炼秘境的名额 拿到了这摆门大比上来竞争 但是你看看 十大宗门哪一个不是 把他们隐藏了多年的案子 给启用了出来 风雨亭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总算是知道了前因后果 不过 不得不感叹 这西域的十大宗门 还算是顾及自己的名声 若是在其他地方 估计各大势力之间 为了争夺这名额 都要大打出手 争夺弄得心风血雨了 而这里 却还把名额拿了出来 大家一起竞争 虽然说 他们启用了案子 这有点做得不地道 但是 毕竟还是给了一些小宗门 有一波的机会 只是这一波 却是有些凶险异常 知道那名额 总共才多少吗 总共也就六十不到 就算是拿到了大比第一名 也就只有十个名额 最后一名的宗门 更是只有一个 第三十六章 这丫头太暴力了 最后一名的宗门 更是只有一个 所以啊 你们这些小宗门 还是想都不要想了 没看见他们 已经开始率先的 对其他小宗门 驻基金以上选 进行了清理了 很不幸的是 那于小婉 正巧就是 被他们清理的对象 而且 他还遇到了凤青瑶 听了风雨婷的话之后 苏璇顿时又感觉 十大宗门 有些不要脸了 说好的公平 竟然搞起了暗箱操作 不过想一想 那就连自己 都有些心动的名额 又觉得 人家做的 似乎没有什么错 毕竟 一旦进入不了前十 就一个名额都没有 下一次就要再等三百年 如果这都不去 不择手段的争取的话 那不是也太 他妈的虚伪了吗 哈哈 所以啊 这临时 就多谢了 风雨婷说完之后 更是直接就收起了 那装满了 临时的储物带来 然后又拍了拍 苏璇的肩膀说道 不过 你小子这位美人 一致千金的性格 倒是跟老夫年轻的时候 有得一拼 老夫年轻的时候 为了一名女修 也曾那可是 豪制过几千万灵石 只是奈何 岁月催人老 作为原来 风明宗宗主的儿子 风雨婷 也曾经是这西域 身份最高的宗二代之一 此时看到了苏璇 他突然间就回忆起了 那年少荒唐 又美好的岁月来 只是 回忆着 回忆着 下一刻 他却是睁大了眼睛 望着那擂台上 惊呼了起来 他 他怎么变得 这般强了 擂台上的 于小婉已经出手 手臂一抬 一道惊鸿 就从他法器上飞出 那法器并不珍贵 只是一柄中品的飞剑 只是就这么一柄 中品法器 却是在他手上 释放出极强的威力 一剑过去 那凤青摇连抵挡 都未能抵挡上 一丝一毫 就此飞出了擂台 然后就躺在了地上 口吐鲜血 挡下了大半的力量的话 恐怕他现在 已经被于小婉一剑 给劈成了两半了 就算是那法宝气胚 此时上面一时 多出了一丝裂痕 发出了阵阵悲鸣 卧槽 这也太暴力了 这一幕 不要说他风雨停了 就连苏璇看到后 也是震惊无比 抱起了粗口 按照战力来说 那于小婉 也就比凤青摇 高出了一倍不到 苏璇一直以为 这丫头能够在20招之内 赢下了对手 就算是不错的了 只是 让苏璇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那于小婉 只是随手的一剑 就将一名同事 助击近初期的对手 给劈下了擂台 而且 他还按照苏璇的吩咐 没有要使用 他的青莲十八剑 只是使用了 他以前修炼的普通剑法 就更加不要说 那凤青摇 乃是原因进强者的后人 乃是那凤翔谷 培养多年的案子 拥有着本命法宝气胚了 猛 这丫头真的是太猛了 苏璇看着 站在那擂台上的于小婉 忍不住地赞叹道 此时 他都有些不敢把这丫头 跟前几天还蹲在角落里 哭得像跟父母 走丢了的孩子似的 的于小婉 给联系在一起了 同时 他又看向了一脸郁闷的 风雨婷 哈哈 风长老 这似乎就不能怪晚辈了吧 对着他伸出了手来 意思是 再明白不过了 就算是你风雨婷 把那零食都已经收了起来 现在也得给我苏璇吐出来 他不害怕这老家伙 恼羞成怒 因为这宿州城内 严禁打斗 他更不会害怕这老家伙赖账 因为一般的烂毒鬼 最害怕被人说 他们的毒品差 输不起 尤其是 还是在这百门大笔之上 这里还有着好几万的修士 若是这名声传了出去的话 那他风雨婷以后 还怎么在各种赌局上混 所以 风雨婷此时就算是都 快要被气得吐血了 他还是把收起来的储物袋 又无可奈何地拿了出来 然后对着苏璇说道 算你小子运气好 这事没完 咱们继续 行啊 还是三千五百万零食一局 风长老要来多少场 我苏璇奉陪 苏璇颠了颠那储物袋 发现零食没少 对着他说道 苏璇猜得果然不错 这老家伙 绝对是妥妥的烂毒鬼 说了想要赢回来 赢了 还想再继续赢得住 不过 苏璇可不想只赢他这点零食就算了 这几天 苏璇因为害怕 这老家伙会找上门找自己扯皮 对他已经打听过了 知道他百多年前 带到西明圣地的好东西不少 丹药 天才地宝 当然 还有大量的风鸣宗留下来的功法 这功法 这才是苏璇最想要的 毕竟 他马上就要招来大量的弟子 这些弟子来了 没什么功法给人家修炼 这算是什么宗门 这才是苏璇 一次又一次地推高赌注的原因 因为那风雨亭 一旦拿不出来零食了 他就可以让他拿这些东西 作为赌注 果然 那风雨亭一听 还是三千五百万零食一局 顿时就为难了起来 这一番赌下来 好不容易才从苏璇的手上 赢下了一千五百万零食 结果这一次 直接就输掉了三千五百万 他现在手上 只剩下了两千万不到 哪里还能够 再拿得出来三千五百万来 对着苏璇问道 咱们就不能 赌回一千万零食一局吗 一千万一局 咱们赌几局 再赌大的 此时 他赌引发作 堂堂的金丹镜西明圣地长老 竟然脸都不要了 对着苏璇祈求了起来 其实 一千万零食 他也就只能再赌上一把的了 只是 苏璇好不容易才把坑挖好 就等着他往里面跳呢 又怎么可能会答应他的祈求 没兴趣 没兴趣 要赌就赌三千五百万零食一把 气得那封雨亭把袖子一甩 红着眼睛对苏璇说道 你给老夫等着 给老夫等着 老夫回去凑一些赌资 明日再来收拾你这臭小子 此时的他已经疏红了眼 在他的心里更是觉得 苏璇只是刚刚撞上狗屎运 才赢了他最后的一把 对助基金以上的修饰实力 依然还是一窍不通 所以 当即就决定 这就回去拿出几件 当年从风鸣中带出来的宝物 抵押了凑出一笔赌本来 他这样烂赌鬼的性格 正是苏璇求之不得的 尤其是听到 要回去凑赌本的时候 苏璇更是对着他高喊道 疯长老 其实你也不用非要跟我赌零食 功法 法宝 丹药 天才地宝 只要是价值相当 我这里都是可以下注的 都是可以下注的 第37张坑已经挖好 只等你跳 都是可以下注的 那风雨亭听了之后 却是更加的气了 你给老子等着 明日老子 一定要让你 把今日赢的全部吐出来 还要连你的橱带都赢过来 他对着苏璇恶狠狠地说道 晚辈明日在这里等你 来赢 前辈明月清早 这话更是气得那风雨亭 连在这里多待上 一分一秒都不愿意 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这里 只是 他边走边 已经在心里盘算了起来 这次 到底拿什么去抵押呢 是法宝 还是担药 不行 不行 无论是丹药还是法宝 就只有那么一些 万一老夫哪一天机缘到了 还要回去振兴我风鸣宗呢 还是功法好一些 毕竟那玩意 只需要几枚玉碟 便能够复制了出来 就算是到时候 赎不回来了 原本还在老夫的手中 损失也不大 毕竟是一名赌徒 做什么事 都会计算自己的利益 总想着 要用最小的代价 换到最大的利益 就想着 回去之后 找几门不怎么厉害的功法 去抵押了凑赌本 反正他当年带出来的功法不少 只要不把他风鸣宗的 核心功法拿出来就是了 只是风雨亭想到这里的时候 却是又想起了 他临走的时候 苏璇说过的话来 对啊 苏璇那小子 不说我用功法 也可以吓住的吗 老夫为何不用功法 跟他吓住呢 而且 老夫还可以在功法上 做上一点手脚 反正那小子 也就是一个 宁业镜初期的家伙 老夫拿住 激进金丹镜的功法 他也狗屁都看不出来 风雨亭心中如是地想到 竟然不但想用功法 做赌资 跟苏璇去赌 而且他还想要 在这些功法里面 动上一些手脚 这样的话 哪怕苏璇就算是赢了 拿回去之后 也是不能修炼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苏璇却拥有 变费围保系统 最不怕的就是 他在功法上 做什么手脚 花了那么大的心思 等的就是他这般呢 等风雨亭走了之后 于小婉又上场了两次 正如他从风雨亭那里 获得的消息一般 几乎每一次 于小婉上场之后的对手 都乃是驻激进的强者 一名驻激进初期就算了 最后一名 更是遇到了一名驻激进中期 战力更是达到了三万以上 也就是于小婉的实力 确实强大 如若不然 德化恐怕已经淘汰在了 这百门大比的第一天了 当然 这些大宗门 针对的也不只是于小婉一人 其他宗门 只要是驻激进以上的修饰 都会被他们针对 甚至 十大宗门自己之间 也是暗暗较劲着 反正这百门大比 也没有规定一个宗门 拿了第一就不能拿下第二名的 他们之间的比试 也几乎都是驻激进 对驻激进 而且 这一次的这十大宗门 似乎全都是豁出去了 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 启用了多少的案子 原本在这百门大比之上 往年很少出现的驻激进 今年的十大宗门 只要是个参加比试的 竟然全都是驻激进高手 甚至 苏璇还看到了一名 西名圣地的驻激进后期强者 而且 这家伙的战力 也达到了恐怖的八万多战力 不要看 苏璇只有宁夜静 就已经拥有了八万多战力 他这可是于小婉 加上中天花的总战力 才有了这般高的战力 这两人一个乃是修炼的 同境界无敌的青莲十八剑 一个拥有着 一伙九色悬炎 全都非一般的驻激进修饰可比 甚至 苏璇今日 看于小婉 依然是轻松的一剑 就将那驻激进中期的修饰 给披下了擂台 苏璇估计 与小婉的实力 一般的驻激进后期 也未必就是这丫头的对手 这样看来 那西鸣圣地的男子 显然也不是一般的驻激进后期 竟然比于小婉 还足足高了三万多战力 这般的战力 估计就算是那一般的 金丹竞出七强者 他都应该能够越积而战 不愧是这玄天大陆 四大圣地之一 西域最强大的存在 竟然连如此这般的弟子 都能够培养得出来 看来我还得再给小婉 准备一些手段才行 苏璇心中不由地想到 说实在的苏璇 因为才穿越到 这个世界几个月时间 一年都不到 所以 他对着这个世界的修仙界 了解的并不多 就比如他只知道 金丹竞以上的修饰 才能够使用法宝 而金丹竞以下 就只能使用法器 却是不知道 原来驻激进 还能够提前培养 本命法宝的气配 要是也能够 给小婉弄到一件 法宝气配就好了 那样的话 小婉也就不用害怕 那西鸣圣地的家伙了 想到这里的苏璇 心中不由地想到 就想要带着于小婉 前往那房市上看看 虽然说 那房市上能够 买到法宝气配 这种东西的几率不大 但是 苏璇还是想要去碰碰运气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他还可以乔装打扮一番 拿出那一小钗 送给他的那 黑色贵宾令来 他就不信了 这宿州城 没有法宝气配 那分店遍布 整个大陆的一份楼 也弄不到法宝气配 只是他们能不能赶得及 送了过来 苏璇就不知道了 如果能够送得过来的话 那他天玄宗 也得去蒸上一帧 前世的名额 然后他苏璇 也要进入那神木秘境 看上一看 只是 苏璇和于小婉刚想要离开 他们就被人给围了起来了 一剑仙子 请收我们为徒吧 求求你了 一剑仙子 在下也是修炼见到的 一剑仙子 收我为徒吧 一群人围着苏璇二人后 倒头就对着 他们跪拜了起来 不过 一剑仙子的名头 一听就不是冲着苏璇来的 一剑仙子 于小婉听了之后 也是一点的迷茫 不明白自己 怎么突然 就多出了一个 这般的婚号来 仙子 一定还不知道吧 我等今日 见了仙子的三场比试 皆是一剑 就解决了对方 哪怕是境界 比仙子高了一个 驻激进中期 也不能抵挡 仙子一剑之威 所以 仙子在我等的心目中 就是所向无敌的一剑仙子 第38章 终于有人想要加入天玄了 而且人不少 所以 仙子在我等的心目中 就成所向无敌的一剑仙子 他们纷纷对着于小婉说道 原来这帮家伙 是今天看了于小婉的战斗之后 迷上了于小婉的战斗方式 那种一剑劈飞对手的战斗方式 太过震撼 让他们着迷 用地球上的话说 这些家伙 已经被于小婉给圈粉了 竟然想要 败在于小婉门下 苏萱原本以为 这样的一幕 最少要等到于小婉 打进百名之后 才有可能 谁能够想到 这才第一天 这丫头 打了三场而已 竟然就已经让这些家伙 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个个开始 跪在地上跪求 其于小婉收他们为徒了 这一切苏萱 除了感叹于小婉这丫头 太给力之外 还不想要感谢那十大宗门 若不是他们启用了 那么多的案子 然后又暗箱操作 让于小婉 接连打败了三明珠激进的话 恐怕还没有此时的效果 大家掀起来听我说 于小婉看了看 跪在地上的那一群 请求他收自己 为徒的修士们说道 极力地推荐起了天玄宗来 这里应该有人知道 半年前的我于小婉 是个什么境点 他对着众人问 那是当然 仙子半年前 因为修炼了那青莲十八剑 已是经脉寸断 修为尽失 被那西明圣地赶出来的那天 我们还亲眼目睹过的 谁能够想到仙子 只用了半年时间 不但身上的伤好了 修为也更甚往昔 更是实力强大了 不知道多少倍 什么原因后人风青鸟 什么注迹中气泄成 在仙子手上连一剑都接不下来 这消息 若是让西明圣地的圣主知道了 恐怕也要 恐怕也要马上安排人来 把仙子给迎接回去了 一帮人纷纷地佩服无比地说道 他们甚至想要说 让西明圣地知道 错失了这般的人才 那西明圣地的圣主长子 也都要毁清了 只是 他们又畏惧 西明圣地的实力 又担心万一 于小婉回到了西明圣地 他们连于小婉也得罪了 才没有敢说出来 只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于小婉早就断了回到 西明圣地的念想 当初他被无情地 扔到了街上的时候 是那般的无助 西明圣地十万修饰 竟然没有一个同门 向他伸出一丁点的援手 若不是遇到了苏璇的话 此时的他都不知道 死到什么地方去了 更何况此时 苏璇能给他的 西明圣地也给不了他 就更加不要说 他还成了苏璇的女人 呵呵 那西明圣地不提也罢 不过 你们可知道 本姑娘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恢复了伤势 还拥有了如今的实力吗 那是因为本姑娘 加入了天玄宗 拥有苏宗主 这般的宗主大人 于小婉对着众人 再次说道 边说还边 把苏璇给 推到了他的前面来 天玄宗 那是什么宗们 我们怎么都没有听说过啊 苏宗主 可是这位 这位的境界 好像才只有宁业境 他这般的也能够做宗主 众人听了于小婉的话之后 纷纷说道 不要说那天 玄宗他们听都没有听过了 光是苏璇此时 才只有宁业境初期的修为 就让他们一点都不相信 那天玄宗 和苏璇有这般的能力 这也是为何苏璇这几个月以来 一直都招收不到弟子的原因 毕竟这一帮人之中 他们自己 好多人都是宁业境 甚至比苏璇的修为更高 又怎么可能会相信苏璇 只是 他们的话才刚刚一说 那于小婉却 是对着他们说道 信与不信 我于小婉管不了 但是 你们若是再敢 对我天玄宗 和宗主大人不敬的话 那各位 就请自便吧 这话 顿时就让那些 怀疑苏璇的人 闭上了嘴巴 甚至还有人被吓得 跪倒在了地上 不敢了 我等再也不敢了 仙子 我等再也不敢 对天玄宗 和苏宗主不敬了 他们对着于小婉祈求道 他们还想要求 于小婉收他们为徒 哪里还敢得罪了苏璇 于小婉的脸色 这才好看了一些 正准备继续宣传 一下天玄宗 谁知道这时候 那人群之中 竟然有一人站了出来 指着苏璇大 喊了起来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当初 就是他带走了经脉寸断 修为尽失的仙子的 终于有人在这时候 认出了苏璇来 没有办法 当时的苏璇 只有区区的断体 竟出妻而已 而且那时候 每天奔波 在外招收弟子 风尘仆仆就算了 还晒得黑油油的 而现在苏璇 不论是穿着 还是气质 都远不是当时可比 境界也境界到了宁夜境 让他们实在是难以 把苏璇跟那个 带走于小婉的 断体竞黑小子 联系在一起 不过 当日看到苏璇 带走于小婉的人 却是不少 今日在这里的 除了刚刚认出来 那人之外 还有其他好几人 这时候 也是认出了苏璇来 可不就是吗 我得天啊 真的是当初的那小伙子 半年前的他 才断体竞初期 现在已经到了宁夜境了 所以我们这才没有认出来 半年之内 从断体竞初期 到了宁夜境 这修炼速度 同样是让人震惊无比 就更加不要说 苏璇的手上 还有厉害的医道 就连经脉寸断 修为尽尸 都能够起死回生 作为一名修士 试问哪个 又避免得了争斗意图 在这慢慢修仙意图之上 处处都是 充满了争斗 修士跟修士之间的争斗 也就算了 他们还要去猎杀凶兽 获得天才地宝 还要跟境界 斗冲击修炼瓶颈 还要跟天节斗抵御 一次又一次的天节 在这一次 又一次的争斗之中 他们每一次都是凶险无比 每一次都是烧不小心 就会万劫不复 可以很肯定地说 修士大多数 都是死在这一次 又一次的争斗之中的 真正的寿终正寝的 少之又少 而有了一个 医道高手的宗主 虽然说不能保证他们 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争斗之中 立于不败之地 他们重伤之时 却是他们 多出来的一张护身符 随时都有可能 救他们一面 让他们 在修仙意图之上 走得更远的互身符 就更加不要说 于小婉和苏璇的实力和境界 都在半年之内 都得到了那么大的突破了 这一切 对于这些低阶修士来说 都有着绝对的诱惑力 很快他们就不再怀疑 苏璇和天玄宗 纷纷表示 要加入天玄宗 我愿意加入天玄宗 苏宗主说 我为弟子吧 他们纷纷大喊道 而且 这一次的人更多 只是一瞬间而已 这里就聚集了 足足一千多人 光是宁业进的 就有着两三百人 第三十九章 双丹田少年 而且 这一次的人更多 只是一瞬间而已 这里就聚集了 足足一千多人 光是宁业进的 就有着两三百人 若是把这些人 全部都招入到天玄宗的话 不但苏璇的宗门升级任务 可以完成了 而且还让天玄宗人数 到达了中等宗门的水平 至少说 人数上已经达到了 中等宗门的水平了 若是再有一两个 金丹镜的长老坐镇的话 那就是 妥妥的中等宗门 如此这般的情形 若是以前的话 苏璇想都不敢想 毕竟他从获得系统 到现在也只招到了一个 于小婉婉 一个中天花而已 然后 就连一个断体禁弟子 都没有能够招到 只是 就算是这样苏璇 也没有就此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马上就答应了 要把这些人 全部都一一地收入门下 天玄宗和苏璇的秘密 实在是太多 要想进入天玄宗的话那 就首先都要能够保守 苏璇和天玄宗的秘密才行 至少需要像于小婉 和中天花那般 用到心 启示永不背叛天玄宗 和不得将苏璇 和天玄宗的秘密泄露出去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首先 感谢大家 对我天玄宗 和本宗主的信任 但是 国有国法 宗有宗规 本宗主 把本门的门规 先给大家宣读一遍 大家若是能够严格地遵守的话 我天玄宗自然会 极力欢迎 若是不能遵守的话 那本宗主 也就只能对各位说一声抱歉了 苏璇举了举手 止住了乱糟糟的场面 然后对着众人说道 下面安静了下来 听起了苏璇宣 读天玄门的门规来 只是 苏璇宣读的第一条 马上就有人受不了 本门门规第一条 任何加入本门弟子 都必须要以道心启示 永远不得背叛宗门 本门门规第二条 任何加入本门弟子 都必须要以道心启示 永远不得泄露本门 任何机密 本门门规第三条 严禁同门争斗 本门门规第四条 严禁同门之间 见死不救 什么 永远都不得背叛宗门 还得以道心启示 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何止是过分 这简直就是 要把人一辈子 都困在他那小小的天玄宗里 哪怕你就算是 已经飞升到了上界 你也不得加入其他宗门 对于一名修士来说 他们最害怕的 就是以道心启示了 因为道心越是坚定 才能够让你在这修仙意图之上 走得更远 若是有了半分的违背 道心就会产生裂痕 轻则道心不稳 修为难以寸进 重则被心魔 轻时走火入魔 所以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胆敢用心魔启示 来开玩笑的 只是 在这修仙意图上 任何一名著激进的修士 都拥有着 足足两百年的寿源 就更加不要说 金丹竞拥有的五百 元英竞拥有的一千 化神境 更是拥有 悠长两千年寿源 这几百上千年的岁月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不说人往高处走 到了一定的实力之后 想要进入更加好 更加强大的宗门了 就只说 在这几百年里 宗门会不会被攻破 会不会灰飞烟灭 这都是两说 所以 光是这一条 就直接劝退了大半的修士 哪怕他们此时 几乎都只有宁业境 断体境修为 不过 幸运的是 虽然走了一大半 但是还是留下了不少的人 毕竟 拥有一个一道高手的宗主 实在是太过诱人 更何况他们也不确定 他们就能够 修炼到金丹 元英 这些境界去 大部分修士 能够筑基 就已经是他们的终极梦想 我愿意 我愿意 宗主大人 弟子现在 就可以当着这么多人 在这里启示 永生永世 都不得背叛宗门 很快 就有着足足的两三百人 都愿意遵守天玄门规 甚至还有不少的人 已经跪在地上 用到新启示了起来 不一会儿时间 苏璇和于小婉 就已经招收到了 两百多名断体境 和四五十名宁业境 虽然说离苏璇完成宗门任务 还差五十多名的宁业境 但是 此时的于小婉才 刚刚打了三场而已 还没有真正地 打出他的名气来 等到接下来的鄙视之中 随着天玄宗的名气 越来越高 苏璇相信 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修士 想要加入天玄宗的 就更加不要说 这些弟子之中 还有不少人 都是断体后期 这些弟子 只要稍加培养 用不了多久 他们也就能够 进阶宁业境 只是 就在苏璇带着于小婉 和新招收的弟子们 要离开这里的时候 突然 苏璇的脑海里 却是再一次地想起了 系统熟悉的声音来 丁 恭喜宿主发现 金色品及废品 可便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又有金色品及废品 听到系统声音的苏璇顿时 就激动了起来 比他刚刚招收到 两三百的弟子门人 都还要激动 毕竟 只要是金色品及的废品 那就要么是于小婉 中天花这种天赋妖孽的天才 要么就是 可蜕变为龙脉的极品灵脉 可抵御原音境巅峰修 都是权力一击的护宗大阵 想到这里的苏璇 对着于小婉说道 你先带着这些人先回宗门 本宗主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办 是的宗主大人 于小婉点了点头 带着一帮新招收的门人 离开了这里 就连苏璇说好的 带他去方式上逛逛这事 他都是问也没有多问 毕竟他知道 若不是苏璇有什么重要的事的话 肯定是不会让他先带着人回去 而于小婉带着众人离开了之后 苏璇这才向着那系统 所指引的方向寻找了过去 很快苏璇就在人群之中 看到了一名躺在地上的少年 那少年的丹田之处 有着两道指头粗细的伤口 伤口不大 虽然上了金疮药 却依然在鼓鼓地 往外冒着鲜血 好可怜啊 好好的双丹田 就这么被人得破了 可不就是吗 如此这般的天赋 若是进了一个上好的宗门的话 肯定会被重点培养 用不了多少年 就能够成长为一名顶级强者 可惜啊可惜 可惜他加入的是那藏龙寺 跟阎音宗那帮老鹰逼成了死敌 听了这些信息 苏璇马上就锁定了 那少年应该就是 他要寻找的金色品及废品 第四十章站起来 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 听了这些信息 苏璇马上就锁定了 那少年应该就是 他要寻找的金色品及废品 若不是这般的话 他也不可能拥有两个丹田 而且还刚巧被人给废了 然后再一仔细打听 顿时明白了 那藏龙寺和那阎音宗 就是一年前在这雌雄擂台处 足足争斗了半年的两大宗门 断体竞上了宁业镜上 弟子拼光了宗门长老上 最后就连两大宗门的掌门人 都在这雌雄擂台之上 拼了个两败俱伤 只是大家都以为 这件事经过两大宗门的掌门人 两败俱伤之后 就已经告一段落 谁知道这恩怨 又被带到了这百门大笔之上 这少年刚好跟颜音宗的 一名助激进的弟子相遇 哪怕这少年 已经拼尽了全力 赢下了这一场战斗 但是还是被那颜音宗的弟子 再都已经被他打下了擂台之时 还偷袭了他一把 将他一双丹田尽数破去 当然 苏璇在这里得到消息 还有很多 比如在那两宗争斗之中 颜音宗在法器上全都为了剧毒 颜音宗的弟子受了伤之后 回去一番医治之后 就会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而藏龙寺的弟子 只要受伤一点点的伤 就会伤势越来越重 轻者修为倒退 难以寸进 重者直接重伤不治 不死即残 而最近就连那藏龙寺的掌门 唯一的荆丹境 亦是未能撑过颜音宗所下的剧毒 前不久已经陨落 宗门内的住击境师叔也是 没有了一人 还拥有一战之力 就连跟他同境界的师弟师妹们 也是伤得伤 死得死 若不是他 乃是这半年才招收的 新入门的弟子的话 恐怕他早已经被害 根本就连站上 那百门大笔擂台的机会都没有 据说这孩子已经算是那藏龙寺 如今唯一能够拿得出来的弟子了 可不是吗 据说 他家掌门 已经把藏龙寺掌门的位置 传给了他了 原本还以为 他就是那传承数百年的 藏龙寺最后希望 可惜 听着这么多人的议论 就连那少年 如今也是紧闭着双目 似乎已经觉得 无力回天不得的任命 苏璇却是用系统 对着这家伙 又查看了起来 胡青诀 藏龙寺掌门 功法 藏龙诀 天赋 双丹田 金色品级 乙废 可变废为宝为紫金色品级 法器 无 境界 宁夜境巅峰 战力 2300 看到这里的苏璇 也是大吃一惊 不亏是双丹田的天赋 竟然连一剑法器都没有 也能够达到2300多的战力 就更加不要说 他还能够硬抗阴炎宗柱激进高手 在这百门大笔上 赢下了这场比赛 若不是那炎英宗太过阴险 这家伙绝对会在一次 百门大笔之中 成为最大的一匹黑马 只是 这也侧面地说明 那藏龙寺此时 也是穷得可怕了 就连他这个掌门人 出来参加百门大笔 亦是连一剑法器都是拿不出来 这般的宗门 如今连他这个掌门的丹田 都已经被废 这也就怪不得这少年此时 紧闭着双目 躺在地上绝望地等死了 不过这一切对于苏璇来说 却是机会到了 不说把这少年收入了门下 他天玄门从此以后 就会再一次多出一名天才门人 更是连那藏龙寺的所有弟子 也是能够一并收了 至于他们身上的剧毒 苏璇就连经脉寸断 修为尽尸都能够变废为宝 更何况是他们身上的 那阴言宗的所谓剧毒了 轻轻松松地 就能够帮他们治好 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 你可愿意站起来再站 苏璇来到了那胡庆角的身边 对着他问道 报仇的机会 我还有报仇的机会 那少年听了苏璇的话 睁开了眼睛来 哪怕此时的他 双丹田已经破碎 伤口还在流血 剧痛还在折磨着他 当他睁开眼睛的这一刻 那眼神中也是金光巨显 只是 在看了一眼苏璇只有宁夜静初期 连他的修为都不如之后 他却又再一次地缓缓地 闭上了双眼 阁下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你一句玩笑话不打紧 连累了阁下 被那言音宗给记恨上了 那可就麻烦了 他对着苏璇无奈地说道 都这般模样了 竟然还在为苏璇而担心 只是 苏璇既然看上了他 就不会害怕什么狗屁言音宗 对着他再次大喊一声道 胡青爵 是男人的话 你就给老子站起来 果然 那青年听到苏璇的话 顿时一个鲤鱼打挺 就此从地上站了起来 就连几个照顾他的藏龙寺弟子 要扶着他 他也一把把这些弟子 统统推了开去 只是丹田被迫而已 还死不了 对 你还死不了 只要死不了 你就还有机会 躺在地上算怎么回事 苏璇对着胡青爵说道 说完之后 他就转身离开 翔谷不用中锤 他相信 这家伙 一定会跟上自己的 果然 胡青爵在见到苏璇那 坚毅的眼神之后 缓缓地跟在了苏璇的身后 几名藏龙寺的弟子 亦是不离不弃 那藏龙寺 都已经没了任何希望 亦是跟在他的身后 掌门师兄 你真的相信他 能够给我藏龙寺带来希望吗 他们对着胡青爵问道 不知道 胡青爵摇了摇头 啊 那我们 为何还要跟上他 几名弟子不懂 人家都不嫌弃 我们会给人家带去麻烦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跟了上去 在临死之前 跟他痛痛快快地好饮一场 哪怕立即就是死了 对于我胡青爵来说 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胡青爵对着几名弟子说道 此时的他 依然是不相信 苏璇能够救得了他 只是想要跟苏璇 在临死之前痛饮一番 他又看了看 自己身边的几名藏龙寺的弟子 对着他们吩咐道 等我死了之后 你们能够离开这西域的 就赶紧离开 若是不愿离开西域的话 就跟了此人 千万不可再回藏龙寺了 听到了这里的几名藏龙寺弟子 哪里还不清楚 他此时已经是在给他们交代一言 纷纷对着胡青爵说道 掌门师兄 我们不走 我们跟随你一起跟宗门共存亡 只是 那胡青爵却是对着他们说道 你等必须听本掌门的 他能够对严因宗有恃无恐 就说明 他真的有那个本事 你等只有跟了他 我藏龙寺的大仇 才有机会得报 虽然不知道 苏玄为何要蹚这趟浑水 但是苏玄坚定的眼神 却是让他觉得 要报他藏龙寺大仇 唯有苏玄 第41章 何不将整个藏龙寺 托付给在下 而那阴言宗 不将整个藏龙寺灭门 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如今 前任掌门刚刚陨落 他这个新任掌门 又被打破了丹田 换了他胡青爵 自己是那阴言宗的宗主 恐怕这时候 也会成他殡要他命 不会给藏龙寺 任何翻盘的机会 如今在他身边的这些弟子 几乎都是藏龙寺 半年前才招收的弟子 半年前藏龙寺 招收的弟子 其实不止这些 毕竟 藏龙寺也是拥有 金丹晋宗主的 终极宗门 只是 眼看着藏龙寺内 弟子死的死 伤的伤 连掌门都已经陨落 就连一些没有受伤的老弟子 都已经自寻出路去了 又何况 是这些入寺 只有半年的行人 他们同样逃得差不多了 就他身边几名弟子 已经是藏龙寺所剩不多 还有一丁点希望的弟子 他实在不忍心 看着这些弟子 跟他回到藏龙寺 等来的 却只有严因宗 对他们的屠戮 他不求这些弟子 能够对藏龙寺不离不弃 只求这些弟子们 有一天有机会的话 能够帮藏龙寺 报了这深仇大恨 而他自己在跟苏璇 喝完了这顿酒之后 他就要回到那藏龙寺中 跟藏龙寺共存亡 报藏龙寺老宗主 对他的知欲知恩 只是 就在他这般临终托孤的时候 苏璇却是转过了头来 对着他说道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在下 不过 为何又不把整个藏龙寺 一起托付给在下呢 苏璇对着胡青爵问道 一起托付给阁下 不不不 我宗寺内如今还活着的四人 也就只有这几名弟子 还有一点希望了 其他的四人不是伤的 连战都站不起来 就是修为倒退 灵力枯竭 跟在下一般废人一个 就不去连累阁下 只要阁下 能够保住我藏龙寺 这几名忠心的弟子 让他们有机会 帮我藏龙寺抱下这深仇大恨 我藏龙寺上上下下 都会对阁下感激不尽了 胡青爵对着苏璇说道 只是 苏璇却是对着他再一次的大吼道 胡青爵 本宗主就问你 若是有机会 让你抱这深仇大恨你可愿意 本宗主只问你一遍 若是不愿意 就当你我从未见过 苏璇的话斩钉截铁 那胡青爵听后 身躯一震 心中那滔天的战役 瞬间被激发了出来 大声地对着苏璇说道 若有机会 我胡青爵万死不辞 以他的拥有双丹田的天资 只要当初 他跟着那帮逃离的寺人们 一起逃离了藏龙寺 据任何一个大宗寺的话 都会得到重点的培养 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只是 这孩子却为了报答那藏龙寺宗主 当初收他为徒 毅然留在了寺内 然后又在宗主陨落之时 毅然地接下了藏龙寺 这一幅烂摊子 用不着你万死不辞 只需要你带领藏龙寺弟子 加入我天玄宗 我苏璇此时 就用道心 岂是在有生之年 一定让你们首任 严因宗的仇人 苏璇对着胡青爵保证道 一个严因宗而已 他苏璇还没有放在眼里 据苏璇所知 就算是严因宗的宗主 也才只有金丹靖出七 这般的实力 不要说去天玄山脉找死 就算是苏璇此时 原本就已经拥有 快九万的战力 加上新招收的几百名弟子 苏璇的战力 已经达到了 宁业境战力的顶峰 达到十万 至于说他严因宗 对付藏龙寺的所谓剧毒 拥有系统的苏璇 更是把半点不会在乎 就更加不要说 苏璇只要收下了 这藏龙寺之后 他马上就可以突破到驻基境 再加上今日新招收的 弟子的实力 再被系统复刻 反馈在苏璇的身上 他的战力 还会继续暴涨 这一番算下来 接下藏龙寺这幅烂摊子 对苏璇来说 只赚不赔 更何况 在他的手里 这烂摊子 似乎比不烂的藏龙寺 更好一些 听了苏璇这般一说 那胡青爵 还终于坚定下了信心 不再犹豫的 一膝盖跪在了地上 用刀心启示了起来 我 胡青爵 今日在此启示 启示完之后 他又对着他身后的 一帮弟子说道 还是那句话 为宗门报仇 九死一生 你等若是现在要离开的话 就请自便 以后 见了大家还是好朋友 若是今日愿意留了下来 从今以后 就得对苏宗主 忠心耿耿 不得背叛宗门 更不能泄露天玄宗 和苏宗主任何机密 不然 我怕胡青爵 第一个就不放过他 听了他的话之后 那一帮弟子 也是纷纷地说道 走什么走 要走的话早就走了 人家苏宗主一个外人 为了能帮我等报仇 都敢用心魔启示 若是我等今日逃了 还有何脸在这修仙界立足 不走了 不走了 我等都以心魔启示 一帮藏龙寺弟子 纷纷跪在了地上 用心魔启示了起来 这里的人数 虽然不多只有几个人 但是几乎每人都是宁业镜 这样一来 苏宗的最后一个宗寺升级任务 就只剩下还差四十多人了 他只需要接下来 去把那藏龙寺彻底地收服之后 马上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只是 在这之前 他还得要先将胡青爵身上的伤势 恢复了才行 毕竟 这家伙此时丹田畜 虽然已经上了金疮药 但是却并未止住血 伤口上 还在鼓鼓地往外冒着鲜血 也就他乃是修仙者 肉身远比普通人强悍 若如不然 不说鲜血流尽而亡 就算是 藤爷已经让他疼得昏死了过去了 其他人在洞外守着 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很快 苏璇带着他们 找到了一处山洞 命令了其他人 在宗寺外守着之后 就带着胡青爵 走进了山洞之中 然后 一股神秘的力量 就从苏璇的身上释放了出来 那股神秘的力量 就像是长了眼睛一般 向着胡青爵的丹田处 涌了过去 转眼之间 胡青爵的伤口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了起来 转眼就恢复如初 看不到任何的伤痕 当然 胡青爵的外伤 其实并不重 就这么两个手指头大小的伤口 对于凡人来说 都算不得什么 更不要说 还是他们这般的休闲者了 要不然 他也不可能顶着这两道伤口 跟在苏璇的身后 走了那么远的路了 他真正的伤 还是他的双丹田 毕竟丹田这玩意 不但是一名修仙者 最重要器官 储存灵气的所在 而且还十分的神秘 从外表看 他就只是一处穴位 明明很小很小 小到只有指头大小 第42章 丹田二分 一阴一阳 但是 当他储存起灵气来 却如同储物袋一般 拥有着巨大的空间 他还能够连通浑身的经脉 还能够炼化灵气 所以 要恢复胡青爵的外伤 十分的容易 要想恢复他的丹田 却是要恢复出一个 可以炼化灵气的巨大空间 还得让这个空间 跟所有经脉相连 不说如今的藏龙寺了 就算是藏龙寺全胜之时 也未必能够做到 只是 这一切对于苏玄来说 却是再简单不过了 胡青觉得外伤才刚刚恢复 他的丹田 就在那股神秘力量下 被修复了出来 甚至就连他原本 储存在丹田之中 已经泄露了的灵力 也在转眼之间 就恢复了过来 让他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那胡青觉得看到这一幕 激动得差一点 眼泪都要流了下来 只是 如果只有这般的话 苏玄的系统 也不叫变费为宝 苏玄也不敢说 让他们亲自报仇 首刃仇人了 那神秘力量 还在继续向着他涌来 他的两处丹田 又开始增长了起来 增长到十倍有余之后 两个丹田最后连在了一起 只是 连在一起的丹田 却又还有一道隔离 就仿佛是太极一样 一边是阴属性的灵气 一边是阳属性的灵气 但是阴阳之间又互有联通 阴阳互补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然后两道丹田 开始飞快地旋转了起来 这一旋转 更是让那丹田之中的灵气 运行速度快了十倍不止 就连里面的灵力 也是直接提高了一个等级 变得更加的精纯 加上刚刚两处丹田的增大十倍 此时的胡青觉 丹田所储存的灵力 足足增加了二三十倍之多 更是让他的战力 从原本的两千多 直接暴涨一倍 涨到了五千多了 要知道当初的余小婉 在进阶到驻基镜之前 也才三千多四千不到 这家伙竟然比当初的余小婉 还要多出一千多战力 丁 恭喜宿主使用 975升望值 成功将金色品级废品 双丹田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接宝物 两仪太极丹田 随着系统丁的一声 苏璇身上的神秘力量 这才缓缓地消失掉 此时 胡青爵身上 再也没有任何的伤势 修为也已经完全地恢复 就连他眼睛中精气 也重新释放了出来 而且变得更甚了几分 只是让人看他一眼 就让人觉得 想跟随他一起 占天占地 争占天下 这家伙绝对为战斗上 天生的战将 苏璇望着眼前的胡青爵 不由地大赞道 而胡青爵此时 却是激动到双手都在颤抖 我的丹田 我的实力 我 此时的他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暴涨的实力 让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 硬是对着那山洞 狠狠挤拳头 砸了下去 同时 因为他修炼的藏龙爵的原因 每一拳打出 都会伴随着 发出一声龙吟 那龙吟声在一响起 他的权力更加地凶悍了几分 打得山洞石壁上 几千斤一块一块的岩石 像是山崩了一般地脱落了下来 眼看着山洞都要崩塌 苏璇这才一把 拖上了他离开了这山洞 而出来之后 胡清爵 却是第一时间 就给苏璇跪了下来 宗主大人再造之恩 清爵无以为报 从今以后 清爵这一条命 就是宗主大人的了 其他的弟子 看到胡清爵 完好无损地走了出来 修为也已经恢复到了巅峰 实力更是更甚以往 也是纷纷对着苏璇跪了下来道 宗主大人再上 我等这条命 从今以后 都是宗主大人的了 而就是他们这一跪 苏璇的脑海里 开始不断地想起来 一阵又一阵的系统生命 丁 宗主用系统 恢复了胡清爵的丹田 并让他的双丹田 进阶位两仪 阴阳丹田 胡清爵对宗主感激不尽 宗主在胡清爵心目中 声望增加 声望值 加号5000 丁 宗主用系统 恢复了胡清爵的丹田 并让他的双丹田 进阶位两仪 阴阳丹田 胡清爵师弟李浩 对宗主感激不尽 宗主在李浩心目中 声望增加 声望值 加号2000 丁 宗主用系统 恢复了胡清爵的丹田 并让他的双丹田 进阶位两仪 阴阳丹田 胡清爵师弟刘明 对宗主感激不尽 宗主在刘明心目中 声望增加 声望值 加号2000 接连六七声的系统声 响起 无论是胡清爵 还是他的几个师弟 都纷纷地给苏璇 提供起了声望值来 就这样 苏璇只是才花了 900多声望值而已 但是 从他们的身上 却直接收获了 一万八千多声望 足足赚到了二十倍之多 更不要说 苏璇此时 还得到了这群弟子的忠心 不过 苏璇 却并未就此满足 在前往收复整个藏龙寺之前 他又掏出了一颗 极品铸鸡丹来 对着胡清爵说道 这枚极品铸鸡丹 你先拿着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明天 你就能够站在那擂台之上 开启你的报仇之路了 不不不 宗主大人 这丹药弟子 是万万不敢收的 看到一枚极品铸鸡丹 就这般摆在了眼前 那胡清爵 一下子就慌了神了 他可是知道 这极品铸鸡丹的价值 当初 他修炼到宁业境巅峰的时候 老宗主就多次地 对他提起过这极品铸鸡丹来 那可是可以再进阶 到铸鸡境 提升数倍实力的丹药 老宗主一直都在说 要不是因为他们 被阴延宗那帮老鹰 避给阴了 一宗上下伤的伤 残的残 他就是拼了他那条老命 这双丹田的天赋 只是那时候的老宗主 已经身受重伤 连拼命都没得拼了 而藏龙寺更是不可能 帮他凑出几百万的零食来 谁知道 此时他竟然在苏璇的手上 看到了那极品铸鸡丹 而且还不犹豫的 就要赏赐给他 刚刚苏璇的再造之恩 他还一分未报 此时却是无论如何 也不敢又收下 苏璇这般的大礼了 只是苏璇却是对着他说道 给你 你就给我收下 除非你不想报仇 而他的几名师弟 也是对着胡清爵说道 是啊 胡师兄 收下吧 等报了宗寺大仇之后 我等一起报答宗主大人的大恩大德 第43章 绝望藏龙寺 等报了宗寺大仇之后 我等一起报答宗主大人的大恩大德 听了报仇二字之后 那清爵终于不再推脱 接过了丹药之后 对着苏璇说道 我胡清爵是个操汉子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不过还是那句话 这一条命 是宗主大人的了 宗主大人以后 但有任何差遣 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他身后的师弟们 同样也是跪了下来 对着苏璇撞怀激烈的道 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面对着这些家伙的激动 苏璇却只是微微一笑 大家都努力修炼 等你们修炼到了宁业 进巅峰之时 你们人人有份 啥 人人有份 宗主大人的意思 是我们以后 也会有一枚极品铸鸡丹 来进阶铸鸡 是应该不可能吧 不过听起来 却是好振奋人心 一帮家伙纷纷说道 虽然说 他们并不敢肯定 苏璇真的 能够每人赏赐一枚极品铸鸡丹 让他们进阶到铸鸡丁 毕竟 那可是一枚 就价值三百万零食 多少的世家子弟 花上几代人的积蓄 也未必就能够拥有一枚 但是 这化落到了他们的耳朵里 却也是让他们热血沸腾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苏璇绝对不是给他们化大饼 他是真的要给这帮家伙 每人一枚极品铸鸡丹 而且不只是他们 只要是对苏璇 忠心耿耿的天玄宗 所有弟子 他们在进阶驻鸡丁之时 苏璇都会给他们一枚极品铸鸡丹 毕竟 他们的实力越强 苏璇的战力也就越高 更何况这玩意 对于苏璇来说 并不算什么 只是炼制上品 铸鸡丹的副产品而已 一如上品铸鸡丹 它跟中天花 都能够有30%的成功率 这30% 就足够它拿回成本了 而那些废丹 才用来升级为极品铸鸡丹 苏璇除了要耗费一些声望之外 都不用多花一块零食 与此同时 宿州城北郊区藏龙山脉 传说 上古曾经有一条蛟龙 在此处修炼成经之后 飞升上界 那蛟龙是不是真实存在 早已经不可靠 但是这山脉之中 却是拥有着一条不错的中品铃脉 也正因为 有了这条中品铃脉 这山脉之中 也便有了阴炎宗 和藏龙寺两大宗寺 两大宗寺之间相安无事 已经数百年 甚至因为是邻居的关系 在数次外族入侵之时 还曾是守望相助的战友 数次一起抵挡过外族的入侵 只是这一代阴炎宗的宗主 却是一个野心家 一心想着 要将这整座藏龙山脉 据为己有 独享那一条中品铃脉 这才有了这般 如今藏龙寺 只剩下一堆 老弱病残的惨剧 而今天藏龙寺的 一群老弱病残 还在期盼着他们的长四人 能够在百四大笔之中大放异彩 能够提升一下宗寺的名气 看你能不能再招收几名弟子回来 毕竟 留在这宗寺内的他们 独身中剧毒 没有了任何的希望了 要想重振藏龙寺 还得要靠他们的掌门 带着一群年轻人来 只是 他们等来的 却是他们的长四 被阴炎宗的人再一次阴亡 就连天赋异禀的双丹田 也被他们的偷袭给破掉 一帮几乎已经失去了 战力的藏龙寺人 终于激起了他们最后血性 藏龙寺的兄弟们 咱们的长四人 在百四大笔之上 双丹田也被阴炎宗那帮老银币 给打破了 我们藏龙寺最后的希望 也没有了 我们这帮老家伙 永远都不可能看到 藏龙寺崛起 报仇的希望了 但是 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们该报的仇 还得要报 哪怕就算是我们死 也死在跟阴炎宗那帮老银币的战斗之中 咬也要从他们身上咬下几块肉来 藏龙寺大肠老行秉怀 处着拐杖 对着藏龙寺最后的死人们大吼道 他原本乃是藏龙寺第二高手 助激进巅峰的修为 若不是跟阴炎宗的争斗的话 用不了几年 他就会成为 藏龙寺第二位金丹靖强者了 只是那一场战斗 却让他的腿上受了伤 回来之后 剧毒发作 不但让他失去一条腿 而且修为也开始倒退 中毒后的他才一年时间而已 不要说 维持在助激进 就连宁夜靖也难以维持 一个原本准备 杜金丹结的助激进巅峰 此时的境界已经跌落到了断体境 眼看着就要修为靖师了 而其他的人也跟他差不多 十多名原本的助激进的高手 除了五长老金碧安 此时还能够保持在助激进之外 其他的人全都地跌落到了断体境 而那些宁夜靖弟子了 比他们更惨 现在能够保住命的 也已经只能躺在了床上 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不是他们几个老家伙 迈着残躯照顾的话 那些宁夜靖弟子 曾经的修仙者 此时连饭都吃不到一口 恐怕都要饿死在这藏龙寺内 就算是还能够维持在助激进的 五长老金碧安 也是因为当时他狠得下心 才刚中了毒就马上一箭 砍掉了自己的右臂 只剩下了一条左臂 这样的他最多也就只能 发挥出宁夜靖巅峰的实力 只是就算是这般的一群人 他们也未曾抛弃了藏龙寺 还有他们的四人 甚至在此时 他们听到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也已经破灭之后 更是发出了报仇的怒吼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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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那些躺在床上弟子 也在此时挣扎着向着外面爬去 哪怕他们根本就已经对那阴炎宗 没有了任何的威胁 他们死也要死在那阴炎宗的山寺之前 赃他们一块地 只是当他们冲出了藏龙寺之时 却发现人家阴炎宗 早就已经在他们的山寺外 等待他们多时了 哈哈 还以为你们要一辈子 躲在宗寺里做缩头乌龟呢 谁知道你们还敢跑出来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送你们这群老家伙 去见你们的老掌门 然后再去追杀 那几个对你们藏龙寺 不离不弃的傻比小崽子 一名驻鸡进高手 带着二三十名 阴炎宗弟子 挡在了藏龙寺的山门前 除了他之外 还拥有着另外两名驻鸡 虽然说 阴阳宗的金丹晋宗主 没有出动 就连驻鸡进中期的长老 也没有出动 但是 这三名驻鸡进初期 却是足够灭了整个藏龙寺了 就连那靖宗寺报信 说胡青爵丹田 被迫的弟子 也是他们故意放了进去的 第四十四章 苏璇的宗门任务 终于圆满 直升驻鸡进 就连那靖宗寺报信 说胡青爵丹田 被迫的弟子 也是他们故意放了进去的 为的就是在最后一刻 也要打击藏龙寺的士气 只是让他们也没有想到 这帮藏龙寺的士人 不但没有士气低落 反而是激起了他们最后的骨气 在这最后一刻口 喊着报仇冲了出来 不过冲了出来又怎样 除了那五长老金碧安 对他们还稍稍有一点威胁而已 其他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 如同铜楼椅 尤其是那些 在地上爬 连站都站不起来的弟子 他们一脚下去 都能够踩死好几人 所以一帮家伙看到 藏龙寺这帮的老弱病残之后 全都怪笑着向着 冲了过去 嘿嘿 从此这藏龙山脉 再无藏龙寺 那带头之人 嘿嘿怪笑一声 直接向着那五长老金碧安冲了过去 只要解决了金碧安之后 这一场战斗 几乎就可以结束了 他们再把那群小崽子一追杀 藏龙寺的道统 从此绝四 这藏龙山脉 就永远是他阴延宗的了 此时 他们甚至连他们阴延宗 最拿手的剧毒 都懒得施展 因为 在他们的眼里 给这帮废物下毒 那都是浪费 只是 就在那家伙 冲向金碧安 眼看着旧药 将金碧安一掌击杀的时候 他的背后却是响起了一声 惊天动地的龙铃声 然后他就看见了 一直长满了龙铃的利爪 从他的心脏处 洞穿了过去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心脏 在那利爪之下 被硬生生捏爆 呼 他回过了头 惊恐地犹如 见了鬼一般 站在他身后竟然是 那原本 已经被他们破了双丹田的胡青爵 只是 他惊恐的眼睛眼神 很快就涣散了开来 就连胡青爵的三个字 都还未叫完 他就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死得不能再死了 而胡青爵 却是看都未曾看他一眼 就向着其他两名住激进初期 追杀了过去 两名住激进修士 同样也是一招都没有挡下 胡青爵的攻击 就被胡青爵击杀 此时的他 就犹如猛虎入羊群 原本还嚣张无比的阴言宗弟子 此时就如同待宰的羔羊一般 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一名又一名地死在了他的手上 他带回来的几名师弟 此时也同样杀红了眼 跟着他一起冲进了 殷言宗的那群弟子之中 只用了半炷香的时间而已 就已被他们杀得所剩无几 苏玄没有出现在战场 此时的他 站在不远处的一块巨石之上 看着这一切 一边防止着殷言宗那边 发现这边的情况 好通之胡青爵 一边一旦殷言宗弟子逃了出来 苏玄就会出手直接击杀 鬼感叹 他们还得要赶紧离开这里 只有到了天玄山脉之后 他们才能彻底的安全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般 各位若肯跟本宗主回天玄宗 本宗主自是会帮各位 医治身上的剧毒 若是不愿 本宗主也不勉强 不过 在加入我天玄宗之前 你等还得要一道兴起事才行 苏玄对着众人说道 藏龙寺此时已经不在 他们这帮人 已经变成了孤魂野鬼 再加上他们伤的伤 残的残 有个人愿意收留他们 给他们一碗饭吃 都算是不错的了 更何况 苏玄还能够治好他们身上的剧毒 还能够给他们报仇的希望 如果不是苏玄救下了胡青爵 胡青爵及时赶到的话 他们连命都早已经没有了 一群人才一听完苏玄的话 马上就跪了下来 对着苏玄高喊道 我等愿意以道心起事 从此跟随宗主大人 十多名住基靖 五六十名名夜靖 除了迅思的金碧安 这一刻 全都被苏玄收入了天玄宗 而他的宗门级任务 也终于在这一刻获得了圆满 丁 恭喜宿主完成宗门升级任务 宗门等级提升到二级 同时宿主境界直升驻激进 随着一声系统熟悉的机械声响起 苏玄只感觉 一股强大的力量向着他醍醐灌顶而来 第四十五章秒杀金丹 丁 恭喜宿主完成宗门升级任务 宗门等级提升到二级 同时宿主境界直升驻激进 随着一声系统熟悉的机械声响起 苏玄只感觉 一股强大的力量向着他醍醐灌顶而来 他的修为瞬间进阶到了驻激进 无论是肉身还是经脉 又或者是灵魂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当然还有他的寿元 驻激进修士除了实力强大之外 就是寿元会远超凡人 提升一倍达到两百年 当然 对于苏玄来说 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 那就是他终于不用再寿 宁业竟只能拥有十万战力的上限的限制了 他的战力再一次地暴涨了起来 转眼之间就直接涨到了十五万之多 要知道此时他的战力增长都还只是一群宁业禁弟子给他提供的 藏龙寺的十多名驻激进修为还未曾恢复 等他们的修为恢复了之后 苏玄的战力还能够暴涨不知道多少 更何况这里还有一群宁业禁弟子 苏玄估计等他们都恢复了的话 自己的战力至少还要增长一倍达到三十万 只是 此时他却还不能帮他们恢复 不说这苏州城里没有一个让苏玄放心的隐蔽之地 只说那阴炎宗随时都有可能追来 苏玄他们就得赶紧赶回天玄山脉才行 所以苏玄连自己的属性都没有查看 就带着一群人出了苏州城向着天玄山脉赶去 而此时那藏龙山脉的阴炎宗 也才终于后知后觉地发现了不对 宗主 宗主 藏龙寺他们 一名弟子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对着阴炎宗宗主因锅动大吼道 知道藏龙寺的宗门被烧了 烧了就烧了吧 因锅动对着那弟子说道 不过心里却还是觉得有些可惜 那毕竟是藏龙寺打造了几百年的宗门 他们完全可以站为己有 搬一批弟子过去居住的 毕竟藏龙寺的宗门所在 也是这藏龙山脉中灵气最浓郁的地方之一 手底下的人实在是不当家不知油炎贵 烧了的话到时候还得要花不少临时重建 不过 这跟他灭了藏龙寺 从此独享这藏龙山脉相比 却又算不得什么 只是那弟子却是对着他说道 启禀宗主大人藏龙寺宗门虽然已经烧毁了 但是我们阴言宗的弟子 却是没有一个人返回 弟子刚刚已经去查探过 那边已经是一片火海 看不到任何的人影 恐怕事情有 这下子那阴锅洞终于坐不住 他派出去的可是三明柱激进 那弟子的话还未说完 他就直接从阴言宗内急冲了出去 向着宿舟城而去 到了宿舟城一打听 听说了苏璇等人的行踪之后 又赶紧出了承袭 向着苏璇等人追杀了过去 清丹静强者的速度是何等之快 只是一炷香的时间 他就已经挡在了苏璇等人的面前 而一帮藏龙寺弟子看到这老家伙之后 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不过他们却没有后退 反而是对着苏璇大吼道 宗主大人带着清爵师兄快走 竟然想要用他们的生命 给苏璇和胡清爵争取一点时间 哪怕他们在清丹静强者手中 能够挡住的时间十分有限 但是此时 竟然没有一人肯先逃的 只是苏璇和胡清爵 却是同样没有要逃 而是就这般站在这里 淡漠地看着眼前的清丹静强者 你为什么不逃 苏璇对着胡清爵笑问道 因为宗主大人没逃 胡清爵斩钉截铁地说道 他的命走就是苏璇的了 苏璇没逃 他是绝对不会有任何逃走的想法 弟子也想斗胆敢问宗主大人 同样的问题 苏璇更是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他不该一个人来 他只是一名精丹初期而已 苏璇还未进阶之时 就不惧于他一战 更何况 此时他已经进阶到助击了 再用系统查看 因锅洞 因言宗宗主 修为 精丹静初期 法器 尚品含鸭剑 功法 幽名含毒 战力 85364 果然如苏璇所猜的一般 他的战力 只有8万多点 若是让他遇到了那 西明圣地的8万多战力的男子 说不定他还要败在 此人手中 就更加不要说 此时的苏璇 已经拥有了15万多的战力 下一刻 苏璇的修为 就全部显露了出来 光是一显露出修为 就已经让胡青爵等弟子 震惊不已 宗主大人你的修为 他们纷纷睁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对着 苏璇问道 因为他们初见苏璇之时 苏璇只有宁夜静出气 要不然胡青爵也不会 那般怀疑苏璇了 就算是他们 离开藏龙寺之时 苏璇的修为 依然还是宁夜静出气 这一切 实在是太匪一所思 已经超出了他等的认知 刚刚不小心 突破了一下 苏璇 却是对着他等 微笑着轻描淡写地说道 好大的胆子 突破一个注击径 就敢烫 我一年踪的浑水 因锅动 却是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 边说海边 开始运气了体内的灵力 一道道灵力 在他的寒压剑上 汇聚了开来 同时 还伴随着阵阵 幽冥寒毒 既然你有如此大的胆子 就也应该做好 承受寒毒吸体 痛苦的准备 老家伙 恶狠狠地对着苏璇说道 他要让苏璇 也尝尝他幽冥寒毒的痛苦 让苏璇 也跟这帮藏龙寺弟子一般 在绝望中 慢慢地死去 只是 面对他的狠毒 苏璇 却是随手就是一掌 真踏马化多 然后他就看到 一道巨大的掌印 铺天盖地地向着 他砸了下来 下一刻 就已经到了他的头顶 然后他只来得及 举起手中的寒压剑 抵挡了一息 然后双手 就已经发出一声 清脆的咔嚓声 寒压剑 已经被苏璇打成了碎片 然后便是他的手臂 手臂又连一息 也未能撑到 就寸寸断裂 连带着他自己整个身体 也被拍进了土里 只留了一个头还在外面 只是 这还不算完那股巨大的力量 更是直接进入了他的体内 蛮横地闯入他的丹田之中 咔嚓 又是一声 清脆的响声响起 他修炼了一百多年的金丹 也在这一掌之下 碎成了碎片 百多年的苦修 一身的修为 竟然在苏璇的一掌之下 只撑了短短的一息 而他引以为傲的幽名寒毒 更是连苏璇的影子都没有碰到 更何谈什么 让苏璇尝尝他的寒毒 不可能 你绝对不可能是助激进 你一定是原英镜的老怪物 第四十六章这门功法 太过歹毒 难道不应该让仇人尝尝 你一定是原英镜的老怪物 因郭栋此时 脸上的狠毒 早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一脸的惊恐 他不敢相信 助激进竟然有这般的实力 甚至把苏璇当成了原英镜老怪物 苏璇哪里有那般的恐怖 以他现代的战力 估计也就比一般的金丹中期强点 不过到了金丹镜以后 境界之间的差距 就变得格外的明显 却已经足够秒杀金丹出七了 更何况这家伙 刚刚完全没有把苏璇放在眼里 连他金丹镜最强的防御 护体钢器都未曾释放了出来 只是 面对他的惊恐 苏璇却是看都未曾看他一眼 就对着胡青绝说道 交给你了 放心吧宗主大人 胡青绝激动无比地说道 一步一步地向着那英锅洞走了过去 就在几个时辰前 苏璇告诉他 他可以帮他们报了藏龙寺的大仇 让他们手认了仇认 一开始 他似乎有些怀疑 后来见到苏璇那神秘力量之后 就知道迟早 他们都会等来这一天 谁知道这还不到一天 苏璇就已经做到 只要杀掉了这英锅天之后 其他的英延宗弟子的日子 就可以用天来计数了 只等大长老等人 修为一恢复 自己一进接住激进 他们就可以打回藏龙山脉 老掌门 看到了吗 弟子帮藏龙寺报仇的时刻到了 先把这老王八蛋给你送过去 接下来 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胡青绝向着 英锅栋一步一步走了过去 眼睛已经变得一片模糊 就连丹田破碎都未曾流下的泪水 此刻也是夺况而出 不 不要 我不要一明明夜静地杀我 给我一个痛快吧 求求你了 给我一个痛快吧 而英锅天此时 却是彻底的慌了 他做了英延宗五十年的宗主 就花了二十年来 修炼幽冥寒毒 好不容易他才处心积虑地 用幽冥寒毒灭了藏龙寺 原以为他们英延宗 终于可以独霸藏龙山脉 谁知道下一刻 他就要陨落在此 而传承了数百年的英延宗 也会随他而去 最可怕的是他此时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卑微地祈求 苏玄给他的痛快 不要让他堂堂的金丹镜强者 死在一名宁业镜手中 只是 苏玄却没有在理他 而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又望向了心秉怀 行修 行修 看在你我曾一同抵御外族入侵 你杀了我吧 不要让我死在一个小背手中啊 他跟行秉怀年龄相当 甚至曾经还在百年前 一同抵抗过外族入侵 只是后来他进阶到金丹镜之后 这行修的称呼 已经几十年未曾提起 反而是行秉怀见了他 却要口称前辈 只是 此时他叫了出来 行秉怀此时 却同样连看都未看他一眼 而是带着一帮弟子 齐刷刷地给苏玄跪了下来 宗主大人在上 从今以后 我等这条命 都是宗主大人的 宗主大人但有所命 我等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对于藏龙寺来说 他们已经尽忠报仇 从这一刻起 他们就生是天玄宗的人 死是天玄宗的鬼 一生一世 只忠于苏玄一人 而随着他等的跪下 苏玄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丁 宿主帮藏龙寺报了灭四大仇 原藏龙寺大肠老行丙怀 对宿主感激不尽 声望值加一零零零零 丁 宿主帮藏龙寺报了灭四大仇 原藏龙寺弟子刘海 对宿主感激不尽 声望值加一零零零零 丁 宿主帮藏龙寺报了灭四大仇 原藏龙寺长四胡青爵 对宿主感激不尽 声望值加一零零零零 而且就像是放鞭炮一般 比任何一次都来得急促 转眼之间 他们就每人给苏玄 提供了一万声望值 如此多的原藏龙寺四人 竟然没有一个掉队 更没有一个人少上一份 宿主大仍 很快 胡青爵就拿着一个储物袋 走到了苏玄的面前 同时 他的另外一只手上 还提着因锅洞 血淋淋的人头 嗯 苏玄接过了那储物袋一看 里面竟然有着五六千万的零食 毕竟是中级宗门 因锅洞又是金丹镜强者 若是再有个一两千万 他都可以打造他的本命法宝了 不过此时 却落入了苏玄的储物袋中 明天可以用来在 封长老那里 片上几步功法 想起功法 苏玄又从那储物袋中 取出一枚玉碟来 那玉碟才刚刚取出 上面就释放出 一道道极寒的寒毒 幽名寒毒 苏玄此时倒是无所谓 这寒毒还伤不到自己 而那帮原藏龙四弟子 却是各个瑟瑟发抖 似乎这寒毒一出现 他们身上的毒性 又增长了几分似的 就是这寒毒让他们痛苦无比 发作之时 连体内的血液都能够冻结 更是会冻结他们的灵力 将他们经脉都冻裂 而这般痛苦 他们这里最长的 已经忍受了一两年 最短的也有一年 毁了他 宗主大人 这门功法太过歹毒 还请宗主大人毁了他 邢炳怀等人 纷纷对着苏玄祈求道 只是 苏玄就是笑了笑道 真的要毁了吗 难道不想让阴炎宗的人 也自己尝尝 说完 苏玄就丢给了胡青爵 你有阴阳两一丹田 这功法正好跟你的藏龙爵 相辅相成 藏龙爵刚猛霸道 这幽冥寒毒因很毒辣 若是一般人 肯定不可能同时修炼 但是对于胡青爵来说 却是再合适不过了 只是 胡青爵 却似乎对这些并不怎么在乎 宗主大人 让弟子修炼 弟子就修炼 他对着苏玄说道 此时 不要说苏玄让他修炼个功法了 就算是 让他自费修为 然后自杀他都会毫不犹豫去做 而他一旦修炼成功 系统亦会复刻了下来 反馈给苏玄 因为此时的苏玄的丹田 已经分为了两半 一半拥有着鹰属性灵气 一半拥有着杨属性 如今的鹰锅洞已死 苏玄完全可以 现在就带着胡青爵等人 杀回藏龙山脉 把鹰岩宗屠杀得干干净净 只是 苏玄却没有这般做 这仇终究是人家 原藏龙四人的 还是把他交给胡青爵等人去报得好 接下来的苏玄 依然还要带着这帮人赶紧回到天玄山脉 如果可以的话 他希望晚上还能回宿周城一趟 不给于小婉找一件法宝契配 苏玄始终都不放心 第47章 这里该不会是传说中的上街吧 不给于小婉找一件法宝契配 苏玄始终都不放心 一群人一路向西而去 转眼之间 他们就行走过了最后一条下品灵脉的地方 再往西走 就是风鸣宗的那座 灵脉被破坏殆尽的山脉 行秉怀心里疑惑 不由地对着苏玄问了起来 宗主大人 我们该不会是 只是 他的话还会说完 胡清爵就对着他提醒道 大长老 跟着宗主大人 走就是了 他何尝不知道 前方就是那原封民宗的筑地 那里一片荒芜 只是 他们刚刚才发誓说 把命都交给了苏玄 现在只是让他们去一个灵气稀薄的地方 就有意见 这样让苏玄会怎么想 行秉怀听了胡清爵的话之后 也是反应了过来 清爵你说得对 咱们跟着宗主大人 走就是了 还有 这大长老的称呼 以后 也不要提起 若是你还看得起老夫 就称 老夫一生诗书 对对对 天玄山脉 到了天玄山脉外 因为有武林夺天大阵的存在 就算是他们已经来到了天玄山脉 也是感受不到任何的灵气 不过 当苏玄打开大阵 放他们进入的时候 他们却再也没有一人有任何意义 紧记着胡清爵的话 跟着苏玄走就是了 一切都不须多问 静静地跟在苏玄身后 鸦雀无声地跟着 只是 当他们进入了山脉之后 他们却在这一刻 再也忍不住惊呼了起来 我的天啊 这还是我们认知里的那个灵脉 被破坏殆尽的 该不会是传说中的上界吧 不是他等不够矜持 也不是他等 转眼就忘记了 胡清爵的嘱咐 而是此处的灵气 实在是太过浓郁 浓郁到了 让他等不敢相信 他们还在这个世界上 怀疑他们是不是 已经飞升到了传说中的上界 是不是上界 老夫不知道 但是这里的灵气 浓郁程度 已经超越了 极品灵脉的浓郁程度 老夫曾经多次去拜访过的西明圣地 那圣明山的灵气 就比这里差得远了 连十分之一都比不上 邢秉怀对着众人说道 因为身份的原因 他有幸去过几次西明圣地 见识过 西明圣地拥有极品 灵脉主风圣明风 但是 跟这里的灵气相比 却还是差得 不是一星半点 而他们现在都才刚刚进入山门 还在山脚下 随着他们的深入灵气 还在不断地增强 到了山顶之后 灵气又会浓郁到什么程度 他们已经不敢想象 望着这帮弟子 如此震惊的样子 就连那一向淡漠的胡清爵 此时一世对着他等说道 说了 让大家跟着宗主大人 走就是了 现在总该是信了吧 也不想想宗主大人 没有一个了不起的宗门 能有这般的实力 大家这才似乎明白了过来 纷纷说道 对啊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不过 宗主大人终究是宗主大人 我等 就算是在这般的宗门里修炼 也不可能达到宗主大人那般 筑击出七秒 杀金丹的实力 一时间 他等对苏璇的敬佩 又增加了几分 更是感激苏源 带着他们来到了这里 远比他们 藏龙山脉灵气浓郁的地方 顿时间 苏璇的脑海中 系统声音再一次响了起来 虽然每个人给苏璇提供的 也就一两千而已 但是奈何人多 这里有着五十多人 一人一两千 也是六七万之多 而且 这还不算 随着苏璇回到了宗内 那些原本 被于小婉带回来的弟子的声望 也开始纷纷到账 他们的人更多 足足两三百人 他们给苏璇提供的声望 也更多 转眼之间 就让苏璇的声望 已经接近了百万了 百万的声望值 若是在这之前的话 苏璇简直想都不敢想 毕竟他在几天前 还在为三万九千变费 为保护宗大阵 而发愁 回到宗内的时候 于小婉已经挑选好了几名 在剑道上 有些天赋的弟子 收为了徒弟 就连中天花也挑选了几人 跟着他学习炼丹 苏璇把于小婉叫了过来 拿出了一个厨袋来 里面装满了零食 于小婉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有着足足 一千万之多 这可把于小婉给吓坏了 对着苏璇问道 给我这么多零食干什么 要知道他们前不久 还租住的是几十块零食 就能够住一年的洞府 还属于这个世界最底层的修饰 这才几天 苏璇就突然给了他一千万零食 所以 哪怕他知道 此时的天玄宗跟苏璇 已经是今非昔比 此时 却依然是震惊不已 拿着储物带的他 竟然不敢接受 不是给你一个人的 以后这些弟子的日常事物 就交给你了 苏璇对着于小婉说道 如今的天玄宗 已经拥有三四百人 苏璇不可能 世事都亲力亲为 是该找个人来管管账务了 只是 就在几天前苏璇还在想 什么时候 让于小婉 做自己的闲内住 如今才过去了几天时间 这就已经成了现实 那也要不到这么多吧 于小婉对着苏璇说道 该花的花 没必要省仗 苏璇对着于小婉说道 这些弟子的实力越强 他的战力就越高 投资这些弟子 就是投资他自己 知道了 玄哥 于小婉对着苏璇说道 虽然他不知道 苏璇拥有系统 但是他却能够感受得到 苏璇特别在乎 这个宗门 自从跟了苏璇住 在一起之后 在外面人多他 对苏璇尊称宗主 在没人的时候 他按照苏璇的要求 都是叫的苏璇玄哥 这里的适乐了之后 苏璇又把那帮中了 剧毒的藏龙四弟子 聚集在了一起 虽然说 此时的苏璇很忙 忙着看晚上 能不能再回溯舟城一趟 但是这些人身上的剧毒 却时时刻刻地折磨着他们 尤其是到了晚上 阳气衰弱 阴气渐肾的时候 他们体内的寒毒 就会发作 当然 苏璇也想知道 把他们的毒解了之后 他的战力 到底又会增加到多少 第48章 再次暴涨的战力 当苏璇 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中间好几人 已经被寒毒折磨得 昏死了过去 甚至一名 实力最弱的弟子身上 头发眉毛上 都能看到寒毒凝聚的冰霜 所以在去宿舟城之前 苏璇还得将他们 变废为宝才行 幸好的是 他们的剧毒 虽重但是他们的天赋一般 需要的声望也不多 助激进的 也就只需要一两百声望 宁夜镜 更是只需要几十 声望需要的不多 那种神秘力量 也就自然用不了多少 苏璇只用了半个时辰不到 脑海里 那熟悉的机械声 就开始不断地响起 丁 宿主耗费声望89 成功将白色品及废品罗高 变废为宝 绿色品及宝物 丁 宿主耗费声望365 成功将绿色品及废品 兴丙怀 变废为宝 蓝色品及宝物 丁丁咚咚地响个不停 半个时辰不到 这些人身上的剧毒 就已经被苏璇给全部去除干净 就连他们残疾了的身体 断掉的胳膊 腿也都重新长了出来 那神秘力量 就连丹田被废 经脉寸断都能够修复 更何况 是断之重生了 而且 他们还都同时获得了一个天赋 那就是万毒不清 虽然这天赋没有什么攻击能力 但是对于这些没有任何天赋的修饰来说 却也是十分的难得 更何况是他们 还曾经身中剧毒 被折磨了那么久 对这百毒不清 就更加的渴望了 这般一来 他们对苏璇更是感激不尽 又给苏璇提供了足足50多万的声望 让苏璇的声望总额 达到了150多万 当然 还有战力 这些人中间可是有着十多名驻激进的 尤其是邢炳 怀他可是驻激进巅峰的存在 虽然他没有什么天赋 但是驻激进巅峰 终究是驻激进巅峰 那也是有着四万多战力的 其他的驻激进有多有少 甚至有一名驻激进初期 只有两三千战力 比宁夜静的胡青爵都还少了一半 不过这也很正常 毕竟 胡青爵还未遇到苏璇之前 就能够硬汉驻激进高手的存在 虽然说他当时被人家偷袭废掉了双丹田 但是他却留在了擂台上 而那家伙 却被他打了下去 而现在 他更是能够秒杀住激进初期的存在 而其他的宁夜静弟子的战力 也都只有几百 最多的也就只有四百多 连五百都不到 其实这也很正常宁夜静弟子的一般水平 都是只有五百不到 像于小婉 胡青爵这种宁夜静 就能够达到的四五千的 原本就是千年一遇的修炼奇才 而这些人所有的战力加在一起有着十多万 这时候 全都反馈在苏璇的身上 也让苏璇的总战力达到了恐怖的三十万 如今的我战力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跟金丹静后期的强者有一战之力 苏璇看着自己的战力不由地想到 十五万的时候 他就已经能够秒杀金丹出气 不过就在苏璇感叹着 自己已经拥有了三十万战力的时候 他的战力突然就又多出了四万多来 然后他就听到了一声悠长的长啸声 那长啸声足足维持了半炷香的时间 难道那小子已经进阶到住基静了 这么快的吗 苏璇赶紧从洞府中冲了出来 而这时候 胡清爵连境界独卫固的吉稳固 就从洞府中破关出了 宗主大人 弟子进阶到住基静了 胡清爵激动地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用系统一查看 胡清爵天玄宗弟子 修为住基静初期 天赋 阴阳两仪丹田 法器 武 功法 藏龙诀 幽冥寒毒 战力 46593 果然收到的是来自于他的战力 四万多的战力 虽然比不得于小婉进阶后的五万多 但是于小婉修炼的功法 却是原本就是攻击性极强的清廉十八件 若是比体内的灵力的话 于小婉却是差他不少 只是 他战力的猛掌 却还不是让苏璇震惊的地方 最让苏璇震惊的是 这家伙炼化灵气的速度 要知道 苏璇给他的可是一枚极品住基丹 这丹药与小婉足足炼化了一天 才炼化完进阶到住基静的 而这家伙 却一个时辰都没有用到 真他妈是个怪物 这种炼化灵气的速度 最多五年 他绝对就能够进阶京丹静了 苏璇不由地感叹道 要知道此时的胡清爵 才十八九岁 也就是说 他在二十五岁之前 他就能够进阶到京丹静 二十五岁不到京丹静 那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不过此时的他 却是对苏璇唯命适从 站在去苏璇身后 就连苏眼神 也是紧跟随着苏璇的影子 眼神里充满了崇敬 说实话苏璇都有些害怕 害怕这家伙 会不会爱上自己 而自己可没有那种 特殊的癖好 宗主大人 弟子想继续参加 百门大别 还请宗主大人允雪 胡青爵对着苏璇请求道 怎么想的 苏璇没有答应 也没有拒绝 按照规则 他并未在天玄宗报名 所以他是无法代表 天玄宗参赛的 弟子偶然间得到消息 这次百门大别的前十名 能够获得进入 神木试炼的名额 弟子想用藏龙寺的名义 把这个名额给拿回来 胡青爵对着苏璇说道 原来这家伙 竟然也知道了 那神木试炼的秘星 不过这也不奇怪 十大宗门弟子 加起来几十万 宗门内突然启用那么多案子 肯定会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十大宗门实力 远超其他宗门 他们有那个信心 在百门大比之中 获得名额 所以他们并未曾 把这秘密严防死守 如果真要是严防死守的话 估计不要说 胡青爵了 就连那西名圣地的 金丹晋长老 都未必就能够得到消息 看来还要 给再给你 也弄一件 法宝器配才行 那可是进入 神木试炼的名额 里面更是拥有着 原音镜老怪物 都垂涎的宝物 苏璇自然不会拒绝 这般的好事 只是 这家伙现在身上 连一件法器都没有 他总不能让人家空着手 去擂台上 跟人家拼命 可是那法宝器配的价值 却也是不菲 能不能找到还不一定 价格恐怕还要超过 极品铸鸡丹的价值 少了千万零食 肯定是拿不下来 而他现在身上 加上今天下午 杀了英国洞之后 抢来的几千万 也有着一亿多的零食 但是苏璇想 要用来明天 坑风雨停工法 要不再卖几枚 极品铸鸡丹 苏璇的身上 如今最值钱的 也就这玩意了 这些天 他让中天花又练了几颅 费丹全部 都已经变费为宝 只是 苏璇还是觉得这东西 最好不要卖得太多 零食啊 零食 老子什么时候 才不会缺零食 苏璇无奈地感叹道 没有办法 一般像他这般的 助鸡进修饰 如果手里拥有一个 绝对可以让他富足地 修炼到金丹镜 节约点 甚至能修炼到元阴镜去 奈何他要养的 却是一整个天玄宗 宗里还有几个妖念 而且说不定还会更多 只是 就在苏璇为零食发愁的时候 中天花却是激动地跑了过来 宗主 宗主 快随我来 说完拉着苏璇就跑 苏璇还从未见他 有过如此的激动的时候 一猜就知道 让他研究的丹药 有眉目了 只是 让苏璇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他在看到他丹炉中的两枚废丹之时 还是激动地叫出了声来 尚品毕杰丹 第49章 地狱级难度的新任务 尚品毕杰丹 不错 宗主大人给天花的材料太过优秀 所以天花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试了一下 结果 还真的练出了此物 说实话 这尚品毕杰丹他并未练至成功 只是两枚废丹而已 但是奈何苏璇有那种神秘力量 所以 这尚品毕杰丹没有练成 反而比练成了更让人欣喜百倍 宗主 我们可以拿着这东西 去拿一凤楼药 踏个十亿零食 他们也不会拒绝 中天花对着苏璇激动地说道 这么多 苏璇听了之后 不敢置信地对着他问道 要知道这毕杰丹 乃是上次 他们从一凤楼接到的订单中 数种丹药之一 虽然说 这毕杰丹就算是在四品丹药里 也是属于极难炼制的 但是 它也只值一个几千万而已 更何况 中天花不知道的是 他口中苏璇给他的材料 十分优秀 还是苏璇四处搜寻来的 陈芝麻烂骨子 除了年份高一点之外 要么是灵力消失 要么就是歪瓜裂枣 甚至重铸鼠咬 极度残缺 只剩下一个空壳 几根根须的都有 原本需要 一千多万灵石的灵财 苏璇才 花了一百万不到 一百万不到 却让苏璇找一份楼要十亿 哪怕就算是 一向喜欢狮子大开口的苏璇 此时也是心惊不已 只是中天花却是对着苏璇说道 宗主大人难道忘了 他们找我们定制的 只是一枚中品避劫丹 而我们给他们炼制出来的 却是一枚 可以帮金丹镜强者 在进阶元英之时 抵御五成以上的 雷结的极品避劫丹 就不会觉得贵了 所谓的避劫丹 自然是用来躲避天结的 而一般下品 只能帮助激进抵御 进阶金丹镜时的雷结 这种丹药 只需要一百多万灵石 就能够买到 任何一名四品炼丹师 都能够炼制得出来 也不值得让一份楼 专门找苏璇他们定制 更是极力地讨好苏璇 只有中品避劫丹才 能够在那元英天结之下 起到一成不到的作用 但是就是这般 一成不到的作用 却都足够让金丹镜巅峰的强者 情愿为他倾家荡产 就更不要说 这还是一枚 极品避劫丹了 这般的丹药 恐怕就算是 那十大宗门 也愿意为他倾其所有 尤其是 像凤翔谷那般 只有一名元英镜 老怪物大宗门 若是这位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就会 马上从十大宗门的层次 掉落到 中型宗门的层次 那不是吧 宿主 苏璇 宗门等级 二级 完成宗门升级任务可升级 修为 祝基镜 祝 宿主修为 跟宗门等级相关 战力 三十四万五千七百八十九 祝 宿主的战力 是整个宗门战力之总和 祝基镜上限为三百万 练丹师 五品 宗门人数 三百八十九 声望 一五四 九零九五 任务 宗门升级任务一 拥有三十柱基镜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二 拥有一千名名业镜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三 拥有五名金丹镜长老 宗门升级任务四 拥有一千亩林田 并成功种植出 五种以上的灵骨 宗门升级任务 拥有一处 可攻原英镜以下修士 随时进入试炼的 上古试炼秘境 任务奖励 宗门升级为三级 宗主直升为金丹镜 说实话 苏璇对这宗门任务 会十分困难 已经有了一些心理准备了 毕竟 进阶到金丹镜之后 实力会继续暴涨就算了 而且还能够拥有 五百年的寿源 只是 他却是没有想到 这哪里是难 简直就是地狱级别的难 首先的是那宁业镜 就需要一千名 驻基镜也需要三十名 金丹镜更是需要五名 那些宁业镜 驻基镜的弟子还好说 毕竟随着天玄宗的名气 越来越盛 要招收这些弟子 还是能做到的 但是 纳金丹镜的长老 却需要足足五名 让他苏璇到哪里去找招 只是 这招收弟子和长老的任务 还是这里面最容易的 而拥有一千亩林田 还要种出五种以上的灵谷 就已经比他难上十倍了 那灵谷 是那么好种植的吗 不说灵谷的种子 大多数都掌控在一些 大宗门手里 严禁外传 不说这些灵谷的种植期间 十分的难以伺候 稍微不小心 就会前功尽弃 没有专业的种植技术 根本就种不出来 只说那灵谷 又不是繁俗界的谷物 几个月 半年就能够成熟 而是需要漫长的岁月 苏璇记得 好像一种成熟期最快点 叫着零碎香谷的灵谷 生长周期 也需要整整十二年 就更加不要说 还有需要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才能够成熟的 只是 这种植灵谷 却还不是最难的 毕竟 想要购买到种子 还能够想办法 种出来 也只需要熬时间就行 真正的地狱级 难度的是 竟然要让苏璇 拥有一座原因镜以下修饰 能够随时可以进入 试炼的试炼秘境 而且还需要是上古的 试炼秘境 可不是像修炼秘境那般 找个灵气浓郁的地方 让弟子进入之后 灵气吸收的速度快上一些 进阶的更加的 容易一些 这般简单就行 所谓的试炼 最少都需要进入之后 能够在里面进行战斗试炼才行 就像是副本一样需要的 是让弟子们进去之后 在里面可以战斗刷 战斗经验 而且 还可以获得一些其他的奖励 甚至是在里面可以寻宝 锻炼自己的心性等等功能 这玩意 不要说此时的苏璇了 就连那十大宗门 也没有一家拥有 这一般的试炼秘境 唯有西明圣地 有着三层的试炼塔 据说 还只能提供给助激进修士 进去试炼一下 就算是西明圣地 传承了上万年 拥有着化神境老祖 也未能打造出让 金丹靖弟子 可以进去试炼的 第四层试炼塔来 更何况 他苏璇此时 只是一名小小的驻基进而已 而且这系统 提出条件前面 还加了一个上古 提起上古 苏璇倒是想到了一处 也就只有那一座神帝神木 只是 苏璇才刚刚有了这般的念头 马上就又摇起了头来 不要说那神木 就连西明圣地 外加十大宗门 都不敢强行独占了 只说 他还需要三百年 才会开启一次 而且现在 还只能让金丹靖以下的驻基进 还有年龄限制 必须三十岁以下的修士 才能够进入 就满足不了系统提出的条件 第五是张 我只想逛个地摊而已 你竟然我来个上古宝物 系统啊系统 你是想要老子 永远都完不成任务 进接不了金丹靖吗 望着那地狱级的任务 苏璇满脸的郁闷 甚至都有些想要 撂挑子了 不过 一想到 完成了任务的话 他就可以进阶到金丹靖 拥有五百年的寿源 更有着远超同境界修士的战力 毕竟 他的驻基进的战力上限 就已经达到了三百万 三百万的战力 那绝对已经是 妥妥的原音靖强者 才拥有的战力了 若是让他进入了金丹靖的话 那还不拥有 化神靖的战力 算了 算了 虽然这些任务 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但是毕竟 老子还年轻 还有这一百多年的寿源 老子就不幸了这一百多年里 拥有系统的我 还弄不到一处失联秘境来 牢骚归牢骚 他苏璇 终究不是一个 轻易放弃之人 所以 很快他就又坚定了决心 继续砥砺前行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这就出发 中天花走了出来 此时他已经 再一次地变成了 上一次的那名老者 而苏璇此时 也已经变成 上次的杜公子 二人出了这炼丹房之后 很快就被几名 巡逻的弟子发现 然后就被围了起来 还是中天花 拿出了他身份令牌之后 巡逻的弟子 这才放了他们离开 而这一路上 苏璇看到宗门内 到处都是弟子 在忙碌着 有的在清理洞府 有的在建造着藏金阁 炼丹阁 功勋阁等等 宗门设施 而袁藏龙寺的 那十多名著激进高手 在恢复了修为后 也没有闲着 此时也已经成为了 天玄宗的各大执事 开始了各司其职的 带着一帮弟子 都到了晚上了 还干得热火朝天 看着这如此的一幕 苏璇的心里满满的成就感 也更加打消了 要撂挑子的想法 我苏璇就不信了 几个宗门任务 还真的能难住 我苏璇一辈子 很快 苏璇和中天花 就又来到了苏州城 此时 已经是深夜 苏州城内 已经是一片漆黑 唯有一处地方 还是灯火通明 那就是城南方市 这苏州城里的不夜城 不要说 大多数店铺 都没有关门 就连那些跳躁市场 摆地摊的修饰 此时也是随处可见 甚至比白天更多 当然 苏璇二人 今日来这房市上 主要还是为了 帮于小婉和胡青爵 寻找两件法宝器配 这些地摊上 肯定是没有苏璇他们想要的 所以 苏璇他们看都没有看 就向着一缝楼 静止而去 连万宝楼 他们都没有去问 毕竟上一次 苏璇打听 极品注鸡单的时候 连万宝楼都没有 就更加不要说 更加珍贵的法宝器配了 只是 走着走着 苏璇的脑海里 却再一次地想起了 系统的提醒声来 丁 恭喜宿主发现 红色品级废品 可变费为宝 为金色品级宝物 红色品级废品 苏璇听到这系统的声音之后 顿时就来了精神 要知道 虽然红色品级的废品 比不上金色 但是那也是极其稀少的存在 苏璇上一次听到 这般的声音 还是那最后 被自己变成了 极品灵脉的三条上品灵脉 哪怕就算是苏璇刚 刚可以卖出 十亿零食的上品度结单 在没有变费为宝之前 也才是紫色而已 所以 苏璇听到了系统的提醒之后 马上向着那系统提示的方向 赶了过去 很快就来到了一处地摊旁 而让苏璇没有想到的是 这摆摊的 竟然是他白天 见到过的那一对 盲人师徒 难道那红色品级废品 是这小瞎子 不应该啊 若是这般的话 我白天见到他的时候 为何系统没有提醒 苏璇心中不由地想到 为了确定苏璇甚至用系统 对着这孩子查看了起来 果然 这孩子 废品的却是废品 毕竟一双眼睛瞎了 只是 他却只是白色而已 不是这孩子 难道是他师父 苏璇心中不由地想到 不过他马上就又否定了 毕竟他师父白天 苏璇同样也是见到过的 难道 突然 苏璇看向了他们的地摊 像是想起了什么 这地摊上的东西并不多 而且 东西还十分地陈旧 像是一堆破烂一般 说实话 若不是系统提醒 苏璇都很难把这些东西 都能够变费为宝为金色的 红色品级联系在一起 不过 那老瞎子看到苏璇他们之后 却是对着苏璇他们 热情地介绍了起来 客人你可不要小看 老朽这摊位上的东西 看似破破烂烂 但是这些却都是我上清门 由上古流传了下来 不可多得的宝物 苏璇听了那老瞎子的话 赶紧看向了那老瞎子的眼睛 此时他真心是怀疑 这老瞎子 是不是能够看得穿他的心思 刚刚自己还在为上古的 失联秘境而发愁 转眼之间就遇到了他 你还说 他是来自于船自上古的宗门 地摊上这一堆破烂 也是船自上古 不过苏璇仔细地一看 他那双眼睛不但已经双茫 而且 修为也才驻基进初期 站立更是只有一千多两千不到 恐怕就算是在普通的驻基进里 也是属于站立垫底的那种存在 是吗 老板还真会做生意 这上古二字还真的 差一点真的把本哨给唬住了 苏璇摇了摇头 开始用系统一件一件查看了起来 他这摊位上的东西也不多 只有十多件 所以 很快苏璇就把这里所有的东西 查看了得差不多了 不要说这些东西 不是那红色废品了 就连白色的都不是 就是完好无损的东西 也不可能能够变废为宝 而此时那地摊之上 也就只剩下了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 有一颗宁灵丹 这种丹药 只是宁夜镜修饰用来提升他们的修炼速度而已 也是刚炼之不久 然后就是一个木盒里装着一株灵药 品级不高 上面的泥土都还有 估计也就最近才挖了出来 肯定不是什么废品 更不可能是红色品级 最后 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块小小的木盘 那木盘黑漆漆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老瞎子经常盘的原因 都包了厚厚的浆了 连材料都看不清 该不会就是它吧 说实在的苏璇 真的有些怀疑 是不是系统报错了 毕竟这木盘实在是太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了 只是 既然来都来了 它还是用系统 向着那木盘查看了过去 只是 下一刻 苏璇就在心中狂喜了起来 卧槽 不是吧 竟然真的是上古的 第五十一章 六门随意传送阵 卧槽 不是吧 竟然真的是上古的 若不是苏璇经常简陋 最是知道 此时它表现得太惊讶 会让那老瞎子 对它进行漫天要价 更有可能产生了怀疑 不把那木盘卖给了它的话 苏璇都要震惊地叫出了声来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在这小小的地摊上 竟然还真的有来自上古的宝物 上古六门随意传送阵 红色品级 已废 可便废为宝 为金色品级宝物 功能 此阵共有阵盘六块 六块阵盘之间 可随意传送 柱 宿主可随身携带一块 随时随地使用传送阵 这绝对算得上一件质保 一件可以在关键时刻保命的质保 苏璇看了系统的介绍之后 更是震惊无比 这玩意竟然是一件传送阵的阵盘 而且 还不是一般的传送阵 而是一座可以随身携带的传送阵 这宿州城中就拥有着一座 苏璇甚至还亲自去参观过 那是一座能传送到中土世界的传送阵 要想传送到静安城的话 就必须去城中心的传送阵 才能够传送到中州安育城去 也是这西域唯一一处能传送到中州的传送阵 但是 这六门随意传送阵 却可以随身携带随时随地使用 你只需要携带其中一块 把其他五块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它都可以随时随地地传送到这五个任何地方 其他的不说 只说苏璇有了这传送阵之后 只需要身上放一块 宗门内放一块 它就可以随时随地地都传送回宗门 而天玄宗又有着可抵挡任何原因 进巅峰强者的武林夺天大阵 那时候不要说 敌人不知道他苏璇传送到了哪里去了 就算是让他们知道了 只要是化神镜以下 也都拿苏璇没有任何办法 反而是他们胆胆打上门的话 说不定会被苏璇永远留在天玄山脉 更何况 这还是他红色品级的功能 变废为宝之后的金色品级 还不知道会出何等更加逆天的功能来 这阵盘本公子要了 苏璇对着那老瞎子说道 客人一看就是食货之人 食不相瞒 此物乃是我上青门传自上谷的十大质宝之一 客人要的话就给亦 一 十万零食 客人看如何 老瞎子对着苏璇说道 先是比出了一个手指头 看样子就知道 他应该是想说一万零食的 然后似乎又觉得 是不是要得低了 最后又要喊了个十万 只是说了十万之后 信心又确实不足 所以 后面又加了一个客人看如何 此时的苏璇 还真的有些相信 这老瞎子的上青门 乃是船自上谷了 只是 他更想吐槽的 是他上青门船自上谷的质宝 就是这般被他建卖的吗 这些年来 他到底又建卖了多少这般的质宝 本公子给你二十万 想到这里的苏璇 立即就有了主意 拿出了二十万零食来 放到了那老瞎子面前 那老瞎子一听高兴的手都在颤抖 一把就向着 那那二十万零食抓了过去 只是这时候 苏璇确实又按住了零食 这二十万零食是给了你了 但是 你却要答应本公子一件事 那老瞎子听后 顿时就又把手收了回去 然后一脸警惕地看着苏璇道 我老瞎子绝不背叛宗门 客人也最好不要打小瞎子主意 看得出来 他把宗门的传承 看得比命还重要 这或许就是他这一门 能够从上谷传承至今的原因吧 幸好那红色品级的废品 不是那小瞎子 要不然的话 这老瞎子 恐怕还要跟苏璇拼命 放心好了 你上青门 竟然能够传自上谷 相信这世间 也没有任何一个修士 忍心让你上 青门断了道统 实不相瞒 我家老祖一向喜欢 收集一些上谷的老东西 越是古老 越是喜欢的键 所以这多出来的十万零食 是给你的定金 以后若是有了这般 同样传自上谷的东西 还给本公子留着 绝不会亏待你的 说完之后 苏璇这才松开了 那二十万零食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那老瞎子 这才松了一口气 收起了零食 然后又指着 他地摊上的其他东西 被这苏璇推销道 这宁灵丹 阁下可不要小看 这宁灵丹 他也是上谷炼制 已经有十万年的年份 还有这防御服 同样传自上谷 竟然想要忽悠苏璇 再买上一两样 毕竟苏璇的零食 实在是太好赚了 只是苏璇却对着他说道 本公子既然敢来 逃着上谷的东西 你这种上周的东西 就不要拿出来了 记住了 要真正上谷的老物件 然后就带着那阵盘 离开了这里 多出的十万灵石 对于此时的苏璇 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他想要赌 赌这老瞎子 还能不能拿得出来 其他的上谷之物 只要能够拿得出来 一件的话 苏璇就赚大了 等到走远了之后 那中天花赶紧对着苏璇说道 宗主 难道这木盘 还真的是一件宝物 一件可以传送 百万里之内的传送阵 算不得上宝物 苏璇微笑着 对着他问道 宗主 你确定 咱们这宿州城 通往中州的传送阵 当初都花了一百亿零食 才打造而成 中天花不敢置信地 对着苏璇问道 只是 苏璇却是对着他说道 那一百亿的传送阵 恐怕还比不得他 啊 中天花听了之后 更是震惊 震惊到 都不敢再继续问了下去 接下来 苏璇和中天花仔 没有在路上耽搁 直接向着那一份楼赶了过去 杜公子 刚刚还在想 要如何才能够联系的上杜公子呢 杜公子就自己上了门了 一小柴巧笑 嫣然地迎了出来 连衣服都没有穿好 应该是早就休息了 听到苏璇他们来了之后 又赶紧起来迎接了出来 苏璇却依然 还是那般冷漠的样子 对着他问道 怎爹 拿了你五千万零食的定金 还怕本公子跑了不成 杜公子这是说的哪里的话 区区五千万 怎么能够入得了杜公子的法眼 之所以 想要联系杜公子 还是因为三天之后 我一份楼的拍卖会 想要让杜公子过来捧捧场 一小柴对着苏璇说道 三天后 那不是百门大笔都结束了吗 第五十二章 一小柴已经做好了大出写的准备 三天之后 那不是百门大笔都已经结束了吗 苏璇不解地对着一小柴问道 他原本觉得 一小柴在拿到了那些极品筑机单之后 就会赶在百门大笔之前 就举行拍卖会 谁知道 一份楼不但没有在百门大笔之前举行 反而还要等到百门大笔之后 原本应该是百门大笔之前召开的 谁知道又传出了找到神木入口的消息 就推迟到后了几天 不过这一次拍卖会上的好东西 却也多了不少 一小柴对着苏璇笑着说道 原来这消息果然如同自己所想 恐怕现在西域已经没有几人不知道了 而比起百门大笔 这神木试炼显然要更加重要得多 那些大宗门 大家族也肯定要肯花零食得多 原来如此 说说看这一次的拍卖会上 都有什么好东西 若是没有什么便宜 占的话 本公子可是没有那个兴趣的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有肯定有 妾身就数便宜最多 正等着杜公子来占呢 杜公子请随妾身来 到了三楼之后再慢慢详谈 此时的他 头发半晚 衣衫微松 睡眼朦胧 四行非行 又说着这般调笑的话语 说不出的妩媚动人 只是 苏璇却似乎并不解着风情 是吗 本公子想要一些灵骨种子 苏璇没有先问法宝气胚 更没有多看一小差一眼 弄得一小差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是妾身的魅力不够 还是妾身说的不够明显 不过 苏璇提起的灵骨种子 此时他还真拿不出来 又或者说 是他们一缝楼不敢碰的东西 这灵骨种子 公子就确实有些难为妾身了 怎爹 你一缝楼号称大陆第一伤骨世家 难道连几粒灵骨种子都搞不来 苏璇不明白地问道 那灵骨种子 虽然一直都掌握在那些大型宗门的手中 一般人很难搞到 但是这一缝楼不同 他们一家分店开遍整个大陆 跟他们有生意往来的宗门势力 更是多如牛毛 难道这样势力就没有一人愿意 卖几粒种子黑他们呢 更何况 就在他们这一缝楼里 就卖得有鲜粮 而所谓的鲜粮 就是用灵骨制作出来 供修仙者食用的粮食 修仙者到了住基金之后 便会拥有了壁骨石器的能力 不用再食用凡人世界的食物 也不会饿死 反而是这些食物杂质太多 需要花大量的功夫排出体外 耽误了修炼 不过也不是说 修仙者以后就不会再吃饭了 毕竟就算是仙人 他们也还会食用盘桃火藻 龙肝凤髓这些天地气震 而普通的修士 也可以食用灵兽 灵草 灵骨等等 尤其是灵骨 因为产量颇大 大型宗门内用灵田种植 也不用冒太大风险 只需要派遣几名灵植师 精心培养就行 所以便成了修仙者们 最主要的口粮 只不过 那些大型宗门在出售仙粮的时候 都会经过一番炼制 提升仙粮的口味和灵气 当然 他们炼制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毁掉灵骨之中的胚芽 让仙粮卖出之后不能生根发芽 更不可能用来做种子 培养出新的灵骨来 而这一奉楼里 就常年累月都供应着仙粮 却连几粒种子都弄不来 那一小差送给自己的那黑金贵宾令 还有何用 只是 似乎苏璇还真的把这事想得这么简单了 公子有所不知 我素周成义凤楼分店的仙粮 采购于西明圣地 灵药采购于药王谷 而且 绝不在这义凤楼里 出售任何的灵骨 灵药种子 这是我义凤楼 在这西域经商的原则 他这么一说 苏璇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在这西域 灵骨种植最多的 就属西明圣地 而培养灵药最出名的 便是那药王谷 恰恰这两家势力 又是这西域数一数二的势力 他们一个外来的经商世家 想要在这里经营下去 怎么敢去碰人家这些核心利益 与其说不卖灵药 灵骨种子是他们的原则 不如说是 他们对西域本土 大宗门大势力的妥协 不过 妾身虽然不能帮杜公子 弄到那灵骨的种子 但是却知道 有一个人那里绝对有此物 而且 此人还十分地好赌 公子若是实在想要此物的话 可以在他身上打些主意 一小差一对着苏璇说道 他这般一说 苏璇马上就想起了 他所说人是谁了 对啊 本公子怎得把这位给忘了 一小差一说 苏璇马上就想起了风雨亭来 毕竟那风鸣宗虽然被灭 但他终归是 曾经拥有一条极品灵脉的 十大宗门之一 苏璇到现在为止 除了听说过西明圣地 拥有一条极品灵脉之外 还没有其他的宗门 听说拥有极品灵脉 所以 那风鸣宗当时的实力 就算是在十大宗门内 也是属于顶尖的存在才对 不然的话 他们也等不了外族入侵 就已经被这西域其他宗门给灭掉了 这般的存在 怎么可能没有灵骨的种植 而灵骨种子这般重要的东西 想要重振风鸣宗的风雨亭 又怎么可能不带了出来 现在本公子最想要的 就是那灵骨种子 既然你们都弄不来这玩意 你这里还有什么便宜好占呢 苏璇对这一小差说道 不再纠结于他 能不能帮自己弄来灵骨种子 而是再次打起了 来这里占便宜的主意 杜公子别急啊 那灵骨种子 关系到我一家的经商原则 妾身也是无可奈何 其他的便宜度公子尽管提 妾身保证绝不拒绝公子不就是了 一小差对着苏璇说道 他知道苏璇这种人没有好处 是不可能被他拉拢的 他已经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了 是吗 任何便宜你都答应 苏璇听了之后对着他问道 还用怀疑的眼神在他身上瞟着 不得不说 这女人虽然年龄不知几何 但是身材却是好的 要人幸免 在苏璇看向他的时候 也不像一般女子那般会害羞 反而是挺了挺胸脯 有意的在苏璇的面前炫耀 显摆起他的好身材来 只是 可惜 第53章家规而已 只要有让你甘愿受罚的东西 只是 可惜的是 修是不是普通人 几分钟便能完事 像苏璇这等助激进强者 身体已是属于超越了凡人的存在 没得的四五个时辰 是不可能下得来 如今已经到了半夜晨时 明日一早 于小婉便要再上擂台 那法宝契胚拿了回去 还需要低血认主 再祭练一番 才能使用 苏璇只能提出另一个过分要求 那就把这次拍卖会清单 拿给本公子看看吧 啥 清单 一小茶一听 顿时就直接站了起来 他是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大出血 尽可能地满足苏璇的要求 只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苏璇竟然提出要看 这次拍卖会的清单来 公子可是知道 那是我一份楼商业机密 也就是他想要极力拉拢的苏璇了 如果是其他人提出如此过分要求的话 一小差此时恐怕都要送客赶人 只是 他这边的脸色才一变 都不用他赶 苏璇就直接站了起来 一会是贵店的原则 一会又是贵店的商业机密 跟贵店打点交道 一点诚意都没有 既然如此 这些东西 本公子也不要了 请一管事收好 说完 他还掏出一个储物袋来 放下就要离开了这里 那一小差不明白 苏璇那储物袋之中 究竟装的是什么 拿起来来一看 那里面竟然装得着五千万的零食 除了零食之外 还有一块小小的黑金令牌 正是他前不久 送给苏璇的那块 他一份楼的黑金贵宾令 都公子 那清单真的是我一份楼商业机密 我一家家归森严 若是违背了的话 妾身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还请公子放过妾身啊 一小差也对着苏璇祈求了起来 好不容易才拉拢了一个 有可能家有三级炼丝家的宗二代 他可不想 第一笔生意都没有做成 就这么得罪了 苏璇当然知道 作为大陆第一商业世家的一家 肯定有着森严的家规 若不然 他们也不可能做到这大陆第一 但是 自己却现在 就想要法宝弃配 却等不及到他们三天之后的拍卖会了 再说了 三天之后的拍卖会上 苏璇还要跟一帮人竞价 能占得到多大的便宜去 所以 苏璇现在必须避一下这女人 至于说他一家的家规 在森严的家规 只要有足够的利益 也有人会去冒风险违背 更何况 这东西还能让这女人 违背了家规 也未必会受惩罚 那一管是再看看此物 苏璇掏出了一个锦盒来 向着一小钗扔了过去 一小钗赶紧接了过去到 妾身猜这锦盒之中 肯定是炼制好的丹药样品 只是 就算是这般妾身也 他应该原本是想说 也不敢触犯家族的家规的 只是 下一刻他就说不下去了 而是拍着胸口 对着苏璇喊了起来 我的公子呀 你是妾身的冤家吗 就这般想 吓死了妾身 此时的他 脸上已经失去了 他标准似的 巧笑嫣然 变成了大惊失色 就算是苏璇站在远处 都能够听得见 这女人的呼吸变得急促 心仿佛要从胸腔里蹦了出来 因为苏璇随手扔给他的 竟然是一枚极品碧结蛋 一枚可以让他一家 多出一名原因禁老怪物的碧结蛋 如此珍贵的东西 苏璇竟然就这么直接 向着他扔了过来 要是扔在了地上 他没有接住 该怎么办 那原本他一家 要进接到原因禁的长辈 恐怕知道了 活吞了他的心都会有 看到他这般的表情 苏璇就知道 今夜他这便宜是站定了 对着他说道 若是还不够的话 就当本公子今夜没来 那一小差一听 哪里还敢有半分的拒绝 赶紧对着苏璇说道 公子来过 公子 今夜能来一份楼 妾身终身难忘 怎能当没来过 稍等片刻 妾身这就去给公子取来 有了这般这几品碧结丹 不要说苏璇看看 那拍卖会的清丹了 就算是不办 这次拍卖会 又算什么 更何况 苏璇能够给弄来 几品碧结丹 那其他的丹药呢 会不会有几品炼破丹 会不会有几品应变丹 更会不会有那种可以 能够让原因禁 突破化神经的丹药 很快 他就捧着清丹 来到了苏璇的面前 苏璇赶紧在清丹上 查看了起来 很快苏璇在清丹上 就找到好几件法宝契配 尤其是一双黑白双色的拳头 竟然同样是阴阳双属性 正应了胡青爵的丹田 一阴一阳 功法一刚猛 一阴毒 当即就决定了 要把这拳套 给胡青爵买下来 不过这拳套的价格 也是让苏璇一惊 竟然高达3800万零食 要知道 此时一小差 给苏璇看的清丹上 还只是底价而已 要是真的上了拍卖会的话 说不得还得翻一翻 甚至超过一亿零食 也有可能 这般的价格 比起法宝来 都还要贵了 不知道多少 你这法宝七佩 竟然比法宝还要贵 苏璇对着一小差问道 公子难道不知 一小差对着苏璇问道 觉得苏璇 作为一个大宗门强者的后人 肯定是知道这些的 本公子每天赚零食 都忙不过来 为何要知道 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苏璇却是对着他 毫不客气反问道 这时候不能露窃 因为这修饰一生之中 可以拥有无数件法宝 但是这本命法宝 却只能拥有一件 所以 这法宝契佩所需要的材料 原本就要使用 比普通法宝 更加珍贵的材料 另外 还得让这法宝契佩 拥有一定的成长性 以免到了 随着修为越来越高 这法宝契佩 就变成了扔了可惜 不扔又没有多大用处的积累 他这般说 苏璇算是明白了过来 同时 也庆幸中天花 把那毕节丹的废丹 给炼制了出来 要不然的话 苏璇还真买不起 两件法宝契佩 然后 苏璇又仔细地 查看起清单来 这期间 那中天花嘴巴里 似乎发出了一声 疑的一声 不过 他声音实在是太小 苏璇也没有太过注意 此时的苏璇 完全沉浸在帮于小婉 寻找法宝契佩这件事上 只是 当他把这清单都看完了 也没有找到一件 适合于小婉的法宝契佩 虽然这清单上的 法宝契佩 确实不少 足足七八件之多 但都不是飞剑类 而于小婉修炼的是 见到至强功法清廉十八件 若是本命法宝 都不用飞剑的话 那还不如让他继续用着法器 看到苏璇把所有的清单 都看得快完了 都还紧皱着眉头 一小差 不由地就紧张了起来 这里没有公子 要找的东西吗 要不切身再去 把本店的其他清单搬来 咱们再找找 此时的他 既然都已经犯了家规了 也就豁了出去 干脆犯得彻底一些 只想着 不要把苏璇给得罪了 能够把这枚极品避洁单 给弄到手 就更加不要说 以后还有更多的好处 不过 苏璇也没兴趣 要去看这一份楼里 所有的货物清单 而且他也看不上 那些上不了拍卖会的 普通法宝契配 毕竟 一小差已经说过了 一名修饰一生 都只能培养一件本命法宝 他可不想 让于小 网花费了无数心血 培养出来的法宝契配 最后沦为鸡类 不用了 本少需要一柄 非剑类的法宝契配 若是一管事 能够帮本少找到的话 本少一定不会 让一管事吃亏的 此时 苏璇已经不抱有 在百门大笔之前 帮于小碗 弄到法宝契配的希望了 只是 听了苏璇的话之后 那一拆 却是对着苏璇说道 非剑类法宝契配吗 那可巧了 第54章 这玩意 还能咬人不成 非剑类法宝契配 那可巧了 本店正好还真有一件 只不过 只不过不是什么好东西 怕拿出来丢人现眼 苏璇白了他一眼说道 心想 既然有好东西 你还不拿来拍卖 只是一小差 却对着苏璇说道 不不不 公子误会了 那非剑法宝契配 可不简单 乃是这一批 法宝契配之中 最是上好的真品 原本要当成拍卖会的 压轴之物出场的 只是奈何 在运输到云木泽的时候 遇到了南蛮水匪 被抢走了一大半 所以只能暂时 从这次拍卖会上 又撤了下来 一小差对着苏璇说道 这一件法宝契配 还能够抢走一大半 给你们留下一小半的 苏璇听后 却是更加的疑惑 这有何不可 因为他原本就不是一件 而是一套 妾身这就去给公子 娶了过来 公子看过就知道了 他对着苏璇说道 说完 就忙着 去帮苏璇取那件 法宝契配来 不一会 外面就响起了 一小差细碎的脚步声 只是 他人还未进来 苏璇的脑海里 就再一次地响起了 系统的声音 丁 恭喜宿主发现 红色品及废品 可便废为宝 为金色品及宝物 一件法宝契配 竟然能够达到 红色的品质 还能够升级为金色 系统的声音一响起 苏璇顿时就来了兴趣 不用想 这红色品质的废品 也是那法宝契配 只是 他实在不敢想象 究竟是什么样的 法宝契配 竟然能够达到 堪比一条上品灵脉般的品质 公子在打开锦盒之时 要小心一些 很快 那一小钗 就端着一只锦盒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苏璇不明白 只是打开一个锦盒而已 还需要小心什么 心中疑惑 又更添了几分 也变得慎重了起来 不过脸上 却是表现得十分不屑 怎变 他还能咬人不成 毕竟他现在装扮的 可是那大宗门家的宗二代 嚣张跋扈 吊锒铛 是他的人设 当然 在打开那锦盒的时候 却自然会格外地小心 只是 就算是苏璇 已经足够小心的了 却依然在打开之时 被吓得一把 就甩开了锦盒 大叫了起来 卧槽 还真的能咬人 一道惊人的剑盲 从锦盒之中 击视而出 那剑盲 似乎并不强 也就只能达到 断体经后期的水平 这般的威力 早已经对苏璇 没有任何的威胁 让苏璇惊叫的是 这剑胚 竟然能够自己攻击人 而能够自己攻击人 就说明他 已经有了意识 一剑法宝契配有意识 让苏璇 不得不向着 那传说中的东西 去想象 难道 他已经产生了剑灵 等到那道剑盲散去之后 苏璇 这才又小心翼翼地 拿起那锦盒来 此时 那锦盒里 倒是没有任何的异动 只是静静地躺着 三柄三四寸的 小小飞剑 只是 就算是那飞剑 已经安安静静地 躺在锦盒之中 看上一眼 也依然给人一种 寒气逼人的感觉 同时 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 也在这房间里弥漫着 怎么说呢 他不用言语 也不用形态 但是却能够让你总感觉 他在警告着你 不要碰我 千万不要碰我的感觉 公子 恐怕永远也不会想到 就这般的飞剑法宝契配 还不只是这三剑 而是一十二柄 一整套剑阵 可惜的是 当他运到那云木泽的时候 遇到了南蛮水匪 其中的九把已经被他们抢走 如今 这里就只剩下了三把 不过公子 也不必担心 就算是只有三把 也不耽误使用 其他的九把我一家 会去帮公子 找那南蛮水匪讨要回来 让他们知道 我一家的东西 也不是那么好抢的 一小差对着苏璇 不断地介绍道 只是 苏璇 却似乎并不在乎 他所说的话 只是望着那锦盒之中的飞剑 好似陷入了深思一般 弄得他的介绍 都不知道 该不该继续下去 还以为是苏璇眼光高 没有看上这飞剑呢 残月剑阵气胚 由十二柄 拥有剑陵的残月飞剑组成 红色品级废品 以遗失其中九把 可便废为宝 为金色品级宝物 怪不得 怪不得他会被系统评为 红色品级的废品 原来 他竟然是一套剑阵 而且还是一套 拥有剑陵的剑阵 苏璇看着系统的介绍之后 不敢置信地说道 要知道大多数的法宝 都是没有气灵的 而他竟然还在 法宝气胚阶段 就已经拥有了气灵 而且 还是十二把飞剑 每一把一个气灵 就更加不要说 这天玄大陆 一直还有一个传说 那就是 只有拥有气灵的法宝 才能够培养成为灵宝 也就是说这东西 若是给他足够的培养的话 有一天 他将会超越法宝 成为传说中的灵宝 还是十二件灵宝 不用你多说了 开个价吧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他已经决定了 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残月剑阵 给于小婉弄到手 哪怕他明天 不跟风雨亭去赌 不去骗他的功法 哪怕要他掏光储物袋 倾家荡产 毕竟灵石没有了 还可以再赚 风雨亭的功法就在那里 只要他不戒赌苏璇 就随时都有机会 这要是没有了 苏璇想要再碰到一剑 可以成为灵宝的剑胚 就永远都不可能了 只是 那一小差听了之后 却是对着苏璇说道 公子 尽管把拿去了就是 还说什么灵石 反正此物是在他们路上丢失了的 谁又知道到底 被抢走的是九把 还是十二把 到时候一起算到那帮南蛮水匪头上就是 只是公子拿了之后 不要去外面声张 就算是有一天被发现了 也不要说是从妾身这里 拿去的就行 一小差对着苏璇说道 他现在为了讨好苏璇 连商业机密都泄露了 哪里还会惧怕 在账本上再做一些手脚 而苏璇听了他的话之后 也是马上就明白了过来 苏璇听后 心领神会地对着他说道 到时候本公子就说 从那帮南蛮水匪手上得来的 第55章 这便宜公子可满意了 一件没有七灵的法宝契胚 底价都是三千多万零食 三把飞剑放上去的话 那低价还不得一个亿 若是拍卖的话 再竞价几番 三把飞剑的总价值 恐怕还能达到十亿都有可能 更不要说 苏璇还能够将它变废为宝 把其他的九把也变了回来 更加不要说 它到时候还能升级为金色 还会再次提升一个品级 这便宜 公子可满足了 一小差对着苏璇问道 满足了 满足了 既然一管是如此的失去 那本公子也再给一管是看一屋 苏璇笑着说道 说完再一次掏出了一个锦盒来 向着一小差就要扔了过去 冤家 不要扔 切身求求你了 千万不要扔 一小差只是看了一眼那锦盒 就马上对着苏璇大喊了起来 因为那锦盒 跟刚刚苏璇扔给他的那个 一模一样 他可不想再经受一次 刚刚那般的惊吓了 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 打开一看 果然又是一枚极品避洁单 赶紧惊喜无比地对着苏璇说道 公子尽管开架就是了 苏璇自然也不会白送给他 更不会对他客气 毕竟这一家 可是这大陆第一商骨世家 论实力 他们或许比不上四大圣地 和那些大宗门 但是要比零食多的话 恐怕整个西域家起来 也没有他一家的零食多 哈哈 还是一管是了解本公子 本公子也就这么一点爱好 所以也就没必要跟一管是客气了 一枚给在下十亿零食 一管是看如何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依然还是那般的狮子大开口 并没有因为白票了一小差的一套残阅见证 就改变了苏璇的作风 原本两枚才卖十亿的极品避洁单 他一枚就要人家十亿 只是那一小差有意拉拢苏璇 自然也不会还价 不就是几块零食吗 公子需要随时来就是了 切身把嫁状给了公子都没事 这就去给你取来 很快 他就去取了二十亿零食过来 然后还把那一对黑白全套 也一并取了过来 这全套我就按照起拍价给你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原本他还想在底价上讨价还价一番的 现在反倒是不好意思了 只是那一小差却是对着他说道 一头牛都送出去了 难道妾身还在乎这切牛的绳 赶紧把零食收起来吧 就当妾身请公子喝了顿酒 硬是不肯收下苏璇的零食 就这般苏璇不但一块零食喂花 就弄到了两件法宝契配 而且那极品避洁单 也多卖出来十个亿来 这下子他除代理光是零食 都已经足足达到了二十亿了 终于暂时不用再为那零食而着急了 既然如此 那此件事了 本公子就告辞了 苏璇心满意足地说道 连语气都刻起了几分 那一小差厅后 心里一松 知道这下子 苏璇总算是被自己给彻底拉拢 以后再也不用为了丹药发愁了 同样也是欣喜不已 又对着苏璇撩拨了起来 难道就不能留下来 留下来喝杯酒再走吗 苏璇知道他话里的意思 这女人长相妩媚 身材又好 而且还是这般的识趣 若是有可能的话 苏璇还真的有可能留了下来 可惜的是他现在用的是杜公子的身份 只要去洗上一个澡 马上就现了原形 就更加不要说 这法宝气配拿了回去 与小婉他们还要练话一番 明日才能够用来战斗了 所以 苏璇只能对着他说道 天色已晚 还是改日吧 改日啊 改日也不是不行呢 一小差听后 对着苏璇说道 也不知道这女人 又想到哪里去了 而苏璇听后 只好又像上一次那般 就赶紧带着中天花 逃离了这里 她是真的害怕 自己一个把握不住 看着苏璇离开的背影 一小差不由地 拿出了一面镜子来 摸着自己的一张俏脸说道 看来并不是切身老了 没有了魅力 而是这家伙 不解风情 不过不解 还小 可以慢慢地交 这时候那密室里 又走进一名 义凤楼的 另外一名老管事来 这义凤楼 总管着西域一家的生意 自然是不可能 一名管事 就可以只手遮天的 所以 哪怕一小差 带着苏璇在这密室中谈话 也是有着 另外一名管事监视着 而且为了平衡 这老管事 还是一小差在家族里 大对头的人 那管事进来之后 倒是没有反对一小差 送了苏璇那么多东西 又高价买下了苏璇的丹药 反而是对这一小差 欣喜地说道 恭喜小姐 贺喜小姐 有了这两枚毕杰丹 咱们这一次拍卖会的 压轴之物 总算是不用再操心了 尤其是在这个 极西之地的外族 蠢蠢欲动的时候 百年的外族说来就来 无论是西名圣地 还是那十大宗门 此时都想着 极力地提升实力 这两枚极品毕杰丹 若是放在了拍卖会上 肯定会被这些势力争抢 毕竟 大劫将至任何一个宗门 多出一名原音镜老怪物来 都将会给他家宗门 能否从这次大劫之中挺过去 多上一份保障 只是一小差却是对着他说道 刘管事 难道是老糊涂了吗 这般的丹药拿出去拍卖 我一家的那些长辈们 需要的时候 你去给本小姐练制出来 这 大小姐说的不无道理 只是那压轴之物 我们又该怎么办 刘管事对着一小差说道 毕竟 一小差是一家人 随时都有可能 回到一家总部去 而他却不同 他只能留在这 宿州城的一封楼 甚至是外族入侵的时候 他也还得留了下来 所以 他更加在乎 这次拍卖会 弄丢了压轴之物的 又不是你我 你担心什么 还有 今日送来的 只有一枚极品毕竭丹 其他的刘管事 最好全都忘了 说到全都忘了之时 这女人的一身的修为 不再隐瞒 全都暴露了出来 谁都不可能想到 平日里在顾客面前 娇娇滴滴的一小差 竟然是一名金丹中期强者 而且似乎李娜金丹后期 也只有一步之游 那刘管事 哪里还不知道 这一小差是想要 那其中一枚留了下来 给自己用 赶紧说到 小姐说得对 今晚上只送来一枚 老夫这就下去 把账务做好 只有一枚 就只能有一枚 说完之后 就赶紧急匆匆地走了下去 没有办法不说 这一小差的身份了 只说用不了多久 这女人未来有可能 成为一名原因进抢者 就不是她能够惹得起的 包括她身后的那位 一小差在家族里的大对头 宗主 三日后我们还来参加这拍卖会吗 走出去之后 钟天花对着苏璇问道 当然要来 苏璇对着钟天花说道 虽然说法宝气胚 此时她已经弄到了手了 但是那拍卖清单上 还有这些东西 是苏璇和天玄宗所需要的 同时 苏璇也不能让那女人 把自己给白聊了 她还得讨回来才行 那来的时候 能不能帮天花 把那九花顶给拍下来 钟天花对着苏璇说道 九花顶 那是什么东西 第五十六章 灵宝气胚 玄月见阵 九花顶 那是什么东西 苏璇不解地对着她问道 说实在的她 刚刚只在乎那法宝气胚 还真没有注意过其他东西 宗主有所不知 那九花顶 虽然名字叫顶 却是一件上好的炼丹炉 而且 她还拥有九个活口 正好让 钟天花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一听 马上就想起了 这家伙在刚刚自己看清单的时候 好像轻声地移了一声 肯定是当时就看上了此物 对着钟天花说道 这么好的宝贝 你怎么不早说 宗主大人 不是让天花最好不要讲话的吗 苏璇这才想起 自己第一次来的时候 害怕她暴露了身份 让她最好不要讲话 谁知道这钟天花 竟然寄到了现在 当然 苏璇也没有怪她死脑筋 反而是觉得有些太亏待人家 毕竟若不是钟天花 炼制出了丹药的话 她今晚上也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收获 哪怕她拥有系统 没有废丹有系统不能凭空变了出来 而自己呢 同样都是天玄宗的天才 自己只想着 帮于小婉和胡青爵 找法宝契配 竟然把人家给忘了个一干二净 走 老周 我这就去把那酒花顶 给你要回来 苏璇对着钟天花说道 转头就要去再次去找一小差 只是 钟天花却是一把拉住了她说道 宗主 下次 下次 咱们这一回去 就真的走不了了 钟天花对着去玄提醒道 苏璇想了想也是 只好对着她说道 好吧 那下次 不过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传音还是可以的 苏璇对着钟天花说道 对啊 我可以给宗主传音啊 瞧我这脑袋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钟天花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离开了一份楼之后 二人回天玄宗的时候 走得更加的急了几分 因为苏璇章 尽快地把这两件法宝契配 交给于小婉和胡青爵 很快 二人就回到了天玄宗 苏璇先是叫来了胡青爵 把那黑白拳套交给了她 看到拳套的那一刻 胡青爵的眼睛都快要惊爆了 对着苏璇问道 宗主大人 这是 这傻小子 根本就不可能认得出来 这是什么 毕竟 他连法器都还没有使用过 前一刻还在赤手空拳地 跟人家拼命 法宝器配 苏璇对着她说道 法 法宝器配 可以培养成本命法宝的法宝器配 胡青爵听后手都在颤抖了 揭在手里的黑白拳套 此时仿佛有千军众 他的那丹田被迫 都没有流出的眼泪 也再一次地夺况而出 宗主大人 你你你 你 为何 对 他对着苏璇说道 极度哽咽 一句话说了半天 也没有说得出来 而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想起了系统的声音 丁 宿主将法宝器配赏赐给胡青爵 胡青爵感动到热泪银矿 声望加五零零零零 又是五万声望 最近的声望获得有些多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用了 苏璇心中如是地想到 拍了拍胡青爵的肩膀 不必这般 你要是不足够优秀 本宗主也不可能对你这般栽培 明白了宗主大人 青爵这一次 一定要打进前五名去 胡青爵听后 斩钉截铁地对着苏璇说道 说完之后 这家伙就赶紧回到洞府 去练话了去了 苏璇原本还想劝劝他的 毕竟那十大宗门和西明圣地 这一次的摆门大笔 已经手段进出了 这小子跑去弄得前五回来 那些家伙会怎么想 不过 这家伙走得太急 苏璇还没有来得及 他就已经没了踪影了 苏璇自然也不会把他叫了回来 不允许他这么做 因为太过压制他的话 可能打击到他那颗天生战士的心 影响他的修行 所以 就让这小子尽管地去战就是了 至于说 拿了前五那十大宗门 会不会高兴 他们高不高兴 关苏璇什么事 不高兴的话 来他这天玄山脉上 跟苏璇讲道理 苏璇到时候 肯定会用武林斗天大阵 来招待他们的 所以 苏璇很快就胡青爵 要拿前五的事 抛到了脑后去 然后 又取出了那三把残月飞剑来 系统 我要便废围保这残月飞剑 苏璇对着系统命令道 随着他的一声命令 系统再一次地响起了一声 熟悉的机械声来 丁 宿主要恢复这件红色废品 需要一万五千声望 数额较大 宿主是否确定 不愧是拥有剑灵的法宝 竟然要一万多的声望 苏璇听到这系统的声音之后 有些吃惊 要知道 他当初便废为保 那三条上品灵脉 都没有用到这么多声望 就更加不要说 他未来的主人 于小婉才用了八百多声望 这般的差距 若是让于小婉知道了的话 还不知道那丫头心里会怎么想 不过 现在的一万五千声望 对于苏璇来说 却是算不得什么了 毕竟他原本的系统中 就已经保存了足足一百五十多万 就更加不要说 刚刚把法宝弃呸 交给那胡青爵的时候 那家伙还给自己提供了五万声望 所以 苏璇毫不犹豫的 就开启了 这玄月飞剑的变废为保 很快 十二把飞剑 就全部出现在了苏璇的眼前 十二把飞剑 每一把都是寒气逼人 灵性十足 尤其是那灵性 此时的十二把飞剑 都没有任何人驱使他们 也没有人给他们输送灵力 他们就能够像被人驱使一般 悬浮在空中 同时 他的脑海里 再一次地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恭喜宿主消耗一万五千声望值 将红色品级废品 残月飞剑剑阵 变废为保为 金色品级宝物悬月剑阵 悬月剑阵 灵宝剑阵 拥有上品法宝及强度 变废为保之后的剑阵名字 只改了一个字 从残月 改成了悬月 介绍也似乎十分地简单 但是 却十分地粗暴 不但蜕变成了灵宝气胚 十拿九稳的未来 必将会成为十二件灵宝 而且此时的他 已经拥有了上品法宝的强度 那可是上品法宝 不要说什么金丹镜了 就算是原音镜强者手中 也未必能够拿得出一件上品法宝来 苏璇甚至怀疑 于小婉此时 只要炼化了这十二枚飞剑 他自己 都可以跟金丹镜强者一战了 第五十七章 这玩意变废为保 竟然要十万声望 苏璇甚至怀疑 于小婉此时 只要炼化了这十二枚飞剑 他自己 都可以跟金丹镜强者一战了 哪怕此时 他才只有助激进初七而已 所以 苏璇赶紧来到了内室 于小婉跟他一直住在一个洞府 内室就直通着于小婉修炼的密室 此时的于小婉 还在紧张地 为明天的战斗做着准备 怎样还没有休闲 苏璇对着于小婉问道 今天的战斗中有了一些体悟 然后就似乎 摸到了那助激进中期的界限 于小婉对着苏璇说道 体悟 你不是才出了三件吗 苏璇听了之后 不敢置信地对着于小婉问道 今天这丫头 虽然打败了三名助激进高手 而且 每一名都不是一般的助激进 但是这丫头 才只出了三件而已啊 更何况 这丫头才进阶到助激进多久 好像才一个月不到 看来 本宗主还是低估了你 真要是这般的话 那拥有阴阳丹田的胡青爵 也未必在修炼速度上 就能够超过你 说不定 你还会比他先进阶到金丹镜啊 苏璇对着于小婉赞道 于小婉却是摇了摇头道 不行 论速度 我肯定比不过他 毕竟那家伙炼化灵气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而我修炼的青莲十八剑 更多的是注重 感悟 尤其是在战斗之中的感悟 听了于小婉的话 苏璇想了一想 觉得也是 毕竟那胡青爵一个时辰都不到 就直接炼化完了一枚极品助激单 只是 下一刻苏璇却仿佛又想起了什么似的 对于小婉问道 假如让你有条件尽情的战斗呢 那他胡青爵 肯定是比不上我的 于小婉十分有信心地说道 他这般一说 苏璇的脑海里 不由得再次浮现起 那宗门升级任务来 看来 老子还真的要弄出一座试连秘境来 不为其他 就为了看看这丫头 随时都可以随心所欲的战斗 进阶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只是苏璇却又知道 拥有上古试连秘境 是何等的困难 这套剑阵你 拿去炼化了吧 苏璇把学月剑阵 拿给了于小婉 法宝七呸 不对 这里面有剑灵 而且还是已经产生了意识的剑灵 难道是那传说中灵宝七呸 于小婉拿过去之后 只是看了一眼 舅舅惊喜无比地对着苏璇说道 她毕竟是曾经的西名圣帝的圣女 虽然说境界上当时不高 但是那西名圣帝的藏经阁里 记录秘星的御蝶 她却看了不少 不像那胡青爵一般 连法宝气胚都认不出来 而是直接叫出了灵宝气胚来 玄哥 我 我 我该 于小婉同样是感动不已 但是 她表达感动的方式 却要比胡青爵要丰富得多 眼睛里瞬间有了一些水气 是那样的楚楚动人 再一次一把抱住了苏璇 同时靠近的 还有她那娇嫩的唇 这丫头自从上一次 在那租住的洞府里 抱住了苏璇之后 就一直都是这般 一言不合 就要抱了上来 同时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响起了系统声音来 丁 宿主将玄月见证送给于小婉 于小婉感动到以身相许 恭喜宿主声望 加100000 又是十万声望 我这声望 真的都不知道往哪里用了 苏璇听着脑海里声望到账的声音 不由地想到 好了 好了 以后 有的是时间 还是赶紧练化了这件阵去吧 苏璇先是被把一小拆一番的撩拨 现在又被这丫头紧紧地抱住 说实话 此时的苏璇很想 很想 只是 眼看着天都快要亮了 他们马上就要再一次地 踏上那摆门大笔的擂台 为了于小婉的安全 还是只能把这心思给压了下去了 知道了玄哥 于小婉不舍地松开了苏璇 拿着这件阵气胚 就向着密室走去 等快要进入密室的时候 又回过了头来 对着苏璇问道 玄哥 你说我们把摆门大笔的第一 给拿了回来的话 会怎样 不是 苏璇一听 又被吓了一大跳 刚刚的胡青爵 说要拿前五 就算了 这丫头更狠 直接就要去拿第一 要知道那第一 肯定已经被西明圣地给内定了的 要不然的话 他们也不会连那拥有八万战力的白衣男子 都给启用了出来 苏璇当然不担心 于小婉在练化了那见阵气胚之后 还打不过那家伙 他担心的是 人家志在必得的内定 却就这么被抢了 西明圣地会不会恼羞成怒 恼羞成怒 就恼羞成怒吧 只要不把他加化神老祖给炸出来就行 苏璇心中不由地想到 只是就在这时 他的战力却是猛涨了五万 怎么突然就涨了五万 自从这天玄宗内 弟子越来越多以后 苏璇的战力随时都在增长着 毕竟那么多的修士都在修炼 这个实力不变强 那个总会变强一点 但是像这般 猛涨五万战力的 却还从未见过 该不会是胡青爵这家伙 已经炼化了他的黑白拳套吧 如果真的是这般的话 那家伙现在的战力 可就达到了九万多了 比那西明圣地的白衣男子 都还要强了不少啊 苏璇想来想去 也就只有胡青爵这家伙 已经炼化了那黑白拳套 虽然他才离开这里 不到半个时辰 但是他那阴阳两亿丹田 炼化起鸡品铸鸡丹 都只用了半个时辰不到 就更加不要说 这法宝气胚 只需要低血认主 里面没有多少灵气给他炼化 应该是这家伙没跑了 同时 苏璇也更加期待是 于小婉炼化了玄月剑阵之后 又会给他增加多少的战力 毕竟 那胡青爵 只是炼化了一剑法宝气胚 而于小婉要炼化的 却是一剑灵宝剑阵气胚 整整十二把飞剑 只是 于小婉的炼化速度 可比不了胡青爵 而且 他炼化的还是灵宝气胚 也远不是黑白拳套那般的法宝气胚 能够相比的 所以 苏璇很难在这一会儿时间 就等来于小婉战里 增加了多少的消息 算了 还是赶紧把六门随意传送阵 变废为宝了再说吧 提起了六门随意传送阵 苏璇赶紧拿出了那黑漆漆的阵盘来 那阵盘原来的颜色 早已经看不见 上面 也没有了任何的灵力波动 若是没有系统提醒的话 苏璇很难把他跟传送阵联系在一起 甚至 看到了都不会多看他一眼 只是 当苏璇要恢复这不起眼的阵盘的时候 谁知道他竟然要高达十万的声望 丁 将六门传送阵变废为宝 需要十万声望 耗费数额巨大 请问宿主是否确定 卧槽 不是吧 这玩意竟然要十万声望 第58章 这不就能解决 那地狱级宗门升级任务了吗 这玩意竟然要十万声望 苏璇看到系统的提醒之后 也是吓了一大跳 毕竟当初他变废为宝那几品灵脉的时候 也才要了五万多 从一块青金石变废为宝为宝 唯能够抵挡原因进巅峰修士 全力一击的武林夺天大阵 也才只三万九千 这两样可都是金色品级的废品 变废为宝之后 也乃是紫金色 而这木盘 却只是红色品级的废品而已 不过惊讶归惊讶 苏璇却不会吝啬这十万声望的 确定 倒要看看 你能变出个什么东西来 随着苏璇一声确定 那种神秘力量再现 一出现之后 就向着那木盘汹涌了过去 比以往任何一次 都来得汹涌 或许是因为那神秘力量 来得又快又急 那阵盘开始发出 一阵阵呜呜的叫声来 就仿佛是在哭泣 又像是在剧烈挣扎 苏璇看后更加的惊奇 该不会是有阵灵吧 法宝有气灵 法阵也有阵灵 只是 如果真的有阵灵的话 它为何又只是红色品质呢 随着那力量的越来越汹涌 木盘中呜呜的响声 也是越来大 到最后 仿佛是承受不住 那神秘力量的侵袭 一道火焰直接从那阵盘之上 释放了出来 熊熊地燃烧了起来 该不会要把它给烧成灰吧 苏璇不由地想到 不过 他也没有担心 反正这阵盘就算是烧成了灰 这系统也能够让它恢复过来 随着火焰的燃烧 那阵盘上原本被包僵了的黑色 开始渐渐地退去 然后露出了红色的颜色来 那颜色倒跟凡人世界的红木很像 但是 又远比红木更加晶莹剔透 就如同琥珀一般 隐隐地能够看见里面的木纹 只是 那些木纹又不跟普通木柴那般 像年轮一样 一圈一圈的 反而是一道道古老的符纹 这种类型的符纹苏璇倒是认识 正是那撰刻在法阵上的阵纹 只是 苏璇不明白的是这阵纹 是怎么长到木头里面去的 是改变了这木头的基因 还是原本这种木材 天生就长有阵纹 以苏璇现在的认知 实在是难以想得出 这木材的木纹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不要小看 这长在木材里的阵纹 因为一般的阵纹 都是撞刻在材料的表面 只能够撞刻一层 但是这木材里的阵纹 却是一层又一层 撞刻了足足9981层之多 苏璇甚至怀疑 这次变废为宝 需要十万声望 大有可能就是 因为这木材里阵纹的原因 那火焰燃烧得十分旺盛 温度也十分的高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 把那木盘给烧坏 当然苏璇也没有看到 所谓的阵灵 反而是里面那符纹 发生了一些改变 变得更加神秘复杂 那复杂的程度 苏璇甚至怀疑 以修饰的能力 已经不可能撞刻的出来 就只能天生天长 才能的生长得出来 然后 那木盘就开始复制了起来 很快 第一个木盘就被复制了出来 然后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 转眼之间 就从一个变成了六个 这时候 木盘上的晶莹剔透 也缓缓地消失 再一次变得黑漆漆的 像是有着厚厚的包浆一般 看不出里面的颜色 更不可能知道 这木盘里 竟然生长着一层又一层的阵纹 丁 恭喜宿主耗费十万声望值 成功地将红色品级废品 六门传送阵 变废为宝 为金色品级六道 随意传送阵简化版 可继续升级 六道随意传送阵简化版 可在玄天大陆随意传送 不受空间限制 随着系统的一声成功 那种神秘力量 也缓缓消失 苏璇马上迫不及待 用系统查看起来 只是 苏璇才看了一眼 不由得就有些失望了 整了半天 动静弄得这么大 竟然只是一个简板 不过下一刻 苏璇似乎就想到了什么 在玄天大陆随意传送 难道这个世界 还有其他的空间 又或者是平行世界 苏璇如此地想到 不过一想 又觉得不可能 总感觉哪里没有对 下一刻 苏璇突然看向了自己的橱带 这不就是一个空间吗 当然还有那神木秘境 对 就是那神木秘境 想到这里的苏璇 苏璇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赶紧将其中一块阵盘 放进了自己的储物袋中 然后再拿起另外一块阵盘 心念一动 下一刻 他就出现在了他的储物袋里 他的灵石 他的丹药 他的天才地宝 就这么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了他的面前 就这么苏璇 就成了第一个进入了自己储物袋的修仙者了 可不要看这一个小小的实验 这个小小的实验 可是证明了苏璇心中的想法 那就是把其中一块阵盘 放到那神木中去 然后 他就可以随时随地地传送弟子 进去进行试炼了 而且 那神木为何能够阻止金丹镜 原音镜进入 还不是因为他的入口 有着静止的存在吗 现在 苏璇直接给他开个后门 饶过了他的入口 看他 还怎么不让金丹镜修饰进入 这样一来 苏璇的宗门升级任务之中 那最难的地狱级任务 不就完成了吗 哈哈 真的是踏破铁鞋 无秘处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玩意 简直是老天爷赏赐下来的最好礼物 苏璇心中不由地想到 他是真没有想到 地狱级的难度 竟然在一个小小的地摊上 就得到了解决 赶紧小心翼翼地 把其中的五块 收了起来 然后又把其中的一块 专门找了一个地方 好好地安放了起来 毕竟 这玩意 可是能够随时帮他保命地存在 同时 苏璇心中更是在想 这玩意 只是一个简板而已 就能够不限空间里传送 若是不是简板呢 那是不是也真的跟他的名字一般 能在修罗道 恶鬼道 天人道这些之间传送 不过 这天玄大陆上 可还没有任何关于六道的传说 苏璇一时间也找不到任何的方式来印证 所以 只能放在一边 收拾一番之后 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作为修仙者苏璇 虽然忙碌了一整天 倒也没有因为不休息而感到疲累 洗漱了一番之后 苏璇正准备去叫于小婉 这时候 苏璇突然就又感觉 自己的战力开始猛涨了起来 比起昨晚上的 还要猛烈得多 竟然涨了18万之多 卧槽 不是吧 竟然涨这么多 苏璇不敢置信地惊呼道 要知道 于小婉以前的战力 只有5万多 6万不到 而这般一涨 就直接涨了三倍还多 让他的总战力 直接达到了23万 只差一点就达到了24万了 24万的战力 不要说一般的金丹镜初期 就算是 来个金丹镜中期 这丫头也能够轻松地倒定了 只是 就在苏璇以为这就快完了的时候 那密室中 却传出了一声轻笑 呀 同时 苏璇再一次感觉到了 战力的猛涨 不是吧 这丫头 这就进阶到逐机中期了 第59章 我们是见了鬼了吗 想到这里的苏璇 赶紧跑进于小婉的密室 查看了起来 于小婉 天玄宗弟子 境界 驻机中期 领宝气胚 玄跃剑阵 战力 29万7990 果然 这丫头的 已经进阶到了 驻机进中期 而且战力 更是达到了 惊人的29万7千多 离那30万 也已经只差2000多了 这般的战力 恐怕就算是 金丹后期 也应该有一战之力了 这修炼速度 也太恐怖了点吧 苏璇望着眼前的 于小婉赞道 原本要进阶 还需要一些日子的 但是 在练化了这 玄悦见证之后 就又有了一些感悟 所以就进阶了 于小婉对着苏璇说道 眼睛里充满了感激 说完 他还放出了 那玄悦剑阵来 十二把飞剑 环绕着他 像十二之灵宠一般 绕着他旋转 轻逆至极 这就是有剑灵的好处 这些剑灵 不但会跟主人 格外的亲切 让主人培养 本命法宝 更加容易 而且还能在主人 没有注意的情况下 自主地飞出来护主 那十二把飞剑的 环绕着于小婉 就算是苏璇想要靠近 其中的剑灵 也纷纷发出 别 玄哥是我最重要的人 你们不许对他这样 最后还是于小婉 好一阵安抚 那些剑灵才认可苏璇 不再对苏璇充满敌意 这时候 于小婉才再次 扑进了苏璇的怀里 两人又搂在了一起 好一会儿之后 才依依不舍地 离开了洞府 唉 修宪者实在是太忙了 离开洞府的时候 苏璇回头看了 看那洞府中的灵泉 二人似乎很久 都没有进入 那其中细水一番了 出了洞府之后 那胡清爵已经在山门处等着苏璇了 炼化了黑白拳套的胡清爵 身上那股强大的战役 似乎又浓郁了几分 只是这家伙 却把修为给压回到了宁业境巅峰 你这是为何 苏璇对着他问道 启禀宗主 弟子想给那些人一个惊喜 还请宗主允许 胡清爵对着苏璇回答道 苏璇知道他说的那些人是谁 自然也没有阻止他 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三人又去找了邢炳怀 让他带着几名弟子跟他们一起下山 趁着这个时间招收弟子 毕竟苏璇的宗门升级任务 需要的可是足足一千名也 三十名驻鸡 过了这几天之后 再去慢慢招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找到邢炳怀的时候 他已经挑选了五六名精干的弟子 外加另外一名驻鸡进直视 看到人齐了之后 苏璇就带着他们赶紧出发 很快 苏璇他们一行人就来到了雌雄内台区 虽然昨天 这里已经淘汰了一大半人 但是今天现场的人数却是不减反增 足足十多二十万人 毕竟 昨天的比试淘汰的都是一些实力低微的 剩下的实力都比较强大 所以今天的战斗会远比昨天精彩 看热闹的人也自然就多了起来 苏璇甚至怀疑 是不是这宿州城外加附近的宗门 家族等势力的修饰都已经来了 听说了吗 藏龙寺昨天发生了大火 恐怕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何止是听说了 我都亲眼看见了大火把烧红了半边天 原来还想着要去救火的 但是又害怕同在藏龙寺的阴炎宗 那帮老银币 幸好你没有去 昨天在阴炎宗的阴锅洞 听说都亲自出洞 追杀藏龙寺的那帮小弟子 估计他们此时全都已经凶多吉少了 看来藏龙寺没人了 可惜了苏璇那家伙 恐怕也已经凶多吉少了 可不就是吗 昨天我还差一点就跟他去了天玄宗 幸好当时没有加入 你要是 加入了 说不定下一个跟藏龙寺一个下场的 就是你 一帮人纷纷议论着 里面还有昨天原本想加入苏璇的天玄宗的人 只是 他们议论着 议论着就看到了 苏璇带着胡青爵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而且 就连那中毒了一年多的藏龙寺大长老 邢炎怀都出现在这里 他们 他们 难道是我见了鬼了吗 众人看到这一幕 纷纷地张大了嘴巴 此时 他们心里都有了一个猜想 不会是因郭栋那家伙出了事吧 不会是邢炎怀的断掉的腿 也是苏璇治好的吧 一群人望着 苏璇他们不由地想到 眼睛里充满了惊恐 而那些原本庆幸 昨天没有加入天玄宗的人 此时却变得后悔了起来 若是让他们知道了 那因郭栋在苏璇的手中 连一招都没有走到 不知道 他们又会是何种表情了 很快 人群之中 苏璇就见到了那封雨亭 这老家伙正在四处张望着 似乎十分焦急 看到这老家伙之后 苏璇就对着于小婉他们说道 你们先去准备 我去找那老家伙去 于小婉他们当然知道 苏璇找风雨亭干什么 纷纷地跟苏璇分了开去 于小婉和胡青爵 去寻找他们今天的对手 打探消息 而邢炎怀几人 却已经支起了摊子 招揽起了新弟子来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用心魔启示 他们的摊子才一刚刚之起 马上就有一大帮人围拢了过来 纷纷表示 愿意加入天玄宗 这里面大多数都是昨天 不愿意用心魔启示之人 此时的他们 看到了丹田破碎的胡青爵 还有中毒了一年多 断了条腿的邢炎怀 完好无损地站在他们面前 而且还是从金丹靖 强者因锅动地追杀下 完好无损地站在他们面前 瞬间就不再觉得 苏璇昨天让他们用心魔启示的门规 太过苛刻了 纷纷放下了他们心中那 成为了强者之后 要改换宗门的想法 只是 就当他们要启示的时候 邢炎却对着他们说道 大家先别忙 咱们今天只招二十岁以下 宁业靖中期以上的 宁业靖初期和断体靖 还有超过二十岁的宁业靖 还请另谋高就 啥 宁业靖中期 还得要在二十岁以下 这条件也太苛刻了吧 昨天你们不是连断体靖都收吗 听了邢炎怀的话之后 一帮修士纷纷不满地质问了起来 只是 面对着他们的质问 邢炎却是对着他们说道 你都说了是昨天了 那为啥 你们昨天没有加入我天玄宗呢 一群人听了之后 心里不知道有多后悔了 尤其是那些境界达不到 年龄过了的 他们这辈子 恐怕都没有机会 能够加入天玄宗了 不过 他们加入不了 就又开始说起了气话来 不收就不收 我们加入十大宗门去 就是 十大宗门都没有他们要求这么高 宁业靖中期以上 还得要二十岁以下 他们怎么不上天呢 这种事 最怕起哄了 除了那些实力没达到 或者年龄超过了的 一些原本可以加入天玄宗的宁业靖中期 也裹挟在其中 纷纷布满天玄宗的新规则 离开了这里 这一走 留下来的人就不多了 是说 咱们这个要求 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看人都走了 有小弟子 对着邢炳怀问道 只是 邢炳怀却是对着他说道 过分 这只是早上的规则 等到下午 老子还要改成宁业靖后期 只要是二十岁以前 都没有达到宁业靖后期的 一律都没资格 加入我天玄宗 你们几个都是命好 我给你们说 第六十章 风雨亭心中的忐忑 你们几个都是命好 我给你们说 几名小弟子一听 觉得这般的要求 他们确实要不是命好 连进入天玄宗的机会都没有了 一想到差一点 那天玄山卖的极品灵脉 龙脉就跟他们失之交臂 干起活来 马上变得的积极了起来 疯长老 苏玄对着远处的风雨亭喊道 臭小子 老夫还以为 你昨天已经栽在 因锅洞那个老银币的手上 正准备上藏龙峰去给你报仇 还好你小子没死 让老夫看看 有没有受伤的 嗯 没有受伤 咦 你的修为 风雨亭还真拉着苏玄打量了起来 只是才一打量 他就发现苏玄的修为 已经从昨天的宁业靖初期 已经变成了助击靖了 昨天一不小心就突破了 那因锅洞这辈子 应该也没有可能 对晚辈造成威胁了 苏玄对着风雨亭说道 这是他没有隐瞒这老家伙 你的意思是 风雨亭听了之后 不由的心里有一些发毛 因为 他自己也才只有金丹靖 而且 同样也还只有金丹初期而已 虽然说 因为他修炼的 乃是风鸣宗传下来的最强功法 实力远因比郭洞要强上一些 但是 真要是让他对上了 那因郭洞的话 他未必就有击杀因郭洞的把握 毕竟 那因郭洞的幽名寒毒 十分的难缠 到底不要把那些做了手脚的功法 拿出来做赌桌 心里发毛的他 此时十分的忐忑 对了 今天还赌吗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苏玄又对着他问了起来 赌 当然赌 风雨亭赶紧说道 虽然此时的他的心里还在打鼓 要不要拿出那些做了手脚的功法 但是 让一个赌影犯了的烂赌鬼 不赌了却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只是 苏玄听了之后 却又继续对着他问道 那功法 应该也已经带来了吧 这一问那风雨亭就更加的慌了 因为他除了功法之外 还真的没有准备其他的赌资 毕竟 法宝 丹药 天才地宝书一样就少一样 而这功法 他却可以无限地撰刻 只需要一块玉碟而已 一块玉碟 才吃几块零食 三五块而已 还是先拿给这小子看看再说 风雨亭最后还是把心一横 心想要是苏玄 看了出来的话那就不赌 若是看不出来 哪怕以后找上了麻烦他 也是不会承认的 至于说苏玄拥有击杀他的能力 他背后还有一个西鸣圣地 这个大考山在 只要自己不出西鸣圣地 他就不信苏玄还能打上西鸣圣地去 所以 这老家伙把心一横 就拿出十几二十块玉碟来 全都是玄机功法 垃圾的皇级老夫都没有拿来 功法分为天地玄黄 皇级最差 玄级次之 当然在皇级以下 还有一些不入流的功法 在地摊上 随便几块灵石就能够买得到 不过那些功夫最多只能修炼到柱基镜 甚至有些只能修炼到宁业镜 而只有能够修炼到金丹镜以上的功法 才算是入了流 才能称之为皇级功法 这般的一部皇级功法 最少都需要上百万灵石 这也就是很多中级宗门 都只有一套皇级功法的原因 就比如阴炎宗和藏龙寺这两个宗门 传承了数百年 他们也就都只有藏龙诀和幽冥寒独 这两套皇级功法 当然 玄级功法修炼了你 不一定能够成为元英强者 但是皇级功法你修炼了 却最多只能修炼到金丹镜 甚至大多数都只能在金丹镜初期徘徊 这也就是那些中级宗门 只能够培养出几名金丹镜的原因 只是 那封明宗不同 作为曾经的十大宗门 他们可是传承了数千年的古老宗门 更是元英镜高手评出 所以 到了这封羽亭这里 直接一下子就拿出了十多二十套玄级功法来 而且 这恐怕还不是他能够拿出来的极限 他手里恐怕还有更强的地级功法 就更不要说 这老狐狸手里 还有着那灵谷种子 不行不行 老子要想办法 把这老狐狸给坑到我天玄宗去才行 那样的话 他的功法 他的灵谷种子 还有他的天才地宝 就全都是我天玄宗的了 苏璇心中不由的 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随手拿起其中一步 开始用系统开始扫描了起来 天风静 蓝色品及废品 错漏百出 可变废为宝 为紫色品及宝物 果然 这老家伙入了自己的坑 苏璇随便拿起的一步功法 就看到出了他动了手脚 不过 苏璇却就喜欢他这种动了手脚的功法 不是动了手脚的话 还不能变废为宝 对了 这些已经是玄级了 才蓝色而言 若是变成了紫色之后 会不会变成地级功法 二十多部地级功法 想想都觉得激动 只是若是这般算的话 那天级功法也才红色 会不会还有天级以上的紫金色呢 苏璇心中越想越是激动 这二十多部地级功法 就足够让他激动不已了 就更不要说 这老家伙手里肯定还有地级功法 他还可以变废为宝为天级 不过 激动归激动 但是可不会给他什么好的价格的 两千万一步 你这功法 最多只能抵两千万一步 那风雨婷刚刚还在担心 苏璇会不会看出来 这功法上被自己动了手脚 现在听到苏璇竟然给他出两千万一步的价格 顿时喜出望外了起来 只是向征信地对着苏璇说道 两千万是不是太少了 这里面可是有着好几部真品呢 你再加点 再加点 要知道 一般最差玄机功法 随便都是价值四五千万的 如果是真品的话 卖上个六七千万 甚至上亿都有可有可能 要不然 这天玄大陆也不会原音尽量携手 这整个西域也只有十大宗门 这十个大型宗门了 只是 这老家伙现在心里虚得很 自然也不敢跟苏璇 怎么讨价还价 那好 一步两千五百万 两步一局 再多的话 你就还是自己留着吧 苏璇对着风雨婷说道 只给他加了五百万 行 就按你说的 两千五百万 就两千五百万 风雨婷心里有鬼 所以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至于说苏璇说的 五千万零食 一把他也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 就在苏璇和风雨婷已经商量好怎么赌的时候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那擂台上上去的艺人 竟然是那胡青爵 而他的对手 竟然是一名阴言宗的助激进高手 这帮家伙在搞什么 第六十一章 我把你当朋友 你转头就给我做局 这帮家伙在搞什么 怎么又把胡青爵 跟阴言宗的人给安排在一起了 而且还又给他安排一个助激进 你等着 老夫这就去找他们说道说道去 风雨婷看到台上的胡青爵 生气地对着苏璇说道 因为 此时的胡青爵 已经是苏璇的人了 不得不说 这老狐狸 还真是一个不错的朋友 有事的时候 他真伤 虽然这朋友 是从赌局上赌出来的 不过此时胡青爵 恐怕还盼着给这家伙一个惊喜呢 要是给他换了 说不定他还会跟你结 所以 苏璇一把拉住了他道 没事 没事 这对战的号数 早在报名的时候 就已经定好的 现在去掉 已经来不及了 可是 那小家伙要吃亏啊 难道你就不担心吗 风雨婷对着苏璇说道 担心 为什么担心 他要是今天又把丹田被人给废了 我再把他治好就是了 年轻人受点伤 有什么好担心呢 苏璇对着风雨婷说道 他倒是希望 那阴言中的家伙能够做到 这样一来 说不定胡青爵的丹田 还能够更加厉害 只是 那家伙注定是没有那个本事了 咱们 就从他们这里开始赌 苏璇对着风雨婷说道 啊 你确定要从他们之间开始赌 风雨婷听后 有些不敢置信 只是 苏璇却十分肯定地 对着他说道 当然要赌 谁让他是我天玄东的人 我都不支持他 谁支持他 你这不是 故意给我送零食的吗 风雨婷听后 对着苏璇说道 不过对苏璇的为人 却也又看好了几分 不过 当年老夫也曾经有一个 志同道合同门师兄 每一次老夫也是 这般挺他 只是可惜 算了 算了 不谈也罢 他看了看那曾经风明宗方向 估计是想起了 那一次宗门被破 只是 当初战死在那里的 又岂止是一名志同道合的同门师兄弟 胡卿爵 你竟然还敢来 擂台上 那名鹰言宗的 助激进对着胡卿爵说道 语气中充满了激讽 完了 完了 胡卿爵这次 肯定是彻底的完了 昨天的蒋帮琴 胡卿爵都赢得十分的勉强 而且连丹田都被人家给破了 就更加不要说这鹰贵了 他可是鹰家的人 听说 从小也是鹰言宗藏在外面的暗子 还有传言说 他是那鹰锅洞的私生子 修炼的也是鹰言宗最鹰毒的幽民寒毒 台下的人 也纷纷地为胡卿爵担心了起来 他们甚至有人开始跟风雨亭一般 吐槽起那些管理这次大笔的主持者的冷漠了 那帮老家伙都是吃干饭的吗 明知道要出人命 也不知道调一下 只是 下一刻他们就听见 那站在擂台上的胡卿爵 对着那鹰贵说了句 我不来的话 又怎么能送去见你轻爹去 就是一拳头 向着那鹰贵砸了过去 那鹰贵只来得及举起双臂往头上一挡 本能地想要护住头部 然后他就从擂台上 啪的一声飞了下来 此时的他 一条手臂 已经被胡卿爵给打断成了几节 口中也狂吐着鲜血 那鲜血中 还有着一块块鲜红的内脏 而那些鲜血和内脏 才一落到了地上 就变成了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冰晶 哟哟哟 幽冥寒毒 你怎么也会幽冥寒毒 鹰贵的眼神变得恐惧了起来 刚刚胡卿爵那一招 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不但完全接不住 就连准备好偷袭胡卿爵的手段 他也没有来地计使出 只是 这还不是让他感到最恐惧的 最恐惧的是 他竟然中了幽冥寒毒 这就要你亲自去问问 你那轻爹了 不过 你还得再等个一年半载 才能见得到他 胡卿爵英贵说道 他这一拳 只用了一成功力不到 之所以只用一成功力 不是因为手下留情 而是要让这家伙 在幽冥寒毒的痛苦下 再挣扎个一年半载 直到痛苦而死 英贵竟然中了幽冥寒毒 助激进的英贵 在宁夜进的胡卿爵手上 连一招都没有接住 还中了他阴言中的幽冥寒毒 台下的观众 全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而胡卿爵 只是从擂台上跳了下来 来到了苏玄的身边 对着苏玄恭恭敬敬地行礼道 宗主大人 嗯 苏玄也只是 拍了拍他的肩膀而已 二人的表情 都是那般的平静 仿佛刚刚的比赛 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而已 臭小子 你故意的 你绝对是故意不得 你小子竟然骗我 看到这一幕的风雨亭 终于明白了 苏玄为何不让他找人 帮胡卿爵调一下对手 为何要从胡卿爵这里 开始赌第一局 亏自己还帮苏玄的人 担心了半天 还想要找关系 帮胡卿爵跟英贵掉开 谁知道小丑竟然是他自己 苏玄想都没有想 就拿胡卿爵来赢他 苏玄 亏老夫刚刚还觉得 你踏马得很讲义气 还拿起了老夫 曾经跟老夫最好的兄弟 来跟你比 恐怕 我那过世的老兄弟 现在已经被老夫气得吐血了 看着这老家伙 那吹胡子瞪眼的样子 苏玄暗暗心想 这老家伙 该不会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于小婉也是她的人吧 若是让她知道了 于小婉也是自己的人的话 她是不是这辈子 都不敢去面对 她那曾经老情人了 若是这般 的话 那自己罪过就大了 封长老 你说这话 我可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骗你 在赌场上 这叫做签 叫做局 你说骗这话 是不是太外行了 听了苏玄的话 风雨停气得再一次地抱了粗口 我做你奶奶的局 不过 生气归生气 她还是把储物袋 交给了苏玄 而苏玄 却把两部功法拿了出来 把五千万零食 给留在了里面 下一局 下一局 这一次 你给我做一个局 说不定我也入了局呢 苏玄对着风雨停说道 老家伙看了看苏玄 心想 你赢的那两部功法 可不就是老子 给你做的局吗 顿时又觉得 还是自己赢了 不再那么难受了 对着苏玄说道 那这一次我先选 凭什么你先选 你刚刚已经先选了 刚刚不是你 让我先选的吗 我让你奶奶的腿 二人又开始扯起了皮来 虽然刚刚确实是苏玄先选的 但是苏玄为了让自己 更像一个赌徒 就是要跟他扯皮 因为越是这般 才越能得到 这老毒鬼的信任 才能从他这里 弄到灵谷种子 那划拳 哪个赢了 哪个先选 第六十二章 敢不敢赔双倍 石头剪刀布 对于赌徒来说 没有什么笔划拳 更加能够解决问题 就这般一名金丹镜强者 一位来的最强宗门宗主 就跟两个小孩子一般 当着这数十万修士 划起了拳来 哈哈 我赢了 苏玄举起了拳头 对着风雨婷说道 你先救你先 风雨婷气呼呼地 对着苏玄说道 这一局 乃是两名宁业镜小修士 实力都算强 苏玄只是用系统 对着他们一扫 罗凤 雪阴谷弟子 境界 宁业中期 法器 六棱雪花镖 夏品 战力 三百一十 陈飞 浩云峰弟子 境界 宁业近中期 法器 青书网 夏品 战力 二百六十 二人的境界相当 都是一小中型门派弟子 而且二人的法器 也都是最垃圾的夏品法器 所以 五六十的战力差 已经可以决定 他二人之间的谁输谁赢了 只是苏玄在查看了一遍之后 却没有选那三百亿的修士 而是选了那二百六的 因为 苏玄知道 这时候该是他养猪的时候 不让这老家伙赢几把 给他点甜头 他又怎么会越陷越深 苏玄又怎么才能从他手中 把那连一凤楼都不敢卖的 灵谷种子 给骗过来呢 罗凤圣 很快 那名只有二百六战力的修士 就败下了阵来 而那风雨亭看见这一幕 顿时大笑了起来 哈哈 机会交给了你 你也不中用 你也不中用啊 他原本以为这一次 自己要输的 毕竟 这二人全都是宁夜镜而已 苏玄能够看出 他们之间的差距把握很大 谁知道 苏玄竟然没有看出来 运气不好而已 有本事再来 而苏玄自然不会告诉这老家伙 他就是故意放水 让他赢的 不让他赢高兴了 他又怎么会被苏玄给养肥 第二局上场的 竟然又是天纳凤翔谷的杨逸 而且 让苏玄没有想到的是 这家伙 竟然也进阶到了筑基中期 咦 这家伙什么时候 也进阶了 苏玄望着那擂台上的杨逸 对着风雨亭问道 风雨亭一听 立即高兴地说道 这次总该老夫先吓住了 你小子没话说了吧 那杨逸的实力 他们昨日就曾经见过 一手奉斥剑法 速度恐怖惊人 硬生生地 在那巨岩门弟子王继身上 试探出了赵门所在位置 今天 他更是已经进阶到了筑基进 而他的对手 虽然也是筑基进 但是却只是一个中型门派的弟子 虽然这家伙 也算是小天才一个 才加入宗门半年 就已经进阶到了筑基进 但是 奈何无论他修炼的功法 还是法器 都比杨逸要差得多 就更加不要说 他在境界上 还差了杨逸一个小境界 所以 风雨亭看到这一幕之后 不由地又哈哈大笑了起来 苏璇这一次却没有耍赖 对着他说道 该你就该你 又不是输不起 说完就要往那除物袋里 放了五千万零食进去 小子 今天你身上的零食可不少啊 风雨亭对着苏璇问道 要知道刚刚那把 苏璇可是已经输掉了五千万零食了 现在 苏璇又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再次拿出了五千万 那可就是一亿零食了 不由地就又想探探苏璇的底 多不多的 你赌下去不就知道了吗 苏璇白了他一眼 对着他说道 哈哈 苏小子你学聪明了 如此可教 如此可教 看来你小子再赌这一道之上 还是很有天赋的嘛 风雨亭对着苏璇说道 再一次地拿出了两部功法 放进了那储物袋中 没有任何意外 苏璇再一次地输了这一场 然后就是第四场 这一场 苏璇没有再放水 赢下了这一场 到了第五场的时候 今天这里剩下的选手 已经只剩下不到三百人 所以 参赛选手此时已经轮完了一轮 然后 这里就只剩下了不到一百五十人了 这时候 便是那争夺前一百名的比试 剩下来的选手之中 已经很少有实力低微的存在 大多数都是宁夜境巅峰 只有少数运气特别好的 才有可能是宁夜中气 当然 接下来的比试 也会更加的激烈 毕竟对于大多数宗门来说 他们是无望 拿到那前十的名额的 能够让弟子进入前一百 就算是他们的最好成绩了 所以 好多的宗门 都开始纷纷地 使出了各种底牌来 甚至还有不择手段的存在 到了第五场 就又该那风雨停先吓住了 这一次上场的 是两名宁夜境巅峰 老家伙眼力还是不错的 要不然 也不敢跟苏璇这般的豪赌 没有什么意外的 他又赢下了这一场 然后就是第六场 这一次上场的 竟然又轮到了胡青爵 而他的对手 竟然是那昨晚才进阶的杨毅 哈哈 杨毅对胡青爵 杨毅对胡青爵 风雨停看到这一幕 顿时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因为这一局 该轮到苏璇先选了 你笑什么 苏璇对着他问道 老夫笑是因为要看看 你到底敢不敢 再选胡青爵 风雨停对着苏璇说道 在他的心里 胡青爵只有宁夜巅峰 对付一般的助击初期 还有可能 而这杨毅 却不但是助击中期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助击中期 能够相比的 望着老家伙 那一脸的奸笑 苏璇不由得也用系统 开始查看了起来 杨毅 奉祥古弟子 境界 助击中期 法宝气胚 奉斥点金剑 战力 52360 卧槽 这家伙竟然把法器 换成法宝气胚了 苏璇用系统一查看 顿时也是一惊 他是真没有想到 杨毅这家伙 不但进阶到了助击中期 而且还把法器 换成了法宝气胚 若是昨天没有给胡青爵 弄来那黑白拳套的话 还真的要输在这杨毅的手上 没有想到吧 这杨毅 已经是这次奉祥古 最后一名选手了 所以 奉祥古不得不给他 砸下了大量的资源 把他强行地提到了 助击进中期 而且还给他 弄来了一件法宝气胚 看你小子这次怎么选 风雨婷对着苏璇说道 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看着苏璇 只是 苏璇在听了他的话之后 却是对着他说道 假如我选胡青爵的话 你敢不敢陪双倍 双倍 风雨婷一听 顿时就有些犹豫了起来 毕竟他只准备了二十步功法 现在手里只剩下十四步了 这要是双倍的话 那他就只剩下十步了 可就又玩不了几把了 不过 一想到那胡青爵才宁夜巅峰 而且连一件法器都没有 第六十三章早上没有加入天玄宗的家伙们 后悔的想死的心都有 青爵 不必再隐藏实力了 遵命宗主大人 擂台上的胡青爵对着苏璇点了点头 然后他身上的气势就开始猛涨了起来 就如同挣脱了束缚的猛兽一般 瞬间就达到了柱激进 只是 这还不算 一双黑白拳套又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一只上面带着阴森森的寒气 一只上面带着炙热的阳气 这这这 苏小子 老夫又中了你的局 风雨亭才一看 顿时就后悔无比的对着苏璇大叫了起来 没有办法 那胡青爵还在宁夜镜的时候 就已经能够赤手空拳打败助击镜了 现在助击初期战助击中期 还不是手道擎来 就更加不要说 此时的他还多出了一套法宝气培 一看就比那洋溢的凤翅点金剑 还要厉害上几分 面对着老家伙那气急败坏的样子 苏璇也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这可是你自己要我选的胡青爵 气得风雨亭又开始抱起了粗口来 老子让你选 你就选 一点都不知道让着老子一点 只是生气归生气 他自己却也知道 就算是刚刚苏璇让他压胡青爵 他也未必会听苏璇的 只能对着苏璇说道 不行不行 这一把就不说了 下一把只要是你苏璇的人 老子说什么都不下注 直接跳过去才行 这老家伙竟然输得有些怕了 毕竟苏璇这家伙实在是太富裕了 昨天才刚刚把胡青爵收入门下 就马上把胡青爵培养成了注击进步说 还给他弄来一套法宝气配 他是真的害怕去玄 还会给天玄宗的人又塞些什么底牌了 而此时 那擂台下的骑修士 看到这一幕也不由地沸腾了起来 卧槽 不是吧 胡青爵也进阶到注击进了 看他如今的实力 恐怕是服用了注击单进阶的吧 这还用说吗 最少都是服用的上品注击单 上品注击单算什么 他手里的法宝气配 太值钱了 少了一两千万零食拿不下来 一群人纷纷羡慕无比地说道 同时 那些原本觉得天玄宗招收弟子 条件太苛刻地修士 又开始后悔了起来 马德 早知道老子也加入天玄宗了 老子也是宁夜镜巅峰 老子要是昨天加入的话 也可以获得一枚上品注击单了 可不是吗 说不定还可以获得一件法宝气配呢 他们纷纷地说道 法宝气配 虽然他们不敢奢望 但是从苏璇的大方程度来看 一枚上品注击单 却是无论如何 也是没跑的了 想到这里的他们 不知道多后悔了 不过聪明的人 已经开始悄悄地行动了起来 他们悄悄地向着 邢炳怀所设的招收弟子 摊位那边而去 我们愿意加入天玄宗 我们愿意加入天玄宗 瞬间而已 这里就被众多的修士给为得满了 当然 来的却不止是宁夜境巅峰 大多数还是一些宁夜境中期 只是 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却是发现这里的规则 竟然又踏马改了 卧槽 不是吧 竟然要宁夜境后期才能加入了 而且 还得二十岁以下 早上 不是还只要宁夜境中期的吗 怎么又改了呢 一群宁夜境中期 二十岁以下的修士 后悔无比地说道 对啊 早上你们 怎么不加入我天玄宗呢 邢炳怀听后 慢悠悠地对着他们问道 我妈 一时间这群人 竟然被他问得无言以对 不过却还有一些不服气地说道 竟然要宁夜境后期 还要二十岁以下 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的 这天玄宗招令西改 这样的宗门不加入也罢 不就是一枚助击丹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真要有这样的天资 到了哪个宗门 弄不到一枚助击丹的 不得不说 此时的天玄宗招收弟子的要求 已经超过了十大宗门了 而要在二十岁之前 就达到宁夜境后期的 更是百里挑一 甚至一千个修士里 也未必就能够出现一个 只是 这一次虽然有人起哄 但是却没有跟着他们跑了 毕竟 能够在二十岁之前 达到宁夜后期的 都不是傻子 你们做不到 不代表老子也做不到 行前辈 弟子愿意加入 你们没那个本事就赶紧滚 我们才没有 你们那么傻 早上条件还低的时候不加入 现在才跑来 现在再给你们起哄 说不定下午就要 住激进 才有那个资格了 一群宁夜境后期 纷纷说道 纷纷开始跪下 用心魔启示 永不背叛天玄宗 和不泄露天玄宗的 任何秘密起来 而那些早上原本有条件加入 却被裹挟在起哄的 修士之中的那群修士 此时却是后悔的 想死的心都有了 马德 早上究竟是哪个王八蛋 让老子走的 敢不敢站出来 老子保证不弄死他 好像就是这个家伙 刚刚也是他起哄的 啊 不是在下呀 不是在下呀 刚刚起哄的是我 早上起哄害了你们的 真的不是我 是不是那个家伙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他已经成了 大家发泄怒火的存在 而这里有着足足数千的 宁夜境修士 一起对着他发泄 也管不着什么 在宿州城里 严禁打斗的规则 毕竟这段时间 那修仙者协会原本就忙 他们又有着数千人 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一群人冲了过去 对着那几名起哄的修士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打得几名家伙 鼻青脸肿 也就是 修士远比普通人皮操肉厚了 要不然就不是鼻青脸肿 被几千人揍 就算是没有下死手 也要被揍成肉泥 也幸好这边的动静太大 执法队很快就赶了过来 才把他们给解救了出来 不过执法队 也没有那个时间精力和时间 去严查这次在城内动手 毕竟大家都没有下死手就不说了 而且这么多人 要是全部抓回去 还不把他们给盲死 所以 在法不择重的情况下 这件事 就布了布了支了 以后在天玄宗的招收弟子的摊位前 也再也没有人敢阴阳怪气的起哄了 第64章 凤翔谷提前出局 连钱一百也未能进入 以后在天玄宗的招收弟子的摊位前 也再也没有人敢阴阳怪气的起哄了 很快 邢炳怀等人 就招收到了七八百宁业镜弟子 而且都是宁业镜后期 二十岁以下的修士 这般的存在 若是放在其他小中型宗门的话 几乎都可以当成天才来培养 就算是那十大宗门 也可以直接加入内门 算得上小天才了 但是到了天玄宗这里 却成了最低标准 这一切看的那些早上 还有些觉得邢炳怀 把要求提得太高的弟子们 直接看啥了眼 厉害啊 行事说 早上我们还说 你把要求提得太高了 你说下午还要提到宁业后期去 现在才中午 你不但提到了宁业后期 而且还招够了宗主大人给你名额 一帮小弟子 对着邢炳怀说道 邢炳怀听后 却是对着他们说道 老夫算哪门子厉害 要不是咱们宗主大人厉害 培养出了清觉这孩子的话 老夫在这里 能够招到一个断体静的 都算老子命好了 几名小弟子中 大多数都是跟他一般来自于藏龙寺 听了之后 同样深有感触 不由得的 都望向了远处 苏璇所在的方向去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他们太幸运了 对苏璇和宗门的忠心 也再次增长起来 这样一来 就又给苏璇提供了不少的声望 咦 这就已经招够够了吗 怎么还多出了这么多声望呢 苏璇看着系统里的任务 不由地想到 此时的他 已经完成了 一千名宁业境弟子的份额 就只剩下三十名助击 和五名金丹 就可以完成第一个宗门升级任务了 而三十名助击 看似数量很多 但是只要今天于小婉和胡青爵 能够打进前十 就会有很多 助击净修士 拼了命地往天玄踪击 毕竟 他们只要能够进入前十 就最少可以获得三个名额 除了于小婉和胡青爵二人之外 还能够多出一个名额来 就这么一个名额 不要说一般的助击净了 就算是那些修炼天才 也会发了疯的 想要加入到天玄踪 因为进入那神木试炼的好处实在太大 没有几个人能够拒绝 而擂台这边 胡青爵和杨逸的战斗 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胡青爵似乎已经提前锁定了胜局 不得不说 杨逸的实力确实很强 尤其是他的速度 在经过昨晚进阶到助击中期之后 又提升了数倍不止 跟胡青爵的战斗中 速度全开的情况下 擂台下的修士们 都只能看到一道残影 只是奈何那胡青爵的战力远超于他 光是放出了一身护体钢器 就已经比昨日 那修炼巨炎护体弓的王际防御 都还要墙上不知道多少 而且他还没有罩门 双丹田的灵力更是源源不绝 当然 最关键的是 这家伙的拳头实在是太重了 杨逸攻击了他一百多箭 连他的护体钢器都未能破开 只挨了他一拳头 杨逸就被他打得口吐鲜血 速度也瞬间就慢了下来 然后胡青爵又是一拳 接着一拳的向着他攻击而去 每一拳都有着千军之力 每一拳都需要杨逸用十多箭的攻击 才能够抵挡得住 而且每一箭都需要他付出一口鲜血的代价 这就是一粒破万法吗 这也太恐怖了吧 果然 在绝对力量之下 什么技巧都是徒劳 擂台下的修士纷纷说道 没有人不震惊此时胡青爵的实力 那杨逸的极力坚持 也只接下了胡青爵的五六拳 就已经战成了浑身染满了鲜血 成了一具血人 这还是在双方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胡青爵只是用了藏龙爵 没有对他用幽冥寒毒的情况下 他才能坚持这么久 杨逸 认输 赶紧认输 凤翔谷的一名金丹晋长老 对着杨逸命令道 双方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打下去除了会白白地牺牲了杨逸之外 没有任何好处 哪怕杨逸这时候认输了 他凤翔谷这次摆门大笔 就算是全军覆没 失去了争夺前十 获得进入神木试炼的机会 凤翔谷的金丹长老 也不得不对杨逸下了认输的命令 胡青爵胜 随着一声胡青爵胜 胡青爵轻松地赢下了这一局 赶紧从擂台上跳了下来 对着苏璇说道 宗主大人 弟子没有给你丢脸吧 没有 你小子给本宗主长了大脸了 苏璇点了点头赞道 这小子 这次可是提前淘汰了十大宗门之一 让凤翔谷失去了争夺试炼名额的机会 更是让邢秉怀等人在招收弟子的时候 事半功倍 这都才中午就帮苏璇招够了名额 所以苏璇也毫不吝啬对他的赞美之词 接下来的比试中就变得平静了许多 竟然很少有安排十大宗门弟子 对其他小宗门驻基静 进行清理的比试了 不只是胡青爵 就连其他的小宗门驻基静 也没有遇到过 毕竟他们也怕 怕这些小宗门之中 再出现像胡青爵这般的狠人 然后他们也像凤翔谷那般 不但失去争夺前十奖励 进入神木试炼的资格 而且连前一百名都没有能够进去 而胡青爵打完之后 苏璇自然也赢下了 风雨亭的十步功法 此时 他已经从老家伙那里 迎来了足足十四步功法了 每一步都是玄机功法 每一步都是被老家伙做了手脚的 都可以变废为宝 为地级功法 十步地级功法 不说价值了 只说 就算是那西明圣地 也未必就能够拿得出 十步地级功法来 也足以让苏璇激动不已 再来 再来 苏璇才刚刚收起了功法 马上就对着风雨亭说道 再来就再来 老子这一把 一定要赢回来 不过还是一把两步功法 五千万零食 风雨亭也已经疏红了眼 但是却不敢再跟苏璇赌双倍了 两步就两步 苏璇这一次也没有坚持 而且在接下来的赌局中 又开始给这老家伙 放起了水来 尤其是在助击进修士之间的鄙视之中 苏璇几乎就从未猜中过一般 而风雨亭也赢得是不亦乐乎 而且 两人仿佛都很有默契一般 苏璇只往那储物袋之中放零食 而那风雨亭也只往里面放功法 一番赌了下来 这时候 苏璇的储物袋之中已经多出了十五六部功法了 而那风雨亭也从苏璇这里 赢走了足足八九亿的零食 赢得这老家伙 此时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对着苏璇说道 要不 你也把那些功法拿出来吓住吧 第六十五章 你小子想害死老夫是不是 对着苏璇说道 要不 你也把那些功法拿出来吓住吧 毕竟他这些功法中间做了手脚的 只是 苏璇却仿佛听都没有听见似的 又往里面放进去了五千万零食 看得风雨亭再一次地举起了大拇指来 对着苏璇直夸 耿直 够朋友 以后苏宗主用得着老夫的地方 尽管开口就是了 就这般 二人又赌了几局 这几把苏璇输了三局 赢了两局 那老家伙 已经从苏璇这里 赢走了十一二亿零食了 而他带来的二十部功法 也全部被苏璇给赢了过来 说实在的 要不是苏璇昨晚跟那一小差 狮子大开口的话 恐怕今天还拿不出来这么多的零食来 不赌了 不赌了 老夫的功法 已经全部押给你小子了 接下来 这里也就只剩下注击进高手 再赌下去 对你也不利 风雨亭今天算是银爽了 此时他的储物袋之中 已经躺着快十二亿零食 说实在的 不要看他 乃是曾经的风明宗宗主之子 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零食 当年 从风明宗逃出来的时候 带的宝物确实不少 但是这零食 却也只带了一两个亿而已 毕竟很多东西 都是有零食就买不到的 望着储物袋中十几亿的零食 老家伙笑得嘴都合不拢 而此时的摆门大笔 也已经绝出了前二十 只是 苏璇哪里会就此罢休 再赌几局 我这里还要好几亿零食呢 苏璇对着他劝道 不赌了 坚决不赌了 再赌下去 你要吃亏 再赌几局 不赌不赌 你不能赢了 就想跑 晚辈还要把本捞回来 捞不回来了 苏宗主今日运气不佳 明日 明日老夫一定让苏宗主赌净信 二人又开始扯皮了起来 风雨亭更是对苏璇承诺明日 一定要跟苏璇赌净信 苏璇哪里愿意 明日就只剩下前十之间的争夺 这老家伙 今晚回去 还又会准备一堆功法过来 虽然苏璇不嫌弃他的功法 但是他更想从老家伙手里 迎出那灵谷种子来 所以 二人从一个擂台 扯皮到了另外一个擂台 擂皮到了下一个擂台 突然 风雨亭站了下来 指着远处的一个擂台 对着苏璇道 要赌 咱们就去那个擂台赌 苏璇顺着他的手指望了过去 那擂台上站着的 不是他昨天才栽了的于小婉是谁 难道这老家伙还不知道 于小婉也是我的人吗 不应该啊 他都已经知道了 胡青爵是我的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小婉 苏璇心中有一些疑惑 昨天他跟于小婉 被那么多人围着 又招了那么多人 加入天玄宗 老家伙没理由 不知道这事 难道 想到这里的苏璇 赶紧用系统 向着于小婉的对手扫了过去 月红婷 西名圣帝红婷圣女 功法 断情剑绝 修为 助击尽中期 法宝七胚 断浪金涛剑剑胚 战力 六万七千六百三十 这一看 苏璇就明白了 这老家伙 为何要非要赌这一场了 原来于小婉的对手 竟然也是他西名圣帝的圣女 能够在加入宗门半年之内 就成为了圣女 就想而知 这月红婷的天赋 到底有多么恐怖 就更加不要说 他还拥有着一柄 飞剑类的法宝气胚 半年内就成为了圣女 还拥有飞剑气胚 不过这老家伙 既然选定了于小婉的擂台 苏璇却是很乐意跟他赌的 行 但是我 还是要压他赢 苏璇指着于小婉 毫不犹豫地说道 那月红婷 战力六万多 于小婉战力 还接近三十万呢 他有法宝气胚 于小婉更有领保气胚 那是当然 因为他也是你的人吗 听说还是你的小女友 老家伙十分大方地说道 果然这老家伙下去 打听过了 打听过还敢跟苏璇赌 就说明 风雨亭有绝对的把握 所以 他不但答应了苏璇的要求 而且还掏出了五千万零食来 只是 苏璇却知道 此时他的机会不多了 猪爷已经养肥 该是开始宰杀的时候了 所以对着他说道 不行 你都说了 是我的小女友 为了支持我的小女友 我要加倍 我要加十倍 啥 十倍 那不就是五个亿吗 你小子一定是输红了眼 老夫可不跟你赌这么大 风雨亭听了之后赶紧说道 一副 为苏璇考虑的样子 当然 若是他手里还有功法的话 他才不会这般说 现在他没有了功法 他就只能压零食 今天总共才赢了十二亿零食 这一把压了下去 就让他压五亿下去 他哪里肯干 虽然他得到的消息 月红婷似乎不可能输 他也不愿意 因为今天好几次 他都觉得不可能输 胡青爵还不是让他 明明白白地输给了苏璇 苏璇看着这老家伙 一脸心痛的样子 就知道机会来了 就知道你这老空门 舍不得赢回去的零食 苏璇对着风雨亭 一脸鄙夷地说道 你以为都踏马像你 家里就跟 有机器造零食似的 风雨亭白了苏璇一眼 他是实在想不通 苏璇只有住基金而已 为何会有这么多零食 而且还能 不把零食当零食化 那你还是用东西底呗 苏璇对着风雨亭说道 底 还能用什么底 老夫身上的功法 全都已经被拧走了 你又毒那么大 老夫还能拿什么来底 法宝 丹药 不不不 这些东西 是万万不能输给 你小子的 输给你 你小子就不可能拿出来 老夫才不跟你赌 风雨亭对着苏璇说道 他身上确实有很多东西 只五亿零食 甚至远超五亿的都有 只是他还想着有一天重整风明宗 这些东西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拿出来的 苏璇就知道 他会舍不得他法宝丹药 知道自己的机会已经来了 放心 法宝现在晚辈才处激进 还用不上 丹药呢 晚辈暂时也不缺 晚辈就想要几粒灵谷种子而已 苏璇对着风雨亭轻飘飘地说道 不过这一次没有用嘴巴说 而是改成了传音 只是 就算是苏璇用的是传音 这老家伙 也是吓得马上就慌张了起来 明明苏璇的嘴巴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还是一把紧紧地捂住了苏璇的嘴巴 你小子想害死老夫是不是 第66章 灵谷种子到手 你小子想害死老夫是不是 不就是几粒种子吗 看把你吓成了啥样了 苏璇不以为然地对着他说道 你知道让那西民圣的知道了 他们会把老夫怎样吗 你知道吗 风雨亭对着苏璇问道 同时还鬼鬼祟祟地看向了不远处的一座高楼 那高楼上有着十多名猿鹰老怪 其中有一人就是他西民圣地之人 能把你怎样 难道还能把你吃了不成 苏璇笑着对着老家伙问道 你说呢 那踏马可是西民圣地的核心利益 风雨亭白了苏璇一眼道 只是 苏璇既然这时候提出了这件事来 也就已经想好了对策 哪里有那般容易暴露了的 前辈难道忘记了那灵谷种子 从播种下去 到长出灵谷来 最少也要十多年了吗 再说了 现在我天玄宗连一条灵脉都没有 晚辈拿什么中去 苏璇开始对着风雨亭忽悠了起来 不把这老家伙给忽悠瘸 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对啊 你们连灵脉都没有 你小子买灵谷种子干什么 风雨亭听后对着苏璇问道 他终究还是拒绝不了 他对这一场武艺灵石豪赌的渴望 此时的他已经心动了 为未来打基础啊 咱们的灵脉 最多还要一百年 就要恢复了过来了 现在趁着机会 肯定要把这东西给弄到手不适 风长老 你该不会到了一百多年之后 还在害怕失去西明圣地的庇护吧 那样的话 晚辈就真的有些看不起你了 你小子说的也对 等那时候 老夫无论如何 也应该到了原因境了 自然是不用害怕那些外祖 西明圣地想要找老夫麻烦 也得掂量这一些了 你不许传出去 说完之后 风雨亭就拿出了一包灵谷种子 来分给苏璇 好家伙 这老家伙 当初带出来的灵谷种子 可真不少 苏璇原本 只想从他这里 能够骗到五种灵谷种子 就不错了 这老家伙 竟然直接拿出了十多种来 每一种都分给了苏璇一份 然后还对着苏璇说道 苏小子 也就是你了 这东西虽然看似不值钱 但是真的要买的话 你花再多的零食 都没人会卖给你的 那十大宗门之中的凤翔谷 血云宗 还有 他们都求了西明圣地几千年了 也没有求到一粒种子去 老夫这是把你当真正的朋友才 边分封与停 还对着苏璇边说道 苏璇也没有想到 就连那十大宗门 也大半都没有弄到这灵谷种子 没有的话 他们就种不出灵谷 他们就只能在西明圣地购买仙粮 这几大宗门加起来 足足一二十万人 需要的仙粮 一年下来 是何等恐怖的数字 苏璇甚至严重怀疑 西明圣地 能够超越十大宗门 成为这西域第一势力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们能够种出这灵谷卖仙粮 那是 那是 在下有了灵石之后 不是也第一时间想的 是你封长老吗 苏璇笑着收起了那一包灵谷种子来 又对着风雨婷问道 这玩意的培养 是不是需要专业的灵芝师 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 这倒确实是需要 不过一般的种植灵药的灵芝师 就都能够胜任了你 还是自己去找吧 风雨婷对着苏璇说道 他现在反正是不敢去帮苏璇 找什么灵芝师了 不过 他却又给苏璇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 你若真的有那么一天 要种植灵谷的话 可以在那公主河畔打造灵田 那公主河中有一条中品灵脉 曾经我风明宗 在那里种植了上万顷的灵田 种出来的灵谷品质 比西明圣地的还要好上不知多少 风雨婷对着苏璇说道 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似乎又想起了曾经的风明宗往事来 当时啊 我风明宗在那边还打造了一座时间加速法阵 一般的宗门种植灵谷需要十多年 几十年才能够种出一座来 我风明宗有了那时间法阵 只需要一年半载 最多也就几年就能够种出来 只是可惜的是 那时间法阵也被那些外族给毁掉了 他又望向了那曾经风明宗的所在的方向 似乎回忆起了当初那万顷灵田 道浪翻滚的丰收景象 而苏璇听到之后 却是更加的激动 要知道 有了这时间法阵的话 那他就可以 在一年之内就培养出五种灵谷来 这样的话 他也就不用再等他个十多年 甚至是几十年 才完成宗门升级任务 进阶到金丹静了 等老子回去之后 就派人到那公主河畔去考古 就算是绝地三尺 不 绝地百名 老子也要把那时间法阵给挖了出来 只要能够挖出一块碎片来 哈哈 苏璇越想越是激动 法阵不跟其他东西同 一般的法阵都是比较巨大的 就跟当初风明宗的那四项 守护大阵一般 因为巨大的原因 这玩意不但在损毁之后 会变成无数块碎片 而且 材料也可能用得太好 所以 有可能留下来的 也就更多 就比如当初的那块青金石 不但自身便宜就不说了 连上面的灵力 都已经消失殆尽了 那帮外族人自然也就不会 放在眼里 看着苏璇那一脸激动的样子 风雨亭又有一些于心不忍了 毕竟 他可是知道那外族 马上就要入侵了 若不是那筑地 是他卖给苏璇 害怕苏璇反悔 要跟自己扯皮的话 他都要告诉苏璇 那地方 其实不能继续待了 哪里还等得到一百年之后 灵脉复苏的时候去 可是不提醒一下苏璇 他风雨亭这人朋友不多 苏璇算一个 他又觉得过意不去 算了 算了 大不了老子到时候 退给他一亿零食 就是了 说不定以后 从他那里 迎来的更多呢 风雨亭如是地想到 苏小子 苏小子 他对着苏璇喊道 别这么激动 我觉得 你最好还是要派人 去那磐石 长城遗址那边 守着一些的好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 就赶紧风井扯呼 他对着苏璇提醒道 放心吧 放心吧 苏璇对着他随口回答道 自然不会告诉他 此时的天玄山脉 已经拥有了能够 击杀猿鹰老怪的 武林夺天大阵 更不会告诉他 那里光是极品灵脉 都有三条 还有一条龙脉 五口灵犬 苏璇命都不要 都不会舍弃 那么好的地方的 不过 你这次要是输了的话 他又对着苏璇说道 朋友归朋友 但是赌场无父子 赢了就是赢了 输了就是输了 风雨亭 把这赌场的规矩 可是看得比生命 还重要的 但是又觉得 把灵谷种子要回来 是不是太不够朋友 你就再给我一亿零食 种子你拿去就是了 那是当然 输了我给你两亿 苏璇笑着对他说道 第67章 一个坑他栽了好几次 还乐此不疲 输了我给你两亿 苏璇笑着说道 哈哈 断浪金韬剑 那断浪子 这次真的下了血本 把他珍藏了几百年的 断浪金韬剑 都拿了出来 苏小子 看来老夫这次是赢定了 看到赌注下好 风雨亭就开始大笑了起来 他就不信了 这一次 苏璇还能翻了天去 断浪金韬剑 听起来倒是很厉害的样子 苏璇听后 却只是微微一笑 啥叫很厉害 那是相当的厉害 那断浪金韬剑 乃是那断浪子 收集了几百年 才收集来的材料 打造的一柄上瓶法 宝气胚 原本他应该是想要 打造一件 上瓶法宝自己用的 可惜材料实在不够 所以就只能打造出 一柄上瓶法 宝气胚来 为了这柄上瓶法 宝气胚 断浪子那五弟子 当初伺候了 他一百多年 他也未曾拿了出来 风雨婷 却是对着苏璇 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一百多年 那不是寿元 都要耗尽吗 苏璇听后 对着他问道 法宝气胚 只能在筑基镜 才能够培养 过了筑基镜之后 就是金丹镜 金丹镜便能使用法宝 同时也就只能 炼化本命法宝 不可能 再培养法宝气胚 那可不是 可怜那五弟子 原本再差 也能够进接到金丹镜的 结果寿元 耗尽寒痕中 风雨婷对着苏璇说道 他又看向了苏璇 发现苏璇一点都不紧张 对着苏璇问道 不是 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 你的小女友呢 那可是他曾经的师父 为了对付他而 才拿了出来的 风雨婷对着苏璇说道 他对西名圣地的事 所知甚多 同时也知道 于小婉 昨天只有筑基中期 而且使用的 也是一件法器而已 而那月红婷 经过断浪子的精心培养 不但有了这上品法宝气胚 而且还在半年之内 达到了筑基中期 只是 面对他的疑问 苏璇却是对着他 轻描淡写地说道 担心又有什么用 晚辈又不能上去 帮他挡上一件 那风雨婷听了之后 点了点头道 你不行 老夫含啊 要不你求求老夫 你只要求求老夫 老夫就在你那小女友 撑不住的时候 飞上去帮你救人 风雨婷对着苏璇说道 这有些不好吧 苏璇对着他问道 要知道他这般做了 可是破坏了这鄙视的规则 就不说了 而且还得罪了断浪子 那可是原因尽强者 只是 那风雨婷 却是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有什么不好的 大不了回去 被骂几句而已 风雨婷咬了咬牙 对着苏璇说道 听到这里的苏璇 再一次觉得 这老家伙能处 有恃他是真伤 当然 也更是下定了决心 要把这老家伙 忽悠到天玄宗去 不过 让他上去救人吗 还是算了 一来与小婉真的 要是有恃的话 苏璇自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管他什么比识规则 二来 就这么一个月红婷 还真的用不着 用不着 用不着 苏璇对着风雨婷 微笑着说道 你在这里 给老夫等着 老夫去去救来 只是风雨婷 却以为苏璇 是跟他客气 还是缓缓地向着 那擂台 靠了过去 而那擂台之上 于小婉 自然也是认出了 那断浪金韬剑来 断浪金韬剑 没想到吧 师尊已经赏赐给我了 月红婷 拿着断浪金韬剑 十分得意地 对着于小婉说道 说起来这事 还得要感激师姐你 若不是 师姐修为恢复的话 师尊未必肯拿了出来 只是师尊的意思师姐 应该也明白 还请师姐 不要怪师妹我了 这话说的 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他以为于小婉 肯定会很羡慕 更是会很生气 只是 于小婉听后 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 放心吧 我不会怪你的 不但不会怪你 我还会助你脱离苦海 脱离苦海 月红婷不解地 对着于小婉问道 对 就是脱离苦海 于小婉点了点头道 然后就放出了 她的弦跃剑阵来 同时还有她境界 同样是注击中气 卧槽 不是吧 十二把飞剑 这也太好了吧 何止是豪 简直就是 豪他妈给豪开门 豪到家了 那十二把飞剑一出现 台下看热闹的修士们 就直接炸了锅 而原本想要 就与小婉的风雨亭 同样也是震惊地 大叫了起来 卧槽 你这小女友 此时 她似乎才想起 苏璇都能够给 胡青爵弄来法宝契胚 又怎么可能 亏待了自己的女人 那十二把飞剑灵性十足 就如同十二只灵宠一般 围绕着 于小婉不断地盘旋 这是剑灵 十二把拥有剑灵的飞剑 苏小子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就连这一般 拥有剑灵的十二把飞剑 你都能说送就送 同时 她还看出了 那飞剑中的剑灵 这般的飞剑 一把剑最少都需要上一的零食 同时弄到十二把 那得多少的零食 哈哈 我都说了 不用你帮忙的吗 苏璇 却是哈哈地大笑了起来 你小子笑个屁 老夫都这么帮你 你竟然还笑 王八蛋 你以后要是有事 老夫再帮你老夫就是狗 风雨停输了 灵谷种子 还被苏璇嘲笑 气得都快要疯了 战斗还没有结束 她就知道 她又上了苏璇的当 而且 一个坑她竟然栽了好几次 她似乎还乐此不比 马德 也怪老夫蠢 说好的 只要是你的人 就绝对不赌 结果还是被你骗了 她后悔地对着苏璇说道 风长老 这话 我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骗 这叫签 叫做菊 苏璇 却再次拿起了这话来赌她 我做你奶奶的腿的菊 风雨停 再一次气得抱了粗口 一甩袖子 就离开了这里 风长老 明天还来赌吗 苏璇望着她那 怒气冲冲的背影喊道 一点也不怕 把她给得罪死了 风雨停停后 回过头 狠狠地盯了苏璇一眼 这一次她话都不想跟苏璇说了 风里雨里 擂台边等你 不见不散啊 苏璇对着她继续喊道 算定了像她这般的烂毒鬼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她明天肯定还会来 而此时 那擂台上的余小婉 也已经出手 看见 而且这丫头的战斗方式 还是她一贯的作风 不出手不已 一旦出手 那敌人必须是非死即伤 而这一次更是如此 十二把飞剑在空气中 画出十二道优雅的弧线 向着月红亭击视而去 第六十八章 这就是你说的脱离苦海 十二把飞剑在空气中 画出十二道优雅的弧线 向着月红亭击视而去 于小婉原本也想把苏璇 送给她的玄月剑阵 放起来留到最后作为底牌 来使用的 甚至连助击中期的修围 也隐藏了起来 只是 看到那惊涛断浪剑之后 她又拿了出来 不是为了她自己 而是为了苏璇 她要让全天下人看到 她跟了苏璇之后 比脱离了西明圣地过得更好 西明圣地能够给她的 苏璇能够给她 西明圣地给不了她的 苏璇还是能够给她 当然 她还要助月红亭脱离苦海 至于说 怎么助她脱离苦海 那就是一剑 把这丫头 劈成经脉寸断 什么苦海 月红亭 却似乎都还未曾想通于 小婉话里的意思 就看见那玄月剑阵 向着她飞了来 赶紧记起了她的断浪金韬剑 尽力地抵挡 只是她用尽了全力 也只是 抵挡了一息都不到 下一刻 她就发出了一声惊恐 而又凄厉的惨叫 啊 那断浪金韬剑跟玄月剑阵 才刚刚接触 就顿时化成了碎片 被断浪子珍藏了几百年 都不肯赐给徒弟使用 让月红亭引以为傲的 断浪金韬剑 没有断到 任何的金韬海浪 自己连一个 锡都没有坚持住 就先断成了碎片 更是因为她乃是 月红亭本命法宝契胚 跟月红亭性命相连的原因 她的破碎 让月红亭瞬间 也是受了重创 让她口吐鲜血 修为倒退 而接下来的 十二把弦月飞剑 却还在向着她急事而来 这就是脱离苦海 于小婉微微 一笑收起了弦月剑阵 月红亭之来的 急一声惨叫 连跳下擂台逃跑 都来不及 就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经脉寸断 此时的她 才终于想通了 于小婉话里的意思 以断浪子的绝情 她将会成为下一个 被丢在大街上的 西名圣地圣语 这就是她说的脱离苦海 而这一件太过惊艳 也再一次地 引起了台下修士们 热烈的追捧 一剑仙子 一剑仙子 他们疯狂地 对着于小婉大吼 这也太厉害了吧 一剑仙子 不愧是一剑仙子 这一招恐怕 连金丹强者 也未必就能抵挡 这应该已经是 助激进达到助激进极限了吧 他们纷纷如此猜测到 他们从未见过 有助激进 能够发出如此强大的剑招 只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于小婉根本没有使出全力 她的青连十八剑 还一直隐藏着 苏玄一直让她暂时不要暴露 这才是她最大的底牌 当然还有更多人向着 那天玄宗招收弟子的摊位 涌了过去 尤其是 修习剑道的修士 此时 他们已经不再是崇拜 于小婉的剑道 更是羡慕其余小婉手中的 玄月剑阵 你说 咱们加入了 会不会也得到 一套剑阵法宝气胚啊 一套像一剑仙子那般的 有剑灵的剑阵 一套剑阵 应该没有那个可能 不过 一把非剑剑胚 我们努力一定 确实很有可能 他们如此这般的想到 一把非剑剑胚 也已经是他们 渴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只要有一丝的希望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去争取 就这般 天玄宗的弟子数量 再次增长了起来 苏璇自然不会嫌弃人多 毕竟虽然说 此时他宗门任务里 宁业敬弟子 似乎是够了 等到他升级以后呢 那时候 恐怕需要的人更多 他天玄风那么大 又不是住不下 现在不多招一些 更待何时 而于小婉却 是跳下了泪台来 来到了苏璇的身边 一副你懂的眼神 苏璇自然是知道他的意思 不愧是老子 最疼的女人 时时刻刻 都在想着帮老子招揽人才 因为此时他脑海里 也已经再次想起了 系统的声音 丁 发现金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 现在就等 他被丢到大街上了 于小婉对着 苏璇巧笑奄然地说道 俏皮又可爱 若不是亲眼所见 很难把他 跟刚刚一见 就让人家小姑娘 本命法宝 气胚破碎 经脉寸断的一剑仙子 联想在一起 万一断浪子不肯呢 经脉寸断 对于西明圣地 又不是真的束手无策 苏璇对着于小婉问道 是啊 万一断浪子不再绝情 把他的小徒弟 抬回去治好了吗 于小婉也是难难自语道 不过 他似乎马上又笑着说道 那下次就打得他们 治不了为止 此时他心中的心结已解 笑得格外的灿烂 太暴力了 不过我好喜欢 苏璇听了之后 笑着说道 那月红婷能够再加入 西明圣地半年之内 就进阶到筑基中期 就说明 他天赋十分了得 这丫头一见下来 就要变成他天玄宗的人 若不是这里人多的话 恐怕苏璇都要抱着于小婉 啃上几口了 只是 就在苏璇跟于小婉 你浓我浓的时候 一股杀气 却是突然从他的背后 涌了过来 那杀气犹如实质 带着滔天的恨意 仿佛恨得要将他碎尸万段 吃他的肉 和他的血 不是吧 这么恨我 难道是那段浪子 苏璇还从未感受到杀气这玩意 更是见都未见过实质的杀气 风雨婷肯定不会如此恨自己 虽然他赢了不少 这老家伙的东西 此时 能够想到的是 就只有那与小婉 曾经的师父断浪子 只是 当他顺着那杀气 望了过去之后 眼前出现的 却是一个他怎么也想不到的人 一小差 坏了 他该不会认出了 我来了吧 不应该啊 小婉的悬月剑阵 可是有着十二把的 而且从残月剑阵 变成了悬月剑阵 形状 灵性威力 都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 他是怎么认出来的 苏璇心中如此的想到 他实在是想不出来 那一小差 究竟是怎么认出了他的 只是没有认出自己的话 他又怎会如此的恨上自己 其实此时 站在远处的一小差心中 也是疑惑万千 明明拿走的三把 现在怎么变成了十二把了 而且灵性 威力也增强了这么多 难道 真的是我的错觉了 不不不 我的直觉 是绝对不可能错的 第六十九章 一群不要脸的原因冒怪 而且也相信自己的直觉 但是他却没有上去拆穿苏璇 毕竟像他这般聪明的女人 哪里不知道 苏璇要是真的拥有 这般强大的能力 肯定是不会轻易 在陌生人面前 暴露自己的身份 易容用假身份 也是情有可原 当然 最大的原因 还是因为苏璇长得俊俏 若是此时眼前的苏璇 长得像个丑八怪一样 还骗了他的芳心的话 恐怕此时的他 已经顾不得这宿州城里 不允许战斗的规则 说什么也要冲上去 在苏璇的脸上 挠上几个指甲印来 于小婉的这一场 战斗结束以后 接下来的战斗 其他的十大宗门之间的战斗 也是十分的激烈 而且因为是到了最后争斗的时候 大家全都亮出了各自的底牌 甚至一名中型宗门 驻基进弟子 到最后竟然拿出了一枚静药 暴灵丹来 这种丹药 一旦服用了下去 会让服用者体内灵力 暴涨一倍到数倍不止 只是服用后 副作用也十分的严重 轻者丹田和经脉受损 重者修为倒退 甚至被突然猛涨的灵力 撑到自暴 亦是不无可能 不过 为了这个名额 这名弟子也是 直接拼了 要不是他的对手 要亡谷那名弟子太强 而且同样也有底牌的话 说不定这西域第二大势力 要亡谷也要被淘汰 乐出去 而这一次胡清爵遇到的 却只是一名中小宗门的修士 没有办法 十大宗门在凤翔谷被淘汰之后 已经不敢再派他们的弟子 来清理胡清爵了 因为他们此时 还能留下来的弟子 同样不多 一个宗门最多也就一两人 而且十大宗门之间 谁也不会让着谁 只要有两人的 都会被故意安排 给像白衣青年那般的强者 淘汰下一人去 所以 胡清爵的对手 就只剩下了最多一名的宗门 一旦翻车了的话 他们就会失去竞争 这次神木试炼的名额 虽然那家伙 同样也已经达到了助激进 但是实力 却不怎么样 胡清爵轻松 就搞定了他 这样一来 天玄宗就成了最大的赢家 一共有两人打进了前十 只是 当百门大笔的前十 已经决出了胜负的时候 按照十大宗门原来的计划 就是应该把那神木试炼 和百门大笔前十 奖励名额之事 告知众人的时候了 只是 此时那主持这次大笔的金丹镜长老 却是迟迟的 没有上台宣布比赛结果 更没有出来宣布 这次百门大笔前十的奖励 怎么回事 不是说打进了前十 就奖励神木试炼名额的吗 他们该不会是 想要反悔吧 说不定也有这个可能 毕竟这次奉祥谷和血云宗都被淘汰了 一时间数十万修士 开始议论纷纷 与此同时 在这雌雄擂台的 不远处一座高楼之上 十多名原英镜 老怪物此时 早已经没了他们强者的风范 现在怎么办 提出这问题的 是这一次没有打入前十的血云宗园 英强者血云空 怎么办 把这次大笔的奖励通知下去 不就是了 还能怎么办 要王谷的原英老怪 要君祖师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说的倒是轻巧 你要王谷 倒是有一位打进了前十 我血云宗一人都没有你怎么说 血云空对着他怒吼道 说的好像没有 那两个小家伙出现 你血云宗 就一定能够有人打进前十似的 没看见断浪子 那老家伙的小徒弟吗 打你血云宗那个家伙 一个打两个都没有问题 要君祖师对着血云空对道 凭什么说 我血云宗 就一定能够遇得到月红亭 说不定就是你要王谷也有可能 血云空对着要君祖师回对道 然后又看向了 早早就被淘汰了的凤香谷 太上长老凤九卿 凤香谷的 你们也一人都没有在其中 你们说句话 之所以 这十多名原英镜老怪物 会在此时 争得不可开交 还是因为这前十之中 多出了于小婉和胡青爵 这两个变数来 所以 这十大宗门之中 就有这两大宗门 没有进入到前十里来 没有进入前十自然的 也就没有竞争名额资格 所以 这帮原英老怪才 会在这里脸都不要了扯皮 我们凤香谷输得心服口服 那胡青爵 确实有些实力 凤九轻笑了笑说道 似乎并不想烫 这趟浑水 不过 心里已经开始 打起了胡青爵的主意来 等下来老太婆 就把那胡青爵 给拐到我凤香谷去 那小子的实力不弱 说不定能够打进前五去 我凤香谷 这次还赚了 凤九轻心中如此想到 凤香谷的实力 原本在十大宗门之中 原本就属于垫底的存在 就算是能够打进前十 也最多就能够拿个八九名而已 说不定上了擂台 就被打下来 只能拿个第十都有可能 所以 还不如打打胡青爵的主意 他已经查过了 这胡青爵 是被苏璇给带走的 而苏璇现在 自己都才只有住基金 宗门驻地 还在那封明宗园来的地方 能够给胡青爵 什么修炼条件 他这般一说 那血云宗的原因 老怪血云空 就变得孤立无缘了起来 其他宗门的原因长老 也纷纷地开始 向血云空发难了起来 对对对 当初咱们可是商量好的嘛 大家也准备了这么久 都说了 让你们不要藏着掖着了 你血云宗 就是舍不得 把你们最强的案子 启用出来 我们有什么办法 肯定是按照以前 定下来的规矩罢 虽然这规矩没有公布出去 但是外面 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咱们要是不按照这么办的话 咱们十大宗门以后 在这西域说话 那些小宗门 还不把我们的话当屁 没有了那些中小宗门 外族入侵的时候怎么办 你血云宗能够以一宗之力 抵御外族入侵 不需要那些中小宗门卖领 就当我们没说 要不让老血云自己出去宣布 让他当着几十万修士 宣布他作为原因强者 脸都不要了 一时之间血云空成了众矢之地 第七十章 把这汤水彻底地搅混 一时之间 血云空就在这里 成了这里众矢之地 在这帮老家伙心目中 那血云宗 可要比于小婉 和胡青爵难对付得多 特别是血云宗弟子的血云 一旦释放了出来 被血云笼罩之后 不但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 而且血云中 还会发出各种各样的怪声 干扰修士的耳朵听力 只能凭着神识 查看四周的一切 但是却对血云宗弟子 自己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十分的难缠 能够把血云宗淘汰了出去 他们求之不得 又如何会在这时候 为血云宗得罪这西域 成千上万的中小宗门 一群老怪物 对着血云空 就是一顿狂队 他的法宝血云官都给释放了出来 要用他的血云化施工 还跟这群老怪物讲道理 只是这里的十多位 哪一个不是原因强者 哪一个又会害怕血云化施工 他才一释放了出来 其他的原因净强者 就赶紧对着他说道 血云兄不可冲动 血云老弟都快一千岁了 怎么还是这般暴脾气 嘴巴上让人家血云空不要冲动 问人家为何还是这般暴脾气 但是他们却是掏法宝的掏法宝 运功法的运功法 反正 他们都是这西域里最强的几个存在 也不会在乎 在这宿州城里 不允许动物的规则 血云空双拳难敌四手 说也说不过这么多人 收起了阵阵血云 怒气冲冲地向着外面 走了出去 走的时候 还对着他们大吼道 老子这就去找那苏璇去 告诉他 你们这群老混蛋有阴谋 苏宗主 哈哈 早就听闻苏宗主仪表堂堂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果然如此 苏璇正在悠闲地看着热闹 突然就感觉一尊强大的存在 站在了自己的身后 转过头一看 竟然是一名红发老者 前辈是 同时 还用自己的系统 查看起来 这老家伙的战力来 血云空 血云宗太上长老 功法 血云化施功 境界 原因中期 战力 256 9870 卧槽 战力250 十多万 一名原因中期的战力 竟然有250多万之多 苏璇心中不由的一阵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位站在自己身后 对着自己拍马屁的老家伙 竟然是一名原因老怪物 更没有想到 他的战力竟然高达250万 他原本还以为 一般的原因近初期 只有五六十万战力 那样的话 他现在也已经有了 五六十万的战力 遇到原因初期 未必就没有一战之力 谁知道这些原因老怪 战力竟然如此之高 按照血云空中期 250多万来看 初期的原因老怪 最少都应该超过100万 不过 想想也是 能够进阶到原因近 本就是凤毛麟角 没有一个 是简单角色 恐怕他们 在金丹境的战力 就已经远超其他 普通金丹修士 到了原因近 战力自然 也就会高得吓人 看来还是太过小看 这些活了几百 快一千年的老怪物了 还得要赶紧提升实力才行啊 苏玄看了血云空的战力之后 心中如是想到 本座血云空 相信苏宗主 应该也听说过本座的 血云空对着苏玄说道 那是 那是 血云前辈 可是这西域前五的高手 只是不知前辈 亲自前来 晚辈可有什么地方 能为前辈效劳的 苏玄对着血云空问道 关于血云宗苏玄 也有一些了解 他们原本 乃是一个复兴血云的家族 发展来 所以宗门内的 大多数修士 都复兴血云 而这血云空 作为这西域少有的 原英中期 也就只有西明圣地的 那原英后期的宗主 和化神经的老怪物 能够吻压他一头 就算是要王谷的 那两名原英中期夫妇 也未必就敢说 绝对拿得下他 他血云宗这次 虽然被淘汰了 但是淘汰他们的 既不是那于小婉 也不是那胡青卷 他找自己干什么 贵干倒是没有 只是过来提醒提醒苏宗主 小心那群老不要脸的 他们已经商量好了 明日先合力 一起攻击你的人 尤其是你的那个小女友 她的威胁最大 是他们合力 首先清除的对象 血云空对着苏璇说道 啊 那晚辈该怎么办才好啊 那台上的几名 驻激进强者 苏璇已经看过了 除了那白衣青年 有一些威胁之外 其他人都还对自己的人 没有任何威胁 而且 那白衣青年 也就只能威胁一下胡青卷 还得要有人跟他一起合击才行 毕竟 胡青觉得战力 也还比他高了一万多 至于说于小婉 就算是他们合力又怎样 不过 苏璇自然是不会 在这老家伙面前 显露了出来的 假装很着急的样子 毕竟 他可不相信 这血云空专门找到自己 就为了说几句 让自己小心一点 提醒一下自己而已 果然 那老家伙 听了苏璇的话之后 就掏出来一张黄纸符来 那符纸上一朵血云 不断地翻滚汹涌 明明是用笔画了出来 寥寥几笔而已 但是却能够在符纸上 像活了过来 一般翻滚汹涌 仿佛里面藏着一只巨兽 下一刻就要冲了出来 张开血盆大口 见人就吃 这是一张 老夫法宝血云关的符宝 明月就让你那小女友戴上 等到了开战的时候 让她往擂台上一扔 到时候整个擂台 都会陷入这血云之中 谁都看不到谁 本座倒要看看他们 怎么合击你的人 血云空对着苏璇说道 那帮家伙不是害怕她血云宗弟子的血云吗 没有了她血云宗弟子 她照样能够把这汤水给他们搅浑 苏璇听后也是大吃一惊 她是真的没想到 这老家伙看热闹不嫌失大 竟然把符宝这般的宝物 都给拿了出来了 这玩意对法宝 可是有着极大的损伤的 而且还非得本命法宝 才能够凝炼得出来 也就是说 要凝炼这玩意 就算是这血云空 都会要付出一些代价 无论是她的法宝 还是她自己都有不小的损伤 凝炼之后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一般的情况下 这玩意都是 用来给自己的后背保命用的 甚至 好多大能在临终之前 才会凝炼出一批来 放到家族之中 等到家族生死存亡的时候 确保家族 能够在危难中存活了下来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苏璇赶紧接了过来 对着那血云空道泄道 哈哈 没事 没事 只要让你那小女友 开战之后 一剑先把那药王谷的那家伙 给劈下类台来 然后 就是那西名圣地那个 一天到晚穿白衣服家伙 这种本作 也讨厌得紧 先把他们两个 给本作解决了 本作就心满意足了 血云空对着苏璇说道 既然这汤水已经浑了 他就要 把这汤水 彻底地搅浑 第七十一章晚辈 有装几十亿零食的生意 要跟前辈谈 刚刚反对他最厉害的 就是那药王谷的原因老怪 他当然想要 让苏璇先把药王谷 给淘汰了才行 至于说 那西名圣地的白衣男子 倒不是真的 他讨厌这家伙穿白衣服 而是他想要看看 如果这西域第一第二的势力 都一上台就被淘汰了 看那群混蛋 又该怎样说 苏璇听后 却是点了点头 前辈说的也是 晚辈也不大喜欢 一天到晚穿见白衣服的家伙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虽然说血云空 同样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对他同样也没安好心 但是那帮家伙 都想要围攻自己的人 不管怎样与小婉 和胡青爵 都要对他们的人动手 能够在这老家伙手里 拿到点好处苏璇 又何乐而不为 至于说 老家伙心里 那点小九九 其实苏璇 也早已经有了对策 这二人在这里商量着 那楼上的十多名 原音镜老怪 怎么可能看不见 而且 虽然看似这里 离那边很远 但是 以他们的耳力 却是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老血云这个老混蛋 王八蛋 简直太不是人了 他们在楼上 被血云空气的破口大骂 要不我们也把福宝 给我们门下的弟子 一名原音镜 老怪物提议道 只是 其他原音老怪 马上就对着他 怒怼了起来 你是想让他们 全都死在擂台上 一个都下不来吗 十多名原音 强者的法宝 凝聚的福宝 在只有百米不到的擂台上 一通乱扔 那样的威力 不要说一批助击镜后辈 就算是金丹镜后妻 都不一定活得下来 到时候 就不是什么什么 争夺神木试炼的名额 而是直接把前十 给全部团灭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按照原计划办 各位下去之后 找一些克制老血云 内福宝的东西 交给那群后辈吧 记住 不可给他们攻击性的 现在能够打入这前十的 全都他们宗门 暗中培养了 十多年的的暗子 各个天资卓越 所以 这群老家伙 就算是再想要 拿试炼的名额 也不得不 为了宗门的未来 做些打算 只能无奈地回去 给这些后辈们 找一些能够克制 血云空福宝的东西 帮后辈们抵挡一二 血云前辈别急 晚辈这里 还有一桩生意 要跟前辈做 给完了福宝 血云空便 要离开这里 苏玄 却是在这时 叫住了他 生意 什么生意 血云空对着苏玄问道 心想你一个 住寂静的小修士 能够拿得出什么东西 能入得了 本作的演呐 晚辈口中的生意 当然是 那进入神木的名额 苏玄对着血云空 小声地说道 你真舍得 把那名额拿出来 卖于老夫 那血云空一听 马上就欣喜地 对着苏玄问道 他找到苏玄 原本只是想 尽可能地 把这汤水搅浑 却哪里想到 竟然会有 这般的惊喜 舍不得 当然是舍不得 但是谁让晚辈 跟前辈一般都不喜欢 那一天到晚 穿白衣服的人 苏玄对着血云空说道 那神木的名额 看似珍贵无比 但是不要忘了 此时天玄宗 适合进入神木试炼的 驻基境 却只有苏玄 与小婉 胡青爵三人 其他的不要说 邢秉怀等人 年龄早已经超过三十岁了 就连中天花今年 也已经三十有五 至于说 其他宁业竟修士 他们能不能在试炼 开启之前 进阶驻基境 还是两说 就算是他们能够 进阶了那又怎样 苏玄 可是要在那神木里 安放进一块六道 随意传送阵 到时候 他们随时都可以进入试炼 又何必要 即在这一时 所以 此时的天玄宗 其实只需要三个名额 就足够了 不过 虽然只需要三个 但是苏玄 也不会阻止于小婉 他们去争第一 毕竟这玩意现在 可是抢手货 没看到这些原因老怪们 为了名额脸 都不要了吗 再说了 他这两天 已经输给风雨 停了十多亿零食 现在身上 就只剩下七八亿不到 再过两日 便是那一份楼的拍卖会 他可不想到时候 看中了东西 却没有零食拍了下来 晚辈至少可以肯定 到时候 最少有五个名额 要拿出来转手 就是不知道 钱被吃得下不 苏玄对着血云空说道 你小子看不起谁呢 我血云宗 可是这西域的十大宗门之一 五个本座全都 要了你开个价 血云空对着苏玄 才十个亿可不是小数目 说实话 他也有些不确定 这老家伙 为了五个名额 啃出五十亿零食的零食 只是让苏玄 没有想到的是 那血云空却是大手一挥 就毫不犹豫地说道 成交 这是二十五亿零食的定金 等明日名额到手之后 另外一半 也绝不少你半分 不愧是活了几百年 快一千年的元英老怪 随手就能扔出 二三十亿零食来 这就四五十亿零食的 大单到手 苏玄终于不用再 为后天的拍卖会 没有零食担忧了 到时候 我要王谷何肖遥风 还有西明圣地 等六大宗门的弟子 一起攻击于小婉 先把这最强大的对手 清理了出去再说 那好 那胡青爵就交给我天刀门 和巨岩宗 我们保证 你们在将那于小婉打败之前 拖住胡青爵那家伙 一帮元英老怪 如此商量到 都是一群活了五六百年的老怪 他们的脸皮 早已经磨得比城墙还好 为了利益 自然不会觉得 算计两个小辈 有什么可耻的 哈哈 就这么定了 对对对 就这么定了 既然这样 那就宣布 这一次大笔前十的奖励如何 是该宣布了 走走走 一起去 一群老狐狸商量好之后 就要亲自出去宣布大笔奖励 只是 他们回过头一看 他们这里似乎又少了一人 凤道友呢 那不是吗 众人往那楼下一看 才发现 此时的苏璇身边 血云空早已经不见了人影 取而代之的 却是那凤九卿 都是一群老狐狸 没有一盏省油的灯 一群元英老怪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两位道友 两位道友 于小婉从位台上下来之后 就去关注月红亭之事去了 此时这里 只剩下了胡青爵和苏璇 所以 凤九卿一看到那血云空 才一刚刚离开 马上也找了上来 这位前辈是 苏璇看着凤九卿问道 同时再一次承用自己的系统 对着他扫了过去 凤九卿 凤翔谷太上长老 第72章名额再次涨价 这次21个 凤九卿 凤翔谷太上长老 境界 元英初期 功法 凤翔九天 战力 120 9659 果然 他猜得没错 这些元英老怪 个个都都不简单 那元英中期的血云空 拥有200多万战力 而这元英初期的凤九卿 也拥有着120多万的战力 说不定元英后期的战力 跟元英中期的战力之间 差距更大 苏璇估计 元英后期强者战力 有可能会超过600万 本座凤九卿 身居凤翔谷 凤九卿对着苏璇和胡青爵说道 原来是凤前辈 不知凤前辈找到在下二人 可有什么地方 为凤前辈效劳之处 苏璇对着凤九卿问道 说实在的 此时的他心里 多少还是有一些忐忑 毕竟跟那血云踪不同 凤翔谷 可是被胡青爵给直接淘汰了的 此时看凤九卿 如今这副笑音音的模样 倒不像是来兴师问罪的 不过 修仙界里 笑面虎多也多的是 上一刻还在笑盈盈的 跟你谈笑风生 下一刻就在背后捅你一刀的 也不在少数 苏璇不得不防 本座前来 其实是邀请二位 加入我凤翔谷 不知苏宗主有没有兴趣 凤九卿对着苏璇和胡青爵说道 他原本只是打胡青爵主意的 不过一看见苏璇 不但以表堂堂 而且他能够感知到 苏璇的实力意识不弱 干脆就想连着苏璇的主意 也一起打了 二位应该是还未到过 我凤翔谷游玩过吧 实不相瞒 我凤翔谷可是这西域 风景最是秀丽之地 光是灵脉 都有着足足四五条之多 更是有着一条上品灵脉 谷内更是女修众多 因为功法的原因 若是我凤翔谷 自认这西域美女第二的宗门 恐怕也没有人敢说 她是第一 凤九卿对着苏璇和胡青爵介绍道 只是苏璇却对着她说道 实在抱歉 晚辈天玄宗还有着一两千弟子 他们既然已经信任了晚辈 晚辈也不能抛下他们 含了他们的心 四五条灵脉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苏璇天玄丰自己就有着足足九条 至于说一条上品灵脉 天玄丰更是有着六条之多 就更加不要说还有三条极品 一条龙脉了 至于说女修吗 苏璇身边似乎好像并不缺少美女 能够理解 能够理解 苏宗主贵人是盲 那不知能否将清觉这孩子 让于本座 本座承诺定会亲自培养 绝不耽误了这孩子前程 同时 我凤翔谷跟天玄宗从此交好 到了有困难之时 还可守望相助 凤九卿又对着苏璇说道 他原本就是临时起义 才打的苏璇的主意 既然苏璇不愿意 他也就放弃了 但是胡清爵可是关系到 神木失恋的名额 他却是不可能那么轻易放弃的 甚至提出了 要亲自收胡清爵为徒 要知道他可是原因进强者 多少人挤破了脑袋 想要挤入他门下 只是他却已经数百年 都未曾招收过弟子 就连自己的嫡系后人 他都懒得培养 他心想这般的条件 只要说了出来 胡清爵还不欣喜若狂地答应 只是胡清爵听后 却是拒绝得更加干脆 我就待在天玄宗 我哪里都不去 若不是苏璇当日 帮他恢复了丹田 恐怕他现在 都已经死在了一年宗的手上 那时候他就发誓 他的命属于苏璇 就更加不要说 苏璇又是帮他报仇 又是给他攻法 又是给他法宝气配 若不是这一切 他哪里会有今日的风光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 凤九卿听后 对着他再次问道 孩子 你若是到了我凤翔谷前途更好 他还想要再劝几句 谁知道 他身后又响起了 于小婉的声音 凤前辈不必再劝 我们都绝不会背叛宗主大人的 此时的他 就站在凤九卿身后 同时还扶着 经脉寸断的月红亭 果然 月红亭跟他当日一样 已经被丢在了大街上了 凤九卿一看就明白了过来 有些东西 他们这些原因老怪 还真给不了于小婉他们 尤其是这雪中送炭 一时间既然有些语色 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只能在心里 把那修炼绝情剑决的断浪子 给痛骂了一番 断子绝孙的断浪子 要不是你绝情 动不动就把经脉寸断的弟子 扔到大街上 本座堂堂原因尽 又怎么可能会被一个小助纪拒绝 如今我凤翔谷 又该怎样才能 将那试炼的名额 才能弄到手 早知如此 要不用 凤九卿心中开始了盘算了起来 有些后悔 刚刚没有跟血云空一起闹事 同时也在想要不要用强 不过 此时的他 后悔似乎已经晚了 用强的话 也要承担欺负中小宗门的代价 虽然一个天玄宗 不算什么 但是他代表的 可是整个西域 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的宗门 正如那些原因老怪们说的 如果人家中小宗门有了好东西 他们就抢 除非他们能够保证 没有这些小宗门 他们能够撑过下一次外族入侵 难道真的 就只能如此吗 凤九卿如此想到 似乎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 只是就在这时 苏璇却是对着他说道 凤前辈 其实 刚刚我跟血云前辈 已经谈好了价格 他已经算过了 于小宗肯定拿第一式 绝无问题 至于说胡卿绝 就算是被人围攻他 最少也能够打进前五 所以 他们总共会有15个名额 卖了血云空5个 也还有10个 而他天玄宗 就算是再加一个余小婉 带回来的月红亭 也只需要4个 还有6个之多 20亿一个名额 若是前辈 需要的话 卖上几个给前辈 也不是不可 所以 苏璇又把生意 做到了凤九卿身上来 而且 明明刚刚给血云空的 才10亿一个 现在却又翻了一倍 你此话当真 凤九卿 却是没有半点在意价格 直接欣喜地对着苏璇问道 如果凤前辈愿意 付些定金的话 晚辈敢用生命担保 到时候 一定有名额给凤前辈 什么定金 本座现在就给你40亿灵石 给本座留两个 凤九卿赶紧掏出40亿灵石 来对着苏璇高兴地说道 两个名额 他就已经心满意足 就算是他凤祥谷 有人打尽了前十 他们也未必就能够拿到这么多 他甚至觉得 若是早知道这样 他凤祥谷都不应该 把他们的案子启用了出来 尤其是那凤青鸟 那可是他的嫡系后人 不得不说 这老女人 似乎比起那血云空来 还要耿直得多 40亿灵石灵石 连眼都没眨一下 就给了苏璇 那明日大比之后 晚辈就将名额交给前辈 苏璇高兴地收起了40亿灵石来 这样一来 光是名额 他就能赚90亿灵石 这下子短时间内 总该不会缺灵石了吧 苏璇心中如是地想到 他甚至有些期待起了 其他的猿鹰老怪们 找上门来了 第73章这一天下来 竟是这般的收获满满 他甚至又期待 起了其他的猿鹰老怪们 找上门来 那样 他就可以再卖出几个名额去 只是可惜的是 其他的猿鹰老怪们 似乎对他们弟子的实力 十分地自信 对苏璇手上的名额 也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苏璇也不着急 毕竟 再过两天 就是那一份楼的拍卖会 到时候 把这些名额放到了拍卖会上 他就不信了 还拍卖不出去 只是 一想到那拍卖会 苏璇的心里 就有些发毛 那一小柴身上 那股浓如石质的杀气 总让他感觉比面对血云空和凤九卿 还要恐怖一些 到时候 该怎么给这女人解释呢 看来这两天 还得要想个办法才行 苏璇如此地想到 看来还得要看老钟那边 看他能不能把那几种丹药 炼制出一种来 想来想去 苏璇觉得 还得要靠中天花炼制的丹药 只有丹药 才能让那女人彻底臣服 没有了人阻挡 前十会得到神木试炼的名额 就公布了出来 甚至 就连明天最后一场的比试方式 也公布了出来 甚至 他们还专门提到了天玄宗 说什么 天玄宗在这次比试中 表现得十分耀眼 同时也体现了 十大宗门所代表的 修仙者协会的公平公正 虽然谁都知道 这群原鹰老怪 在这次比试之中 做了不少的手脚 但是对于那些中小宗门来说 他们能够兑现承诺 总算是有了一丝希望 他们至少还会给底层的修士们 留上一口汤 虽然要喝上这口汤 同样十分的艰难 若是其他的地方的话 不要说给底层修士们留一口汤了 只要他们敢基于这样的机会 多看上一眼都是罪 十有八九 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 这些原鹰老怪们之所以 给他们留一口汤 倒也不是真的有多仁慈 还是因为那外族入侵的原因 到时候说不定哪一天 就要把他们当炮灰来用 苏玄自然是不想当着炮灰的 也同样不想让天玄宗的弟子 当着炮灰 所以 此时的他 还得要赶紧提升实力才行 想要不当炮灰的唯一途径 就是变强 变强 继续变强 此间是一了 苏玄就带着于小婉和胡清爵 来到了邢炳怀的招收弟子的摊位 此时的这边 依然还挤满了人 哪怕邢炳怀 已经把要求一提再提了 但是这里 却依然有不少的修士 想要加入天玄宗 只是今天一天 天玄宗就招到了一千多人 他们甚至在这里 招到了不少的助激进弟子 十多二十人 加上原藏龙寺的那些助激进的话 天玄宗的助激进 就拥有了三十多人 这些弟子虽然实力都不算太强 但是他们每人最少也有几百的战力 加在一起的话 也足足有着二十多万战力 这些同样又被系统反馈到了苏玄身上 让苏玄的战力达到了八十多万 虽然这八十多万战力 似乎离苏玄想的 能够跟原音境初期有一战之力 还有很长的距离 但是苏玄相信 只要自己继续努力 很快就能够达到了 而招到这一千多人 还不只是战力的增加 苏玄的宗门升级任务 招收弟子方面 现在就只剩下了 还差五名金丹镜 同时 灵谷种子已经到手 试炼名额也同样如此 接下来的几个任务 都已经有了眉目 再加上今天还从风雨亭那里 坑来的十多二十步玄疾功法 回去再一遍费为宝 这一天对于苏玄来说 绝对算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对了 我天玄宗似乎还缺灵之失 何不趁着这个时候 招收几人 苏玄心里盘算着 突然又想起了 种植灵谷需要灵直失 不 不只是灵直失 炼丹失 炼气失 只要有一技之长的修士 我天玄宗此事都需要 还有阵法失 制服失等 苏玄心中想到 又把这消息 让邢秉怀释放了出去 如果你们中间 有炼丹失 炼气失 灵直失 阵法失 制服失等技能的修士 可以不受境界 年龄的限制 亦是可以加入我天玄宗的 邢秉怀才把这一消息一放出去 立即就有不少低阶修士 看到了加入天玄宗的希望 我是 我会炼丹 炼气我会 我是灵直失 我祖上三代 都是灵直失 哈哈 原本以为 老夫这辈子 都不可能加入天玄宗了 谁知道柳安花明又一村啊 宗主大人 我我我我 弟子愿意遵守我天玄宗所有门规 定不负宗主所望 为我天玄宗 炼制出最好的丹药 这般一来 苏玄又招收了几百的 有技能的弟子 而天玄宗到了此时 已经拥有了两千多弟子 而且 炼丹 炼气 灵直失 阵法失 制服失等各种技能的修士 应有尽有 这一切说真的 要是在这摆门大笔之前 苏玄简直想都不敢想 他还深深地记得 这之前 他连想要招收一名断体禁弟子 都没有人愿意理他 不过 苏玄却依然没有自满 因为那百年之期 很快就要到来 想要不成为炮灰的话 他还得要赶紧变墙才行 所以 苏玄才一回到了宗门 就马上挑选出了一些性格 稳重仔细的弟子 前往那公主河畔去考古去了 记住了 只要有任何有符文 阵法等痕迹的东西 都一定要给本宗主拿回来 苏玄对着这些弟子命令道 那时间 法阵对于他能否尽快完成宗门升级任务 十分的重要 同时 天玄宗门下的弟子 到了筑基镜之后 也会需要越来越多的仙粮作为食物 如今的天玄宗柱基镜 已经拥有三十多个 若不是前段时间 临时景的话 苏玄都已经给门下弟子 购买了一些仙粮回来了 仙粮作为食物辅助修炼 比起只让他们避古石器修炼 要快上不知道多少 但是购买仙粮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 苏玄必须要赶紧把时间法证给弄了出来 然后把灵谷种植了出来 遵命宗主大人 一百多人 赶紧向着那公主河畔而去 开始了日夜不息的 对公主河畔原封民宗上万请临田 进行了考古 而苏玄却是回到了洞府之中 拿出了那二十步功法来 风神天罗诀 紫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红色品及宝物 明月鬼书 紫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红色品及宝物 二十多步步功法 整整齐齐地摆在苏玄面前 苏玄赶紧抓起其中一步来 对着系统命令道 系统 我要变废为宝 苏玄对着系统命令道 丁 宿主耗费三千声望 将红色品及废品 明月鬼书 变废为宝为红色品及宝物 明月魂金 明月魂金 鬼道修炼秘籍 地级功法 苏玄猜想得果然不错 这些玄级功法 在变废为宝之后 全都变成了宫地级功法 看着这二十步地级功法 苏玄心满意足地大笑了起来 哈哈 如今这西域 估计没有哪个势力 有我天玄宗地级功法这么多了吧 同时 他又想起了那风雨亭 来 也不知道老家伙 明天还会不会能够再拿出一些来功法来 若是他能拿出一两步 做了手脚的地级功法的话 那就简直不要太好了 第74章 诡异的红莲夜火 若是他能拿出一两步 做了些手脚的地级功法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苏玄心中不由地想到 不由地又期盼起 明天跟风雨亭的赌局来 虽然那老家伙 今天被自己气得不轻 但是苏玄知道 像他这般的 赢了还想赢 说了想捞回本的烂赌鬼 明天肯定还会出现的 收拾盘点完之后 苏玄又去了中天花的洞府 在他的洞府旁边 一座专门的炼丹阁还未建成 但是他的洞府 却已经扩大了数倍 几十名有些炼丹天赋的天玄宗弟子 被他带在洞府中精心调教 甚至有些聪明点的弟子 已经着手学习练习断体静修饰 适合使用的八九品丹药 宗主 苏玄来到这里的时候 中天花正在忙碌着 看到苏玄过来 赶紧带着弟子们对着苏玄行礼 义凤阁剩下的那几种丹药 有些眉目了眉 苏玄对着中天花问道 宗主大人急着要吗 中天花对着苏玄问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 发现了我的身份了 苏玄对着中天花说道 明白了 明白了 最迟明天晚上 就应该能把那宁英丹给炼制了出来 中天花立即就明白了苏玄的意思 他还等着苏玄 从那拍卖会上 帮他买回那九花顶来 此时 哪里还不赶紧抓紧点 是上品废丹吗 苏玄对着他问道 绝对上品 应该会有废丹吧 中天花对着苏玄说道 作为一名炼丹师 他也觉得很无奈 炼丹成功了 反而没有失败了的废丹好 幸好的是 就算是再厉害的炼丹大师 也不敢保证百分百成功 苏玄要的他炼成废丹来 只要有一枚就足够了 苏玄对着中天花说道 然后又在这里 跟他交谈了一会 甚至 还帮着他指点了几个小徒弟 毕竟苏玄可是有着他的炼丹技术 也是妥妥的无品炼丹师 这样一来 已经都很晚了 苏玄才离开了中天花的洞府 我今天是不是 把什么重要的事给忘了 好像还获得了一件的宝物 就在苏玄以为 今天的事全部处理完了 总算是可以休息的时候 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来 坏了 我怎么把他给忘记了 苏玄一件事 一件事地回忆了过去 总算是把月红婷给想了起来 那可同样是一名金色品级的废品 变废围宝之后 会变成紫金色的宝物 可不要小看 于小婉和胡青爵等人 变废围宝的时候 他们只用了几百 几千的声望而已 跟几品灵脉这些动不动几万无法比 那是因为他们如今修为还低 对于一个宗门的发展 人才才是最重要的 甚至有时候比几品灵脉 宗门守护大阵更加重要 苏玄赶紧向着洞府的内侍走去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于小婉应该是把月红婷 带回了他们的洞府里了 师姐 你说宗主大人 他真的愿意为我疗伤吗 苏玄还未曾走进洞府 就听到月红婷忐忑的声音 这个还真不好说 这得要看 你能付出多大的代价了 于小婉对着月红婷说道 啊 可是我现在 我现在能拿得出什么来啊 月红婷听了之后 顿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此时的他经脉寸断 修为尽失 被西明圣的赶出来的时候 那几个师兄弟不要说他身上的除物袋了 就连那断浪金韬剑的碎片 都全部给他搜走了 没有办法 这些家伙都是修炼的那绝情见诀 跟断浪子一样 都是绝情又绝意的主 而于小婉 却是不断地打量着 他那颇具规模的身材 怎么能说你什么都没有呢 我觉得 你就很有料吗 要不你 于小婉意有所指地 对着月红婷说道 可是 可是我现在 身体这个样子 我怕经不起 月红婷颤抖着 对着于小婉说道 可嗨嗨 苏玄赶紧咳嗽打断了他 不能再让他们说下去了 再说下去 自己就要成了 趁人之危的死便推了 宗主大人 宗主大人 听到苏玄的咳嗽声 二女赶紧对着苏玄喊道 月红婷想要站起来行礼 苏玄却是制止了他 不必了 用刀兴起过失了吗 苏玄对着他问道 虽然说这女人天资不错 但是苏玄的秘密实在太多 他必须要谨慎一些才行 若是不能保证 不把自己的秘密泄露了出去 苏玄不但不会救他 而且还会就地击杀 已经起过了 我带他回来之前 就让他用刀兴起过事了 于小婉对着苏玄说道 嗯 既然是这般的话 那我们开始吧 苏玄点了点头道 对于于小婉他还是信得过得 好 那你们先忙 弟子先出去了 于小婉对着苏玄说道 赶紧退了出去 这里就只留下了 苏玄和月红婷二人 能不能 月红婷看到这里 只剩下了他和苏玄 有些惧怕了起来 不过却是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希望我能够撑过来吧 只是 就在他瑟瑟发抖的时候 一股神秘的力量 却是向着他涌了过来 原本已经寸断的经脉开始重续 不一时就已经恢复如初 只是这还不是全部 他的丹田 经脉 甚至是神魂 都开始了制的飞跃 就连他原来才刚刚进阶到 驻机中期的修为 也变得比以前更加的稳固了 他甚至能够感觉得到 自己的实力最少提升了三倍有余 哪怕此时 他已经失去了那断浪金韬剑 但是他却感觉自己现在赤手空拳 也可以打败原来的他自己 丁 恭喜宿主耗费6500声望 成功将红色品及飞品 变费为宝 为紫金品及宝物 月红婷 天玄宗弟子 功法 绝情剑绝 天赋 红莲夜火 由红莲解体变费为宝而来 可在丹田之中 修炼出一品红莲夜火 法宝契胚 以碎 可变费为宝 战力 126350 卧槽 红莲圣体 那不是传说中最诡异的火焰 红莲夜火的天赋吗 苏玄看着月红婷的属性面板 一时间也是震惊不已 首先野丫头在变费为宝之后 没有任何法器 就能够达到12万多的战力 就让苏玄吓了一大跳 然后就是他的天赋 竟然是传说中的红莲圣体 可以修炼出红莲夜火的一种强悍天赋 红莲夜火 可是号称天下第一诡异的火焰 据说它无形无色 甚至身中红莲夜火之人 一开始也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直到不知不觉之间 火焰已经燃烧到心间之时 才会点燃心底的罪恶 心中的罪恶越是深厚 火焰便会燃烧得越是汹涌 第75章 梦中的天极功法 心中的罪恶越是深厚 火焰便会燃烧得越是汹涌 其实 都不用多么的旺盛的火焰 因为那心间的位置 正是一个人最脆弱的地方 就算是修饰的肉身 远比普通人强悍 亦是如此 只需要稍稍一点火焰 就能够让敌人非死即重伤 更不要说 心间起火之后 会给在战斗之中的敌人 造成多大的恐慌了 剪刀宝了 这一次 老子绝对是剪刀宝了 若是让他修炼成了红莲夜火的话 绝对会成为我天玄宗的 又一强大战力 而且 若他要是修炼成了的话 本宗主也同样能够用红莲夜火来战斗 苏玄望着月红亭的属性面板 激动地想到 幸好于小婉 把他给带了回来 也幸好自己刚刚记了起来 若是任由他自生自灭的话 那苏玄的损失可就大了 甚至 苏玄都有些想要感谢那段浪子了 送给了自己两名弟子 两名弟子 都是这般的优秀 不过 要想修炼出红莲夜火来 就不能让他再继续修炼绝情见绝了 还得要找一步 能够修炼出红莲夜火的功法才行 可惜的是 从风雨亭那里迎来的功法里 并未有能够修炼出红莲夜火的功法 只能以后再说 我的修为 我的经脉 不 我的一切都恢复了过来 不 不只是恢复了过来 我能够感受到 我变得更强了 而此时的月红亭 早已经喜极而起 他刚刚还在想着 自己能不能撑过苏玄 给他带来多痛苦 毕竟 他现在可是经脉寸断 每挪动一下 都是一种说不出的剧痛 而作为修饰的苏玄 身体肯定不是普通男人 可比 谁知道下一刻 一股神秘的力量 就包裹了他 不但没有半分的痛苦 而且还格外的温暖 更是恢复他的所有伤势 不只是今天于小婉那一件 留下的伤势 这半年来 他为了能够尽快地提升实力 不要命地修炼那绝情见绝 也让他受了不少的内伤 只有半年时间而已 就已经让他的关节 时时刻刻都又酸又痛 而现在这些暗伤 也被苏玄的那种神秘力量 给全部治好 就更加不要说 他体内的灵力 还提升了数倍了 如此这般 让月红婷如何不激动地喜极而起 感觉如何 苏玄收起了那种神秘力量 对着他问道 我感觉 奴家感觉从未有过 如此这般的好过 月红婷对着苏玄激动地说道 还没有说完 又一膝盖跪在了地上 对着苏玄磕起了头来 多谢宗主再造之恩 奴家无以为报 甘愿做牛 做马报答宗主大恩大德 他对着苏玄说道 语气十分地诚恳 同时 苏玄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听到了 声望到账的声音 定 报恩的是后面在说 你以前修炼的绝情剑决 并不适合你 就暂时不要再修炼了 苏玄对着月红婷说道 奴家遵命 月红婷早就吃够了 那绝情剑决的苦 好不容易修炼到住击中期 连那断浪金涛剑断浪子 都赏赐给了他 受了那么多苦 结果到头来 却被余小婉一剑 给劈成了筋脉寸断 修为尽失 就连那断浪金涛剑 也被劈成了碎片 如今 苏玄让他不要继续再练了 他自然是欣然答应 那奴家接下来 适合练何等的功法 月红婷对着苏玄问道 余小婉已经告诉过他 余小婉的功法 就是苏玄给他的 清廉十八剑 不但威力强大 而且还没有修炼 绝情剑决的那种痛苦 余小婉却没有告诉他 他的功法 也是苏玄从残缺的清廉十八剑 变废为宝来的 他还以为苏玄这里 能够拿出各种各样高深的功法来 只是 苏玄却是对着他说道 你现在的天赋 乃是传说中的红莲圣体 可以在丹田之中 修炼出一品红莲夜火来 对敌之时 杀敌于无形 可惜本宗主这里 暂时没有这般的功法 苏玄对着月红婷说道 谁知道 苏玄的话音才刚落 那月红婷便激动地对着苏玄问道 红莲夜火 宗主大人说的 可是那号称 燃尽世间罪恶的红莲夜火 正是雌火 苏玄点了点头 对着他说道 说实在的 苏玄也有些好奇这女人 竟然也知道红莲夜火这东西 要知道 苏玄前世在地球上 虽然听说过十二品红莲等传说 但是却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人能够修炼出红莲夜火来 而苏玄能够了解 还是来自于系统的介绍 只是 让苏玄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那月红婷 在听了苏玄的话之后 却是自顾自地念叨了起来 八寒地狱之地七 如红莲华也 红莲纳洛家 与此差别 恶业骇身僻如火 有名烧地狱醉人之火 以后者 由前世之恶业所感故也 夜火干枯 他一字一句地念叨着 言语古朴 断断续续 听在苏玄的耳朵里 似懂非懂 一时间像是能够理解其中的意境 但是却又抓不住重点 只是 就在苏玄还在疑惑 他到底念叨的是什么的东西的时候 他的脑海里 却是再一次想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恭喜宿主发现红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金色品及宝物 红色品及废品 难道就是月红婷嘴里念叨的东西 苏玄听了系统的提醒后 如是地想到 等到月红婷才一念叨完 就马上对着他问道 你这些都是 从哪里听来的 不敢欺瞒宗主 奴家这些东西 都是从梦里听来的 月红婷对着苏玄说 梦里 苏玄听了之后 更加惊奇地问道 对 就是梦里 奴家从小就爱做一个梦 梦里有一名红衣赤族女子 脚踩十二品 红色莲花 刚刚奴家所念叨的 便是那女子口中听来的 难道是血脉传承 不 似乎更像是转世重生 只是这丫头在转世之时 出了什么差错 记忆变得不全 只在潜意识里剩下了一些 所以才会时常地梦到 苏玄听了之后 立即就明白了过来 血脉传承的话 一般都不会那么模糊 而且都是在血脉 受了刺激的时候 才会显现 只有转世重生 然后记忆出了问题 才会时不时地被它梦见 而且 转世重生在地球上 或许十分地稀有 但是在这修仙界 只要不是魂飞魄散 几乎都能转世重生 而强大的修士 更是能够带着所有的记忆 转世重生了过来 月红婷这点记忆 真的不算什么 唯一的好处就是 他似乎给自己带来了一部 适合他修炼的功法 赶紧把这些刻录 在这枚玉碟之上 苏玄对着月红婷说道 按照风雨婷 给他的玄机功法 只是紫色来看 他这红色的功法 很有可能便是地级功法 如果再变废为宝为金色的话 很可能苏玄 马上便会得到一部天级功法了 天级功法呀 或许这西域 还没有一部天级功法吧 苏玄心中如是地想到 第76章 这是要让人连转世的机会 都不给吗 天级功法呀 或许这西域 还没有一部天级功法吧 苏玄心中如是地想到 月红婷接过了御碟 赶紧刻录了起来 可是宗主 虽然奴家经常做这个奇怪的梦 但是那红衣女子口中所念之次 十分晦涩难懂 所以 奴家能够记住的实在不多 这能有用吗 边刻录 月红婷边忐忑地对着苏玄问道 有没有用你一会便知了 苏玄对着她说道 让她赶紧刻录 也许是她前世记忆 实在是所剩不多 能够让她前意识里还有印象的 也就只有功法中少有的聊聊几句 她的刻录并没有经过多时 就已经刻录完了 然后又仔细地想了起来 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往里面加了几个字之后 就对着苏玄说道 奴家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此时 那御碟之中所刻录的字数 也不过才几百字而已 只是 苏玄拿了过来之后 却是对着她说道 有这些就够了 然后那股神秘力量再现 向着那御碟中汹涌了进去 丁 恭喜宿主耗费九千声望 成功将红色品及废品 红莲断魂篇 变废为宝为 红莲断魂炼破绝 红莲断魂炼破绝 天际功法 炼成后可在丹田之中 酝养出一品红莲夜火 断魂炼破 杀敌于无形 断魂炼破 这是要让人魂飞魄散 连转世的机会都不给别人吗 看着这功法的介绍 苏璇不由得也是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功法不但诡异 威力无穷 而且十分的残忍 不过 功法除了可以提升修为 在先路上走得更长之外 本就是杀人之术 都要杀了对方了 还要什么仁慈 越是残忍 苏璇越是喜欢的锦 拿下去应该可以修炼了 苏璇把玉蝶 又交回到了月红亭手中 这这这 月红亭只是看了一眼 便已经震惊到了张大了嘴巴 那玉蝶之中 此时索克璐的功法 已经从短短的几百字 变成了数万字 如此多的字数 不要说补全功法 让他变得完整无误了 就算是克璐也不可能 像苏璇只用了这会儿时间 便能克璐得出来的 只是这数万字的功法 他却几乎都似乎 在那梦中听那红衣女子口述过 一遍没读了过去 自然也就有了印象 竟然没有半分的错漏 这般一来 望着那玉蝶中的功法 若不是苏璇乃是男子 月红婷都要怀疑苏璇 便是他梦中之人了 不过 一想到苏璇那神秘力量 不但连他经脉寸断 修为禁师都能恢复 更是将他的天赋实力 都提升了数倍 月红婷又觉得 这很正常 赶紧跪在了地上 对着苏璇道谢了起来 多谢宗主 多谢宗主 他跪在地上 疯狂地对着苏璇磕起了头来 这可是天际功法 月红婷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 竟然能够修炼传说中的天际功法 恐怕这整个西域 也没有一人能够修炼这般的功法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就算是那西明圣地的化神老祖 修炼的 也只是一部地际功法而已 不必如此 好好修炼就是了 苏璇随手一抬 将他扶了起来 他只要修炼成了 系统马上便会反馈给苏璇 苏璇也同样可以使用 所以 苏璇也同样期待起了 这丫头 能够尽快地修炼成功 他也好去试试 能够能够断魂炼破的红莲夜火 到底有多强的威力 修炼之中需要任何资源 都可以说出来 宗门会尽可能地满足你 苏璇又对着月红婷说道 说完之后 便要离开这房间 只是 那月红婷却是 对着苏璇说道 宗主今夜能不能不走了 边说 还边截起了自己的扣子 啊 那是小婉跟你开玩笑 吓唬你的 苏璇哪里不知道 他话里的意思 只是 那月红婷听了之后 却是娇滴滴地对着苏璇说道 可是奴家是认真的 还望宗主大人联系 说到最后 声音也是越来越小 细入文营 这苏璇拥有那股神秘力量就算了 还是生得十分俊巧 光是这两样 试问有几个女子 见了 不会动心的 就只说 苏璇这洞府中 还拥有着一口灵拳 他若是跟了苏璇的话 便可以留在这洞府之中 所以 月红婷虽然知道 苏璇跟于小婉关系 但是让他做个事前 他也愿意 而在这天玄大陆 普通人都能三七四歉 更不要说 修士的寿员都十分漫长 到了高阶之时 一个闭关都需要数年 甚至几十年 所以一个男人 拥有些其他女子 也再正常不过了 所以 他跟苏璇之间的事 虽然看似是于小婉开的玩笑 其实也是墨雪 若不然于小婉此时也不会 离开了这里 把他跟苏璇二人 留在了这里了 苏璇虽然不是坏人 但是也不是什么 禽兽不如之人 这般的好事 自然是不会拒绝 再说这些天理 先是被一小差一番聊 然后又不能打扰于小婉 早就是浑身的静没出使了 第二天一大早 苏璇就带着于小婉和胡青爵 一起赶往宿州城去 今日不用再招收弟子 这天玄宗内 又各种事物繁忙 所以 邢炳华也没有跟了过去 只有他三人一行 而三人才 刚刚一到宿州城外 还未进入一城门 就看见了风雨亭那老家伙 已经等在了这里 我说 你们能不能来得早点 我一个老头子 都在这里 等你们快半个时辰了 他一见到苏璇他们 就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果然猜得不错 这老家伙就是一个 输了想捞回去 赢了还想赢的烂赌鬼 不但今天又来了 而且还在那雌雄擂台处 都等不住 迫不及待地 跑到这城门处 来迎接苏璇了 怎地风长老 今日又准备了很多功法 这般迫不及待地 要送给晚辈 苏璇见了这老家伙之后 便对着风雨婷笑问了起来 你当我风明宗的玄疾功法 都是地摊货 你想要多少 就有多少 没有 没有 风雨婷对着苏璇白了一眼道 没有玄疾功法 还有地极啊 苏璇对着他笑着说道 那你就想都别想了 那是我风明宗的正宗至宝 就算是你要了老夫的面 老夫一是不可能拿得出来的 风雨婷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一听 立即来的精神 这老家伙既然这般说 那就说明 他风明宗 还真的有地极功法 至于他所说的 要了他的命 他都不可能拿得出来 苏璇直接选择了无事 因为这老家伙 有比他命更加重要的东西 第77章小碗 不用再隐藏了 那今日 咱们又是怎么个读法 苏璇对着风雨婷问道 今日的读法 那就简单的多了 鉴于 你有二人打入了前十 所以 你最少 都能够拿到第九名 咱们 就以第五名为界限 若是你拿了第六名 就输给我一亿零十 如果你拿了第七名 就输我两亿 如果你拿了第八名 你就输我四亿 如果你最后 只拿到了第九名的话 那你就得输给我八亿 反之 你若是能拿到第四名的话 我就输你一亿 第三两亿 第二四亿 第一八亿 风雨婷对着苏璇说道 他已经打听过了 十大宗门会让两个人 先拖住胡青爵 然后其他人一起围攻小婉一人 他就不信了 这一次 于小婉还能够挡得住 那么多人的围攻 赌这么大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 苏璇听了之后 对着他问道 要知道 他总共才从苏璇这里 赢走了十亿二亿 那是当然 既然已经到了最后一局了 当然要任性一把赌大点 怎么样苏小子 敢不敢赌 风雨婷对着苏璇反问道 风雨婷对着苏璇问道 有何不敢 苏璇听后都快乐出了声 自然是不会告诉他 于小婉的手上 还有着一张底牌 那就是青连十八件 非常爽快地 就答应了他 很快 几人就再一次地 来到了雌雄擂台 而于小婉和胡青爵一到 十大宗门弟子 已经站在擂台上 等着他们了 几人在擂台上围成了圈 各占据一方有力的位置 只给于小婉和胡青爵 留下了两个位置 其中 于小婉的位置左右 各有三名十大宗门的弟子 看来 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苏璇一看 就知道这群家伙 想要怎么围攻于小婉 哈哈 如果你现在认输的话 我可以让你只输一半 风雨婷对着苏璇说道 在他的心里 这般的阵势 苏璇肯定会选择输一半 毕竟此时还能站在擂台上的 都绝对不是庸才 他们能够从一千多人中脱颖而出 就已经说明了 他们各自的实力 更何况 今日是最后一战 那些原因老怪们肯定也给他们准备了不少的底牌 只是 苏璇在听了他的话之后 却是想都未想 就对着他说道 不必了 我对我的人有信心 因为他已经用系统扫过了 围攻于小婉的那六人 最强的也就只有那白衣男子 有八万多战力 其他人却都只有四五万而已 也就是说 这六人加起来也就只有三十多万 而于小婉一个人 就有接近三十万的战力 战力这玩意 又不是其他东西 一加一等于二就行 一个三十万战力的 绝对可以秒杀十多个五六万战力的了 不是战胜 而是秒杀 那你小子就等着输八一把 风雨亭对着苏璇说道 语气里充满了苏璇不知好歹的味道 开始 随着那金丹镜长老一声开始 十大宗门的修士 开始缓缓向着于小婉和胡青爵围拢了过去 其中 天刀门和巨岩宗二人 向着胡青爵靠了过去 这两大宗门的功法 都以防御力著称 同时 他二人的实力也较弱 所以 按照计划 就由他们二人先拖住胡青爵 其他的五人 全都向着于小婉围了过去 唯有那白衣男子 站在原处 没有任何行动 丁少白 你干什么 要王谷弟子 要心对着他问道 本少修与允儿等为武 丁少白 昂起了他那高傲的头颅 让他丁少白跟这帮家伙 去围攻一名同阶修士 那是 对他丁少白的侮辱 尤其是这名同阶修士 还是一个女人 哪怕他在来这之前 原因竟老怪 已经给他打再三打过招呼了 真他妈能装的 这逼什么时候没有装过了 让他装好了 等我们解决了于小婉之后 下一个就轮到他 其他几大宗门的修士 听了他的话之后 都破口大骂了起来 他们就不信 他们五人都还对付不了于小婉 而且 除了于小婉之外 似乎这家伙就是最强 正好找个理由 一会围攻丁少白 而于小婉和胡青爵 看着这群家伙分成了两拨 向着他们围了过来 却也没有半分的惊慌 小安姐 扔不扔 胡青爵对着于小婉问道 同时 她的手中 还有捏着血云老怪的 血云官福宝 因为她实力较弱 所以苏璇把这福宝交给了她 于小婉却是对着她摇了摇头 太浪费了 留着以后用马 她可是从苦日子里 走过来的女人 一直以来 都是都是能省即省 只是这话 落到十大宗门弟子 几人的耳朵里 却仿佛受了极大的侮辱 贱人 你竟然看不起我等 受死吧贱人 纷纷发出了愤怒的怒吼 同时为了速战速决 同时使出了他们最强的一击 就连那些猿鹰老怪们 赏赐给他们的各种底牌 都使了出来 他们各个原本实力 本就非凡 如今加上这些底牌 强大的攻击 犹如一刀巨大的灵力瀑布 向着于小婉倾泻了过去 五颜六色的灵力光芒 只是一刹那 就将半个擂台 都戎罩在了攻击之下 一时间不要说于小婉 还有什么的躲闪之处了 就连他的身影 也淹没在这攻击之下 看不到他半分的影子 这 一剑仙子这一次 是不是太拖大了一些 站在擂台下的观战的修士们 纷纷说道 为于小婉担心了起来 就连站在远处的血云老怪 此时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唉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看来那五个名额的事 要泡汤了 他可是时时刻刻 记者苏璇答应过他 要给他五个名额的 而风雨婷 更是直接收起了储物袋 对着苏璇说道 就这么结束了吗 要不要老夫出手救人 那储物袋里已经装好了 他更苏璇各自地堵住 一人八亿零食 在他们的眼里 没有一人觉得 于小婉能够从 如此强大的攻击撑下来 唯有苏璇一人 还相信 于小婉是绝不可能输的 小婉 拿出你的最强的形态来 让他们看看 他对着于小婉大吼道 随着苏璇的一声大吼 那漫天盖地的攻击 开始缓缓地消散了开来 不 严格地来说 不是消散 而是被吸收了 被一道清廉虚影 给直接吸收了 那清廉虚影 似乎由一道道 剑气组合而成 将于小婉护在了中间 将他衬托得高贵又神秘 这是什么 难道是他的护体刚气 没见过护体刚气 还能化形成清廉的呀 所有人看到这一切 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只要是助击进强者 都可以用灵力 转化为护体刚气 来帮自己抵挡敌人的攻击 只是他们 却从来没有见过 刚气还能化形成一朵清廉 更是能够吸收对方的攻击 快退 那是清廉剑体 有着生生造化之力的清廉剑体 第78章 这一件太过惊艳 多少年后还被人传说 清廉剑体 就在众人疑惑无比的时候 那不远处的高楼上 一名猿鹰老怪的声音 在空中爆响了起来 见多识广的他 认出了于小婉的清廉剑体 赶紧对着十大宗门弟子 发出了提醒 只是 这一切还是太晚了 只见那清廉虚影 只是缓缓地一转 刚刚被他吸收进去的攻击 就全部转换成了一道道剑气 向着围攻于小婉的五人 击射了回来 这就是清廉剑体吗 防御力惊人就算了 竟然连攻击都能反弹 台下的修士们见此 再一次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而那围攻于小婉的五人 更是又惊又惧 赶紧拿出了宗门猿鹰老怪们 给他们的防御类宝物来 那还是他们原本用来对付血云关福宝而准备的 各种各样强大的手段齐出 才让他们终于抵挡住了 那清廉虚影反弹回来他们的攻击 几人这一刻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那药王谷的药心 更是不屑地说道 这就是清廉剑体 也不过如此 不明白 为何那位猿鹰老怪 会怕成那般 让他们赶紧退下 只是他似乎忘了 此时的余小婉 还未曾出手 下一刻 一道青色的光芒 就回应了他 那青色光芒从余小婉手中击事出 就仿佛一道斩破天穷的巨剑 向着他们击事来 他们手里的防御性宝物 犹如纸壶的一般 便被那青色剑芒撕成了两半 然后狠狠地撞在了他们身上 不 五人同时发出一惊恐的怒吼 这才是那一剑一镜剑 剑剑皆无敌的清廉十八剑啊 五人连一息都没有抵挡得住 就重重地摔倒在了擂台之下 五人中全部身受重伤 没有一人能够站得起来 甚至靠得近的药星三人已经昏迷了过去 人世不醒 幸好 这丫头还收了力 要不然他们五人 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活得下来 药王谷的药君祖师 胆紧从高楼上飞尸而下 给五人口中全部塞下一颗保命的丹药 一剑一镜剑 剑剑皆无敌 一剑一镜剑 剑剑皆无敌 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清廉十八剑了 一剑 还是一剑 一剑仙子 果然是一剑仙子 面对五人的攻击竟然还是一剑解决 台下的观战的修饰 在这一刻彻底地被点燃 这一剑实在是太过惊艳 让他等疯狂的大吼 台下一片沸腾 久久不能平息 甚至很多年以后 每当摆门大笔举行之时 这一剑都还会津津乐道地被人提起 当年一剑仙子余小婉 一剑大破五大同境界围攻 是何等的无敌 就连曾经把余小婉赶出了西民圣地的断浪子 也是躲在暗处喃喃自语 一剑一进剑 剑剑皆无敌 他终究还是炼成了 那清连十八剑 是何等的难炼 自从数万年前 清连居士飞升之后 这清连十八剑 就从未在修炼界中再次出现过 这一刻 修炼绝情剑决的他 几百年都未曾有过波澜的心 也是生出了一丝的后悔 上一次他这般后悔 似乎还是眼睁睁看着自己唯一的儿子 死在了入侵外族手中 他就在一旁 却不曾出手相救 不行 绝情才是我的道 我绝情间断浪子 就连轻生骨肉 都不能影响我的心境 更不要说一名曾经的徒弟了 不能 绝对不能 而这个时候 笼罩于小婉身上的清连虚影 才缓缓地消散 只是 他身上的气势 却仿佛又强大了几分 强大到了苏璇都感知到 自己的战力 又直接增加了一万 这丫头啊 恐怕又有了感悟 这是又快要进阶了吗 苏璇震惊地想到 此时的于小婉 依然还是那般站在擂台之上 一张翘脸上 依然带着淡淡的冷漠 仿佛刚刚的那惊天动地的一剑 不是他释放出来的一般 而那五人 刚刚那铺天盖地的攻击 却是连他的一片衣角 都没有碰到半分 甚至 他那秀丽发丝 都未曾乱了一丝 这这这 那巨炎宗和天刀门的弟子 看到这一幕 顿时间就慌了神 他们在拖住胡青爵的时候 就已经陷入了苦战 在胡青爵的攻击之下 已经是苦苦的支撑 尤其是看到于小婉的眼神 看向他们的时候 顿时就下的一荒 手上的招数 瞬间就慢了几分 露出了破绽 胡青爵 自然是不会给他们什么机会 逮着巨炎宗的那家伙 就是狠狠的一拳 下去吧 你 那家伙也算是皮糙肉厚了 只是在胡青爵的这一拳之下 却是连抵挡一息都没有做到 就被打飞了出去 而那天刀门的 原因老怪见词 赶紧对着他的门人大喊了起来 刘奇 认输 他天刀门这次 已经算是捡了大便宜了 现在认输 他们也是第四的存在 若是没有于小婉那一件的话 他天刀门很可能会垫底 那弟子听后如蒙大射 赶紧跳下了擂台 能够拿到第四 还没有受任何的伤 这家伙自然是欣喜不已 甚至觉得 这一战已经足够他吹一辈子了 而此时那台上 也就只剩下了于小婉 胡青爵 还有那白衣丁少白 这踏马 说好的围攻呢 说好的十大宗门 围攻于小婉和胡青爵呢 怎么现在就只剩下了 丁少白一人了 所有的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傻了眼 尤其是风雨亭 刚刚他都已经收起了 装着十八亿零食的储物袋 又被他无奈地拿了出来 苏玄 你这个小王八蛋 没想到你有藏得这么深 这一刻 他已经气得快要吐血 苏玄却是对着他 哈哈大笑道 哈哈 风长老 手里永远还握着一张 有用的底牌 才是稳赢不输的保证 你你你 你小子 你小子 风雨亭此时心酸又无奈 眼看着赢回来的八亿零食 就要归苏玄 唯一的希望 就是丁少白能出手 只要丁少白能够打败于小婉 他就至少能少输四亿 丁少白 上啊 你站在那里干啥 被吓傻了 是不是丁少白 只是 丁少白却是白了他眼 我看诗书才是独傻了 第七十九章 尚品法宝六人神头 我看诗书才是独傻了 你要是不害怕的话 你上来跟他打好了 丁少白对着风雨亭怒对道 说完就直接跳下了擂台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这 这家伙 他这算什么 独留下风雨亭站在那里 竟然是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因为那丁少白说得不错 刚刚那一件同样让他胆寒 他上去的话 十有八九 还会比刚刚那五人更惨 他一个金丹镜都不敢上去战斗 凭什么让人家丁少白上 卧槽 不是吧 这小王八蛋 竟然选择了不战而降 这踏马 还是不是男人 与此同时 那远处的高楼上 一群猿鹰老怪们 看到这一幕也是炸开了锅 他丁少白不是高傲吗 他不是很能装吗 让他小子 刚刚跟我们的人一起围攻 他说要跟人家单打独斗 现在怎么不打 灰溜溜地滚下来干啥 他们纷纷地嘲笑起丁少白来 只是 就在他们笑得正大声的时候 一向沉默寡言的西名圣地 猿鹰老怪 丘灵子却是对着他们说道 总比有的宗门好 到现在连谁是第六 谁是第十 都还没有分个清楚 丘老怪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一群猿鹰老怪 对着丘灵子问道 都是一群猿鹰老怪 他们哪可能听不出 丘灵子话里的意思 只是戳到他们的痛处 要亡谷 逍遥风等 宗门的猿鹰老怪 被他气得暴跳如雷 这还不简单吗 要亡谷逍遥风 你们几个宗门 都是同时掉下的擂台 丘灵子却不怕他们 他们敢问 他就敢给他们答得明明白白 他们这群围攻于小婉的宗门 已经沦落到了第五以后就不说了 而且 连个谁是第六 谁第十都没有分出来 尤其是药王谷 作为这西域第二的势力 他们一直以为 他们跟西鸣圣帝差距十分的有限 他西鸣圣帝的丁绍白 一招没有出 至少还拿着第三 而他药王谷的弟子药星 被打成了重伤 却连第四第五都没有唠叨 就他们这帮会有什么资格 来嘲笑他西鸣圣帝 嘲笑丁绍白 要不我给各位出个主意 让你们五大宗门弟子 再站到擂台上去 念在他们身受重伤的情况 也不用他们再打了 谁能够站到最后 谁就是第五 谁第一个倒下 谁就是第十 丘灵子继续对这几人说道 药军祖师等人听后 更是气得破口大骂 我站你奶奶到最后 丘灵子 你这个老王八蛋 还有完没完 这老家伙说的是人话吗 他们宗门这次围攻于小婉的弟子 现在全都身受重伤 两人勉强能够说话 三人还在昏迷之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动弹 更不要说站到擂台上去了 看到这群老家伙被弃成这样 丘灵子这才饶过了他们 不过他此时也是阵阵的后怕 作为负责这次摆门 大笔西明圣地真正的负责人 不论是挑选参赛弟子 岂又暗藏在暗处的案子 都是他在负责 若不是那丁少白喜欢装 没有听他的话 跟药王谷等宗门弟子 一起围攻于小婉的话 于小婉那一件披下擂台来的 肯定也有他西明圣地 少白这孩子虽然平时有些二 但是 在这大势大飞吗 幸好 幸好大势不糊涂 说的应该就是他这样的 丘老怪如是地想到 毕竟不战而降 虽然有些丢脸 但是总比五六个人 围攻人家一个同奸女修 还被人家一招就打成了重伤 要好得多 我说封长老 这灵石 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啊 若是你真的舍不得的话 大不了这灵石 我苏萱不要就是了 苏萱看着握着储物带的风雨亭 笑嘻嘻地对着他说道 给 当然要给 你小子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我封雨亭什么时候 有过赌输了不认账呢 封雨亭对着苏萱说道 对于毒品 他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只是嘴上说的倒是慷慨 手却始终舍不得放开 那储物带 那你倒是给晚辈啊 紧紧地抓住储物带 这算是怎么回事 苏萱对着他 再次对着他问道 把他手中的储物带 使劲地往外拽 但是依然还是拽不出来 别急 别急 让我再看一眼 再看一眼行不行 封雨亭使劲地抓住储物带 对着苏萱祈求道 好不容易才迎回来的十二亿零食 放在储物带里都还没有揣热乎 就又输了出去 让他一时间哪里舍得 你都看了十多眼了 赶紧给晚辈吧 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 苏萱对着封雨亭再次说道 封雨亭环顾四周 果然不少人正在看着他 想要松开那储物带 但是却依然还是有些设不得 对着苏萱吞吞吐吐吐地说道 其实 其实 老夫是在那拍卖会上 看上了一件上品法宝六人神头 可惜的是 底价就要十几亿零食 原以为再从你小子这里 赢上一把就够了的 结果 唉 看来老夫跟那上品法宝 终究还是无缘 封雨亭无奈地对着苏萱说道 他昨天赢了那么多零食 其实也想要收手的 谁知道 他看上了一份楼拍卖会的一件法宝 就还想再来搏上一搏 这就是典型烂毒鬼的心理 很多人都是因为 想要搏上一搏 最后输得个血本无归的 他这次更是这样 原本五名助击高手 围攻一名童街女修 还带了那么多猿鹰老怪 给他们的底牌 结果连人家一件都没有接下 害得他输得血本无归 若是可以的话 他都想把那几个没用的家伙 全部干掉 不过 苏萱听到他说上品法宝 心里却是有些疑惑 当初你从风鸣宗 带出来这么多的宝物 还需要上拍卖会去 跟人竞价一件上品法宝 若说其他人没有法宝用 或许还是因为穷买不起 这老家伙 可是带着风鸣宗 大量遗产出逃的 怎么可能没有法宝用 那是一枚头子 对于不是这赌之一路的人来说 或许是一文不值 但是对于我们这一路人来说 却是无价之宝 风雨亭对着苏萱说道 哦 这世间 还有这等神奇的宝物 苏萱听了之后 对着他继续问道 他实在想不通 究竟是有多么爱赌之人 才会把头子练成上品法宝 第八十章金色废品 半步天际功法 等你小子见到之后 你就知道他的神奇之处了 不过 老夫估计你也不可能会为了一枚头子 花十多亿零食 风雨亭对着苏萱说道 只是 苏萱听了他话里的语气 就知道机会来了 对着他说道 风长老 你这话晚辈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我舍不得 你何时见过我苏萱舍不得过 我下来就把那东西给拍下来 然后 下一次跟你赌的时候 就把那玩意给戴上 我倒要看看那上品法宝的头子 到底在这赌制衣道上 究竟有多么的神奇 你 你这个小王八蛋 你太他妈的过分了 风雨亭听到之后 顿时就气得 就对着苏萱 又破口大骂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 有了那枚上品法宝的头子之后 他这辈子跟苏萱的赌局 都不可能有机会再赢 只是 苏萱却却是继续对着他说道 晚辈就要过分了 你又想怎样 晚辈不但要自己用 还要借给别人用 以后只要晚辈看到你跟谁赌 晚辈就把那头子借给谁 我倒要看看 风长老以后 还能不能继续在这西域赌坛上混得下去 听了苏萱的话 风雨亭气得更加厉害了 你你你 指着苏萱的手指不断地颤抖 说了半天都没有说出 要把苏萱怎么样 更是后悔得 狠狠地给了自己几巴掌 为何刚刚自己嘴巴就那么痒 把这事给说了出来 听着清脆响声的苏萱 差一点就笑出了声 但是此时的他 却是又换了一副 和颜悦色的表情 其实这零食 风长老也是可以不急着晚辈的 边说 还边把零食放到了风雨亭的手里 十六亿零食 全部都在这储物袋里 有风雨亭输给苏萱的八亿 也有苏萱下注的八亿 这十六亿的话 应该是够了吧 若是不够的话 晚辈还可以再借给风长老一些 苏萱对着风雨亭说道 够了够了 那头子法宝 属于冷门法宝 不会有多少人跟老夫抢的 他原本身上还有四亿多 加上这十六亿就是二十亿 绝对是够了 等老夫有了零食之后 一定连本带利的 还给你小子 按照最高的利息 还给你 风雨亭赶紧激动地对着苏萱说道 只是 就在他要把零食给收了起来的时候 苏萱却又紧紧地抓住了那储物袋不放了 你小子 这又是几个意思 风雨亭对着苏萱问道 谁要你的连本带利 谁要你的最高利息 苏萱对着风雨亭说道 风雨亭一听 马上就明白了苏萱想要什么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就算是杀了老夫 老夫也是 不可能把那 风明天机变 交给你的 那是我风明宗的不传之谜 要是老夫给了你的话 老夫以后是不能去见祖宗的 风雨亭一口咬定道 态度十分的坚决 那看来 我只有跟风长老 去争抢这枚头子了 苏萱对着他说道 还一把又抢回了零食 风雨亭一见 顿时就急了 想起那头子心就跟猫爪似的 那枚头子 对于他十分的重要 可是偏偏此时的他 又一时间凑不出这么多的零食 除非他舍得 卖他当初从风明宗 带出来的几件重宝 那几件重宝 对于他来说 跟那地级功法一样重要 最可气的是 苏萱这家伙 像有造零食的机器一样 真要跟他竞价的话 他估计不要说卖一件重宝了 就算是卖五六件 也未必就竞价的赢苏萱 难道我风雨亭 注定要跟那头子无缘了吗 风雨亭无奈地想到 只是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 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我怎么把这东西给忘记了 地级功法 老夫是绝对不能给你的 老夫手上有着半部天级功法 不知道能不能行 天级功法 半部 苏萱十分疑惑地对着他问道 他实在有些想不明白 为何这老家伙 连地级功法都舍不得拿了出来 竟然舍得拿出天级功法来 要知道 这西域似乎还没有人 修炼的是天级功法 至于说半部的来处 苏萱就更加地好奇了 说起这半部天级功法 也是我封明宗覆灭的原因 若不是老夫当初一见 杀了那帮外族的一位 化神镜老祖的嫡系后人 那帮外族也不可能发了疯的 召集十多名原音镜强者 对我封明宗进行强攻 而这天级功法 就是那老夫当初杀死那家伙 修炼的功法 封语廷对着苏萱说道 切 你都说了 你在一百年前 杀的那家伙 这般的弱鸡 能修炼到什么好的功法 苏萱听后 对着他不懈地问道 这老家伙一百多年前 最多只有助激进而已 他都能够击杀之人 能够有多强的实力 只是封语廷听了之后 却对着他大声说道 你小子那是没有见过 那家伙才宁业进初期 就逼得老子 助激进后期底牌平出 差一点就不是老夫杀他 是他杀老夫了 如不是这功法 没有金丹镜以上的功法的话 老夫都要改修这功法了 功法在前期的时候 改修还不多难 若是到了后期 要想改修其他功法 那可就变得有些艰难 能够跟自己之前修炼的功法 属于同一属性的 还好说 至少说炼化的灵气 转换成灵力之后 不会相冲 若是修炼的功法 不是同一属性的话 一不小心就会走火入魔 所以 只要到了金丹镜之后 除非是特别适合这个人 还能跟他以前的功法不相冲 否则一般人是不会换功法的 拿 就这半步 只有断体 凝叶 助激三镜的功法 虽然说没有金丹以上的功法 但是你用来培养普通弟子 却是不影响的 尤其是那些都到了八九十岁 还在助激进后期徘徊 进阶金丹镜无望的老家伙 这功法 或许就是他们最后一波的机会 而且 就算是他们最后博书了 没有能够进阶金丹 他们也有能够战胜一般 金丹镜初期强者的实力 风雨亭对着苏璇说道 而他拿出来的那一刻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想起了系统的声音 丁 恭喜宿主发现金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宝物 果然是天极功法 要不然 也不可能是金色废品 第八十一张苏八皮 你给老夫等着 果然是天极功法 要不然 也不可能是金色废品 苏璇听到系统的声音之后 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原本只是想从风雨亭这里 弄到一部地极功法 来变废为宝 为天极功法 谁知道竟然弄到了半部天极功法 不过苏璇心中 虽然是激动不已 脸上却是十分的怀疑 谁有这么好 他对着风雨亭问道 老夫从来都不说假话 原本老夫还想在老夫 重征我风鸣宗的时候 拿出来功法 培养宗门难以进阶的人的 也就是苏小子 你跟老夫投缘 老夫才拿了出来 风雨亭对着苏璇说道 这时候 苏璇才接过了他所说的功法一扫 阴阳两仪颠倒妇 金色品及废品 残缺不全 可便废为宝卫紫金色宝物 卧槽 这功法 不是给清爵这家伙 量身打造的吗 胡清爵的天赋 一点都不属于小婉和月红婷 但是 他的战力 却比二人直接差了一倍不止 究其原因 还是他修炼的功法 实在是太过垃圾了 虽然他修炼的是两种功法 而且 还是一阴一阳 但是 那两种功法 一部是自藏龙寺藏龙绝 一部是阴言宗幽名寒毒 都只是两部皇级功法而已 行 那晚辈就再相信前辈一次 这一代临时前辈 先拿去应急 不过只能给前辈算一亿临时 前辈 还得还晚辈十五亿 苏玄把储物贷交给了风雨亭 对着风雨亭说道 依然还是那种狮子大开口 依然是把价格往死里的杀 而风雨亭才 终于松了一口气 把零食接了过去 却马上又听苏玄说 只能给他算一亿零食 顿时就又不干了 凭什么 老夫这可是天际功法 你小子凭什么只给老夫一亿零食 他对着苏玄大声地怒吼道 气得额头上 青筋抱起 恨不得把苏玄声吞活泼了 前辈 虽然这乃是天际功法 奈何只有助激进 最多也就只能 进阶到金丹镜而已 所以 只能抵得 上一部威力强大的 黄极功法而已 一部黄极功法 最多不超过一千万 我给了前几十倍的价格 前辈竟然还觉得 晚辈给的少了 苏玄也不怕他 对着他 也是怒对了回去 这一对 风雨亭顿时就没有那么硬气了 只能和和气气地 对着苏玄说道 但是 这也是天际功法呀 你只给一亿 实在是太少了 要不这样 你给我五亿 五亿零石 当然 这五亿老夫 也不白收你的 等到下一次跟外祖开战 你我就一起 去偷袭那化神镜 老怪物的其他嫡系后人 把他们全部都杀光了 老夫就不幸在他们身上 还找不到剩下的半部功法 听了老家伙的话 苏玄就直接又把这功法 给他扔了回去 对着他道 那就前辈把后半部的功法 抢了过来 咱们再说 说完 就又要从他手里 把零石夺了回来 虽然说苏玄非常非常 想要这部功法 而且拥有系统的他 不但可以变费 为保存完整的功法 而且还能让他再次升线 但是苏玄还是一言不合 就要终止交易 等老夫把后半部抢回来 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那时候 你给老夫一百亿 老夫也未必会卖给你 风雨亭对着苏玄 又大吼了起来 一部黄极功法 就价值几百万零石 玄极几千万道义 地极差不多就要几亿 甚至十多亿 而天极功法 虽然没有人拿出来交易过 但是最少估计 不要几十亿上百亿才行 只是苏玄听了之后 却是对着他说道 那你还是自己卖去吧 咱们再打个赌 今天你这功法 能够卖上个五千万 我苏玄这十六亿 都不要你还了 你 风雨亭一下子就不说话了 甚至一向爱赌如命的他 连打赌都不敢了 因为他知道 这只能修炼到金丹镜 就没有了功法 纯粹就是没钱的买不起 有钱的看不上的玩意 不要说卖五千万了 恐怕一千万都未必有人会要 就比如藏龙寺那般的中小宗门 只能培养出一名金丹镜初期的修士 只有这般的宗门 才看得上这种功法 但是这般的宗门 又有几个能拿得出一千万零食的 而能随随便便拿得出一千万来购买功法的 又有谁会愿意 只修炼到金丹初期就算了 说来说去 这玩意就是个高不成低不就 十分的尴尬 拿去 拿去 你不应该叫苏玄 你应该叫周八皮 风雨亭想到这里 狠狠地把功法扔给了苏玄 然后又从苏玄的手中 夺走了那装着十六亿零食的储物袋 然后就投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只是 就这般 苏玄却还是不肯放过他 风长老 说好的利息 风雨亭一听 再一次气得差点凸鞋 苏八皮 你给老夫等着 等着就等着 难道我苏玄还怕了你不成 迟早都要把你忽悠到我天玄宗才行 苏玄以前打不过 他都没有怕过 更何况 现在可以秒杀他几十回 这老家伙手中 还有不少的好东西 不把他忽悠到天玄宗去 苏玄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帮猿鹰老怪争了半天 但是他们该发的奖励 还是得赶紧发下去 毕竟 昨天他们反悔 都会让这西域的中小宗门寒心 以后外族入侵之时 没有人帮他们抵御外族 更不要说 现在他们都已经宣布了出去 结果都出来了 若是这时候还要反悔 那恐怕以后都没有人 再听他们的号令了 至于说 要亡谷等第六到第十的争夺 最后商量了一番之后 只有让宗门再选派其他弟子 再打上一场 至于说 让那帮受了重伤的家伙 再站到擂台上去 当然是不可能的 宗主大人 这是弟子这次的奖励 宗主 这是弟子的 于小婉和胡青爵 各自拿着自己的奖励 来到了苏玄的面前 除了那十个名额之外 于小婉还获得了一件上品法器 十万零食 这是网界百门大笔的前十的奖励 而胡青爵拿到的更少 法器只是中品就算了 零食更是只有五万而已 这点零食 也怪不得网界那十大宗门 不会派出他们宗门内 顶尖弟子参加大笔了 而这一次 他们倒是派人参加了 甚至连他们培养多年的案子 都启用了出来 结果 最大的赢家不是他们 而是苏玄 试炼令给本宗主 其他你们自己收着吧 苏玄自然对什么上品法器 几万十万零食没有兴趣 只拿了十九枚试炼令 参加试炼之人 到时候手持这些试炼令 站到了那神木入口 就可以被入口处的法阵传送进去 你二人各拿几枚 给血云宗和凤祥谷送去 记住了 一定要让两个老怪物分开了之后 再把试炼令给他们 苏玄对着胡青爵和于小婉说道 两家的价格不同 苏玄可不想让凤九卿知道 卖给他的 要比血云空的 要贵一倍 只是不一会儿 二人就各自 拿着一个储物戒指回来 而这储物戒指 自然是那血云空和凤九卿给的 血云空还好说 毕竟他昨天只付了一半的定金 还有二十五亿零食没付 那凤九卿 确实当时就给了四十亿零食 零食都已经付清 怎么还又给了一枚储物戒指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苏玄对着于小婉问道 宗主大人 还是自己看吧 凤前辈说 这东西能抵他全力一击 第八十二章天际之上 苏玄赶紧用神石网 他给的储物戒指中一扫 福宝 里面竟然躺着两件福宝 那福宝上 会置着一只斩翅欲飞的火凤 栩栩如生 但是那福宝上的灵力 比昨天血云空给他们的 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 而且 不像血云空那福宝 只是能够召唤出一片血云 让敌人迷失在血云之中 没有多大的攻击力 而是一件能够攻击敌人的福宝 原音尽强者全力一击 两张原音尽强者全力一击的福宝 若是出其不意地使用的话 恐怕 苏璇望着这两张福宝 不由地想到 凤九卿可是有着 120万战力的原音尽强者 真要是自己出其不意地使用的话 恐怕原音尽强者 也会被他偷袭而亡 这玩意又是一件 能坑杀原音的存在 苏璇赶紧妥善地珍藏了起来 然后又拿过血云空给的储物戒指 这是 他们到底这是何业 苏璇只是扫了一眼 储物戒指就又震惊无比地问道 因为这储物戒指中 竟然装着75亿零食 要知道 昨日李血云空 就自己给过自己25亿的定金 他只用再给自己25亿 就已经足够了 谁知道 他却又给了苏璇75亿 总共100亿之多 苏宗主不必多信 百年浩劫将至 我二人只是希望有朝一日 求到苏宗主身上之时 苏宗主能帮我二人治疗一二 就在苏璇如此这般响的时候 两道传音缓缓地传入了 苏璇的耳朵之中 苏璇一听 顿时明白了过来 百年大劫将至 看来 他们是在害怕有一天 受了重伤 苏璇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苏璇自然是知道 他们口中 所谓的百年浩劫是什么 那极西之地的外族 已经开始集结 他早就听说过了 据说这次浩劫 将会比上一次更加的恐怖 上一次浩劫连锋民宗 都直接灭宗了 这一次战斗二人 难免不会受伤 马德 到时候老子是救呢 还是补救 想到这里的苏璇 不由地想到 那种神秘力量 自然是不用 非得是他天玄宗的弟子 才能变废为宝的 但是 那种神秘力量 若是被人发现 又难免不会被人觊觎 到时候再看 有那个能力 自保救救 没那个能力自保 那就只能对不起了各位 苏璇如此地想到 走走走 我们还是 赶紧回天玄宗的好 他对着胡青爵 和于小婉说道 虽然说 血云空和凤九卿 已经从自己这里 获得了试炼名额 又极力地拉拢苏璇 但是不代表 其他的十大宗们 不想对自己动手 所以 苏璇带着胡青爵 和于小婉 赶紧离开了这里 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就赶紧取出了 那六道随意传送阵阵盘来 下一刻他三人 就已经出现在了天玄风中 哈哈 这玩意真好用 苏璇从传送阵里走了出来 哈哈大笑道 只要回到了这里 他才是真正的安全了 他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哈哈大笑了 这 这是传送阵吗 而胡青爵和于小婉二人 却是激动不已 他们实在是 难以相信苏璇手里 拿着的竟然是一座传送阵 不错 是一座传送阵 苏璇对着他二人说道 二人听后 更是对苏璇佩服不已 让苏璇再次从他们身上 收获了一波声望 叮 恭喜宿主声望家500000 声望家5000 你二人先行下去休息 等一会本宗主要好好地赏赐你们 苏璇对着胡青爵和于小婉说道 这一次他们的收获实在是太大了 赏伐分明是一位合格的宗主 必须具备的品质 遵命 胡青爵和于小婉听了之后 离开了这里 而苏璇也来到了洞府中的一间密室之中 开始了今天的盘点 还有十二枚失恋令 我天玄宗只需要四枚 其他的八枚也不知道 还能拍出多少零食来 苏璇如是地想到 将十二枚失恋令 分成了两份 一份四枚留着自己用 一份八枚准备明天去找一小差 然后就是风雨亭给自己的半步 阴阳两仪颠倒腹 这玩意可是天极功法 变费为宝了之后 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天极功法 不知道这天极功法之上 又是何等的功法 苏璇看着自己手中的半步天极功法如此想到 在这世界里 天极功法就是最强的功法 而在这西域 更是最强只有地极 连一本天极功法都没有 所以 苏璇自然也就从来都没有听过天极以上的功法 系统 我要变费为宝 苏璇对这系统命令道 丁 系统要变费为宝 阴阳两仪颠倒腹 需要耗费二十万声望 数额较大 请问宿主是否确定要变费为宝 确定 需要二十万声望 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数额巨大 但是 苏璇此时系统中存着的声望 已经快要突破二百万了 他自然是不会吝啬这二十万声望 赶紧用系统变费为宝了起来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能够给我变费为宝跟那般的功法来 二十万声望的消耗 需要很长的时间 苏璇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 那功法也还未成变费为宝完成 直到又过了半个时辰之后 天旋风的上空开始汇聚起了 一层厚厚的乌云 乌云中天雷滚滚 仿如要将这天旋风给彻底的吞噬 这是 这是劫云 这是进阶金丹要杜劫的劫云 我天旋宗 难道是哪位强者 要进阶金丹进了吗 一群天旋宗的修士们纷纷说道 这声音也是传到了苏璇的洞府 就连于小婉也是冲了出去查看 苏璇也是同样如此 可惜此时的他系统中的那神秘力量 还在不断地涌出 正是关键时刻 却是无论如何 也是不能出去的 只是 就在苏璇想要出去看看 自己的天旋宗第一位金丹镜强者 到底会是谁时 那节云中的一道天雷 却是从天空中落下 向着苏璇的洞府中砸来 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穿过了可以防御任何原因 修士攻击的武林守护大阵 穿过了厚厚的山峰石壁 砸进了苏璇的洞府之中 却没有损失到半分的力量 卧槽 这劫雷该不会是冲着 这攻法而来的吧 苏璇见此不由的大吃一惊 自己现在才住激进 肯定不是冲着自己而来 赶紧运起了护体钢器 开始抵挡了起来 没有办法这攻法 可没有抵挡劫雷的能力 只有苏璇帮他抗下这一切 而一步能够引来天洁的攻法 苏璇更不可能让他毁在劫雷之下 哼 不过苏璇实力强大 不要看他只有助激进初期 拥有的战力却是八十多万 就算是金丹镜巅峰 都远远不如他强大 自然是不会惧怕 这金丹镜进阶时候的天洁 光是护体钢器 就将这天洁帮攻法 给硬抗了下来 丁 恭喜宿主 耗费二十万声望 成功将金色品质废品 阴阳两仪颠倒附 成功变费为宝 为紫金色品质宝物 阴阳两仪相生负 阴阳两仪相生负 神级攻法 第八十三章逆天的神级攻法 阴阳两仪相生负 神级攻法 阴阳两仪相生不息 原来天级攻法之上 乃是神级 相生不息 相生不息 这相生不息该不会说 这攻法能够让修饰体内的灵力 相生不息吧 若是真的是这般的话 那不真让修炼的修饰 成了战斗机器了吗 苏玄看着被自己变费为宝出来的新攻法 总算是知道了 这天级之上究竟是什么攻法 同时 他更震惊这攻法 实在是太过强大 要知道一般的修饰 体内的灵力终究是有限制的 也正因为有了限制 一般在战斗中不到关键的时刻 又或者是不能确定几招之内 不能搞定对方 都是不敢用自己最强大的招数的 因为一旦用了敌人还在 你却已经灵力耗尽 那便是如同把自己的性命 交给了敌人 毕竟 如同凡人在剧烈的战斗之后 都需要很久才喘得过起来 就更加不要说需要炼化灵气 才能恢复的灵力了 所以 当苏玄看到 生生不息这个词的时候 顿时就震惊不已 仔细地将这攻法查看了下去 果然如此 这攻法 果然能够让修饰体内的灵力 生生不息 永不耗尽 而且就算是再没有灵气的地方 也可以生出灵力来 太强大了 这攻法已经强大到 不能用强大来形容 只能用逆天 怪不得就连天道都看不下去 要降下天节来劈他 不想让他存在于世了 苏玄越看越是心惊 越看越是激动 若不是亲眼所见这攻法 他都不敢相信 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如此逆天的攻法 宗主 宗主你怎么了 宗主 你该不会有事吧宗主 一群人纷纷地 冲进了苏玄的洞府 对着苏玄大喊了起来 刚刚的天雷来得太快 他们又是无论如何 也未曾想到 那雷杰竟然是冲着苏玄而来 而那一道天雷 是何等的恐怖 就算是金丹镜 都不一定接得下来 我能有什么事 苏玄正看得激动 听到这声音之后不解地问道 这时候 他才抬起了头来 发现只听了见众人的声音 却是看不见任何的人影 因为在他的四周 到处都堆满了乱石 若不是他护体钢器护住了他 此时的他 已经被埋在了乱石堆中 原来刚刚的雷杰 虽然没有伤害到他 但是这洞府却是撑不下去 倒塌在了雷杰之下 卧槽 刚刚太入神 竟然连洞府他了都没有发现 我这不是真诚了 高兴到房子塌了 都还坐在那里 傻乐了吗 苏玄望着眼前的一切 无奈地摇了摇头 刚刚只顾着便废围保功法 查看着功法 宗主 宗主 你没事就好 宗主 外面的人七手八脚的 总算是把一堆的乱石头 扒了开去 一个个都红着眼睛 挂着泪珠 当看到苏玄好好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这才放心了下来 本宗主没事 你们都退下吧 苏玄对着众人说道 众人纷纷地退了出去 苏玄在看了看的四周 自己也干脆退了出去 没有办法 这洞府不修缮一番 确实是不能住了 罢了 罢了 正好出去 把这次摆门大笔的奖励 发了下去 还有这些功法 也该是放到藏经阁中 让弟子们修炼了 苏玄如此想到 除了这部神级功法之外 又掏出了二十部地级功法 那神级功法价值不可估量 就不说了 光是地级功法 一部也是价值几亿 甚至十多亿的存在 如果是其他的宗门 这些功法肯定是不可能拿出来 给宗门弟子们修炼的 只要是上了地级的功法 那都只能在宗主等少数几人手中密传 就算是他们的清传弟子 想要获得地级功法的传承 都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层层考验 也未必就能继承到 师父的一波传承 而现在 苏玄却是要把这些功法 全部放到藏经阁内去 让所有弟子都能修炼 只需要他们用宗门功祭典 便可以兑换 而且 为了能够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兑换到 苏玄还把一部功法 分成了几部分 宁业进一部分 铸鸡进一部分 金丹 原因都各自分成了一部分 这样一来 那样子感动他这个朋友 那要了他风雨停的命都不行 哪怕这个朋友跟他才认识不久 交情也是耳于我扎的赌局上赌出来的 就算是你们都把我当一个外人 我也要说 除了于小婉和胡清爵之外 我还在那家伙身边看到了中天话 风雨停对着众人说道 一个五品炼丹师而已 在其他宗门或许还算得上号 在我西鸣圣帝什么都不是 断浪子不屑地说道 西鸣圣帝作为这西域第一势力 大陆四大圣帝之一 不要说五品炼丹师了 就连三品都有好几人 甚至 还有一名二品炼丹师 只是 风雨停听了他的话之后 却是对着他怒吼道 你当我说的是 五品炼丹师吗 我说的是大劫将至 人人都有受伤 命危之可能 沙明依 只有你这样的蠢货才干得出来 他怒吼的声音 用尽了他的权力 在这巨大的议事大厅之中 久久回想不绝 这一幕 若是苏璇在这里看到的话 一定会震惊到 张大了嘴巴 何不拢嘴 说不定还会感动到 以后坑他的时候 把坑挖得浅一点 少盖点土 只是 这里的人 似乎已经稀以为常 封明宗封雨婷口出狂言 不把原因 放在眼里他们 似乎都已经习惯了 哪怕就算是那段浪子 也只是对着他 冷冷看着他说了一句 封雨婷 我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 对本座做出的试探 哪怕他此时 眼睛里的杀气 已经宛如实质 哪怕他号称 这西域最绝情的人 就这么一句 那封雨婷 却还是无情地 给他对了回来 歉 这话 你都说了快一百年 气得那段浪子暴跳如雷 无耻小儿 无耻小儿 本座有一天 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 碎尸万段 只是他虽然嘴上 叫着要将封雨婷 碎尸万段 却依然不敢 对封雨婷动手 因为他得罪不起 封雨婷的后台 反而是封雨婷 还在那里不屑地说道 老夫再无耻 也比你个段子 绝孙的无后的强 最后还是 丁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喊了一声 雨婷 退下 遵命云医 封雨婷 这才做了下去 不再说话了 没有办法 他封雨婷在这西名圣地里 可以对天对的对原因 就是不能对这姓丁的人 曾经在修仙者协会里的丁颖算一个 那擂台上爱装的白衣 丁少白算一个 此时站在他面前的丁云更要算一个 因为 他乃是封雨婷王母的闺蜜 也是封雨婷 在这西域圣地里的真正后台 又或者说是 他在这世间里 唯一的亲人 而同时 封雨婷还知道 丁云也是能够唯一能够联系到 那位化神老祖之人 虽然雨婷说的话 有些不好听 但是大战在即 沙明依确实有些不妥 以本座看 不如我等 也花上一些零食大家看如何 等到风雨停退了回去 丁云才对着众人说道 其他人自然是没有意见 就连那断浪子 也是性性然 做回了他的法座 那就依师妹的吩咐 本座这就也去找那苏璇购买 几枚失恋令去 丘灵子更是对着丁雪说道 就要起身 去找苏璇购买失恋令 只是 丁云却是摇了摇头 丘师兄不及 这次虽然我西鸣圣帝 未曾拿到第一 但是第三也是有着八眉失恋令 我西鸣圣帝年轻一代人才辈出 天才虽多 但是在住激进 而且还在三十岁以下之人 却也就那么几人 八眉已经够用 那于小婉和胡清爵 其实实力非凡 我关那苏璇恐怕 还在他二人之上 所以这次失恋 或许我西鸣圣帝弟子 去不了的地方 他三人或许能够走到 所以 本座这里 已经列好了一张清单 各位若是有需要之物 也可以进阶 清单之上 等他们到时候 从里带了出来 我们再收购就是 至于锁花灵石 到时候也都从圣帝园 英镜强者特殊供奉礼出 几名元英镜老怪 一听顿时皆是欣喜不已 纷纷说道 还是师妹冰雪聪明 这般一来的话 我西鸣圣帝 获得的好处 可要比直接购买 试炼灵要多得多 而且 那试炼之地凶险异常 历届进入弟子 皆是九死一生 也不用让那帮孩子 去那神墓里 在冒生死之险 全都欣喜地对着云夸道 当然最让他们欣喜的 还是丁云说的 所需灵石 不用他们自己出 纷纷接过清单上 写了他们所需要之物 就连那段浪子 也是拿过清单 把自己所需要的一些 炼器灵才 全都写在了上面 这时候 丁雪又对着风雨廷说道 本座官你跟那苏宗主 有一些交情 这事 你就跑一趟腿 顺带着去你王母坟前 带本座敬上一杯水酒 毕竟是故人 留在这世上唯一的后人 丁云这一生 又为婚嫁 自然是对风雨廷格外的照顾 拿过了清单的风雨廷 自然是明白丁云的意思 赶紧谢过了丁云 走的时候出了一室大厅 出去之后 他就往那清单上 写了好几样 自己需要的东西 然后 又把段浪子那老家伙 写上的东西 全部一一抹除 最后 又把上面的价格 给修改了一番 原本西名圣地承诺的 五亿零食 他改成了三亿 承诺的十亿的 他改成了六亿 就连承诺的一千万的 他也改成了几百万 苏小子 就算是这番改了 你小子这一趟 也能赚个两三百亿 这都是老夫 给你拉来的大订单 吃一点回扣 也是应该的 就这班 原本应该三四百亿的订单 瞬间就被他改成了 两百多亿了 第八十五章 扫一年地 都有一万零食的神仙待遇 苏小子 老夫帮你拉了这么大的订单 吃你点回扣 不算过分吧 老家伙改完之后 这才向着天旋风 缓缓而去 说起来 今年还是第一次回去 也不知道 此时的风鸣主风上 山楂红梅 风雨停如此想到 又想起了 曾经在年少之时 在风鸣宗之时的生活 那风鸣主风 乃是他父母居住的地方 风上真情易寿 奇花异草无数 他却最是怀念那繁俗世界 都能随处可见的山楂树 因为 每年山楂红时 母亲只要不是 在毕生死关中 总会带着他们兄妹几个 一起熬糖做糖葫芦 也是在那山楂树下 他第一次见到了骗了他 却又护了他百年的丁云 快去看 快去看 听说 攻击殿又上新货了 这次是功法 好几十种功法 全都是地级以上的功法 一名天玄宗弟子 大声地喊道 边喊边向着 攻击殿跑去 他的声音 也引起了其他弟子的注意 跟着他一起跑 真的吗 这次真的是功法 他们当初 为何要加入宗门 还不是因为 想要在宗门之中 找到一门适合他们修炼的功法 这种想法 可不只是这天玄宗弟子 几乎所有宗门弟子 加入宗门的动机 都差不多是这般 千真万确 听说 光地级功法 都二十步呢 宗主刚刚才让 攻击殿直视 宣布了出来的 二十步地级功法 那得值多少零食 才能买得回来啊 很快 他们便来到了攻击殿 这里已经围满了人 作为天玄宗 发布任务 接取任务 连接任务 以及功绩结算 兑换修炼资源的地方 这里俨然已经成了 天玄宗最热闹的地方 现在听说有功法上心 这里的人 就又比以前多了数呗 看到了吗 那就是地级功法 整整二十步地级功法 一群弟子 纷纷指着功绩殿上 悬挂的可兑换 修炼资源的 清单激动的一轮道 地级功法 可是这西域最强大的功法 就连西明圣地那位 化神经老祖 都是修炼的地级功法 所以 在他们心目中 地级功法就等于化神经 有了这地级功法 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他们也能够成为化神老祖 可不要笑他们太异想天开 毕竟这修仙意图 本就是异想天开 他们连长生不老 非生成仙都敢期盼 更何况 只是一个化神经而已 那又怎样 一套地级功法 需要一亿祭奠 才能兑换得到 以在下 在宗门里 做打扫宗门的任务 一年才一百宫个祭奠 需要做一万年 一名小弟子摇了摇头 失望无比地说道 其他弟子 却是马上对着他 怒怼了起来 一百宫祭 点少了吗 那可是一万零食 你小子在外界 干十年 都未必能够 赚到一万零食 那小弟子一听 顿时又羞愧了起来 觉得自己刚刚说的话 确实是有些太没良心了 在这天玄宗内 不但灵气浓郁无比 还有丹药 法器等资源 供他们修炼 像他们这般宁夜镜小修士 苏璇给他们的待遇 绝对是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宗门 都不可能给他们 这么高的待遇的 就算是只是打扫 一下宗门的清洁工作 一年都能赚一百个攻击点 而这一百个攻击点 在攻击店中 直接就可以兑换一万零食 就更加不要说 还能兑换其他在外界 零食都不一定买得 到的修炼资源了 比如那让他们 在助击之后 实力强大数倍的 极品助击单 可是 可是在下还是想要 想要修炼那地级功法 那宁夜镜小修士 羞愧是羞愧 但是还是受不了 那地级功法的诱惑 而其他的弟子 也没有再对他 因为这也是他们 同样的愿望 就在这个时候 攻击店直士和藏金阁 直士一起走了出来 小伙子们 不要着急 宗主早就 为你们想好了对策 这地级功法 虽然一整套 需要一万攻击点 但是 宁夜镜阶段的功法 只需要一百攻击点 就能够兑换了 你们只用扫一年地 便能够兑换得到 攻击店 只是对着众人说道 众人一听 顿时激动地大叫了起来 真的吗 这也太好了吧 扫地一年 都能够修炼地级功法 这是什么神仙待遇啊 只有你这个傻逼 才会扫一年地 宗门内这么多的任务 哪个不比扫地 赚得功继多 就是 你扫地一天 只需要半个时辰 便能做完 做完了 还可以做其他任务 哪里等得到一年 在这天玄宗内 最近的宗门建设任务 就是一个接着一个 就更加不要说 还能炼丹 炼器 种植灵药 灵田等等 甚至 他们还可以出去冒险 采挖灵药 击杀灵兽 拿回来贡献给宗门 同样也能获得不少的功继 只要他们努力一点 他们最多 只用一两个月 便能够兑换到 地级功法的宁业境了 所以 功继店只是一句话 顿时就让这里 沸腾了起来 一众弟子 激动到热泪盈眶 心中对苏玄更是感激不尽 而他们这么一激动 苏玄的脑海里 马上就又响起了一声声 系统声望到账的声音 而且 比以前任何一次 都要来得激烈 丁 天玄宗弟子罗茂 听到只用一百功继 便能修炼地级功法 对宿主感激不尽 恭喜宿主 声望加五千 丁 天玄宗弟子杨喜 听到只用一百功继 便能修炼地级功法 对宿主感激不尽 恭喜宿主 声望加五千 丁 天玄宗弟子王茂 听到只用一百功继 便能修炼地级功法 对宿主感激不尽 恭喜宿主 声望加五千 叮叮咚咚的声音 响个不停 比放鞭炮 都要来得密集 只是这一道消息放了出去 苏玄就又收获了 足足一百万声望 让他此时 存在系统中的声望 已经达到了 两百六十多万了 这声望 可是好东西 苏玄可不会嫌弃 不过他此时 除了高兴地数着自己 系统之中的声望之外 同时还在宣读着 这次摆门大笔 为宗门做出贡献的奖励 于小婉奖励 宗门公寄点三十万 胡清爵奖励 宗门公寄点十万 邢炳怀奖励 宗门公寄点一万 张乐 琉璃 多谢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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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小婉和胡清爵就不说了 只要是在一次大笔之中出过力的 哪怕只是 跟着邢炳怀一起 去雌雄类台上 搬过桌子的宁业 敬小弟子 也都是人人有份 第八十六章宗主山下 有个信封的老头在骂你 而苏璇奖励给他们的 自然不再是以前的零食 丹药之类的 而是奖励给他们的是公寄 有了公寄点 弟子们不但能够用他在那公寄店中 兑换零食 公法 丹药等修炼资源 甚至还可以兑换到宗门前辈的讲解经义 甚至是亲自指点 他们想要什么 就能兑换到什么 可要比发直接的奖励要实在地多 而这一次奖励 最多公寄点的自然就要属于小碗和胡青爵了 二人都是奖励了足足几万的公寄点 然后就是邢炳怀 他也奖励了一万 那些小弟子也奖励了几万到几千不等 所以 此时的这一世大厅里 多谢宗主的声音自然也是此起彼伏 而他们这般一说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次不断地响起那声望到账的声音 丁 宿主奖励于小碗公寄点十万 于小碗对宿主感激不尽 声望加一零零零零零零 丁宿主奖励胡青爵攻击点六万 胡青爵对宿主感激不尽 声望加一零零零零零 丁宿主奖励邢给刑枸点三千 行炳怀对宿主感激不尽 声望加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虽然奖励的攻击点不同 但是他们 对苏璇的感激 却是一般的 就比如邢炳怀 按照他此时的本事 能够赚到三千点攻击点 根本就没有丝毫可能 只是 就在邢炳怀对苏璇 感激不已的时候 苏璇又掏出来一个锦盒交给了他 老星 现在宗内住激进修士 已经有好几十人了 你今年已经165岁了 也不用你再忙前忙后的了 苏璇对着邢炳怀说道 虽然说住激进修士 全都拥有200岁寿命 但是那也是理论 就跟普通人一般都活不到100岁一样 所以 此时的邢炳怀 已经算是绝对的高龄 宗主 老星的身体还很硬朗 邢炳怀听后 还以为苏璇觉得他年龄太大要 放弃了他 对着苏璇赶紧说道 你听本宗主说完 我的意思是 你该准备进接近丹静了 这里面是给你的毕节单 苏璇对着邢炳怀继续说道 邢炳怀这才明白了过来 打开锦盒一看 竟然是一枚极品毕节单 一颗极品毕节单 就连原音镜的天节 都能够抵御50% 若是拿出去拍卖 更是能拍卖出 十多亿零食都有可能 邢炳怀顿时心头一热 一双老眼 变得热泪盈眶了起来 宗主我 宗主我 此时的他几度哽咽 连一句话都难以说了出来 不必如此 本宗主曾经说过 宗门内任何弟子 进阶时候使用的丹药 本宗主都会赏赐下来 而且必须是极品 邢炳怀一听 仿佛当初胡青爵 进阶住激进的时候 苏璇是曾经有过这么一说 可是那时候 是助激单啊 而现在 拿在自己手中的 却是一枚毕节单 价值十亿以上的毕节单 对了 你再去把那神级功法的 助激进兑换了吧 若是其他资源不够 可以再来找本宗主 苏璇又对着邢炳怀说道 邢炳怀以前修炼的功夫 乃是藏龙寺的藏龙诀 同样只是皇级功法 苏璇可不想让天玄宗 第一位金丹强者 永远停留在金丹出气 宗主 宗主我 邢炳怀听后更是感激 此时的他已经老泪纵横 在藏龙寺那段日子里 他原本都已经放弃自己 这辈子进阶到金丹静的想法 更是没有想到 自己有生之年还能修炼 那超过了天级的神级功法 他这般一感激苏璇 顿时 苏璇的脑海里 就再一次地响起了一声 系统熟悉的声音来 丁 邢炳怀获得极品毕节单 和神级功法 对宗主 感激到老泪纵横 宗主声望 加100000 又是十万 这声望终于突破了三百万了 苏璇听到系统的声音之后 不由地感叹道 这些天来 他获得声望实在不少 当然 这声望用处也很大 苏璇自然不会嫌弃 行了 行了 赶紧去兑换了 就闭关修炼去吧 苏璇对着邢炳怀说道 他都有些期待起 天玄宗的第一位金丹强者来 而邢炳怀才刚刚一离开 就有一名弟子 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对着苏璇说道 启炳宗主 封下有一位封老头 在那里骂奸呢 封老头 什么封老头 苏璇对着那名弟子问道 我们也不知道 只听到他说他姓风 看他的样子 也是疯疯癫癫的 他还说 咱们这天玄风也是他们家的 苏璇一听 顿时就知道 来的人是谁了 他来得竟然这般的快 苏璇微笑着说道 应该是看到了 被弟子一再的封下 他封家的祖宗墓碑了 咱们赶紧派人下去 把他赶走 中天花也是猜出了风雨停来 对着苏璇问道 苏璇却是笑了笑道 那可是本宗主的至交好友 怎么可以赶走呢 咱们要把人家欢迎进来 同时又看了看邢炳怀的背影 看来老邢你 终究是成不了 我天玄东的第一位金丹长老了 你说 你咋不就早点呢 因为 他已经不准备放风雨停 回西明圣地了 你等 赶紧去置办一些东西 他对着几名住基金的直士说道 几名直士赶紧出去 照着苏璇说的 去置办了起来 然后 苏璇又让中天花和胡青爵 去迎接那风雨停 而自己却是悄悄地躲了起来 只是 他在躲了起来的同时 却是把刚刚被他变废为宝的 阴阳两仪相生负 放在了会客厅的桌子之上 再说那风雨停 心聪聪地 带着从西明圣地拿来的清单 来到了天玄峰下 远远地 就看见那曾经荒凉的 原封名宗故地 又多了很多亭台楼阁 里面更是有着不少的修饰 进进出出 甚至 他还看到了 那煮风之上 山楂树上 结满了红彤彤的果子 虽然说 那煮风上 已经再没有了当初 风雨煮风的石碑 而是换上了天玄煮风的字迹 他也是没有多想 毕竟 这里已经是人家苏璇的地方了 换个石碑什么的 再正常不过 可是 当他走到了风下的时候 却看到了一排的 他风雨宗仙辈们的墓碑 顿时就气得暴跳如雷了起来 王八蛋的苏璇 老子为了你小子连命都不要 跟那原音镜的断浪子硬刚 你踏马道好 竟然连我风家的祖坟 你都给老子扔到这山下来了 第87章 这里绝对是坑杀原音修士的天坑 你踏马道好 竟然连我风家的祖坟 你都给老子扔到这山下来了 他们躺在那里都几千年 数百年都有了 又不吸收你天玄宗的一口灵气 他们哪里爱着你天玄宗了 这一次 老家伙是真的怒了 不要命的刘延 冲进天玄宗 去找苏璇拼命 哪怕他明知道 此时的天玄宗内 不要说于小婉 就连胡青爵 他也未必就是对手 何况人家丁云还说过 苏璇的实力 还在这二人之上 但是挖人祖坟之仇 不共戴天 他却是无论如何 也是不能忍的 不过 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他才冲了几步 一到巨大的屏障 就直接将他反弹了回来 那力量大的惊人 他只感觉像是 被一头万年凶兽撞击了一般 刹那间 就被撞飞了起来 摔出去几十米远 受了重伤 半天没爬起来就算了 还正好掉落到一处烂泥沟里 堂堂的金丹镜高手 被摔了一个狗吃屎 满身满嘴都是烂泥 只能气得 在天玄风下 骂起了街来 疯长老 疯长老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啊 他骂得正欢的时候 中天花跟胡青爵一起 就从那护宗大阵里冲了出来 身后还带着一群天玄宗弟子 一看到 胡青爵他就不敢再骂了 然后又看到了中天花一脸的笑意 更是骂不出口 不过 他没有给中天花什么好脸色 对着中天花冷冷地问道 苏八皮呢 让他出来见老夫 中天花听了之后赶紧说道 宗主他现在 正在洞府中忏悔 忏悔 他个无情无义的苏八皮 连死人占他块地皮都不放过 这世上还有 让他忏悔的事 风雨亭对着中天花问道 有的 有的 宗主他说他这辈子 最后悔的事 就是不该欺骗风长老你 宗主还说了 若是得不到风长老你的原谅的话 他这辈子 就躲在洞府之中不出来了 中天花自然不会说 这些墓碑 是他自己当初没事干一道这里的 因为苏璇告诉他 这是不用他操心他自有妙计 原谅 你说这是踏马人能干得出来的事吗 风雨亭指着石碑痛骂道 中天花这个郑主就在这里 他是真的不想 让苏璇帮自己背这口黑锅 但是苏璇说他自有安排 却只能照着苏璇的安排做 一个劲地对着风雨亭说道 风长老 咱们进了宗内再说 进了宗内再说 对了 他小子到底是怎么骗的老夫了 能让他良心不安 不得不躲在洞府里忏悔 你先说说看 我听了之后觉得 能原谅他 再进去不迟 若是不能原谅他的话 对不起 咱们从此以后 就当不认识 让他也不要再惦记 老夫欠他的十五亿零食了 风雨亭对着中天花问道 他生性还是挺谨慎的 尤其是面对苏璇的时候 已经吃过了那么多次的亏 他不得不防 那个 宗主大人第一件欺骗了 风长老你的事 便是这护宗大镇 中天花指着那护宗大镇说道 护宗大镇 这玩意 他能怎么骗老夫 风雨亭有些不解地问道 这护宗大镇确实厉害 像他这种金丹镜的实力 连碰都不敢碰他一下 刚刚他才碰了一下 就被反弹了回来 受了重伤 若是要攻击的话 恐怕他现在还能不能 活着在这里骂街 都说不一定了 他甚至刚刚在骂苏璇的时候 还想过 若是当初他风明宗 拥有这般的护宗大镇 恐怕也不会被 那些外族猿鹰进给攻破 也不会如今 风明宗只剩下他一根毒苗了 不过 在他心里 苏璇就像是家里有 造灵石的机器一样 能够打造出一座 强大的护宗大镇 只要灵石到位 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 光是他就知道 在那北疆之地 镇法之道十分兴盛的 北玄圣地 你需要什么镇法还能定制 给你打造好了 在给你送了过来安装好之后 人家才收灵石 所以 他实在想不通 这镇法苏璇怎么就能够 骗到自己身上来了 这个 风长老看看便知道了 钟天花对着风雨亭说道 说完 就拿出了那武林夺天大镇的镇星来 随手一扫 马上整座护宗大镇 就显现在了风雨亭的面前 强大的灵力形成一道天幕 将这天玄风方圆数千里 全部笼罩在其中 五头神兽虚影 在大镇之中盘旋游走 青龙威武 朱雀神异 玄武稳重 白虎凶悍 中间的那一头麒麟 更是犹如坐镇指挥的君王一般 稳坐其中 威风凛凛 看上他一眼 都能让人胆寒 也不知道 这老家伙看了这些之后 会不会真的愿意留下来 不过他不愿意留下来也没事 大不了把他关在这天玄风中 不让他出去就是了 拿着镇星的钟天花 如是地想到 风长老看着镇法 是否眼熟 钟天花对着风雨亭问道 能踏马得不眼熟吗 这是我风鸣宗的四项守护大镇 那镇法才一显现 连神兽虚影都还未凝聚出来 风雨亭就认了出来 他曾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 这四项守护大镇 他不知道多少次 从镇法之中偷溜了出去 跟一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 因为防御力惊人的原因 他还多少次 吐槽他风鸣宗的前辈 吃多了撑的吗 见个护宗大镇花 那么多零食干啥 建造的连个漏洞都没有 让他想要偷跑出去 都那么的难 只是 此时他却是在想 若是当初的这四项守护大镇 威力若是在墙上数倍 该多好 他哪怕一辈子 都没有办法溜出宗去 被关在这里一辈子 他也不愿意看到 大镇被攻破 风鸣宗弟子 被外族屠杀殆尽 父母兄妹 尽皆惨死 师兄师姐无意幸存 跟他穿一条裤子的至交兄弟 平时疼他爱他的宗门前辈 全都连一具尸体都没有留下 只是 他马上却又反应了过来 不对 这镇法 不是我封明宗的护宗大镇 我封明宗的护宗大镇 若是有这般的威力的话 当年也不会被那帮外族给攻破了 他看向了那镇法中间 那犹如君王的麒麟 张大的嘴巴不敢置信地 对着中天花说道 这是武林夺天大镇 这绝对是武林夺天大镇 他这样一说 那中天花反倒是有些好奇了 对着他问道 风长老见过这大镇 要知道 当初的苏璇变废为保出这武林夺天大镇之时 他们连最后出现的金色材料 都没有认了出来 剑自然是不可能见过 但是家父曾经多少次叹息 若是能够找到 上古就已经消失了的锐金之水的话 便可以将我封明宗的四项守护大镇 升级成为武林夺天大镇 到了那个时候 不要说什么几名元英镜 就能够联手攻破这大镇了 来上十几二十的元英镜 也能够让他们有来无回 风雨亭对着中天花说道 当年的封明宗宗主 最是担心的就是 四项守护大镇 会被元英镜联手攻破 所以 千方百计地寻找上古都 十分稀有的锐金之水 谁知道到最后真的被攻破之时 也是未曾找寻到一块 谁能够想到 苏璇竟然找到了如此之多 而且连武林夺天大镇都打造了出来 此时 他更是想到 幸好西明圣地 把那些想要抢夺苏八皮 试炼令的十大宗门给压下去了 若是没有压下去的话 这里恐怕会成为 坑杀着西域元英强者的天坑 来多少 坑多少 第八十八章 狗日的苏璇要逆天 若是没有压下去的话 这里恐怕会成为 坑杀着西域元英强者的天坑 来多少 坑多少 你们到底 是从哪里找到的如此之多的锐金之水的 他又对着中天花问道 那可是在上古之时 都十分的稀少存在 早已经被上古修士们给消耗殆尽 这是 在下也不知 封长老还是见了宗主之后 亲自问宗主吧 中天花自然是不会 告诉他苏璇 是用那种神秘力量 给变废为宝给变出来的 这种事 还是让他自己发现了最好 风雨亭虽然谨慎 但是耐不住好奇 一个锐金之水 就让他不得迈开了腿 一头扎进了那武林夺天大阵 从此走上不归路 也好 老夫这就进去看看他苏八皮忏悔的样子 他对着中天花道 中天花却是暗暗好笑 他家宗主的洞府 都被劫雷给劈成了一片废墟了 老家伙到时候看得到苏璇在里面忏悔 那才有鬼了 而风雨亭自然是不可能猜到 苏璇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 反正就想着要进去 找苏璇算账 只是 他才一进去 他就发现自己 要找苏璇算的账 恐怕这辈子都算不清了 下辈子也未必 因为他发现 这里的灵气竟然恢复了 龙玉的灵气 让这里早已经没有当初的荒凉 变得一派欣欣向荣 不要说让修炼的弟子们 在这里修炼 能事半功倍 那山峰之上 一些也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来 深埋在地下灵草种子 都已经悄悄地发了芽生长了出来 有些甚至已经开出了小花 苏八皮啊 苏八皮 怪不得你要躲在洞府里忏悔 你明明有办法恢复这里的灵脉 当初 竟然只给老夫一亿灵石 他封明宗 可是有着整整十条灵脉啊 五条中品 三条上品 还有一条极品 只需要一条中品 那也是价值几十亿灵石 苏玄道好 不但才只给他一亿灵石 这一亿灵石 还给的是那样的勉强 最后还是 他连激将法都用上了 说什么谁想反悔 谁是孙子 才把这事给敲定了下来 可是现在 他想要反悔的 都快要疯了 那他不就是成了孙子 最可气的是 恐怕是他 现在想要当孙子 也不可能从苏玄手里 把这天玄风抢了回去了 加上西明圣地也不行 因为西明圣地 不可能为了他 出动化神老祖 不过 他马上就又发现了不对 因为他发现 这里的灵脉 根本就不只是 恢复了而已 而且越是往里走 那种感觉就越是强烈 不一会儿 光是上品灵脉 他这一路上 就感知到了四条之多 而他当初在这天玄风 生活了二十多年 他记得清清楚楚 这些灵脉 当初可都是中品灵脉 然后他又感知到 两条极品灵脉 以前也只是上品灵脉 最后 他更是感知到了一条 比极品灵脉 灵气浓郁千百倍灵脉 更是他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存在 那里原本才应该是 极品灵脉的存在 剩下的几条 不在这个方向 离这里也很远 不过风雨亭 想都不用想 那些应该也同样升了一级 他不只是能医人 他连灵脉都能医 这狗日的苏巴皮 绝对要逆天 连灵脉都能医 不 外面的阵法 说不定也是他医了出来的 外面的阵法 只需要有足够的灵石 再找到足够的锐精致水 便能打造了出来 但是这灵脉不同 让灵脉恢复的办法确实有 但是让灵脉升级的办法 却是根本就不可能 不然的话 任何的宗门 都会不遗余力地 提升自己宗门的灵脉 这世界上 就不会有下品灵脉存在了 走到这里的风雨亭 已经猜出了 苏璇有种逆天的能力 此时的他 又加快了脚步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 远处两名宁夜镜的弟子在斗法 风神诀 冥王义 两名宁夜镜弟子 似乎只是正常简单切磋 但是 二人随手一招的攻击 却是发出了一声的惊天的巨响 风雨亭估计 最少都有助激进初期的实力 而这二人所使用的弓法 怎么看都觉得 像他前不久 输给苏璇的风神变 和冥王掌 只是 威力比原来强了十几二十倍而已 似乎已经达到了 地级弓法的水准 这弓法 这弓法 该不会也是那苏八皮 给医出来的吧 完了完了 这狗日的苏八皮是真的要逆天了 风雨亭看到这一幕 眼睛瞪得像二童 嘴巴张得要多有多大 仿佛能装得下一整副麻将 他们又向着前面继续走去 远远的 他就看见了一群人 正在修缮着一座洞府 一开始 他还没有多想 以为不可能是苏璇的洞府 直到走到了洞府的时候 钟天花却告诉他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了 宗主大人 就在这洞府中忏悔 钟天花对着他说道 你确定是这里 风雨亭不敢置信地 对着钟天花问道 可不就是这里吗 今天宗主回来之后 一道天雷就劈了下来 然后宗主就说 是因为把风长老你 骗得太惨 所以才会遭雷劈 然后就开始忏悔起来了 钟天花对着风雨亭说道 那你们怎么不把他拖出来呢 你们一个一个的 这么危险的地方 竟然还让他在里面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风雨亭一听 顿时就急了 虽然他心里早已经 把苏璇骂了不知道多少遍 但是这一刻 他却一下子就着急了起来 疯狂地向着洞府中冲了进去 只是冲进去之后 他找遍了洞府 也没有看到苏璇 最后只在一张桌子上 看到了一枚玉碟 这是 风雨亭看到那玉碟 又感觉到了 有一些熟悉 似乎是他前不久 才抵给苏璇的 那半部天际功法 直觉告诉他 这部功法恐怕也 赶紧一把抓起了 那功法来查看了起来 只是看了一眼 他就疯狂地大叫了起来 苏璇 苏璇 老夫知道你听得见 快点 给老夫滚出来 老夫原谅你了 赶紧给老夫滚出来 第八十九章 风雨亭真想狠狠地 给自己几巴掌 赶紧给老夫滚出来 这半部天际功法 不但已经被苏璇给补齐 而且还从天际 变成了神际 这功法 绝对是无价之宝 不要说什么几亿 几十亿零食 就算几千亿 几万亿零食 都不会有人 傻到拿出来卖 若是让人知道了他的存在 甚至有可能 整个修仙界 都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无数的大能老祖 都会出动 就连化神镜老祖 都会坐不住 顶着天节 连命都不要的 也要出手争夺 而此时 这功法却是旧班 摆在了这桌子上 任由他随意地查看 所以 此时的风雨亭 拿着那功法 感觉道法 犹如千军之重 眼睛里瞬间 就如同进了沙子 哪怕苏璇今天上午 还才只给了他 一个亿的零食 就把这功 从他手中连坑 带骗给骗走了 只是 就在他拿着功法 觉得苏璇够朋友 不枉他 为了苏璇跟 原音镜强者硬刚的时候 一名宁业镜小弟子 却是走了进来 对着他说道 原本宗主 是在这里忏悔的 不过刚刚他好像 又往公主河畔那边去了 公主河畔 他到底是要干啥 风雨亭一听 顿时就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此时的他才想起 除了功法之外 他还把灵谷种子 也输给了苏璇 他还把那时间法阵的消息 也告诉了苏璇 想到这里的风雨亭 赶紧向着那公主河畔 跑了下去 苏璇能够恢复护宗大阵 他不用脑子 想也知道 苏璇肯定也能够 恢复那时间法阵 也就是说 最多一年 苏璇便能够种植出灵谷来 人还没有到 就感知到了 那公主河底的灵脉 已经复苏 而且 还同样从中品 变成了上品 同时 他还看到了苏璇 正带着一帮宁业镜弟子 在那里绝地百丈的考古 一片泥土都不放过 看到这一幕的风雨亭 对着苏璇大喊道 苏八匹他们说 你在洞府里忏悔 老夫还觉得 你真的是良心发现了 没想到你竟然非得要把老夫 给害死了 你才干信 我苏璇为何要忏悔 苏璇似笑非笑看着他 仿佛早就知道 这老家伙要来 专门在这里等他 你小子把老夫骗得这么惨 难道你小子还不该后悔 风雨亭怒气冲冲地 对着苏璇问道 你呢 你这个老东西 有安过好心吗 卖给本宗主一块宗门驻地 就是一片废墟 还随时都有可能被外族入侵 输给本宗主几步功法 你还在上面做那么多手脚 做手脚就算了 还做得那么不用心 连错别字都有 苏璇对着风雨亭说道 明明是风雨亭想要来兴师问罪的 结果苏璇反倒先向他问了起来 我那是 那是故意写几个错别字 想让你拿回来 发现问题了后不要修炼 才故意这么做的 风雨亭对着苏璇狡辩道 一晚上刻露出二十步功法 还得要在里面做些手脚 风雨亭熬了几乎一个通宵 他觉得 有几个错别字也很正常 不过现在嘛 正好就用来狡辩 万一你小子修炼得走火入魔了 大家以后见面了 脸上也不好看是不是 可是你呢 你有一件事没骗过老夫吗 说你被雷劈 说你良心发现 说你躲在洞府里忏悔 老夫刚刚还感动哗啦哗啦的 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结果 风雨亭对着苏璇继续说道 只是他话还没有说完 苏璇就对着他问道 谁说本宗主在忏悔 我没说 我也没说 中天花和胡青爵 一口同声的否定犯 你们 风雨亭一下子就找不到证人了 没办法 他只能在心里骂苏璇和中天花胡青爵三人 宗主是无赖 弟子也没有一个是好人 不过他不怕 因为他手里还有证据 那这功法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不是 你小子良心发现 留给老夫看的吗 风雨亭拿出了那枚玉碟 来向着苏璇证明道 只是 他不拿出来还好 才刚刚一拿出来 苏璇就对着他大吼一声 好大的胆子 偷东西 竟然偷到我天旋踪来了 来啊 把风雨亭给我拿下 他这一声大吼 与小婉和月红亭 不知道就从哪里钻了出来 然后胡青爵也堵在了他的身后 三个人一下子就把风雨亭给围在了中间 说着 就要对风雨亭动手 慢 慢 误会 绝对是误会 这功法我只是 我只是觉得 随意放在那洞府里有些不安全 所以就帮你 给带了过来了 风雨亭对着苏璇解释道 此时的他心 都在滴血 风雨亭啊 风雨亭你 怎么就这么傻 竟然相信 苏八皮这小王八蛋 会忏悔 你要是刚刚拿着功法 就逃的话 这一般的宝物 又怎么可能 有还回去的道理 想到这里的风雨亭 就想狠狠地给自己起巴掌 若是让他没有看见 这一般的功法也就算了 偏偏他又看见了 而且还握在自己手里那么久 这种得而复失感觉 就如同 他风雨亭明明扶了一把青一色杠上 花 外加一条龙 结果最后发现自己 竟然成了大象公般难受 苏璇从他手里 接过了御蝶 假装相信了他的解释 让余小婉 他们几人退了下去 然后又对着他问道 说吧 你今天又来干什么 前辈都不叫了吗 亏老夫为了你 还差点 跟断浪子那老王八蛋打了起来 风雨亭一听 就委屈巴巴地对着苏璇说道 是吗 这我苏璇倒是有几分相信 毕竟你这老家伙 嘴巴上还是很厉害的 不过吗 这要动起了手来 你肯定马上就会跪在地上 跟人家求饶 苏璇听后笑了笑了说道 老夫会给他下跪 苏八皮 你看老夫像是下跪求饶的人吗 你小子也不去西明圣地打听打听 老夫专业对断浪子 已经对了他几十年了 风雨亭对着苏璇说道 这话老家伙倒没有说假话 或许是因为他失去了父母的原因 所以对断浪子 眼睁睁看着自己亲儿子死在了外族的手中这时 就格外的不爽 这些年来 他确实经常怒对断浪子 虽然有些狗杖人士 但是断浪子 却不敢对他动手 我给你说苏八皮 你都不知道 当时为了你 老夫把命都豁了出去 风雨亭开始把药王谷等宗门 想要对付苏璇 丁云如何问询问 西明圣地应该如何应对 断浪子 是如何支持药王谷等宗门动手 他又是如何怒对断浪子 添油加醋地说了出来 甚至 西明圣地最后还在他的建议之下 向苏璇下了两百多亿零食的大订单 明明是丁云提出的建议 他更是厚着脸皮 说成了是他的 反正风雨亭不要脸 也不是头一回 为的就是苏璇一感动 说不定就又把那御碟送给了他 只是 苏璇在听了之后 却只是冷冷地对着他问道 订单呢 带来了 带来了 风雨亭赶紧掏出了订单 来交给了苏璇 假英国 胡云飞龙 千年含铁 这几样东西 应该是你自己需要 另外加上去的吧 苏璇才用眼睛一扫那清单 就指着几样东西 对着风雨亭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风雨亭听后 惊奇无比地对着苏璇问道 苏璇也不回答他 反而是又对着他问道 这上面的价格 你也应该全都动过了手脚了吧 这都能猜出来 你小子 难道真的是神仙 第九十章 重整风明宗有屁用 又报不了仇 你小子该不会真的是神仙吧 风雨亭听后 不敢置信地 对着苏璇问道 此时的他 呆呆地看着苏璇 又想起了 苏璇能够依人 依灵脉 依公法 依阵法等等 现在才一看 就又知道了 他在清单上做了手脚 感觉只有神仙 才会有这样的手段 只是 苏璇却是对着他说道 这还用猜吗 这里面就数你个老家伙子 写得最丑了 还还渴 那个 一时之间有些仓促 这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风雨亭尴尬地说道 这才想起 自己在那些公法上 动手脚的时候 自己苏璇 已经不知道 看过多少次了 不过 这几个都是断浪子要的 老夫全部都给他划了 风雨亭想了半天之后 实在是找不到什么说的 又指着那清单上 被自己化掉的东西 对着苏璇说道 嗯 看在被你化掉的 这几样东西的面子上 本宗主就原谅你了 苏璇对着风雨亭说道 是吗 那就多谢了 多谢了 风雨亭还以为 苏璇是默许了 他在价格上动手脚 他甚至还想提出 让苏璇把那公法 给他踏印出一份去 因为他知道 苏璇绝对不会平白无故的 把这公法给他看的 只是 他还没有提出来 苏璇就着他说道 到时候 本宗主会亲自把东西 送到西明圣地去的 你可以回去了 苏八皮 老夫帮你那么大的忙 两百多亿的大订单 你竟然一点好处 都不给老夫 你是不是太绝情了 风雨亭指着苏璇的鼻子 大骂道 你这个个老家伙都叫我苏八皮了 什么时候见过我苏八皮 给别人好处的 苏璇听了之后 也不生气对着他问道 他就喜欢看着老家伙 暴跳如雷的样子 风雨亭听后 顿时觉得 苏璇这话说的 简直就是人间真理 指望他给别人好处 还不如指望天上掉神级功法 不过老家伙 也是活了一百多年的人了 他也知道 苏璇究竟是想要什么 不走了 老夫从今天起 就要加入你天玄宗 打死老夫 老夫也不走了 他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听后心想 不容易啊 总算是把你这老家伙 给忽悠进来了 不过 却还是对着他问道 怎么 不想重整你封明宗了 重整有个屁用 又报不了仇 反而是外族 每过一百年不到 就要重新入侵一次这西域 老夫重整个多少次 他们就能给老夫 灭上的多少次 风雨亭无奈地 对着苏璇说道 要重整他风雨亭 早就重整了 当初他从封明宗 带出了那么多的法宝 功法 天才地宝 但是那又怎样 他报得了 杀父之仇吗 报得了杀母之仇吗 他的师兄师姐 师弟师妹 宗门长辈 至交好友的仇 他能报得了吗 他们的血 就留在这天玄峰上 曾经染红过 这天玄峰每一寸的土地 他们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全都葬身在了 外族饲养的凶兽口中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看到了报仇的希望 那一步超越了天玄峰的功法 若是给他足够的时间修炼 不要说到时候 天玄宗出手了 就算是他自己 也有可能报这个仇 嗯 算你个老家伙 还认得清现实 不过想要加入我天玄宗 就得把你当初带出去的东西 全部交出来 苏玄不再卖关子了 对着他说道 什么 全部交出来 苏巴皮 你小子是不是胃口太大了 竟然要老夫把当初带出来的东西 全部拿出来 你知道那些东西 值多少零食吗 不交 坚决不交 打死老夫 老夫也不交 封语廷对着苏玄疯狂地怒吼道 那些东西是封明宗 留给他的最后一展 只是 苏玄似乎知道了 他会这般说一般 随手就掏出了一张 攻击垫的兑换清单来 对着他说道 交不交随便你 反正那功法 只有在攻击垫中 才能兑换得到 你要是不交 本宗主也帮不了你 说完 就把那兑换清单抛给了他 封语廷拿过来一看 顿时就不再坚持了 取下了手指上的储物戒指说道 我叫 我现在就去叫 因为那清单之上 不但有着他想要的神级功法 而且还有着各种各样的丹药 极品避接丹 极品炼破丹 极品应变丹 这些在外界每出现一种 都会让无数金丹镜修士 打破头也要争抢的极品丹药 在这里 却是应有尽有 如果把这些丹药 全部兑换下来的话 他封语廷几乎百分之百的 能进阶到原音镜 就更加不要说 这供给店的兑换价格还十分公平 就比如一部地级功法吧 在外界最多也就能够拍卖到十多亿零食 但是这里 却是直接可以兑换到二十万供给点 也就是说 换零食的话 就直接可以换到二十亿零食 而那些丹药呢 在外界最少都要拍卖到几亿零食 在这里却只需要几千供给点 连一万都不到 也就是说 只需要几千万零食就能够兑换到了 毕竟这些丹药的成本相当的低 苏玄用的全是成芝麻烂骨子的灵药 便废为宝出来的 不便宜自己的弟子便宜谁去 好好 老夫这就去换攻击点去 马上就去 风雨亭激动地说道 他望望望那攻击点的位置 似乎已经看到了报仇血恨的那一天 已经离他不远了 苏玄却又叫住了他 对了 功法的话 你还是再去给本宗主做一些手脚 苏玄的意思 风雨亭自然明白 赶紧对着苏玄说道 明白 明白 这一次老夫保证用心去做 自己工整 绝对不会有任何错别字 然后想了想 却是没有离开 又对着苏玄说道 让这些弟子往那块地方挖吧 那下面有一块阵机 应该没有被破坏掉 此时 他竟然主动地指出了 那时间法阵的位置来 果然 几名弟子向着他所指的方向 挖了下去 才挖了三米不到 一块宝蓝色的石头就露了出来 石头上面 转刻满了阵纹 不是他们日夜寻找的 那阵法的残留之物 又是何物 这一次 你倒是做了一次人 去公寄店 让直视 给你一万点公寄点吧 苏玄对着风雨亭笑着说道 现在他既然是天玄宗的人 苏玄便不会再对他吝啬 只是那老家伙 却对着苏玄说道 我能不能不要公寄点 再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苏玄对着他问道 等你种出了仙粮之后 能不能不要跟西明圣地抢市场 他对着苏玄祈求道 在这西域能够种出灵谷的 自然不只是西明圣地一个宗门 其他的十大宗门之中 还有两三个宗门能够种得出来 但是 却是没有一家敢跟西明圣地抢夺市场的 没有办法西明圣地的原因老怪 实在是太多了 要是惹火了他们 要王谷等宗门加在一起 都不够西明圣地打的 但是苏玄这里不同 不要看苏玄此时才只有驻基镜而已 宗门之内 现在也还连一名金丹镜都没有 但是他有那武林夺天大阵啊 那可是你来多少原因 都能够坑杀多少的原因的天坑 除非是让那华神老祖来 只是 就算是华神老祖要攻击那大阵 也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华神老祖只要一出手 那就绝对就是天雷滚滚 雷结不断 这般一场下来 说不定光是疗伤 都需要百年 更不要说 这伤一受 还有可能再损耗几百年受缘 所以 华神老祖也不可能为了一些灵谷仙良什么的 就跟苏璇翻脸 苏璇自然是知道 那西鸣圣帝 避护了这老家伙百年 而老家伙 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自然是不想损坏了西鸣圣帝的利益 只是苏璇却偏不答应他 第九十一章升级后的时间 法阵对修士也有用 那还要看你的表现 苏璇对着风雨亭说道 这老家伙 太鸡贼了 苏璇不得不防 风雨亭看了看苏璇 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他现在已经彻底的 被苏璇给拿捏了 他又还能说什么 只能对着苏璇喊了一声 苏扒皮 然后向着攻击垫去 望着老家伙的背影 苏璇心满意足地笑了 不容易啊 总算是把你忽悠进来了 这老家伙当初从风明宗 带出来的宝贝不少 光是玄机功法 他都曾经拿出了二十步之多 肯定还有比玄机 更加厉害的地级 若是那样的话 天玄宗用不了多久 就又能至少 多出一部天机功法来了 天机功法 虽然不如神机功法 但是少了一两百亿零食 根本就不可能买得到 然后就是 他还带了不少的法宝 天才地宝 这些的价值估计 比功法还要高 苏璇估计 最少都要价值 千亿零食以上 同时 他的战力 也反馈到了苏璇身上 风雨亭虽然天赋不咋样 但是因为修炼的功法 不是普通功法的原因 他的战力 自然不是因锅洞 那般垃圾经单初期 八万多战力能够相比的 修炼地级功法的他 拥有着十二万多的战力 虽然说 这战力无法跟注击中期 余小婉比 更是跟月红婷差不多 但是 反馈在苏璇的身上 却是让苏璇的战力 已经达到了九十多万了 让苏璇跟元英靖初期 有一战之力 似乎又进了一步 而且还多出了一位 金丹靖长老 这样一来的话 加上胡清爵 月红婷 余小婉 这三个天才 和一个已经在准备 进接金丹靖的邢炼 苏璇的天玄宗 似乎离拥有五名金丹强者的任务 也同样相差不远了 对了 还有一个中天花 中天花的炼丹术 十分厉害 总是让苏璇 忽略了他的天赋 要知道这家伙 也是拥有九色玄炎的天赋 修炼起来 同样不会太慢 最多五年 我天玄宗 便能够拥有五名金丹靖了 而神木试炼 就在三个月后 这个最难的任务 反倒是有可能 最快完成 而灵谷的种植任务 似乎也就差这个时间法阵了 想到了这里的苏璇 看向了那块宝蓝色的石头 时间法阵阵基石 金色品及废品 可便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大家的任务完成了 回去领攻击点吧 苏璇对着一帮宁业镜弟子说道 虽然说这些弟子 都是用心魔启示过的 但是 苏璇还是不想让他们知道 系统和神秘力量的存在 不是不放心这些家伙 而是有的东西 他们知道的越多 反而会害了他们 尤其是实力不济的这些小弟子们 尊命宗主 一群宁业镜的小弟子 纷纷高兴地收起了工具 赶紧离开了这里 这一次找到 阵法的残疾任务 苏璇许诺给他们的 攻击点不少 每个人一百 他们原本以为 最少都需要几个月 甚至一年 但是 谁曾想到 只用了几天时间 就找到了 一百的攻击点价值 就是一百万零食 若是他们没有加入 天玄宗的话 恐怕一辈子 恐怕都赚不到 所以他们自然对苏璇 又是感激不已 让苏璇又收到了一波声望 虽然不多 也有着好几万 等一帮小弟子离开之后 于小婉等人 也早已经回去 忙着修炼去了 只留下了苏璇一人 还站在这公主河畔 方圆百里 已经没有了任何人 这时候 苏璇才对这系统命令道 系统 我要变费为宝 这时间法阵 丁 变费为宝时间 法阵阵需要十万声望 耗费数额巨大 请问宿主 是否确定变费为宝 竟然要十万 苏璇听后 有些震惊 毕竟当初那武林夺天大震 也才只要了三万九而已 不过 还是那句话 十万声望 对于此时的苏璇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更不会想当初那般 还得费心费力地 去找于小婉刷一搏 确定 苏璇对这系统说道 随着苏璇的一声确定 那神秘力量再次涌出 向着那块法阵的震机涌了过去 说起来这块蓝色震机 可要比当初那块青金石 要巨大的多 足足有着几十丈大小 但是上面 同样已经没有了任何灵力 但是当那神秘力量 涌向它的时候 这块沉睡了百年的震机 在这一刻 被神秘力量给唤醒 释放出耀眼的光芒来 上面的震纹 也仿佛是活了过来一般 开始在上面 都缓缓地旋转了起来 原本清晰的 变得更加的清晰 原本模糊的也开始 重新被神秘力量转刻 原本缺失了的 也在那神秘力量之下 缓缓地重新凝聚了出来 只是 这还不是最神奇的 最神奇的是 那震机之上的震纹 才刚刚被补齐 震机之上 便开始缓缓地凝聚出 一层法阵来 那法阵在震机上 缓缓地旋转着 看上一眼 仿佛都让感觉 自己老得快了几分 这便是时间之力吗 苏璇望着那法阵 不得不感叹道 只是这一层法阵 凝聚完之后 声望才只消耗了不到一千 经验告诉苏璇 这法阵之上 肯定还有很多层 果然 随着声望的消耗 一层又一层的法阵 被凝聚了出来 同样在震机上 旋转了起来 每一层的转速不同 越是到了 后面转速便越快 到了第十层的时候 已经是底下一层的十倍了 苏璇知道 这十层正好 就是将时间流速 提升十倍的 每一层正好提升一倍 也就是说 这法阵此时 已经恢复了 它当年 被风明宗打造出来时 拥有提升十倍 时间流速的威力 只是 就算是已经 凝聚出了十层了 声望也才消耗了 一万多点 虽然每凝聚一层 下一层消耗的声望 都要多上不少 但是现在也才只用了 十分之一多一点 而现在 才是这时间 法阵升级的开始 也不知道 这时间法阵 到底能够升级成什么样子 是提升到 二十倍时间流速呢 还是一百倍 苏璇的心中 如是地想到 毕竟时间流速越快 种植一记灵谷需要的时间 就越短收获 也就越大 那神秘力量 也还在继续 向着时间 法阵汹涌而去 十五层 二十层 二十五层 三十层 最后 直到三十层之后 他才缓缓地停了下来 从十倍 变成了三十倍了吗 感觉 也没升级了多少啊 苏璇看着那法阵 似乎有些不满 虽然超过了 他的最低 逾七二十倍 但是离一百倍相差 却还有很远的距离 不过 想想三十倍的时间 流速的话 也是够了 要种植十二年一熟的灵谷 就只用得了 三四个月时间了 也就是说 凡俗世界里的稻谷 都还没有成熟一计 这灵天里的灵谷 就已经能够种植了出来了 只是 就在苏璇以为 这时间 法阵也就这斑了而已的时候 系统里的介绍 却在这一刻 让他惊喜不已 丁 恭喜宿主 成功将时间法阵 初级版 十倍时间流速 只对植物有效 变费为宝卫时间法阵 终级版 三十倍时间流速 可对植物 动物 人有效 它不只是提升了时间流速 哈哈 它不只是提升了时间流速 苏璇看着那信息 欣喜若狂地大叫了起来 此时的时间 法阵已经可以对动物有效 所以 这里就不只是可以用来 种植灵谷而已 它还可以用来 饲养灵兽 灵虫 当然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它对人也有效 它可以用来 让弟子们 在短时间内 冲刺境界 在这里修炼一年 底外面 修炼三十年 这般一来的话 苏璇哪里 还用得着再等五年 才能把于小婉 他们培养成金丹镜 半年 不最多两三个月 就已经足够了 第九十二章在一起 在一起 最多两三个月 就可以让于小婉 他们进接到金丹镜了 若不是那神木试炼的入口 限制参加试炼的修饰 必须是金丹镜以下的话 苏璇甚至可以在试炼之前 就把他们 全部培养成金丹镜 就算是有限制 他也还是可以用时间法阵 来提升他们的修为 毕竟 那试炼之地凶险异常 实力越强越容易活下来 同时获得的好处 也会越多 再说了 那试炼秘镜 虽然不允许 金丹镜强者进入 但是 却没有说过 不允许在里面 进接金丹镜 到时候 他们就戴上丹药 跑到那秘镜中 去进接好了 一旦在里面 进接到了金丹镜 能够从里面 获得的好处 想想都让苏璇激动不已 我要在这里 开辟出一块灵田来 我还要在这里 开辟出一块灵兽源来 我更要在这里 建立一座修炼秘境 不不不 这里的灵气 实在太过稀薄 已经配不上 这时间法阵了 苏璇看着那时间 法阵说道 虽然说这里 拥有着上品灵脉 但是 苏璇还是觉得 这里配不上 这时间法阵 如此重要的时间法阵 只有设置 在龙脉之上 灵权之处 才能够配得上它 苏璇拿出了储物戒指 收起了时间阵法 就向着那龙脉处 飞了过去 那龙脉处一共有着五口灵权 他跟于小婉居住的洞府 有一口 中天花居住的地方 也有一口 同时那里 也是这天玄丰的炼丹阁 中天花带领的炼丹弟子 也居住在那边 胡青爵居住的地方 也有一口 几乎所有的住基金高手 就居住在那里 不论是邢炳怀等 藏龙寺的人 还是新招进来的住基金高手 全都住在那边 然后 五口灵权 就只剩下了两口 当苏璇来到其中一口的时候 风雨亭已经杰族仙灯 正在这里打造洞府 而中天花 正在把当初 他搬下山的那些墓碑 一张张的 又给搬了上来 甚至 此处还树立起了一块石碑 石碑上 写着风鸣峰三个大字 那字迹龙飞凤舞 一看就不是风雨亭这老家伙 能够写得出来的 肯定也是中天花 帮他弄的 苏璇对这事 自然是没有意见 风鸣宗从此没有了 一个风鸣 他苏璇 还是有那个气度容得下的 风长老 中都是几百万临时上下的人 现在却跑来帮你布置洞府 你敢动不敢动 苏璇对着风雨亭问道 风雨亭自然是不知道 中天花是因为 心虚才来帮他的 感激的赶紧对着中天花劝道 钟大师 太感谢你了 不过 我这边一个人 慢慢来就是了 不敢再耽误你了 等改天有空了 老夫再亲自去请你喝酒 风长老 你说这话 我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不敢耽误我 什么你你你 我我的 加入了我天玄宗 以后咱们 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不能论 这个彼此 今天正忙我中天花帮定了 不要说 几百万临时 一分钟了 就算是几千万 几亿临时一分钟 我中天花也帮定了 风雨亭亭后 顿时眼睛 就变得湿润了起来 他在那西明圣地 都一百年了 一百年了 除了丁云之外 没有一个人 把他当过自己人 反而是人人都在 时时刻刻地 打着他的主意 想要把他当初 从风明宗 带出来的宝物 据为己有 恐怕连他自己 都早已经不在了 甚至就在刚刚 那段浪子 都还在对他说什么 你一个外人 不该插嘴 之类的 中天花却什么 没有涂他任何东西的 因为他所有东西 都已经捐到了 攻击殿去了 此时的他 除了一大堆攻击之外 便得一无所有 而中天花 作为天玄宗的炼丹师 连极品碧节丹豆 能够炼制 最不缺的 恐怕就是攻击了 好兄弟 我风雨亭这辈子 朋友已经不多了 苏巴皮算一个 你中天花 也算一个 从此以后 要是有人敢对你们不利 我风雨亭 其他不敢说 但是绝对不会让你们 死在我风雨亭前面 风雨亭对着中天花说道 连辈分都不顾了 哪怕他乃是金丹静 中天花应该叫前辈 哪怕他已经一百多岁 中天花叫他爷爷 都还差这辈 反正他现在就要认中天花 这个兄弟了 而且 还发誓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中天花 死在他前面 因为死在他 风雨亭前面的亲人朋友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那种感觉他不想再经历一次 而中天花 听了也是感动不已 对着他说道 老哥哥 我中天花这辈子 也没有任何亲人了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亲哥 以后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就是我的 你要是有啥需要兄弟的地方 我中天花的人 静止就往里走的 一小拆口是心非的大喊道 人却还是急切切地 跟在了苏玄的身后 同时 还对着那隔壁的刘管氏大喊道 刘管氏 你个老东西 给老娘有多远 滚多远 刘管氏心说 老头子 我招谁惹谁了 冲着我一个老头子发火 不过他上一次 再知道了一小拆 有朝一日 会进阶到原因进之后 就已经不敢 再跟他作对了 所以 也顾不得那一家总部 他的主人 让他监视一小拆的任务 赶紧从隔壁离开了这里 甚至还下去 让那店小二门 不得靠近那迷失半步 若不是这一份楼 有着日夜不打样的规矩 恐怕今日 都要提前关门放放假一晚 把这里彻底的留给苏璇和一小拆 之前我天玄宗才刚到这宿州城 立足未稳 在下又实力低微 不得不谨慎一些 还请姑娘见谅 苏璇对着那一小拆解释说道 老娘是怪你 不用真实身份跟老娘打交道吗 老娘怪的是你 凭什么老娘送给你的东西 你转手就送给了别的姑娘 一小拆愤怒地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总算是知道 这女人对自己哪里是恨意 这分明就是促意 只能对着她解释道 实在抱歉 那件阵原本就是为小婉而准备的 说起来还得要感谢你 若不是你的话 小婉也不可能 在今日的擂台上 轻松地打败那五人的围攻 我天玄宗 也不会获得这么多的好处 对此 苏璇在这里真心谢过姑娘了 是吗 那你怎么谢呢 一小拆对着苏璇笑着问道 这女人不好对付 比苏璇遇到的所有女人加起来 都更不好对付 但是此时的苏璇却不得不硬着头皮上 姑娘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就是了 苏璇对着一小拆说道 要想让老娘原谅你也可以 你现在把那套剑阵给老娘要回来 一小拆对着苏璇说道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苏璇无奈地对着一小拆说道 虽然她已经做好了 这女人会提出过分要求的准备 但是却是没有想到 她竟然会提出如此过分地来 那飞剑已经成为了余小婉的本命法宝气胚 也就跟余小婉性命相连 此时从余小婉那里拿回来 不但余小婉这一生 都不能再培养本命法宝 而且还会让她身受重伤 甚至是修为倒退都有可能 只是一小拆拾起了小性子来 就是不依不饶 老娘这是强人所难吗 那我们今日就到大街上 找几个人来评评这个脸 老娘把自己的嫁妆都交给了你苏璇 你却却转手 就把老娘的嫁妆送给了别的女人 咱们就问问大家 现在老娘只是想让这个男人 把老娘的嫁妆 从那个女子手里要回来 这算不算强人所难 反正她一口咬定了 那玄月见证乃是她的嫁妆 虽然这玩意她一块零食都没有花 账都还是人家刘管师帮她平的 不过苏璇既然今晚赶来 她也就已经做好了 应对这女人的准备 拿出了一个锦盒来放在桌子上 对这一小差说道 那回内见证的话 是万万不可能了 这锦盒里的东西 若是能消了姑娘这口气的话 就当是给姑娘赔罪了 若是不能消了姑娘这口气的话 那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那什么 一小差对着苏璇不解地问道 看到那锦盒 她多少就已经猜到 应该丹药了 而且苏璇这个时候拿出来的 肯定不是一般的丹药 必须是自己目前最需要 不过她还是嘴硬地 对着苏璇问道 若是其他的男人 肯定会说 那自己也没有办法了 又或者是百般祈求 讨好子原谅 但是苏璇是谁 她可是能动手 就绝对不逼逼的苏璇 一把就一小差给抓了过来 那就不要怪在下不客气了 一小差想要挣扎 却发现自己明明 精丹中气的境界 在苏璇的手上 却是那般的无力 连灵力都用上了 却是半分都挣脱不开 这家伙是吃了大力丸了吗 那么大的力气 一小差心中不由地想到 实在是想不通苏璇 明明只有助击出气的境界 为何力气会如此的大 你放开老娘 老娘倒要看看你这锦盒里 装的倒是什么鬼东西 一小差正不拖 对着苏璇大喊道 不用 在下抱着姑娘 一样能让姑娘查看 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一只手禁锢着一小差 一只手一招 那锦盒就又到了苏璇的手中 控务术在修仙界 只是最简单普通的法术 又哪里需要让放开什么的 一小差没有拿到那锦盒 只是有了一些猜想 如今拿到手中的时候 却是有些忐忑 此时的她是又期盼 又害怕 期盼着苏璇 真的能够送她目前最需要的丹药 又害怕自己猜错了 最打开了 不是徒增失望 抓在了手里锦盒 明明就在她手里 却是迟迟地不敢打开了 宁英丹 一定要是宁英丹啊 最后 她甚至手捧着锦盒祈祷了起来 第94章妾伸手抖得厉害 苏璇看着她如此这般 心说 原本就是为你准备的 又怎么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不过也没有拆穿她 就那么微笑着看着这女人 有时候 看着自己的女人犯傻 也是一种幸福 宁英丹 果然是宁英丹 而且还是一枚极品宁英丹 一枚混元天成的极品宁英丹 出现在了一小差的面前 这东西 绝对算是送到了她的心坎里了 道家的修炼 讲究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而金丹静到原因静的修炼 便是要在金丹之内 孕育出一元英来 因为道家相信 婴儿在母胎之中 最是纯洁无瑕 最是接近道 接近自然 以元英来修炼 也才是最接近道的修炼方式 而这宁英丹 便是用来提升 孕养元英的最佳丹药 一枚下品宁英丹 便可以提升 宁结元英一成的几率 一枚中品 可以提升两成 一枚上品 可以提升四成 而一枚极品的话 更是可以将成功率 提升七到八成 有了这极品宁英丹 再加上前不久的极品必结丹 不要说他一小差天赋 还算是不错了 就算是给一头金丹镜的猪 有了这两种丹药 也可以让这头猪 百分百地 进阶到元英镜了 那可是元英镜啊 不要说进阶之后 会提升他多少的实力 提高他在家族里 多高的地位 只是他拥有一千年的寿源 都足够让一小差 欣喜若狂了 哪怕他 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此时的手手 依然还是止不住地颤抖 连手里的锦盒 都拿不稳了 快 快帮妾身拿着 妾身的手抖得厉害 快要拿不住了 一小差对着苏璇祈求道 此时的他 哪里只是 踩手在颤抖 整个人都在颤抖 浑身无力 已经瘫倒在了苏璇的怀里 眼睛里更是有了雾气 望着苏璇 不知该如何感激 苏璇见此 便知道 他气已经彻底地消了 现在怎么不是老娘了 他对着他问道 当然还是妾身 一小差焦滴滴地 对着苏璇说道 这单要购买材料 花费可不少的零食吧 他又对着苏璇问道 不多 苏璇随口对他说道 他是真的没有骗一小差 这玩意同样是他 用的最差的尘骨子烂芝麻 便费为宝而来的 只花了三四百万零食而已 只是 一小差却是不幸 对着苏璇说道 你少来骗我 极品丹药的材料 怎么可能便宜的了 我给你二十亿零食 你必须拿着 这一次 他连价格都没有问苏璇 就直接塞给了二十亿零食 因为他知道 苏璇要养活一个几千人的 大宗门不容易 而他想要养苏璇 我这是遇到霸道女总裁了吗 苏璇原本是有些犹豫的 毕竟刚刚一小差 才跟自己闹过 把嫁妆都给自己了 后来一想 自己连他人都要了 要点嫁妆 不是应该的吗 欣然地把这二十亿零食 收了下来 总之 他就是个既吃 不计打的主 反正到时候 真的打到他身上来了 他有想得到办法应对 既那玩意干嘛 现在总该不会再让我 把你的嫁妆拿回来了吧 苏璇对着一小差问道 那还得看你的表现 一小差口是心非的 对着苏璇说道 说说看 还需要我苏璇怎么表现 反正我苏璇这身体还行 必须是高难度的 难度低了 都别开口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这话便是那一小差性格 暂时泼辣 脸也一下子变红了 对着苏璇呸道 呸 灯徒子 我要的是假因果 你说的都是什么跟什么 苏璇一听 立即对着他问道 那假因果 到底是什么宝物 风雨亭那老头 也在要这玩意 现在你又在要 今天中午 风雨亭给苏璇的那张清单之上 就有着那假因果的存在 而且还是风雨亭 第一个写在那清单上的东西 苏璇就有些怀疑 这东西 绝对对老家伙十分的重要 传说那神木之中 有着一棵圣英树 那圣英树一百年一开花 一百年一结果 又要再过一百年 才会果熟地落 他所接的 便是那假因果 而这假因果服用之后 便可以还在 金丹镜的时候 在丹田之中 金丹之旁 蕴养出一假因来 这假因 不但能够提高 金丹镜修饰数倍的实力 而且还能够让修饰 也跟圆英镜修饰一般 一旦遇到了 肉身被毁的危险之时 利用那假因 顺移而顿 寻找肉身重新修炼 平白地多出一条性命来 而进接到圆英之后 更是可以再帮他 寻找到一具肉身 练就出一具 拥有本体实力 三分之一的分身来 不但可以在战斗之中 帮助自己战斗 就算是不幸本体 死亡之后 所有的本源之力 也会回归到分身身上 那时候 就直接成了另外一个自己 易小差对着苏璇解释道 那它不是成了不是原因 胜是原因了吗 若是没有听易小差讲 苏璇肯定是不敢相信 这世间竟然会有 如此神奇的宝物 这玩意 绝对是不是原因 胜是原因 因为原因 只能在圆英镜之时 才能够拥有 而他 却可以在金丹镜之时 便能发挥 圆英的一切功能 就算是到了圆英镜 虽然分身实力不如本体 但是 平白无故多出一个 拥有自己三分之一的帮手来 在战斗之时 会占多大的便宜 就可想而知了 不说其他的 只说分身跟本体之间 心灵相通 没有人比他更加了解本体 更知道如何配合本体战斗 你就再也不可能 在这世界上 找到比他更好的帮手了 只是 易小差却是笑了笑道 说他不是原因 圣死原因 确实有些过了 不过 若是那真正的圣英果的话 倒是真的如此了 只可惜那圣英术受了损 只能接出甲婴儿果 再也接不出圣英果来了 易小差对着苏璇无奈地说道 原来甲婴果 只是圣英术受了重伤之后 才接出来的残次品 炼制的分身 这才只有本体三分之一的实力 若是圣英果的话 那就是拥有本体百分百的实力了 听到残次品苏璇 顿时就来了精神 不知道那甲婴果 能不能变废为宝 又或者是直接把那圣英术 变废为宝呢 若是能够变废为宝的话 那变出来的究竟是圣英果 还是比圣英果 更加厉害点存在 第95章 祭练了十数万年的炼魂番 若是能够变废为宝的话 那我苏璇这次 可就绝对地发了 甲婴果怎么能配得上 我苏璇的女人 咱要炼制分身 那就必须是百分之百的 圣英果才行 我苏璇就算是拼了性命 也要给你弄来一枚圣英果来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一小差自然是不可能相信 苏璇真的能帮她 弄来圣英果的 毕竟那圣英术 已经受了重伤 早已经揭不出圣英果来了 不过这话听到她耳朵里 却是甜如蜜 切身告诉你这些 可不是让你去拼命的 她对着苏璇说道 带着苏璇 向着她的闺房走去 很快 苏璇就看到了一小差 放在桌子上的那本 历代神木试炼经验极锦 苏璇一见那极锦 顿时就明白了 这傻女人嘴上恨自己 恨得要命 在知道了自己身份之后 第一时间 却开始忙着帮自己 找起了那神木试炼的信息来 恐怕那假英果 也不是她真心想要的 只是要引出这 历代神木试炼经验极锦 来而已 可不要小看这一部经验极锦 一缝楼虽然从来都没有人 进入过神木试炼 他们的情报网 也是整个西域最强大的存在 这本神木试炼极锦 却恐怕比西域十大宗门 任何一家都要详细 毕竟进入那神木里 个个都想着要寻找 最好的宝物 但是 宝物就那么多 谁又愿意让着谁 所以要想让十大宗门之间 共享神木试炼的经验 那还不如直接杀了他们算了 反而是一缝楼这个 从来都不可能进入神木的势力 能够弄到里面最全的消息 那神木在外界 咱们叫他神木 又或者是叫他斩神秘境 他原本却应该叫七炼神功才对 一小差对着苏璇说道 指着那神木试炼极锦上的信息 对着苏璇说道 炼神功 苏璇吃惊地向着 那极锦上的信息看了过去 他终于知道 那神木一共有着七层之多 第一层炼皮 把守第一层的 乃是断体进实力的灵魁 只有冲破了那些灵魁的防线 才能够进入到第二层 第二层炼金 宁夜进魁类 第三层炼鼓 助击进灵魁类 那圣鹰术 便在这一层的最深处 不得不说 这地方安排的 简直太巧妙了 让助击进实力的修饰 可以获得金丹镜强者需要的质宝 这样一来 不管是助击进修饰获得后 留着自用 还是拿出来跟金丹镜强者 换其他修炼资源 都会让助击进修饰 拼了命地去抢夺 第四层炼血 对应的是金丹镜的灵魁类 那些原音镜的强者需要的宝物 大多数都是在这一层 第五层炼心 这里已经拥有原音镜的灵魁了 里面估计 应该有让化神镜强者都掩馋的宝物 之所以是估计 而不是确定 那是因为历代进入 那神木试炼的修饰 还没有一人 能够从第五层活着走了出来 到了第六层炼魄 更是拥有着七尊化神镜的灵魁 那是曾经围杀那神帝 被他击杀的七名化神镜修饰 看到这里 苏璇就已经是心惊不已 要知道 当初那神帝 可是被人围杀致死的 光是死在他手中的化神镜老祖 就有了七人之多 那围攻他的人又有多少 最重要的是 他在被人击杀了之后 又是如何到了这神木之中的 而且还带走了 那七具化神镜强者的尸体的 这等今天的手段 已经超出了苏璇的认知 想想都觉得可怕 不过 这才只是第六层 下面的第七层 才更让人震惊 他竟然 因为那里有着一座王座 那神帝虽然已经 生死数十万年 但是他的肉身依然不服 依然端坐在那王座之上 他手里还握着内感 还为祭练完的炼魂番 而进入神木试炼的修饰 一旦在其中陨落 神魂便会被炼魂番 给吸收进去 用以继续祭练炼魂番 肉身却被他指挥着 神木里的灵魁 炼成更多各种实力的灵魂 他竟然还在炼制炼魂番 这家伙的谋划 实在是太恐怖了 人都死了 还在祭练他的炼魂番 难道他有把握 转世重生回来 再收取这炼魂番 又或者是有一天 他那不服的肉身 还能复活 苏璇看到这一切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小差却对着苏璇说道 偏偏里面的诱惑又太大 大家还争着抢着走进去 帮他祭练 那些化神高手呢 他们当年都能够联手击杀他 难道还进不了那神木 阻止他的祭练 苏璇又对着一小差问道 这就不知了 有人传言说 那神木的空间 十分的脆弱 一旦强行进入的话 便会直接爆炸 什么东西都留不下来 又有人说 化神镜强者确实能够进入 但是化神镜修士 也想要让他练魂番 继续练下去 毕竟那很可能将会是这个世界上 第一件通天灵宝 苏璇倒是有些相信 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真相 毕竟 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 便是只有灵宝的存在 而且 拥有灵宝的化神镜强者 一人便能轻松地击杀庶民 没有灵宝的化神 就更加不要说 还在那灵宝之上的通天灵宝 威力之强 绝对远超灵宝数倍 甚至数十倍 这也就怪不得那些化神镜强者 宁愿牺牲一些修士 也不阻止那练魂番 继续祭练下去了 毕竟 牺牲的修士并不多 也不像当初那神帝在世的时候 短时间内 要屠杀大量的修士来祭练 对这个世界造成的修仙 借了巨大的破坏 每三百年 才只有几十人而已 甚至苏璇都不知道 说那些化神修士 他们是太残忍了 还是为了这个世界的未来着想 那神墓 存在已经几十万年了 都还未曾祭练完成 而一名化神镜修士的寿员 却只有两千年而已 盼着那练魂番 继练完成的化神修士 都已经熬死了上万代了 反正不能说 他们是为了一己私欲 才让练魂番 继继继练下去的 不过 此时的苏璇的心里 却是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没有继练完成 那算不算废品 如果算是废品的话 是不是自己 又可以变废为宝 第九十六章 红罗杖里谈人生 如果算是废品的话 是不是自己 就可以变废为宝 反正苏璇已经打起了 那神墓的主意 自然而然的 也不可能再把那练魂番留给别人 无论是想要转世重生了之后 回来收取的神地 还是那些想要获得 此物的化神修士 一切等到了 那神墓之中再说 只要能把那六道 随意传送阵的阵盘 安放在里面 我苏璇迟早都要 拿到那练魂番 至于让我天玄宗的修士牺牲 帮你祭练练魂番 那就用不着了 老子的系统 最多几百万声望砸下去 最多几个时辰 就把他变废为宝了出来 苏璇心中如是想到 他甚至觉得自己这样做 也算是功德一件 至少说不会让后来的修士们 为了几件宝物 牺牲在了里面 白白地给人家当了 祭练通天灵宝的材料 自己这可是救下了 千千万万的未来天才 绝对是大功德一件 至于说 他把神墓占为己有 获得了无数的宝物 从此以后 别人连看一眼都看不到之类 苏璇觉得 那是自己做了好事之后所应得的 反正 他苏璇心黑胆大 从来都不会害怕 好处实在太大 一口吞下去 会不会把自己给撑死了 这激进 我踏硬一份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这激进里面 虽然没有第五层以上详细信息 但是前四层却十分的详细 不但有哪里有什么宝物 哪里有什么危险 都一一地记录了下来 哪里有什么隐藏的机关陷阱 也都一一地记录在侧 有了这玩意 不但能够让苏璇他们这一次的 神木试炼里 收获得更多 更是可以让他们 规避很多的危险 所以 苏璇要踏硬下一份来 回去之后 让胡青爵和于小婉 还有月红亭背熟了 谨记在心里 当然 这一次苏璇也是要亲自下去的 她也必须要记下来才行 一小差听后 却是笑了笑道 费那个劲干啥 一份楼的规矩 不得参与当地的任何争斗 自然也就没资格进入神木试炼 所以 这玩意原本就收集过来 送给其他宗门的拉拢关系的 现在就送给你天玄宗了 一份楼在那极西之地的外族那边 也是有着生意存在 所以 到了外族入侵之时 他们只能两不相帮 就因为这两不相帮 所以 在这西域里 任何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宗门 都有资格进入那神木去寻宝 他一奉楼一架 却永远都没有资格 除非他们不要那极西之地的生意往来 肯帮西域修士 甚至在入侵的时候 拿起武器 抵御外族的入侵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了 苏璇高兴地收起了那神木试炼几键 那你还不赶紧带回去 给你的小情人看 收了起来之后 一小差又对着苏璇问道 不急 我还想要坐坐 你想要的东西都拿到了 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 自然是想要跟姑娘聊聊人生 去去去 本姑娘才没有兴趣 跟你聊什么人生呢 一小差一把向着她推了过去 却不但没有推动她 反而被她一带 又把她给带到了怀里 不聊人生也可以 那就聊聊生人 登徒子 一小差听后 满脸羞怯 哪怕她再是泼辣 此时也是满脸的通红 而苏璇 却是对着她继续说道 说起生人 便跟修仙意图一般 也同样是那阴阳交汇 天经地破 水道渠成 里面的可是蕴含着 修行最本源的大道 苏璇抱起了一小差 来走向那红罗帐里 这地方可是好个地方 既能聊人生 又能聊生人的好地方 第二日晚 便是那一份楼的拍卖会 苏璇和一小差 在这房间里 待了一整天 苏璇才起来梳洗一番 准备去那拍卖会 一小差却是 对着苏璇说道 费那个劲干啥 我直接再把那清单给你拿来 你想要什么 直接去取就是了 不过苏璇却是不敢这本 这一次 她要购买的东西 好几样都要拿回去 到时候 要给余小婉和月红婷要用的 这女人的促进不小 苏璇还是觉得 妇临时安全一些 至于说花掉的零食嘛 一小差现在已经是自己的女人了 说不定哪天 就要连整个一家都陪嫁给了自己 现在就当先存在 她们一家好了 算了 算了 在下还是去那拍卖会上 公平交易的为好 到时候 还请姑娘帮在下 把这几枚试连令拍卖了出去 苏璇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这个时候 苏璇才拿出了那些试连令来 我亲自去拍 定会帮你拍出个好价格来 一小差接了过去 对着苏璇说道 然后二人 又对着试连令的起拍价 进行了一番商量 我觉得 最少给她们 订个二十万零食的底价 不能便宜了十大宗们 一小差对着苏璇说道 觉得 既然苏璇那几枚 都卖出了二十亿零食 剩下的 就不能低于这个价格 只是苏璇却对着她说道 不 就订在十五万零食 相信我 到时候 血云空会帮我们把价格推上去的 一小差自然是有些不幸 作为商股市家的她 还未曾听过有近拍者 帮拍卖行把价格推上去的 这 万一她不这么做呢 她对着苏璇问道 不这么做 不是还有我吗 大不了 我自己又把她拍回来 大不了给你一份楼一些抽成 反正又没有便宜了别人 苏璇都这般说了 一小差还能说什么 只好按照苏璇所说的 把起拍价定在了十五亿零食 等她洗漱好了之后 这才一起向着那拍卖会儿去 等苏璇要走了出去的时候 一小差 却是又拿起了一件斗笠 来对着苏璇说道 把此物带上 比你用易容术 还要好得多 为什么要送我此物 苏璇接了过来 待在了头上 其他的我不管 反正杜公子是我一小差一个人的 以后你除了我一小差之外 任何人面前 都不许再用杜公子的身份 她对着苏璇说道 在这个世界上 普通男人都有三妻四妾 修士更是道理 嗜妾无数 她一小差 有怎么可能做到 让苏璇一生一世一双人 但是 她偏偏生性要强 所以 无论如何 也是不能让人 再把她心目中的杜公子给抢走 她要把她永远留在自己的心里 苏璇这才明白了她的心意 第97章 这能帮你省一亿多零食 做这一年的利息 应该够了 苏璇戴上了斗笠 向着那拍卖会儿去 边走 还边检查起自己的战力来 这已经成了苏璇最近养成的习惯 此时的天玄宗 已经拥有了数千人 这些人都在努力修炼 他们之中 总会有一些人的战力 一夜之间增加一些的 尤其是昨日里 苏璇又在 攻击殿中 上新了那么多的功法 彻底地改变了 天玄宗修士 没有优秀的功法修炼的局面 而他们增加的功法 也会全都会被系统 反馈到苏璇的身上 前几天 至少每天都能让苏璇的战力 至少提高数千 今日的话 苏璇估计应该会增加上万的战力 只是今天 苏璇打开系统一看 却是吓了一大跳 发现今天自己的战力 竟然直接涨了二十多万之多 怎么可能一下子涨了这么多 苏璇不敢置信地想到 仔细一查看 发现自己的丹田之中 竟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 就是在那丹田之中 出现了一朵小小的火苗 那火苗 犹如一朵红莲一般 它是那般的小似乎就跟 一根火柴燃起的火苗一般细小 一股风吹过 都能够轻易地让它熄灭 但是看上它一眼 却让苏璇感觉灵魂都在颤抖 就仿佛自己置身于烈火焚身之中 神魂都要被它给燃烧带尽似的 这是月红亭 已经修炼出了红莲夜火来了吗 怪不得 战力会增长这么多 这一朵小小的红莲 恐怕都能够让本宗主的战力 提升四五万了 而苏璇的丹田之中 变化还不止是这一点 那丹田之中的阴阳之气 也发生了骤变 丹田 阴阳两种灵气自然地分成了两部分 而此时这阴阳灵气之上 却是各自出现了一道气旋 两股灵力各自从那气旋之中涌了出来 最神奇的是 那阴灵气之上的气旋 涌出来的竟然是阳灵力 而阳灵气之上的气旋 涌出来的却是阴灵力 阴阳护生生生不息 不但炼化灵气的为灵力速度 比以前快了几十倍 而且丹田之中的灵气 也仿佛无穷无尽似的 苏璇不用吸收灵气 他也是不增不减 就仿佛这丹田 犹如灵脉一般 能自然生出灵气来似的 光是这一项 就又让苏璇的战力增长了十万之多 这是那阴阳相生负修炼成功了吗 看样子 应该是清爵这家伙没跑了 苏璇心中不由地想到 目前为止 他知道修炼这功法的 在天玄宗就只有邢炳怀 胡清爵和风雨亭三人 邢炳怀的资质有限 不可能这么快修炼成功的 风雨亭的资质 也没比邢炳怀好上多少 而且 他还是金丹静 金丹静要想换功法 远比助激静修士换功法 要困难得多 他能够在三五年之内 换过来就算是不错的了 所以 就只有拥有那阴阳 两仪丹田的胡清爵了 而那家伙 在修炼了阴阳两仪相生负之后 战力也终于增长了起来 同样达到了十七八万 其他的天玄宗弟子 战力提升同样不少 加起来 也一共增长了四五万之多 原本苏璇以为 今天能够增长到一万多战力 就算是不错了 谁知道 竟然整整地翻了四五倍之多 如此一来 苏璇的战力 加上这二十万 也终于冲破百万大关 拥有了一百一十三万五千战力了 离那原音镜初期的凤九卿 似乎只差了十多万的战力了而已 虽然说 还差那么点的战力 但是苏璇手段齐出的话 也可以跟他拼上一拼的了 而且初期不易的话 谁输谁赢都还不一定 毕竟没有一个人原音镜 会相信一名驻基进初期的修士 会对他产生威胁 现在我苏璇 才算是在这西域 终于有了自保之力 苏璇看着自己的战力 心里乐开了花 就连走向那拍卖会的脚步 都要轻快了许多 这拍卖会会场分成两层 第一层是大厅 竞拍的修士和拍卖展台 都在一楼 第二层是贵宾的包间 苏璇静直向着二楼走去 客人身上 可是有着那黑金贵宾令 一名侍女看到苏璇之后 对着他问道 不错 苏璇拿出了那黑金贵宾令来 那侍女赶紧把苏璇 让进了一间包间里 客人这边请 这包间不但十分的宽敞 而且还能够将下面一层的情况 一收眼底 但是下面 却不能窥视到 二层包间中的情况 苏璇跟着侍女走了进来 马上就又有另外两名侍女 给他上了上好的灵茶 然后对着苏璇说道 客人若有神妖吩咐 尽管吩咐 暂时没有了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苏璇对着几名侍女说道 几名侍女却没有离开这里 而是站在了一旁 随时后面 此时的拍卖会 还未曾开始 参加竞拍的客人 这才陆陆续续地走进了会场 苏璇坐在二楼之上 很快就在人群之中 看到了好些个熟人 有那血云宗的血云空 也有那凤祥谷的凤九卿 他等虽然是十大宗门的元英老怪 此时只能坐在那楼下的大厅之中 唯有那药王谷的药君祖师 还有另外一名西名圣地的元英中期修士 走上了这二楼来 虽然说 这二楼还有着数个包间 但是却只有苏璇三人 才有资格坐在这里 看到这一幕的苏璇 才知道这黑金贵兵令 在这西域究竟是多么的稀少 只是 苏璇还不知道的是 只有那药君祖师的黑金贵兵令 才是属于他自己的 而西名圣地的元英中期 修士手中拿的 却是那西名圣地的圣主 数百年前留在宗门之内的 今日他带了出来参加拍卖会 毕竟这一次西名圣地 要近拍的东西不少 百分之十的优惠 也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很快 苏璇就又看到了两名熟人 那就是风雨亭和中天花二人 二人竟然连媚而来 苏璇甚至都有些怀疑 这二人昨天晚上 是不是住在一起的 去将他二人叫上来 苏璇对着一名侍女说道 侍女赶紧走下了楼去 请起了中天花和风雨亭 二位 楼上有位客人 请二位上去一叙 上去 我们吗 风雨亭一听 顿时脸色就变了 在他的认知里 能够坐在上面二层 还会让他上去的 似乎只有他的靠山钉云 坏了 难道是云一要找我 风雨亭如是地想到 只是此时的中天花 掀他一步 向着楼上走去了 只能硬着头皮 向着楼上走来 当他看到苏璇的时候 他才总算是送了一口气 苏八屁 怎么是你 吓死老夫了 吓死老夫了 风雨亭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对他说道 在这里的话 能够帮你节省下一亿多的零食 那你怎么不早说 有了一这一亿多的零食 老夫就又可以 风雨亭听高兴地说道 一亿多零食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原本是想说 有了这一亿多零食 他就又可以找机会读几句了 谁知道话还没说完 苏璇却又对着他说道 当今年一年的利息 应该是够了 苏八皮 老夫都加入了天玄宗了 你竟然还要收老夫的利息 风雨亭对着苏璇大吼 此时他才记起 他还欠着苏璇十五亿零食的高利贷 他原本以为加入了天玄宗 苏璇至少不会再找他要利息了 你不是叫我苏八皮了 不要利息的话 那不是坠了这苏八皮的名统 第九十八章断浪子身上还有金色废品 要不用攻击点换零食 还给这小王八蛋算了 不行不行 那最少需要一部地级弓法 又或者是两件上品法宝的攻击点才行 这也太便宜苏璇这小王八蛋了 风雨亭听了苏璇的话 无奈地想到 明明都已经被苏璇坑到了天玄宗去了 东西全都交到了攻击店里了 他还在想着 无论如何也不能便宜了苏璇 断浪子 一会之后 风雨亭又指着那下面 一名头戴银色道观的道人 对着苏璇说道 他就是那断浪子 苏璇向着那老家伙扫了过去 这老家伙可是给天玄宗提供了两名天才弟子的存在 说起来也算得上天玄宗的大功臣了 赶紧用系统对着那家伙扫了过去 断浪子 西明圣地太上长老 境界 原因近初期 法宝 断秦斩一剑 上品法宝 技能 三品练弃师 功法 绝情剑绝 灵虫 金鱼灵风 蚕刺品 金色品质废品 可便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质宝物 战力 111 6300 这家伙不但是一名三品练弃师 而且 他竟然还饲养得有灵虫 这灵虫竟然也是一件金色废品 老家伙身上好东西 真是不少啊 苏璇看着那断浪子的属性面板 心中不由地想到 老家伙涉猎的东西倒是不少 不过战力嘛 却有些不尽人意 众多的手段加起来 也才只有111万多 比此时的苏璇都还差五六万 当然 这一切都不是苏璇最在意的 他最在意的 还是老家伙的灵虫金鱼灵风 竟然也是一种金色品质的废品 可以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宝物 也就是说 他这灵虫落到了苏璇手中的话 培养出来将不会比于小婉和月红亭差 不由的 就有些想要打这老家伙的主意了 不过 苏璇却是对着苏璇说道 苏小子 这老东西 你可一定要小心了 他可是连自己亲生的儿子 死在了外祖手中的时候 为了抢夺一件宝物 他都会不不救他儿子 而去抢夺宝物的存在 你小子从他手里夺走了两个得意弟子 他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难道徒弟比儿子还重要 苏璇听后 不解地对着风雨停问道 在那老家伙眼里 只有利益最重要 儿子天赋太差 不能给他带来利益 徒弟天赋好 又有圣女的身份 在西明圣地便有了有朝一日 继承圣主之位的资格 在他心目中 自然是徒弟更重要 风雨停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这才明白 此时不是自己打不打这老家伙主意 而是跟这老家伙早已经成了生死仇敌 他不打人家的主意 人家却早已经打起了他的主意来 他现在没有对你出手 恐怕还是因为你才刚刚获得了百门大笔的第一 害怕这样会惹怒了那些中小宗门 会给西明圣地带来名誉上的损失 等你从那神木之中出来之时 恐怕就是这老家伙出手之时了 风雨停对着苏璇说道 这老东西来好了 本宗主到时候 一定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苏璇听后 却是一点都没有害怕 此时的苏璇 战力都已经不比他弱了 更何况 还是在他从神木里出来 说实话 苏璇现在 都有些期盼他早点出手了 哈哈 苏璇老夫就知道 你小子肯定是不会怕的 等他对付你的时候 叫上我风雨停 我们一起干他娘的 风雨停还以为苏璇说的是大话 也跟着吹嘘了起来 好 到时候一定带上你 苏璇笑着对他说道 风雨停自然是不会当真 也就不会放在心上去 毕竟 一名助击初期休士 竟然敢打原因老怪的主意 说出去 人家可能会把你当成疯子 很快 拍卖会便正式开始了 下面进行第一件拍品的拍卖 神木试炼试炼令一枚 起拍价十五亿零食 一小差站在了拍卖台上 只说了几句简单的欢迎各位 立临之后 便开始了正式的拍卖 让苏璇都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把第一件拍品 换成了苏璇的试炼令 这女人啊 看到这一切的苏璇 不得不感叹道 试炼令 竟然有试炼令拍卖 哈哈 看来我江云宗的机会来了 大长老 听见了吗 有试炼令拍卖 有试炼令拍卖啊 听到有试炼令拍卖的那一刻 下面的拍卖大厅 瞬间就沸腾了起来 尤其是一些像坤一峰 江云宗等大中型的宗门 他们拥有着十多 甚至数十的金丹强者 光是金丹后期巅峰的存在 也拥有着数人 他们跟十大宗门之间的差距 只是一个有没有原因 老怪作证而已 只是 要想进阶原因 谈何容易 需要的各种资源 价格昂贵就不说了 而且十分的稀少 就算是偶尔出现 也会马上被十大宗门收入了囊中 哪怕他们出再高的价格 人家就算是用不上 也不会卖给他们 毕竟西域就这么大 十大宗门可不想再 出现个第十一 第十二出来 但是有了这试炼令的话 那就不同了 他们就可以派出 他们门内最优秀的弟子 进入神墓 从神墓中 获得可以进阶原因的资源 机会难得 就算是倾家荡产 我昆一峰 也要拍到一枚试炼令 通知宗内把所有库存的零食 全部带来 我将云宗能不能崛起 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了 一时间 多少的势力 开始行动了起来 只是 就在这时 一个冷冷的声音 却从二楼的包间里传了出来 这枚试炼令我要王谷要了 还望各位给我要王谷一个面子 说话的是要王谷的要君祖师 老家伙连架都不出 便直接说 这枚试炼令他要王谷要了 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那就是 现在谁要是出嫁 那就是 谁不给他面子 就这么一声 就让江云宗等宗门 吓得不敢再作声了 没有办法 作为第二大势力的要王谷 在这西域霸道惯了 就算是他等再心有不甘 也只能放弃 而要君祖师看到这一幕 也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听说前不久 有人出二十亿零食 还求着人家卖给他呢 现在我要王谷十五亿亿美 不知道他 会不会后悔 老家伙要武扬威地说道 要王谷跟血云宗 一直不对付 老家伙又怎能放弃 这个打击血云空的机会 谁知道他话还没有说完 那边的血云空 就直接举起了手中的出嫁牌来 本座出二十五亿 第九十九章 总感觉失去了 让宗门崛起最后的机会 本座出二十五亿 血云老怪 要君祖师听后 愤怒地对着血云空大吼了起来 血云空何时又怕过这老家伙 怎的 这一份楼是你药王谷的附属 血云空对着药君祖师似笑非笑地说道 都是老狐狸 一句话就挑拨了一份楼跟药王谷的关系 而且这话一小差还不得不见 这时候一小差才明白 苏璇为何要把价格定在十五亿的原因 赶紧也对着药君祖师说道 药君前辈 若是前辈下次再这般破坏近拍的规则的话 晚辈只好剥夺前辈近拍的机会了 你 药君祖师听后 真想给自己狠狠几巴掌 自己明明已经镇住了所有人了 为啥要去招惹血云空老家伙干啥 只是 他却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苏璇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之后的安排 因为苏璇知道 人心都是这般 他们出的价格再高 只要觉得值 心里就不会难受 但是 看到有人出的价格比他低 却能够获得同样的东西 他们心里瞬间就会变得不平衡了 若是这人 再来自己面前显摆一下的话 呵呵 对不起 老子情愿再吃一点亏 也要让你跟老子一起吃 药君祖师 何时有过如此的时候 偏偏人家易凤楼 也是有原因老怪存在 甚至比他药王谷更多 未必就会怕了他 只能又无奈地说道 本座出二十六亿 而他的话还未落血云空 便再次说道 本座出二十七亿 本座出二十八亿 坐在一旁的凤九卿 也加入了进来 你凤祥谷 也要跟本座 药君祖师听后 再次大声地怒吼了起来 只是他的本座作对 都还未说完 那边的一小差 便又再次对着他警告了起来 药君前辈 晚辈希望 这是最后一次 老家伙可是损害的苏璇的利益 一小差又怎会给他机会 药君祖师一听 只好又硬着头皮 把价格加到了三十亿零食 本座出三十亿零食 看到他比自己 多出了十亿零食之后 血云空和凤九卿的心理 一下子就平衡了 看来 你我提前找苏宗主 购买是对的 可不是吗 要不然 咱们也要出三十亿零食 二人笑着说道 这才心满意足的 不再出价了 只是 他二人虽然心理 虽然平衡了 但是苏璇的心 却还不满足 我出三十五亿零食 苏璇冷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如今出价的只有十大宗门 他要让其他的宗门 也参与进来 三十五亿 所有人纷纷看向了二楼 此时的他们才注意到 不知道何时 二楼的包间里 再次多了一方势力 而在这之前 那里只有西明圣地和药王谷 才有这个资格 阁下是 药君祖师对着苏璇问道 此时的他 也不得不慎重了起来 竟然少有的没有发火 大声怒吓 他想要知道 苏璇到底是何人 为何又有资格 跟他们一起 坐在二楼的包间里 怎的 除了你十大宗门之外 我等中小宗门 就不配进入那神木试炼 苏璇冷冷地说道 他这话 可是说出了 所有的中小宗门的心声 前辈说得再对不过了 凭什么只有他 十大宗门才有资格 既然他们这么认为 为何还要把试炼令 弄到百门大笔上去 简直就是既想当婊子 又想立牌坊 苏璇的一句话 便把中小宗门心中的怒火 给勾了出来 此时 不管是有没有那个能力 购买试炼令的势力 都纷纷地吐槽起十大宗门来 毕竟十大宗门 在百门大笔中做的手脚 他们早就已经不满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了 药军祖师 竟然又想把机会给他们剥夺了 我出三十六亿 江云宗大长老 在众人对十大宗门的不满声中 第一个出嫁 我昆一丰出三十八亿 昆一丰丰主 更是直接爆出了昆一丰的名号来 我逍遥风也来凑个热闹 我们出三十九亿 这时候 逍遥风等十大宗门也加入了进来 药军祖师的脸色 却是越来越差 总感觉此时 每一个势力出嫁 都在他脸上 狠狠地踩了一脚的感觉 偏偏这么多势力都出嫁了 下来之后 难道他还能找所有人麻烦 不说逍遥风等也有原因进抢者存在了 便是向昆一丰 将云宗等势力联合起来 也不是他药王谷能够吃得下的 本座 本座让于你等就是了 最后的最后 他只能无奈地说道 直接放弃了这一轮的竞拍 最后 这一枚试炼令 竟然拍出了四十六亿的天价 足足翻了三倍之多 下一件拍品 几品注鸡单一枚 起拍价三百万零食 什么 几品注鸡单 怎么是几品注鸡单了 众人听后 纷纷不解地问道 就连那药军祖师 都有些坐不住了 一丫头 那试炼令只有一枚吗 他对着一小差问道 这一次 药王谷原本准备拿百门 大笔第二名的 也就是说 他们准备进入神木试炼的天才 一共有着九人之多 他们为了培养这一批天才 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就不说了 这些天才 也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准备 甚至好几个人 为了这次试炼 故意把自己的境界 压制在助激进巅峰 要不然的话 这些天才早就境界到荆丹境了 而他药王谷这次 却连第五都没有进去 跟逍遥峰等宗门 进行了第二次比试 才争了个第六 只拿到了四个名额 连一半都不够 就更不要说 那神木三百年才开启一次 他药君祖师 已经七百多岁了 若是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从神木中获得一些机缘 进阶到园音后期 然后再冲击化神成功 他的寿元 便会再翻一倍 达到两千岁 若是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 那下一次神木开启之前 他便已经化为了一杯黄土 只是药君祖师越是着急 一小差就越是不告诉他 药君前辈 这是我义凤楼的商业机密 所以 还请药君前辈 不要再打听了 他这般一说 药君祖师的心 就更慌了 刚刚若是跟那帮家伙 继续争下去 该有多好 哎 白白地错失了一次机会 老家伙后悔无比地想到 药王谷有的是零食 若是要争的话 除了西明圣地之外 没有人争得过他们 而西明圣地 早就跟苏璇达成了协议 谁知道 他却错过了这次机会 马德 若是再有一次机会 的话 本座绝对不会再放弃了 想到这里的药君祖师 越想越是心急 对着众人再次说道 这枚极品铸鸡丹 本座出六百万零食 还请诸位 不要再跟本座相争 此时的他 实在是有些等不及了 竟然直接给这枚极品铸鸡丹 出了六百万的天价 这一次 倒是真的没有跟他争 而一小差 也对这个价格十分的满意 成交 这枚极品铸鸡丹 属于药王谷药君前辈的了 下一件拍品 神木试连令一枚 起拍价十五亿零食 而且 他也很给药君祖师的面子 第三件拍品 便又换回了神木试连令 本座出五十亿 药君祖师 还没有等他话说完 便马上大声说道 只是 极品铸鸡丹 众人会给他面子 但是神木试连令 却没有人再给了 我出五十一亿 我出五十二亿 我逍遥封出六十亿 因为刚刚跟药君祖师 有同样的想法 大有人在 尤其是像昆怡丰 江云宗这些大中型宗门 他们猜不到苏璇这次 到底拿了多少出来拍卖 当第二件拍品 不是试连令的时候 他们全都后悔万千 总感觉 他们似乎失去了 让宗门崛起的最后机会 第一百章 又见金色废品 领宝残片九华顶 没有办法 那神木试连的名额 实在是太稀少了 又需要三百年 才有一次机会 所以 就算是要君祖师 一口把价格提到了五十亿 他的话音未落 竞价的声音 就又开始了此起彼伏 我出五十一亿 我逍遥封出五十五亿 我江云宗出六十亿 最后第二枚试连令 以六十亿的高价 被江云宗不惜一切代价的 收入了囊中 然后一小差又开始 拍起了其他的拍品 而且 这一次足足拍了五六件拍品 所有的人 都已经等到了 焦急难耐的时候 他才又会放出了一枚 如此这般 后面所有的试连令 都没有下过五十亿零食的 最高的 更是被逍遥封 以七十八亿的天价拿到手 而要王谷指 拿到了两枚 剩下的五枚 全部落到了 十大宗门之外的势力手中 而这期间 只要是价格 还没有超过五十亿零食 苏璇便会出价抬价 甚至有一次 抬价抬得太猛 没有人跟他竞争 他还花了五十九亿零食 自己拍下了一枚 不过苏璇也所谓 就算是拍了下来 也不过是给一份楼 一些抽成而已 反正也没有人知道 此时坐在那二楼包间里 到底谁 甚至不少金丹高手 都还对他口称前辈 以为他是 某个宗门 隐藏在暗处的原因强者 而别人不知道他是谁 一小差却是知道的 心领神会的他 又把苏璇拍下的那一枚 再拍了一次 甚至后来又在账本上 做了一些手脚 苏璇连抽成 都不需要给他一份楼了 而这期间 其他的拍品苏璇 也是频频地出手 尤其是福宝 也不知道一份楼 从哪里弄来了 那么多的福宝 光是苏璇一个人 就拍下了十二三张 这玩意可是好东西 只有原鹰老怪们的法宝 才能凝练得出来 威力虽然有强有弱 但是 哪怕是原鹰老怪 一城的威力 也不是不是金丹镜 强者能够抵挡的 就算是金丹镜巅峰也不行 随便一张攻击性福宝 都能够秒杀金丹巅峰 而随便一张防御性福宝 也未必就能够破的了 而且使用中 还不用消耗修士本身的灵力 唯一的不好 就是价格太贵 一张福宝 就需要一两个亿的灵石 三四张福宝下来 都能够拍下一件不错的法宝了 不过这玩意 用在神木试炼之中 却是保命的利器 所以 再贵 也依然是十分的抢手 要不是大家要把灵石留下来 竟拍试炼令的话 苏璇未必就能够抢到十二张之多 除了福宝之外 其他的拍品 也跟这次神木试炼有关 比如短时间提升修士实力的禁药 又比如 能够快速恢复修士灵力的灵液等等 甚至还有一些神木中的消息 金燕 也被一份楼搬了出来拍卖 不过这些苏璇倒是用不着 可以短时间提升实力的丹药 更是副作用巨大 然后就是一些什么防御类的法器 威力大一些的灵符 可以攻击的合击阵法等等 苏璇倒是也拍下了一些 尤其是灵符 同样的 不用消耗修士自身多少的灵力 便能够释放出强大的攻击 虽然是比不上福宝的威力 但是 胜在价格清明 拍卖的时候 都是一百张 一百张的起拍 起拍价 却只有几万灵石 一百张拍下来 顶多也就十多万灵石 十多万灵石 对于普通的修士来说 或许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但是对于今天参加拍卖会的修士来说 却是什么都不是 尤其是苏璇 八枚失恋令 让他直接有了四百多亿灵石进账 所以 苏璇直接拍下了五六十手的灵符 足足五千多张 到时候分给于小婉他们 让他们每人带上个一千多张 遇到了一般的危险 就使劲地砸 至少说前三层 多用这些灵符就够了 到了第四层的时候 他们要对付大量金丹镜灵魁 再把福宝拿出来用 甚至若是他们能够在神墓中 进阶到金丹镜的话 苏璇还想要带着他们 去闯一闯那第四层的炼心界 把福宝留到第四层 也有那个可能 等到这些东西 都拍卖得差不多的时候 那中天花心心念念的九华顶 这才摆上了拍卖台 没有办法 这玩意只是一件用来炼丹法器 九华顶 上瓶法器 拥有九个活口 诸位可不要看它 只是一件上瓶法器而已 但是 它却可以将你炼丹的成功率 可以提升一倍之多 一小差对着众人介绍道 一倍之多 这九华顶不错啊 听到介绍之后 一些炼丹师 顿时就有了一些心动 毕竟能够提高一倍成功率 不说多了 一炉丹药 原本只能成功一枚 变成了两枚 都可以在他们的炼丹生涯之中 帮他们赚回无数的零食来 只是 当一小差爆出九华顶的底价之时 所有的炼丹师 就又全都纷纷被这个价格吓退 三亿零食 卧槽 不是吧 这价格都快赶上一件上品法宝了 就连中天花也对着苏璇说道 太贵了 一件法器 怎么能要三亿零食呢 这价格 都足够买一件上品法宝炼丹了 炼丹炉也有法宝的存在 只不过需要金丹镜强者才能使用 而此时的天玄宗 已经有了时间法阵 他中天花 又没有资格进入这次神木试炼 所以他准备这次回去之后 就进入那时间法阵之中 毕生死关 等他出来之时 就已经是金丹镜的存在 那时候 他就可以使用法宝炼丹炉了 只是苏璇却摇了摇头说道 不 这玩意 绝不只是一件法器这么简单 他之所以敢如此地肯定 可不只是因为 一缝楼把一件法器 拍出了上品法宝的天价 而是因为 这九华顶在摆上的拍卖台之时 苏璇脑海里 马上就响起了系统的提醒声 丁 发现金色品质废品 可便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金色品质废品可不多 上一个法宝法器类的金色品质 还是于小婉使用的玄月见证 而此时 似乎是为了印证苏璇的猜测 一小差又继续对着众人说道 不错 一件上品法器 竟然要拍到三亿多的天价 确实是有一些贵 但是它贵 也有它贵的道理啊 多的我也不敢给大家说的太多 只能告诉大家 它处子南蛮森林的拜月谷 一小差对着众人说道 拜月谷 那不是南离上人偷渡灵界失败 最后陨落的地方吗 而南离上人的本命灵宝 似乎叫着九华圣火顶 难道 这九华顶乃是一件灵宝残片打造而成 第101章 偷渡灵界陨落的化神老祖 难道这九华顶 乃是一件灵宝残片打造而成 众人听了一小差的话之后 纷纷地猜测了起来 而中天花也对着苏玄介绍了起来 那南离上人 原本乃是四大圣地之一 南延圣地的两大化神老祖之一 已经1900多岁 他这般的寿命 已经达到了化神境老祖寿源的极限 又因为此界的灵气 已经远不及上古那般浓郁 不足以支撑化神老祖 修炼到化神后期 迎来飞升天节度节 飞升灵界 所以 他们要么只能等死 要么便只能寻找空间节点 偷渡到灵界 而大多数的化神老祖 在寿源将近的情况下 都会选择寻找空间裂缝 偷渡灵界博上一博 毕竟只要偷渡成功 那灵界灵气 远比此界灵气浓郁 不知多少倍 他们就算是不进阶 化神境的寿源 也能够再次翻一倍不止 达到5000年 若是进阶到了炼虚境的话 更是能够拥有万年以上的寿源 这诱惑实在是太过诱人 虽然说这几万年来 成功偷渡到灵界之人 寥寥无几 但是几十年前南离上人 在寿源将近之时 还是选择了一处空间节点偷渡 偷渡失败就算了 最后连本命灵宝自爆了 也未能保住他一命 而这自爆的灵宝碎片 据说都已经被南延圣地的修士 收集了起来 估计是碎片太多 收集中有了遗漏 还是有人在碎片中动了手脚 把其中一块打造成了法器九花顶 带到了这西域 委托给了一份楼来拍卖 听了中天花的解释 苏璇才知道 原来此界的修仙长生之路 早就断了 这个世界的化神近初期 便已经到了修仙意图的极限 上一位修炼到化神巅峰 迎来天节度节 成功飞升灵界的修士 似乎已经是十万年前的事 久远到了 都没有多少人听过他的名号 而如今 要想飞升灵界的话 那就只能寻找空间节点偷渡才行 而偷渡的凶险 更是九死一生 数万年成功之人 也不过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本做出四亿 这九花钉本做要了 一小差的介绍刚落下 便有人开始出嫁了 说话的人 乃是这西域号称 最绝情之人的断浪子 他作为一名三品炼器师的他 虽然已经拥有了一件上品法宝 但是 到现在 他都还未曾祭练自己的本命法宝 之前好不容易才收集到了一些材料 结果也只能打造出一柄上品法宝器 配断浪金韬剑 最后还被修小婉给一件劈成了碎片 如今看到这灵宝残片 自然是不可能放过了 四亿就想要买走一件灵宝残片 断浪子 你当这西域没有石货之人了吗 我要君祖师出八亿灵石 药君祖师听了断浪子的出嫁之后 马上也加入了进来 这灵宝残片之中的材料 十分的珍惜 每得到一件 都让他们在拥有灵宝之路上 更进了一步 本座出十亿灵石 本座出十五亿 本座出二十五亿 三十亿 药君祖师出嫁之后 其他的猿鹰老怪们也纷纷加入了进来 转眼之间这小小的九华顶 就被众人给抬价到了三十多亿灵石 早知道会这般 当初就跟老钟一起 回来找一小差 先下守围墙了 看得苏璇都有些后悔不已 后悔当初没有跟中天花回去 再脸候一次 找一小差把这东西要过来 甚至就在不久前 一小差都还在说 他需要什么 就直接给他搬过来就是 那时候 要是把握住机会的话 如今 也不用跟这帮猿鹰老怪们 在这里竞价了 而且 这帮猿鹰老怪们 拿到手之后 只是一块领宝残片而已 而他苏璇拿到手之后 却是可以变费围宝 围出一件领宝来 所以 苏璇还必须要把这九华顶给拍下来 五十亿灵石 苏璇坐在二楼的包间里说道 一下子就把价格从三十多亿 提到了五十亿了 五十亿的出价一响起 刚刚激烈的竞价声 顿时就停息了下来 五十亿 不是吧 一件领宝残片 竟然有人出价五十亿灵石 这都快赶上 一枚试炼令的价格了 可不是吗 老子要是有这么多灵石 肯定是要拍一块试炼令 那神木中 听说就有领宝碎片的存在 而且还能掌获得其他的好东西 想要竞价的人 不得不盘算了起来 他们拿起了试炼令来 跟这领宝残片做比较 似乎怎么算 都觉得试炼令要划得来一些 就连中天花 也对着苏璇说道 宗主 咱们是不是给的太高了 而且要寻找够其他的材料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件领宝 可不是一块残片中的材料 便能够打造得出来的 更何况 那九华圣火顶自爆的时候 南岩圣地 肯定把最大的几块残片收集走了 这九华顶中的残片 肯定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只是 苏璇却对着他笑道 放心 亏不了的 等你到了金丹镜的时候 出关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苏璇这般一说 那中天花才想起了 苏璇还有着 那神秘力量的存在 宗主 你的意思是 中天花听后 激动地对着苏璇问道 不错 苏璇对着他点了点头 这一次 中天花更是激动了 宗主 你对天花实在是太好了 天花都不知道 该如何感激你才好 中天花热泪盈眶地 对着苏璇说道 没有办法 那可是传说中的灵宝 多少元英老怪 想要获得一件灵宝 都求而不得 而他此时 才区区住激进而已 苏璇便已经 再给他准备灵宝了 而他这般一说 苏璇的脑海里 再一次地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宗主要送中天花 一件灵宝 中天花对宗主 感激涕灵 恭喜宗主 获得声望 加100000 哈 东西都还没有到手呢 这十万声望 便已经到手了 苏璇听着 系统里的声音说道 只是 就在苏璇以为 自己出五十亿灵时 应该不会有人 跟他抢的时候 本作出五十亿灵时 断浪子的声音 却是再一次响起 苏璇的五十亿灵时 已经下退所有人 但是却没有下退 这老家伙 而且 这老家伙 可是实打实的 三品练器师 可以练制 上品法宝的存在 实力上或许不行 但是要论财力的话 它可不是一般的原因 老怪能比的 若不是苏璇 拍掉了八枚式练令的话 说不定还真竞争 不赢这老家伙 不过现在嘛 真要比灵时多的话 老家伙未必就能比得过苏璇 六十亿 他的话一出 苏璇便再次加了十亿上去 六十一亿 老家伙似乎也是势在必得 苏璇知道 不能再跟他继续纠缠下去了 一百亿 直接喊出了一百亿的天价来 而且还在后面补充了一句 若是阁下肯再加一口价 本宗主就把此物让给阁下了 听到这里的断浪子 不由得就有些犹豫了起来 作为西明圣地原鹰老怪 又乃是三品炼气师 一百亿灵时 他不是拿不出来 只是 这一百亿拿了 那也是他大部分的积蓄了 所以 想到这里的老家伙 最后终于被苏璇的一百亿报价给吓到 没有再追加 不过 这老家伙 却是并未放弃 他的手指一弹 一只小小的凌风 便向着苏璇所在的包间飞了上去 既然如此 那本作 只有让你帮本作出一次灵时了 竟然打起了杀人夺宝的主意来 第102章 连板砖都比他杂人疼 最终 苏璇以一百亿的天价 将那九花鼎拍卖了下来 就算是使用了黑金贵宾令付账 也依然付出了九十亿的灵时 这价格 都快赶上两枚试炼令的价值了 这绝对算是一笔 巨款 若不是苏璇拍卖了几枚试炼令的话 还未必就拿得下来 所以 东西才取了过来 苏璇马上就迫不及待 用系统扫饰了起来 本宗主倒要看看 你到底值不值一百万零食 九花鼎 内涵中品领宝九花圣火鼎残片 金色品质废品 可便废为宝为紫金色品质宝物 苏璇边查看 边微笑着说道 不过他才看了一眼 马上就谨慎地收进了储物戒指之中 不敢再放在外面了 宗主 怎么了 对啊 苏小子 这东西到底怎么了 看见苏璇如此谨慎的样子 风雨亭和钟天花 纷纷对着苏璇问道 竟然还是一件中品领宝 苏璇对着二人说道 此时 他已经不是用的嘴巴在说话 而是用的传音了 宗主 真的吗 他真的是一件中品领宝 那岂不是 钟天花听后 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激动到了双手都在颤抖 捡了大漏了 苏小子 你小子这次绝对是捡了大漏了 风雨亭也是激动无比地说道 因为他们都知道 苏璇的神秘力量 还可以让他再提升一个等级 很快 他就会变出一件 上品领宝来 而上品领宝 在网上便是通天领宝 而通天领宝 却哪怕是 那精彩绝艳的神帝 耗费了十万年的布局 还被人围攻 致死的情况下 到了现在 那炼魂番 都还只是一件半成品而已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 不出意外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炼制的 出通天领宝来 上品领宝便是这个世界 最强大的存在了 好东西 哈哈 绝对的好东西 咱们天玄宗这次 又要多出一件无价之宝了 三人激动地传音道 只是 就在三人激动不已的时候 苏璇的脑海里 却是再一次地想起了一声 系统的提醒声 丁 恭喜宿主发现 红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金色宝物 又有红色品及废品 这声音来得十分地突兀 让苏璇都有些猝不及防 毕竟自从这九华顶拿到 这包间里之后 这里可不曾再有过 任何任何东西进来 难道是这九华顶里 还有其他的东西 苏璇疑惑地 再一次又拿出了 那九华顶来仔细检查了起来 只是 检查了半天 也没有在九华顶中 再发现任何的东西 不过 红色品及得十分难得 苏璇无论如何 也是不会轻易地放弃 赶紧又用系统 在这包间里一件东西 一件东西地扫射了起来 甚至 就连那几名侍女身上 她都没有放过 最后 苏璇的视线 停留在了一只小小灵风身上 经于灵风少风 残刺品 失去了进阶能力 红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卫 金色品及宝物 战力 五千 那灵风小到了极限 不要说 跟一般的蜜蜂比了 就连蚊虫 都要似乎要比它大上十倍不止 而且小就算了 这玩意 似乎还能地隐藏自己的气息 身上还没有任何的灵力波动 若不是系统提示的话 恐怕苏璇永远都不可能 在自己衣服缝隙里 发现它的存在 但是 可不要看它小 系统却明明白白告诉苏璇 这小到不能再小的灵风 竟然拥有着五千多的战力 要知道一些 普通的助激进修士 也才只有三四千的战力 也就是说 这只小到比蚊子 还小十倍的灵风 战力竟然堪比助激进修士 而且只强不弱 最重要的是 它竟然还只是一只残刺品而已 失去了进阶的能力 若是用系统变废为宝了之后 说不定它还能进阶 达到金丹静的战力 也有可能 若不是系统提示的话 恐怕本宗主 永远都不会相信 世界上竟然有如此这般的存在 这玩意用来无心 算有心的话 一只浑身没有任何灵力气息的灵风 却拥有着金丹静的实力 真要是用来偷袭的话 不要说金丹静了 恐怕原因强者 一个不小心 也要着了他的道 苏璇望着那小小的灵风 不由地感叹道 只是 苏璇下一刻 马上就又想起了什么来 金与灵风 那不是断浪子的灵虫吗 我记得那家伙的灵风 乃是金色品级的废品啊 难道这只是 其中最弱的一只而已 苏璇再一次地 对着那灵风 查看了起来 没有错 是红色品质 金与灵风少风 应该就是最弱的一只了 最弱的一只 都有堪比住激进修士的战力 那老家伙的手中 肯定还有堪比金丹强者 战力的灵风 想到这里的苏璇才知道 那断浪子 竟然是如此的可怕 不过可怕归可怕 苏璇 却不会退缩 把灵风都放到了 本宗主身上来了 那看来 本宗主也不能再等了 正好给你 来个将计就计 苏璇如此这般想到 不动声色地 收起了系统来 任由那灵风 停留在自己的身上 连中天花和风雨亭 都没有告诉 而断浪子 在放出了那金鱼 灵风之后 也有一段时间的忐忑 也不知道那包间里 坐的究竟是谁 实力如何 会不会发现 本座的灵风 在他的眼里 能够坐在那包间里之人 肯定实力非凡 最差最差 应该拥有 原因实力才对 就这么忐忑了好久 发现包间里没有动静 而且他跟那灵风的感应 还在 这才终于放心了一些 不过 生性谨慎的他 为了不引起苏璇注意 却在后面的竞价之中 十分地小心 只要是苏璇需要的东西 他都不会跟苏璇竞价下去 一来是因为他害怕这样做了 会打草惊蛇 二来 是因为在他的眼里 反正都要对苏璇动手了 那苏璇拍卖下来的东西 迟早都会是他的 就这样 时间在他期盼的时间里 不断地流逝着 很快便是两个时辰过去 因为这次 拍卖会是在晚上进行的原因 两个时辰之后 时间也已经不早了 到了此时 剩下的拍品 也已经不多了 该是拍卖最后压轴拍品之后 拍卖会结束的时候了 下面 我们要拍卖的 便是咱们这一次拍卖会的三件 压轴之物 第一件压轴之拍品 上品法宝 六人神头 一小差对着众人说道 那拍卖台上 出现了一枚 拳头大小的头子 除了大一些 有不弱的灵力波动外 似乎跟平常赌场里的头子 没有任何区别 这就是这次的压轴之物吗 就这玩意 众人看着那头子 不由得有些失望 就连介绍这六人神头的一小差 也觉得 这玩意做压轴之物 是不是有些太寒酸了 虽然是一件上品法宝 但是在一小差的心里 它唯一的用法 便是如同板砖一般 用来砸人而已 而且板砖 似乎都要比它好一些 第103章 原来老家伙手上 还藏了不神级功法 而且板砖 似乎都要比它好一些 毕竟板砖的 在重量上 还占有优势 砸人都比它砸得痛 事实上这玩意 也确实是它一封楼 临时找来凑数的 原本的压轴之物 残月剑阵 虽然只是一件 法宝气配而已 但是那也是拥有 气灵的法宝气配 但是 却被南蛮水匪 给抢夺了大半过去 最后一封楼总部 无奈 只能把这玩意送了过来 临时抵了上去 所以 一小差在爆出 这六人神头 乃是这一次的 压轴之物的之一的时候 它自己都没有什么信心 底价十 十亿临时 到了最后 为了不留派 更是把原本定下的 十二亿临时起拍价 把灵头给抹了去 只爆出了十亿临时 这可把风雨亭 给高兴坏了 赶紧好喊道 老夫出十亿临时 只是 就在他正高兴的时候 那断浪子那冷冷的声音 却是再一次地响了起来 本座出二十亿临时 二十亿 他为什么出二十亿临时 难道他也知道了 此物的秘密 风雨亭一听顿时 就有些慌了 而那断浪子 此时出价 也同样有些纠结 他为了不引起苏璇的注意 所以一直都没有 跟苏璇竞价过 但是此物关系重大 甚至远超那领宝残骗 偏偏这一次报价的 又不是苏璇的声音 而且那包间里 似乎做了特殊的处理 他在外面根本就听不出 是风雨亭在出价 此时的他 不由得就有些担心了起来 万一里面的二人 出了包间之后 不会走一条道怎么办 本座一个人 又不能同时追杀他们二人 罢了 罢了 还是把此物自己拍下来 稳妥一些 所以断浪子最后还是 自己出了价 他这一出价 苏璇马上就发现了不对 老家伙看来 还有东西瞒着我 苏璇看向了身旁的风雨亭 而此时的风雨亭 却已经如同是热锅上的蚂蚁了 看到苏璇看向了他 还以为苏璇想要帮他 赶紧对着苏璇祈求道 苏小子 拍他 赶紧拍他 看他那焦急的样子 苏璇更加肯定了心中的猜测 又用系统对着那六人神头扫射了过去 六人神头 上品攻击类法宝 只是 在系统的查看之下 他依然是一件普通的上品法宝而已 因为他不是废品的原因 也就不能变费为宝 同样也不可能知道他 究竟是何等的品质 苏璇 拍他 赶紧拍他 风雨亭还在对着苏璇大喊 没有办法 现在他只有指望苏璇 苏璇当初只借给了 他十六亿零食而已 加上他自己身上 这些天凑来的零食 总共只有十八九亿 二十亿不到 此时 连加一口价都做不到 就更加不要说 那断浪子 还是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看到他这般的着急 苏璇 却只是似笑非笑地 对着他问道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这东西可以用来 预测赌局的胜负 要是老夫 把他拍了下来 以后 在赌局上 便能够白赌百赢了 风雨亭对着苏璇说道 还想要继续隐瞒下去 你觉得本宗主 会相信你吗 苏璇对着他说道 他好赌成性 或许还有那个可能 断浪子呢 那老家伙突然进拍 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也好赌成性 愿意花那么多的零食 购买一枚 只能用来堵的头子 我 风雨亭 似乎还想要挣扎一下 既然不肯说的话 那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苏璇对着他说道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风雨亭自己 还能到哪里去想的办法 与此同时 那一小差 又开始抱起了数来了 二十亿一生 二十亿二生 那六人神头太冷门了 断浪子出了一口价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跟他抢 而一小差 原本以为这玩意会流拍 更是抓住了机会 就赶紧想要 落锤拍了出去 这时候的风雨亭知道 他若是再想隐瞒下去的话 那他这辈子 都不会再有机会了 赶紧掏出了一枚玉蝶来 就向着苏璇扔了过去 玉蝶都还没有落到苏璇的手中 他就对着下面大声地喊了起来 三十亿 老夫出三十亿 他哪里有那么多的零食 此时他只能指望苏璇看了玉蝶会 帮他拍下来 而苏璇也拿起那玉符来一看 也是吓了一大跳 赌神经 神级功法 风鸣宗第十代化神老祖 风化员所著 需要配合六人神头修炼 你这老家伙 竟然还藏了一部神级功法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被灭了的风鸣宗祖上 祖上竟然出过一名化神老祖 最恐怖的是 这位化神老祖 竟然还自创了一部神级功法 要知道一般的话 神境强者 都只是修炼的地级功法而已 天级功法 都是少之又少 苏璇变废为宝出 那阴阳两仪相生负的时候 甚至还以为这个世界上 只有这么一部神级功法 而那六人神头 便是修炼这套功法的 必须之物 苏璇 只要你能够帮老夫 拍下这六人神头 老夫愿意跟你共享这部功法 风雨婷对着苏璇急切地说道 他已经想过了 只要苏璇再帮他 在那神木秘境之中 弄到一枚那假因果的话 他便可以在到了原音境之后 让分身修炼一部神级功法 然后自己再修炼一部神级功法 成为拥有两部神级功法的 强大存在 到了那时候 不要说什么 跟他同境界的原音初期了 就算是原音巅峰 他风雨婷也不会再惧怕 而且 那断浪子 似乎也知道了 堵神经的存在 不然 他是绝对不会去拍那六人神头的 此物若是落到了他的手中 恐怕他还会铤而走险 用不了多久 便要对老夫动手了 他又对着苏璇说道 只是 苏璇在看了又看 那堵神经之后 却是仿佛没有任何兴趣 又直接抛回给他 对着老家伙说道 就这是吗 不急 不急 苏璇当然想要帮着老家伙 不过 却用不着帮他拍下来 反正断浪子会拍下 这六人神头来 到时候夕一样会落到他手中 只是他却也不告诉风雨婷 就想看着老家伙 焦急无比 又拿自己没办法的样子 什么 不急 苏小子 你知道这东西对老夫有多重要吗 风雨婷焦急地对着苏璇大吼 急得连传音都不用了 只是 苏璇却依然轻描淡写地对着他传音道 知道啊 本宗主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这是唯一能够修炼 你家老祖留下来的神级功法的宝物吗 但是 他又关我苏璇什么事 第104章我风雨婷何时 怕过他断浪子 关我苏璇什么事 我 这一句直接把风雨婷给气的都傻眼了 感情自己说了这么多 一直都在对牛弹琴 只能愤愤不平地对着苏璇说道 你就等着吧 等着有一天 这功法落到了那段浪子的手中 那老家伙再用来对付你 这玩意实在是太冷门了 段浪子出了35亿灵石之后 便没有人再加价了 而风雨婷看到六人神头被拍走了之后 就仿佛精气神全部都给抽走了一般 连椅子都不坐了 蹲在了角落里 升起了闷起来 时不时地就对着苏璇传音一句 你等着 等着神级功法 也落到了段浪子手里 你就等着他用这功法来对付你 你迟早也要落到他手里 苏璇也不理他 任由他蹲在那里抱怨 很快 剩下的两件压轴之物 也都全部拍卖了出去 最后两件压轴之物 也同样是上品法宝 但是却要正常的多 一件是飞剑类法宝 一件是防御类法宝 上品法宝已经属于这个事件 除了灵宝之外 最顶级的存在了 所以 自然也出现了一阵的争抢 尤其是那柄飞剑类上品法宝 更是后来拍出了70多亿的天价来 苏璇没有参加最后的竞拍 不是因为没有零食 而是因为暂时没有人用得上 三件压轴拍品 很快便拍卖完成 拍卖会也正式地宣告结束 起来 咱们该是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苏璇对着蹲在地上的风雨亭说道 不走了 老夫的心都被那段浪子给带走了 老夫觉得活下去也没有意思 风雨亭蹲在地上 像那小孩子一样跟苏璇耍赖 这时候 苏璇才把那藏在衣服缝隙里的金鱼鳞峰 在他眼前晃了一下 惊 风雨亭蹦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不要说话 跟着本宗主走就是了 苏璇对着他说道 风雨亭赶紧闭上了嘴巴 飞快地跟在了苏璇的身后 我们朝向西明圣地的方向走 老夫这就联系云一过来 风雨亭对着苏璇说道 他掏出了一张传音符来 就要通知丁云 在他的心里 如今似乎只有丁云才能护得住他们 哪怕他此时一点十分害怕见丁云 只是苏璇却一把夺过了他手中的传音符 对着他传音 道 不想要那六人神头了吗 六人神头 苏小子 你不过是疯了吧 那可是袁英静啊 他对着苏璇提醒道 怕了 苏璇拍了拍的肩膀 你也不去西明圣地打听打听 老夫什么时候 怕过他断浪子过的 风雨亭把心意横不屑地说道 只是在心里却是不断地念叨着 交友不慎 交友不慎啊 老夫怎么就交了苏璇这个王八蛋朋友 助激进跑去打人家袁英静的主意 他怎么不上天呢 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活得下来 只是 他心里虽然这般忐忑地想着 但是脚步却是紧紧地跟在苏璇身后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他对着苏璇问道 咱们先在这城里逛上了两三圈之后 然后向南走去 那边动手相对安全一些 苏璇对着风雨亭说道 西明圣地处在宿州城的北边 那里离西明圣地太近 要对付袁英修士 动静肯定不小 动起手来容易引来西明圣地的修士 自然不能选择在城北 而向西的方向 那是天玄峰的方向 杀了断浪子的话 西明圣地难免地不查到苏璇这边来 虽然说苏璇的手脚会做得十分地干净 也不怕西明圣地来查 但是 西明圣地向着那边一查 天玄宗的一切也都有可能暴露 苏璇现在还不想暴露了天玄宗的秘密 所以 苏璇要把击杀老家伙的地址 放在城南的位置 那段浪子同样也是十分地谨慎 虽然 他不知道坐在那二楼包间里的究竟是谁人 而苏璇他们在离开包间的时候 也是走的另外特殊通道 他什么也没有看到 但是只要那只鲸鱼凌峰还在 他就不怕会跟丢了苏璇 所以 为了不打草惊蛇 老家伙任由着苏璇他们 在城里逛了几大圈 他也没有任的行动 直到苏璇他们出了宿州城 加快了速度 向着城南而去 走到了百里之外之后 他才谨慎地跟在了苏璇他们身后 同时 就这般了 他也还未曾放松警惕 也不知道那家伙 究竟是元英中期 还是初期 若是元英初期的话 本座还尚可一战 若是中期的话 那就只能放弃了 他心中如释地想到 他甚至还检查了一遍 自己的法宝 灵虫 尤其是灵虫 那虫巢中 二三十只金鱼凌峰 正在虫巢中游走 其中二十三只 都拥有金丹镜的实力 有了这些灵峰出其不意的话 就算他乃是元英中期 也要手忙脚乱一阵 老夫就算是杀不了他 也能够从容地逃走 就是这些灵峰 一旦战斗了之后 伪真便会留在敌人体内 他们也就废了 若不是元英中期的强者 还是不用得好 风雨婷如释地想到 这些灵峰培养不易 培养出二三十只来 他耗费了无数的心血 所以他有些舍不得 很快 前面的苏璇他们 就向着城南 走出了一千多里了 断浪子 赶紧也跟了上去 不过 他在看到前面 正在急速赶路的 竟然是苏璇三人的时候 他却又犹豫了起来 苏璇 风雨婷 中天花 怎么可能是他们三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们的身后 肯定有其他的元英强者 说不得故意把本作 给引到这城南来的 若不然 他们为何不往城西走 要往这城南来 老狐狸见此 有些忐忑不安地说道 此时的他 竟然有些想要 打退堂鼓了 只是 他又实在舍不得 那林宝残骗 不行 不行 不能就这般放弃了 老夫 还得要再仔细查探一番才行 说完的他 赶紧放出了 所有的禁欲凌峰 向着四周飞去 直到确定了千里之内 都没有了任何元英强者之后 这才放心了下来 吓死本作了 还以为你们几个小畜生 要给本作来一场将计就计呢 风雨亭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额头上全部都是冷汗 不过马上就又是一阵狂喜 风雨亭竟然也在这里 那岂不是 那神级功法 今日也要落入本作的手中 哈哈 看来本作要双喜临门啊 然后他又看向了中天花 哈哈 不是双喜 而是三喜 这家伙被那苏玄给治好了 肯定也包括那七色悬檐 这样的话 不是又便宜了本作了吗 第105章 抗杀原因 这样的话 不是又便宜了本作了吗 七色悬檐一火 可不只是能够用来炼丹 炼器同样也是一键利器 不不不 苏玄那小畜生的医术 本作同样也不能放过 本作要把他神魂抽出来 炼制成人偶 天天折磨 直到他把他那神乎其神的医术 也传给本作之后 本作才会让他魂飞魄散 断浪子越想越是激动 越想越是觉得老天爷都是在帮他 此时的他已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把苏玄他们为何怪异地不往城西走 而向着这城南而来之势 也抛之了脑后 哈哈 让本作宋三位一成如何 断浪子哈哈大笑着扑了过去 同时 一到今天的剧长 狠狠地向风雨亭攻击了过去 因为在他心中 这里只有风雨亭是金丹镜 或许才能够受得了他这一掌 而苏玄和中天花二人 都才只有助激镜而已 这一掌下去 苏玄和中天花 被他打了个神魂俱灭的话 他还怎么获得中天花的七色悬崖 还怎么获得苏玄的神奇医术 那风雨亭看到断浪子 惊天一掌 向着自己攻击而来 对着他大吼道 麻痹的 是苏小子执意要打你的主意 凭什么先打老子 不过 嘴巴里虽然这般的喊着 但是人却没有半分退缩 迎着那惊天剧长便飞跃而起 举起双掌 用尽了全力 硬抗了上去 同时 还有一件下品法宝 向着那段浪子飞了过去 段浪子看见 只是一件下品法宝而已 而且 上面似乎并未有多少灵力的加持 不懈地说了一声 就这 大掌就继续向着风雨亭照了过去 任由那下品法宝 砸在了自己的身上 在他的眼里 就凭这点的攻击 连他的护体钢器都破不开 哪里用得着他 专门应对 只是 风雨亭又如何不知道 这般的攻击 对他没有任何效果 用尽了全身力气 抵挡住他那惊天剧长的同时 只等那下品法宝 才刚刚落在了段浪子身上的一瞬 便大喊了起来 爆 随着一声爆的响起 那下品法宝 一阵灵力激荡 一道耀眼的光芒 从法宝中升起 惊天动地的巨响 轰隆隆地响了起来 轰隆隆 段浪子所站立的一座山头 都被硬生生地炸掉了一大半 一千多米被削平下去 轰隆隆的声音 连绵不绝 同时还伴随这段浪子 惊天动地惨叫声 啊 风雨停 你这个老皮肤 不要等老夫出来 等老夫出来 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碎尸万段 爆炸足足持续了十多息 才缓缓地停歇了下来 那段浪子一身的盗袍 已经被炸成了碎片 胡子眉毛也全部被烧光 就连脸上也是红黑一片 血肉模糊 只是 苏璇他们望着这一幕的时候 却没有任何的松懈 反倒是变得更加谨慎了 原因进强者的防御力 实在是太过强大 刚当的自爆 若是换了个金丹镜 就算是金丹镜巅峰的强者 恐怕早已经被炸了个粉身碎骨了 但是这段浪子 不要看他模样狼狈不已 却只是 受了一点皮外伤而已 苏璇甚至还用系统 对他再一次进行了扫描 段浪子 西明圣地太上长老 境界 原因近初期 法宝 断情斩意见 尚品法宝 技能 三品练弃师 功法 绝情剑绝 灵虫 金鱼灵风 蚕刺品 金色品质废品 可便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质宝物 战力 1116000 战力都才只下降了300 对于一百多万战力的他来说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麻痹的 早知道当当就换上品法宝了 封语廷后悔无比地说道 阿扑 说完 便是一口鲜血狂喷了出来 反倒是他自己 受了不清的内伤 点子太硬 要不要我们先撤 他对着苏璇问道 在他的眼里 他们三人唯一能够对断浪子产生威胁的 便只有自暴法宝这一招 而这一招 还必须要出其不意才行 没有办法 原因尽强者的速度 是何等之快 平常的攻击还未及身 人家都不知道 躲到哪里去了 现在的断浪子 已经有了防备 如今的他们已经 没了任何机会 现在才想逃 是不是太迟了点 断浪子听后 冷冷地说道 刚刚的法宝自暴 虽然没伤到筋骨 但是外伤的那种痛 却也让他痛得呲牙咧嘴嘴 玩了一辈子阴的他 却被风雨婷给阴了 他已经决定 让这里所有人 都要死得很惨 很惨 这一次 本座绝对不会再给你们任何机会了 他向着苏璇他们 缓缓地走来 边走 还边记起了他的断浪展翼剑来 一道巨大的剑芒 缓缓地凝聚而出 足打百丈直长 小畜生吧 能够把本座逼成了这般 便是你们这一辈子 最高光的时候了 受死吧你们 一道数百米长的剑芒 向着苏璇他们 惊天动地地劈砍了下去 都还未曾落下 整个地面便是一片飞沙走石 光是那剑芒的带起的风来 便让整个地面 犹如被距离离过了一般 献出深达数十米深沟壑来 而苏璇他们此时 在那巨大的剑芒之下 就犹如在惊涛巨浪之中的一片落叶 是那般的弱小 仿佛下一刻 便会被这攻击彻底的淹没 马德 跟他拼了 风雨婷发了风似的 向着那巨大剑芒冲了上去 他要做到他当初 对苏璇他们的承诺 一定不能让苏璇和钟天花 死在他的前面 哪怕此时的他已经身受重伤 以前听说化神镜强者 便能威胁到天道的 还有些不幸 如今 看到这段浪子出手 我苏璇算是彻底地信了 苏璇望着那惊天巨剑 不得不如此想到 不过此时的他 站在那攻击之下 却是没有半点的惊慌 只是变得谨慎了许多 这老家伙的灵虫还未曾放出 必须要速战速决才行 苏璇脑海 犹如电光火石念头闪过 他知道那段浪子 还有金丹镜的灵虫 若是释放了出来的话 自己或许还有能力应付 但是风雨亭和钟天花 却就危险了 所以 此时的苏璇 同样也是一物 向着那段浪子抛了过去 接着吧 你 苏璇对着他大吼道 那段浪子 还以为又是法宝自爆这一招 赶紧向着一旁紧急地闪避了开去 下一刻 他便已经离那雾 相隔有了千米之外的距离 只是 他终究还是低估了苏璇抛出去的东西 一团血云 瞬间就将他追上 将他笼罩在了其中 然后便是两只火凤 向着他击射二来 血云让他瞬间 目眼不能视 而不能听 甚至连神石都在其中 没了任何作用 两道火凤 更像是两道闪电一般 在他的身上 疯狂地穿梭了起来 以速度渐长的奉降古功法 纪念的福宝 肯定也是以速度渐长 一瞬之间就在他的身上 穿梭了上百次之多 硬生生地将他 连法宝自爆 都只是皮外伤的肉身 穿出一百多个透明窟窿 啊 血云关福宝 凤翅剑福宝 小畜生 你竟然还有凤翅剑福宝 第106章原因 顺移 小畜生 你竟然还有凤翅剑福宝 你不要让老夫出来 让老夫出来 一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 碎尸万段 断浪子的惨叫声 不断从血云中传了出来 苏璇和风雨亭 实在是太阴险了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他竟然会在同一个坑里 找了两次的刀 只不过上一次是法宝 这一次变成了福宝 当初从血云空 和凤九卿那里获得的福宝 尤其是那凤九卿的凤翅剑福宝 一张便有着凤九卿权力一击之力 两张全部苏璇一股奶 给他砸了上去 断浪子战力 原本就比凤九卿 要低上十多万 又因为一时大意 所以 此时的他便只能在那血云中 惨叫着愤怒的大吼 本作一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 当然 苏璇也没有扔出了福宝之后 就站在那里 像风雨亭那般闲着看热闹 他还在喂断浪子 准备着致命一击 不知道这青莲剑体 在我苏璇的百万战力之下 又会发挥出何等的威力 苏璇微笑着说道 一道青莲虚影浮现了出来 下一刻 苏璇便已经挡在了风雨亭的前面 那青莲并不多大 只有一仗不到 跟那白米剑芒相比 更是犹如蝼蚁 但是 就是这么一道青莲虚影 却是释放出了 今天的吞噬力 转眼之间 便将那段浪子 惊天的一剑 给吞噬了下去 好小子 怪不得你敢打着 老王八蛋的主意 早知道 老夫就不这么拼命了 风雨亭见此激动地说道 此时才明白 苏璇原来竟然是如此的强大 只是说完这话 他便已再也支撑不住 从天空中 急速地坠落了下来 中天花赶紧一把接住了他 还好 只是利脱了而已 做了一番检查之后 中天花欣喜地说道 此时的战斗 已经不是他们能插手的 也不再需要他们插手 中天花给风雨亭 塞了一枚丹药之后 二人便望着那道血云 听着断浪子的惨叫声 悠哉悠哉地看起了好戏来 你觉得 那段浪子 多久能够才能冲得出来 我觉得 应该还要半炙香的时间 要不要 我们打个赌 老夫赌他半炙香出不来 咱们就赌一千万灵石如何 算了 算了 我可不是宗主 哪里敢 跟你这个老狐狸赌 这声音落到了那段浪子耳朵里 差一点没有被气死 本座一定要把你们碎尸万段 碎尸万段 拼了命地 在血云中挣扎了起来 最后终于在半炙香的时间内 冲出了血云 不过 下一刻他便傻了眼 因为他的攻击 已经全部被青莲剑体 给吸收殆尽 那可是他自己的权力一击 便是他全胜之时 也未必抵挡得住 更何况 此时的他 还已经身受重伤 小畜生 今日之仇 本座来日 一定加倍奉还 看到苏璇青莲剑体的断浪子 转身就逃 此时的他才发现 自己哪里是要对苏璇他们 杀人夺宝 再不跑的话 就要变成千里送人头了 不能放他跑了 风雨亭对着苏璇大吼 跑不了 苏璇微微一笑 青莲剑体一转 一道巨大的青涩光芒 就向着断浪子击射而去 瞬间 就再次将断浪子 给淹没在了其中 啊 小畜生 本座要把你碎尸万段 碎尸万段 断浪子的惨叫声 再一次响了起来 比以往更加的凄惨 哈哈 苏璇 人家要碎尸万段 人家要碎尸万段 你没听见吗 风雨亭剑子 哈哈大笑着说道 感觉看断浪子挨揍 比他赚了零食还爽 那就如他所愿 苏璇的嘴角 也挂起了邪恶的微笑来 一朵微小的红莲夜火 趁乱向着那段浪子 袭击了而去 原因竞强者 可不是那般好击杀的 不要说 他们只是 受了重伤了 就算是他们肉身被毁 他们也能够 利用原因顺移而走 然后找到肉身夺射 再重修回来 所以 就在老家伙 还在攻击中 苦苦支撑的时候 苏璇便已经 悄悄地放出了 他丹田之中的 那一朵小小的 红莲夜火来 你要的碎尸万段来了 苏璇大吼一声道 此时苏璇的青莲十八剑 也终于出手 跟于小婉一般 身前浮现出了 十二把飞剑来 因为有系统的原因 就连那十二把旋月剑阵 也全部都被系统 给复刻了出来 虽然此时那十二把飞剑 看不出来 跟那旋月剑阵 有任何相像之处 但是威力却是一模一样 然后又在苏璇 一百一十万战力的 加持之下 威力更是超过于小婉 不知道多少倍 十二道剑芒 就像是闪电一般的 向着那断浪子 而急驰而去 啊 下一刻 断浪子 就感觉自己的丹田之处 被一飞剑给捣碎 然后就是脖子上一凉 大好的头颅 也从她的脖子上 滚落了下来 然后便是心脏 双手 双腿 五脏六腑 转眼之间 她那修炼了 数百年的元英镜肉身 便被青莲剑气 给绞杀成了碎片 苏璇 她发出一声 惊天动地的怒吼 一道元英 从她的丹田之中 最后一刻躲过了 青莲十八件的绞杀 望着眼前 被苏璇绞成了碎片的肉身 此时的断浪子 早已经欲哭无泪 在来这里之前 她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想到 会是如此的结果 最让她接受不了的是 刚刚她还在大喊 要把苏璇碎尸万段 结果下一刻 被碎尸万段的 竟然成了她自己 不过她还没有陨落 这才是元英镜强者 最恐怖之处 虽然说她现在失去了肉身 已经不可能击杀得了苏璇 但是 只要她还有原因在 她便可以从容地 从苏璇的手中逃走 元英可是有着瞬移的速度 用肉身追上他们 除非你是远超 他们境界的化神修士 不然的话 就只有用元英 才能够追得上元英 小畜生 今日之仇 我断浪子来日 必定百倍奉还 断浪子的元英 对着苏璇恶狠狠地说道 苏璇看着那元英 也是好奇无比 那元英只有不到五寸大小 但是用系统一扫 断浪子 昔明圣地太上长老 境界 原因近初期 法宝 断情斩意剑 上品法宝 技能 三品炼器师 功法 绝情剑绝 灵虫 金鱼灵风 残刺品 金色品质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质宝物 战力 六十三万九千二百八十 竟然还有着六十多万的战力 也就是说 就算是这般了 一个金丹镜巅峰 也未必就是她对手 完了 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看来只能放她走了 风雨亭焦急无比地说道 没有办法 元英拥有着顺移的能力 他们三人加起来的速度 再乘以时也不一定追得上人家 怕她的锤子 宗主现在都能杀得了她 等她重修回来 还不直接秒杀 钟天花无所谓地说道 在她的眼里 苏璇能杀她一次 便能杀她第二次 你难道忘了 她是西明圣地的太上长老了吗 风雨亭对着钟天花提醒道 一名元英强者的陨落 对于任何一个宗门 都是巨大的损失 尤其是 还是这大劫 将至的时候 这是西明圣地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哪怕就算是她的后台丁云 也不可能压得下来 那可是有着近十名 元英强者的强大存在 虽然说 他们拥有武林夺天大阵 不怕人家打上门来 但是他们 总不能一辈子躲在宗门内 更何况很快 他们还要参加神木试炼 哈哈 你们现在终于知道怕了吗 可惜啊 第107章 恐怖的红莲夜火 你们现在终于知道怕了吗 可惜啊 晚了 断浪子的元英 哈哈大笑道 明明是他肉身 都已经被苏璇搅成了碎片了 此时的他 却仿佛看死人一般的 看着苏璇三人 只是 苏璇听了之后 却是对着他微微一笑 本宗主既然知道 你元英老怪 给你挖坑的时候 又怎么不防呢 说完这话的时候 苏璇这才谈了谈了一副缝隙 一只小到不能再小的凌峰 从苏璇的身上飞了起来 然后被苏璇一把抓在了手中 这时候的断浪子 才知道 原来苏璇一直都知道 这凌峰的存在 之所以 让这金鱼凌峰 继续停留在自己的身上 不过是想要将计就计 不过 他依然不信 苏璇有能够对付他元英的本事 那又怎样 本作还真的 就不相信你今天 能够留下本作的原因 而你们 就等着我西鸣圣地的滔天怒火吧 尤其是你风雨亭 这一次丁鱼那女人 也帮不了你 反而还会连累那女人 断浪子疯狂地大吼道 钟天花和风雨亭 已经被他的大吼 吓得脸色大变 只是 那断浪子吼着吼着 便吼不下去了 无力地望向了自己心脏的位置 一道火苗 从内道外燃烧了出来 你你你 你到底 老夫到底做了什么 他对着苏璇质问道 死亡的恐惧 终于让他惊慌失措了起来 区区红莲夜火而已 苏璇轻描淡写地对着他说道 红莲夜火 红莲夜火 那不是月红莲那件人梦里 经常梦到的东西吗 断浪子惊恐无比地说道 他当时招收月红莲之时 便是因为听说月红莲梦里的红莲 和那红衣女子口中的功法 当时的他 同样也在猜测 那月红莲 应该转世重生的强大存在 记忆里的功法 肯定十分强大 当时的他 也是眼馋不已 奈何只有简单的几句话 没有任何的头绪 又不得不放弃 今日他终于见到了这功法 威力确实没有让他失望 但是却要了他的命 还有余小婉那件人的清连十八件 若不是那件人的清连十八件 本座的肉身也不会被毁 断浪子又想起了余小婉来 此时 他的意识 已经逐渐地模糊 他的一生 开始在他的脑海里 不断地闪现 尤其是 那些曾经的罪恶 在红莲夜火的燃烧之下 一一地浮现了出来 他的儿子 他的女人 他的徒弟 儿子 父亲错了 父亲当初不该不救你啊 老婆 老婆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 求你不要离开我啊 老五 老五 师父错了 你尽心尽力地服侍了师父一百多年 师父都未曾把那断浪金涛剑的气胚交给你 师父错了 在红莲夜火是何等的空间 一旦被点燃 罪恶不尽 便不会熄灭 又因为是从内到外而燃烧 一旦中了 更是不可能扑灭 所以 此时的断浪子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红莲夜火越烧越旺 最后 他的连神魂也烧了得干干净净 这时候 那红莲夜火 这才飞回了苏玄的丹田之中 苏玄对着那红莲夜火一打量 似乎不但没有消耗少了一丁点 而且还反倒是因为燃烧了断浪子的罪恶 又变得大了几分 难道罪恶 便是这红莲夜火最好的养料吗 还是说 它只能燃烧原因 才会壮大 真想再找一个原因来试试啊 苏玄望着那红莲夜火不由地想到 这就死了吗 老王八蛋 就这么被宗主击杀了 钟天花激动无比地说道 刚刚他跟风雨亭 已经被吓坏了 还以为让这老家伙原因逃走了 会让天玄宗大难临头 神魂俱灭 应该是死的 不能再死了 风雨亭对着他说道 此时的二人 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心情久久地无法平静 尤其是风雨亭 苏小子 当初云医说你的实力 恐怕还在于小婉他们之上 老夫还有些不屑 谁知道你竟然比他们 比他们强了这么多 风雨亭不敢置信地对苏玄说道 没有办法 那段浪子可是原因强者 而苏玄却只是一名助击初期而已 若不是亲眼所见的话 打死他都不会相信 一名助击初期 竟然击杀了一名原因强者 而且还是形神俱灭 面对二人的震惊 苏玄就要冷静得多 刚刚的动静不小 赶紧打扫战场离开这里 刚刚的动静实在太大 说不得便会引来其他强者的查看 就更加不要说 段浪子在西鸣圣地里 肯定留有着魂灯之类的 如今魂灯熄灭 那西鸣圣地肯定会马上会出动 四处寻找凶手 所以苏玄他们 必须要赶紧打扫战场 把这里他们留下东西 全部一一地带走 包括风雨亭自爆的法宝 还有那三张 已经灵力耗尽的福宝 然后 便对着战场一阵疯狂的输出 又是一把火把那段浪子 已经碎尸万段的尸体 也烧了个干干净净 尽可能地抹出了战场的痕迹 然后拿起那段浪子的储物戒指 和灵兽袋 苏玄掏出了那六道传送阵来 下一刻 他们三人便出现在了天旋风中 等他们都已经 离开这里快一个多时辰 这里才有了第一批强者过来查看 而等到西鸣圣地 查到此处的时候 已经是半天之后了 那时候的这里 不要说苏玄他们的痕迹了 便是那段浪子的气息 也已经消失殆尽 苏小子 原来你身上 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 亏得老夫刚刚还被吓了个半死 封玉婷看到自己 瞬间便回到了天旋宗内 再一次地傻了眼 此时的他才知道 苏玄敢打那段浪子的主意 从一开始 便没有任何的危险 有了这六道随意传送阵 他们原本就是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 便可以马上传送回这天旋风中 那段浪子不追上来还好 追上来的话 一样要死在武林夺天大阵之下 而且 他只要认出了他们三人的身份之后 便不可能会追上来 也就是说 老家伙打上苏玄主意的那一刻 便已经注定了结局 如此的谋划 想想都觉得恐怖 想到这里的封玉婷 不得不庆幸自己 没有跟苏玄成为敌人 这东西是你的了 苏玄却只是看了他一眼 便从段浪子的储物戒指中 取出了六人神头 来扔给了他 谢谢 谢谢 实在是太谢谢你了苏小子 我都不知道 该如何感谢你了 封玉婷对苏玄感激涕零地说道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东西 竟然真的能够落到他的手中 不 应该说他祖上十多代人 都没有想到 这六人神头会重新回归了回来 当初他封家化神境老祖 风化源陨落后 此物便不翼而飞 已经数千年过去 都没有任何踪影 所以他封名中 这才抱着本神及功法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法修炼 如今 苏玄帮他拿了回来 封玉婷如何不感动不已 他这一感动 苏玄的脑海里 便再一次地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宿主帮封玉婷夺回六人神头 封玉婷对宿主感激涕零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加200000 哈哈 这老家伙竟然这么给力 一下子便给本宗主提供了20万声望 苏玄听着声望到账的声音 心里早已经了开了花 不过 他脸上却是没有任何高兴的表情 一句谢就完事了吗 别忘了 他可值35亿零食 苏八皮 你你你你 你什么意思 第108章 你现在欠本宗主50亿 每年5亿零食 你什么意思 封玉婷听后 顿时急的说话都不理所了 闹了半天 自己都那么的感激苏玄了 结果苏玄竟然还要找他要零食 我 我要零食 你要是不要的话 就给本宗主还回来 苏玄学着老家伙的口气说道 老夫也是出了力的 老夫为了对付那段浪子 自爆了一件下品法宝 受了重伤 差一点命都丢了 怎么算 封玉婷对着苏玄据理力争道 他现在都后悔 刚刚喂啥药 挡在苏玄前面了 只是他的话似乎又提醒了苏玄 对啊 要不是本宗主杀了那段浪子话 你这小命都不保了 这个是不是应该也要收点零食 看你这老家伙命也不值钱 那就收你个十块下品零食算了 你的命才不值钱 你们全家的命才不值钱 你们一家人总共的命 都不值十块下品零食 封玉婷听后 气得再一次对着苏玄痛骂了起来 你要是命值钱的话 那就多给点啊 我给你奶奶个腿 封玉婷对着苏玄怒骂道 三十五亿零食他都不想给了 更何况是再多给一些 不过这老家伙 马上就似乎想起了什么来 你的意思是 你不要 赌神经了 封玉婷对着苏玄问道 那是你家老祖留给你的 本宗主要来干什么 苏玄笑着对着他说道 反正这老家伙 已经是他天玄宗的人了 除非这老家伙 不修炼赌神经 只要他一旦修炼成功 苏玄便同样也能够使用 然后再反推出功法来 还能在里面再做一些手脚 再用系统变费为宝一下 说不定还能变费为宝出 比神级功法更加厉害的功法来 他又何必现在要这老家伙的功法呢 那老夫 先还你二十亿 还你二十亿 还欠你十五亿行不行 封玉婷又对着苏玄大吼道 不行 贷款还未到期 到期了之后才能还 总共五十亿零食 你要的话就每年五亿零食的利息 不要的话就把六人神头 还给本宗主 苏玄对着他说道 说完 便又要从他手中 把那六人神头还回来 苏八皮 苏八皮 老夫要 老夫要还不行吗 老夫现在就给你打戒条 封玉婷赶紧对着苏玄说道 给苏玄打了一张五十亿零食 一年五亿零食的戒条 老忠 你说老夫对这小子怎样 老夫连祖上的神级功法 都拿出来了 给他共享了 老夫还能怎样 打完之后 他又委屈地对着中天花 哭诉了起来 这个 好像你不是主动拿出来的吧 中天花对着他说道 就算是不是我主动拿出来的 但是我对着天玄宗的贡献 也是最大的 天玄宗的功法 天玄宗的筑地 天玄宗的灵谷种子 这些哪样不是老夫的 现在全都便宜了 你们天玄宗了 他又对着中天花问道 那个 好像也还是 也不是你自己拿出来的吧 滚滚 你老中就会这一句 风雨亭对着中天花说道 一把推开了他 感觉自己似乎又被鼓励了 早知道 还不如留在西鸣圣地 至少那里还有一个云仪 在这天玄宗 也跟那西鸣圣地一般 大家都在针对他 行了 行了 你心心念念的六人神头 不是现在已经在你的手上吗 另外的一套神级功法 你不是也换了过来 你在那西鸣圣地 有人会管你这些 中天花对着风雨亭安慰道 你说的也对 若是在那西鸣圣地 虽然云仪会护着老夫 但是老夫可不敢告诉他 老夫的身上 还有着一部神级功法 他作为西鸣圣地的原因 中期强者 又带管着圣地事物 更不可能击杀了断浪子 那老王八蛋 把这个六人神头 帮老夫给抢过来 风雨亭听了中天花的安慰后 心里好受多了 只是就在这时 苏璇又拿出了 那灵宝残片九花顶来 中天花和风雨亭 都知道那神秘力量的存在 此处又在天玄宗内 苏璇就在此处 开始了变费为宝 丁 要变费为宝九花顶 需要十万声望 耗费巨大 请问宿主是否变费为宝 确定 下一刻 那神秘力量 便开始汹涌而出 一个时辰之后 苏璇的手中 便多出一座巨大的法顶来 那法顶足足有着几百丈之大 同时那法顶之中 更是有着一朵数十丈的九色火焰 而火焰之上 更是有着一位 九种颜色凝聚成的十丈巨人 这巨人便是这法顶的气灵 而这法顶 竟然不用任何的灵力驱动 便能够释放出九色悬炎来 九颜圣火顶 上品灵宝 可自动释放九色悬炎 哈哈 果然是上品灵宝 而且还能够自己释放出九色悬炎来 这玩意 简直就是给老钟你 量身打造的呀 苏璇哈哈大笑着说道 打出了一道法诀 将数百丈的九色悬炎圣火顶 收成了只有八掌大小之后 抛给了中天花 它现在是你的了 它对着中天花轻描淡写地说道 宗主我 这东西实在是太贵重了 宗主我 这可是上品灵宝 中天花哪里敢接 说好了给你的 便就是给你的 苏璇对着中天花说道 亲自把九颜圣火顶 塞到了她的手中 宗主我 我真的不知道 感谢你才好 中天花再次热泪盈眶地 对着苏璇说道 直接一膝盖 再次给苏璇跪了下来 没有办法 苏璇给她的 可是上品灵宝 试问哪个修士 都还未结单 便能够拥有上品灵宝的 她这一感动 苏璇的脑海里 再一次地响起了 系统的声音 丁 宗主将上品灵宝 九颜圣火顶 赏赐给中天花 中天花对宗主感激涕零 恭喜宗主 声望加 5000000 哈哈 又是50万 老钟 还是你给力 苏璇听着系统里的声音 高兴地在心里赞到 在拍卖会上 中天花便给她提供了 10万声望了 加上这便是60万声望 快起来吧 把手上的事都放一放 赶紧去闭关修炼去吧 苏璇拉起了中天花说道 一管是定制的那些丹药呢 中天花对着苏璇问道 这些都等你出关之后再说 你现在的任务 便是进入时间法阵 在神木试炼之前 进阶到金丹镜 苏璇对着中天花说道 丹药可以慢慢地炼 反正一小拆 已经被苏璇拿下了 大不了到时候 让她再把交货的最后期限 改上一改 拖上一拖就是了 比起炼丹来 现在苏璇最急的还是 要赶紧进阶到金丹镜去 毕竟 他们进入了神木之后 第四层开始 便要面对大量的金丹镜灵魁 而苏璇更是想要 进入第五层去看看 去会会那些原因金灵魁 第109章发达了 光是断浪子储物袋里的宝里的宝物 就 遵命宗主 弟子先去闭关去了 弟子一定不会有父宗主所望的 中天花对着苏璇说道 拿着那九颜圣火顶 便向着那时间法阵冲了过去 不是 他就这么走了 风雨亭看着这一切 直接傻了眼 那可是上品法宝啊 价值几千亿 几万亿灵石都买不来的宝物 怎么到了中天花那里 就只需要几句话而已了呢 而自己 一个价值三十多亿灵石 苏璇不但要找他要灵石 而且还要找他要利息 人鄙人 气死人 风雨亭都快要被苏璇的操作给气死了 要不我也给这小王八蛋 跪下试试 风雨亭心中如是地想到 苏小子 老夫真的真的 真的想要感激你的心日月可见 他对着苏璇说道 边说就边要对着苏璇跪了下去 为了不还灵石 风雨亭决定脸都不要了 想要感激我的话 就多给我一成的利息 只是 他还没有跪下去 苏璇就对着他说道 你你你你 你休想 苏八皮 你休想我跟你说 风雨亭听后 差一点没有被苏璇给气死 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这里 没有办法 他感觉再跟苏璇待在一起的话 迟早都要被苏璇给气死 半场也行啊 你不能只是嘴上说说 感激是要付诸行动的 苏璇望着老家伙的背影喊道 等二人都离开了这里之后 苏璇又看向那段浪子的除袋 只是一看 苏璇的心顿时便乐开了花 哈哈 不愧是圆银老怪 真踏马的肥的流油啊 苏璇望着那储物袋 喃喃自语道 首先这老家伙储储物袋里的零食 便有足足的一两百亿 然后便是他的上品法宝 断浪绝情剑 同样也是一件非剑类法宝 若是拿到了拍卖场的话 最少都能够拍出五六十亿来 而且 除了这柄上品法宝之外 还有另外的好几件法宝 有中品 也有下品 而且 渐渐都是精品 随便一柄下品法宝 都价值上亿零食 这些法宝加起来的话 最少应该也有十多二十亿零食了 另外还有不少的材料 炼器 炼丹的材料 应有尽有 这一切加起来 同样也能值十多亿零食 还有好几部功法 那部绝情剑绝 赫然便在其中 虽然这些功法 最好的也就只有玄疾 但是加起来 也能够值一个多亿 除了这些功法之外 还有一些点疾 炼器术 灵虫的培养 驱使技术等等 这些杂七杂八的 苏璇估计同样价值不菲 若是加上给风雨亭的六人神头 价值的三十五亿的话 这一切加起来 恐怕有三百亿只多 发达了 发达了 苏璇面前一堆的宝物 激动地说道 而这还只是那段浪子的储物袋 那段浪子的零售袋 还没有算 而那零售袋里的零虫 可是被系统判定金色品级的废品 恐怕价值还要比他的储物袋高得多 让本宗主再来看看你的零售袋看看 苏璇打开了段浪子的零售袋来 才刚刚打开一个口子 一只金色的零风 便向着苏璇急射了过来 那速度犹如一道闪电 苏璇看到他飞出 赶紧两根手指 向着那零风夹了过去 最后在自己的鼻尖处 才堪堪地夹住了那零风 也幸亏苏璇拥有着一百多万的战力 速度不亚于原因强者 不然的话 此时的他 肯定已经被这零风给遮到了 不要说 鼻子有可能已经保不住 说不定连性命都丢了 那家在手指中间的零风 不断地挣扎着 试图反抗攻击苏璇 他依然不大 虽然比那绍风要大上一拳 但是还是比蚊子要小得多 但是 他那尾针上的毒刺 闪着碧绿的寒光 让苏璇看了一眼 都不由得有些脊背发凉 好凶的灵虫 这小家伙 绝对有金丹镜的战力 苏璇如是想到 赶紧用系统一扫 金鱼零风 战风 残刺品 不可进阶 金色品及废品 可变费为宝 为紫金色宝物 战力 七万四千五百九十 果然 这只小道比蚊子 还要小的灵风 竟然拥有着七万多的战力 要知道当初的因锅洞 也才只有六七万战力 再加上这小家伙 是如此的不起眼的情况下 恐怕那因锅洞碰到他 还会被他瞬间秒杀 这里面肯定还有 不行 不行 我得先行收服了 这些小家伙之后 才能打开这灵兽带来 苏璇望着那灵兽带 暂时不敢打开了 没有办法 一只的话 他还能够勉强地抓住 若是飞出一大群来 还都是金丹镜的话 恐怕就算是他苏璇 拥有一百多万的战力 也未必就能够镇得住 要怎么收服他们呢 苏璇看向了 风雨亭留下来的点击 看起了其中灵虫的培养 和驱使等技术类点击来 很快 苏璇便找到了 如何收服灵虫的技术 而且断浪子的储物袋里 连所需要的材料都有 苏璇赶紧布置了起来 几样材料布置出一个小型的阵法 然后再把灵兽带 放到了那阵法之中 最后 苏璇再挤出了一滴精血 滴落在了那灵兽带中 精血在阵法的加持下 很快便被灵兽带给吸收干净 同时 苏璇也便跟这些灵虫 神石相连 有了一种感应 这时候 再打开了那灵虫带一看 里面密密麻麻的 竟然有着上百只之多 而且 光是金丹镜实力的 都足足有着二十三只 卧槽 竟然这么的多 苏璇吃惊地说道 虽然说此时的他们 已经被自己收服了 不会再攻击苏璇 见到苏璇之后 还会像宠物一样的 给苏璇示好 但是 望着那二十多只金丹实力的灵风 苏璇还是有些心有余悸 同时庆幸 当初跟断浪子战斗的时候 选择了用福宝 跟他速战速决 如若不然的话 老家伙只要放出了这些灵风的话 苏璇或许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风雨亭和中天花 在他们的攻击下 很可能会凶多吉少 苏璇又用系统 开始一只一只地扫射了过去 发现二十多只的战风 竟然没有一只下了七万战力的 最厉害的 更是有着八九万的战力 要知道 这些小家伙 还是没有变费为宝的战力 若是变费为宝了之后 恐怕他们的战力还会更高 不知道 这些灵风变费为宝了之后 战力又会如何 此时的他们 已经全都拥有者金丹出七的战力 若是变费为宝之后呢 会不会达到原音镜的战力 苏璇如是地想到 不过他想想 也觉得不可能 最后估计 应该会只有金丹中七的战力 就算是金丹中七 也是不错的了 那也有足足十多万的战力 第110章 好凶的灵虫 那也有足足十多二十万的战力 这样的话 也能够大大的提升 野天玄宗的实力 而且出其不意的话 说不定金丹进中七强者 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一想到即将会拥有 二十多个堪比金丹中七的战力 苏璇的心便激动不已 赶紧对着其中一只 最强大的存在 开始变费为宝了起来 金与灵风 战风 残刺品 不可进阶 金色品及废品 可变费为宝 为紫金色宝物 战力 96455 就从你开始好了 丁 恭喜宿主耗费三万声望 将一只金与灵风 成功变费为宝为 虎文金环灵风 很快 一只灵风便被苏璇变费为宝了出来 变费为宝之后的灵风 虽然大小 似乎依然还是那么大 但是 却从刚刚的金色 变成身披一身的虎文金环 他的毒针变得更加锋利 身上的气息 也变得更加的恐怖 一双妇眼里 更是有着一种 屁逆天下的王者气息 光是往那群灵风群里一站 其他的灵风便开始瑟瑟发抖地 向着一旁靠了过去 仿佛在害怕着他 一个不高兴 便要将其他灵风杀死 吞噬了一般 不敢跟他再挨在了一起 苏璇再用系统一扫 虎文金环风 战风 可进阶紫金色品级宝物 战力 二十二万五千八百六十九 卧槽 不是吧 竟然涨了三倍之多 这都快赶上 差一点的金丹后期的战力了吧 苏璇望着那变费 围宝出来的虎文金环风 激动地说道 他是真没有想到 这小家伙的实力 会提升这么多 虽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 能够达到原因进的战力 却绝对超过了金丹中期 甚至 有一些金丹后期的战力 都未必有他们厉害 若是二十多只加在一起 出其不意的话 恐怕就算是原因强者 都要在他们手上 隐恨陨落 就更加不要说 这些灵风 还能继续繁殖 而且 这还不是他们的最终境界 他们还可以境界 说不定哪一天 他们还真的能够拥有 原因进的战力 哈哈 发达了 绝对是发达了 本宗主一定要将他们 全都培养成原因进的强者 一想到自己 将来会拥有一大群 原因进的灵风 苏璇便是激动不已 很快 二十多只 金丹镜战力的灵风 就全部被苏璇 给变费围保了出来 他们每一只 几乎都有着 二十多万的战力 然后便是八九十只 只有助击镜战力的灵风 他们被变费围保了之后 实力同样提升了好几倍 虽然说未能达到 金丹镜的战力 但是却绝对能够达到 助击镜后期的战力 而且 他们同样从原本的 金鱼灵风 变成了虎闻金环风 同样可以进阶 将来同样可以 被培养成金丹镜的战力 唯一让苏璇有一些不满的是 这些小家伙不是人 自然也就不能用来 完成金丹镜弟子五名的任务 同时 他们的战力 也只是给苏璇 总共加了三十多上去而已 而不是一只一只的 相加了上去 那样的话 光是二十多只战风 都有四百多万的战力 苏璇便又可以 让自己助击镜的战力 直接爆满了 等到把这些灵风 都变费围保了之后 苏璇便开始收拾起 自己的储物戒指来 把里面的功法 法宝 还有一些用不着的天才地宝 交到攻击殿去 以供其他弟子使用 只留下一些 自己用得上的 只是 就在苏璇清理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的眼睛又看向了那三张 灵力耗尽的福宝 可惜了这三张福宝 刚刚若不是他们的话 要想斩杀那老家伙 本宗主肯定是不会有这么轻松的 苏璇摇了摇头道 他的战力 虽然比那断浪子 要高尚一些 但是却高得不多 只有几万 十万战力不到 如此这般的差距 想要赢下断浪子 或许有可能 但是绝对要陷入一场苦战才行 说不得苏璇自己 也会受不清的伤 若是让那断浪子 再放出了灵虫的话 说不定风雨亭和中天花 还有可能凶多吉少 所以 苏璇再看向了那三张 已经耗尽了灵力的福宝 多少就有了一些设不得 若是他们也能变废为宝 该有多好 苏璇拿着那三张福宝 喃喃自语道 想到这里的苏璇 决定是上一试 毕竟 这福宝灵力耗尽之后 说起来也算是废品才对 想到这里的苏璇 赶紧用系统扫尸了起来 血云官福宝 紫色品及废品 灵力耗尽 可变废为宝 哈哈 果然能变废为宝 幸好当时打扫战场的时候 把他们给带了回来 看到这里的苏璇 激动地大笑了起来 不得不庆幸 当初打扫战场的时候 为了不留下痕迹 把这三张福宝给带了回来 若是当时没有带回来的话 那他可就亏大了 其实这也还得怪系统 狗日的系统眼光实在太高 除了红色品级 和金色品级废品会提示之外 其他的废品都不会提示 差一点便让苏璇错过了 不知道这福宝 变废为宝了之后 又会升级成什么样 苏璇看着那三张福宝 不由地想到 按照系统的属性 肯定会提升一个等级的 只是不知道 是怎么个提升法 这玩意跟法宝不同 法宝里面 可没有修饰的灵力 所以 哪怕就算是你拿到了 原因强者的法宝 也发挥不了原因强者的实力 而福宝这玩意 可是有着原因强者的灵力在里面 随便谁 任何境界都能发挥出 原因强者的强大实力来 所以 苏璇此时 想破了脑袋 也想不出办法 这玩意变废为宝了之后 会怎么个升级法 想不出来就想不出来吧 变废为宝了出来之后便知道了 苏璇没有继续再想下去 赶紧用系统 开始了对其中一张福宝 变废为宝了起来 兵 恭喜宿主耗费三万声望 成功将紫色品阶废品福宝 血云官变废为宝 为红色品级宝物 血云官福宝 拥有原因后期修士 全力一击之力 第111章躺平之后 猛掌的战力 原因后期全力一击的福宝 这踏马 简直是小母牛探亲 牛逼到家了呀 苏璇看着眼前被变废为宝之后的福宝 乐不可知地说道 这张血云官福宝 乃是血云空送给于小婉 用来在擂台上捣乱用的 当时送给他们的时候 可是没有任何攻击力的 而现在 不但有了攻击力 而且还超过了血云空的实力 直接达到了 原因后期全力一击的强度 如今这西域 也就似乎 只有那西明圣地的圣主 才是原因后期的大修士 而且 他还数百年 都未曾回到过西域了 就连上一次 德外族入侵 都未曾出现过 也就是说 苏璇有了这一张福宝 他便可以在这西域横着走了 至少说 在那西明圣地圣主 还有华山老祖未出现之前 是最强的手段 哈哈 看来以后 还得多收集一些福宝才行啊 早知道这玩意如此的好用 就不该找血云老官要临时 该找他多要一些福宝才对 想到这里的苏璇 哈哈地大笑了起来 此时的他 甚至都有些后悔 后悔当初在卖给血云空的福宝 但是时候 没有找他要福宝了 血云官的福宝 都变成了原因后期全力一击的福宝 那这两张 凤士剑 也应该能达到原因中期吧 收起了血云官 苏璇又拿起了两张凤士剑福宝来 叮 恭喜宿主耗费三万声望 成功将凤士剑福宝 变废为宝 凤士剑福宝 拥有原因中期强者全力一击之力 哈哈 果然也达到了原因中期的全力一击 苏璇高兴地把凤士剑福宝收了起来 如今 有了这三张变废为宝后的福宝 哪怕就算是让苏璇遇到原因中期的强者 他也可以从容应对了 而且 苏璇的身上 还有其他的福宝 他在那拍卖会里 可是拍卖了足足十多张的 这些福宝到时候用完之后 也可以变废为宝 到时候 又将会提升他不少的实力 不过 苏璇也知道 这些终究只是外力而已 使用的次数也十分的有限 打铁还需自身硬 苏璇依然不敢松懈 还得要尽量地提升实力才行 尤其是他想要进入那神木的第五层 去会一会那些原因进的灵魁 那里可是有着数百的原因进灵魁 光是靠这些福宝 肯定是不够的 想要在第五层从容应对的话 苏璇估计 最少都要让自己的战力 再翻上一倍 达到两百多万 拥有原因进中期的战力才行 还得要继续努力才行啊 苏璇不由地叹道 不过 他也知道 现在要努力的 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以他的那垃圾的天资 断体境只有几十战力 到了宁夜境的时候 加上人家于小婉的两千 他才两千一的战力 如此的天资 不要说他修炼这三个月了 便是修炼个几百年 恐怕都达不到两百万的战力 所以他只能让天玄宗的弟子们努力 第二天 苏璇便把于小婉 月红婷 胡青爵三人 还有所有的住基进修室 派进了那时间法阵里 紧张地修炼了起来 甚至金丹静的风雨亭 也被苏璇给派了进去 毕竟这老家伙 已经在金丹初期 停留了很多年了 现在又有了神级功法 说不定能够在这三个月里 时间法阵的加持之下 进入到金丹中期 那样的话 老家伙最少也可以帮自己 提升好几万的战力 只是 这些弟子进入了之后 苏璇觉得还是不够 他又挑选了一百多名 宁夜境巅峰的弟子 也同样进入了时间法阵里修炼 同时还给他们美人 准备了一枚极品住基单 毕竟这些弟子 若是进阶到了住基进的话 也可以让苏璇提升不少的战力 这些人进入了之后 那灵谷的种植苏璇也没有忘记 几乎就在大量天玄宗弟子 进入时间法阵的同时 一千五百亩的灵田 便被打造了出来 然后 十多种的灵谷 也全部种植了下去 只是有些可惜的是 这些灵谷种子从种下去到成熟 最少都需要十一二年的时间才行 长得更是需要二三十年 甚至更久 就算是有时间法阵的加持 一个月时间也才抵得上三十个月 也就是说 一个月只能抵挡上两年半 所以 要想把这些灵谷种植出来 最少都需要四五个月 肯定是赶不上 在进入神木之前 便把这些灵谷种植出来了 不过那神木开启到结束 总共有着半年多的时间 虽然说 不能在神木开启之前 把灵谷种植了出来 但是 却可以在神木开启后的中期 种植了出来 也就是说 最多苏玄他们进入神木之后的两个月之后 这些灵谷便能够种植了出来 前面的几层 也没有多么的危险 时间上似乎还来得及 苏玄望着被开垦出来的灵田 计划着一切 这些灵谷至少说 他在进入那第五层 聚会一会原因进灵谷之前 能够种植的出来 到了那时候的话 只要神木不出问题 苏玄便可以进阶到金丹靖了 到了那个时候 神木第五层炼星界 还不是任由他苏玄随意驰骋 而那第五层的宝物 苏玄想想 都有些流口水 那些原因进的灵谷守护的 可是有着化神境强者都掩馋的宝物 接下来的日子里 整个天玄宗都进入到了紧张的修炼之中 每一个人都在疯狂地修炼着 同时 炼丹房的弟子们 也开始了疯狂地炼制起丹药来 虽然说这些弟子们 炼制不出来什么金丹靖以上的四五品丹药 但是炼制住激进弟子 宁夜靖弟子所需要的丹药 还是能够胜任的 而且 他们还不用害怕 会炼制成废丹 反正炼制废了 苏玄也可以用系统变废围保了出来 整个天玄宗都忙得不可开交 唯有苏玄一个人 却在这段时间内 变得悠闲了起来 没有办法 苏玄的提升实力 并不需要他来紧张地修炼 他只需要宗门弟子的战力提升 他便可以不断地提升实力 所以 接下来的日子里 苏玄最多也就是去炼丹阁里 指点一下那些炼丹阁弟子炼制丹药 然后把他们炼制的废丹 拿回来变废为保一下 剩下的时间 便就是悠哉悠哉地直接躺平 要么去那天玄风顶 晒晒太阳 顺带看那只不长眼睛的飞鸟 从天空中飞过的时候 用武林大阵 把他给打下来 炖上一大锅 喝点小酒 要么 就去那公主河里 吊上几条傻大鱼 用酒色悬炎各种火候制烤上一番 吃了之后 慢慢地再用时间 把身体内的杂质排出体外 没有办法 实在是太无聊了 所以 原本住基金修士 不能食用凡人的食物 会在体内留下杂质这时 苏玄也管不了了 生命在于折腾 就当自己给自己 找点吃饭拉屎的乐趣 到了晚上的时候 便去了那宿州城里 好好的游玩一番之后 然后便夜宿在一份楼里 跟一小差畅谈生人 只是 就算是这般躺平 苏玄的依然还是每天猛涨着 几乎每天 最少都能够涨到一两万之多 而且 十多天之后 邢秉怀也正式地度过了金丹天节 达到了金丹境 又因为他修炼的是神级功法的原因 哪怕就算是他天资很差 也在进阶到金丹境初期的时候 便已经有了二十多万的战力 第112章 战力三百万 二十多万的战力 跟于小婉这种驻姬境中期 便有了二十九万的战力天才面前 似乎不够看 但是 在其他普通金丹境强者的面前 却已经算得上了不起了 普通的金丹境初期 只有五六万的战力 金丹中期也只有十一二万 就算是金丹后期 也就只有二十多万战力而已 也就是说 邢秉怀在才刚刚一进阶到金丹初期 便有了人家金丹后期的战力 这可把老家伙给乐坏了 为了庆祝自己 进阶到金丹境 他专门回了一趟藏龙山脉 灭一个宗门 再放了一把大火 为自己庆祝成功进阶金丹 可怜的银严宗一个都没有逃了出来 整个宗门也全都被烧了得干干净净 只是为了这事 邢秉怀似乎也得罪了 他藏龙寺以前的其他弟子 没有办法 这老家伙办事太不地道了 那些筑基进元藏龙寺的长老们 还有胡清爵还在时间法阵里修炼 他不叫人家也就算了 其他的宁业境弟子总该叫上几个吧 结果这老家伙一个都没有叫 一个人就把仇给报了 为了这事 后来元藏龙寺弟子们 没有少找这老家伙麻烦 就比如 接下来要出关的胡清爵 半个月之后 胡清爵就从那时间法阵里面出关了出来 苏璇原本以为这家伙出关 只是修炼到了筑基中期 还想要把这家伙再弄进去 修炼上一段时间 结果人家半个月之内 便已经修炼到了筑基进巅峰了 再修炼下去的话 便是金丹静了 金丹静的他 就失去机会 进入到神木试炼的资格 望着半个月时间 便从筑基初期 修炼到筑基巅峰的胡清爵 苏璇不得不叹息不已 修炼提升境界 对于这家伙来说 难道是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吗 要知道 那时间法阵的加持之下 虽然说一个月便是三十个月 半个月也才十五个月啊 也就是说 这家伙只用了一年又三个月时间 便从筑基初期 修炼到了筑基巅峰 而且他的战力 也从以前的十一二万 提升到了四十八万 这般的战力 不要说什么一般的金丹静初期了 便是金丹静后期 也可以轻松地秒杀 所以 这小家伙第一时间 便去找了邢炼怀切磋一番 金丹静的邢炼怀 被他揍得足足躺了半个月 苏璇也没有管 谁让这老家伙 以前看起来那么老实的一个人 进阶到金丹静之后 办起事来 就变得那么不地道的 苏璇估计胡青爵这一次 只是他第一次挨揍 以后还有的他挨的 找他切磋之人 肯定会若一不绝 胡青爵挑战第二人 便是那风雨亭 老家伙在一个月之后 便进阶到了金丹中期 原本在金丹初期 只有六七万战力的他 因为改修了神级功法的原因 在金丹静中期的时候 战力很是翻了好几倍 达到了三十六万之多 这可把老家伙给高兴坏了 总觉得自己已经到了 同境界无敌 金丹之境已无敌 金丹之上也能一换一试的 甚至跃跃欲试的 想要挑战苏璇 结果下一刻 他便被胡青爵 给好好的上了一课 然后骂骂咧咧了半天 马德 早知道老夫就不加入 你天玄宗了 一个苏八皮要逆天就算了 现在一个胡青爵 又要逆天 不过 胡青爵也没有嚣张多久 两个月之后 月红婷也从原来的 助击境中期达到了助击境巅峰 虽然他的修炼速度 比胡青爵要慢上不少 但是 战力却足足比胡青爵高了四五万 达到了五十二万之多 再加上 那红莲夜火的诡异 胡青爵才跟他一动上手 马上就赶紧认了输 没有办法 谁要是遇到了一个 能让你心脏位置 燃起熊熊火焰的存在 也没有人再跟他战斗下去 反倒是余小婉 最后才从那世间法阵里走了出来 堪堪地达到了 助击后期的境界 他的功法 需要在战斗中才能突破 那世间法阵里没有战斗 所以很难让他提升境界 但是 他的战力却达到了恐怖的八十二万 八十二万的战力 何等的恐怖 不要说金丹镜巅峰 能够秒杀了 就算是给他一个 原音镜初期的强者 再加上苏璇给他一些福宝的话 也未必就能够拿他怎样 还不用给他原音后期的血云关 只用给他一张 拥有原音中期权力一击的凤翅剑就够了 因为一张凤翅剑福宝用得好的话 原音初期强者的肉身 未必能够在福宝的攻击之下保得住 只剩下了原音的话 也就只有五六十万的战力 虽然原音有着顺移的神通 于小婉没有红莲夜火 不一定能够击杀到了他的原音 但是 那原音想要给他造成威胁 却已经不可能 当然 这些天实力提升最大的 还要数苏璇 因为光是于小婉提升的五十多万 加上胡青爵提升的三四十多万 再加上的月红婷提升的四十多万 三个人的战力 就让苏璇足足提升了一百多万之多 然后再加上风雨亭提升了二十多万 和邢秉怀提升的二十多万 这便又是五十多万 这一切 再加上苏璇原本有的 一百一十多万的战力 苏璇便已经达到了两百七八十万了 另外 还有其他的驻基境修士 也在不断地提升实力 还有一百多年夜境弟子 也全都进阶到了驻基境 毕竟 那时间法阵 可是有着三十倍的时间流速 也就是说 三个月的时间 就抵得上他们在外面修炼九十个月 九十个月 那便是七八年 七八年里 还有一口灵犬在旁边 给他们提供灵气 这些家伙 若是连从宁夜境 修炼到驻基境 都做不到的话 那苏璇还不如 把他们全部扔出天旋风去去 让一群猪进去修炼算了 不过 他们倒是没有让苏璇失望 一个个的都进阶到了驻基境 甚至有人修炼到了驻基中期 甚至后期 这样一来 他们加上原本的驻基境 一起又给苏璇提供了四五十万的战力 一下子 便让苏璇的战力 达到了驻基境极限 宿主 苏璇 宗门等级 二级 完成宗门升级任务可升级 修为 驻基境 驻 宿主修为 跟宗门等级相关 战力 三百万 驻 宿主的战力 是整个宗门战力之总和 驻基境上限为三百万 技能 炼丹师 五品 宗门人数 两千五百八十九 声望 五二零 零零零零 任务 宗门升级任务一 拥有三十柱基境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二 拥有一千名宁业境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三 拥有五名金丹境长老 宗门升级任务四 拥有一千亩林田 并成功种植出五种以上的灵骨 宗门升级任务五 拥有一处可供原音境以下修士 随时进入试炼的上古试炼秘境 任务奖励 宗门升级为三级 宗主直升为金丹境 第113章 其他三大圣地弟子到了 任务奖励 宗门升级为三级 宗主直升为金丹境 同时 这些弟子的 能够这么快境界提升那么多 他们也是对苏玄感激不尽 毕竟 若不是苏玄给他们提供时间法阵 提供的灵权 提供的丹药 提供的功法的话 他们很多人恐怕一辈子 都不可能达到这般的境界 所以 他们自然也是对苏玄感激不尽 这般一来 他们给苏玄提供的声望 这段时间也同样不少 让苏玄的声望 直接累积到了520万之多 当然这三个月之间 外界也同样是风起云涌 首先 就是断浪子的陨落 西明圣地 开始了四处搜寻凶手 当然 他们是无论如何 也怀疑不到苏玄这里来 毕竟苏玄只有 驻基进初期的境界 就摆在那里 境界最高的风雨亭 也才只有金丹境而已 所以 他们连往这宿州城西的方向 搜寻都懒得搜寻 到最后 自然也是没搜寻出 任何的结果来 不过 西明圣地 出动大量的弟子 也不是一无所获 他们在这一场搜寻之中 竟然搜寻出了 大量来自极西之地的外族间谍 这些间谍之中 金丹境强者 都有着十多人之多 最后 更是直接搜出了一名 原因老怪的外族间谍来 这般一来 苏玄觉得 自己也算是 为了西域 抵御外族的入侵 做出了一些贡献了 而那断浪子 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除了西明圣地 四处搜寻外族之外 另外一件大事 便是外族的入侵 似乎引起了四大圣地 其他三大圣地的关注 甚至开始计划 要重修那天玄风脚下 不远处的磐石长城 风雨亭告诉苏玄 那磐石长城 已经被一千多年 都没有再修缮过了 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外族入侵 恐怕将会超越 这一千多年来的 任何一次百年大捡 不然四大圣地 也不会想要耗费 大量的零食和精力 去修缮那磐石长城啊 山雨欲来风满牢啊 咱们还得要 尽快地提升实力才行啊 苏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不得不叹息道 在这百年大捷面前 就连远在不知道 多少万里外的四大圣地 尚且不能独善其身 更何况 苏玄他们这些西域修士 所以 苏玄又一次地 把一些弟子 派进了那十间法阵里 修炼了起来 除了于小婉 胡青爵 还有月红亭三人 要参加神木试炼之外 风雨亭等人 还有大量的助击镜修士 也全都被派进了十间法阵里 苏玄现在 唯一期盼的 便是自己 在进阶到金丹镜之后 战力的极限 能够再翻上十倍 那样的话 或许他便能够更化 神镜强者 有一战之力 所以 他还需要天玄宗修士 给他提供更多更多的战力 可不想到了那个时候 自己倒是进阶到了金丹镜 上限也提高到了十倍 达到了三千万 却没有什么战力补充进来 就这般时间 一天天地过去 转眼之间 三个月的时间 便匆匆而过 苏玄他们 也正式迎来了 那神木开启的时间 那神木的入口 在宿州城东方向 一万里处的 一座茫茫戈壁之中 这种戈壁地形 在这西域 除了少有的几块绿洲之外 经常都是 方圆几千里 甚至上万里 都没有人烟的这种地形 除了大大小小的戈壁石之外 就连根草 一棵树都看不见 更不要说什么 山峰 河流之类的地标物了 苏玄真的很难想象 十大宗门 到底是怎么发现 这入口的 毕竟每次神木开启的时候 入口都不会在同一个地方 而且 就算是苏玄他们都到了 马上便是神木 开启的时候了 这里 也没有一丝的异常 苏宗主来了 苏宗主来了 苏玄带着胡青爵 与小婉 月红亭来到这里的时候 其他宗门也早早地 等在了这里 跟苏玄相熟的血云空 还有凤九卿 纷纷地上前 跟苏玄打起了招呼 苏宗主 这一次 在那神木之内 咱们三大宗门 可以相互扶持啊 血云空对着苏玄说道 直接把苏玄的天玄宗 跟他们并列在了一起 成了三大宗门 苏玄也不知道 他们这样并列 其他的十大宗门 会不会答应 我听说 要王谷和肖遥风 那群家伙 又搅在了一起 这一次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 看我们跟你天玄宗走得近 所以也把我们算了进去 凤九卿更是也对着苏玄说道 应该的 应该的 咱们三大宗门 联合在一起 未必就会怕了 他六大宗门 苏玄随口地答应着 至于说到了 那神木之内 跟他们相互扶持个屁 自己这边的实力 已经足够了 而那神木 可是被苏玄给看上了的 他凤翔谷和血云宗 在里面少得到一件宝物 就会给天玄宗 多留下一件 看在他二人 还不错的情况下 苏玄不给他们 制造一些麻烦 就算是他们运气好了 苏玄又向着那一群 参加神木试炼的 其他宗门弟子忘了过去 发现这家伙中 除了那西名圣地的白衣 丁少白之外 竟然没有一个熟悉的面孔 哪怕就算是 药王谷的药星 都没有参加 改成了其他人 而这些人 几乎全都是 助激进巅峰 甚至有几人 也跟胡青爵一般 似乎在压制着自己的修为 尽可能地 不让自己进阶到金丹镜 估计一进入了神木 他们马上就会 进阶到金丹镜了 甚至就连那丁少白 也同样在这三个月内 从助激进中期进阶 到了助激巅峰 苏璇在用系统一扫 发现这家伙的战力 竟然也同样达到了三十多万 要知道 在参加百门大比之前 这家伙 才八万多的战力 也就是说 这家伙的战力 足足提升了二十多万 虽然比不上于小婉 月红亭他们 甚至连胡青爵都比不上 但是 这家伙的战力 却已经可以跟金丹镜巅峰 强者一战了 看来 他们都在打着老子神木 第四层的炼血界的主意 不行 不行 进去之后 老子一定要给他们 制造一些麻烦才行 苏璇望着那群弟子不由地想到 那神木第四层 可是就有着 原因强者所需要的宝物 每一件都价值不菲 苏璇可没有那个好心 愿意跟他们分享的 就在苏璇 还在感叹那丁少白的战力的时候 又是一群人 向着这边飞了过来 那一群人 总共不到二十人 但是打扮穿着 却都跟着西域修饰 大不相同就算了 而且 他们之间也差距十分的巨大 比如其中的一群 全都穿着短衣短裤 丝绸汉衫 另外 一群人 却又穿着一身的貂皮 胡皮玉寒衣物 是其他三大圣地的弟子到了 血云空对着苏璇介绍道 其他三大圣地 他们也要跟我们一起 参加什么试炼的吗 第114章 天下第一圣女 一体双魂 苏璇对着血云空问道 不错 这次的试炼令 本来一共有着8864枚 正因为给了他们三大圣地十四枚 所以我西域才只有五十枚了 不过 我等也有求人家 毕竟接下来 要修建那磐石长城 甚至到了关键的时候 还要请人家出手 帮着抵御那些 极西之地的外祖呢 血云空对着苏璇说道 马德 连其他三大圣地的弟子 也来抢老子的宝物 都怪那帮外祖的家伙 这个仇我苏璇记下了 苏璇如是地想道 谁知道 那血云空雀 又对着苏璇说道 那帮外祖 这次也能够进入神墓 在他们那边 也一样有着 一个神墓入口 马德 这次要抢老子 宝物的人这么多吗 看来进去之后 老子还得要 好好地计划一番才行 最好一个 都不放他们出去 最多最多 也就给他们放一个报信的 苏璇听后已经决定 绝对不能放那帮外祖 那神墓 早已经被他苏璇 当成了自家的后院了 所以 要进入那神墓 试炼的这些家伙们 在苏璇的眼里 都变成了一群 要闯进他家后院的强暴 苏璇现在 虽然制止不了 但是不给他们 制造一点麻烦 苏璇都觉得 对不起他自己 只是 就在苏璇想着 如何要在那神墓里 脚踏个天翻地覆的时候 一个声音 却从那三大圣地的人群中 传了过来 你说他可以帮本殿下 进入那第七层 一名女子缓缓地问道 而且 他竟然没有用传音 毫不掩饰地直接说了出来 这女子好大的口气啊 竟然打起了那第七层的主意 苏璇听到了之后 不由地看向了他 只见那女子身穿 一件超短皮裙 上身也只是用一张 豹纹兽皮 裹着关键位置 这般清凉的打扮 就算是 在前世的地球上 也很少女子这般 大庭广众地穿着 就更加不要说 在这天旋大陆 大家穿衣服 都十分保守的地方了 再加上 他本来长得就漂亮 身材又好 这般打扮了下来 一出现 便隐得这里 不论男女 都不由地对着他打量了起来 尤其是那些LSP们 更是眼睛盯着他的豹纹 小果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苏璇也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女子 开始用系统扫饰了起来 南黎游婷 南颜圣地圣女 天赋 南颜离火 林宝气胚 九华圣火顶 境界 驻激进巅峰 战力 2856750 好强 竟然有200多万的战力 苏璇查看到这里之时 便是大吃一惊 要知道 她自己在驻激进的时候 有300万的战力 那是因为 自己拥有系统的原因 而这女子道好 竟然也拥有着 280多万的战力 只比苏璇少了十多万而已 不过 让苏璇吃惊的还在后面 她的系统之中 又出现了一道信息 苍月梦 银月神功神帝 天赋 已废 法宝 已毁 境界 已废 战力 十亿 卧槽 十亿的战力 这道信息来得十分的突兀 让苏璇一时间 有些摸不着头脑 因为此时的她 明明扫视的是 只有一人而已 但是却出现了 两个人的信息 最可怕的是 那第二人的战力 在法宝 天赋 境界全都废了的情况下 竟然还有十亿战力 十亿战力是个什么概念 苏璇估计 就算是 华神初期的强者 最多也就三四千万的战力 而华神后期 恐怕也就只能达到一亿 而且 这个世界 因为灵力稀薄的原因 早就没有人 能够修炼到华神后期了 望着那十亿战力 苏璇是 多么想在那后面 也看到一个 以肺的字样 但是 看了半天 也没有看到 麻痹的 怪不得他敢 打那第七层的主意 原来体内 还住了一个老怪物 看到这里的苏璇 不由地想到 这种情况 只有一个可能 那便是 要么是他 原本就是一体双魂 一个身体两个魂魄 要么便是拥有一个金手指 老爷爷藏在什么塔里 中里之内的 反正都是不好惹的存在 难道老子的练魂番 要保不住了吗 苏璇想到这里 不由地紧张了起来 同时 他又看向那女子身边的二人 那二人 苏璇倒是十分的熟悉 他们便是 曾经在百门大笔之中见过 后来还在他们地摊上 购买到了六道 随意传送阵的 那一对瞎子师徒 而跟那女子对话的 好像便是那小瞎子 这小家伙竟然 竟然在这三个月内 达到了住击境 虽然说他 只有住击初期而已 但是不要忘了 三个月之前 他还在断体境而已 南黎尤婷 天下第一圣女 于小婉 走到了苏璇的身边 你认识他 苏璇对着于小婉问道 做圣女的 怎么可能不认识他 月红婷也对着苏璇说道 人家是家里独女 爷爷是南颜圣地化神老祖 父亲是南颜圣地圣主 母亲是元英后期的大修士 就连外公 都是男一族的蛮王 所以 人家才是真正的圣女 而我们这些 都只是一个个 被元英老怪 选出来争夺利益的工具而已 随时都有可能被换掉 若是再遇到我们 这样的一个师父的话 恐怕还有可能 随时被扔到大街上去 于小婉和月红婷二女 酸溜溜地对着苏璇介绍道 也不知道 是在酸这女子投胎投得太好 还是酸苏璇一个劲地盯着人家 难理有停看 二女 甚至还挺了挺胸膛 似乎要一较个高下 不过 苏璇却知道 哪怕这女子的再会投胎 她所有的身份加在一起 也不及她体内住的 那个老怪物的1% 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骄吧 苏璇不由地想到 同时 苏璇也明白了 那小瞎子 为何能够 在三个月的时间不到 便从断体境 修炼到了筑基境了 毕竟那南岩圣地 可是以炼丹起家的宗门 光是二三品的炼丹师 都有着好几位 据说 化神老祖 还是一名一品炼丹师 就连大陆的炼丹师协会 也一大半都是人家南岩圣地的势力 如此这般的 不要说那小瞎子 只是一名断体境小修士了 便是一头猪 也可以用丹药 在三个月内 给催成一头筑基的猪出来 只是想到这里的苏璇 心中的疑惑 却又更多了 看他们的样子 是想要把那小瞎子 也给带进那神墓里面去 难道这小瞎子 有什么特殊的本领 还有 他为啥要说 自己能够帮那南岩游亭 进入那神墓的第七层 那南岩游亭身上 有着那么强大的一个老怪物 难道还不够 而我苏璇那么大的本事 我为何自己不知道呢 第115章 灵魁 黑压压的灵魁 我苏璇有那么大的本事 我自己为何不知道呢 苏璇不由得想到 此时的他 虽然拥有着300万的战力 但是 也就只能对付一下 原因中期的灵魁 也只敢打打 那第五层炼心界的主意 在第五层里 说不定还有可能出现 原因后期战力的灵魁 苏璇若是遇到了 都需要能避就避 能躲就躲 更何况 是那第六层的炼神界了 那里可是有着 足足七名化神境的灵魁 苏璇暂时想都不敢去想 麻痹的 想不通就想不通吧 反正老子也不可能去帮他的 苏璇想到这里之后 决定不再想了 那南里游庭 为何要冒险进入第七层 肯定是在打那炼魂番的主意 那神墓里所有的宝物 都早已经被苏璇 当成自家的了 就更加不要说 那最珍贵的炼魂番了 除非苏璇是疯了 才有可能去帮他进入第七层 不但不会帮他 而且还要重点照顾他一下 多给他制造一些麻烦 哪怕他身上藏了的老怪物 苏璇不会轻易地放过他 没有办法 谁让他敢打苏璇炼魂番的主意的 三大圣帝之人来到了之后 很快便跟西鸣圣帝的弟子 打成了一片 四大圣帝才是同等级的存在 虽然说 这西域有着十大宗门的说法 但是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人家西鸣圣帝 从来都没有把药王古等宗门 放在同等的位置 就算是这一次的神木试炼 也没有想过要带着他们玩 这样一来 要参加这次试炼的人 就组成了三个组队 第一队自然是那西鸣圣帝 南岩圣帝等四大圣帝 人数似乎最多 同时实力也似乎最强 然后便是那药王古 逍遥峰 巨岩宗 天刀门等几大宗门 他们自认为 是这西域的最强大势力存在 站在了另外一边 人数也不少 而且还时不时地 看向苏璇他们这一边 第三队便是苏璇的天玄宗 血云宗 凤翔谷 还有江云宗 昆一谷等中小宗门 他们的试炼令 几乎都是来自于苏璇之手 也算是 有了一个共同点 说白了就是 不论是西鸣圣帝 还是那药王古 都不想带着他们玩 所以 这才勉强地组队在了一起 苏璇当然也没有拒绝 毕竟在进入了那神墓之后 他们要面对的 将会是成千上万的灵魁 有几个炮灰用用 感觉还是不错 你等到了神墓之中后 一定要听苏宗主的吩咐 血云空对着一帮弟子说道 边说还边分给了 他们每人一张福宝 小心一点 跟紧了苏宗主 凤九卿也对着他 凤一鼓的两名弟子说道 同样 也塞给了一名弟子 几枚福宝 而另外一人 却是一张都没有 看着这些福宝 苏璇自然又是眼热不已 真想把他们 全部给抢了下来 不过 现在肯定是不能这么做的 只有到了那神墓之中的时候 再想其他的办法了 而且 苏璇也把自己前些时间 买来的福宝 分给了余小婉 胡青爵 月红亭三人 当然 只是那些普通的福宝 那两张变废为宝的福宝 却是没有拿了出来 不是苏璇舍不得 而是那玩意 出自于血云空和凤九卿之手 却平白无故地强了一个等级 拿出来 肯定会引起怀疑 用完了之后 一定要把他们 给捡回来 苏璇有对着三人传音道 三人听后都知道 苏璇有那神秘力量 自然是记在了心里 就在大家都准备着 商量着要在神墓里 怎么合作 怎么合击 甚至怎么分配获得宝物的时候 一股龙卷风 却是突兀地出现在了这戈壁之上 也不知道 它到底从哪里吹来的 就如同一条疯狂的巨龙 在这戈壁之上 疯狂地扭曲着 它那巨大的身体 疯狂地施虐着 转眼间 原本平静的戈壁滩 便变得黄沙滚滚 飞沙走石 几千斤的戈壁石 也被它卷了起来 带到了空中 然后又被绞成了碎片 当然它卷起的 还不只是黄沙和戈壁石 还有这里的所有修士 亦不要说 那些参加试炼的驻基靖弟子了 便是那些猿鹰老怪们 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其中 一时之间 惊慌的声音四起 卧槽 这风好大 抓紧我 抓紧我呀 甚至还时不时地 响起几声姑娘的惊叫声 你往哪里抓 臭流氓 等到龙卷风吹过后 这里除了一片狼藉之外 就是那些没有 试炼令之人 还留在原地 而苏璇他们 似乎已经被那龙卷风给带走 不知道去了什么方向 这一次 又换成了龙卷风了 血云空等人望着那一地的狼藉 喃喃自语地说道 很显然 这神木的入口 不但每一次出现的地方不同 而且 出现方式也不同 只是 外面的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龙卷风 也打断了他们原来的组队 等到苏璇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原本身边的人 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不论是于小婉 还是月红亭 没有办法 虽然在那龙卷风卷来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 他就左手抓住于小婉 右手拉起了月红亭 但是 那龙卷风的力量 实在是太大了 就连他苏璇 拥有着三百万的战力 在这龙卷风中 也连两个女人的手都抓不住 不过苏璇的身边 此时也不能说 没人 反而是有着成千上万的人 这些人身上 全都穿着精美的铠甲 头戴着精美的头盔 正用一双嗜血的眼睛盯着他 这便是灵魁 这也太多了吧 苏璇望着眼前的灵魁 不得不叹息道 他虽然早就知道 这第一层 哪怕就算是只有断体镜的灵魁 但是也能够 让一些助击镜强者 陨落在其中 数量上肯定会很恐怖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 这数量上 竟然会是如此的恐怖 那种感觉就跟前世里 他去使皇帝的灵 去看兵马俑的感觉 眼前 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地排着 黑压压的一大片 一眼望不到头 而且 这里的灵魁 比那兵马俑 多了不知道多少倍就算了 最关键的是 他们的手上 全都拿着法器 全都是上瓶法器 他们的眼睛里 更是仿佛天生 便对外界的修饰 有着滔天的仇恨 一见到苏璇之后 也不知道是谁 先喊了一声杀 杀 然后那喊杀声 便开始此起彼伏了起来 千军万马 在这一刻 全都活了过来 就如同巨浪一样 一波一波地 向着苏璇涌了过来 手中的法器 也如同狂风暴雨一般 向着苏璇倾泻而来 不过 这般以多咬死相的攻击 对于一般的助击镜修饰来说 或许会造成一些伤害 但是对于苏璇来说 却是没多大的用 不说他拥有着那阴阳两仪丹田 炼化灵气的速度 是普通人的几十倍 然后又拥有着神级功法 阴阳两仪生生负了 只说他的清连剑体 此时释放了出来 这些攻击便连他的护体清连 也是破不开 反而是被他的护体清连 全部吸收了之后 一转之后便又反弹了回去 然后那些灵魁便死伤了一大片 同时 苏璇还放出了他的灵虫来 二三十只金丹镜后期的灵虫 这些只有断体镜的灵魁 同样也不能给他们造成任何的威胁 放出来之后的他们 飞快地四散了开去 帮着苏璇四处查看了起来 也不知道 能不能找到小碗他们 苏璇如此地想到 此时的他只想在这神木之中 尽快地找到于小碗几人 只是 这些灵虫飞出去了几千里了 却都依然没有苏璇的消息 反倒是给苏璇 传回了那南黎游艇的消息来 南黎游艇 苏璇得到了消息之后 不由地便想起了 那南黎游艇的报文小果来 管不了这么多了 南黎游艇 总比这些千篇一律的灵魁 要好看得多 苏璇如是地想到 只是 他都还没有见到 那南黎游艇本人呢 脑海里便想起了系统的提示声来 丁 发现红色品及废品 可变费为宝 为金色品及宝物 第116章 我跟定你了 南黎游艇 红色品及废品 没想到这么快 便遇到这么好的好东西 苏璇听到系统的提醒声之后 兴奋不已地说道 他原本只是想 过来给南黎游艇 制造一些麻烦的 谁知道竟然还有这般的意外收获 赶紧加快了速度 向着那南黎游艇的方向 追了过去 让苏璇奇怪不已的是 自己遇到的成千上万的断体 竟灵魁 到了这里的时候 竟然连一个都没有 这女人运气也太好了吧 苏璇远远地看着那南黎游艇的方向 不由地赞道 让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这南黎游艇 也不知道 究竟是使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把那小瞎子 也留在了身边 这便是 你说的大吉之位 南黎游艇 对着那小瞎子问道 语气十分地不满 没错 就是这个方向 南黎姐姐 你是不是找到了什么宝物 快拿点小瞎子摸摸 小瞎子对着他十分肯定地说道 还妖宫似的 要让南黎游艇 把新获得的宝物给他摸摸 就这玩意 你要是喜欢的话 你就拿着好了 南黎游艇 随手便把一根羽毛 扔给了小瞎子 那羽毛也算是神奇了 虽然通体都是有黑 但是却闪烁五彩斑斓的光芒 让苏璇总算是见识了 什么叫做五彩斑斓的黑 只是他上面却是没有任何的灵力反应 没有灵力 便不能用来炼制法宝 也不能用来炼制灵药 当然 他一根羽毛更不能用来直接吃 所以 哪怕他在黑的五彩斑斓 对于修饰来说 也是毫无用处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的推演 从来都没有出过错 怎么可能 小瞎子拿着那羽毛 摸了又摸 十分地疑惑 感觉自己的自信心 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那南黎游艇 却似乎已经不耐烦了 赶紧推演下一个目的地吧 我可没有时间 继续跟你在这里耗着 那小瞎子 只能无奈地丢下了 那根五彩斑斓的黑羽毛 又拿出了一个古老的龟壳 龟壳里装着 几枚铜钱 摇了摇之后 几枚铜钱 便被他摊在了地上 这般一番补算之后 便指向了南方的位置 第四十六卦 地风生 尚昆夏训 生卦 袁亨 用剑大人 戊 南征吉 听了小瞎子的话 南黎尤婷 赶紧向着那边的方向 赶了过去 那小瞎子 也紧紧地跟在了他的身后 苏璇见到他们 才刚刚一走开 便迫不及待 冲到了他们原来站立的位置 捡起那根羽毛 来查看了起来 五彩黑渊雨 真灵五彩黑渊真雨 红色品及废品 灵力耗尽 可便废为宝 为金色宝物 真灵五彩黑渊的真雨 哈哈 没有想到 这看起来没有任何灵力的羽毛 竟然是真灵的羽毛 不看不要紧 一看苏璇 马上便乐开了花 真灵为何物 那可是拥有神兽血脉的灵兽 修炼到了极强的境界之后 才会化为真灵 而一旦化为了真灵 那他们便拥有了 堪比大成修士的强大实力 堪比大成强者的存在 不要说在天玄大陆之上了 便是这大陆修士日思夜想 想要飞升的灵界 那也是最强大的存在 而且 因为真灵拥有着神兽血脉的原因 似乎还要比大成竞强者 都还要强上几分 这才第一层 便有如此的宝物 怪不得这西域的修士们 千方百计的 也想要把弟子 送进这神墓之中来 苏璇拿着那五彩黑暈的真语 激动地说道 这玩意绝对是宝贝中的宝贝 不要说用来炼制灵宝了 就算是用来炼制通天灵宝 也许都能够用得上 也就是它只是一件材料了 若是被炼制过的话 恐怕它绝对不是红色品级 而一定会是金色品级废品 绝对可以 便废为宝贝紫金色的宝物 哈哈 那小瞎子说得不错 大吉之位在南边 苏璇望着那南里游艇 和小瞎子的背影 不由差一点就笑出了声 赶紧跟了上去 他跟定着女人了 不论是要给他制造点麻烦 还是想从他哪里捡点漏 苏璇都要跟定他了 谁让他长得漂亮就算了 还带了一个寻宝探测器的 不过 苏璇也没有跟得他们太紧 毕竟那女人自身的实力就不弱 还藏着一个 十亿战力的老怪物在身上 你不是说南征籍吗 南里游艇 对着那小瞎子 再次不满地问道 没有错啊 真的是这个方向啊 南里姐姐 小瞎子此时也同样是迷茫不已 他的自信心 再一次受到了打击 没有办法 哪怕他的眼睛是瞎的 他也能够感应得到 挡在他们前面的 是几名强大存在 这些便是那极西之地的外族 躲在不远处的苏璇 也是同样看到了 那几名强大的存在 足足四五人之多 而且各个实力非凡 用系统扫尸了过去 贺连豹豹 木妖一族雪豹部落圣子 妖宠 踏风雪豹 战力 120 0000 贺连航风 木妖一族雪豹部落圣子 妖宠 踏风雪豹 战力 115 0000 五人的座下 全都骑着一头强大的雪豹 因为那雪豹妖宠的原因 几乎每一个人都超过了100万的战力 尤其是那站在最前面的赫连波波 更是高达120万的战力 也不知道 这些家伙究竟是怎么在那龙卷风之中 还能待在一起的 又或者是 他们那边进入神木的时候 根本就不是以西域这边的方式 根本就没有刮龙卷风 反正 此时的南离游艇一个人 便要面对他们五人 南离游艇自然是不会害怕这五个家伙 但是 却也不是轻松便能够赢下这五人的 虽然说 他拥有着280万的战力 可以硬抗原英中期强者 人家也是不弱 人家也能够堪比一般的原英出七 而且 五人似乎还带着一套合击阵法 合击的话还会更强 反观南离游艇这一边 自己不但只有一个人对敌 还得保护着一个脱油瓶小瞎子 下一次 在这般的话 你就自求多福吧 南离游艇对着小瞎子冷冷地说道 小瞎子赶紧躲在了他的身后 委屈巴巴地说道 不会了 不会了 南离姐姐 你千万不要 丢下小瞎子在这里啊 你丢下了我的话 我连方向都看不见 一定活不下去的 小家伙可怜巴巴地说道 放心 放心 小家伙放心好了 你南离姐姐不要你了 这里还有你苏璇哥哥 躲在暗处的苏璇听后 在心里念叨道道 因为此时的苏璇 已经再次听到了系统的提示声 丁 发现金色品级废品 可变费为宝为 紫金色品级宝物 第117章 神功之灵 这一次比上次的更厉害 上一次还只是红色品级而已 而这一次 直接变成了金色品级的废品 金色品级的废品 苏璇想想都是激动不已 不过激动归激动 苏璇也没有那个 英雄救美的觉悟 只是躲在一边看着 不但看着他的金色品级废品 还想要看看那五头雪豹的 如何占南离的 更想看看那南离游亭 在斩杀了这五头雪豹之后 会不会换上新的雪豹纹爆纹小果 哦 五头雪豹 发出阵阵惊天动地的怒吼 身后开始浮现出 一座座风雪滚滚的虚影来 同时 他们的身影 也是急速地变大 转眼之间 便高达十多丈 妖兽的修行 以修炼自己的肉身为主 而且 都十分地喜欢 让自己往巨大的方向 进化修炼 这五头雪豹也不例外 他们全都化身为 几十丈的巨兽 在他们身后 那风雪滚滚的虚影 衬托下 犹如一座座山岳 横卧在了南离游亭的面前 而他们身上的 那赫连部落的五名圣子 他们的身形 却是没有变大 还是以前正常人类大小 此时的他们 就如同挂在五只雪豹身上的 小铃铛一样 模样颇为滑稽 不过他们此时躲在了 雪豹厚厚的皮毛中 南离游亭 要想击杀这五人的话 他便只有跟着五头 强大的雪豹硬抗才行 不能打败五头 几十丈大小的雪豹 也就不能 伤到他们分号 哈哈 小姑娘 我看你 还是束手就擒吧 贺怜五子 哈哈大笑了起来 有了这身下的五头雪豹 便是来五个原因初七 他们也能够拿下 更不要说 眼前娇滴滴的小姑娘 只有助击巅峰了 他们手上的合击阵法又一闪 五头雪豹诡异的 便出现在了五个方位 将那南离游亭的五个方向 全部封死 这时候的南离游亭 连退走逃离的都没有机会了 然后 他们就指挥着身下五头雪豹 狠狠地向着南离游亭撞了过去 完了 平了 这一撞绝对会平了 苏璇望着那五头雪豹 一起向着南离游亭撞了过去 十分可惜 他那上好的好身材 面对五座山峰一般的妖兽 向着自己撞了过来 那南离游亭也不敢大意 赶紧祭出了自己的 本命灵宝气呸出来 一口小鼎被他释放了出来 小鼎在空中一闪 一阵阵珠红火焰便击视而出 然后又急速地扩散开来 一时间便像是火山爆发了一般 珠红色的火焰铺天盖地倾泻了下来 刹那间 方圆千米都弥漫在这火山爆发 一般的珠红火焰之中 那是他天赋神通 南延离火 都给本宫去死吧 他大吼一声道 南延离火向着五头雪豹 铺天盖地倾泻了过去 如同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火焰 看到这一幕的苏璇 可惜地在心里的大大叫 不要烧 不要烧 烧坏了 就不能换爆闻小果了 五头雪豹虽然凶悍 但是奈何却长了一身好皮毛 那南延离火 又如同雨点一般地落了下来 刹那间便周身着了火 顿时痛得疯狂惨叫了起来 甚至顾不得他们身上的赫连五子 不是拼命地在地上打滚 想要扑灭火焰 便是发了风势的逃窜 想要寻找水源灭火 他们身上的赫连的五个大冤种 这时候也全都惊恐地大叫了起来 不好 快逃 这女人是南延圣地的南廉游艇 在这西域里 也有不少火焰类法宝 甚至还有一些深具一火的修饰 但是一般的火焰法术 一火 要么根本就破不开 妖兽强大的防御力 要么一小朵火焰过去 对于高达几十丈的妖兽 就如同是挠痒痒一样 哪里见过像南廉游艇这般 能够释放出铺天盖地的火焰的 而且还是她的天赋神通 南延离火 五个家伙早已经没了当初的嚣张 驾驭着自己的着了火妖宠 赶紧四散而逃 甚至一个家伙屁 鼓出的雪豹皮毛正好着了火 还吓得他赶紧从雪豹身上跳了下来 然后被南廉游艇赶上 一巴掌便拍了得稀爬烂 没有办法 不要看着赫连无子 他们每一个都拥有着一百多万的战力 但是 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他们的妖宠 离开了他们的妖宠 他们的战力也就只有十多万二十万不到 这般的战力 在南廉游艇的两百多万的战力面前 简直就跟蝼蚁一般 算你们逃得快 南廉游艇 看着四散而逃的几人没有去追 没有办法 他刚刚使用自己的天赋神通 看似威风无比 威力也巨大 但是消耗却同样十分巨大 就那一招 就已经消耗了他大半的灵力 只能坐在了地上 先恢复了一些灵力再说 毕竟 他可没有苏璇和胡青爵的两仪阴阳丹田 更没有修炼那神级功法 阴阳两仪相生负 看到这一幕的苏璇 不由得在心里大喊 快追啊 你的报温 小果都跑了 只是喊了半天 他心里的话 人家南离游艇 也是没有听见 只能无奈地蹲在哪里 都怪你 要不是你的话 那神功之灵 已经到了 我们手上了 现在好了 打劫没有打到 反倒把老三给打没了 千里之外 赫连五子 已经变成了赫连四子 此时的他们 胆战心惊地聚在了一起 他们身后还跟着五头 收起了巨大身形的雪豹 一身好皮毛 九成已经被烧光 光秃秃的 就像是五头五毛毛一般 可怜兮兮地跟在他们身后 一见面 老大赫连波波 便对着那老二赫连长风 数落了起来 老子怎么知道 咱们的点会这么悲 竟然遇到了 男里有停那封女人 赫连长风 也是十分郁闷 现在争这么 有什么用 反正老三也不是 我们一个妈生的 死就死了吧 死了的话 以后还能够少分一分家产 咱们还是想想 如何才能把那神功之灵 从那男里有停的手中 给抢过来才是 老四赫连数对着二人说道 在他们外族眼里 讲究兄中弟级 甚至有收纪婚的传统 他早已经惦记他几个三嫂 不知多少年了 这下子回去 终于可以下手了 老五赫连一朵听后 赶紧说道 要去你们去好了 反正我是不想像老三那样 被烧了屁股 不要说他害怕了 其他的三人 同样也是害怕无比 甚至 他们身下的五头雪豹 也同样是瑟瑟发抖 现在只能期盼 那男里有停认不出来 那神功之灵了 应该认不出来 毕竟那玩意实在是 太不起眼了 若不是上一次 神木开启之时 父亲大人正好 对着他拉屎的话 谁又会想到 他一块黑漆漆的大石头 会是神功之灵 宝物呢 本宫问你宝物呢 男里有停 总算是恢复了灵力 脚踩着一块黑漆漆的大石头 对着那小瞎子 问了又问 第118章 点太背 又遇到放火的了 男里有停 总算是恢复了灵力 脚踩着一块黑漆漆的大石头 对着那小瞎子 问了又问 我我我我 小瞎子再一次地拿出了 他那古老的龟壳 又捕算了好几回 只是捕算了半天 也是没有算了出来 那宝物就被男里有停 踩在脚下 最后只能无奈地说道 也许是我又算错了 下一次 下一次 小瞎子一定保证帮男里姐姐 寻到一件大宝贝 小瞎子对着男里有停保证道 只是男里有停 此时已经失去了兴趣 对着他说道 不用了 本宫 估计在这第一层的恋皮界 也不会有什么好东西 你还是赶紧帮本宫补算一下 那第二层的入口吧 作为男言圣地圣女的他 自是本来就高 寻常人眼里的宝物 在他的眼里 经常都是稀松平常 所以 他已经对这第一层恋皮界 失去了兴趣 同时 男言圣地很少有参加过 这神木试炼 原本他们准备是跟 西明圣地一起走的 现在跟西明圣地走散了之后 他连一张在这神木中的地图都没有 而这神木开启到关闭 又只有半年时间 他的最终目的 又是那第七层的恋魂界 便更不想跟这小瞎子 继续在这第一层空耗下去 耽误时间 小瞎子听后 虽然心有不甘 但是却也只能赶紧地蒲算了起来 等到蒲算完了之后 他又对着那男李游亭问道 咱们不找那杜公子了吗 我说了 他不是你们口里的杜公子 他叫苏璇 天玄宗的宗主 男李游亭 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那苏璇他又不是没见过 只有助击出气的修为 如果不算上他 带着这个小瞎子的话 绝对算是这次参加试炼里 修为最低的存在 此时的他 已经连这小瞎子都产生了怀疑 就更加不要说他 极力推荐的苏璇了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无论是那杜公子 还是那苏璇 都是一个人 而且现在 还就躲在他的不远处 正死死地盯着他那双光节如玉 修长纤细的大长腿 踩着的那块 黑漆漆的大石头 等到男李游亭才一走 苏璇便赶紧冲了过去 用系统扫尸了起来 神功之灵 七恋神功失落之气灵 失去记忆 金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宝物 气灵 这块黑漆漆的石头 竟然是这七恋神功失落的气灵 苏璇看到介绍之后 震惊的嘴巴都快合不拢了 他原本以为 这东西跟那根羽毛一般 只是一块炼气的材料而已 谁能够想到他 竟然是这七恋神功失落的气灵 而七恋神功 便是这所谓的神木 虽然他是失落了的 虽然他连记忆都失去了 但是 他也是气灵啊 赶紧就要 捡起这块黑漆漆的石头 离开这里 只是 就在此时 一道道哈哈大笑的声音 却是响了起来 哈哈 原本以为 咱们这一次设局 要赔了夫人又折兵 谁知道 不但夫人还在 这局也没有白设 赫连长风 哈哈大笑着说道 老二 咱们兵好像蛇了 老三不是没了吗 赫连抱抱 对着赫连长风提醒道 这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 神功之灵还在 而这家伙 好像便是那肥羊苏璇 赫连长风 对着赫连抱抱说道 他们从探子 哪里得来的消息里 他们可是知道 苏璇光是一场 百门大笔 拍卖试炼令 便赚了四百多亿零食 那么多的零食 绝对是赫连长风 最想打劫的对象之一 他就是肥羊苏璇吗 不是说 他身边还有两大圣女吗 两大圣女都到哪里去了 老四赫连树 赶紧问道 苏璇听了四个憨憨的话 才明白 他们竟然是在这里 学着人家 在这里挖坑埋人 对于他们认识自己 苏璇也不觉得奇怪 毕竟前段时间 西域哪些光是外族探子 便抓了几百人 自己在百门大笔中 那般的耀眼 怎么可能不会让那些探子 注意到自己 不把自己的消息传了回去 小子 放下你的除物袋 再告诉本圣子 你女人的下落 本圣子便饶你一命 赫连抱抱 对着苏璇大吼道 再一次驱使起 他身下的雪豹 他身下的雪豹 再一次化为几十丈大小 身后的风雪虚影 也再一次地显露了出来 放下除物袋 告诉你女人的下落 其他三人也纷纷地说道 驱使着雪豹化身成几十丈大小 甚至 就连已经死去的老三的雪豹 也跟着一起 然后 他们手上的合击阵法 再次一闪 五头雪豹 又一次地将苏璇给围栽了起来 断绝了苏璇所有逃走的退路 如同山岳一般 横断在苏璇面前 只是少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上好毛皮 没有了刚刚的威风 显得有些滑稽 小子 给你最后的机会 赶紧放下除物袋 交出你女人的下落 赫连兄弟纷纷大吼道 就不幸了 他们对付不了一个 助击近巅峰的南离游艇 还对付不了一个助击出气的苏璇 望着这一切的苏璇 看了看那五头 已经被烧成了无毛毛的雪豹 只是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 他们的点实在是太北了 苏璇不但站立 超过那南离游艇十多万 而且他同样也会放火 而且还不止一种火 可怜的几只雪豹 若是你们生在地球上 你们便是一级保护动物 苏璇无奈地叹息道 只感觉这五只雪豹 才是真正的大渊重 遇到了赫连家的这五个憨憨 不过叹息归叹息 一团九色悬言 却还是向着五头雪豹击舍去 希望能够留住几块好点的皮毛吧 这样下次见面 才有礼物送给那南离游艇 苏璇摇了摇头道 时刻记挂着南离游艇 九色悬言飞快地 向着五头雪豹击舍去 不过跟南离游艇不同的是 苏璇没有选择铺天盖地 而是选择了精准打击 九色悬言化为五只九色利剑 目标指指鹤 连波波等屁 鼓的位置 卧槽 这家伙怎么也会放火 123456789 麻痹的 这是九色悬言 九种一火合成的九色悬言 不好 老子的屁 鼓好像着火了 不好 不好 快烧到鸟了 烧坏了三嫂子们怎么办 啊 老子屁 鼓也着火了 老子严重怀疑 刚刚老三死的时候 这家伙就在一旁 第119章 竟然被一块石头骂了 老子屁 鼓也着火了 老子严重怀疑 刚刚老三死的时候 这家伙就在一旁 五个家伙疯狂地大叫了起来 他们是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 这次他们想要打劫的对象 又踏马地会放火 比那男理有听男言 离火还要厉害 而且 还更加地精准 直接就烧起了他们屁股的位置 不能放手 千万不能放开 一旦掉下去 咱们就要去见老三了 赫连长风 疯狂地大吼提醒大家 老三的生死 还历历在目 不用他提醒其他三人 也会死死地 抓住身下的雪豹不放手 任由雪豹 在地上疯狂地打滚 在狂风中击齿 任由九色悬檐向着他们的屁 鼓烧来 传出一阵阵烧焦的焦臭 只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苏璇除了放出了那九色悬檐 还放出了另外的一种火焰 那便是红莲夜火 老大 明明我们挖坑失败 还丢了那神功之灵 都这么惨啊 我怎么还感觉 心头一片火热 赫连长风对着 赫连波波问道 这家伙最是奸诈 所以身上的罪业也是最多 红莲夜火的发着的也是最快 对啊 我们此时的心 难道不应该是拔凉拔凉的吗 我怎么也感觉 心头一片火热 赫连树也不解地问道 他一心记挂着几个三嫂 罪业一点都不比二哥少多少 自然是第二个发着 啊 我的心 我的心 很快其他二人心中 红莲夜火也开始发着了起来 炙热的火焰 开始灼烧他们的心脏 让他们再也坚持不了 从身下的雪豹身上掉落下来了 从那雪豹的身上落下之后 更是跟发了风的雪豹一样 在地上疯狂地打起了滚来 甚至 赫连长风实在受不了那种钻心之痛 用手疯狂地向着心脏位置掏了进去 掏出一颗燃烧着熊熊火焰的血淋淋心脏来 只是 就算是 他把心脏都掏了出来 那火焰也没有就此熄灭 直到将他的肉身连同神魂一起 全部烧成了灰烬 这才飞回了苏璇的丹田之内 五个憨憨学什么不好 雪人家挖坑埋人 杀人夺宝 最后落了个身死盗销 还连累五头 可怜的雪豹 也同样被酒色 悬眼给活活烧死 苏璇翻来覆去地检查了好几遍 总算是找到了几块 没有被烧坏的爆皮 又挑选了一块巴掌大 纹路最是精美地收入了厨物袋中 这下子 总算是有礼物送给那南梨游艇了 苏璇如实地想到 时刻记挂着南梨游艇 然后又向着其中一头雪豹的妖斧 掏了过去 看他们拥有一百多万的战力 应该有妖丹才对 这几头雪豹 能够给他们的主人 提升几十万 甚至一百万的战力 堪比原因强者 苏璇估计 他们绝对不可能 是什么驻鸡境的妖兽 肯定是金丹境的妖兽 金丹境的妖兽 便会跟人类金丹境修饰 凝聚金丹一般 在体内凝聚出一颗妖丹来 而且这妖丹还不会像人类那般 到了原音境便破丹成音 而是伴随着妖兽一身 境界越高妖丹越强 同时这妖丹也是 炼制丹药的上好材料 金丹境的妖兽妖丹 炼制三四品 丹药没有一点问题 苏璇自然是不会放过 用手一掏果然一颗 光洁如玉的雪白妖丹 便被苏璇给掏了出来 里面更是有着一支 迷你雪豹在里面游走 那便是被烧死雪豹的妖魂 妖魂都是完整的 苏璇惊喜地说道 妖丹之中含有妖魂 妖丹的价值 还要比没有妖魂的妖丹 要高上数倍 苏璇赶紧又对着 其他四支雪豹的妖斧 掏了过去 很快 五头雪豹的妖丹 全都被苏璇给收集了起来 然后 苏璇又拿出了 那六道传送阵来 直接将五头妖兽的妖狮 给扔了进去 传送回了天玄宗 这妖兽的尸体 血肉可以直接食用 也可以炼制丹药 骨骼牙齿可以炼气 全都好东西 苏璇可不会浪费 等把这五头妖兽 全部给收拾完之后 苏璇又把四人的储物袋 也给收集了起来 打开储物袋一看 总共也就只有几十万的零食 法宝 天才地宝 甚至是丹药 却全都没有 真他妈的穷啊 苏璇有些失望 那赫连部落 能够得得到五个 进入这神木的名额 又驾驭这五头 如此强大的雪豹 身份肯定不简单 苏璇还以为 他们的身上会有不少的宝物 哪里知道 竟然总共也就只有 几十万零食而已 不过 储物袋里没有什么零食 妖丹倒是不少 光是跟那五头雪豹 一般大小的妖丹 便足足有着十多枚之多 而且还有一枚 蟒蛇妖丹 比雪豹妖丹 还要大上一圈 里面的妖魂 更加的灵性失足 苏璇估计 最少都应该是 原因及强度妖兽所有 对妖丹的价值 苏璇也是一窍不通 所以也很难估计的出价值来 不过他估计这玩意 炼制出的丹药 绝对会让那些原因 老怪心动 然后苏璇又看向了 那黑色石头 这才是他这一次 最大的收获 赶紧捡了起来 带着这玩意 离开了这里 半个时辰之后 苏璇已经出现在 一处山洞之中 进入之后 又在洞口 布置上了一套 隐藏法阵之后 苏璇才打开了系统 准备变废为宝 丁 宿主要变废为宝 神功之灵 需要耗费五百万声望 耗费巨大 请问宿主 是否确定变废为宝 五百万 麻痹的 这块破石头 竟然要五百万 苏璇望着眼前的黑色石头 不敢置信地说道 要知道 他凑了这大半年 总共也才只有 五百二十万的声望 以前都是几万 十万的用 这一下子 竟然要五百万 苏璇一时间 哪里接受的了 第一次 第一次苏璇 在花声望这件事上 有一些犹豫了起来 到底是用呢 还是不用呢 这玩意 实在太不起眼了 黑漆漆的 长得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真的得有些担心 声望花掉了 却得到个屁 都没用的东西 苏璇望着那黑石头道 只是 他话音还未落 便听到那石头 对着他 破口大骂了起来 你才丑 你全家都丑 你家祖宗十八代都丑 卧槽 老子今天竟然 被一块石头骂了 苏璇不敢置信地 看着那块黑漆漆的石头 一时间震惊地 都有些傻了 赶紧一把抓起了 那块石头来 要好好地研究一番才行 只是他的手 才抓起了那块石头 那石头便对着苏璇 惊恐地大叫了起来 不要往本宫身上拉屎 本宫最怕臭了 求求你了千万不要 往本宫身上拉屎 拉屎 苏璇听了更是不解 自己可是助激进修士 早就已经闭谷 不用吃饭 自然也就不用拉屎撒尿什么的了 当然 不解归不解 苏璇 却还是要吓唬吓唬 这家伙一下才行 放心 放心 我怎么会对你拉屎呢 我会把你 那黑色石头 听到不会扬自己身上拉屎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只是下一刻 苏璇却又对着他说道 我会把你 直接扔进毛厕里 第120章 能力牛逼到家 智商为负的神功之灵 我会把你 直接扔进毛厕里 啊 不要啊 本宫最怕臭了 求求你了 千万不要把本宫 扔进毛厕里啊 那黑色石头 发出了凄惨的尖叫声来 吓得瑟瑟发抖 一块石头瑟瑟发抖 若不是亲眼所见的话 苏璇估计打死 都不会相信 只是 更加让苏璇不敢置信的是 这家伙吓着吓着 竟然还长出了一对小手 一对小脚出来 最后 更是掩耳口鼻舌应有尽有 这可把苏璇吓了一大跳 害怕被他给突然咬上一口 差一点就把他给扔了出去 不过 这家伙 似乎不聪明的样子 只是一个劲的 大声尖叫 并没有想要咬苏璇的样子 何方妖念 报上名来 苏璇对着他大吼一声道 虽然他知道 这家伙乃是这七恋神功之灵 但是 系统也说了 这家伙已经失了意 苏璇更想知道 他现在到底 还记得些什么 本宫 本宫也不知道 本宫是什么妖念 反正本宫是 被一坨屎给凑醒了的 那黑色石头 对着苏璇说道 一坨屎 苏璇不解地对着他问道 对 就是一坨屎 那家伙 叫贺连伯章 你都不知道 他有多坏 本宫睡得明明是那么的香 他对着本宫的头上 就是一坨屎 给拉了下来 本宫就被他给凑醒了 然后 他就一直要挟 本宫帮他办事 不给他办 他就又要往本宫的头上拉屎 然后他还要挟本宫 必须在原来 跟他相遇的地方 等他三百年 要不然的话 他又要往本宫的头上拉屎 听到这里苏璇觉得 自己不能再跟这家伙聊下去了 再聊下去 害怕自己 也被这家伙的傻给传染上 不过 前因后果他倒是知道了一些 肯定是三百年前 贺连家那几个憨憨的长辈 突然想要拉屎 找了个地方 正好就拉到了这家伙的身上 然后就又把这个秘密 告诉了贺连家的 那五个憨憨 而这家伙 似乎比那五个憨憨还要憨 你说他没手没脚也就算了 他明明有手有脚 而且似乎他还是 自己走了 回到原来的位置的 因为在神宫关闭的时候 也会向苏璇他们进来的时候 突然一股强大的力量 便会把参加试炼的人 给全部传送了出去 也就是说 除非那贺连伯章 从来都没离开过 第一层的恋皮戒 不然的话 是不可能把他 给送回第一层的 这家伙 绝对是迈着他的一对小短腿 从那神木的深处 自己又走回到了 原来的位置的 这家伙哪里 只是失了意 绝对是把所有的智商 全都给弄丢了 有个能上幼儿园的智商 都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来 苏璇对他似乎已经失望了 更加不肯耗费 五百万声望 将他变废为宝 不过 苏璇对他到底 帮了那贺连伯章做了什么 倒是来了些许兴趣 毕竟那贺连伯章 没有好处的话 也不会让他家的 五个憨憨 专门找了过来 老实交代 你到底跟那贺连伯章 干了那些坏事 苏璇对着他问道 没有 本宫没有 本宫 只是帮他把几只 原音境后期的灵魁 弄到了第三层 然后 帮他把他的敌人 给丢到了第六层而已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苏璇对着他 不敢置信地问道 我也就把几只 原音后期灵魁 给弄到了第三层啊 然后 又把几个 贺连伯章的敌人 给扔到了第六层 我真的没有干什么坏事啊 黑石头对着苏璇尾 屈巴巴地说道 得到肯定地回答的苏璇 瞬间感觉 几倍冷汗直冒 抓住这家伙的手 也开始颤抖了起来 原音后期的灵魁 不要说几只了 只需要一只 就足够让他苏璇头疼的了 就更加不要说 还能把人直接给扔到第六层去 有着足足七尊 化神镜 灵魁镇守的第六层 苏璇甚至觉得自己 能够保住这条命 都是合其之性 贺连加 那五个憨憨 只要他们 先把这家伙给收服了的话 此时自己的小命 肯定已经不保 甚至若不是这家伙智商 几乎为负的话 苏璇都要丢下他 赶紧逃之夭夭了 当然也就更没必要 用系统 给这家伙变废为宝 让他恢复了记忆 此时他的能力 已经足够让自己 在这神木之中 浑得风生水起 而且还更好控制 嗯 这确实不算是什么多坏的事 这样吧 以后 你也就这样 伺候本宗主 就是了 本宗主保证 不往你头上拉屎 苏璇对着他说道 已经开始盘算着 该如何好好地利用这个 能力牛逼到家 智商却为负的家伙 本宫听话 本宫一定会好好的 伺候主人你的 那黑色石头 松了一口气 对着苏璇说道 主人 本宫 这称呼怎么这么不顺呢 以后不许再自称本宫 你的叫小黑 苏璇随便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只是这家伙听了之后 却是欢呼雀跃 好 以后小黑叫小黑了 小黑叫小黑了 小黑终于不用叫史剑筹了 那黑色石头 欢呼雀跃地说道 史剑筹 苏璇听后 十分地疑惑 实在想不通 这小黑的名字 为何能够让这家伙 会如此地开心 而史剑筹 又是什么玩意 就是史剑筹 该死的赫连伯彰 给小黑取的名字 难听得要死 小黑当时就觉得 这名字不适合小黑 他还非说这名字 非常的贴切 还是主人 你取的名字好听 小黑对着苏璇说道 破 苏璇听后实在是忍不住了 不得不在心里念叨 在看来取名字这件事上 本宗主还是太过随意 一点都没得人家赫连伯彰有创意 对了你还记得上次 踩在你身上的那个鲍文女子吗 苏璇有对着小黑问道 记得 记得 那小姐姐是小黑这三百年来 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子了 小黑怎么可能不记得 小黑激动地说道 以他那智商 肯定是忘记了这三百年来 这神宫一直都是关闭着的 那南黎游庭乃是他这三百年里 他见到的第一个女人 是吗 本宗主怎么不觉得呢 苏璇假装不幸地对着他问道 肯定的 那小姐姐穿的衣服漂亮 腿又白又长 当然是最漂亮的人了 小黑十分肯定地说道 不信 除非你想办法 把他给弄到这里 主人我亲眼看了 主人才会相信 苏璇对着小黑说道 已经快一个时辰 没有见到南黎游庭了 苏璇对他甚是想念 刚刚耽误了不少的时间 他们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了 虽然说有凌峰跟着他 苏璇知道他所在的方向 但是这女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苏璇可不想在后面吃力地追他 必须要让他回到自己身边来 第121章 把那些妖兽给扔进第六层去 遵命主人 小黑听后就要马上行动 小短手一招 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他手上传出 强大的力量 瞬间就让这一方天地变色 苏璇甚至感觉 他随手一挥的力量 比刚刚把他们传送进这里的龙卷风 还要强 等等等等 苏璇又赶紧叫住了他 咱们躲到那边偷偷地看 苏璇对着小黑说道 好的主人 他又收起了神通来 天地又恢复了平静 两人决定要选一个十分隐蔽的位置 躲了起来之后 选来选去 苏璇还是觉得 刚刚发现小黑的地方 这里风水不错 很望自己就不说了 还能让南里游亭有故地重游的感觉 带着小黑又赶了回去 五千里之外 南里游亭正带着小瞎子一路急迟 哪怕就算是带着小瞎子 他的速度 依然堪比原因中期强者 一个时辰不到 便已经赶到了五千里之外 这一路上还算顺利 你也算有点功劳 南里游亭对着小瞎子说道 在这神木之中 四处都是危险 更有无数的灵魁 时不时地冒了出来挡路 但是有了这小瞎子的带路 他们自从跟苏璇分开了之后 不但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 甚至就连一只灵魁都没有遇到 虽然没有发现什么宝物 但是至少不会耽误时间 他们甚至已经隐隐地 能够看见那进入第二层的传送之门 最多只需要再赶上半个时辰 他们便可以进入第二层了 南里姐姐就放心吧 小瞎子去疾避凶的本事 还是有的 小瞎子被南里有停垮的心花路放 十分得意 突然一股强大的力量 便向着他们席卷而来 刹那之间天地变色 二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便给席卷了进去 小瞎子 你不是说没有危险的吗 南里有停对着小瞎子大喊道 还以为是不是触碰到了什么禁止 要被传送进什么险地 在这神木中 最危险的便是险地 里面机关重重 危险程度甚至超过灵魁 没问题啊 小瞎子不算过的呀 没有危险的呀 小瞎子也是一脸猛逼 幸好那力量来到快去的也快 他们又稳稳地落回了地面 并未遭受到任何危险 我就说没有危险吧 只是虚惊一场 南里姐姐 你说是不是 小瞎子松了一口气 对着南里有停说道 他眼睛看不到 自然是没有发现什么不对 对 没有危险 你说得太对了 南里有停美好气地对着他说道 眼前的一切是 那样的熟悉 他又站在了 刚刚他恢复体力的地方 唯一不同的便是 这里似乎又经过了一场战斗 然后就是 他曾经踩在脚下的那块黑色石头 似乎不见了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这是真不是人家小瞎子的错 罪魁祸首 正是他看都没有正眼看过的黑色石头 而且 此时正跟苏璇躲在暗处 指着他的洁白如玉 修长纤细的小腿 品头论足 看看 看看这小腿 够长吧 主人 这绝对是小黑三百年里 见到最长的小腿 躲在暗处的苏璇 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巴 你讲话的时候 能不能用传音 传音是什么 啊 苏璇听了之后 瞬间感觉无语 只能在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 人家只是一块石头而已 而且还是一块智商为负的石头 但凡智商 能够达到上幼儿园的水平 也不会被自己忽悠了 也懒得给这家伙解释 什么叫传音 因为苏璇害怕把他给教聪明 自己控制不住 赶紧带着这家伙 离开得远了一些 实在不敢 让他离南里友庭太近 害怕被南里友庭给听见了 虽然 苏璇不怕南里友庭 但是却不得不小心 藏在他身上的老怪物 甚至 连跟着他的凌风 苏璇也收了回来 因为完全已经不用了 因为有了小黑之后 不要说他还在第一层 就算是他都跑到了第四层 第五层去了 也能够让小黑 把他瞬间送回第一层 而且还是刚刚的位置 再帮主人 我找到这几个人 看看他们 有没有危险 苏璇又拿出了 于小婉等人画像来 主人跟他们有仇吗 是给他们扔几只 原音镜后期的灵魁呢 还是把他们直接丢进第六层去 小黑对着苏璇问道 这家伙似乎十分享受 给人扔几只强大的灵魁 你家主人像是那种 跟谁都有仇的人吗 苏璇赶紧对着他说道 真的害怕这个憨憨 一下子把于小婉他们 给扔到那第六层去了 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危险 若是有的话 你得赶紧想办法救他们 他们要是有丁点的危险 你就等着 被扔进茅厕一万年吧 苏璇对着这家伙要挟道 小黑一听 顿时吓得再次瑟瑟发抖了起来 没有办法 他若是上过一天幼儿园 也不可能害怕一坨屎 更不可能 让苏璇在他面前耀武扬威 小黑不敢 小黑不敢 小黑一定会保护好 两位小姐姐 和一位小哥哥的 赶紧对着苏璇说道 也不用太过保护他们 只要不是他们遇到了 原音镜的灵魁 又或者是奇妖兽的家伙 你都可以不管 苏璇又对着他说道 于小婉等人近来 是寻宝试炼的 试炼就必须要有厮杀 才能达到试炼的效果 尤其是于小婉 在不断战斗中 他才能得到突破 小黑明白了 小黑这就把那些 能够伤害到两位小姐姐 和那位小哥哥的家伙们 全都给扔进第六层去 小黑听了之后 马上对着苏璇说道 让苏璇都不由地觉得 这家伙的智商 似乎可以上幼儿园了 嗯 这个办法确实不错 不过能不能 只把那些家伙的妖兽 扔进去 把他们自己 留着原来的地方 如果能把他们 全部再分开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苏璇一脸邪恶地笑着 对着小黑问道 那帮外族 几乎都带着一只 强大的妖兽进来 而且还没有被分开 这对于西域的修士来说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虽然说 苏璇跟队 进入这神木试炼的 所有修士 都没有什么的好感 但是他终究 还是西域的修士 也不想看着那帮外族 骑着一群 妖兽就算了 还连手欺负人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小黑这就照着 主人的意思去办 第一把二十二章 下面你再把练魂番 给你家主人弄来 小黑这就照着 主人的意思去办 小黑听后 赶紧再次施法了起来 万里之外 一名江云宗的弟子 此时已经绝望 难道我就要 陨落在此了吗 宗门为了把我送进来 连家底都掏空了 我就这般的陨落在此 我怎么对得起江云宗 怎么对得起 我师父 师叔 师兄他们 怎么对得起江云宗的 他绝望仰天大吼道 此时的他是多么的不敢 在他的面前 是三名骑着妖艳 滔天双头狼的木妖一族 每一只双头狼 都拥有着金丹静 后期的实力 这样的存在 来一人 都不是他一名 驻激进巅峰能够面对 更不要说 还是三人 此时的他 就连宗门给他的保命保物 都用光了 但是那三名木妖一族 却依然猫系老鼠一般的 缓缓地向他靠近 只是 就在此时 一股强大的力量 给拉扯了 突然出现在他们的上空 强大的力量 竟然将三人坐下的坐骑 硬生生地给分了开来 妖兽被直接拉进了 那股力量之中 然后便是三人中的两人 在一脸茫然中 便也被拉入那股力量中 只剩下一脸猛逼的一人 我的妖宠呢 我的兄弟呢 你们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那家伙 瞬间就慌了 而那将云宗的弟子 此时却来了精神 大吼一声 老天爷啊 你终于开眼了 然后举起手中的法器 就向着那家伙 追了上去 与此同时 比如说离他千里之外 五名骑着巨蟒的黑衣汉子 正如同猫戏老鼠一般的 追着一名东阳圣地的 助击强者 然后 下一刻他们身下五头 黑色巨蟒 也同样被一股强大的力量 给吸了进去 而且 五人之中有四人 也跟巨蟒一般消失不见 只剩下了一个 实力最差的家伙 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然后 又被那东阳圣地的助击高手 一剑给直接了结 而离他不远处 一身白衣的丁少白 在刚刚也同样是狼狈不已 差一点就要把他的杀手简化 神级福宝万重山 扔了出去保命了 因为围攻他的 八人身下的八头巨鳄 几乎每一头 都有着堪比原因强者的实力 不过此时 已经被那股强大的力量 给拉扯了进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同时 其中的七人也不见了踪影 只剩下了一人 还留在这里 你走吧 本公子要一个打十个 打你一个没意思 回去叫七十个之后 再来挑战本公子 丁少白见此 收起了手中的化神福宝 对着那猛逼的家伙说道 如此的机会 不用来装逼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丁少白决定 好好地装一把 听得那猛逼的家伙 更加地猛逼 不明白 这家火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幸好那东阳圣地的男子 赶了过来 一剑了结了这猛逼的家伙 不然那猛逼的家伙 还不知道要猛逼多久 丁兄 丁兄 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那东阳圣地的男子 拉着他赶紧逃走 本公子不走 本公子要一个打十个 丁少白边逃 边对那东阳圣地的修饰说道 说好的不走 速度却比那东阳圣地的修饰快得多 差一点那东阳圣地的家伙 就追不上他了 丁兄 你慢点 慢点 慢个屁啊 丁少白只是喜欢装逼 人又不傻 刚刚能够逃过一劫 就已经算是命大了 万一真的再来十个 不 来五个 他也不一定活得下来 当然 苏璇也不是 把所有人都给救了下来 血云宗的一名弟子 就因为实力实在是太弱 就算是把血云空给他的福宝 都给用掉了 但是还是没能逃脱那些 外族的追杀 被一头炎羊给击杀 而这些炎羊 既然已经成为了妖兽 也就不会分什么食草动物 食肉动物 三头炎羊拉扯着他的尸体 只用十多息的时间 便将他分食了得干干净净 不要说骨头了 就连衣服都没有吐出来一片 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木妖一族 都正好遇到了西域修士 他们中大多数还骑着他们的妖兽 正在跟一群灵魁厮杀战斗 木妖一族以饲养妖兽为主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炼气师 他们最缺的便是法宝 法器 西域各宗门之间更是严禁法器 法宝之类的东西流入了极西之地 甚至这条禁令 连大陆第一商谷世家 一奉楼都不敢触犯 而很快 他们便要入侵西域 所以 他们自然是不会放弃 在这里收集法器法器法宝的 大好机会了 他们的妖兽 每一头都有着数十丈高大 他们驱使着妖兽 就像推土机一样 在这些断体精灵魁群中 放肆地碾压 连法术都不用 直接碾压过去 就能收割大量的灵魁 然后 收集大量的法器 哈哈 有了这些法器 我们这一次 入侵西域的战斗 便会轻松很多了 杀 杀 把这些灵魁 全部都给本少主杀光 他们放肆地大叫着 驰骋着 只是下一刻 那股强大的力量 就降落在了他们身上 然后他们引以为傲的妖虫 便被硬生生地给夺走 原本结队的同伴 也刹那间便不见了 此时的他们一瞬间 就猛逼在了原地 甚至有几个家伙 没有反应过来 竟然被几只断体精的灵魁 给一剑刺穿了胸膛 然后无数的灵魁涌了上去 乱刀 把他们给劈成了碎片 分开了 分开了 全都分开了 他们的妖兽 也全都被扔进了第六层了 小黑拍了拍手 一脸轻松地说道 苏璇还有些不放心 毕竟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 对着他又说道 把他扔到那些 化神镜强者的身边去 早就这般做了 小黑一副我懂的表情 那样子让苏璇一看 便知道他三百年前 没少帮赫连伯彰干这事 似乎已经干出了经验来了 他甚至小短手一招 一颗颗的腰单 便出现在了他手中 然后一脸讨好的 交给了苏璇 看得苏璇不由得又有些怀疑 这家伙是不是智商又进化了 连收集宝物讨好自己的事 都能够想到 56 57 58 怎么才58克 不过苏璇担心归担心 还是一颗一颗的 查看起了那些腰单来 58克 其中竟然有12克 达到了原因腰兽的强度 怎么才58克 苏璇又对着这家伙问道 还有几只被那些化神镜灵魁 一掌打成了肉末 小黑对着苏璇解释道 苏璇有些可惜 早知道就让他把那些妖兽给扔进第五层 让原因腱灵魁对付他们了 现在该轮到哪些原因腱的灵魁了 小黑搓了搓他的小短手 就要把那些原因腱的灵魁 也全部扔进第六层去 不用了 苏璇赶紧阻止了他 那些灵魁要是没有了 谁替他去守第五层的宝物去 而且 苏璇还想要试试 能不能把这些灵魁收为己用 下面 你再把那练魂番给你家主人弄来 苏璇再次对着小黑命令道 第123章 守护者和守护阵法 把那练魂番给你家主人弄过来 苏璇对着小黑说道 布狮子大开口 不是他苏璇的性格 一开口就是这神木中最厉害的宝物 是那杆黑色的破大旗吗 小黑对着苏璇眨了眨眼睛问道 对 就是那杆破大旗 苏璇满脸堆笑的 对着小黑说道 笑得像拐卖无知少女的坏大叔 那可是通天灵宝 想想都让苏璇激动不已 小黑听了后 却是不断地摇起了头 弄不过来 小黑弄不过来 而且似乎害怕苏璇要惩罚他 再一次害怕的瑟瑟发抖了起来 弄不过来 这么简单的事 你竟然说弄不来 苏璇对着小黑说道 刚刚的笑容消失 变成了凶神恶煞 因为那里有个很厉害 很厉害的家伙 小黑的力量没有他的大 小黑对着苏璇解释道 你不试试 怎么知道 赶紧的 给你家主人去世 苏璇对着他怒吼道 这家伙刚刚表现出的力量那么恐怖 苏璇又不信 只是 小黑却继续对着他说道 真的主人 三百年前小黑 就是过了 贺连伯彰说 要用那杆破大气擦屁 鼓 就让小黑去弄 最后没有弄到 还被那贺连伯彰 用小黑擦了一次屁 鼓 他还不许小黑躲 小黑委屈巴巴地 对着苏璇说道 说的时候 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苏璇听了之后 不得不佩服 那赫连伯彰的胆子 是真的大 真不怕把他给扔进了第六层 让七名化神灵魁 亲自伺候他 再说了 用一块黑石头擦屁 难道不够得慌 那就帮你家主人 把这些宝物 全都给弄过来 苏璇又对着小黑说道 把假因果 还有那些原因进抢者 需要的宝物清单 又拿给了他 这些也不行主人 这些宝物 都在守护阵法之中 旁边还有守护者看守 小黑又对着苏璇解释道 守护者 苏璇不解地对着他问道 对 比如第六层的那些化神灵魁 便是守护者 小黑的力量 便对他们 没有任何效果 其他的五层 也同样有守护者 小黑的力量 也同样掌控不了他们 还有守护阵法 小黑更是靠都不可能靠近 一旦靠近了的话 小黑便会被吸进去 想要逃出来的话 除非有人在外面 把阵法攻破才有机会 攻破不了的话 小黑就要 永远被困在阵法里面 听到这里的苏璇 算是明白了 原来这家伙 只能控制一部分神木 剩下的一部分 还是那神帝尸体在控制 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宝物 和炼魂帆 不过想想也是 若是这里真的全部都由 这个智商为负的家伙控制的话 那这里早就被搬空了 又怎么还轮得到他苏璇 同时 苏璇也有些奇怪 那神帝何等的实力 当初为何就没有 把这家伙给清理出去 而是把他给留在了里面 留下这么个智商为负的隐患 那你在这里待了这么久了 应该知道 一些宝物 不是被守护者看守的吧 苏璇又对着他问道 这里的宝物 可不只有假因果等宝物 还有其他 不知道多少好东西 就比如 刚刚自己 从南里游艇手上 剪漏的那根羽毛 有有有 还有不少呢主人 小白 小红 小绿 还有小花 他们都是宝贝 而且也是小黑的朋友 小黑赶紧对着苏璇说道 然后小短手一招 就是一堆各种颜色的石头 出现在了苏璇的面前 花花绿绿的一大堆 全踏码都是普通石头 苏璇甚至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眼光问题 看不出来这些东西 为此 还用系统扫射了一番 红色石头 普通石头 不可便废为宝 白色石头 普通石头 不可便废为宝 没有意外 就算是用系统 都没有扫射出一块 有用的东西出来 啊 不生气 不生气 它只是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 把石头当宝贝 人家有什么错 而且 它还是一块 智商为负的石头 咱们不能对它要求太高 安慰了自己好半天 苏璇依然还想要 一脚把这家伙 给踢得远远的 没有办法 苏璇实在是害怕这家伙 傻到了这种程度 会传染了自己 不过这家伙还有些用 苏璇最后 又留下了它 带着它 一起向着神木的深处走去 看来 在寻宝这件事上 还得要指望小瞎子 苏璇边走边想到 小黑迈着他的小短腿 努力地在身后跟着 实在跟不上了 他就干脆在地上滚着前进 虽然他生得并不圆润 滚起来也同样的费劲 但是在手脚并用的情况下 倒也还能跟得上苏璇的脚步 那个 那位鲍文小姐姐 现在走到哪里了 苏璇对着小黑问道 好一会儿时间不见了 苏璇又开始想南里游艇了 骑兵主人 他们走了没多远 大概离我们 也就半个时辰的路程 小黑对着苏璇回答道 嗯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把他们给扔到第二层去吧 苏璇对着小黑说道 那南里游艇 已经没有在第一层寻宝的想法 让他在第一层待着 就是他的耽误时间 耽误他的时间 便是耽误小瞎子的时间 耽误小瞎子的时间 便是耽误苏璇自己的时间 所以 苏璇决定要帮他们一把 千里之外 南里游艇带着小瞎子 这一次 他们走得格外的小心 几乎每行走一百里 都要让小瞎子停下来 好好地补算一下再继续赶路 没有办法 南里游艇实在不想一顿操作猛如虎 结果一看原地处了 南里姐姐放心 这一百里之内 绝对没有问题 小瞎子收起了龟壳和铜钱来 对着南里游艇保证道 南里游艇听后 这家伙 毕竟这三千里 他补算了三十多次了 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所以 带着小瞎子 继续赶路了起来 只是 他前脚才迈出去了一步 下一刻 那股神秘力量便再次出现 小瞎子 南里游艇 对着小瞎子大吼了起来 我我我 小瞎子也很委屈 自己的补算一向没有问题 他实在想不通 今天怎么老是的出错 不过幸好的是 这次那股力量消失之后 他们似乎没有 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里的温度 也明显要比他们 刚刚走过的地方 要高尚不少 空气中更是有着一种 特殊的炙热气息 那种气息十分的古怪 就跟有生命一般 使劲地往你皮肤里钻 接触到这种力量之后 才十多息而已 南里游艇 就感觉到浑身 一阵阵的酸痛 尤其是他的手脚脚筋 那种酸痛更加的严重 酸痛到了 让他连走路都不想走 甚至站都不想站着 只想躺下来 闭上眼睛 最好什么事都不做 舒舒服服地 睡他的三天三夜 这里是哪里 我的手脚酸痛 又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这么的累 那种深深的疲累感 席卷了南里游艇 他可是修仙者 作为修仙者 只要体内有灵力存在 不要说 他们才进入了这神木 一天不到了 就算是让他 没日没夜地 赶路个几个月 他都不会感觉到 任何疲累才对 我们该不会是 已经进入了第二层 炼金界了吧 第124章 还不赶紧带着老子逃命 我们该不会是 已经进入了第二层 炼金界了吧 小瞎子对着南里游艇 说道 他实力远比南里游艇 要差得多 那种酸痛 他感觉的也更加的明显 而且 他本来就是西域的人 虽然从未进入过 这神木试炼 但是他却多多少听说过 这神木之中的传说 果然似乎是为了 印证小瞎子的猜测 很快 无数的宁夜进灵魁 便向着他们围攻了过来 快走 南里姐姐 我们必须要快点离开这里 这些灵魁 会给我们带来凶险 小瞎子对着南里游艇 大吼道 就连他眼睛 看不见都能够感觉到 无穷无尽的宁夜进灵魁 正在向着他们涌来 就更不要说 那南里游艇了 赶紧一把提起了小瞎子 就向着远处于玉空而去 那些宁夜进的灵魁 实力虽然不强 似乎对他也造不成 任何的威胁 但是 此时他浑身的酸痛 却是越来越强烈 疲惫也一波又一波地 向着他席卷而来 他有种感觉 如果不赶紧找个地方 休息一下的话 他迟早都会被累死 若是继续留在这里的话 他更是因为会体力不支 被无穷无尽的灵魁淹没 最后灵力耗尽 死在这些灵魁的乱刀之下 此时的他 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 玉空飞行逃离了这里 但是 他也未能飞出多远 才飞出去一百多里 刚刚才逃离出了 那些灵魁的围攻 他就已经支撑不住 从天空中掉落了下来 找个安全的地方 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本宫实在是受不了 南里有庭对着小瞎子说道 小瞎子赶紧又拿出了 他的龟壳和铜钱 补算了起来 臀卦 上卦砍为水 下卦阵为雷 砍水在天 天上为云 云雷方坐 尚未降雨 为臀巨节之相 南里姐姐说的对 此时不宜 继续赶路了 咱们往那边乌云之下行走 若是遇到下雨的话 咱们就在附近寻找 定会有山洞出现 给你我二人避雨休息 小瞎子对着南里有庭说道 指了指远处的乌云 南里有庭望着他手指的方向 实在难以想象 这家伙 眼睛明明是瞎的 为何却能够看到 那远在千里之外的乌云 小黑 小黑 你给你家主人能不能停下来 而离他们不远处 苏璇正一路 气喘吁吁地 追着小黑这家伙 跟在第一层不同的是 到了这第二层的时候 那种炙热的力量 也清洗了苏璇的身体 此时的苏璇 同样也感觉浑身酸痛 疲累异常 同样虚空飞行了不到一百里 便从天空中掉落了下来 但是这力量 却对小黑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 此时的情况 已经发生了反转 哪怕小黑的小短腿 是那么的短 但是苏璇拼了命 也追不上这家伙 而在他们的身后 更是跟着一大群 凝夜镜的灵魁 黑压压的一大片 苏璇初步估计 最少都有着数万之多 这数万的灵魁 若是平常的话 不要说给苏璇带来威胁了 分分钟 苏璇都能够轻松地灭杀了他们 但是现在不行 苏璇累得连走路 都气喘吁吁了 一旦卷入其中 迟早都要被他们给淹没 死在他们乱刀之下 主人 你走快一点啊 咱们再不赶紧走的话 被那群灵魁追上你就危险了 最关键的是 小黑还在拼命地跑 一点都没有要慢下的样子 你这个蠢货 你就不会把他们 全部扔到其他地方去吗 苏璇快要被气疯了 感觉带着这个蠢货 迟早都要被他给坑死 寻宝寻不到就算了 现在连他自己 有什么本事都给忘了 对啊 小黑可以把他们 全部扔到远处去的 为什么小黑 要带着主人你跑呢 招了招手 强大的力量在线 数万的灵魁 瞬间被他给传送了出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后来到了苏璇的身边 扶着苏璇说道 主人 你没事吧主人 你家主人还好 心脏病还没有被你给气发 苏璇没好气地 对着这家伙说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主人赶紧休息休息 休息完了之后 我们还得要继续赶落 再不走的话 我们就追不上那鲍文小姐姐了 小黑又着急地对着苏璇说道 他时刻紧记着 苏璇一直都记挂着南离游艇 南离游艇就在他们不远处 他似乎看到了 胜利在望的希望 追 我们为什么要追 等他们到了目的地 直接把我们传送到 他们的目的地附近 去就行了 我问你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累死累活地追 苏璇走上去 就对着他挤脚踢了过去 实在是气不过 连会不会被这家伙 给丢进第六层 苏璇都不管了 对啊 小黑怎么就没想到呢 他们不是要去那乌云的方向吗 我们一会传送过去不就是了 为何要那么辛苦地去追呢 小黑摸了摸 他那不存在的脑袋说道 苏璇估计 他就算是长了脑袋 肯定也不是装的大脑 天确实要下雨了 咱们等他们安置好了之后 也在他们附近 找个山洞安置下来 休息一下吧 苏璇对着小黑说道 那乌云变得越来越厚 黑压压地压了过来 似乎要把这片天地 都要压他一般 此时的他 实在也是累得不行 就感觉自己的浑身的经脉 都在被一种炙热的火焰炼化着一般 被炼得脚霸手软 好的主人 小黑对着苏璇说道 等到那南里游艇 赶到了那乌云之下 才找到了一处山洞 刚刚安置了下来 便带着苏璇 一起传送到了 他附近的一处山洞之中 然后苏璇命令小黑 帮他护法之后 便开始倒头呼呼地大睡了起来 这一睡便是三天三夜 说实在的 自从苏璇穿越到这个世界之后 都未曾有过如此的疲累 修炼开始之后 更是很少睡觉 因为就算是再疲累 只需要打坐一个多时辰 就可以让自己 重新地恢复精神十足 只是 就算是三天之后 苏璇睡醒了过来 严格地来说 他应该是被轰隆隆的 巨大声响 吵醒了过来的 醒来后的他 那种疲累的感觉 并未曾消失 浑身的酸痛 甚至变得更加的厉害 马德 没有进来之前 还以为最大的危险 便是那些灵魁 现在才知道 最大的危险 还是被人家 当成炼制法宝的材料来炼 这才到炼金而已 就那么的难受 后面的炼骨 炼血 炼心 又得多恐怖 苏璇不由地感叹道 虽然他当初 在看到那急警的时候 就知道 这神木是在把修饰 当成炼器的材料炼制 淬炼成炼制炼魂番的材料 但是 没有亲身经历过 对这种危险 却还是太低估了 一阵阵巨大的响声 还在不断地响起 外面怎么这么大的声音 苏璇对着小黑问道 没事 没事 就是发了场大洪水 山体滑了泼 形成了泥石流 应该快淹到了我们的洞口了 小黑一脸轻松地 对着苏璇说道 作为一块石头 什么山崩地裂 他没有见过 小小的泥石流而已 大不了被卷入其中 被冲了几千 几万里而已 它还是一块石头 除了变得圆滑一些 它小黑 还是那个小黑 苏璇听了之后 走过去 就又是狠狠地挤脚 对着它踢了过去 没什么 麻痹的 你倒是没什么 老子呢 要是被卷进了泥石流之中 老子还能活得下去吗 还不赶紧带着老子逃命 第125章 那艘大船也不错 还有那小瞎子一起抢了 还不赶紧带着老子逃命 苏璇对着小黑大吼道 同时庆幸自己 刚刚被吵醒了过来 要是没有醒过来的话 卷入了泥石流之中 堂堂修仙者 战力超过原因中期的它 便要不知不觉地 死在了泥石流之中了 好的好的主人 小黑这就带你出去 小黑赶紧用出了 那股强大的力量 将苏璇传送到了山顶 苏璇才在往那山下看 好家伙 原本数千米的大山 此时只剩下了几百米不到 而山下的一切 全都淹没在了泥石流之中 一眼望去 到处都是一片浑浊的泥浆 夹着这滚滚乱石 巨树 掀起滔天的波浪 犹如一幅漠视般景象 这 苏璇望着这一切 再次后怕不已 如此的泥石流 幸好它们现在 还有一块存身之地 要不然的话 不要说它没有醒来了 就算是醒来了 被卷入其中 也很难逃命 不要看它是修行者 它拥有欲空飞行的能力 但是 在这一望无际的泥石流之中 方圆万里 恐怕都被淹没 而此时的苏璇 又脚霸手软 就跟大病了一场一般 它又能欲空飞行多久 最多能够飞出一千里的距离 就会再次掉落了下去 然后被再次卷入泥石流之中 小黑 你给我过来 苏璇对着小黑喊道 把它喊过来 又狠狠地踢了它几脚之后 这才稍稍地消了一些气 记住了 老子是人 不像你 不是石头 懂不懂 说完之后 更是一脚 把它给踢到了山下 滚进了泥石流里 小黑倒是无所谓 作为一块石头 它似乎没有任何的痛绝神经 只要不往它身上拉屎 它就觉得这不算是什么惩罚 被苏璇一脚踢进了泥石流里的它 很快 就屁颠屁颠地又跑了回来 对了 南离游亭和那小瞎子怎么样了 苏璇又对着它问道 苏璇可还指望他们 帮自己寻宝呢 他们 他们两天前便打造了一座大船 此时 应该正在泥石流中寻宝吧 小黑对着苏璇说道 很快 他就发现了南离游亭和小瞎子的位置 指着前方不远处 对着苏璇喊道 那里 那里 主人 他们在那里 苏璇望着那远处不到百里的地方 果然 一艘大船 这艘大船 似乎只用了一个木材 却足足数十丈宽 几十丈长 而且十分的坚固 在这滚滚的泥石流中 也能够乘风破浪 小瞎子这次没有拿龟壳 而是拿着一块螺盘 而那南离游亭 却是拿着一根长鞭在手 等待着下瞎子的补算 那边 那边 南离姐姐 那边 很难想象一个瞎子 竟然再给一个正常人指着方向 但是偏偏还准确无比 那南离游亭 只是一鞭子下去 顿时就从那滚滚泥石流中 卷起来一根木材来 那木材之上 一道道蓝色的电流 不断地闪现 除了电流之外 更是在水中卷起一阵阵狂风 将那原本就有些虚弱的南离游亭 给吹得东倒西歪 但是他却死死地抓住手中的鞭子 坚持把木材给拖到了船上 一根木材 又是风 又是雷的 难道是那传说中的风雷幕 就算是苏璇还站在百里之外 都一眼认了出来 那乃是可以炼制上品法宝的风雷幕 好样的 小瞎子 一向冷漠的南离游亭 也对着小瞎子 竖起了大拇指来 毫不吝啬的赞美之词 小瞎子两天前 让他拖着疲惫的身体 寻找材料 打造这艘大船的时候 他还不信 毕竟当时他们所处的地方 不要说合了 就连一口吃糖都没有 谁能够想到 会发生那么大的泥石流 若不是小瞎子坚持 一个人也要做 他又实在是看不过 一个瞎子摸索着打造大船的话 估计他们现在连保命都难了 更不要说 还能在这泥石流中打捞宝物 大发横财 苏璇望着那一段风雷幕 更是羡慕不已 虽然风雷幕 只是打造上品法宝的材料 但是 奈何那一块风雷幕 足足有着十多二十米长 打造出几十件上品法宝 都绝对不在话下 看到这里 你给老娘站住 快走 快走 小黑对着苏璇喊道 就要带着苏璇离开 只是 苏璇却对着他说道 不急 不急 那艘大船也不错 给你家主人弄来再说 对了 还有那小瞎子 第126章 收服小瞎子 还有那小瞎子 也不错 把他也一起带走 苏璇对着小黑大喊道 此时的南离游艇 已经驾驶着大船 离他们还有不到实力 已经到了 能够攻击到苏璇的范围 那个鲍文小姐姐也不错 要不要也把他带走 小黑这憨惑 还在那里傻乎乎地 对着苏璇问道 不要 不要 只要小瞎子和大船 苏璇对着他大吼道 麻痹的 他也知道南离游艇很不错 要不然 他也不会精心地给南离游艇 专门留下一块雪暴文爆皮 但是无奈 人家身上 藏了个十亿战力的老怪物 他敢把人家留下骂他 而且 如今已经撕破了脸 那雪暴文小狗苏璇 估计也这一辈子都送不出去了 那我直接把他给弄走了就是了 小黑对着苏璇说道 随手一招一股强大的力量 就降临在了那南离游艇的身上 转眼之间 南离游艇便从苏璇他们的身前 消失不见 哎哟 不错嘛 这次智商居然没有为负 苏璇看到南离游艇消失之后 对着小黑夸赞道 这家伙能够想到 直接把南离游艇给扔走 让苏璇都感到有一些意外 主人 什么叫智商为负 小黑眨巴眨巴眼睛 对着苏璇好奇地问道 智商为负 就是非常聪明 非常厉害的意思 苏璇对着小黑忽悠道 哦 那为啥又说小黑 智商总算是没有为负了呢 小黑又对着苏璇问道 这个 这还用问吗 要不是你小子大吼大叫的 人家的鲍文小姐姐会发现我们 现在好了 鲍文小姐姐发现了我们 以后想要看他换鲍文小狗兄的机会 都不可能再有了 苏璇对着小黑埋怨道 他还就不信了 就他这种连上幼儿园都困难的智商 他还骗不了他 南离姐姐 你不能丢下小瞎子啊 南离姐姐 小瞎子虽然眼睛瞎了 但是 却能够感觉到 那股强大的力量在线 而他的南离姐姐 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他生来便是瞎子 被父母遗弃在路旁 被老瞎子捡到之后 除了跟老瞎子相依为命之外 跟南离游艇相处的时间 便最多了 如今在危险重重的神木之中 老瞎子不可能进来 他一个瞎了眼睛的孩子 没有了南离游艇之后 除了担心很难活下去之外 就仿佛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 更没有了方向 不要哭了 你南离姐姐没了 还有南离姐夫在 苏璇带着小黑跳上了大船 对着小瞎子安慰道 小瞎子不要哭了 我们都是智商为父的人 都是很聪明很厉害的人 主人会对我们好的 除了会用脚踢 我们之外 是绝对不会拉屎 在我们身上的 小黑也对着小瞎子安慰道 而且现学现用 把苏璇刚刚夸奖他的话 给用了出来 只是他这一安慰 那小瞎子 却哭得更加厉害了 南离姐姐 南离姐姐 你不要丢下小瞎子 呜呜 你只要不哭 本宗主便治好你的眼睛 苏璇又对着小瞎子说道 小家伙的眼睛 并不多么的难治 拥有系统的他 更是能分分钟搞定 而且还可以 提升一下他的资质 让他在以后的修炼之路上 走得更加顺畅 只是 那小瞎子听了之后 却对着他摇了摇头道 不用麻烦杜公子了 师父说过 我们这一脉 只要泄露天机 就总会有一天会遭那天浅 失去这眼睛的 小瞎子从小就未曾见过 这世界的繁华 也就对这繁华没有留恋 以后也就不用如他那般 再承受一次 从看得见到 看不见的痛苦 更不用时时刻刻 还想念着这世间的繁华 苏璇在地球上 便听说过算命先生 泄露的天机 多了便会被天前 瞎了眼睛 一直都以为 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没有想到 这世界上 竟然真的有这般的存在 不过小瞎子也说得不错 没有见过 总好比见过之后 再失去了的好 所以 也就没有再坚持 要给这小家伙 把眼睛治好 毕竟 苏璇的系统 似乎只能在一个人身上 使用一次而已 以后要是他再瞎了的话 苏璇也不能救得了他 反倒 让他平添了痛苦 那也不用哭得这么伤心 本宗主保证 把你活着带出这神木 而且 那南黎尤庭 答应过你们师徒什么条件 本宗主一样可以答应你 苏璇又对着小瞎子说道 小瞎子一听 立即就不再哭了 对着苏璇问道 也可以给我们师徒 提供一条中品灵脉 作为宗门驻地 让我们重建上青门吗 看他那欣喜的样子 苏璇估计 若是他眼睛是好的情况下 这一刻 眼睛里面一定会充满了光 本宗主给你们一条上品灵脉 苏璇对着小瞎子说道 那藏龙山脉 就有这一条中品灵脉的 到时候 让人去破坏一下 然后再变费为宝 便可以直接 给这师徒俩了 他们还答应过我师父 一定要将小瞎子 我培养成精弹强者 小瞎子又对着苏璇说道 本宗主保证 把你培养成原因强者 苏璇又对着小瞎子说道 虽然这小家伙 资质很差 要培养成原因镜 确实有一些困难 但是 对于苏璇来说 也未必就不可能做到 苏璇有的是资源 功法 丹药 法宝 各种天才地宝 大把大把地 往他身上砸下去 就不幸了 还不能把他给砸成 一个原因强者出来 而只要把这对小家伙 收归己用了的话 这些投入的成本很快 便会收了回来 不说 他能够趋即避凶了 光是用来寻宝 那都能让苏璇一本万利 真的吗 小瞎子真的能够 成为原因强者吗 小瞎子听后 不敢置信地 对着苏璇问道 他可是知道 一名原因强者 在这西域来说 意味着什么 那可是十大宗门 一般的存在 十大宗门 想想 都让他激动不已 绝对算得上恢复 他上青门曾经的荣光了 不过 这也得看你接下来的表现 苏璇又对着那小瞎子说道 小瞎子又不像小黑 这样智商为负 立即就明白了 苏璇想要什么 赶紧拿起了 他的龟壳来和铜钱来 摇了起来 几下之后 他边对着苏璇 指着王北的位置说道 王北的方向 往那边打捞的话 哪里一定有 杜公子想要的东西的 王北吗 苏璇赶紧驾驶着大船 向着那王北的方向而去 大船才行驶不到 十多二十里 苏璇的脑海里 便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第127章 妖族战旗 丁 发现金色品质废品 可便废为宝为 紫金色品质 金色 竟然又是金色 哈哈 还是小瞎子 你给力啊 苏璇听到系统的声音之后 心里乐开了花 他原本以为 小瞎子 这次能够帮他 补算出一件 能够打造法宝的材料 就行了 谁知道小瞎子一出手 马上就帮他找到了一件 惊动了系统提示苏璇的宝物 而且 还是最顶级的金色 赶紧驾驶着大船 向着那金色废品冲了过去 很快 苏璇便从那泥石流中 看到一杆悬色的大旗 那大旗也不知道 就是是何种材料打造而成 竟然在这 滚滚乱石 和滔天巨浪的泥石流中 浮在水面 哪怕就算是巨石泥浆 一次又一次地将它淹没 它也很快 便又浮出了水面 而且 上面一点泥浆都不沾 吃玩意 绝对是一件了不得的宝物 苏璇驾驶着大船 向着那悬色大旗而去 一把从泥石流中 将大旗抓了起来 那旗子上到处都破洞 似乎还染着一些 不知道多少岁月前 留下来的血迹 不过 虽然已经残破不堪 但是却依然能够看出 一个古老转体 写成站字来 让人看上一眼 便感觉热血沸腾 苏璇用系统一扫 抗魔战旗 灵宝 妖族为抗魔大战 专门打造的24面战旗之一 以废 金色品质 可便废为宝 妖族 抗魔大战 系统的介绍的每一个字 苏璇都认得 但是连在一起 却是一个都理解不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妖兽 但是却没有妖族 连妖修建立的大型势力都没有 也有魔修 但是却也没有什么魔族 而且 魔修跟邪修 鬼修一般 只要不干出那种 天怒人怨之事 各大势力 也不会有人 闹什么除魔味道之类的 就非得要把人家灭之而后快 甚至跟妖修不同的是 这天玄大陆上 还有不少的实力非凡的 魔修门派 就比如 苏璇关系不错的血云空 他所在的血云宗 就修炼的魔道血修功法 所以 在这天玄大陆上 根本也就不会存在 魔族跟妖族之间的大战 不过 有几个字 苏璇却是可以理解 而且这几个字 得格外的重要 那就是 这是一件灵宝 而且看他的样子 似乎比当初的 九华圣火顶残片 还要神意的多 说不定 他还有可能是一件上品灵宝 变废为宝了之后 更有可能成为极品灵宝 极品灵宝 虽然在这天玄大陆上 还没有过极品灵宝的记录 苏璇也没有听说过 有极品灵宝的存在 但是 苏璇感觉 这玩意绝对可以 变废为宝为 一件极品灵宝出来 极品灵宝 哈哈 苏璇望着那感悬色大旗 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玩意 绝对是无价之宝 光是这面战旗 就足够让苏璇 在小瞎子身上的投入 收回成本 还大赚一笔了 继续 继续 苏璇又对着小瞎子命令道 小瞎子又赶紧补算了起来 不一会儿时间 他竟然有发现了 一件金色品级的废品 叮 发现金色品级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级宝物 苏璇打捞起来一看 乃是一把的 被斩断掉的古朴小哥 那小哥看上去 十分的古老 但是材质却十分的坚硬 也不知道 被什么东西斩断 不过 苏璇从他身上 释放出来的灵力来看 一点都不比 那面残破的战旗 要弱上几分 这绝对又是一件上品灵宝 变废为宝之后 绝对又可比 变废为宝 为一件极品灵宝 就这般一天下来 那小瞎子带着苏璇 便在这泥石流之中 竟然找到五件 金色品质废品 另外 还找到了十多件 红色品级的废品 这些废品 几乎都是灵宝 若是全部变废为宝了的话 那他天玄宗将会拥有 足足十多二十件灵宝 苏璇估计这么多的灵宝 不要说西鸣圣地了 便是那四大圣地 加起来也不可能 有他天玄宗的灵宝多了 没有办法 那西鸣圣地 从来都没有带着一个 如同小瞎子这般 能够再预测到哪里 会出宝物的存在进来 而且这些残破了的灵宝 就算是落到了 西鸣圣地的手中 他们也只能熔炼了之后 取出一些有用的材料来 几件 甚至是几十件 也未必就能够凑出一件灵宝来 哪里能够像他苏璇这般 一件残片 能够变废为宝位 一件崭新的灵宝来 而那其他几大圣地 不说他们没有这神木 让他们每过三百年 便可以进来寻一次宝了 只说他们连一品的 炼器大师都没有 就更加不可能 有那么多的灵宝了 不过 苏璇在这泥石流中 打捞的宝物越多 也越是震惊 震惊当初的妖族跟魔族 究竟经历了何等的大战 才会在这里 留下如此多废掉的灵宝 为何又留在了 这七炼神功之中 而他更是知道 这里才第二层 恐怕到了后面几层之后 这样的东西 还会出现得更多 难道这七炼神功 来自于灵界 那一场妖族跟魔族之间的大战 也是发生在灵界 还有那神帝 他既然能够炼制通天灵宝 也有可能来自于灵界 包括小黑这蠢货 苏璇不由地猜想到 在这天玄大陆上 从未出现过通天灵宝 肯定也就不会有 通天灵宝的炼制之法 再加上那神帝 能够在众多化神强者的围攻之下 都能够击杀七名化神强者 也明显超过了 这一届强者的极限 所以苏璇猜想 他很可能就不是这一届之人 而是来自于灵界 想到这里的苏璇 脑海里一个完整的猜想 渐渐地浮现了出来 那应该妖族跟魔族的一场大战 这一场大战打得十分的惨烈 然后打入了这七炼神弓之中 双方在这七炼神弓之中 大战一场疯狂的战斗 死伤惨重 最后让这七炼神弓的气灵小黑 成了失落的气灵 然后又被那神帝带到了 这天玄大陆之上 想要利用这七炼神弓 炼制出一件通天灵宝来 最后那神帝在未炼成灵宝之前 便又遭到了 这天玄大陆的大量化神强者围攻 最后陨落只留下一具尸骨 却还能回到在这神弓之中 继续炼制炼魂番 比那炼魂番还要厉害得多 那一场大战 难道是为了抢夺这七炼神弓 嗯 很有这个可能 毕竟它可是一剑 连气灵都被打得失落了 还能够炼制通天灵宝的存在 想到这里的苏玄心头一片火热 比通天灵宝还要厉害的存在 那就是传说中的玄天之宝 据传玄天之宝能够自成一剑 而这七炼神弓 越看越像一个独立的小世界 不应该说是七个独立的小世界 想到这里的苏玄 不由地看向那像傻子一样的小黑 第128章第二层守护之地 藏剑山 想到这里的苏玄 不由地看向那像傻子一样的小黑 越看越觉得 这家伙不简单 主人 你看小黑干什么 小黑正拿着从南里游艇手中 抢来的鞭子 一次又一次地抛进那泥石流中 打捞着一块金色的石头 那石头应该是一块 可以炼制上品法宝的材料 原本就十分地光滑 这个蠢货原本就不会用鞭子 竟然想要用鞭子把那块石头给卷了起来 小瞎子正在一边不断地指挥着他 向左一点 再向左一点 哎 又没有唠叨 小黑 左一点 左一点 你怎么又打到右边去了 你该不会是连左右都分不清吧 小瞎子着急地喊道 这家伙却依然还在一边子东 一边子西的 十几次都不一定有一次 能够碰到那块金色石头 好不容易碰到了 偏偏用鞭子卷东西 需要的是一股巧力 就他那智商 怎么可能卷得上来 急得人家小瞎子 喉咙都快喊破了 你这个蠢货 你就不会用直接把那块石头给弄上来救吗 非得跟人家学用鞭子卷 苏玄实在是看不过了 走过去对着这货又是一脚 那小瞎子 比自己的实力都要差得多 那种炼金的炙热 对他影响更大 已经累得快要瘫倒在地上 还想着 要帮自己多找到几件宝物 结果就遇到这么个憨货 东一鞭子 西一鞭子的 对啊 我怎么忘了 我可以直接把他弄上来呢 为啥非要学鲍文小姐姐呢 小黑似乎反应了过来 随手就把手里的鞭子 给扔进了泥石流肿 然后随手一招 捞起了那块金色石头 气得苏玄又是一脚 把他给踢了下去 你这个丢了西瓜捡芝麻的败家玩意 那鞭子是一件上品法宝 你要是捞不回来 就不要上来了 苏玄对着他大吼道 这家伙实在是太蠢了 苏玄严重怀疑 跟他待得久了 自己 会少活很多岁 刚刚想着 他应该很厉害 很厉害的想法 顿时荡然无存 不敢对他抱有太大的希望 更是不敢再把他跟玄天至宝 给联系到一起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苏玄带着小黑 在小瞎子的补算下 不断地在这泥石流中 搜寻着各种各样的宝物 这些天来光是红色品质的废品 苏玄就足足收集了上百之多 金色的也收集到了二三十件 当然 这些东西也不是每一件 都是灵宝残片 还有一些是材料 尤其是一块瘦骨 竟然乃是金色品质的材料 虽然他被打捞了上来的时候 上面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灵力 但是 却坚硬异常 哪怕苏玄用青莲十八件 全力一斩 也未能在他身上 留下任何的痕迹 如此这般的坚硬的存在 苏玄估计 这玩意觉得 可以用来 打造通天灵宝 当然 还有不少可以用来 直接炼制法宝的材料 就比如金色的石头之类的 这些更多 有了这些材料 苏玄估计 最少可以打造出 上千件的法宝 他填玄宗至少几百年 都不会再缺少法宝 用了 赚大了呀 这才第二层 就有了这般的收获 怪不得这数十万年来 明明知道 这里凶险异常 进来了会被神帝 当成炼器的材料 随时都有可能 陨落在其中 还有那么多人 前仆后继地 冲了进来 苏玄望着 储物戒指之中 满满的收获 不由地感叹道 不过 这样寻宝的时间 也不可能 一直就这般下去 那场暴雨 几乎在场泥石流 发生的之时 便已经停止 然后 便是艳阳高照 泥石流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内 流量也变得越来越小 渐渐地干涸 最后 流到了一处盆地之中 就只剩下了一滩滩图 苏玄他们大船 虽然坚固 不怕巨石的撞击 再大的风浪 也能够乘风破浪 只是可惜 不能在这粘稠的贪图中行驶 而且 经过小瞎子的补算 也没有了什么宝物了 苏玄自然不会 继续在这里耽误下去 收起了大船来 离开了这片贪图 然后 带着小瞎子 玉空飞行 至于说小黑 还是让这蠢货 迈着他的小短腿 在地上跟着跑算了 哪怕他不断地在背后喊 主人 主人 等等小黑 你等等小黑啊 然后就又开始连滚带爬了起来 苏玄也没有 带着他玉空飞行 而这半个月来 那种力量 依然还在无时无刻地 从苏玄的毛细血孔之中 钻进苏玄的体内 淬炼着苏玄的经脉 但是 却似乎已经对苏玄 没有了任何的影响 那种酸痛 已经消失不见 哪怕玉空飞行个几万里 也不再会感觉到任何的疲累 也不知道 如今这肉身 能不能在那第三层坚持得住 苏玄如是地想到 第三层便是那炼骨剑 苏玄估计 那种力量 最多会是现在的很多倍 若是这里 不能再找到什么宝物的话 那就去那藏剑山 看一看那藏剑山里 能不能找到什么宝物 又在这第二层耽误了几天 在小瞎子的补算之下 寻找到了好几样宝物之后 便向着那藏剑山赶了过去 他们原本是可以让小黑带着它们 直接传送进第三层的 但是 第二层的守护法阵 跟第一层的不同 第一层的守护法阵里 守护的宝物 只能够给宁业镜低阶修饰使用 最好的 也就是一些法器而已 所以 苏璇也就懒得留在那里 把那守护法阵攻破了之后 进去寻宝一番 再离开第一层 但是 第二层的守护法阵 跟第一层的不同 被守护法阵和守护者们看守的 都是助激进高手 能够用得上的宝物 听说 藏着最多的 便是各种各样的飞剑气胚 甚至有人还在那里找到过 拥有气灵的灵宝气胚 所以 苏璇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放过那个地方的 与此同时 只要是没有陨落在第一层 达到了第二层的修士 也同样在向着那藏剑山赶去 哪怕就算是南离游亭 那藏剑山的法宝气胚 也让他不得不心动 虽然 他已经有了灵宝气胚 但是 他还是南延圣帝的圣女 找一些回去 交给南延圣帝其他弟子使用 他还是要去做的 南离姑娘 王兄 我们只要沿着左边第一条大道走 最多一天 便是那藏剑山了 丁绍白仔细地 查看了一番地图之后 对着南离游亭 和那位东阳圣帝的王兄说道 知道了 南离游亭冷冷地说道 第129章 见先遗物 知道了 南离游亭冷冷地说道 自从跟小瞎子分开之后 他这一路上 先是那无穷无尽的泥石流 就让他好几次 差一点历劫掉落了下去 陨落在了泥石流之中 至于说泥石流中的宝物 更是一件都没有打捞起来过 然后 从那泥石流之中 才刚刚逃了出来 又遇到了数千的宁业精灵魁 大战了一场 差一点又被拖死在了其中 好不容易才从那些灵魁之中 活了过来 然后又一不小心 掉进了一处险地之中 这一次 他就连他体内那老怪物的力量 也不得不用上 这才从那险地之中 死里逃生 出来之后的他 不得不寻找起 西明圣地的修饰 跟他们结伴行 只是 就算是找到了 他也没好到哪里去 因为却找到的是 丁少白这个最喜欢装逼 最不靠谱的家伙 这一路上 只要是有危险的地方 他便想要过去闯一闯 只要感觉一丁点危险 他又会毫不犹豫地逃之夭夭 让南黎游亭 跟东阳圣地的那位 王兄给断后 这一路上 二人没少被他坑 南黎游亭 已经似乎已经习惯了 他风格 若不是他手里还有地图 至少说 方向是对的 比他自己漫无目的 在这第二层走 要好得多的话 他早就 不跟这家伙一起了 而那位王兄 却是再一次地 对着丁少白问道 丁兄 这一次 应该不会经历什么险地了吧 王兄 你这话问的就不对了 所谓机会与危险并存 咱们既然是进来寻宝的 又怎么能够避开危险 放弃机会呢 这一次 咱们要经过的险地不多 也就三四个 丁少白对着王兄说道 赶紧收起了手中的地图来 虽然他动作很快 但是王兄还是看见了 地图上至少有三四条线路 可以到达纳藏剑山 但是 这家伙却选择了 最危险的一条 马德 原本以为跟了这家伙会少一点危险 结果 跟他同行是哪里危险 就哪里冲 王兄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他也是东阳圣地的圣子 能够被选了出来 在这神木中试炼 实力自然是不弱 但是 他总有一种感觉 迟早都要被这家伙给坑死 不过他跟南离游艇手中 都连依附这神木的地图都没有 无奈只能跟着丁少白这家伙 选择了走左手边第一条路 而当他们离开这里之后 很快苏璇也带着小黑和小瞎子 玉空飞行到了这里 杜公子 我们从左手边第一条路进去 一定会有所获的 小瞎子一番补算之后 对着苏璇说道 那藏剑山的位置拥有着守护法阵 小黑不可以把他们直接传送过去 所以只有赶路过去 只是 让苏璇没有想到的是 小瞎子到了这里 却选择了一条 最是凶险的道路 而且 小瞎子好像前不久 还补算过 这第二层似乎没有什么宝贝了 你说左手边第一条 苏璇拿着从一小差那里 获得的神木试炼集锦 对着小瞎子问道 同时把这里的几处险地 也指给了小瞎子 告诉他这里有什么危险 只是 小瞎子却是对着苏璇十分肯定地说道 放心吧杜公子 刚刚小瞎子所补之卦 为六十四卦之地 二十五卦无望 想曰 天下雷行 物语无望 先王以貌对食 遇万物 我们就走这条路 虽然会遇到一些麻烦 但是好处也会不少的 虽然不能获得这神木中的宝物 但是却有人把大机缘 给带进了这神木里 小瞎子对着苏璇说道 既然你都这般说了 那咱们就走这条路好了 苏璇听了后点了点头道 选择了相信小瞎子 毕竟这孩子 一路上表现太出色了 就这般苏璇跟丁少白 南离他们竟然十分巧合地 选择了同样的一条路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这一条路上 还有着另外的一批人 而且比他们 还要先进入这一条路 少主 咱们选择此处闭关冲击金丹镜 应该不会有人来捣乱了 一名少女 对着一名锦衣公子问道 这条路 乃是前往纳藏剑山 最为艰险的一条路 我想 应该不会有人走这条路 那锦衣公子点了点头 对着少女说道 二人乃是木妖一族 先于部落之人 先于部落在木妖一族人数虽少 但却因为拥有一位化神强者 所以 也乃是木妖一族王族之一 而此时锦衣公子 先于冲 更是先于部落 那位化神老祖嫡系后人 所以 这一次的她不但自己有机会 进入了这神木试炼 而且还能够带着三名侍女一起进入 只是这三名侍女 如今留在她身边的 却只剩下眼前的一人 都是那突然出现的力量 若不是她把我们 跟妖宠分开的话 我们也不会如此地被动 那侍女愤愤不平地说道 那先于冲 却是无所谓地说道 谁说不是 现在若是有那些妖宠在 我等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度劫 又何必来这险地冒险 先于冲也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他们原本都带了一头 圆英镜的妖宠进来 若不是发生了意外的话 这般的实力 已经足够在这神木之中 会横着走了 至少说在进入第五层之前 他们都不会遇到什么对手 谁知道 那股强大的力量 不但将他们的妖宠分了开来 更是连他们 跟其他几名侍女 也分了开来 就她二人还是好不容易 才又聚在一起的 不然的话 此时的她 想要杜劫进入金丹镜 连个护法的人都不会有 没事 没事 等少主你彻底掌握了 这清廉十八剑的第二剑 便能进阶到金丹镜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同样可以在这神木之中 叱咤风云 小鹿对着仙于冲说道 清廉十八剑 剑剑皆无敌 在她的眼里 只要她家少主修炼到了金丹镜 便可以在金丹镜无敌 而进入这神木试炼之人 必须是住激境 而且还要三十岁以下 三十岁以下 是可能出现原因镜强者的 更何况这神木开启 只有六个月时间 六个月从住激境 到金丹镜 再到原因镜 更是永远不可能 所以 在她的眼里 她家少主 只要修炼成了清廉十八剑第二剑 进阶金丹镜之后 便可以在这神木之中 横着走了 也不可大意 听说那天玄宗 便有一位女子 同样修炼成了清廉十八剑 似乎同样到了住激境后期 仙于冲对着她说道 小鹿知道那女子 据说叫于小婉 她修炼的功法 尚且残缺不全 又如何比得少主你 拥有清廉剑仙飞升前 遗留在天玄大陆上的 太白葫芦 这等质宝 小鹿不屑地说道 而提起了那太白葫芦 她家少主也是 激动不已 说的也是 有了这等质宝 本少主定能够成为天下第一 拿出一个小小的酒葫芦来 从那酒葫芦里 倒出一杯零酒来 第130章 零酒化形 拿出一个小小的酒葫芦来 倒出一杯零酒来 那零酒也不知道 是用何种材料炼制而成 更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岁月沉淀 又是何等年份的沉酿 脆青色的酒叶 倒在了酒杯之中 酒香四溢 香飘十里 上面更是浮现出一层细密酒泡 久久不散 一看便知道 最少几十年 甚至是几百年以上的沉年佳酿 如此的好酒 若是落到了那好酒之人手里 恐怕就算是 你出再多的零食 甚至天下质宝 他们也未必会换得给你 只是 那鲜鱼冲倒出来零酒后 却是肠上 一口都不敢 反而像是在害怕什么洪水猛兽一般 小心翼翼的 释放出护体清廉之后 又在身旁布置出一道道的防御法阵 足足布置五道法阵之后 这才小心翼翼释放出一道剑气 向着那酒杯中的零酒攻击了过去 啪 他的攻击并不多强 但是再不强 也是助击进高手的一击 若是按照常理的话 想要斩破那盛放零酒的酒杯 无论如何 都是轻而易举 杯中的酒液会随着酒杯的破碎 也泼洒一地 但是 这一道剑气过去 在碰到那酒杯中的零酒之后 不但没能斩破酒杯 反而那零酒之中 击射出无数的清廉剑气来 向着鲜鱼冲击射了回来 然后那一杯零酒 更是直接化为一名 一手持剑 一手持久葫芦的折仙 手持着长剑 在他面前一口零酒 一招剑士 以酒助剑 以剑下酒 演练出一招惊天动地的剑招来 不是那清廉十八剑的第二剑 又是什么 剑间锁止方向 便是那陷于冲的方向 陷于冲剑此 赶紧也使同样的剑招抵挡 只是 他的剑招 在跟那一剑相碰之后 却是一瞬间便被攻破 然后 那哲仙所释放出的剑招 更是继续向着他攻击了过去 接连将他所布置的防御法阵攻破 然后又将他身后的清廉虚影攻破之后 力量用尽剑芒 这才消失不见 好强 谁能想到 一杯零酒 竟然能够幻化成人形 使出清廉十八剑就算了 而且还能轻易地 打败同样修炼清廉十八剑之人 不远处 南黎尤婷 见此震惊不已地说道 那幻化之人 若是没有猜错 应该是那传说中的清廉剑仙 而那九胡萝 一定便是那便是那清廉剑仙 飞生时遗留在天玄大陆之上的太白葫芦 丁少白看了以后 也是震惊不已 难得震惊一回地赞叹道 而那王兄 更是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说道 如此的宝物 怎能流落到一名外族手中 无论如何 咱们也要让他 回归我中原道门 更是起了动手杀人夺宝之心 只是见他就要动手 南黎尤婷确实对他说道 不急 此时咱们动手 肯定会经历一场大战 不如等他进阶金丹渡截之时 咱们在 那王兄听了之后 立即点了点头道 南黎姑娘说的是 等他渡那金丹节之时 咱们只要在他的雷劫之下 动一些手脚 到时候这等宝物 便能够落到我等手中了 二人一番商量之后 都觉得等到那鲜鱼冲 渡截的时候 再动手不迟 只是二人却都未提起这宝物到手之后 该怎么分配 反倒是那丁少白对着二人说道 在下就说没有危险 哪里来的机会 二位刚刚还以为在下说笑 现在如何 若不是跟了本公子 走了这最危险的一条道 又如何能获得如此机缘 听了他的话之后 二人都不由地看丁了他 还以为这家伙想要说这宝物 他功劳最大 自然是应该归他所有 甚至那王兄的手中 还暗暗地扣好一勒没福宝 如此的质宝 只有一件 他自然是不想跟任何人分享 如果丁少白也起了此心的话 他绝对会在宝物到手之时 第一时间便对这家伙动手 只是那丁少白却继续说道 只是这宝物虽好 但是却只有一件 而且在下也有在下自己的道 所以 二位美人只需要给在下十亿零食的补偿 本公子便已经心满意足 他这般一说那难开游亭和王兄 看他的眼神都变得鄙夷了起来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如此的机缘你都不争取 竟然只要十亿零食 不过 他们倒是十分乐意地说道 应该的 应该的 当即就掏出了十亿零食交给了这家伙 而这家伙在收到了零食之后 一刻都不多做停留 转身就走 丁兄 王兄见此对着他喊道 想不通这家伙怎么收了零食 便转身就走了 丁少白听了之后 赶紧又掏出了一份 他西鸣圣地 收集来的神木之中的资料 对着二人说道 对了 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放下之后 再一次地转头就走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这 王兄捡起了他放下的 西鸣圣地的神木资料 对着南黎尤婷说道 你若是没有被他给坑够的话 就把他叫回来好了 南黎尤婷冷冷地说道 那王兄听后 顿时想起了这些天 被这家伙所坑的惨痛经历来 赶紧摇了摇头 而且他们 等到那鲜鱼冲肚节之时 对付一个鲜鱼冲 也是轻轻松松 根本就用不着丁少白帮忙 反而是到时候 宝物到手之后 三个人各怀鬼胎 动起手来他 还要多分出一份心去 还不如 让他走了得干净 而那丁少白离开这里之后 更是跑得比兔子还快 边走 还边嘟囔着 马德 怪不得古言都说 一人不尽妙 两人不看警 三人不抬树 看他二人刚刚那眼神 就差把老子 给生吞活泼了 幸好老子逃得快 小命保住了 而且还白 赚了十亿零食 就是 如今我孤身一人 一个人装逼 没人看见的话 那多么的没有意思 这家伙边走边嘟囔道 很快 他就碰到了 苏璇和小瞎子 眼珠子一转 便就又有了主意 苏宗主 苏宗主 一家伙 就欣喜不已地对着 苏璇高喊了起来 咦 丁兄 你怎么在这里 苏璇对着丁少白问道 其实他早就看到了这家伙了 为了不让这家伙知道 小黑的存在 苏璇 还把小黑 给硬塞进了厨袋里 苏宗主有所不知 在下是专门在此处 等待苏宗主的 丁少白一脸高深莫测 对着苏璇说道 专门在此处等苏某 苏璇对着他问道 不错 昨夜在下夜观天象 便知道这条路上 将会有质宝出现 再一掐指一算 又算出 此质宝非苏宗主莫属 所以便在此处 专门等苏宗主过来 告知于苏宗主 第131章 想拜我苏璇 你还嫩了点 所以 便在此处 专门等苏宗主过来 告知于苏宗主 丁少白对着苏璇说道 一会儿望望天 一会儿又摆摆手指头 竟然想要 再从苏璇这里 坑上一笔零石 苏璇岂 是他那么好坑呢 他说了半天 苏璇却只是假装听 不懂地望着他 等他说完之后 便对着他说了一句 哦 原来如此 连一句告辞 都不给他说 便就要 直接离开这里 丁少白见此 先是一愣 然后就赶紧对着苏璇大吼道 苏宗主 你难道不想知道 清廉剑仙遗物的消息吗 清廉剑仙遗物 苏璇一听 心中早已经激动不已 要知道当初的于小婉 拿出来的 可只有清廉十八剑的前三剑功法 而如今的于小婉 已经快修炼完第二剑 进阶到金丹镜之后 便要修炼第三剑了 苏璇正愁着 如何才能找到 清廉十八剑后面的功法 却没有想到 在这里听说了 清廉剑仙的遗物 不过 苏璇却只是内心激动 脸上的 却没有任何表情 哦 若是丁兄说的是 这事的话 那苏某 还真有些兴趣 实不相瞒 小瞎子 刚刚就已经算到了此物 苏璇对着丁少白说道 指了指身边的小瞎子 告诉他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能掐会算 他就不要在这里 装神弄鬼了 哪里知道 那丁少白见此 却是对着苏璇大声地说道 苏宗主什么意思 难道认为 在下还不如这小瞎子 告诉你苏宗主 在下不断推算出了 那太白葫芦 而且还推算出了 南里有亭等人 也在打他的主意 他如此一说 苏璇不由的 就有些犹豫了起来 毕竟自己前不久 才得罪了那南里有亭 而且小瞎子 跟南里有亭关系不错 有可能想要 把自己送到南里有亭身边去 不过 一想到 那清廉见仙的遗物 而且自己这边还有个小黑 苏璇又不再害怕了 对着丁少白说道 详细说说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苏某定有重谢 丁少白听说定有重谢 赶紧把前面的消息 告诉了苏璇 不但先于冲身上 有着那太白葫芦 告诉了苏璇 就连王兄和那南里有亭之间 面和心不合 都一一地告诉了苏璇 听到了太白葫芦中灵酒 竟然如此厉害 苏璇便已经高兴不已了 如今又听到 前面竟然这么地乱 更是不会放弃 给这个唐王补蝉黄雀的机会 赶紧对着丁少白说道 多谢 多谢 丁兄你消息 简直来得太是时候了 这一百零食 还请丁兄 一定要收下 说完 便将一百零食 硬塞给了丁少白 苏兄你 丁少白看着那一百零食 差一点没有被气出了一口老血 喷在苏璇脸上 这么重要的消息 苏璇竟然只给他一百零食 把他当乞丐了吗 而苏璇 却还在看着他手里的零食 时刻想着 要把这一百零食 给拿回来 怎爹 丁兄不好意思收 不好意思啊 那个 既然苏宗主如此客气 那在下就收下了 丁少白 赶紧收起了零食 就要离开这里 他还想着 看能不能在路上 再遇到几个 然后把这消息 给卖了出去 他就不信了 每个人都像苏璇这么口 收好了零食 赶紧说道 既然如此 那在下 也就没有什么好嘱咐 苏宗主的了 告辞 说完这家伙 便要离开这里 苏璇怎么可能 让这家伙离开 赶紧一把拉住了他 对着他说道 丁兄这是要到哪去 这条路太多危险了 在下 是不敢再走这条路了 丁少白对着苏璇说道 只是 苏璇 却一把就将他 给拖了回来 对着他说道 丁兄 你这话 就不对了 我们既然都已经进入了 这神木中修炼 怎么能够 因为一点危险 便就要逃避呢 走走走 所谓危险 与机遇并存 越是危险的地方 机会就越大 走走走 你我二人都要看看 这条路上 究竟有多危险 听了苏璇的忽悠 丁少白越听越觉得熟悉 仔细一想 不就是刚刚自己 忽悠南梨游亭 和王兄的话吗 那个 在下实力低微 不敢 不敢 丁少白对着苏璇说道 丁兄该不会是 怕了那南梨游亭吧 苏璇对着丁少白 一有所指的说道 丁少白一听 哪里不知道他 已经被苏璇 给绑在了一起 若是今日 不跟苏璇 一起进去的话 这家伙 肯定会把自己 出卖南梨游亭 这是传出去的 赶紧说道 什么 我丁少白会怕一个女人 苏宗主 走走走 今天我丁少白 就要让你看看 我会不会怕一个女人 说完 便拉苏璇向着前面走去 从他给苏璇的消息 苏璇就已经猜了出来 这家伙肯定是因为 害怕三人抢夺 那太白葫芦的时候 自己打不过南梨游亭 还不如骗些零食 赶紧离开保命的好 此时 若是放他离开了之后 难免他后面 不会再遇到其他的人 也更加难免的是 他不会把自己 卖给其他的人 所以 这时候的苏璇 怎么可能放他离去 所以 就用起了妖邪的方式 把这家伙 也给拉了进来 很快 他们就远远地看到了 那躲在一块大石头处的 南梨游亭 和那王兄 同时 也看到了不远处的鲜鱼冲 和那太白葫芦 甚至 就连那给鲜鱼冲护法的小鹿 也被苏璇用一只鲜鱼凌 给严密地监视了起来 只要一旦动手 他便会指挥那只鲜鱼凌 对那小鹿动手 同时 他更是对着 藏在他储物袋里的小黑 传音了起来 小黑 在这里的话 你能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便将那太白葫芦 给你家主人弄过来 咦 主人 这就是传音吗 好神奇啊主人 以前主人怎么不用 传音跟小黑说话呢 小黑听了之后 对着苏璇问道 苏璇这才想起 前不久这家伙 好像就问过自己 什么是传音 自己好像没有告诉过他 如今突然又用上了 对着他赶紧传音道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到了这里的话 你那种力量还能不能 把那东西给你家主人弄过来 没问题的主人 这里虽然离那守护法阵 已经不远了 但是小黑还是能够掌控的 第132章小黑 你竟然也学会坑人了 没问题主人 小黑对着苏璇说道 这家伙似乎对做这种事 十分的上瘾 一听说苏璇说 马上就要动手 别急 别急 苏璇却是对着他说道 那边的仙鱼冲的金丹天节 也已经正式开始了 天空中厚厚的节云 开始不断的凝聚 越聚越厚 一道道雷电 也开始在云层中汇聚 仙鱼冲天赋不错 修炼的又是十分厉害的青莲十八剑 天节自然也就远超一般的修饰 苏璇估计 他的天节 最少都要比当初 行秉怀进阶金丹进之时的天节 强大了四五倍之多 这般的天节 若是一般的修饰的话 很难度地过去 偏偏到了这个时候 南黎尤婷和那王兄 还要在这天节上 给他动动手脚 二人一起出手 也不攻击他 而是向着那杰云攻击过去 尤其是南黎尤婷 连他的本命领宝弃 都给使用了出来 一出手 就是用尽全力 一道道火焰 像是发了风一般 向着天空攻击了过去 那杰云又不会判断 他们跟杜杰之人 究竟是敌室友 被他们这一番攻击 马上就觉得 二人是要帮仙鱼冲 抵挡天节 刹那间 原本就比普通修士天节 要强了数倍的天节 再次猛涨了起来 杰云开始再次汇聚 杰云中的雷电 也变得更加的疯狂 天节的强度 再次增加了三倍有余 一道道水桶粗细的天雷 就像是被惹怒了一般 从那杰云中倾泻而下 疯狂地向着 鲜鱼冲砸了下去 王八蛋 姑娘跟你们拼了 那原本给鲜鱼冲护法的小鹿 正警惕地四处观望 见到这一幕 已经是怒到了极点 疯狂地向着南离游艇 他们冲了过来 而那鲜鱼冲 更是望着天空中的节云 面露出绝望之色 啊 哪怕就算是已经 释放出了护体清廉 也只在这雷节之下 只支撑了一息不到 便被攻破 然后 雷节就全部落到了他的身上 第一波天雷都没有撑过 便倒在了节雷之下 原本想要在这神木中 叱咤风云的他 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结束 哈哈 这太白胡萝 是我王某的了 王兄哈哈大笑了起来 向着鲜鱼冲的 储物戒指冲了过去 同时 手中还扣下了一张福宝 等储物戒指到手 马上就跟南离翻脸 连小鹿向着他们杀来 都仿如没看见似的 随手一剑 就将小鹿给劈飞了出去 毕竟是东阳圣地的圣子 实力哪里是什么 一个侍女能够相比 只是 就在他往前扑去的一刹那 那南离游艇 却是向着 那还未散去的节云 再次攻击了过去 而且这一次 而是一张猿鹰中期的福宝 那劫云哪里能够判断出 此时的杜劫之人 已经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只知道 那仙鱼冲还活着 还有一名猿鹰级的战力 在帮他抵挡雷劫 刹那间 原本就厉害的劫云 又再次厚了一倍 天空中清晰而下的天雷 更是发了风地砸了下来 一时间不要说那仙鱼冲了 就连那王兄和小鹿 都瞬间被覆盖在了天雷之中 只发出一阵阵凄厉的惨叫 啊 难理有庭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然后凄惨的叫声便抵了下去 很快消失 卧槽 这女人这么狠 看到这里的苏玄 不由得都有些骇然 而那丁少白 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一个劲的念叨 幸好老子不贪心 幸好老子不贪心 庆幸着自己刚刚没有留了下来 不然的话 恐怕他现在就要跟那王兄一般 连那太白葫芦都还没摸上一下 就要陨落在那劫雷之下了 天空中的劫云 开始缓缓地散去 天雷的威力 也已经消耗殆尽 场上也再也没有了 那仙鱼冲 王兄 还有小鹿三人的气息 但是那南里游亭 却依然没有上去 而是四处地观望了起来 那天雷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他也害怕会有人 有样学样地 用这方法对付自己 就是现在 动手 他还在观望苏玄 却已经开始指挥起小黑来 那股强大的力量在线 南里游亭 瞬间就感知到了 愤怒地大吼了起来 苏玄 王八蛋 老娘一定不会放过你 不管不顾地 向着苏玄他们这边冲了过来 只是他再愤怒也没用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仙鱼冲的储物戒指 落到了不远处的苏玄手中 甚至 就连小鹿和王兄的储物戒指 苏玄都没有放过 他越是愤怒地大吼 小黑就越不会 让他留在这里 瑟瑟发抖地大吼一声 啊 鲍文小姐姐发火了 好可怕 太吓人了 便对着他施法了起来 转眼之间 南里游亭就再一次地飞离了此地 然后他又看向了 旁边的丁少白 你也跟他一起去吧 把丁少白也给丢了过去 卧槽 行啊 你竟然也学会了坑人了 苏玄见此对着小黑说道 还以为这家伙变聪明了 结果这家伙却对着苏玄 眨巴眨巴眼睛问道 主人 什么是坑人 你不知道什么是坑人 为啥把丁少白给扔了过去 苏玄对着小黑问道 因为小黑实在不喜欢 待在储物戒指里面 小黑随口说道 啊 苏玄听后有些无语 同时为那丁少白默挨了起来 估计这家伙也不会想到 他只是因为出现的不是时候 就被小黑给坑了 而且还是被小黑这个傻子坑了 那南里游亭何等的聪明 恐怕这次丁少白 很难给他解释清楚了 王八蛋 王八蛋 苏玄 王八蛋 十万里之外 南里游亭疯狂地大骂 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自己都已经算无一策了 结果好处还是让苏玄得了 而且 刚刚丁少白给他们的 西明圣地神木试炼经验 也都还在那王兄的储物戒指之中 也就是说 他现在竟然又变成了 连一张地图都没有了的孤家寡人 啊 南里游亭愤怒地大叫 恨不得将苏玄抓住 生吞活泼了 碰 突然之间 他的面前 又是砰的一声响起 丁 丁少白 你怎么也出现在了这里 南里游亭 望着眼前的丁少白 不解地问道 那个 我 我明明正在赶路 走得好好的 鬼知道下一刻就被传送到了这里 又遇到了南里姑娘 南里姑娘 你说巧不巧 丁少白对着南里游亭 一脸尴尬地说道 他自然是不会说 刚刚自己出卖了南里游亭 然后苏玄又把他给带了回去 最后还把他跟南里游亭一起坑了 丁少白 你说这话 觉得本宫会信 南里游亭 对着丁少白恶狠狠地说道 南里姑娘 你暗害王兄之事 第133章 彻底地把这汤水搅浑 丁少白 你什么意思 南里游亭 对着丁少白问道 南里姑娘懂我的意思 丁少白也不怕他 这家伙虽然爱装逼 但是却不傻 信不信本宫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南里游亭 对着丁少白说道 一副随时动手的样子 那南里姑娘 尽管动手就是了 在下绝不会还手 丁少白却是把手一摊 一副随便对着南里游亭说道 给南里游亭 唱起了空城记来 南里游亭见词 反而是不敢动手了 思量再三 最后却只能对着他说道 今日之事 希望丁兄能够守口如瓶 没有办法 这家伙姓丁 是那西名圣地化神老祖的嫡系后人 这种老怪物 留给自己后人 什么手段都有可能 虽然说南里游亭有把握 杀了丁少白 但是却没有把握 在杀了他之后 阻止他把消息传了回去 更没把握 让他难言圣地 承受西名圣地 跟东阳圣地两大圣地的怒火 今日之事 今日发生了事 今日在下只记得 正在赶路 突然一股强大的力量出现 然后就被传送到了这里 又好巧不巧地遇到了南里姑娘 丁少白赶紧对着南里游亭说道 他在这事件里扮演的角色 也不光彩 所以 只要不到与死网坡的时候 他也不想把这事给传了出去 丁兄难道就真的对那太白葫芦 没有任何想法 南里游亭又对着丁少白问道 如此重爆 丁少白怎么可能会没有任何想法 尤其是苏璇这王八蛋 只给了自己一百零十的消息费就算了 而且还转手 就又把自己给卖了 若是丁兄有这个想法 你我合不联手一次 南里游亭对着丁少白说道 他数次都是栽在了苏璇的手里 南里游亭恨不得将苏璇碎尸万段 只是丁少白听了联手 却是赶紧摇起了头来 没有 没有 早就给姑娘说过 在下有在下自己的道 什么太白葫芦 什么青莲十八剑 都不如在下自己的道重要 告辞了南里姑娘 丁少白对着南里游亭说道 说完之后 更是转身就又要离开 这女人实在是太狠了 坑杀王兄的景象还历历在目 丁少白哪里敢留下来跟他合作 等等 南里游亭又对着他喊道 丁少白的站了下来 南里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同时 手里还扣上了他家老祖 留给他的化神福宝 生怕这女人会暗算了自己 把你西鸣圣地 关于这神木的消息 再卖给本宫一份 刚刚那份 还在那姓王的储物戒指里 南里游亭对着丁少白说道 丁少白这才松了口气 拿出了一张玉碟来 开始复刻了起来 刻好之后 也不敢要零食 丢给了南里游亭 之后就赶紧离开了这里 瓦得 一个南里游亭惹 惹不起就算了 一个苏璇更惹不起 跟他们交道 没打几次 还好几次 都差点把命 都给弄丢了 丁少白边走边骂道 不过他性格上 原本就不喜欢争斗 胆子又小 所以也不会有要找苏璇 和南里游亭麻烦的想法 只是在心下里暗暗地决定 以后 见了苏璇和南里游亭 这样的狠人 能躲就躲 能避就避 但是那南里游亭 却是依然不敢放弃 辨别出那藏剑山的方向 就急速地欲空而去 这一次 他一定要让苏璇付出代价 听说了吗 这次神木试炼 出现了一件质宝 是那青莲剑仙 留下的太白葫芦 胡说八道 那青莲剑仙 何等的人物 不说他看不上这神木试炼 就是看得上 他在这天旋大陆上 叱咤风云的时候 这神木都还没有出现 他的太白葫芦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 这神木之中 看吧 没想象力了吧 那青莲剑仙没有进来过 难道就不能有后来者 得到了那太白葫芦 带了进来 实话给你们说吧 有人亲眼看见了 仙鱼部落的仙鱼冲 带着那葫芦 正向着这藏剑山赶来 走的是那最危险的 一时间 一道消息 很快便传遍了 剑山附近 如今的藏剑山 已经是这神木中 最热闹的地方了 只要还活着之人 几乎都已经赶到了这里 无论是西域修士 还是极西之地的 木妖一族 能活着的都赶了过来 大家都聚集在此处 等着人多了 实力够了 一起攻击那守护者 和守护法阵 没有办法 此处光是守护者 就有一万之多 而且还 全都是宁夜境巅峰 堪比驻击境实力灵魁 这些灵魁一支 确实不会给他们造成威胁 但是上万 却不是他们轻易能够抵挡的 更不要说 他们中很多人 才进第二层不久 还没有适应着第二层的环境 那种炼金的炙热 还在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他们 长时间的战斗 会让他们撑不住很快力竭 就更加不要说 那守护法阵也不是轻松 便能够攻破的 所以 到了此处之后 大家都在等 甚至 就连原本有着世代血仇的西域修士 和那木妖一族到了此处之后 都如同约好了一般 没有任何争斗 都在一起等 而南黎游亭一到了此地 便将这消息放了出去 他要把这汤水彻底地搅浑 然后他才能浑水摸鱼 果然 他这消息一出 大家就纷纷涌向了 那最危险的左手第一条路 堵在了路口 甚至有人已经按捺不住 往里面探了进去 而他的消息 此时也引起了三人的注意 小安姐 清廉见先的一物 胡青爵一听 立即对着于小婉说道 此时不急 这消息 是南黎游亭来到这里才放了出来的 十有八九 就是他放了出来的 于小婉小声地说道 对 如此至宝这女人 难道不想据为己有 这女人却传了出来 肯定有什么阴谋 月红亭听后 也看着远处的南黎游亭说道 一旦看到南黎游亭 看向了他们 又赶紧转移了视线 而那南黎游亭 也同样注意到了他三人 这三人实力不足 尤其是那于小婉 竟然已经进阶 到了金丹镜了 他修炼的 乃是青莲十八剑 一定不能让他们 知道那太白葫芦落到了苏玄手里 更不能让他们跟苏玄汇聚在一起 南黎游亭 心中如是想到 不错 云小婉此时 已经进阶到了金丹镜 虽然他在进入这神木之前 只有驻击后期 但是 他的青莲剑体 在战斗中提升修为 到了这神木之中 却是如鱼得水 这些天来 他几乎每天都在战斗 所以 他已经渡过了那金丹天节 成为了真正的金丹镜剑修 反而是胡青爵 月红亭二人 因为试炼中连找个地方 闭关冲击境界都难找到 反而是还留在驻击境巅峰 而且 于小婉境界之后的战力 也提升了足足五六倍之多 哪怕就算是南黎游亭 看不见于小婉的战力 也隐隐地感觉 若是靠他自己的实力的话 未必就是于小婉的对手 第134章 打起了南黎游亭身上老怪物的主意 与此同时 南黎游亭在算计着苏玄 苏玄也在猜想着这女人 这女人肯定会在藏剑山的方向 等着本宗主 偏偏那藏剑山 也不是老子一个人 就能够攻破的 还要等大家一起去闯才行 而且 小黑在守护法阵 没有被攻破之前 他连靠近都不敢靠近 一旦靠近 就有可能会被守护法阵给卷进去 马德 看来老子 还要再等等 才能去那藏剑山啊 苏玄拿到了 仙鱼冲和王兄等人的储物戒指 便可以赶往藏剑山了 哪怕就算是这条路上 有几处险地 苏玄也有把握 在南黎游亭赶到之前 就赶到那里 偏偏那藏剑山的守护者 不是他苏玄一人 便能够攻破破的 他过去了 也只能干等着 当然 他也不是害怕南黎游亭 他害怕的是 那女人身上藏着的 那只十亿战里的老怪物 那老怪物 一直都还未现身 越是藏得深的家伙 就越是恐怖 苏玄可不敢大意 算了 算了 先放出几只凌风过去 打探一下消息再说 苏玄心中地想到 放出了几只金丹镜的金鱼凌风 向着那藏剑山 飞去 很快 金鱼凌风就给苏玄传回来了一些信息 小婉他们也到了 而且 小婉已经进阶到了金丹镜了 苏玄得到消息之后 有些不敢置信地想到 毕竟于小婉 在进入这神墓里的时候 才只有助击后期 比胡青爵和月红亭 进阶要插上一大截就算了 而且当时 进入这里之人 哪个不是助击境巅峰 甚至还有好多人 故意压制着修为不进阶 等进入了这里之后 再度金丹镜 但是 进入之后 却没有几人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真正地进阶到金丹镜 没有办法 此处的条件 实在是太艰难了 寻找个安全的地方 度阶都难就算了 而且他们 在传送进来的时候 还都被分了开来 连个帮忙 警戒护法的人都没有 也不知道这丫头进阶之后 战力如何了 有没有超过一百万 苏璇如实地想到 不是她不敢往几倍去想 而是一百万战力 已经非常接近 原因进强者了 刚刚才进阶金丹 就能够堪比原因强者 实在是有些太恐怖了 所以 苏璇哪里敢这般地想 而偏偏此时 她的战力已经到了极限 根本也不可能 凭着自己的战力增加 估算出于小碗的战力来 还得要赶紧 把这太白胡萝 给小碗送过去才行 有了此物的话 小碗的实力 肯定会提升得更快的 苏璇又端起了一杯 太白葫芦里的灵酒 喃喃自语道 于小碗对剑道的感悟 也同样被系统 给复刻了给了她 所以 她对剑道的了解 自然是要比 南里有亭 他们懂得多 知道了那灵酒 为何能够 划行为一名折仙 是因为这酒葫芦里 拥有着清廉剑仙留下的剑意 而那折仙 就是清廉剑仙留下的剑意所 幻化而成的 只是 没有办法 她的天资太差了 悟性 也实在不敢攻卫 哪怕她已经观摩了 几次灵酒 幻化而成的折仙了 却也没有悟出一点 见到剑意来 无奈 苏璇只好收起了太白葫芦来 又检查起了其他的东西来 想要看看 能不能 找到清廉十八剑前三剑之后的功法 很快 苏璇又在那鲜鱼 冲的储物戒指里 找到了清廉十八剑的功法来 丁 发现金色品及废品 可便废为宝 为紫金色宝物 咦 怎么变成金色了 苏璇望着那功法 有些疑惑地说道 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之前的余小婉 把前三剑交给苏璇的时候 只是红色品级而已 而现在竟然变成了金色 而且 苏璇此时已经对功法了解 远超以前了 那时候的她 并不知道 红色功法 就代表着地级功法 而金色 就代表着天级 若是紫金色的话 那就是神级了 也就是说 这步功法即将在自己手中 再次变为一件神级功法 神级功法 想想 多让人激动不已啊 苏璇激动无比地想到 赶紧用系统 仔细地扫射了起来 只是 不看不要紧 一看苏璇 却是震惊地直接大叫了出来 青莲十八件残片 金色品级废品 前六件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级宝物 不是吧 只有前六件 就是金色 那前九件呢 前十二件呢 整部的青莲十八件呢 它们又是什么品级的废品 看来系统 还给老子留了一手啊 苏璇越想越觉恐怖 也越想越觉得激动 她看到残片的时候 就有了一些疑惑 看到第六件的时候 更是脸色都变了 然后又拿起了玉碟 仔细地查看了起来 果然 这功法 只有前六件 也就是说 只能够修炼到化神以后 炼虚七而已 炼虚七已经是属于 灵界修饰的境界了 而青莲十八件 可是号称 同境界无敌的存在 也就是说 一旦修炼成了这第六件之后 便是在那灵界 也有了一席之地 甚至 以青莲十八件的恐怖 说不定还能跟炼虚之上的 合体精大能一争高下 而合体之后 便是大成 度洁境不出的情况下 大成已经是灵界的顶级存在 也就是说 合体七已经堪比天玄大陆上 原因竟强者一般的稀少了 修炼出了青莲十八件第六件 便是在那灵界 也没有几人敢惹 只是 苏璇震惊的 却不是这功法 震惊的却是自己废品和宝物的等级 难道说在那金色废品之上 还有紫金色废品 紫金色宝物之上 还有更加厉害的宝物 苏璇越想越觉得不对 同时他又不得不回想起了 当初查看南里有亭站立着时来 那苍越的境界明明清清楚楚地标着一飞 按照系统的尿性 见到南里有亭的那一刻 系统就应该提示他才对 但是 系统却对他没有任何的提示 这一切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 那苍越的站立虽高 但是天赋却很差 第二个便是这系统留了一手 太高的废品等级还没有给苏璇开放 而那苍越竟然连境界都已废了 却还拥有着十亿战力 怎么可能天赋太差 所以苏璇想来想去 都觉得是系统给自己留了一手 嗯 应该是这般了 不过 这似乎也没有什么错 毕竟老子现在实力不行 掌控不了那么强大的存在 等到老子实力强大了 开启了新的废品等级的话 嘿嘿 迟早要把南里有亭 藏在身上的老怪物 给拐过来 苏璇心中不由地想到 想到这里的他 竟然打起了南里有亭 藏在身上的老怪物的主意 第135章 现在就差一人了 不行 不行 我要尽快完成任务 我要尽快进阶 我要知道 我的系统究竟能不能生结 我更不想 一直担心着 这女人身上的老怪物 苏璇如此这般想到 虽然不知道他进阶 到金丹镜之后 系统会不会升级 但是 苏璇想要进阶的想法 却从未有过 如此强烈 想到这里的苏璇 掏出了六道传送阵来 正是埋在了他 此时栖身的山洞里 就在他埋下去的那一刹那 他的宗门任务 第五个任务 正式完成 第五个任务完成之后 苏璇就只剩下 第四的种植出五种灵谷 和第三的拥有 五名金丹镜长老 这两个任务了 打开系统一看 发现灵谷 也已经种植出来了三种 另外的两种最多也就一个月 便能够收割 而在他进入此处的这段时间里 中天花也正式进阶 到了金丹镜 再加上 原来的风雨亭 邢炳怀 和此时的余小婉 如今也就只差一名金丹镜 苏璇就可以完成所有宗门任务 进阶到金丹镜了 现在只差一人了 这最后一名金丹镜 苏璇也不用担心 月红亭和胡清爵的天赋都不错 尤其是胡清爵 这家伙 早就该进阶金丹了 现在都还未曾进阶金丹 便知道应该是 他没有找到安全的地方 和帮他护法的人 而马上 苏璇便要去那藏剑山了 虎闻金环峰传回来的消息 他们也已经到了藏剑山了 等过了藏剑山 苏璇便要让他们赶紧闭关 进阶到金丹镜去才行 打好了主意之后 苏璇便开始便废围保了起来 苏璇便开始便废围保了起来 首先苏璇就将清廉十八剑前六剑的功法 丁 恭喜宿主耗费十万声望 将清廉十八剑前六剑功法 变废为保 清廉十八剑前六剑 神级功法 果然 苏璇猜得不错 这清廉十八剑光前六剑 便是神级功法 然后 又把这些天 在这神木之中寻到的宝物 也给变废为保了 尤其是 前不久找到的那些灵宝残片 苏璇把他们全部变废为保 这些灵宝 虽然现在 他们用不上 但是 等到一镜接到金丹镜 便可以使用了 这些也一股脑的 全部变废为保 一下子 便得到了 足足十多剑灵宝 光是尚品灵宝 就有二三十剑 同样 跟苏璇当初猜想的不错 尚品灵宝之上 还有极品灵宝 比如那面妖族战旗 和那件 古朴小哥 都是极品灵宝 其他还有好几件 总共下来苏璇 一共足足收获了 七八件极品灵宝 至于说 中下品之类的 那就更多了 苏璇估计 此事不要说西域了 就算是 加上四大圣地一起 也没有他手中的 灵宝三分之一多 他们的灵宝就更少了 直接可以忽略不计 把这些变废为宝了之后 苏璇又把收集起来的材料 也拿了出来清点 需要变废为宝的 也全都变废为宝 等把这些做完了之后 苏璇就开始在这山洞里 等待着藏剑山那边的消息 只是 那些虎文金环风传回来的 却不是藏剑山的人数增加 而是一部分人 向着自己这边赶了过来 他们怎么突然 向着我这边来了 那些灵风的灵智并不高 他们传回来的消息 十分的模糊 不过 很快苏璇就在这些 灵风传回来的消息里 发现了南鲤游亭 这般一猜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驱虎吞狼 还是浑水摸鱼 苏璇得到了消息之后 马上就明白了 这女人的想法 不过 她想要把水搅浑了 趁浑水摸鱼 那也得看看 苏璇这里的水 到底有多深才行 想到这里的苏璇 也就没有在山洞里 继续等待下去 而是向着藏剑山的方向 行进了起来 很快 苏璇就见到了迎面来的几人 这几人 全都是西域修士 为首之人 乃是一名要亡谷弟子 还有两人 是他的师弟 其他三人 也是十大宗门弟子 只有一人 乃是江云宗之人 总共八人 在那路口 等了半天之后 也没见有人出来 所以就商量了一下 一起进来看看 苏璇因为有林峰放哨 早早地就发现了他们 赶紧把小黑 又给塞进了厨袋里 就连小瞎子 苏璇也让小家伙躲了起来 咦 是苏璇 药王谷弟子药童 见到激动地说道 他是真没有想到 近来寻找仙鱼 冲还没有找到 先见到了苏璇 不由地打量起苏璇来 这家伙只有助击出气 竟然也赶进这神木中来 这不是给我们机会吗 苏璇此时的境界 依然还是助击出气 用南里有亭的话来说 进入这里的修士中 也就苏璇跟小瞎子的境界最低 而苏璇可是他们药王谷的眼中定肉中刺 若不是天玄宗的于小婉的话 他药王谷可就是这次百门大笔的第二名 也不会像现在这般才进来了五六人而已 更不会花那么多的零食 从苏璇手上再拍上一枚试炼令 所以药军祖师给他们下了令 如果有机会便对天玄宗的人动手 在藏剑山的时候 他们就想要对胡青爵等人动手 但是奈何于小婉已经进阶到了金丹镜 几人这才放弃了想法 如今看到孤身一人的苏璇 而且还只是一名助击初期而已 药同心中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哥几个 咱们先把这家伙解决了再说 药同对着众人说道 正有此意 正有此意 其他几人也纷纷说道 毕竟他们都是十大宗门之人 他们宗门的太上长老也命令过他们 让他们进了神墓后找机会动手 更何况苏璇在拍卖会上 拍了那么多的零食 也让他们垂涎三尺 就是不知道这家伙身上 带了多少零食 估计不会太少 几人纷纷说道 他等都是助击境巅峰的存在 对付不了金丹镜的余小婉 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助击初期的苏璇 唯有江云宗的那名弟子 对着几人说道 那个 我江云宗小门小派的 就不跟大家一起了 说完这家伙 就想要赶紧离开这里 他江云宗最强的 也就只有金丹镜巅峰的长老 而那于小婉已经进阶金丹 修炼的又是青莲十八件 他害怕给他江云宗惹去麻烦 只是 他这般想 其他几人却不会就此地放过了他 对着他说道 江中 你难道是想要回去 给于小婉几人报信吗 刹那间 就又把江云宗的那家伙 给堵了回来 而且还把江中 给直接围了起来 竟然想要杀人灭口 只是 这几个家伙 在盘算着苏璇 苏璇 却也在打量着他几人 这几个家伙 我苏璇是亲自动手吗 还是让凌峰对付他们 不行 不行 还得要给躲在暗处的南里友廷 演场戏才行 第136章 难道又要使用那老家伙的力量了吗 还是让凌峰对付他们 苏璇如是地想到 这几个 获最强的战力 也就拿要同 有二十多万的战力 就这般几个 都不用苏璇动手 只需要下令那些凌峰 轻轻松松地就能搞定他们 只是 苏璇却知道 这几个家伙 不过是被人利用的炮灰而已 南里友廷才是真正的大鱼 那女人此时 肯定就躲在暗处 正观望着她 她必须要让这女人现身之后 才能让小黑 把她扔出去 这一次 苏璇决定 把她扔远点 直接扔到第一层去 所以 此时的苏璇 看到江中 被几人围了起来 赶紧大吼一声道 江道有不怕 苏某这就来助你 说着 也不知道从哪里 掏出来的一把上瓶法器 就直接冲了过去 几人见到 苏璇冲了过来 赶紧也把苏璇围在了中间 苏宗主 小碗姑娘 他们就在藏剑山 你只要出去报个信 我江中 就不算白死 你冲了进来又是何苦啊 江中对着苏璇无奈地叹息道 在她的心里 苏璇一个助激进初期 能够帮到什么忙 不过是平添了一条性命而已 江道有 你都愿意 念在同事西域修士的份上 不愿对苏某动手 苏某又岂能丢下道友 自行逃命 苏璇对着江中说道 江中顿时被苏璇感动得 哗啦哗啦的 慷慨地说道 苏宗主既然如此 我们跟他们拼了 好 跟他们拼了 苏璇也双手握剑 向着药桶等人冲了过去 这一幕 自然是落到了 那南离游庭的眼里 我呸 真虚伪 老娘就不信了 你要不是因为 有那种 能把人给传送走的力量 你会冲进去帮那家伙 南离游庭狠狠地 吐了口唾沫说道 苏璇这家伙有多狡猾 他难道会不知道 不说从他手上 抢了多少宝物了 只说丁少白 把消息卖给了他 他转身就把丁少白给卖了 南离游庭 就不信 他会舍身去救江中 所以 此时的他 没有动手 继续躲在暗处 观看着等待着下手的机会 而苏璇拿着那柄上瓶法器 在被药桶挤人的包围中 左冲右突 既没有用青莲十八剑 也没有用红莲夜火 就连阴阳两亿丹田 都隐藏了起来 把自己装扮成了 一个普通的助击触气 很快 苏璇的身上 就平添了几道伤口 而那江中的境界 倒是助击巅峰 但是实力同样不高 对付一名十大宗门的弟子 尚且还能勉强支撑 两个人一起攻击他 只撑了四五招 就直接口吐鲜血 到了最后 连江云宗花大代价 给他买下的保命之物 一枚原因初期的福宝 都给用上了 这才勉强拖住了 药桶等人 只是他有福宝 药桶等人手上福宝更多 这就使用福宝了吗 药某这里也有 而且还是祖师 亲自赐下的 拥有原因中期 全力一击的福宝 说完 他就拿出了一张福宝来 那福宝上有着一杆药除 模样就跟一般 采药人使用的药除 并无二致 但是那要除上释放的灵力 却是浓郁无比 刚刚一拿了出来 就在场上掀起了 阵阵的灵力波动 好东西啊 苏璇看到 瞬间眼睛就亮了 不由的舔了舔了嘴唇 这玩意绝对是好东西 拿了过来 就可以又有一张 堪比原因后期 强者的福宝了 所以 他毫不犹豫的 就让小黑动手了 动手 小黑 果然 马上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出现在了药桶的头顶 那药桶瞬间就被传送了出去 而那张福宝 也落到了苏璇的手里 难里有停等的 就是这个机会 本宫就不信了 你还有两个小黑 疯狂地向着苏璇冲了过去 同时 手中林宝契佩九华圣火顶 更是拼了命地催动 一道道火焰 疯狂地向着苏璇砸了过去 连带着其他几人 也一起覆盖在了他的攻击之下 力求对苏璇一击必杀 他就不信了 苏璇一个铸鸡进初期 连几个普通铸鸡进巅峰的修士 都对付不了 还能在他全力一击的攻击下 活了过来 苏璇 给老娘去死 苏璇望着这疯狂的女人 却只是微微一笑 卧槽 这女人真狠 想把我们这里人全部给杀光啊 下一刻她的身上 一朵青莲便浮现了出来 不但将苏璇自己护在了青莲之中 就连那江中也一起护在了其中 而剩下的几人可就惨了 他们原本还在围攻苏璇 哪里会防备南离游艇的偷袭 眨眼间就被南离游艇的南岩梨火 给烧了个干干净净 剩下的火焰继续向着苏璇扑了过去 却又瞬间就被青莲给吸收了个干干净净 青莲十八剑 你竟然会青莲十八剑 南离游艇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下一刻 苏璇就用护体青莲回答了她 青莲一转 一到到南岩梨火 就向着那南离游艇击射了过去 比她刚刚释放的 没有少了多少力量 而且速度更快 同时 苏璇的身前还浮现出十二柄飞剑来 随手一挥 便也紧随着南岩梨火 向着南离游艇击射了过去 南岩梨火被反弹了回来 南离游艇就已经很难抵挡了 后面还有更加厉害的青莲十八剑了 王八蛋苏璇 老娘又被你给坑了 南离游艇这时候才知道 刚刚苏璇在跟她演戏 此时的她 不要说杀苏璇了 能够在苏璇手上自保都难 难道 难道又要使用那老东西的力量了吗 南离游艇的脑海里 电光火石般响到 可是那老家伙 也不是那么好用的 人家还时时刻刻地想着 夺舍她的肉身 没使用一次 她对肉身的掌控 就要弱上几分 不行 我不能再使用她的力量了 南离游艇如此地想到 赶紧掏出了一张 原音镜后期的福宝来 虽然这玩意也很珍贵 但是总比使用那老家伙力量 要好得多 只是 就在这时 小黑那股力量 也已经落到了她的身上 苏璇 天空中只剩下 南离游艇疯狂的怒吼 下一刻 她就已经消失在了原处 与此同时 她手中那张福宝 也已经消失不见 最让她难受的是 那南岩 离火和清廉剑气 竟然也被传送了过来 一刻不停地向着她 急事而来 此时的南离游艇 哪里还敢继续犹豫 赶紧大喊道 前辈救命啊 第137章 反正这具肉身 迟早是姐姐的 前辈救命啊 南离游艇大喊道 随着她的一声大喊 一道妖媚的声音 又从她的嘴里传了出来 终于该轮到姐姐出场了 那声音又酥又昧 就算是南离游艇 一个女子听了 也感觉骨头 都似乎软了几分 同时 一股强大的妖气 也从她的体内 弥漫了出来 然后随手一挥 一道妖气屏障 就挡在了她的身前 轻轻松松地 就挡住了被护体 清廉反弹回来的 男言离火 就算是后面 更加厉害的清廉18件 也只在屏障上 激起了几道涟漪 然后就消散一空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南离游艇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不用谢 这句肉身 迟早都是解决我的 万一留个疤的话 可就不好看了 那妖媚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声音又酥又麻 但是说的话 却是让人胆战心惊 落到了南离游艇耳朵里 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前辈不是说 前辈不是说 只要帮前辈 拿到那巨神帝尸身 前辈就放过晚辈吗 南离游艇 瑟瑟发抖地说道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认为 你还能走到第七层去吗 那娇媚的声音 又从她嘴里传了出来 我 南离游艇听后 不由得有些后悔了起来 她原本以为 自己一名驻基静 却拥有堪比 原因中期的实力 论计谋和心狠手辣 她南离游艇 更是没有输过任何人 而在这神墓里 进入之人最多 也就只有驻基静巅峰而已 还不所向无敌 结果进来之后 苏璇那王八蛋 却一次又一次地教她做人 她似乎又想起了 小瞎子的那句话来 南离姐姐 那位杜公子 能够帮你进入第七层去 当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她是多么地不屑 而此时 她不但在苏璇的身上 处处吃瘪 就连那小瞎子 也都离开了她 跟了苏璇 如果当初找她合作的话 现在肯定不会是这般局面 南离游艇如此地想到 只是现在 她跟苏璇 已经成了敌人 说什么都晚了 前辈放心 晚辈只是还未进接到金丹镜 等晚辈进接 到了金丹之后 晚辈一定不会让前辈失望的 南离游艇说道 此时的她只有指望 自己进接到金丹镜之后 实力大大的提升了 甚至 一向不服输的她 还记挂着要对付苏璇 苏璇 等本宫进接到了金丹镜之后 再去找你 南离游艇 心中不由地想到 但愿如此吧 那妖媚的声音再次响起 说完后 便把她的肉身还给了她 南离游艇 赶紧打下了几道禁止 将那老家伙的意识 给封闭在了石海里 然后就再也不能坚持 瘫软在了地上 没有办法 她只是一名助激进修士而已 而那老家伙的实力 已经远远地 超过了化神强者 虽然说 刚刚的她 都算不得出手 只是随手一挥而已 但对于南离游艇来说 也犹如用小猫的身体 承受了一次老虎的重量 虽然说 老虎只是轻微地挪动了一下 但是也远远地超出了她的极限 让她浑身又酸又痛就不说了 还受了不轻的内伤 她赶紧吞服了几枚疗伤的丹药 盘坐在地上 开始恢复了起来 直到半天之后 力气才渐渐地恢复 身体上的痛疼 才完全消失 她这才伤势才恢复了过来 只是 就算是她 已经恢复了过来 她也感觉 自己跟这具肉身的契合度 降低了不少 自己使用起来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得心应手 战斗起来的话 实力肯定大不如从前了 若是此时苏璇在这里的话 用系统一扫试 就会发现 她原本拥有280多万的战力 此时只有270多万了 整整下降了十多万战力 该死的老东西 你究竟在我身体内留下了什么 南黎尤婷 不断地在自己身上检查了起来 只是 她检查了半天 也没有检查出任何的异样来 但是 她每次使用了老家伙力量之后 那种跟肉身契合度降低 还有实力倒退的感觉 又是那样的真实 以后绝对不能再用她的力量了 还有 这一次我一定要帮她弄到那具神地诗诗 一定 南黎尤婷在心里发誓道 仔细地大量了一周之后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第一层 第一层虽然没有什么 她看得上眼的宝物 但是危险也不会太多 正好找个地方给她渡金丹节好了 她就不信 等她到了金丹境之后 还对付不了苏璇 还没有那个实力 进入第七层去 而与此同时 在他们刚刚战斗过的地方 苏璇拿着从她手中 抢来的一张元英后期福宝 高兴地说道 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 这可是元英后期的福宝 若是把她使用了 再变废为宝了的话 升一级之后 便是一枚拥有 化神镜强者权力一击的福宝 任何元英强者 都会被她秒杀 甚至使用得当的话 还可以给化神强者 一个大大的惊喜 当然 苏璇的这次战斗 还不止这点的收获 刚刚她还从药桐的手上 抢到了一张元英中期的福宝 这玩意 要是变废为宝了的话 就又是一张 拥有元英后期 抢者权力一击的 战力的福宝 然后 其他几人的储物戒指 也落到了她的手中 就连刚刚被小黑 传送出去的 药桐的储物戒指 也回到了苏璇的手中 七枚戒指打开一看 苏璇又在里面 竟然又发现了 十多枚福宝 尤其是那药桐的储物戒指里 竟然还有两枚 元英中期的福宝 三枚元英出七的 其他的储物戒指里 最多的也有四五枚 最少的也有两枚 没有办法 这些福宝 就是他们进入神墓之后 能够发出最大威力的招数 也是他们保命的最后手段 而现在 全部都落到了苏璇的手里 有了这些福宝之后 其他的不敢说 最少在苏璇 进入那第五层炼星界 面对元英镜灵魁的时候 有了足够的保障了 这枚储物戒指 是你的了 苏璇随手扔给了江中一枚 苏苏苏 苏宗主 这这这 江中结结巴巴地说道 苏璇的举动 直接吓坏了这家伙 刚刚的那一幕 实在是太震撼了 他原本以为 他跟苏璇都要死在这里 却哪里想到 苏璇的实力 竟然是如此的强 那几个家伙 连南黎游艇的一招 都挡不住 而苏璇一招 就打得那南黎游艇 没有了还手之力 只是 这还不是让他感到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他还看到 苏璇藏在 储物戒指里的黑色石头 第138章 守护法阵攻破之石 就是动手之石 那块可以左右 整个神木试炼的黑色石头 在这神木之中 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如此强大的存在 被他看到了 苏璇不杀他灭口 就算他万幸了 怎么可能还分给他战利品 只是 苏璇看着他那紧张的样子 却是微微一笑 放心 我苏璇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 也不会杀朋友灭口的 他对着江中说道 诚然 苏璇心狠手辣 不要说男人了 就算是女人 若不是那男黎游亭身上 藏了个老怪物 怕老怪物出手拆了 那七名化神静灵魁的话 苏璇也已经让小黑 把他扔进第七层去 他早就已经没命了 但是 让他杀一个 对他没有任何威胁的人 而且 这个人还在刚刚 别人要围攻他的时候 不愿意对他出手 甚至跟他并肩作战过 当然 回去后怎么说 相信江道友应该知道吧 苏璇又对着江中说道 该吩咐的 肯定还是要吩咐 该防的苏璇 也同样要防 明白 明白 在下这就用心魔启示 绝对不泄露苏宗主任何秘密 回去之后我就说 我们都被南里游亭的女人给骗了 十大宗门的人 也是死在他的手上 江中对着苏璇说道 然后又提议道 若是大家不信的话 我们就把他们的储物戒指 拿给大家看 这上面 还残留着南岩离火的痕迹 嗯 这个主意不错 那你把这些储物戒指也收起来吧 苏璇又对着江中说道 从其他的储物戒指里 只是把几枚福宝拿了出来 然后就把其他的储物戒指 全部给了他 江中打开一看 苏璇第一次给他的那一枚 就不说了 里面光是福宝 就有三枚之多 而剩下的里面 虽然没有福宝 但是却有好几件上瓶法器 几十瓶丹药 更有着足足一亿多灵石 和数不清的天才地宝 这些东西 对如今的苏璇来说 或许算不了什么 但是对于江中来说 却已经足够他修炼到金丹后期了 多谢苏宗主 多谢苏宗主 苏宗主的大恩大德 在下永生永世都不敢相忘 拿着储物戒指的江中 激动热泪盈眶 同时庆幸自己刚刚的决定 若不然的话 此时他那里还有命在 更不要说 获得这么多好处了 看着这家伙如此激动的样子 苏璇真心想说 可惜你不是我天玄宗的人 再感谢我也没有用 连一丁点的声望都获得不了 一想到声望 苏璇就在这里待不住了 小碗他们 还在藏剑山等我们呢 我得赶紧地赶过去 然后给他们几件灵宝防身 这样一来的话 不是就又有大笔的声望了吗 苏璇如此地想到 他身上 现在可是有着好几十件灵宝 这些灵宝 就算是苏璇送给了他们 他们只需要一记链 他们一旦能够使用 苏璇也就可以马上使用了 所以 苏璇把这些灵宝 留在身上干什么 还不如全都送给了他们 这样一来 都不用他自己记恋了 很快 苏璇和江中 还有小瞎子三人 就来到路口 而小黑却不敢前来 这耸货 害怕被传送进守护法阵 连苏璇把他装进储物戒指里 他都不敢过来 此时的这路口 已经不知道聚集了多少人了 甚至 就连于小碗等人 也围了过来 那太白葫芦的名气太大 试问 哪一个不想拥有 青莲剑仙的遗物 又有哪个 不想修炼成青莲十八剑 成为同境界无敌的存在 咦 江中 你不是跟耀彤他们一起去的吗 他们呢 一名十大宗门的弟子 对着江中问道 别提了 我们都上了 南里游亭的女人的当了 进去之后 哪里有什么太白葫芦 现于冲的影子都没看到 就只有这女人的偷袭 耀彤他们几位道友 全都死在了 那女人的难言离火之下 要不是苏宗主正好赶到 就下了在下的话 在下恐怕也见不到各位了 江中对着众人说道 啊 他他他 他怎么会如此的歹毒 刚刚耀彤还让平道跟他一起去的 万幸没有去 众人听了 不敢置信地说道 有人庆幸自己稳重 没有跟耀彤前去 当然也有人怀疑 甚至替南里游艇狡辩 怎么可能 南里姑娘人那么漂亮 一看就不是坏人 而且 她还是南颜圣地的圣女 怎么可能会用如此卑鄙的手段 那江中又拿出了几枚储物戒指来说道 诸位不信的话 就看看这几枚储物戒指吧 上面还有那女人难言离火的痕迹 大家拿过了储物戒指一看 纷纷说道 是难言离火没跑了 现在在这神墓里 只有南里游艇 会是难言离火 这枚储物戒指上 有着逍遥二字 应该是我逍遥谷那位师兄的 这两枚上面有要字 应该是要亡谷的几位道友的 刚刚他们还跟在下谈笑风生 谁知道几个时尚而已 就已经遭了毒手了 众人看着那几枚戒指 纷纷说道 难言离火 原本就是难言圣地的独门绝技 而且非难离家核心族人 不可能拥有难言圣体 也不可能修炼出难言离火 这一下顿时就激起了 西域修士心中的怒火 马德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对 绝对不能这般算了 咱们一起找难言游艇算账去 只是他们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难言游艇 只找到了其他两名难言圣地的修士 这更加的证明了 是难离游艇做贼心虚 坐实了难离游艇的阴谋 他们又把矛头指向了难言圣地的其他人 把他们也赶走 凭什么让他们南疆的人 来咱们西域的秘境里寻宝 对 赶走他们 四大圣地的修士 从来就看不上西域的其他修士 西域修士心理 也原本就对他们不满了 如今在除了这档子时 所有的西域修士 在这一刻团结了起来 吓得两名 难言圣地的修士 也赶紧逃之夭夭 连这藏剑山都不敢待了 甚至后来 他们都躲着西域的修士 下面两层的守护之地 他们也不敢前往 望着这一切的苏玄 自然是高兴无比 自己获得了太白葫芦这时 将会被掩盖了下去 哪怕以后南里游艇再次现身 扯着嗓子喊自己获得了 也不会有人再相信他 而且 少了难言圣地之人 进入守护之地 就少了几份守护之地的宝物 留下来的宝物以后 也就便宜了他天玄宗 不过他依然不敢大意 命令小黑 只要这女人 靠近了藏剑山万里之内 就把他给扔回第一层去 没有办法 他身上那个老怪物 战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苏玄不得不防 就这般 大家又在这里等了一天 这期间 又来了好几批的人 甚至就连丁少白 都已经赶了过来 而这里 也已经聚集了 九十多块一百人了 这时候 大家估计 应该不会有人再来了 毕竟 这次进入神木的西域修士 加上木妖一族 总共也才一百二十八人 所以 大家一起一商量后 决定开始了 对守护者发起进攻 一会小心一些 特别是那群木妖一族 一会小心一些 尤其是那些西域修士 大家都准备好 守护法阵攻破之时 就是动手之时 第139章 血战守护者 守护法阵攻破之时 便是动手之时 一群人能够聚在一起 那是因为 现在他们拥有 共同要面对的守护者 和守护法阵 一旦没了这守护法阵之后 以木妖一族 跟西域修士之间 世代血仇 马上就会有一场生死之战 我们一会儿怎么办 就连胡青爵 于小婉等人 也是这般对着苏玄问道 我们只管进入 藏剑山寻宝就是了 苏玄对着他们说道 然后又分给了他们 几枚福宝 上次的都还没有用过呢 怎么又给我们了 于小婉看着手中的福宝 不解地对着苏玄问道 他是跟苏玄苦日子 过惯了的人 什么东西都喜欢节约 这福宝 动辄就是上意零食 哪里肯舍得 拿出来用 胡青爵就更不要说了 这家伙在跟苏玄之前 连一件法器都没有 对啊宗主 上次给我们的 都还没有用吗 他也同样没用 我我 我用掉了一张 月红廷不好意思地说道 当初苏玄给他们的福宝 就只有 他在一次处在 险境之中的时候 使用了一张而已 只是 苏玄却依然把几张福宝 塞给了他们 并对着他们 下了死命令道 记住了 一会见到 元英镜灵魁 就直接一股奶的 全部扔了出去 然后想都不要想 就赶紧冲入藏剑山 几人听后 都是十分的不解 元英镜灵魁 这里怎么可能会出现 元英镜灵魁 他们纷纷对着苏玄问道 这里的灵魁数量虽多 但是最强大的 也就只有宁夜镜巅峰而已 苏玄自然不会告诉他们 他已经跟小黑商量好了 等到阵法被攻破之时 就要让他直接扔元英镜 灵魁过来 只是对着他们说道 你们听我的命令就对了 三人虽然不明白 苏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是却也不敢 违抗苏玄的命令 纷纷对着苏玄说道 遵命宗主 大家缓缓地 向着那些灵魁靠了过去 防备着那些灵魁的攻击 也防备着自己身边的人 所以 大家走得就格外地慢 一步一步 小心翼翼地靠了过去 在他们的对面 是数万只宁夜镜巅峰的灵魁 整整齐齐排列在对面 身穿着同样的战甲 手持着同样的飞剑 就如同一支身经百战的军队 往那里一站 就是一股铁血扑面而来 仿佛可以撵碎一切来犯之敌一般 这些灵魁 要是能为我所有就好了 光是这一支宁夜镜巅峰的守护者 都让人眼馋不已 更不要说后面那些住击镜 金丹镜 原因镜了 苏玄望着这些灵魁 眼馋不已地想到 一名木妖异族的家伙 也不知道是想要在大家面前装一把 还是实在受不了对面 一群宁夜镜灵魁 给他堂堂 筑击巅峰的压抑 脱离了人群 疯了一半地冲了出去 对着那群守护者 就是一拳攻击了过去 给大爷去死吧你们 这家伙实力还是不错 拥有着十多二十万的战力 这一拳过去 瞬间就将对面五六只守护者 轰成了碎片 哈哈 几只宁夜镜灵魁而已 看把你们这群胆小鬼 吓成了啥呀 一拳建功之后 那家伙哈哈大笑了起来 甚至大骂起了 他身后的人都是胆小鬼 只是 众人看着他 却都只是 却是笑而不语 因为这里就是一个 绝对的杀笔 找死 都不带他这样找的 他的这一攻击 彻底地激活了那些守护者 只见一名最高大守护者 举起了手中的长剑 有力地向下一挥 那些灵魁 瞬间就活了过来 他们的恐怖之处 也在这一刻展露了出来 数万名守护者 犹如一人一般 整齐滑衣的手一松 手中的飞剑 就同时飞出 一片箭雨 就向着那家伙蜂拥了过来 数万只灵魁 不但攻击他一人 而且还有先有后 就仿佛是排练了 无数次一般 那家伙赶紧释放出 护体钢器来保护自己 只是 这些灵魁 虽然只有 宁夜镜巅峰的实力 任何一只都没有那个实力 能够攻破他的护体钢器 但是水滴还能使穿 更不要说 这是数万把的飞剑 那家伙的护体钢器 才接住了三四千剑 就在一声哀鸣声中被攻破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 那家伙只来得及 发出一声惨叫 就被数万把飞剑 给砸成了碎片 连一片奇整的血肉 都没有留下 当然 这家伙也不算是白死 那些灵魁的飞剑 全都已经脱手而出 虽然说击杀这家伙 只用了树西而已 但是 树西对于这群修士来说 却是已经足够了 此事不动手 更待何时 杀呀 一群修士乘治这个时候 疯狂地冲进了 守护者的队伍之中 然后开始疯狂地 攻击了起来 一时间 飞剑 法宝 灵符 法术 全都向着那些守护者们 砸了过去 这一波攻击下去 顿时就让数千的灵魁 被他们打成了碎片 而且 还被分割了开来 东一团 西一团 虽然说 这里每一团 最少都还有数千 他们的配合 也几乎接近完美 不要说什么 助击竟修士了 就算是金丹进来了 不咬死相 一个不小心 也有可能陨落在其中 但是 像刚刚那样 数万灵魁攻击一人的情况 却是再也不可能出现 而且 此时的他们已经进了身 那些灵魁 也不可能再释放出一片剑雨 所以 很快 这些灵魁 便在众人的攻击之下 被一支支斩杀 毕竟 能够进入这里的修士 哪个都是助击境巅峰的存在 而且还是宗门的佼佼者 一般的金丹进强者 他们都可以越即而战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 都在这场战斗中活了下来 还是有十多名修士 死在那群守护者手中 而且 这十多人 大多数都是因为历劫 灵力耗尽后 被灵魁给乱箭分尸 连一片完整的血肉 都不曾留下 当然 这些对于苏璇他们来说 却造不成任何的威胁 他跟于小婉 一起放出了护体清廉 就足以让他们在这里 横冲直闯了 一个多时辰之后 这些灵魁 全都被击杀殆尽 而他们的残肢断体 也在这一刻瞬间不见 甚至 就连陨落在其中的修士尸体 也在这一刻消失不见 据说这些灵魁 是杀不死的 很快 他们就会被重新炼制了出来 而那些战死在这里的修士尸体 也会很快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等到守护者被清理完之后 众人却也不敢松上一口气 反而是更加的紧张了 因为这守护法阵 不但防御力惊人 而且还具有攻击性 第140章 一人一只猿因灵魁 因为这守护法阵不但防御力惊人 而且还具有攻击性 果然 那最后一只守护者 才刚刚被击杀 法阵就疯狂地射出一道道利剑来 那些利剑 比起刚刚守护者发出的攻击 还要强上不少 绝对已经超过了灵夜镜 达到了驻击初期修士全力一击的强度 而且数量众多 一拨过来 便是数十万只 将所有的修士 全都照在了这一片剑雨之下 想要躲避 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跟那些守护者们不同 守护者们 只要你不越过他们的警戒线 他们便不会攻击你 这守护法阵一旦开启 就直接锁定了所有的修士 哪怕你此时逃跑一只只利剑 也会疯狂追杀你 据说有人尝试过 哪怕他逃出了第二层 来到了第三层 这只利剑也依然还在追杀着他 此时的他们 唯一的办法 释放出护体钢器来硬抗 若是扛不住的 那就只能使用宗门 给他们准备的保命之物了 然后尽快地攻破守护法阵 杀 冲啊 杀 众人疯狂地向着那守护法阵冲了过去 此时的他们已经有进无退 想要活下去 唯一的办法 就是攻破这守护法阵 不然的话 那守护法阵的剑雨 将永远都不会停息 一时间 不知道多少的护体钢器被攻破 多少人释放出了福宝 妖魂等保命之物 但是 却依然有着不少人 陨落在了这一片剑雨之下 终于 第一批人冲到了守护法阵之下 一名修士 用尽了全身力气 一剑劈砍在了守护法阵之上 这一剑 他已蓄力已久 更是在这生死存亡之时 自然已经是他权力一击 如此强大的一击 恐怕就算是金丹进中期强者 也会造成一定的威胁 只是 落在了那法阵上 却只是起了几道微小的涟漪 大家攻击同一个地方 第二名感到的 是一名木妖异族的大汉 他一边喊 一边狠狠地一拳攻击在那道涟漪之上 同样也用尽了全力 同样也可以威胁到金丹中期强者 但是也只是让那道涟漪 稍微地扩大了一些而已 甚至 下一刻就似乎马上要消失 此时 第三个人也已经赶到 此人乃是凤翔谷的两人之中的一人 凤翔谷的剑法 以速度著称 一瞬间 这家伙一上 就是几百剑 向着那道涟漪攻击了过去 然后就连绵不断地攻击了下去 虽然攻击力不强 但是却让那道涟漪 稳住了 终于没有消散 而第四人也已经冲了过来 一身的白衣 无风自动 手中的长剑 更是有着几分鼓风 双手握剑 举过头顶 硬生生用长剑 劈砍在了那道涟漪之上 然后大家就听到一声 他惊恐地握槽响起 握槽 然后就看到他被弹飞了出去 虎口上更是已经鲜血点点 甚至脸都苍白了几分 不是那喜欢装逼的丁少白 又是谁人 别人都是用法宝法术攻击阵法 也就只有这家伙 直接用手中长剑印钢了上去 不过这家伙 虽然被弹飞了出去 但是他实力却是不弱 那一道涟漪 终究在这剑之下 产生一道裂缝 顿时 众人就对着这家伙 纷纷喝采了起来 不愧是丁老祖的后人 太牛了 这一剑下去 恐怕已经足够威胁到 金丹后气强者了 甚至 就连那些木妖一族 也不由地说道 不愧是那丁老怪的后人 咱们若是没有妖宠在的话 还真没有人是他对手 一会先对他动手 而这家伙这一攻击之后 其他的人也已经纷纷赶到 疯狂地对着那道裂纹攻击了起来 慢慢地对着那道裂纹磨了起来 一点一点地将裂纹撕扯了开来 变得越来越大 最后犹如蜘蛛网一般 布满了法阵 这个时候 各怀鬼胎的众人 也开始纷纷地准备了起来 一会儿先对付那丁少白 这家伙的实力最强 他们中间有着一名金丹强者 等把他们解决了 其他人都不足为虐 这里的宝物 也就全部都是我们的了 木妖一族甚至已经找好了目标 他们手中纷纷地扣上一枚魂符 这魂符跟福宝一般 都是他们宗门元英镜强者 赏赐给他们保命之物 虽然木妖一族的修饰没有什么法宝 他们却有着妖宠 而元英镜修饰的妖宠 一般也都是元英镜 这些妖宠的妖魂 分出来一部分封印在俘虏之中 经过一番祭炼便可以拥有元英镜修饰 全力一击的强度 跟福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 西域修饰这边也是一样 大家的手上也同样扣上了福宝 虽然双方都不一定会用 但是 此时保命之物还是拿在手中最好 毕竟 此时这里的所有人都是猎人 也都是猎物 他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 也随时可能被别人攻击 只是 就在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响起 大家准备对身边的人动手的时候 那小黑也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惊喜 一人给你们发一只元英镜灵魁 你们肯定会很惊喜的 小短手一挥 就是一百只元英灵魁降落在了场中 没有办法以这家伙的智商 根本就数不清 这里到底有多少人 更不可能捡去刚刚战死的那些人 直接就是 一百只扔了个整数过来 就连苏璇他们身边 都有着足足五六只之多 苏璇严重怀疑 这家伙有可能是故意的 元英灵魁 卧槽 怎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元英灵魁 看到这一幕 众多修饰刹那间就梦了 元英灵魁 只会出现在的五层 哪里虽然有着化神镜修饰 都要眼缠的宝物 但是 他们却是想都不敢想去招惹这些家伙 而他们的实力 虽然能够越级挑战金丹 但是在元英镜灵魁手上 却连半点的反抗力都没有 如今的他们 唯一指望的上的 就是他们手中这些保命之物 一时间保命的魂服和福宝 全都不要命地砸了出去 稍有迟疑地 便直接被那些元英镜灵魁 给轰成了鸡粉 甚至 有的觉得一张还不够 第二张 第三张 也一股脑的全都砸了上去 太他妈恐怖了 好多人甚至已经被吓出了阴影 活下来的人 甚至一辈子想到今天 都会瑟瑟发抖 至于说第三层的守护之地 到时候更危险 他们已经顾不上了 毕竟 此时的他们不砸了出去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活着进入第三层 只是 他们没有看见的是 他们砸出去的福宝 魂服 魂服灵力耗尽之后 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被小黑这家伙 给直接收了起来 这一场混乱过后 他光是福宝 就直接收集到了一百多张 魂服更是只多不少 虽然苏璇当时 没有告诉他 把妖力耗尽的魂服收集起来 不过幸好的是 这家伙的智商有限 根本就分不清什么福宝和魂服 在他的眼里 这玩意就都是一个 没什么用的纸飞范 既然他家主人喜欢 他就得把他们全都收集起来 再没用擦屁股总行 到时候他家主人 至少不用他来代替 第141章 要王谷团灭 再没用擦屁股总行 到时候 他家主人 至少不会用他来代替 此时 这守护法阵 已经被攻破 这里 也已经困不住小黑了 这家伙自然不会再留在原地 一个转身便传送了过来 然后趁乱钻进了 苏璇的储物袋里 把这些福宝和魂服 交给了苏璇 卧槽 这么多 苏璇震惊地看着那一大碟的福宝和魂服说道 不是苏璇不够矜持 更不是他没见过世面 而是这家伙 直接给自己捡来了17080张之多 其中光是来自原因强者的 就是20多张 更是有着5、6张原因来自后期强者的 其中一张是福宝 5张都是魂服 这也能看得出来 木妖一族 的实力 确实比西域要强大得多 也怪不得 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是他们入侵西域 西域却只想着 能够把他们击退就行了 而且 这还要借助南疆 东荒 北境的势力 而有了这些福宝和魂服之后 就已经足够苏璇 前往那第六层 练星界防身了 更不要说 这些还可以变废为宝 尤其是那6张 来自原因后期的 那可是 可以变废为宝 成化神老祖 权力一击的强大存在 有了这些 苏璇甚至已经想要 打那第六层 炼破界的主意 想要去会会那七名画 神境灵魁了 小婉的战力 刚刚已经查看过了 420万 再加上其清爵和红庭 也快要进阶金丹 还有宗门内这些天 几乎所有弟子 进步都很大 若是也进阶到金丹境的话 战力最少 都要达到1000万以上 再加上这些福宝和魂服 和小黑这家伙 就算是不能对付那些 化神灵魁 自保却是足够了 想到这里的苏璇 越想越激动 没有办法 按照这七炼神功的规则 那第六层 应该藏着炼须强者 都要心动的宝物 很快 苏璇等人 就毫发无伤地 从那些原因灵魁中 冲了出来 有准备他们 在那些原因灵魁一出现 就马上把手里的福宝 扔了出去 然后几人想都没有想 就向着那守护法阵里 冲了进去 一旦冲了进去 守护法阵之内 又有小黑在这里 那些原因灵魁 顿时便不再追杀了过来 转而去攻击 其他的修士去了 幸好宗主 让我等早有准备 不然我等这一次 能不能活下来 都是问题 宗主又救了我们一命啊 于小婉等人 冲了出来后 胆战心惊地说道 他们的实力虽然不弱 但是对付原因灵魁 还是有些勉强 更何况他们要面对的 还是五六支支多 更何况其他的原因灵魁 在击杀了对手之后 也会向着他们围攻过来 一旦被拖住了 绝对是凶多吉少 所以 他们更是对苏璇感激不尽 他们这一感激 苏璇的脑海里 也终于听到了 久违的声望到账的声音 丁 恭喜宗主 收到来自胡清爵的声望 加1000000 丁 恭喜宗主 收到来自月红婷的声望 加1000000 丁 恭喜宗主 收到来自于小婉的声望 加2000000 三声机械的声音响起 苏璇 就又是40万 声望到账 他们三人实在是太给力了 就这么一会儿 便给我提供了40万声望 这才给了他们几张 一次性使用的福宝而已 要是把那些领宝 再交给他们的话 岂不是更多 苏璇听到系统的声音之后 高兴无比地响到 若不是这里人多眼杂 他一下子拿出了众多领宝 实在是太过显眼的话 现在都要把那些领宝 拿出来 交给于小婉三人了 你们几个带上小瞎子先走 苏璇又对着三人说道 啊 宗主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几人不解地对着苏璇问道 苏璇看向了那一群 正在拼了命挣扎的木妖一族 几人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宗主 要不我们也留下来帮忙吧 几人对着苏璇问道 不用了 你们赶紧进山吧 苏璇摇了摇头对着他们说道 三人对苏璇的实力 多少都有一些了解 也就不再担心苏璇 赶紧带着小瞎子 一起向着那藏剑山冲了进去 而苏璇却守在了守护法阵的入口 等到从那些原因灵魁手中 活着冲出来的那群木妖一族 要是在平日里 这些家伙还真不好对付 哪怕他们的妖宠 已经被小黑给扔到了第六层去了 但是他们手中 还有那么多保命之物 不过现在嘛 他们手中的保命之物 却是已经消耗殆尽 苏璇还不对他们动手更待何时 很快便有人从那群元英灵魁军中 冲了出来 只是让苏璇没有想到的是 冲出来的二人却不是木妖一族 而是两名要王谷弟子 要王谷给他们准备的福宝不守 而且全都是来自元英中期的 要君祖师和他的那位夫人 所以他们能够冲了出来 苏璇也没有觉得多么奇怪 对于这二人 若是不招惹苏璇的话 苏璇更是不想被他们动手 毕竟 过不了多久木妖一族就要入侵西域 大家说不定还要站在同一个账号里 只是苏璇这般的想 这二人却不这般的想 他们在进入这神墓之时 要君祖师就下令了 让他们在神墓里对苏璇动手 刚刚苏璇跟于小婉等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自然是不敢 如今看到苏璇孤身一人在这边 两个顿时就又心动了起来 动手不 他只有一个人 机会难得 一人对着另外一人问道 这家伙等在这里 似乎有些邪门 于小婉等人应该没有走远 说不定躲在暗处给故意引诱 我们出手 另外一人谨慎地说道 他就只有助击出妻而已 你我二人一招 便足够秒杀他的了 再说了 就算是于小婉来了 他是金丹静 难道我们没有跟金丹静战斗过 他二人都非一般的助击境巅峰 平日里在宗门的切磋之中 连金丹静的长老都不是他二人的对手 所以 在他们的眼里 要对付一个只有助击境的苏璇 还不是手到擒来 甚至想当然的 还把于小婉 当成了一般的金丹静了 财博动人心 要军祖师给他们的奖励 就已经够他们铤而走险的了 更不要说 苏璇这家伙的储物代理 还很可能有着几百亿零食 苏璇等我们二人 拿到了宗门的奖励之后 明年的今天 一定会给你烧上几张纸钱的 所以现在嘛 你得把你的命 还有储物戒指 全都交给我们 他们缓缓地向着 苏璇靠了过来 眼睛更是一刻都没有离开过 苏璇手指上的储物戒指 第142章三根手指头 眼睛更是一刻都没有离开过 苏璇手指上的储物戒指 苏璇原本并不想对他们动手的 谁知道这两个家伙 自己要找死 自然也就不会对他们客气了 连非废话都懒得给他们说一句 随手就是一掌 向着他二人拍了过去 二人还在幻想着 获得了苏璇的储物戒指 再得到了宗门的奖励 该怎么享用呢 只见天空中一道巨大的掌印 向着他们照了过来 那掌印是何等的巨大 二人只感觉头顶一黑 方圆数百米都在这一刹那 按了下来 这般强大的手段 哪里是什么助击初期 就算是金丹巅峰 也不可能有如此之危 二人唯有在猿鹰老怪手上见过 不 甚至说一般的猿鹰老怪 都没有这等的手段 最少说他要亡谷的药军祖师 就没有这般的实力 此时的他们 才知道他们招惹到了何等的存在 不要说逃了 此时光看见那遮天蔽日的掌印 就吓得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了 瑟瑟发抖地瘫倒在了地上 只来得急大喊一声 不要啊 一个家伙惊恐地喊道 我要亡谷完了 另外一个家伙更是想得长远 担心起亡谷的未来来 只是二人这一声叹息都还没说完 就被苏璇给一巴掌拍成了肉泥 然后苏璇随手一招 二人的储物戒指便已经到了苏璇的手中 马德 你们把命和他储物戒指都给了本宗主 老子岂不是明年的今天 还要给你们烧几张纸钱 这踏马多麻烦 苏璇摇了摇头说道 然后又似乎想起了什么来 不对 你们说的是 你们得到了你们宗门的奖励之后 才会给本宗主烧 现在本宗主又没有得到你们宗门的奖励 所以嘛 就只好对不起了 说完之后便直接放出了一把火去 把两个家伙给烧了得干干净净 如此 要亡谷这一次进来的六人 便有五人已经死在了苏璇的手中 剩下的一人 到了现在都还没有来到这张剑山 苏璇估计应该已经凶多吉少了 很快 第三个从原因群里冲出来的人 便出现在了苏璇的眼前 让苏璇没有想到的是 这家伙竟然依然还不是木妖一族 而是丁少白这家伙 这家伙来自西明圣地 又是化神老祖的嫡系后人 身上保命的宝物自然是不少 苏璇甚至怀疑 这家伙若不是藏着掖着的话 恐怕比他们都要早出来一些 咦 苏宗主 你怎么还留在这里 丁少白一见到苏璇便对着苏璇问道 等几个人 苏璇对着丁少白说道 等谁 是小碗姑娘他们吗 丁少白对着苏璇问道 不是 是他们 苏璇指了指那帮木妖一族 对着丁少白说道 哦 明白了 算我丁少白一个 丁少白对着苏璇说道 虽然说 苏璇曾经因过他 但是在面对跟这帮外族的血海深仇的时候 他还是选择 留了下来跟苏璇并肩战斗 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知道 苏璇到底有多厉害 就算是打不过这帮家伙 也可以瞬间 把这些家伙丢到万里之外去 哈哈 丁少白 苏璇 你们怎么在这里 该不会是想要在这里 截杀我木妖一族吧 很快 一群木妖一族 便从原因灵魁之中 冲了出来 足足十七八人 这些家伙 应该是也想出来后 在这里解决 西域一族的修饰的 所以 他们摆脱了那些原因灵魁后 没有单独出来 而是约在了一起 足足十八人一起 冲了出来 这般的实力 在他们眼里 只要西域的修饰数量上 没有超过他们的话 他们就有绝对的把握 出来之后 看到只有丁少白 和苏璇两个人在这里 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见到一下子出来了 十八人之多 苏璇倒是没有什么 丁少白 却是满脸的苦涩 苏宗主 你能对付几个 他对着苏璇问道 心想 以苏璇的实力 肯定会多对付几个的 哪里知道 苏璇听了之后 却没有回答他 只是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三三三 丁少白听后 脸色更是难看 甚至有些后悔流了下来 既然这般 左边的三人 就交给苏宗主你了 然后就向着那一群人 木妖一族大吼一声 我要一个打十个 不 我要一个打十五个 木妖一族的家伙 一听 顿时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从来没见过 还有这样要求的人 隔几个 咱们必须要满足他 分出了十五人 瞬间就把这家伙给围了起来 这家伙的实力 确实不弱 而且 他手中更是有着一件 法宝契胚 那帮木妖一族 却已经失去了妖宠 所以 哪怕就算是 对方有着十五人 丁少白 也勉强能够在 十五人的围攻之下 支撑了下来 此时 他唯一期望的就是 能够有细域的修士 赶紧冲了出来 能够帮他一把了 他甚至 都又把他家老祖 留给他的化神福宝 给扣在了手里 看到十五人 在围攻丁少白 其他的三人 也向着苏璇冲了过来 哈哈 既然如此 当英雄的事 交给他们了 这发财的事 就由我们三个来 三人哈哈大笑着说道 在他们的眼里 丁少白虽然厉害 但是怎么也不可能 在十五人的围攻下 活了过来的 而苏璇这里 虽然他们 只有三人而已 但是苏璇 却只有助激进出妻 他们还不是 手到擒来 而等他们 击杀了苏璇之后 苏璇的储物袋 就要落到他们的手里 所以 他们死死地 盯着苏璇的储物戒指 眼睛中的贪婪 一点都不比 刚刚要亡谷的几人少 只是 下一刻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苏璇又是随手一抬 一张巨大的掌印 就向着三人照了过来 那掌印足足数百米之巨 遮天蔽日 这哪里是助激出妻 绝对是原因强者的手段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原因强者 刹那间 不要说这三个家伙了 就连围攻丁少白的几人 这一刻 都吓得双腿发软 瑟瑟发抖的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而那三人 更是比药王谷那对师兄弟都不堪 连一声惨叫 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便被苏璇给拍成了肉泥 然后 苏璇守在一招 一饼饼飞剑 又飞了出来 向着那些 围攻丁少白的家伙们而去 这些家伙 已经被吓傻 苏璇的飞剑又是 何等之快 眨眼之间 他们一颗颗大好的头颅 便被苏璇收割殆尽 独留下丁少白 还满身是血的站在中间 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些血少部分 是他的 大部分却是围攻他的那帮家伙的 此时的他浑身浴血 仿如一尊杀神 若是可以的话 他肯定会装逼地大喊一句 十五人 也不过如此 这一次 我要一个打二十 只是 此时的他 却是一点都喊不出来 只能呆呆站在那里 没有办法 因为苏璇只出了两招而已 便把十八名木妖一族的家伙 给击杀殆尽了 至于说他上次在苏璇 打败南黎游亭的时候 所使用的清连十八剑 清连剑体等等 苏璇更是连使用都没有使用出来 直到苏璇都把这些家伙的储物袋 全部都给收走了之后 这家伙 才仿佛回魂了一般 颤抖着对着苏璇问道 那个 你刚刚不是 只比了三根指头的吗 哦 丁兄应该是误会了 我说的是三百个 第143章 这才叫庄高深无比 哦 丁兄应该是误会了 我说的是三百个 苏璇微微一笑 轻描淡写地对着他说道 三三三 三百个 丁少白被吓傻了眼 他刚刚被十五个木妖一族围攻 都已经左肢右突 力不从心 甚至还受了不轻的伤 但是他似乎 又找不到理由不幸 因为刚刚苏璇击杀这些家伙的时候 是那样的轻松 就不说 而且苏璇还连青莲十八剑 和护体青莲都还没有使出来 那青莲十八莲是何等恐怖 他可是亲眼见过的 那才是苏璇的最强形态 马德 若是那青莲十八剑再使出来的话 三百个都未必够他杀的 想到这里的丁少白 不得不这般感叹道 不由地看向苏璇的眼神 都变得钦佩了起来 甚至连苏璇刚刚比的那三根手指 他都觉得这B桩的高深无比 比他那个大吼什么要一个打十个 打二十个的 不知道要高明了多少倍 学到了 老子下次也要只比一根指头 绝不再喊什么一个打十个了 这家伙如是地想到 接下来西域这边的修士 也开始陆陆续续地冲了出来 甚至就连江云宗的江中也冲了出来 这家伙一冲出来 自然又是对苏璇感激不已 因为若不是苏璇 分给他都那几张福宝的话 光靠他江云宗给他准备的那几张 现在恐怕已经被那些元英灵魁给轰杀成 脸色都变了 甚至有个家伙 连打都还没打 就直接逃之夭夭了 其他人虽然还留在这里 却都不由地望向了丁少白 想要让丁少白多淡淡一点 多对付几个 纷纷对着丁少白问道 丁兄 你能对付几个 他们纷纷对着丁少白问道 丁少白赶紧学起了刚刚苏璇的样子 伸出了一根手指头 啊 才一个呀 众人纷纷失望地对着丁少白问道 他们原以为 丁少白应该能够对付四五个的话 他们或许还能一战 谁知道 这家伙竟然说他只能对付一个 这样一来他们这些人 不是要一个对付两个 丁少白见到众人胆战心惊的样子 却是笑而不语 心想 等到一开战 他就快速搞定自己的对手 然后再用偷袭的办法 偷袭其他人 这般一来 虽然不能像苏璇那般 一巴掌过去 就吓得一群家伙 连反抗之力都没有了 但是 以他的实力 还是能够轻轻松松地搞定的 只是 让丁少白 怎么也没有想到 老天爷竟然给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他竟然选了一个 跟他一般 也是化神老祖的后人的家伙 那家伙实力 同样不弱 他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才堪堪地压制住那家伙 就算了 而且那家伙眼见打不过他 竟然掏出了一张化神魂符来 那魂符上一只栩栩如生的独角吞天蟒 吐着星红的蛇系 魂符都还没有释放威力 场上便已经妖气滚滚 不好 是化神的魂符 众人一看顿时吓得脸色都变了 丁少白更是 也赶紧也掏出了他的化神符宝来 只是 掏出来一看才发现 自己的符宝 似乎依然不是 那家活手里魂符的对手 不 不要说一张了 就算是把他手中还剩下的两张 全都拿了出来 也未必是人家这一张的对手 赶紧对着苏玄大 吼了起来 苏宗主救命啊 此时 苏玄是他唯一的指望 而苏玄在看到 那家伙掏出魂符的那一刻 不但没有惊慌 反而是激动无比 这玩意可是好东西 如果弄到手的话 如果弄到手的话 想要进入第六层 将又会多上一层保障 而且用过了之后 还可以变废为宝 变废为宝之后 还要升上一级 变成拥有化神中期强者 权力一击的存在 这般的宝物 用得好的话 甚至还有可能 秒杀化神初期强者 所以 苏玄都不用他提醒 就对着小黑传音道 抢下来 然后 又看见丁少白这家伙 也掏出了一枚来 就更加激动了 哈哈 又是一张 既然你已经掏了出来 那就当救你的报酬了 赶紧又对着 小黑传音道 一起抢了 小黑虽然藏在 苏玄的储物袋里 却一点也不影响 他的发挥 随手一挥 那家火手中的魂服 就到了小黑的手中 又趁那家伙 还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给他扔进了 第六层去了 然后便是那 丁少白手中的福宝 转眼之间 也同样落到了 小黑的手中 这时候 苏玄也不敢再大意了 赶紧出手 随手一挥 便是一把把飞剑 飞了出去 剩下的十一名 木妖一族 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头颅就被苏玄给收割了去 不是苏玄不给 丁少白装逼的机会 他是害怕这些家伙的手中 还有化身魂服 从收走魂服 到击杀十一名 木妖一族 几乎是一气呵成 不要说 那些木妖一族了 便是西域修士 也都没有看清 他们的对手 究竟是怎么死的 他们只看见 自己的对手头颅 突然间就不见了 喷了他们一脸的血 这也太厉害了吧 一群人这才发现 苏玄的实力 才是这里最强的 比起丁少白来说 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 再说那丁少白 更是再一次被吓杀 好半天才发现 自己空荡荡的手里 才发现 老祖留给自己的化身福宝 也已经不见了 才发现 这币没有装成 还把自己保命的东西 也给弄丢了 马德 看来还得装得脸厚 把福宝要回来啊 第144章 十万助击灵魁 币没装到 现在还把福宝 给弄丢了这家伙 哪里会愿意 走了上去 后着脸皮对着苏玄说道 那个 苏宗主 刚刚 刚刚 他对着苏玄传音道 哦 你说刚刚啊 刚刚那家伙 已经被扔进了第六层去了 你要去找他吗 他脸厚 苏玄的脸比他还厚 绝口不提 那福宝就算了 还搬出了 把他扔到第六层 来吓唬他 丁少白一听 顿时吓得脸色惨白 那第六层 可是有着七只化身灵魁 不要说一张化身福宝了 就算是有一百张化身福宝 他都不一定活得下来 甚至 不用把他扔进第六层 只把他像上次那般 扔出去一万里 他都承受不起 因为那守护法阵 时时刻刻都在恢复着 最多三四个时辰 便要恢复了过来 一万里之外 就足够 让他福宝没有要回来 还要再损失这一次 进入藏剑山寻宝的机会 不用 不用 在下就是问问 那家伙 有没有死而已 哪里还敢提要回福宝 接下来时间里 又三三两两地冲出了几人 这些人中 有木妖一族 也有西域修士 不过人数上 都已经不多了 最多一次性 冲出的也就三人而已 大家有了刚刚的前车之剑 也全都不敢大意 只要看到 是木妖一族 还未等这些人 站稳脚跟 便冲了上去 就是一顿疯狂攻击 直接灭杀 刚刚的那一幕 实在是太恐怖了 他们可不想再经历一次 被化神魂符支配的恐惧 如此这般一来 在苏玄的操作下 木妖一族 精心准备了三百年的神木试炼 只走到了这第二层 便全军覆没 而西域修士这边 活着也只有三十多人 这结果 可把西域修士 给高兴坏了 一个个全都兴高采烈地 议论了起来 哈哈 我们竟然 还活着三十多人 我竟然还活着三十多人 他们纷纷激动地喊道 还活着三十多人 很了不起吗 有人不解地 对着众人问道 众人向着问话的那人 望了过去 发现是江云宗的江中 江云宗第一次参加试炼 大家也不怪他 纷纷对着他解释了起来 那木妖一族 原本就比我西域强大得多 给这些家伙的保命之物 也自然要比我们多 他们还能带一只 妖虫进来 我们西域修士 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以往的神木试炼 在这第二层 能够活下来 十人以上活着 就算是不错的了 你说了不起不 他们纷纷对着江中说道 看来我等还要感谢那些 原因灵魁 江中不由地自嘲道 可不是吗 以往我们西域修士 只要神木一旦被攻破 肯定是丢下一件保命之物 就赶紧往藏剑山里跑 没有办法 人家的保命之物 比我们更多 从来都是他们 赌我们 哪里有过我们赌他们的 就是不知道 这些家伙这一次 怎么不带妖虫了 众人纷纷对着他说道 他们也不可能 把保命之物 全都给用掉了 在这第二层吧 难道他们不想到了 第三层的守护法阵里的宝物 江中又对着众人问道 还要去第三层的守护法阵 众人听后 纷纷对着他问道 眼神像看傻子一样的 看着这家伙 难道不是 江中不解地对着众人问道 他将云宗 乃是第一次进入这神木 自然对这神木中的情况 没有什么了解 其他人听了之后 全都哈哈地大笑了起来 哈哈 那我们问你 第三层的守护法阵呢 守护的乃是圣鹰术 上面接的乃是假鹰果 假鹰果享用之后 便可以修炼出第二圆鹰 你在咱们西域可曾看见过 有人拥有双圆鹰的 江中一听赶紧回忆了起来 只是他回忆来 回忆去 不要说现实了 就连记载整个西域 数十万年的历史中 拥有双圆鹰的存在 也都一直手都数得过来 这这这 该不会是那第三层 也有这么的多灵魁吧 他对着众人再次问道 何止是只有这么多 那里是这里的一倍 十万灵魁 十万 这么多 那咱们只有几十名助击径而已 怎么可能攻得破 江中顿时傻了眼 在这里只有几万的宁业禁灵魁 都让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看看的攻破 还牺牲了那么多人 比这里还多一倍的 十万的助击巅峰灵魁 他们那里是对手 众人听了之后 再一次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看来你还真把这里 当成试炼寻宝的地方了 实话告诉你吧 这些宝物就是吊儿 吊我们这些修士过来 上钩后死在这里 肉身用来成为守护者的一员 灵魂嘛 想要投胎转世都不可能 这东西还得留在这里 给神帝他老人家当材料 帮人家继续练制练魂番的 众人纷纷对着江中说道 江中听到这里 才想起了 这神木存在的意义来 顿时 没了去拿第三层的守护法 攻打守护法阵的想法 至于说双元英 假因果更是想都不敢想 只期盼到了第三层之后 运气好一点 能够在里面寻找到几件 金丹镜修士 用得上的宝物 然后在闭关进阶到金丹镜 看能不能潜入到那第四层 寻到一两件 可以进阶到元英镜的宝物 就这般 他也不枉江云宗 花了几十亿零食 购买了一块试炼令 把他给送了进来了 只是 他等觉得不可能 丁少白却依然没有放弃 而是走向了苏璇 对着苏璇说道 苏宗主 若是要去那第三层的守护法阵的话 还请带上再下一个 这个 要让本宗主带上你的话 也是不可以 苏璇对着他说道 这家伙哪里不明白 要让苏璇带上他的话 那他就得拿出苏璇心动的东西才行 一咬牙 摸向了自己的橱带 对着苏璇说道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作为酬劳 这两张化神福宝 还请苏宗主收着 第145章 人间第一清醒 丁少白 不是你家老祖到底 给你们留下了多少化神张福宝 苏璇吃惊地 对着丁少白问道 他原本以为 自己能够获得 一张化神福宝 一张化神魂福就不错了 谁知道这家伙像不要钱似的 竟然又掏出了两枚来 苏宗主说笑了 凝练一张福宝 对老祖的灵宝损耗很大 而且 最少需要数十年时间 才能凝练得成 家族总共 也就凝练出五六张而已 上次外族入侵 已经使用过两张 如今在下带出来的这三张 已是家族最后的库存 丁少白对着苏璇说道 越是强大的法宝凝练出的福宝 战斗力便越强 当然 要想凝练出一枚来 需要时间 也会十分的漫长 哪怕就算是 他家老祖乃是化神修士 拥有两千年的寿缘 但是也不可能 到了化神之后 就天天给他们这些后辈子孙 凝练福宝 而这家伙这三枚福宝 全都是拥有化神强者权力一击的福宝 那为何丁兄 却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就送于了苏某呢 苏璇又对这家伙问道 实不相瞒 这乃是姑姑的主意 因为他说 咱们丁家要想保命的话 这三张福宝 未必就能保得住我丁家 若是我在这神墓之中 寻找到一份属于我的机缘的话 说不得我丁家 还能再拥有一位化神强者 我丁家便还能再兴旺上千年 只是可惜 以在下的实力 看来没得指望了 还不如交了出来 作为苏宗主 带我进入那第三层守护法阵的酬劳 丁少白对着苏璇说道 以他的实力 在第三层几乎都不会有什么危险 若是再进阶到金丹镜的话 加上他身上还有一些原因福宝 便是第四层 他也足够自保 第五层第六层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敢去的 以前他带着这些化神福宝 主要是为了防止那些木妖异族 如今那些木妖异族已经死光了 他还不如拿出来 换一个进入第三层守护法阵的机会 而他一旦在那第三层的守护法阵里 获得了那假因果 拥有了双元因的话 他未必就不能成为下一个 他丁家的化神强者 他这般一说 苏玄算是明白了 同时 不得不佩服起他那个姑姑 也就是风雨亭的云仪 一个女子竟然又如此的见解和魄力 这也就怪不得 他一个女子 能够在西明圣地元因后期的圣主 未回到西域 化神老祖又不出的情况下 执掌这西域最大势力数百年了 丁兄的姑姑好破裂 丁兄更是第一人间清醒之人 既然这般 这两张化神福宝 苏某就不客气了 这事就包在我苏玄身上就是了 苏玄从丁少白手中 接过了两张化神福宝 这玩意可是真正的好东西 比起整个西明圣地 给他的三百亿大订单 都要好上无数倍 到了他苏玄的手里 更是如此 更何况丁云这女人 前不久还帮自己压下了 要王谷等宗门的针对 所以 苏玄无论如何 也无法拒绝丁少白 只是 丁少白看到他答应了之后 却还想要跟苏玄同路而行 那从此以后 在下就以苏宗主马首是瞻了 毕竟苏玄的实力在那里 又拥有将人随时传送出去的能力 跟了苏玄的话 他在这神墓里 只要不去那第五层第六层之类的 便没有任何危险 能够威胁到他 而其他人 也纷纷地看向了苏玄 我等也愿意以苏宗主马首是瞻 刚刚苏玄的实力 已经让看服了这些家伙 很显然 有这个想法的 还不止丁少白一个 苏玄收了他丁少白两张福宝 愿意带他进入 那神墓第三层的守护法阵 都是看待这家伙虽然喜欢装逼 却并不多么讨厌 还有他有一个愿意 天玄宗的好姑姑的面子上 想要让苏玄这一路带上他 还有这么多人一起 苏玄又怎会愿意 我等一起走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这般的话 丁兄和各位以后 想要有所获的话 恐怕就有些难了 苏玄对着众人说道 他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提醒大家 他在接下来的寻宝中 肯定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众人一听 哪里还敢跟他一起 赶紧说道 也是 也是 大家一起的话 走的路线会一样 寻到的宝物也会有限 目标又太大 还容易引起那些灵魁的围堵 咱们还是分成几对走得好 他们进来 就是为了寻宝的 而苏玄的实力 又摆在那里 就算是他们加起来 也肯定是抢不过苏玄的 所以 他们那里还敢跟着苏玄一起走 苏玄等人在此处 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 而在那极西之地的中心 缠于王城 一帮木妖异族的猿鹰老怪们 也在焦急地等待着 后辈族人能够从神木之中 焦急地等待着 这里足足十二个巨大王座 正应着木妖异族 最强大的十二个部落 而有资格坐在王座之上的 全都是十二大部落的族长 这些人中 竟然有半数都是 元英后期的强者 最弱的 也有元英中期 你们说 这次那群小宅子们 能不能达到那几个地方 宇文部落族长 宇文虎压着众人问道 他执掌的宇文部落 乃是木妖异族前三的部落 同时他也是元英巅峰的存在 这还用问吗 为了这次神木试炼 咱们族族准备了三百年 给他们每人培养了一只 元英镜的妖宠就不说了 还让他们带上了那么多的魂服 要是这帮小宅子 连那几个地方都去不了的话 等他们回来 老子绝对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 当球踢 另外一名元英巅峰的族长 独孤部落的族长 独孤苍山把话接了过去说道 而且 几名老祖还给等赐下了几张化神魂服 有了这些化神魂服 他等不要说进入那第四层 获得一些咱们用得上的宝物了 便是进入那第五层 也有了自保之力 说不得还能给几位老祖 带回来一些好东西来呢 又是一名元英镜巅峰的 木妖异族部落族长说道 因为这一次神木试炼 刚好跟他们百年一次的 入侵西域时间上重合 所以 整个木妖异族 为了这一次的神木试炼 准备了足足三百年 为的就是他木妖异族 在这次神木试炼之中 能够得到一些好东西 尽可能地在入侵之前 提升他木妖异族的实力 哈哈 最好能够带回来 几枚化音神经来 这般的话 咱们几人也有可能 进阶到化神镜了 他们甚至还一想天开的 打起了那第四层守护法阵的来 那里拥有着 可以让他们突破原因进阶 到化神镜的至保化音神经 第146章 最后背锅的 还是丁家 那里拥有着 可以让他们突破原因进阶 到化神镜的至保化音神经 此物乃是进阶化神的至保 那般一来 德化他木妖异族 原本就有足足三位化神强者 再加上他几人的话 他们的化神强者 就会达到八九人之多 到了那个时候 不要说西域 只有一名化神老祖了 便是加上南沿 东扬 北旋其他三大圣地的化神强者 都远远不及 他木妖异族的化神强者多 更不要说 木妖异族的化神强者 还拥有着一只强大的 本命化神妖虫 虽然说 这些化神强者因为有天道的压制 轻易地不会出手 但是 他们都只要往那里一站 便可以让西域这边的化神强者 不敢有任何异动 甚至 连化神福宝这般的杀器 都不敢赏赐给门下门人 而木妖异族 又远比西域修士强大 这一次木妖异族入侵 将会势如破竹 那样的话 咱们这一次 要把西域给抢个精光 不不不 西域那里够 咱们要攻进嘉玉关 打入中州去 把格局再打开一点 南疆 东荒 咱们祖上又不是没打到过 咱们何不也带着小崽子们 前去见见世面呢 只是 就在几人还沉浸 异想天开的幻想中时 一叨叨木妖异族 这次神木试炼族人 浑灯熄灭的消息 却传了过来 组长大人 我独孤部落 这次参加神木试炼的弟子 浑灯已全部熄灭 报 启禀组长大人 我慕容部落 这次参加神木试炼的弟子浑灯 已全部熄灭 不好了 不好了 组长大人 我宇文部落 这次参加神木试炼的弟子 最后一盏魂灯也熄灭了 一时间里 便有就有八九个部落的弟子 前来汇报 再加上前不久的贺连部落 和鲜鱼部落 十二大部落的弟子 只有禅鱼王亭 没有过来汇报 不过 化神镜的大禅鱼 到现在都没有现身 禅鱼王族这次参加试炼的族人 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很有可能 他木妖一族 这次参加神木试炼的所有族人 那神木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群老怪物的脸色顿时巨变 他们为了这次神木试炼 准备了足足三百年 而这次参加试炼族人 更是他们部落这一代里 天资最好的后辈 再加上每人带上一只猿鹰灵宠 说是历代进入神木最强的一代 都不为过 那神木中有这个实力的 也就只有那神帝尸体了 难道是他 宇文虎牙如此这般猜测到 绝对不可能 除非是那炼魂帆已经炼制完成 否则这种杀鸡取卵之事 那神帝尸体是绝对不会这般做的 他的猜测一出 顿时就被其他原鹰老怪给否定了 那就只有丁老怪那老王八蛋 赐下了大量的化神福宝了 除了这个老王八蛋 没有哪个有这个实力 在神木之中有那个能力 灭杀我木妖一族 这次参加神木试炼的族人 又一名老怪物对着众人说道 嗯 有这个可能 毕竟 他惜于原本实力 就大大不如我木妖一族 这老家伙 肯定是害怕我木妖一族在这次神木里 再获得什么宝物了 提升了实力 既然他不忍 那也就不要怪我等不易了 这一次入侵 也不能放过他丁家任何一个后人 那老王八蛋的后人 只有区区几人而已 哪里够给我木妖一族如此多的后人抵灭 咱们这一次 要把他西名圣地也给灭了 他们愤怒的大吼道 就在此时 天空中更是飘来了一道法指 先于老祖有令 立即集结人马 整备粮草 三日后大军开拔 仅尊老祖法指 一群猿鹰老怪们 见到这法指之后 纷纷跪下高呼 原本还有半年才会开启的 入侵西域大战 因为木妖一族年轻一辈 在神木之中全部陨落 他等也没必要再等这些后辈 带回来宝物提升实力 又担心半年之后 西域修士从神木之中 获得了宝物之后 大大的提升了实力 所以 竟然提前半年 发动了对西域的入侵 而这一切在神木之中的苏璇 自然是不可能知道 因为他的这一番操作 竟然会引起了木妖一族 对西域的入侵 提前了一年时间 当然 即或是知道 苏璇也依然会这般做 毕竟让他们提前入侵 只是让西域修士 提前进入战争而已 若是让这些家伙 带回了宝物 提升了实力的话 敌人变得更加强大 可要比提前进入战斗危险得多 小瞎子 我等下面又走那条路 苏璇对着小瞎子问道 此时的他 已经进入了藏剑山 追上了于小婉等人 而这守护法阵最多只有四五个时辰 就要重新恢复 法阵一旦恢复了 他等也会被直接传送了出去 所以他们片刻都耽误不得 必须要趁着这个时间 在这藏剑山里 寻找到更多的宝物才行 小瞎子听后 赶紧掏出了龟壳和铜钱来 在地上补算了起来 第十四卦 大友 昌龙通态 此卦 下卦为钱 为天 上卦为梨 为火 火在天上 明竹四方 取法于火 顺应天命 我等就顺着那天空中的太阳 搜寻过去 必有所获 小瞎子一番补算之后 对着苏璇说道 只是 他这话一说完 于小婉等人 就纷纷不解地对着他问道 啊 顺着太阳的方向搜寻 那不是藏剑山祖峰的位置吗 那祖峰经历之数十万年被人搜寻 恐怕没有什么宝物了吧 此时 正是一天之中正午之时 太阳正荡天空 正好就照在这藏剑山 最高的主峰之上 那主峰最高 曾经或许是宝物最多的地方 只是 这道理他们都知道 历代进入这神木失恋的修士 同样也会想到 如此经历过了几十万年 一代又一代的修士探寻 那主峰上 恐怕每一寸的土地 都已经被以前 进入这神木的修士 给翻了个不知道多少遍了 不过苏璇却对小瞎子 十分的有信心 对着众人说道 咱们 就听小瞎子的 第147章 建祖墓碑 听小瞎子的 苏璇对着众人说道 不是宗主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于小婉等人 纷纷对着苏璇劝道 毕竟 这守护法阵 只有三四个时辰便要恢复 他们最多 也就只能探寻一个山峰 若是探寻了那主峰的话 便没有时间 去探寻其他的山峰 只是苏璇却对着众人说道 难道你们忘了 本宗主的那种神秘力量吗 几人一听 这才明白了过来 对啊 我们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在别人眼里 或许只是一件废品 到了咱们宗主手里 却可以成为了不得的宝物 走走走 咱们就听小瞎子的 去藏剑山的主峰好了 于小婉等人 纷纷向着主峰而去 这藏剑山 传说曾经葬着百万把飞剑 这些飞剑 有法器 有法宝 甚至还有人在这里 找到过灵宝级别的飞剑 当然 经历过这数十万年时间 一代又一代参加试炼修 进入这里寻宝 这里的飞剑 早已经被人给搜寻的差不多了 想要找到一把上好的飞剑 哪有那么容易 不过好的飞剑没有 但是这里 断剑 残剑却有不少 大家才进入了不久 就看到了不少断剑 残剑 于小婉和胡青爵等人 赶紧帮着收集了起来 虽然这些断剑残剑不值钱 也不是什么真品 但是 被苏璇变废为宝了之后 还是可以给天玄宗 普通弟子使用的 哈哈 怪不得宗主 让我们走这边来 咱们这一会儿时间 都捡了上百把断剑了 一群人嘻嘻哈哈地说道 这些断剑 虽然不算是什么真品 但是变废为宝后 却可以交给普通弟子使用 不但可以帮普通弟子提高战力 而且赏赐给他们的话 苏璇还能获得声望 不过 虽然断剑残剑 搜寻了不少 但是真正的宝物 苏璇他们 却是一件都未能找到 没有办法 在修仙界 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废品 就算是残缺的宝物 那也是上等的材料打造而成 就算是不能使用了 也能够用来熔炼后 把有用的材料提炼了出来 炼制新的法宝 他们能够找到的 几乎都是灵力 已经耗尽的玩意 这般一来 众人虽然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却不由得 有些着急了起来 难道真的是我算错了吗 眼看都要到山顶了 就算是小瞎子 也变得不那么自信了起来 着急的他 甚至又拿出了 他的龟壳和铜钱来 想要再次蒲算一次 反倒是苏璇 坚决相信这小家伙对着他安慰道 不是还没到山顶吗 拍了拍他的肩膀 带着众人继续向着山顶走了上去 果然 仿佛是为了印证苏璇的话 当他们离那山顶 还有十里的路程的时候 苏璇的脑海里 马上便响起了系统的提醒声来 叮 发现红色品级宝物 可变废为宝 为金色品级宝物 叮 发现金色品级宝物 可变废为宝为紫金色品级宝物 叮 苏璇的脑海里 一连串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从未有过如此的激烈 就跟放鞭炮一般 叮叮咚咚的响得不停 这就算了 就连那鱼小碗 也是欣喜若狂的激动大喊 我感觉到了 我感觉到了极强的剑魂 剑魂 那是什么东西 胡青爵等人不解地对着他问道 他等不是修炼剑道之人 对剑道不大了解 更是连听都没有听过 剑魂这种东西的存在 剑魂乃是剑林在陨落之后 留存在世间 没有消散的痕迹 苏璇对着众人说道 边说 边用系统扫视这里的一切 他虽然没有专修剑道 但是于小碗修炼的剑道技艺 却也被系统完全给复刻给了他 那不是跟鬼魂差不多吗 那为啥小碗解婚那么激动 胡青爵对着苏璇问道 实在是想不通 于小碗为何会如此的激动 剑魂怎么能跟鬼魂差不多呢 人吸收了鬼魂 又不能提升自己的灵魂之力 剑林吸收了剑魂的话 可是可以提升剑林的实力的 于小碗对着他说道 说完之后 更是迫不及待地 向着山顶冲了上去 等到苏璇等人 走了上去的时候 他已经放出了弦跃剑阵来 开始在吸收这里的剑魂了 祭练起了他的弦跃剑阵来 而随着他的吸收 他的弦跃剑阵 十二把飞剑的剑灵 开始变得越来越凝实 灵性十足 就这么短短的一会儿时间 这弦跃剑阵 已经从开始了 从灵宝气胚 到灵宝的进化了 怪不得小碗姐会这般激动 众人看着于小碗身旁环绕的 十二把灵性十足的飞剑 不由地赞叹道 要知道 灵宝气胚 要想进化成灵宝 可不是你进阶到金丹镜之后 便能够直接进化成功 必须要用大量的珍贵材料 花大把的时间 才能够进化成功 甚至有时候 很多修士祭练了几百年 都到了原因禁了 本命法宝都还未祭练完成 都还停在法宝气胚的阶段 就更加不要说 这灵宝气胚的祭练了 哈哈 只要师姐的灵宝气胚 能够成功进化成灵宝 咱们这一次就不算白来了 月红婷也高兴地说道 虽然她等没有得到宝物 但是看到于小碗 有这么大的收获 却是不影响她等替于小碗高兴 只是 就在她等以为 这里只有剑魂一样好处的时候 苏璇却对着他们说道 怎么可能 这里只有这剑魂一样的宝物呢 大把的宝物 就藏在里 苏璇指着一块石头说道 那块石头看起来十分的普通 不大 只有半米不到 不方不远 不规则就算了 更是没有任何的灵气波动 在这主峰之上这种石头 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 起初 苏璇也没有注意到她 但是 当她按照系统的指示 在这峰顶寻找了一圈之后 没有什么发现之时 却突然看到此时的太阳 正好照射这块普通的石头之上的时候 让苏璇不由地想起了 小瞎子刚刚的不算来 火在天上 明烛四方 取法与火 顺应天命 赶紧用系统对着那石头一扫 剑祖墓碑 藏剑山 剑祖墓石碑 第148章 原来这石剑 才是真正的墓主 剑祖墓碑 藏剑山 剑祖墓石碑 它竟然是一块墓碑 难道葬着一位叫剑祖的强大存在 让苏璇没有想到的是 这块石头 竟然乃是一块墓碑 苏璇估计 应该是经历了无数岁月的风化 才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若不是苏璇有系统扫尸的话 恐怕还真发现不了它的存在 而在墓碑之下 很可能便是那剑祖之墓了 赶紧走了过去 把那块石头移了开去 那块石头才刚刚被一开 一道道浓郁无比的剑魂 便疯狂地涌了出来 好浓郁的剑魂 苏璇望着那木刀入口激动地说道 第一个跳进了那入口 胡青爵等人也紧跟其后 就连正在祭练弦月剑阵的余小婉 此时也停了下来 跟着苏璇一起跳进了木刀入口 然后众人便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眼前密密麻麻地插着长剑 初步的估计 也最少有十万把之多 而那些剑魂 似乎就来自于这些长剑之上 甚至有一些剑魂 还能够凝聚如同剑灵一般的存在 盘旋在这些长剑之上 栩栩如生 若不是它们身上的灵性 远没有剑灵那般 有生命一般的灵动 众人都要以为 这些剑灵还是活着 而这些长剑的款式 也并非修士们使用的飞剑一般 只有数寸长短 最长不过一尺 毕竟修士使用的飞剑可大可小 心念一动 数寸飞剑也能够变可变化为数十丈大小 但是这里的却不同 这些长剑如同凡人世界 武士们使用的战剑一般 几乎每一把都超过三尺之长 甚至有的达到了五六尺 甚至一丈多都有 尤其是最中心的八把 更是长达数丈 十多米之长 而上面的灵力波动 更是浓郁无比 苏玄赶紧用系统 对着它们扫尸了过去 据缺剑 金色品及废品 上古剑修所使之剑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据零剑 金色品及废品 上古剑修所使之剑 剑组陪葬品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据神剑 金色品及废品 上古剑修所使之剑 剑组陪葬品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八柄巨剑 竟然无一例外 都是金色品及的废品 都可以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的宝物 也就是说 这八柄巨剑 竟然全都灵宝 而且看它们的灵性 都超过了当初的 九华圣火顶 绝对最少都是上品灵宝 光是这八柄巨剑 就让苏玄等人欣喜若狂 就更加不要说 还有那另外的十万柄 稍逊一筹的长剑了 怪不得小瞎子 让我们走这脸 不过 也幸好宗主发现那块石头 于小婉等人 全都欣喜若狂地说道 不过这么长的剑 难道是给巨人所使用的吗 胡青爵剑此 又对着众人问道 大吗 那你们再看看那石棺 苏玄却指着八柄巨剑 围在中间的一口 巨大的石棺 对着胡青爵说道 那石棺高三十丈 宽三十丈 长更是达到了一百多丈之长 样式古朴 上面撞刻着复杂的饕贴 穷奇等上古凶兽文 如此巨大的石棺 葬在其中之人 不说百丈 最少也应该有七八十丈之高大 这般的巨人 使用个数丈长的巨剑 似乎也很稀松平常 打开看看 胡青爵飞升过去 缓缓地推开了石棺棺盖 只是 当他缓缓地推开 那巨大石棺之后 呈现在众人眼前的 却并不是任何事故 而是 一柄巨大的石剑 严格来说 应该是一柄巨大的断掉的石剑 这柄断掉的石剑 也不知道 曾经到底有多长 哪怕已经断掉了 却还有着足足四五十丈之长 古朴的文字 转刻出第一二字 样式也是十分地简陋古朴 就仿佛是什么蛮荒种族 随意用石头 磨制的而成的一般 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灵力波动 若不是他葬在这巨大石棺之中 而且还有着这么多珍贵的 长剑陪葬的话 苏璇等人都要以为 他乃是一块用石头雕刻而成的雕塑 难道这十剑 才是这剑祖墓真正的墓主 他便是那剑祖 若是真的这般的话 那他才应该是这藏剑山真正的质宝 苏璇望着那石剑 不敢置信地说道 赶紧用系统 对着这石剑扫射了过去 剑祖石剑 乃天地间第一把战剑 王极废品 可提升使用者一倍战力 不受境界战力极限限制 宿主系统等级太低 暂时不可变废为宝 卧槽 不是吧 老子猜得果然不错 他才是真正的藏剑山质宝 而且 似乎是量身给本宗主打造的 苏璇激动地抱起了粗口来 不是他不够矜持 而是这石剑实在是太恐怖了 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他 竟然乃是天地间第一把战剑 使用他的人 更是能够提升使用者一倍的战力 最关键的是 他还不受系统助击进极限战力的限制 也就是说 苏璇只要用这般石剑战斗 他马上便可以拥有600万的战力 600万战力是何等的恐怖 就算是原因后期强者 恐怕也从此以后 对苏璇造不成任何的威胁了 最重要的是 此时的他还只是一把断剑 一剑废品便能提升苏璇一倍的战力 若是变废为宝了之后 岂不是更加的厉害 然后便是 苏璇猜测得果然不错 自己的系统 不是最终的形态他能够升级 在金色废品之上 还有更加厉害的废品 虽然说 不知道还有多少种等级 但是至少说 还有一个比紫金色还要高级的王级 想到这里的苏璇 赶紧一把向着那石剑抓了过去 只是 以他的300万的战力 竟然没有抓了起来 那石剑竟然纹丝不动 要知道 修士原本就比普通人力气 不知道要大上多少倍 就算断体精的小修士 也拥有着上千斤的巨大力气 幸好的是 这时候躲在苏璇储物袋里的小黑 给苏璇传了音过来 主人 你的用剑道功法 才能够驱使这石剑 剑道功法 你怎么知道 苏璇对着小黑问道 我也不知道 到了这里之后 记忆里自然就有了这些信息 小黑对着苏璇传音道 苏璇听后 虽然不知道这家伙 所说真假 不过要说剑道功法的话 苏璇还真不缺 那便是到青莲十八剑 当即决定一事 果然 他才使出了青莲剑体来 那石剑 第149章 惊天一剑 果然 随着青莲剑气 涌入那石剑之中 原本重于万军的剑组石剑 在这一刻 犹如活了过来一般 自动地落入了苏璇的手中 如同丢失了多年的孩子 找到了父母一般 在苏璇的手中发出阵阵欢快龙吟 这石剑好有灵性啊 明明已经断裂 剑灵已死 感觉竟然比我的玄约剑阵灵性 还要足上不知道多少倍 于小婉剑此不由自主地说道 他所修的便是剑道 自然对剑的灵性 最实了解 而且 这里所有人都知道 不论是多么高级的法宝 只要是一旦损毁 气灵也难免会随之消亡 能够像此处的这里长剑 留下来一些剑魂 都算是十分强大的存在了 而且 若不是这些长剑 被埋在这剑组之墓中 封闭空间的话 恐怕也连剑魂 都早已经消散 而苏璇握住剑组 石剑的那一刻 一股强大的力量 也疯狂地向着他涌了过来 而他的战力 也终于再次猛涨了起来 三百万 三百五十万 四百万 五百万 六百万 转瞬之间 苏璇的战力 就超过了以前的两倍 而且 这十剑天生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般 此时的一人一剑 就如同穿越了千百万年的轮回 终于在茫茫的星空之中 寻到了独属于自己的同频共振的存在一般 一个正义气风发 助击初期就拥有远超原因中期的战力 一个是天地间第一柄战剑 被委屈的关在这十关之中 已有数十万年 今日终于脱关而出 在这一刻 这一人一剑 都不需要任何击炼 更不需要低血认主 便在这一刻 认定了对方 迫不及待地 想要生死相随 一起征战四方一般 杀 随着这一生杀子出口 苏璇的灵力 被这十剑疯狂地吸入了其中 这一刻 哪怕就算是苏璇拥有着 胡青爵一般的两仪阴阳丹田 拥有着神级功法的 阴阳两仪相生爵 体内的灵力 堪比一般的原因后期强者 也只是一瞬间而已 丹田中的灵力 也被这十剑给吸了个干干净净 苏璇估计 也就是他这般的存在了 若是换了其他的助击镜 不 换了其他的金丹 甚至是原因镜 都很有可能体内的灵力 都不够他这一息的 当然 这十剑消耗灵力 虽然恐怖 威力却也对得起他的消耗 四五十丈之巨的剑组十剑 就随着苏璇的一声 不吐不快的沙子出口 释放出阵阵刺眼的灵光 然后跟苏璇眼随心走 剑随眼去 人剑合一 一道数百丈的剑芒 从剑组十剑之中 击射而出 所过之处 无坚不摧 一剑过后 苏璇等人的头顶 豁然变得明亮 那是天空中的太阳 洒下的万丈金光 原本不知道 多厚的剑木木顶 竟然在这一刻 被苏璇转 一剑给 如同切豆腐一般 给蓝腰切断 切口光滑整齐 整个木顶 更是随着强大力量的惯性 向着远处飞去 足足飞出数十里之远 好半天之后 众人才听到 轰隆隆掉下山谷的声音 而此时的苏璇等人才发现 此时的他等 早已经在了 这藏剑山的主峰的半山腰里 整个主峰的山顶 都被苏璇给蓝腰斩断 原本还一只独秀 远比旁边高大险峻的主峰 此时变得的不再鹤立鸡群 变成了光秃秃的一座平台 比起旁边的山峰 都还要矮上了几分 这 众人望着这一切 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一幕实在是太过震撼 久久地望着这结果 说不出半句话来 刚踏入修炼之时 就听前辈们说 修炼到高深之时 移山填海也能信手拈来 那是的 我等都还以为 这只是传说而已 如今看到宗主出手之后 才知道 这移山也只是一二剑而已 好半天之后 他等才不由自主地感叹道 这绝对不是夸张 因为苏璇若是想要 把这藏剑山主峰 给一移走的话 最多也就只用 再出一剑便足够了 而苏璇 更是紧握着手中的剑组石剑 更是激动无比地想到 有了此剑之后 他只需要一剑 能够接得下来 估计也就只有 元英后期以上的强者了 想到这里的他 甚至激动想要 都马上就带着石剑 去找一个元英后期的强者 砍上几件试试 不过此时肯定是不现实的 元英后期强者 虽然没有画神老祖那般稀少 但是也是凤毛麟角 一般的存在 不要说 外界的修饰了 便是在这神木之中的 元英灵魁中 也不是随便就能够碰到 也只有那第五层的 守护法阵之处 才拥有这般的存在 而他们现在肉身都才刚刚 能够承受 这第二层的炼金之苦 连第三层的炼骨之痛 都还不能承受 就更加不要说 那第五层了 如今他们进去 都不用那些元英灵魁出手了 光是那种炼心之痛 便足以让苏璇等人 命丧其中 当然 他也能让小黑 给他传送过来一支 不过 苏璇没有这般做 将这件祖石剑 专门找了一个储物戒指 单独装了起来 这件祖石剑 实在是太过巨大了 装下了它之后 一个储物戒指 就几乎装不下其他东西 也幸好有着储物戒指 若是没有的话 本宗主天天扛着 四五十丈之巨的巨大石剑 那就真的有些高调的过了分了 苏璇不由地感叹道 他甚至想起了 前世里四十米长大刀的梗来 这件祖石剑 可不止才四十米 小婉抓紧时间 吸收这里的剑魂 祭奠玄月剑阵 其他人把中间的三千柄长剑 全部收了起来 带回宗内 苏璇对着众人说道 这里除了这十剑 和那八柄巨剑之外 还足足有着十万柄长剑 但是苏璇 却只带走了最中间珍贵的三千柄而已 这三千柄 除了那八柄巨剑 是金色品质之外 还有一百多柄 乃是红色品质的废品 这些最少都是灵宝的存在 其他的便废为宝之后 也能变成上品法宝 苏璇自然是不会留在这里 第一百五十章 这一方天地 只有一座大山 苏璇自然是不会留在这里 当然 他也没有全部带走 只带走了最精华的三千柄 没有办法此时的天玄宗 总共也才只有不到三千人 就更加不要说修炼剑道的 只有两三百人了 这三千柄 常见天玄宗要发展很久 才有足够的人使用了 这些常见的剑灵已死 苏璇还需要大量的声望 才够将他们变废为宝 拿了回去 一时间苏璇也没有那么多声望 来变废为宝 再加上苏璇 已经把那六道传送阵的一块阵盘 给安在了这神木之中 这里的常见留在这里 到时候有了想要 修炼剑道的弟子 也可以自己进来试炼收取 留在这里 或许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属 唯一可惜的就是 那神木一毁 剑祖石剑又被苏璇收走 这些常见的剑魂消散 也更快了 现在又只有余小婉的弦跃剑阵 需要这剑魂来祭连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多余的剑魂消散在了空中 一个多时辰之后 苏璇等人已经将三千把精品 还有那八柄巨剑 全部给收了起来 而于小婉的十二柄弦跃剑阵 在如此多剑魂蕴养之下 也正式进阶到了上品领宝 再往上的话 便是极品领宝 极品领宝可不是 吸收剑魂便能够进阶的 那需要修饰 常年累月的祭连才行 与此同时 这守护法阵恢复的也差不多了 苏璇等人若是再不走的话 便要永远地留在这法阵之内 所以几人赶紧向着 那守护法阵的入口赶去 不一时便出了这法阵 此时 其他人也早已经回到了 这守护法阵入口 他们有的人正在商量着 要结伴行 更有人正在寻找护法之人 帮他护法 找地方修炼进阶金丹 毕竟那第三层 可是随处都是 助激进灵魂的存在 随随便便 就能遇到几百上千 就他们这般 助激进的修为去了那里 根本就不看 大多数都决定留在这第二层 先修炼到金丹镜再说 不过 苏璇他们没有留下来 这神木开启 只有半年时间 随着苏璇的实力越来越强 苏璇的目标 也从以前的第五层 提升到了第六层 所以 他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 小黑 把我等送到第三层去 第三层 小黑对着苏璇问道 这家伙刚刚 似乎在想着什么 想得特别的入迷 被苏璇这一命令 一时之间竟然没有反应了过来 你这个蠢货 脑子就何套人那么大 还是不要想得太多 苏璇对着小黑 没好气地说道 其实他是害怕这家伙 记忆恢复了 自己控制不了 毕竟刚刚这家伙 都想起了 关于剑祖实践的记忆来了 哦 小黑这就来办 小黑对着苏璇说道 赶紧用他 那一只小短手一招 一股强大的犀利 向着苏璇等人涌来 另外的一只小短手 却没有离开他的脑袋 而是继续在回想着 不过 苏璇已经没有时间阻止他了 只感觉眼前一黑 一方的新的天地 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一方天地跟第一 第二层有山谷 有河流 有平川完全不同 似乎就只有一座大山 那大山也不知道 有着多少万丈之高 更不知道他面积几何 反正苏璇等人此时 站在这山脚下 便感觉这一方天地 就只剩下了一座大山 那山顶之上 有着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 矗立在山顶 被云雾环绕 就仿佛乃是 身在云层之中的天宫一般 而在这天宫之中 一棵巨大神树 从宫殿之中生长了出来 巨大的树冠 不要说那宫殿了 便是整座山峰的封顶 也被它覆盖在了其中 那便是那圣鹰术 传说它高9990丈 跟第二层的守护法阵不同的是 这里的守护阵 站在这一方天地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能够一眼看见这具大神树 而它们心心念念的甲鹰果变 在那神树之上 只是它等现在 却只能干看着 因为那里 不只是有守护法阵 和十万的筑击巅峰灵魁 还有恐怖的炼骨之痛 当它们一进入这里 一股鼓远 比第二层 还要强烈数倍 炙热的力量 就像是肤骨之躯一般 从它等的口鼻 毛细血管 涌入它等的体内 附在了它等的骨头之上 就仿佛是把人的骨头就如同 被放在火炉上炙烤一般 让几人疼痛难耐 而且 这里还只是山脚下 按照历代神木试炼 集锦上的经验 这种炼骨之痛此时 还是最轻的 越到了山顶 它会变得越是强烈 没往上走上百丈 这种力量 就要翻上一倍 此时的它们若是 强行登上山顶的话 恐怕不要说 跟那些守护者们战斗了 便是站在那里 估计都十分的困难 看来那甲鹰果 咱们暂时只能看着了 苏璇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不急 不急 那甲鹰果 虽然越早炼化越好 但是也至少需要 凝结了金丹之后才能享用 咱们此时 除了小婉姐之外 不是都还没有进阶 到金丹镜吗 咱们还是要赶紧 进阶到金丹镜之后再说 众人纷纷说道 嗯 也只有这样了 不过 虽然说 这炼骨之痛 让我等十分的痛苦 但是 多被它炼炼 也能够提升 我等的肉身强悍程度 而且我们时间有限 以我看 我们也不能停留在这山下修炼 咱们得先向着 那山顶行走 等到行走到了 实在受不了的时间之后 再停下来 修炼不迟 苏璇又对着众人说道 这般一来 他们既可以一边修炼 提升境界 也可以尽可能地 快一些提升肉身之力 早一些到达到那山顶 小瞎子 你还得要再不算一下 苏璇又对着小瞎子说道 虽然他们最终的目的地 是那封顶 但是 这第二层 除了那山顶的圣鹰树以外 还有着其他数不清的宝物 所以 选择那一条路上山 所以 他们这一路上 最好还能有其他的收获 小瞎子 赶紧掏出了 他龟壳和铜钱来 一番补算之后 指着一处山洞 对着众人说道 第五卦 水天须 上卦为侃 下卦为前 云符距于天上 有符 光亨 真吉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水云相间之处 定有一些灵魁守护 我等若是去了此处 定有所获 小瞎子一番补算之后 指着一处 临身云厚的山谷 对着众人说道 第151章 声望800万 这山横贯 不知道多少万里 自然也就山中有山 风上有风 那山谷 处在这巨山半山腰 四千多丈的 两座山峰之间 谷中谷树苍天 云雾缭绕 也不知道小瞎子 眼睛明明是瞎的 怎么就能够看得出来 那里云身灵密的 但是 光是他说 那里有守护者 苏璇等人 就想要迫不及待地 过去看看 毕竟在这神木之中 专门有守护者守护的地方 可不多 目前苏璇他们知道的 也就只有那每一层的 守护法阵处 才有守护者的存在 只是 那山谷 还在半山腰 他等才行走了不久 也就刚到一千丈的位置 就不得不停了下来 没有办法 那股强大的炼鼓之痛 实在是太恐怖了 只要往上行走个百丈 便会强烈一倍 所以 他等才走了千丈而已 已经是山下的十倍之强了 苏璇和于小婉还行 毕竟他二人 都拥有清廉健体 肉身强度 原本就要比一般修饰强大 胡青爵乃是 难修皮操肉厚的 也还能够坚持 而月红婷 却是无论如何 也是坚持不下去了 强烈的疼痛 让他几乎每走一步 都犹如万箭穿星一般的痛苦 小丫头 强忍着剧痛 一步一步地 蹬在苏璇他们身后 每走一步 都仿佛骨头 就要碎裂了一般 就更加不要说 境界和实力最弱的小瞎子了 他才助击初七 而且属于 站立垫底的那种 助击初七 走到五百丈的时候 他就已经坚持不了 一开始胡青爵 把他背了起来 后来胡青爵 也背不动他了 因为他 已经快到极限 又只好 由小黑这家伙来背 这家伙一块石头 又没有骨头 而且还是神功之灵 也就只有他 不会受这炼骨之痛了 而等他们到了 一千丈的时候 也已经到了 大家的极限 就在这里 先行找一个山洞 先修行一段时间再说 苏璇对着众人说道 他们不得不停了下来 哪怕那山谷 离他们只有两三千丈了 这点距离 若是平常之地的话 玉空过去 也就是几个呼吸之事 但是 此时他们离那里 却仿佛隔着生与死的距离 就算是他们 停了下来 那种恐怖的炼骨之痛 也依然没有半点的轻松 而且 跟第二层不同的是 第二层的时候 炼金之痛 只是让人浑身发软 酸疼难当 但是至少 可以让人觉得疲累 直接睡了过去 苏璇当时 就是一觉 睡了三天三夜 但是 炼骨之痛却不行 不要说 苏璇他们了 就连已经到了极限的小瞎子 几次疼得昏迷了过去 也昏睡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便会再次疼醒了过来 这种钻心之疼 直到三天之后 他们这才慢慢地 适应了过来 虽然没有消失 但是却可以再次行动了 就连小瞎子 也可以再次下来 走上几步 而且这三天之内 胡青爵 也正式渡过了 金丹天节境阶 到了金丹境 这小子恋化 灵气实在是太快了 再加上原本 早就到了 助击境巅峰 如不是压制着境界 进入神木试炼的话 他早就已经境界了 境界后的他战力 再次暴涨五六 以前的助击境巅峰的他 便是三十六的战力 如今的他 在境界到金丹境之后 更是直接超过了两百多万 如此的战力 虽然比不上 余小婉的四百多万 但是在金丹初期 却也有了 可以跟人家原因 中期强者一战之力 他的战力增加 也就代表着 苏璇进接金丹之后 战力将会再次猛涨 两百多万 而且 苏璇拥有五名 金丹境弟子的任务 也正式完成 就只剩下那种 直出五种领鼓来了 这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苏璇估计 最多也再过半个月 他便能够正式 进接到金丹境去了 到了那个时候 苏璇的战力将会直接达到一千多万 然后再加上使用剑组实剑的翻倍的话 苏璇的战力将会超过两千多万 到了那个时候 虽然苏璇没有见过华神强者 不知道华神强者到底有多高的战力 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能够跟华神老祖有一战之力 但是 却是绝对足够秒杀任何原因后期的强者 等到胡青爵进接金丹之后 几人又强忍着炼鼓之痛继续往上攀爬 然后又是一千丈之后 这里的炼鼓之痛已经是山下的二十倍 苏璇估计 若不是他们已经适应了这些天的话 一进入第二层 便到这里恐怕他们的骨头已经直接被炼化了 此时的他们又不得不再次停了下来 这次他等又用了五天 才慢慢地适应了下来 然后便是又继续往前走 到了三千丈的时候 那种痛苦再次让苏璇等人难以忍受 他等又不得不停了下来 这一次 他们用了足足八天 这才适应了下来 而在这八天时间之中 月红婷也正式进阶到金丹镜 战力同样直接翻了五六倍之多 达到了两百多万 接近三百万 而这期间 苏璇也趁着这段时间 将自己这些天收集来的宝物 全部变费为宝 让苏璇猜得没错 八柄长剑变费为宝之后 全部变成了极品灵宝 然后就是那些被小黑收集来的福宝 苏璇也将他们变费为宝 最后 又赏赐给了于小婉三人 一人三件灵宝 四五十张福宝 魂服之类的防身 这般一来 三人自然是对苏璇感激不尽 毕竟 苏璇赏赐给他们的福宝和魂服 就不说了 光是灵宝 就是三件之多 而且还全都是中品以上的存在 甚至是上品 这般的灵宝 就算是化神镜强者 都未必能够拥有一件 就更加不要说他们才金丹镜了 所以 三人自然是对苏璇感激不尽 他们这一感激 苏璇脑海里自然地 又再一次想起了 系统声望 道账的声音 丁 恭喜宿主 获得来自于小婉的声望 加1000000 丁 恭喜宿主 获得来自胡庆杰的声望 加1000000 丁 恭喜宿主 获得来自月红亭的声望 加1000000 而且远比以前都要多得多 每个人都给苏璇 直接提供了100万之多 这样一来 加上上一次 在第二层守护法阵之时 苏璇给他们福宝 他们给苏璇提供了声望 让苏璇的声望 直接达到了八九百万 第152章 深谈古庙 让苏璇的声望 直接达到了八九百万 离1000万 已经不远了 这么多的声望 让苏璇终于不用再担心 将小黑这家伙 给变费为宝之后 自己的声望 将会所剩无几 不过苏璇依然没有这么做 反而是 只要看到这家伙 支撑着脑袋想问题 苏璇便要直接打断他 没办法 这家伙在这神墓里 就是一个bug 而那山谷 便是在那四千多丈的位置 因为小瞎子说 那里有守护者的原因 苏璇他们 又在这里 好好地休息了一天之后 这才决定 这一次一定要一鼓作气地 直接到达那里 毕竟那地方炼鼓之痛 还会再次增长十倍 他们要忍受巨痛 还要战斗 实在是有些太冒险了 只是 让他等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们爬到三千五百丈之后 原本应该提升 好几倍的炼鼓之痛 竟然在此处 开始慢慢地变弱了起来 而且越往上爬越是减弱 这就算了 一股清爽的力量 也开始涌入了苏璇等人体内 帮着苏璇他们 开始抵挡起那炼鼓之痛的同时 还开始快速地提升起 苏璇等人的肉身来 这是 难道说 这里有一件专门克制 这炼鼓之痛的宝握 苏璇他们 纷纷猜测到 若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获得后 那简直再美不过了 几人赶紧加快了脚步 又往上行走了五百丈步道 他们终于知道了 这股清爽的力量来自于哪里 那是一条高达上千丈的瀑布 它就挂在千丈高的绝壁之上 从千丈高的绝壁上掉落下来之后 砸落在山谷之中 形成一口不知道到底多深的深潭 苏璇估计 深潭应该也有另外的出水口 要不然 此处早就水满为患了 又或者应该有一条河流流出 而那股清凉之力 便是来自于那瀑布流下的水中 尤其是深潭之中 尤其的浓郁 它等原本进入这七炼神宫后 就如影随形的那种炙热力量 顿时消失得干干净净 感觉说不出的心旷神疑 不过小瞎子所说的守护者 却是连个影子都没有见到 好地方啊 胡青爵不由自主地赞叹道 若是能够在这里洗上一个枣的话 该有多爽 苏璇也不由自主地说道 要不让弟子先过去试试 胡青爵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还是有些不放心 又问了问小黑 他的那股力量能不能控制这里 得到了能 然后又让小黑给他们负责警戒之后 这才让胡青爵跳下去试试 胡青爵跳下之后 那种清爽的力量变得更甚 让这家伙舒爽得不由地大叫了起来 爽 实在是太爽了 宗主 没事 下来吧 他对着苏璇大声地喊道 苏璇这才跳了下去 想要在这深潭里好好地洗上一番 果然 那股力量也让苏感到无比的清爽 仿佛浑身的疲乏 都在这一刻被一扫而空 太爽了 哈哈 苏璇大笑着说道 此时 就连月红亭和于小婉二女 此时若不是这里 还有其他男人在的话 恐怕也想要跳了进去 二女只好商量 等到晚上再来 不过 小瞎子却是忍不住了 向着那深潭走了过去 只是 就在苏璇和胡青爵二人 正在那深潭之中畅游 小瞎子快要跳进去之时 突然 那巨大的瀑布 却像是被人从上面 关掉了闸门一般 刹那之间变断了流 同时 那山剑的水位 也开始疯狂地下降了起来 而那原本 还在山剑之中 畅游的苏璇二人 更不受控制 一般的急速向下掉落 要知道 二人可是修士 不要说 此时他们一个是金丹 一个占六百万了 便是他们在宁夜境的时候 他们也能够预空飞行 但是此时的他们 却是失去了 预空飞行的能力 急速地往下掉落 甚至到了后面 更是连体内的灵气 都不再能调动 灵仿佛是被封印了一般 这一刻的他们 不要说使用法术战斗了 更是连跟 储物戒指的联系 都直接断掉 想要拿出一件法宝 来防身都做不到了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在深潭的坛底 有着一座金刚寺的古庙 而在那古庙之前 整整齐齐地站着一排 又一排灵魁 每一支都有着 助击进巅峰的战力 当苏璇二人落到坛底的时候 正好落到这群灵魁的面前 宗主 小心啊 这一幕 已经吓坏了余小婉 和月红亭二女 他们一边 对着苏璇大喊 一边赶紧施展起了法术 想要把苏璇二人给拉上去 但是他们的法术 才刚刚进入坛口 便同样失去了灵力 甚至 就连余小婉释放出悬月剑阵 想要帮苏璇他们攻击那些灵魁 飞剑飞到坛口的时候 也因为没有了灵力的控制 直接掉落在坛底 连收都收不回去 要知道 他这套悬月剑阵 可是进阶到了上品灵魂的存在 更是拥有这剑灵的存在 平日里 就算是千里之外取敌手机之后 都能够自动地飞了回去的 可是到了现在 掉落到坛底之后 却是直接跟他断了联系 站在原处 不要动 苏璇赶紧对着他们命令到 站在原处 不要动 苏璇赶紧对着他们命令到 这里十分的危险 于小婉下来还行 毕竟他拥有着清廉剑体 若是月红婷也下来的话 他的肉身之力本来就弱 不要说帮上苏璇什么忙了 恐怕还会成为苏璇他们的累赘 就更加不要说 还有一个实力低微的小瞎子 这要是跳了下来 随便一个助击进巅峰的灵魁 随手一挥都能要了他的小命 马德 原本以为是小瞎子算错了 没想到这些家伙 竟然藏在这深潭底下 让于小婉等人不要下来之后 苏璇又不得不抱起了粗口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想到 这些守护者 竟然藏在山剑底部 更是不会想到 他等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而且 似乎此时他二人 还要不得不面对 那群守护者人数倒是不多 只有三四百名而已 这般一群灵魁 若是苏璇等人灵力还在的话 自然是不在话下 甚至 苏璇只需要一剑 便能够解决 纵然他们 全是助击巅峰 可惜的是 此时他们的灵力 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 就连打开储物戒指 取出一件武器来防身 都做不到 这深潭也有两三百米高 失去灵力的他们 也不可能跳得上去 最可恶的是 小黑那家伙 刚刚还说 他能控制的 到了此时 不要说控制了 他自己都自身难保 被吸了下来 对着苏璇大吼着 主人救命啊 躲进了苏璇的怀里 苏璇真想把这坑货 狠狠地揍上一顿 第153章 又一只神功之灵 这家伙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苏璇真想把这家伙 抓过来狠狠地揍上一顿 但是现在肯定是没有那个时间了 而且自己现在还得保护着他才行 毕竟这家伙还有一些用 看来咱们 只有凭借肉身之力来战斗了 苏璇把对着胡青爵苦笑着说道 把小黑这家伙 给背在了背上 不然的话 就凭他那小胳膊 小腿的 没有了那种力量护身的话 随便来上一只灵魇 便能把他给打成碎片 跟他们拼了 胡青爵大吼一声道 虽然此时没有灵力 但是这家伙 却没有半分的害怕 他甚至心想 就算是自己战死这里 也要保护苏璇 以报苏璇相救之安 捏紧了拳头 向着那群灵魇冲杀了过去 他这般赤手空拳的战斗 似乎还在认识苏璇之前 那时候的他连一剑法器都没有 却要以宁夜境巅峰 对战驻击初期 手持上瓶法器的阴炎宗强者 不过 他终究还是 进阶到了金丹静的存在 他这副肉身在那天结之下 经历过劫雷的洗礼 要比驻击净修饰的肉身 要强大许多倍 所以 一拳都过去 倒是也能够轰杀掉一只灵魇 而苏璇上一次 这般赤手空拳的战斗 那就更加的久远了 似乎还是为穿越前 在地球上上初中那会儿 跟同学们打群架的时候 马德 早知道有经典 老子就该在凡人世界里 着几步武功来练练了 苏璇如此想到 如今既然避无可避 那就唯有一战 同样举着一对拳头 向着那些助击近巅峰的灵魇 冲了过去 幸好的事 虽然灵力不能调动 但是清廉剑体却还在 他的肉身依然强悍 那护体清廉 虽然放不出来 光是这强悍的肉身 却依然能够抵挡住 那些灵魇的法术攻击 不管是火焰类法术 还是兵系法术 又或者是飞剑所发出的剑芒 落到苏璇的身上 只是发出一阵阵 叮叮当当的声音而已 还伤不到苏璇 而且似乎苏璇的清廉剑体 比起胡青爵 已经进阶到金丹镜的肉身 都还要强大一些 一拳头过去 不但将一只灵魇 给轰杀成炸 而且爆裂开来的碎片 还将附近的两只灵魇 也给炸得失去了战斗力 只是奈何 他们的肉身虽然强大 但是这里 却有着足足数百只之多 最可恶的是 这些灵魇似乎是知道 他们不能使用灵力似的 根本就不靠近了 跟他们硬拼 而是站得远远地 用法术对着他们远程攻击 宗主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这样下去 我们迟早 都要被累死在这里 胡青爵又是一拳头过去 击杀了两只灵魇 然后又是一脚踢了出去 将另外一只灵魇 也给击杀 而此时他的身边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灵魇 若是想要继续击杀的话 他就向着那群灵魇 追杀过去才行 而此时的他 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向那古庙杀过去 苏璇对胡青爵大吼道 他也刚刚将身边的 五六只灵魇 给全部击杀 这五只 还是他刚刚追上的 剩下的其他灵魇 已经离他足有百米之远了 他只要追过去 那些灵魇便会逃跑 百米的距离 若是在有灵力的情况下 苏璇只用掏出剑组十剑来 四五十丈的长度 都足够砍得上了 可惜的是 现在剑组十剑 也不能掏了出来 当然 就算是掏了出来 没有灵力的苏璇 也举不起来 现在唯一的办法 便是冲进那古庙中去 那庙门只有不到三米宽 到时候 二人便一人可以守着庙门 一人休息 轮流跟这些灵魇战斗 当然 那庙门内 也未比较安全 说不定 还有藏着更强大的存在 不过此时的他们 似乎只有这么一条路走了 遵命宗主 我给你开路 胡青爵对着苏璇大吼道 向着古庙的庙门 疯狂地冲了过去 而苏璇冲在了他的身后 帮他抵挡身后的灵魇的攻击 这一段 只有不到一两百米距离 若是灵力还在的话 只需要纵身一跃 便能够飞升了过去 此时 二人却足足花了半炷香的时间 击杀了四五十只灵魇 才终于冲到了庙门口 此时苏璇的海行 毕竟他的清廉箭体 能够抵挡那些灵魇的法术攻击 只是累了一些 胡青爵的金丹镜肉身 却是已经支撑不住了 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伤口 浑身染血 你先歇息一下 本宗主先守着 苏璇对着胡青爵说道 幸好的是 这古庙里 似乎没有什么强大的存在 只有一座佛像 一张法案 和法案上 一只小小的沐鱼 一张葡萄而已 他们总算是可以轮流着休息一下了 不过也只有休息一下 喘口气而已 连储物手镯中的疗伤丹药 都拿不出来治疗伤势 苏璇也尝试过系统 来帮胡青爵再次变废围保 可惜的是 系统一丁点反应都没有 看来 系统也只能对一个人使用一次 那宗主稍称一会儿 弟子休息一下就来 胡青爵对着苏璇说道 他是男人 自然不会跟女人一般婆婆妈妈 强称着要让苏璇 休息自己去抵挡 那样的话 自己很可能没撑几下 就要死在这里 还会害了苏璇 赶紧盘坐在了那蒲团之上 休息了起来 只是 就在他盘坐下来的那一刻 一变再起 那山顶的瀑布 却又仿佛是突然被放开了闸口一般 从那数千丈的山崖上流淌了下来 瞬间 便再次将这深潭给淹没 宗主 宗主 于小婉等人见此拼了命地大喊了起来 可惜的是 他们喊破了喉咙 苏璇也听不到分喉 小瞎子 你不是说这里定有所获吗 这就是你说的定有所获 月红婷气不过对着小瞎子质问道 这就是你说的定有所获 月红婷气不过对着小瞎子质问了起来 我我我 小瞎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赶紧又拿出了他的龟壳和铜钱来 补算了起来 第十一卦 下卦为前为剑 上卦为坤为顺 小网大来 急 哼 没有错啊 小瞎子摸着地上的铜钱 疑惑万千地说道 而于小婉 更是直接向着那深潭跳了下去 想要那怕是死 也要跟苏璇死在一起 只是此时的深潭 竟然升起了一道法阵来 将它直接给反弹了回来 与此同时 在那深潭底部 苏璇二人所在的古庙之中 一声声结结怪笑声 突兀地响了起来 结结 我的好大哥 几十万年不见了 出来聊聊呗 这声音阴森恐怖 而且似乎是冲着小黑这家伙来的 第154章 青连剑体 升级为青连道体 这声音阴森恐怖 而且似乎是冲着小黑这家伙来的 最是让苏璇二人感到怪异的是 这声音若是来自于那佛像 他们还能够理解 它竟然是来自于 那摆在法案上的沐鱼 你不要过来啊 小黑听到这声音之后 仿佛是见到了最恐怖的存在 吓得赶紧钻进了苏璇的怀里 吓得连脑袋都不敢伸了出来 缩着脖子 躲在苏璇的怀里瑟瑟发抖 苏璇在用系统 对着那家伙一扫视了过去 失落的神功之灵 亡极废品 以废 不可便废为宝 宿主境界不够 肉身站立 一百万 麻痹 被废了 竟然都还有一百万站立 让苏璇怎么也没有想到是 这沐鱼竟然也是神功之灵 这也怪不得 要叫小黑这家伙好大哥 而是这家伙 不但保留了记忆 而且还智商在线 设下如此的局 就连苏璇这般谨慎之 也被他一步步地引了过来 当然最恐怖的还是 他竟然保留了一百万的站立 而且 在他的身上 同样也感知不到半分的灵力 也就是说 他只是凭自身的强度 便有一百万的站立 如此的站立 不说苏璇此时 已经失去了灵力了 便是灵力存在的原因初期强者 用他砸人都 抵挡不住他这一砸的 冷静 冷静 苏璇在心里默念道 这还是苏璇穿越到这个世界来之后 遇到的第一个危机 以前那的敌人 虽然也有算计他的 更有境界比他高的 但是 苏璇的实际战力比他们高 哪怕就算是南里游艇体内的老怪物 在这神木之中 也能够有办法把他给传送出去 但是现在 苏璇却想不出任何办法来 不过苏璇却也知道 必须要冷静下来 至少说 脸上不能出现丝毫的慌张 强壮着摆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打量着对方 苏璇在打量着那木鱼 只是 那木鱼却是一点 也不给苏璇的机会 滴溜溜一转 便长出了掩耳口鼻和手脚来 虽然小黑是块石头 他乃是一只木鱼 但是五官却跟小黑 还真的像是一个父母所生 同时 那双手和双腿 也跟小黑一样 小胳膊小短腿 然后说了一句 你真是越活越没出息了 竟然指望一名 助击出气的小修士来保护你 说完之后 便是一拳狠狠地向着苏璇砸了过来 这一拳的速度是何等的快 哪怕就算是 胡青绝小挡在苏璇的前面 都没有来得及 苏璇只感觉眼前一花 便直接飞了出去 这一拳又是何等的重 哪怕苏璇拥有着青莲剑体 在这一拳之下 也直接被打成了重伤 整个身体上 布满了如同蜘蛛网一般的伤痕 仿佛下一刻 他的肉身便要解体 化成一堆碎块 而五脏六腑的内伤 就更加的重了 心肝脾肺肾全都严重的一味 就算是丹田 也被小木鱼这一拳 给打碎成了碎片 马德 难道就要死了吗 苏璇望着自己的身体 无奈地说道 没有办法 此时的他 实力虽然堪比原因后期 但是却终究没有原因 自然是也不可能 靠着原因顺移出去 找新的肉身重修 更何况 此时就算是有原因 没有灵力原因 也可能顺移出去 若是失去了肉身的话 苏璇也就只有 彻底地陨落一途了 只是 就在苏璇感到绝望的时候 他的脑海里 竟然响起了一阵阵系统的声音来 丁 系统发现 宿主需要变废为宝 情况十分危急 自动开始帮宿主变废为宝 丁 恭喜宿主耗费一百万声望 成功将自己变废为宝 哈哈 系统 老子就知道 你是绝对不会 看着老子死的 之前 苏璇不是没有想过 系统是否会对自己也有用 他甚至还想 把自己给打废了之后 再变废为宝试试 不过 一想到自己 那堪忧的天资 就算是变废为宝了之后 也不可能会提升多少 而且 万一不能变废为宝的话 那乐子可就大了 谁知道 系统竟然在最这危急的关头 自己启动了对苏璇的变废为宝 而且 那神秘力量 比任何一次 都要来得激烈 直接就动用了一百万的声望 然后这一百声望的神秘力量 几乎一瞬间 便让苏璇的肉身恢复了过来 这还不算 而且还直接将苏璇的肉身 提升了一个等级 丁 恭喜宿主的青莲剑体 成功进化为青莲道体 一股强大的力量 开始充斥在苏璇全身 哈哈 青莲道体 一听就很厉害 苏璇听后 赶紧向着自己的属性面板望了过去 宿主 苏璇 宗门等级 二级 完成宗门升级任务可升级 修为 助激进 助 宿主修为跟宗门等级相关 法宝 剑组实剑 战力 六千万 助 宿主的战力 是整个宗门战力之总和 金丹镜战力上限两亿 肉身战力 二八零 零零零零 技能 炼丹师 五品 宗门人数 两千五百六十五 声望 八九五 六八零零 任务 宗门升级任务一 拥有三十柱基进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二 拥有一千名宁业进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三 拥有五名金丹镜长老 宗门升级任务四 拥有一千亩林田 并成功种植出五种以上的灵骨 宗门升级任务五 拥有一处可供原音镜以下修士 随时进入试炼的上古试炼秘境 任务奖励 哈哈 老子现在也有肉身战力了 强大的力量充斥着苏璇全身 此时他的属性面板上 不但多出了一个肉身战力来 而且还达到了恐怖的两百八十万 也就是说 此时的苏璇 光是靠着肉身 便能够跟原音中期的强者一战 他甚至怀疑 恐怕就算是化神老祖 都未必会有自己的肉身强悍 现在也让你尝尝苏某的拳头 苏璇大吼一声 便对着那沐鱼狠狠地砸了过去 刚刚还嚣张的小沐鱼 却已经连他一拳头都抵挡不住 第155章天极秘术 随手一拳小沐鱼便被击飞了出去 啊 杀猪般惨叫声响起 然后飞出了古庙 重重地碰在了深潭的石壁上 然后再啪的一声 又重重地反弹回了古庙里 此时的他 已经跟苏璇刚刚一般 浑身上下布满了蜘蛛网一般的伤痕 仿佛下一刻便要支离破碎 可惜的是 他却没有苏璇的变废围保系统 更不可能恢复这一身的伤势 再来 苏璇从未感受过 如此强大的肉身之力 这一拳 哪里过得了瘾 再一次地举起了拳头来 向着那小沐鱼砸了过去 就要彻底地解决了这家伙 只是就在此时 一件让苏璇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事 却发生了 原本还躲在自己身后 瑟瑟发抖的小黑 竟然直接挡在了苏璇的面前 主人 不能杀他 他竟然不顾一切地 挡在了那小沐鱼的身前 滚开 苏璇对着小黑大声吼道 苏璇还从来没有放过敌人的习惯 更何况 这家伙差一点就要了苏璇的命 只是 小黑却继续对着苏璇说道 主人 小黑绝对不是念及兄弟之情 才不让主人击杀这家伙的 而是这家伙 乃是这第三层的神功之灵 一旦这家伙被主人杀了的话 这第三层便会马上崩溃 整个神功便会断成两劫 然后其他几层 也同样会逐渐崩溃 要不然当初那神帝 也不可能只是偷袭我等 把我等打伤了而已了 小黑对着苏璇焦急无比地说道 很显然 这家伙此时似乎已经恢复了自己的记忆 而那小沐鱼 此时也是瑟瑟发抖了起来 跪在地上 对着苏璇祈求了起来 主人饶命 主人饶命 只要主人不杀小沐鱼 小沐鱼也愿意认主人为主 永生永世 都不背叛主人 这一刻的他 似乎终于明白了 为何大哥会认一名 助激进小修士为主 更是明白了为大哥要让苏璇来保护自己 主人 这家伙 其实还是很有用的 只要是在这神墓里的任何地方 他便可以让敌人失去灵力 虽然说不能到外面去 但是前主人却用这办法 坑杀过无数实力远超他的敌人 小黑也赶紧对着苏璇介绍道 而苏璇听了之后 不由得有些心动 毕竟 这家伙能够让人失去灵力 确实有些诡异 有了这家伙的话 不要说一般的修士了 便是那藏在南里游亭身上的老怪物 苏璇也不用再害怕他了 哪怕他拥有着十亿战力 但是他却没有肉身 就更加不可能拥有肉身战力 只是 苏璇还是有一些犹豫 但是 这家伙深有反骨 苏璇摇了摇头 对着小黑说道 他那种力量实在是太诡异了 而且智商在线 苏璇真的害怕这家伙 突然偷袭自己 哪怕是苏璇现在的肉身战力强过了他 万一这家伙 在苏璇跟别人战斗的时候 封印了苏璇的灵力怎么办 更何况 小黑这家伙也已经恢复了记忆 苏璇同样也很担心 这家伙会不会跟自己翻脸 把自己给扔进那第六层去 若是这两个家伙 在一连个手 把自己扔进了第六层之后 再把自己的灵力也给封印了的话 那他苏璇可就要彻底地玩完了 那小木鱼想了又想 把牙一咬 对着任命了一般地 对着苏璇说道 主人放心 我们兄弟有一种秘书 可以让主人彻底地掌控我们 对对对 我们兄弟原本就是灵界七灵族的王族 也是被前主人给拘禁了过来的 前主人给我们体内 打上了神魂奴役 他只需要一道念头 便可以让我等灰飞烟灭 小黑也赶紧对着苏璇说道 是吗 既然如此的话 你们先把那秘书献了出来 让你家主人看看再说 若是真的能这般的话 苏某倒是可以饶你等一命 若是不能的话 那对不起 本宗主情愿毁了这七恋神功 你们一个也不要想活 苏璇对着小黑和小木鱼说道 既然控制不了这两个家伙 那苏璇就要一个都不留 有用 有用 主人放心 这秘书绝对有用 主人知道小黑胆子最小了 绝对不敢对主人 拥有任何异心的 小黑一听 脸上更是出现惶恐之色 赶紧说道 而那小木鱼 也赶紧在石壁上 用他的肉身之力 转刻出一部秘书来 虽然此时他的肉身 已经到了极限 但是转刻秘书 还是做得到的 不过这家伙 却还留了一个心眼 那便是在秘书之上 动上一些手脚 而且还是让苏璇 不能查看出来的手脚 哎 谁能都想到 我神工小木鱼 又一次地要被打上这奴印 如今唯一的办法 就只有在年线上 做一些手脚了 那就一万年好了 反正我们气灵一族 寿命无情无尽 一万年之后 小木鱼如此地想到 一万年对于人类来说 或许会很长很长 但是对于他们气灵一族 动辄百万年的寿命 倒也还能接受 而小黑 看到这秘书中的错漏 却是想起了苏璇那种神秘力量来 再一次地忐忑了起来 马德 看来这一次不被这家伙给坑死 老子都算命大了 不过这家伙 却也存在着侥幸心理 希望苏璇不要发现 所以 也没有提醒苏璇 可惜的是 他们的如意算盘 注定要落空了 那家伙才刚刚转课完 苏璇的脑海里 便想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发现金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宝物 苏璇又用系统对着那秘书一扫 秘书的信息便出现在了苏璇的脑海里 天狱奴硬 天极秘书 残缺不全 功能 在奴仆神魂之上 打上一道奴硬 主人只需要信念一动 便可以让奴仆神魂灰飞烟灭 期限 一万年 被篡改 苏璇看到这一切 顿时就笑了 不由得在心里念叨道 苏某还真担心你不做手脚呢 既然你做了 嘿嘿 那苏某就不客气了 说实话 苏璇也没想到 一个控制人的秘书 竟然乃是天极 而且 威力竟然恐怖到了 心面一动 便可以让奴仆神魂灰飞烟灭 神魂一旦灰飞烟灭 不要说活下去了 就连转世投胎的机会 都不会再有 第156章 可怜的小木鱼 只是这还不够 苏璇还要把这秘书变废为宝才行 丁 恭喜宿主花费十万声望 将金色品及废品 天玉奴印 便废为宝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天命奴印 天命奴印 神级秘书 在奴仆神魂之上 打上一道奴印 主人只需要心念一动 便可让奴仆魂飞魄散 主人若是陨落 奴仆同样不能活命 并跟主人一起转世投胎 期限 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 要是苏某陨落 他们也活不成 还得要跟苏某一起转世投胎 继续做老子的奴仆 我倒要看看 有了这神级秘书天命奴印之后 这两个家伙 还敢不敢给老子生反骨 苏玄看了便废为宝后 新秘书的信息后 不由地想到 而小黑以前 虽然记忆没有恢复 人是傻的 但是跟了苏玄之后的记忆 却还记得 这些天来 苏玄用这种神秘力量 修复过法宝 修复过天才地宝 修复过福宝 就在刚刚 更是把自己的身体 也给修复了 最可怕的是 被这种神秘力量修复之后 还会提升一个等级 所以 当那神秘力量出现的时候 小黑马上就后悔了 后悔自己 为何刚刚 为何没有提醒苏玄 而苏玄在变废为宝之后 就赶紧凝聚出两道奴印 对着小黑和小木鱼 给打了过去 很快 苏玄就感知到了 这两个家伙的神魂之上 多了一根 跟自己人系的线 而这根线 就仿如是拉响炸弹的 引线一般 只要苏玄轻轻一拉 这两个家伙 就要魂飞魄散 而且还是不受距离限制 不论是苏玄在哪里 他们离苏玄有多远 苏玄心念他们 都难逃一死 若是这两个家伙 犯了什么错的话 苏玄心念一动 也可以利用这根线的惩罚他们 他只需要收紧一下这根线 便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深入灵魂的疼 与此同时 小木鱼也感知到了 苏玄给他们打上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天狱奴印 而是强大了 不知道多少倍的天命奴印 更没有可能 七线只有一万年 而是生生世世 就算是转世重生之后 他们都还得要做苏玄的奴仆 怎么可能 我明明给你的天狱奴印 怎么会变成天命奴役 小木鱼惊慌失措地说道 这还不简单吗 主人他拥有那种神秘力量 连人都可以修复 变强 更何况是功法 你这个坑死人不偿命的家伙 小黑对着小木鱼就是一脚 当他看到这家伙 在秘书上坐手脚 就知道要被他坑 只是没有想到 会被他坑得这么惨 那小木鱼实力 原本不知道 比小黑这家伙 强了多少倍 只是奈何此时的他身受重伤 根本无力反抗小黑这一脚 再加上小黑这家伙 又狠又贱 专门往人家小木鱼 局部踢了过去 那地方平日里就十分脆弱 更何况 是现在小木鱼还受了重伤 一脚下去 小木鱼疼得发出 杀猪一般的惨叫起来 啊 冷汗直冒 几乎快要晕了过去 就这般 小黑都依然没有放过这家伙 对着苏玄说道 主人 现在小黑要跟这家伙 了结一下私人恩怨 还请主人应允 打弟弟要趁早 他实力比小木鱼差远了 自然是要趁小木鱼受了重伤的时候 让他知道 大哥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准了 这家伙差一点要了苏玄的命 若不是他关系到神木会不会溃散的话 苏玄早就一拳头要了这家伙的命 如今小黑想要动手 苏玄自然是不会阻止 小黑才刚听到苏玄一声准了 马上就行动了起来 一双小短手对着小木鱼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哪个部位重要 他就攻击哪里 哪里伤重 他就对哪里招呼 韬当 插眼 无所不用其极 苏玄估计也就是 他们这里没有辣椒水 老虎凳 大木鱼了 要不然 这家伙肯定会对小木鱼一件一件的 全都轮流用个遍 边奏还边对着小木鱼大吼道 让你没大没小 让你对大哥不敬 让你给大哥设局 而小木鱼疼得惨叫的同时 也不求饶 只是一边惨叫 一边对着小黑大吼道 我们几兄妹 为何要这样对你 你心里没有点逼数吗 当年要不是你这个蠢货 为了前主人手里的一串糖葫芦 我们堂堂七零一族 王族神宫七兄妹 会被集体拐卖 你为啥不敢靠近守护法阵 还不是因为 那是二哥的地盘 进去了 二哥便会拔了你的皮 你为何不敢去第六层 老六在那里等着你 因为只要你去了 老六就要 把你炼制成灵魁 啊 小木鱼边惨叫边 对着小黑怒吼道 这话落到苏玄的脑海里 苏玄大概有了一些了解 说实在的 堂堂的七零一族王族 被堂葫芦给骗走拐卖 要是自己是 小黑的兄妹 恐怕也要时时刻刻地 想找这家伙算账 你聪明 你聪明 还不是让本宫再一次被打上奴役 而且还是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 你知道不 小黑也对着小木鱼大吼道 对着他 又是狠狠地踢了几脚 然后又走到了苏玄的身前 骑饼主人 那种清零之力 是老四提供给这家伙的 若不是老四提供给这家伙那种清零之力 以主人的聪明才智 又怎么可能被这个家伙给骗了 他对着苏玄说道 想要让苏玄 帮他对付其他几个兄弟 畜生 你又想去害老四 小木鱼对着小黑大吼道 你知道个屁 这叫一家人 就要整整齐齐 小黑对着小木鱼 又是一脚踢了过去 这次更狠 直接用上了段子绝孙脚 苏玄甚至听到了一声 清脆的淡碎的声音 也不知道小木鱼这家伙 明明是一只木鱼 怎么会有这玩意 反正就看到这家伙 疼得像一只虾米一样 公在那里 再次发出了杀猪一般的惨叫声来 啊 只是小黑这家伙 却依然不放过他 再一次又对着他踢了过去 而且 这一脚 似乎比刚刚更狠 主人 主人 小木鱼也有话说 小木鱼赶紧对着苏玄大喊了起来 知道此时能够让小黑这家伙住手的 就只有苏玄了 让他说 苏玄对着小黑命令道 小黑不敢跟苏玄造次 只好暂时放过了小女鱼 主人 我家五妹 乃是一面换心境 主人若是收服了她的话 便可以让她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幻境来 这样才能让敌人 不知不觉地被引进这神木中来 小木鱼对着苏玄说道 为了不挨小黑的揍 毫不犹豫地就出卖了自己的五妹 王八蛋 你竟然出卖五妹 小黑对着小木鱼怒吼 第157章系统升级 王八蛋 你竟然出卖五妹 你不是说 一家人就要齐齐整整吗 而与此同时 与小婉等人 还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 小瞎子 你再算算啊 于小婉和月红亭 对着小瞎子焦急地催促道 我 小瞎子赶紧拿出了她的龟壳和铜钱来 就又要补算 就在这时 那深潭中 击射出一道水花 苏玄带着胡青爵小黑 还有小木鱼兄弟 从水中冲了出来 此时的她 虽然灵力还未曾恢复 但是却拥有着280万的肉身战力 那深潭 自然是已经阻挡不了她了 宗主 宗主 于小婉和月红亭 箭冲了过去 紧紧地抱住了苏玄 没有了苏玄的消息 二女像是天都塌了 如今见到之后 抱着苏玄的她们 也管不得 这里还有胡青爵等外人在 抱着苏玄 就是一个劲地哭 哭得梨花带雨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而且 这次虽然危险 但是好处却是不少呢 苏玄抱住她二人 安慰了好久二女 二女才止住了哭 咦 她是 于小婉又发现了小木鱼 哦 他是小黑的兄弟 苏玄随口对着于小婉说道 她应该受了很重的伤吧 为啥不给她治疗呢 于小婉对着苏玄问道 那小木鱼一听 立即就仿佛如同见到了亲人 紧紧地抱住了于小婉的腿 就哭得是撕心裂肺了起来 小姐姐 哦 你知道小木鱼有多惨吗 这家伙就是一个人精 知道女孩子 对她这种小胳膊短腿的萌物 没有抵抗力 想要利用于小婉的同情心 保护自己 你给我过来 小黑看到这家伙 这一副贱模样 就气不打一出来 我不 小姐姐保护我 小木鱼对着于小婉惊恐地大叫 小黑 他是你弟弟 现在又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不许对他凶 于小婉对着小黑说道 说完 还掏出了一颗疗伤的丹药 交给了小木鱼 小木鱼赶紧塞进了嘴巴里 还对小黑做起了鬼脸 这丹药 虽然不能立即就恢复他身上的伤势 但是却可以让他不再那么疼了 只是他哪里知道 他见小黑 这家伙更简 小婉姐姐 你不要被这家伙给骗了 刚刚就是他设局 骗主人掉下深潭的 而且 他还一拳差点要了主人的命 要不是 不要杀他 小黑正在给于小婉讲 这家伙到底多么可恶 下一刻就大喊了起来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 于小婉已经召唤出了他玄阅剑阵来 就想要对小木鱼下杀手 不过就算是喊了 他也又在后面加了一句 只要留一条命就行 于小婉立即就明白了 一脚向着小木鱼踢了过去 咔嚓 又一次淡碎的声音响起 啊 小木鱼杀猪般的惨叫声 再次响起 这一脚绝对比小黑刚刚的那一脚 很上十倍 苏璇估计 这家伙 恐怕这辈子都不敢靠近于小婉了 不 应该说是 一辈子都不敢靠近女人 哈哈 你对女人的狠 一无所知 活该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耍剑 而小黑这家伙 更是笑得没心没肺 前仰后合 苏宗主 实在抱歉 小瞎子能力有限 只算得到苏宗主这次 肯定会有所获 却算不到其中的凶险 苏宗主肯定不会遭如此之险的 小瞎子走了过来 对着苏璇道歉道 刚刚他就已经被吓坏了 若是苏璇这一次 不能活着出来的话 不要说苏璇答应他的条件 不可能给他 振兴他上亲门的希望 化为了泡影 恐怕月红婷和于小婉 都不会放过他 现在又听到小黑说 苏璇差一点就 死在小木鱼手中 心里就更加的忐忑了 只是 苏璇却是摆了摆手 对着他安慰道 小大师不必如此 修炼意图 本就是逆天行 哪里有可能没有危险 光获得到好处的好事 不但没有责怪小瞎子 而且还对他一番安慰 甚至连称呼都变了 这可把小瞎子给高兴坏了 结结巴巴地对着苏璇问道 真 真 真的吗 从小到大 还是第一次 被人如此地肯定过 这还有假 这次苏某 获得的好处之大 前所未有 不但不会怪你 而且还要好好谢你 苏璇笑着说道 更是拿出了一叠福宝 还有一件灵宝 交给了小瞎子 小瞎子用手摸了摸 仔细一感知 光是那十多张福宝 每一张都价值上亿的灵石 卖了的话 都够他跟他师傅 购买一块不错的 拥有灵脉的山峰 重新建立宗门了 就更加不要说 还有一件灵宝 最关键的是 这些东西 曾经苏璇都只是给胡青爵 于小婉等天玄宗弟子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苏璇已经彻底地认同了他 他现在成为了苏璇的自己人 苏宗主 我我我 小瞎子望着那一大堆的宝物 感激替灵道 感觉像是在做梦 有些不敢接了过来 拿着吧 苏璇把这些东西 塞在了小家伙的手里 说实话这一路上 小家伙实在是太给力了 若不是他的话 自己肯定获得不了这么多的好处 哪怕就算是这一次 虽然小牧鱼那一拳 差一点要了苏璇的命 但是 好处也可以说是 苏璇这次神木之心中最大的 毕竟 此时的他 哪怕一丁点灵力都没有 也可以击杀原音后期的强者 就更加不要说 还收服了小牧鱼这家伙 获得了神级秘术 天命奴役 彻底地收服了小黑等等了 唯一有一些可惜的就是 这小家伙 不是天玄宗弟子 哪怕就算是他对自己 再感激不尽 自己都不能在他身上 获得半点声望 唉 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啊 苏璇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只是 就在他如此之般想的时候 他的脑海里 一声又一声的系统的机械声 却告诉苏璇 一切皆有可能 丁 恭喜宿主 完成所有二级宗门任务 宗门升级为三级 恭喜宿主境界 直升金丹镜 丁 恭喜宿主系统得到升级 新的废评等级开启 新的声望获得对象开启 哈哈 终于完成了二级宗门升级任务了 老子终于是金丹镜了 而且老子 苏璇听着系统的声音 激动地再一次爆起了粗口 赶紧打开了系统查看了起来 宿主 苏璇 系统等级 中级 宿主修为达到炼虚 尽可再次升级 第158章 新的地域级任务 系统等级 中级 宿主修为达到炼虚 尽可再次升级 系统新功能 开启紫金色 王级 黄级 帝级四种废品等级 并开启王级 黄级 帝级 神级四种宝物的 变废为宝功能 开启新的声望获得对象 跟宿主同阵营的所有修饰 皆可为宿主提供声望值 开启新的战力获得方式 宿主所有的奴仆 宠物 座七等战力 都将会成为宿主新的战力来源 宗门等级 三级 完成宗门升级任务可升级 修为 金丹镜 住 宿主修为跟宗门等级相关 法宝 剑组实践 战力 3665 9519 住 宿主的战力 是整个宗门战力之总和 金丹镜上限为2亿 肉身战力 280 0000 技能 炼丹师 武品 宗门人数 2565 声望 10056800 任务 宗门升级任务1 拥有一千柱基镜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2 拥有一万名名业镜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3 拥有一百名金丹镜长老 宗门升级任务4 拥有十名元英镜太上长老 宗门升级任务5 拥有一名可练制出上品领宝的一品练习师 宗门升级任务6 获得十二几天惊人 并彻底解决数十万年的西域编患 任务奖励 宗门升级为4级 宿主直升元英镜 哈哈 这系统的升级也太给力了点吧 苏璇看着升级后的系统 不敢置信地想到 首先 他猜得没错 在金色品级之上 还有更高级品级的废品 而且 光是在中级系统 就直接多出了4个等级 似乎到了练须7之后 系统还会升级 到了那个时候 还会有新的等级 其次便是他心心念念的声望获得方式 也终于得到了改变 这一刻 不要说刚刚还在感激苏璇的小瞎子了 就连当初的江中 一小差这些 从苏璇这里获得过的好处的他们 都纷纷给苏璇提供了不少的声望 足足100多万 直接就让苏璇的声望 超过了1000万 当然 最让苏璇欣喜若狂的事 还是苏璇的战力 也获得了新的获得方式 那就是像小黑这样的奴仆 像林峰这样的灵宠的战力 也会被系统复刻下来 相加在苏璇的战力之上 这也就怪不得苏璇的战力一下子 能够达到3000多万了 3000多万的战力 苏璇估计就算是化神镜 恐怕自己 现在也有一战之力了吧 就更加不要说他的战力上限 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两个亿 原本苏璇以为 自己到了金丹镜之后 战力上限 应该只有3000多要 也就是翻个十倍 哪怕就算是 有了剑组实践之后 达到6000万就顶天了 哪里知道 他的战力上限 直接翻了30倍 哪怕就算是不算上剑组实践的翻倍 也能够让去玄的战力 达到一个亿 一个亿的战力啊 苏璇估计 其他的都不用了 只需要把这一个亿的战力 全部给积累满 然后只要不面对 像南里游亭身上那种老怪物 他在这个世界上 就已经绝对是无敌的存在了 一个金丹镜的无敌的存在 想想都让苏璇激动不已 当然 苏璇的宗门升级任务 依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困难 前面招收弟子的任务就不说了 什么一万名宁业镜 一千名驻基镜这些 甚至是十名猿鹰镜 苏璇都不会有多么的担心 毕竟 自己掌控了神木 就掌控了大量的资源 又有时间法阵 给弟子们提供30倍的时间修炼速度 想要培养出十名猿鹰镜强者 虽然不容易 但是至少 说能做到 后面的两个宗门任务 那就有些一言难尽可 首先就是宗门拥有一名 一品炼器大师 那一品炼器大师 是那么好拥有的吗 为何这个世界上二品三品的炼丹 炼器大师 时不时的还能够出现 一品的炼丹大师 只有那南沿圣地的化神老祖 一品的炼器大师 只有西鸣圣地的化神老祖 一品的镇法大师 只有北玄圣地的化神老祖 因为 二三品的大师 境界都不是问题 不要说原英镜 金丹镜王 哪怕你就只是助激镜 你也同样可以成为 二三品都大师 但是 要想成为一品 那你就只有成为了化神镜强者之后 才有这个可能 因为 这般的宝物 已经达到了这一界的极限 已经威胁到了天道 当他出世之时 天道不但会降下雷劫来 而且炼制出来之人 还会受到天道的反噬 轻则身受重伤 重则受缘减少 几百年的受缘 就要因此而失去 这般强大的天道反噬 根本就不是化神镜以下修饰 能够承认得了得 毕竟 不要说金丹 筑基只有几百年的寿元了 就算是原因 只有一千年的寿元 也会因为 炼制出来一件 这般的宝物 而寿元大减 而提前陨落 也就是说 苏璇要想进 接缘英镜的话 就必须要拥有一名化神老祖 而且 还得是一名 能够炼制出 上品领宝的化神老祖 只是 这个任务 比起最后一个来 却只是小儿科而已 最后一个任务 才是真正的地狱级 竟然要让苏璇 获得十二个几天惊人 那寄天惊人 为何物 乃是木妖一族的圣物 十二个惊人 代表着木妖一族的十二大部落 作为十二大部落之一 你可以没有化神强者 但是你必须要有寄天惊人 所以 木妖一族从古至今 都把十二惊人当成 比他们部落族人的生命 还要重要的东西 抢夺他们的惊人 他们肯定会跟苏璇拼命的 然后就是彻底地 解决西域的变换 西域的变换 可不就是说的木妖一族吗 他们入侵西域 都不知道几十万年了 苏璇要彻底地解决 那就只有把他们 连根拔起才行 麻痹的 看来我苏某这次 不想跟木妖一族 不死不休都不行了 苏璇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不过 也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而已 反正 他从成为西域修士的那一刻起 就跟木妖一族便是对立 当他把宗门建立在 封明宗旧旨之上 便没有想过要退缩 更何况 他还让木妖一族年轻一代 第159章 一千万战力的小黑 苏璇还让这一次参加 试炼的所有木妖一族 年轻巧楚 全部陨落在了 这神木之中 这消息传了出去 木妖一族 恐怕也很难放过他苏璇 如此这般 苏璇脸上的那一丝 无奈都收了起来 取而代之的是 他那颗坚定的向导之心 既然已经是不死不休 那就不死不休 哪怕要杀他的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 大家接下来就留在这里 继续修炼 等到修炼到 足够承受 那山顶的炼骨之痛 我们就直接前往山顶 苏璇对着众人说道 这山谷中 因为拥有着清灵之力 在这里修炼 那种清灵之力 可以快速地提升 苏璇他等的肉身承受 炼骨之力的强度 比他们痛苦地挣扎在路上 都还要快捷得多 最重要的是 还没有任何的痛苦 苏璇自然不会傻乎乎地 带着众人自己找罪兽 而其他人 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纷纷高兴地在山谷里 开辟出临时洞府 来修炼了起来 这时候 苏璇又叫来了小黑和小金刚 这两个家伙 好好的养伤 过几天 你要将那些灵魁身上的灵力 给我全部封印住 苏璇对着小金刚命令到 小金刚听到苏璇 让他好好养伤 还以为苏璇在安慰他 心里还有一些激动 当听到让他过几天 要把那些灵魁 都灵力全部封印住 脸瞬间就垮了 那些灵魁 可是第六层的气灵 他家老六在主管 对那些灵魁动了手 老六肯定马上就会知道 老六一旦知道了 其他兄弟姐妹们 肯定也就瞒不住了 他也就彻底地 跟兄弟姐妹几个决裂了 以后他也会跟小黑那般一样 再也不敢去第六层 更不敢靠近守护之地了 只是 当他才刚刚露出为难的表情 就听见苏璇冷冷声音 怎么 你有意见 然后 小金刚只感觉神魂之上 那根线陡然的一景 深入神魂的痛 开始折磨起了小金刚 那是一种绝对超过淡碎的疼 还要疼上百倍不止的疼 疼得他像杀猪一般的惨叫 疼得在地上疯狂地打滚 甚至痛到了 他想要昏迷了过去 缓上一缓都不行 主人饶命 主人饶命啊 小金刚绝不敢违背 主人的任何命令 求求主人饶命啊 那种痛不要说小木鱼了 就连站在一旁光是看着的小黑 也是冷汗直茂 感同身瘦 一般瑟瑟发抖了起来 这一次就饶过了你 我不希望有下次 苏璇对着他说道 这才收起了对他的惩罚 苏璇估计就刚刚这么一会 已经足够在这他的心里 留下一个大大的阴影 他之后 肯定不敢再对自己心生反骨了 当然 他要是敢也没事 大不了 再给他来上一次 等到把这家伙 给解决了之后 苏璇又看向了小黑这家伙 刚刚看到小瞎子 获得宝物 你是否心中有一些想法 苏璇对着小黑问道 不敢 小黑不敢 小黑一听 赶紧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地说道 说实在的 刚刚看到小瞎子 获得了苏璇给的那么多的好处 小黑心中 怎么可能不会有什么想法 虽然说这些东西 不是他拿来 也没什么用 这一路他小黑 出力也是不少 凭什么获得好处的 就只有他小瞎子 而他小黑 就什么都没有 不过看到 刚刚苏璇对小沐鱼的惩罚之后 小黑哪里还敢有任何非分的想法 只是就在这家伙 瑟瑟发抖的时候 苏璇却是对着他说道 放心 就算是你有想法 你家主人也不会怪你 毕竟 赏罚分明 可是你家主人一贯的作风 之所以 没有给你那些东西 是因为你家主人 给你准备了更好的 苏璇对着小黑说道 此不长兵 亦不长财 赏罚分明 才能让一个宗门更好的发展 像小金刚这种 心有反骨的家伙 不承戒一下的话 肯定不会尽心尽力地 给苏璇办事的 但是像小黑这般 给苏璇办了不少事的 苏璇自然也不会亏待他 更何况 苏璇的系统 已经得到了升级 这家伙此时 恢复了实力 战力也会直接 加在苏璇的身上 所以 苏璇已经决定 要对这家伙 进行变废为宝了 一股神秘的力量 向着小黑 涌了过去 瞬间就将小黑 给笼罩在了其中 他身上几十万年 都没有恢复过来的伤势 在这一刻飞快地复原 原本失去的灵力 也开始在体内 慢慢地汇聚了起来 主人 我我我 这一颗的小黑 激动的话 都说不出来了 他更是知道 这种神秘力量 还不只是会帮他 修复伤势 还能提升他的天赋 他这一激动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叮 恭喜宿主 获得来自小黑的 声望家 3000000 才三十万 小黑啊 小黑 你小子 可是花了你家主人 足足五百万的声望 就只给你家主人 这么点的声望吗 算了算了 声望这事 亏了也就亏了吧 你小子要是在战力上 再不给力点的话 看老子踢不踢你屁 鼓 苏璇听着系统的 提醒不由的吐槽道 这家伙 可是足足花了自己 五百万声望 哪怕就算是到了现在 苏璇的声望 也才刚刚过千万 这家伙 一下子就要走了苏璇 差不多一半 结果就从这家伙身上 赚回了三十万而已 若是战力上 再不行的话 苏璇肯定不会轻饶她的 兵 恭喜宿主 耗费五百万声望 成功将金色品及废品 神功之灵小黑 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终于 五百万声望的 神秘力量耗尽 苏璇赶紧迫不及待地 对着这家伙 查看了起来 神功之灵小黑 七炼神功第一层气灵 本命法术 玄天大挪移 可在七炼神功之中 将任何东西摩移到任何地方 不受任何控制 战力 一千万 一千万战力 哈哈 没想到你小子 竟然如此给力 苏璇看着小黑的属性面板 如是地想到 一千万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要看苏璇此时的战力 已经达到了三千六百多万 那是因为有着剑组实践的加倍 若是没有剑组实践的 加倍的话 那苏璇的战力 也就只有一千八百多万而已 这还是整个天玄宗 外加上苏璇的林峰等等 所有的战力 加在一起 才凑了这一千八百多出来 而这家伙一下子 就是一千万 外加上剑组实践的翻倍的话 那可就是两千万的战力 第160张苏璇 你我该做得了结了 再加上剑组实践的翻倍 那可就是 足足两千万的战力 这一下子 就让苏璇的战力 再次暴涨 直接达到了五千六百多万 看着自己猛涨到 五千多万的战力 说实话 此时的苏璇真的很想现在就让小黑这家伙 把自己丢到第六层去 找那几个化神灵魁战斗上一番试试 不过 显然此时 是不现实的 他们现在连着第三层的守护法阵的炼谷之痛 都还承受不了 就更加不要说第六层的炼谱之痛了 那种痛恐怕一点都不会比 刚刚小木鱼受惩罚所承受的痛苦 要亲上多少 苏璇可还不敢现在就去冒这个险 等到把小黑便废为宝了之后 苏璇又看向了小木鱼 这家伙光是肉身战力 就是一百万 而且他的品级可是王级 比起小黑可是直接高出了两个品级 若是将这家伙给便废为宝了的话 自己岂不是获得的战力更加恐怖 想到这里的苏璇开始用系统查看了起来 虽然说 他现在声望肯定不够 而且 现在也绝不是便废为宝小木鱼的时候 但是 苏璇还是用系统查看了一下 只是 他这不查不要紧 一查下一条 叮 宿主要将王级废瓶小木鱼 便废为宝需要耗费三千万声望 宿主声望余额严重不足 卧槽 三千万 苏璇不敢置信地吐槽道 虽然他早已经有心理准备 王级废瓶想要便废为宝的话 需要的声望肯定会十分恐怖 但是 却没有想到竟然会恐怖如斯 要知道 他从获得系统到现在 辛辛苦苦这么久才 赚了一千多万声望 连这家伙所需要的三分之一都不够 马德 看来一段时间之内 都要为声望而奔波了 苏璇无奈地摇了摇头 庆幸自己 首先遇到的是小黑 而不是小木鱼 如若不然的话 他现在想要赏罚分明都还做不到 然后他又拿出了 那件祖石剑来 这石剑跟小木鱼一般 也是王级品级的废品 苏璇也想要知道 这石剑又需要多少声望 才能够变废为宝 毕竟 这石剑此时 便能够让自己的战力 直接翻倍 若是变废为宝了之后的话 提升的恐怕还会更多 丁 宿主要变废为宝 王级废品宝剑组石剑 需要耗费一意声望 宿主声望严重不足 麻痹的 这个更狠啊 苏璇无奈地摇了摇头 看来 自己短时间内 不论是小木鱼 还是这件祖石剑 都没有办法变废为宝了 与此同时 离苏璇等人 不到两千里的一处山峰 一道靓丽的身影 正被数百的铸鸡镜 灵魁为宫 那身影上身 一件豹纹小果 下面一件超短皮裙 一双让任何男人见了 都会心动得大长腿 不是消失已久的 男李游亭又是谁 此时的他已经度过了 金丹雷劫 实力 直接提升了四五倍之多 此时的他不要说 一般的原音镜了 便是他父母 也就是那南颜圣地的圣主 和圣主夫人 二人联手 男李游亭也有自信一战 而此时 这几百柱激进灵魁 更是连他的一招 都抵挡不了 只是轻轻地挥出一掌 数百只柱激进灵魁 便全部被他拍成了鸡粉 前辈觉得 晚辈如今的实力如何 有没有哪个资格 帮前辈 拿到那神帝尸身 此时 男李游亭的信心 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甚至骄傲地 像藏在他体内的老怪物 炫耀了起来 嗯 似乎有了那么一丁点的机会 不过 本作还是劝你 最好还是找那苏璇合作 藏在他体内的老怪物 对着他提醒道 男李游亭 自然是不信的 还要跟他合作 前辈 不要忘了 那家伙 才只有助击出气 男李游亭对着 那老怪物不屑地说道 诚然 他不得不承认 苏璇的实力很强 几乎可以说是 他这辈子见过的 最强大的助击竞了 但是 哪有怎样 前不久的苏璇才 只有助击竞出气 他就不信了 苏璇还有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也跟他一般 进阶到金丹镜 不过 本宫倒还真的要去找找他才行 不过 不是找他合作 而是找他收债 男李游亭对着 那老怪物说道 自从进入到这神墓之后 他就处处都在苏璇手上吃亏 被抢走了无数的宝物 更是连第二层的守护法阵 他都未能进入 他男李游亭 还从未吃过如此大的亏 这个仇若是不报 男李游亭 又怎会善罢甘休 苏璇 你我该是做个了结的时候了 地方 应该就是 在这第三层的守护法阵处 男李游亭如是地说道 只是 就在他这般说的时候 那老怪物 却是一瓢冷水 向着他泼了下来 是吗 就算是那苏璇 不是你的对手 你能解决得了 他身边的那块黑色石头吗 不要忘了 你已经被那块黑色石头 给传送出去好几次了 听了这话的男李游亭 顿时一张脸 就黑了下来 没有办法 小黑的那种 能力实在是无解 最可气的是 那块黑色石头 曾经还被他踩在脚下过 想到这里的男李游亭 是又后悔 又郁闷 只是 郁闷归郁闷 但是却依然不服输地说道 前辈放心 本宫一定会让他 不借助外力 跟本宫公平一战的 男李游亭对着 那老怪物说道 与此同时 离男李游亭所处位置 相隔万里的位置 丁少白 跟一群西域修士 不得不在这里 分别了 丁修 不是我等不想跟上你的脚步 而是 我等实在是没那个实力啊 众人对着丁少白说道 如今 这一群人里 已经大多数都 进阶到了金丹靖 只有少数几人 还停留在住基金 但是 金丹靖跟金丹靖之间 实力相差 却十分的巨大 有的拥有着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战力 比如丁少白 战力达到了一百多万 但是有的 却只有可怜的十多二十万 这一般的战力 对付几只住基金 灵魁 还没有什么 对付几十只的围攻的话 就有些吃力了 如果遇到几百只 那就只有逃命意图 就这么点战力 他们拿什么去打那 山顶守护法阵的主意 第161章不偷袭他 老子累死他 毕竟那里 可是有着足足 十万的住基巅峰灵魁 他们又不想去 山顶采摘甲英国 他们忙什么 他们只需要在这山上 一边慢慢地搜寻金丹镜修士 能够用得上的宝物 一边适应着炼鼓之痛就行 他们更不会如同苏玄一般 还想要去什么第五层 第六层看看 第四层的炼血界 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能够冒险在第四层 获得一些原音镜强者 用得上的宝物 孝敬宗门长辈 然后再活着出去 他们的神木试炼 就算是再成功不过的了 而从他们进入神木到现在 才两个月时间不到 还剩下四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此时的他们也就更加不可能 跟着丁少白继续冒险 疯狂往上冲了 唉 原本还想再带几个人上去 哪怕多几个炮灰也好 结果一个都不愿跟我上去 丁少白看着跟他分开的众人 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能单独一人 向着山顶尽可能地继续赶去 这一路上为了能够尽快地赶路 他甚至连寻宝的事 都直接放在一边了 因为此时在他的心里 最重要的宝物就是那假英国 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能够抵得上假英国 在他心中的地位 不管是第四层的原音镜修士 用得上的宝物 还是第五层的他家老祖那般 化神镜老祖都用得上的宝物 都远远地没有假英国 在他心中重要 只是 就算是他拼了命地赶路 一路上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 也足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总算是走到了山顶 终于到了呀 丁少白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此时 那种炼骨之痛 还在疯狂地折磨着他 让他痛不欲生 他的状态十分地差 他估计他最多 也就只能发挥出三成的实力 咦 我竟然是第一个到这里的人 丁少白望着空荡荡的山顶说道 此时的山顶上 只有他一个人 在这里 他并没有见到苏璇等人的身影 只是 他话音未落 一个身影就从天空中降落了下来 就仿佛是专门在等他似的 南里有亭 他他他 他竟然是欲空飞行而来的 而且 人家还是轻轻松松地飞了上来 而他走到这里 却是几乎每走一步都不知道承受了多少痛苦 尤其是快到山顶的时候 几乎就是用生命强撑 才撑了过来 只是 就在他正在感叹 南里有亭如此轻松的时候 天空中却又是一道 不 应该说是一对的身影 从天而降 那领头之人自然是苏璇 而在苏璇身后的 乃是于小婉 月红亭 胡青爵 整个天玄宗 参加这次试炼的四人 竟然全部到了这里 而这一切 似乎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竟然是 实力最弱的小瞎子 竟然也到了这里 而且跟苏璇他们一般 欲空飞行而来 他他他们 他们也 丁少白此时 已经震惊到了极点 他实在想不通 苏璇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 于小婉等人 也就算了 就连小瞎子这般的战武渣 跟了他之后 都能轻轻松松地飞了上来 丁少白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越想越觉得恐怖 想到了最后 他甚至似乎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若是我丁少白 判出西名圣地 加入天玄宗 会不会被老祖抓回去 抽筋拔皮 丁兄 早啊 南里姑娘 早啊 苏璇从天空中降落了下来之后 对着丁少白和南里游艇打招呼道 尤其是跟南里游艇打招呼的时候 一双眼睛贼溜溜地乱转 差一点就要落到那南里游艇身上去了 当然 苏璇绝对不是好色 才这般紧盯着人家的大长腿的 他在用系统 对着丁少白和南里游艇的战力 进行扫视 毕竟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待不适 只是 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 那丁少白还好 进阶到金丹镜之后 战力只是涨到了七八十万而已 这般的战力 不要说跟于小婉相爱了 就连胡青爵 都还比他高了两倍有余 但是那南里游艇的战力 却是让苏璇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南里游艇 南延圣地圣女 天赋 南延离火 本命灵宝 九华圣火鼎 中品 境界 金丹初七 战力 1560 0890 卧槽 这女人 只是一看 苏璇的眼睛就再也离不开南里游艇了 没有办法 这女人的战力竟然达到了一千五百多万 要知道 苏璇若是没有获得剑组实剑的 又没有将小黑变费为宝的话 也就只有一千八百多万的战力 而这一切 可是整个天玄宗弟子 外加苏璇的灵虫 奴仆的战力相加的总和 马德 幸好老子 获得了剑组实剑 要不然的话 还真有点想不住这妖孽了 苏璇不得不在心里感叹道 丁 发现黄极废品 可变费为宝为地级宝物 卧槽 黄极废品 难道是那老怪物 突然 苏璇的脑海里 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来 不用猜也知道 应该是那十一战力的老怪物 让二位久等了 久等了 苏璇继续笑着地说道 语气就如同多年不见的老友一般的亲切 若是可以的话 苏璇甚至还想给这二位 来个像老友一般的神情拥抱 丁少白还好 毕竟他有求于苏璇 赶紧对着苏璇道 不敢 不敢 在下也是刚刚才到 而那男离游艇 却是狠狠地弯了一眼 哼 然后边看都不再看苏璇一眼 而是冷冷地说道 看来应该是不会有人来了 咱们也没必要再等了 苏璇 我希望你能像那男人一样 不要在背后偷袭本宫 虽然他有自信 在进阶到金丹之后 能够轻松地打败苏璇 但是 他还是害怕被小黑给传送了出去 男离姑娘放心好了 苏某绝不在背后偷袭你 苏璇十分爽快地答应道 那男离游艇 也不怕苏璇说话不算话 得到了承诺之后 就赶紧放出了本命领宝九华圣火顶来 向着守护大军冲了过去 一道道南岩离火 疯狂地从顶中冲出 转眼之间 方圆树里都被笼罩在了他的南岩离火之下 将这山顶的天都烧红了半边 好强 这女人的实力 恐怕已经超过了原因后期的强者了吧 丁少白看着这一切 不敢置信地说道 说完之后 也赶紧向着守护者们冲了过去 只是 他才刚刚冲出去了几步 就又被苏璇给直接拉了回来 丁兄 你慌什么 苏璇对着丁少白说道 啊 苏兄 刚刚不是答应过男离姑娘 不在他背后偷袭他的吗 丁少白十分不解地对着苏璇问道 还以为苏璇说话不算话 想要出而反而 放心 放心 苏某人说话算话 说不偷袭他 便绝不偷袭他 苏璇对着丁少白说道 心里却说 不偷袭他 老子累死他 第162章 惊天一见 那我们为何还不赶紧上去帮他 丁少白又对着苏璇问道 他们的人手已经严重不足 想要拉几个炮灰上来 人家都没人跟他一起来 所以 丁少白觉得 此时大家都应该放下成见 齐心协力 才有一分把握 只是 苏璇却直接装起了傻道 他又没让我们帮他 啊 听到这里的丁少白 直接无语 心说 这是还用人家说吗 再说 你确定是在帮人家 而这话落到了南离游艇的耳朵里 就更加不适滋味 他原本就不大信任 苏璇不会偷袭他 现在他一个人跟他帮林葵战斗 苏璇不帮忙就算了 还在一旁说风凉话 他就更加不可能继续卖力战斗了 苏璇 想让本宫跟这些守护者 战斗到两败俱伤的时候 你在渔翁得利 呵呵 你也配 南离游艇如是想到 赶紧从战斗中抽身了出来 没有人想放御棒相争的御棒 更何况是聪明如他的南离游艇 只是 他不知道的是 苏璇等的就是这一刻 在他从战斗中刚刚抽身了出来 就对着众人大手一挥 喊了一声 冲啊 然后就带着众人 向着那十万守护者冲杀了过去 就如同排练好的一般 几张福宝 向着那群灵魁砸了过去 这其中 还有那一张 已经变废为宝了后 成为了拥有原因后期 全力一击的血云官福宝 那福宝才一施展 一团浓郁无比的血云 就让苏璇他们附近方圆树里 都笼罩在了血云之中 然后便是所有的灵魁 十万支柱激进巅峰的灵魁守护者 全都被笼罩在了血云之中 里面更是传来各种激烈打斗的声音 气势十足 看得南离游婷都不由得暗暗咫舌 怪不得他不愿意跟本宫联手 原来他们准备了那么多的福宝 不过这般本宫正好保存实力 等你们破了这守护法阵之后 南离游婷如此这般想到 等待着苏璇他们 跟那些灵魁占个两败俱伤的时候 他再成为最后鳄鱼翁 只是 他却不知道的是 全都是为了迷惑他而已 此时 在那血云之下 小牧鱼已经封印了所有灵魁身上的灵力 这些灵魁一旦失去了灵力 顿时就像是被抽了魂的软脚虾一般 不要看拿着刀剑 在那里疯狂地攻击 打得倒是挺激烈的 但是却没有半分的威力 不要说攻破血云的防御了 就连普通凡人的攻击都不如 一番攻击下来 砸在那血云的防御之上 也就只落下个响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丁少白激动地大呼道 此时他才明白 为何苏璇不跟南离游艇合作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用吹灰之力 便可以搞定 只是 就在丁少白激动地大呼 原来如此的时候 他却又看见 苏璇竟然又把几张福宝 放在了一只小木鱼的手中 看到这里的丁少白 那里还不明白了 苏璇心中的想法 刚刚不是答应过 不会在背后偷袭他吗 丁少白对着苏璇问道 对啊 所以才改成了 在前面偷袭他 苏璇随口对着丁少白说道 啊 丁少白再次无语 他自认为自己也算是厚颜无耻之人了 但是 似乎自己跟苏璇相比 却差了十万八千里 布置好了之后 苏璇才继续带着众人 向着那守护法阵冲了过去 那守护法阵 原本是要等到 所有的守护者全部被解决之后 才会发动攻击 而如今苏璇取巧 只是让这些守护者的灵力 被封印了而已 他们的攻击还在继续 所以 哪怕他们都冲到了守护法阵的旁边 原本比守护者的攻击 还要强大的阵法攻击 也没有出现 这也就给苏璇他们 再一次地提供了方便 当然 这般的情况 也不可能会永远这般 毕竟 这些灵魁失去了灵力 很快便会被主管这神功灵魁的 第六层麒灵发现 一旦发现了之后 很可能会通知主管阵法的老二 所以 一冲到境前 苏璇也没有让其他人动手 直接便掏出了他的剑组石剑来 运起了全身灵力 向着那守护法阵 狠狠地一剑劈了过去 一道数百丈的巨大剑芒 从天空中划过 狠狠地撞在了 那守护法阵之上 只听见咔嚓一声 那比第二层的守护法阵 防御力还要强大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的法阵光幕 在苏璇的这一剑之下 只支撑了片刻便消散一空 这一切 直接看傻了众人 这 没有办法 刚刚那一剑 实在是太过惊艳了 数百丈的剑芒 仿佛仙人从天界降下的 惊天一剑一般地 砸在了阵法光幕之上 震撼着此处每一个人的心 一招 这一招绝对已经达到了 化神强者权力一击的强度了 丁少白不敢置信地说道 他是这里唯一见过 化神老祖出手的人 自然是知道 化神老祖到底有多强大 只是 刚刚苏璇这一击 却让他不得不怀疑 拥有了化神老祖权力一击的程度 可是他此时 明明才金丹静 金丹静就已经拥有了 如此强大的实力 看来本少是该考虑一下 判出西明圣地了 丁少才如是想到 心中那想法变得更加的坚定 面对众人的震惊 苏璇却是对着他们说道 这里可比不得第二层 这里的守护法阵 最多只有半炷香的时间 便会恢复 大家分开寻找 说完便带着小瞎子一起 飞进了守护法阵内 其他人这才从震惊中醒悟了过来 赶紧向着那守护法阵中飞了进去 守护法阵内是一座巨大的宫殿 那圣鹰树便生长在宫殿的后花园中 只是 此树也不知道是何等的仙种 又生长了多少万年 高大异常就算了 而且还 枝繁叶茂道 把整个宫殿都覆盖在了它的树棺之下 远远地看了过去 还真有些分不清 究竟是树种在宫殿内 还是宫殿修在树内 而此树一百年开一次花 一百年结一次果 又一百年才成熟一次 整整三百年 才会生长出一批假鹰果来 这就算了 它结出来的还并不多 那么大的一棵树 却只能结出三百六十五枚来 第163章 看到这里的南里有亭 不知道多后悔了 那么大的一棵树 却只能结出三百六十五枚假鹰果 而且 这假鹰果还并不大 只有婴儿小指头般大小 如此大小的三百枚 藏在能笼罩方圆树里的巨大树棺之中 一点都不比大海捞针容易 所以 当苏璇他们在进入之后 不但让大家分开去寻找 还让小瞎子给自己一番补算之后 这才朝着一个方向寻找了过去 至于其他人 不是苏璇不想让小瞎子给他们算 而是半炷香的时间实在是太短 等到小瞎子一个个地算完了的话 时间肯定已经过去 守护法阵都已经恢复了 而这守护法阵一旦关闭 那就只有从外面攻击 才能够攻破 苏璇他们可不想为了一棵假鹰果 在这里被困上了三百年 不说苏璇他们在圣鹰树上 四处寻找着假鹰果 只说那南里有亭 此时的他依然还站在远处 傻傻地看着那一团血云 不急 等他们攻破了守护法阵之后 本宫再偷袭他们 到时候他们一个也别想进去 苏璇 这就是你得罪本宫的下场 南里有亭如是的想到 哪怕那圣鹰树是如此的巨大 他南里有亭就跟他合作的话 第164章打脸来的太极石 苏璇是真没有想到 小瞎子竟然还能找到五枚之多 毕竟这小家伙给自己补算出来的路线 已经让苏璇搜寻到了十多枚了 只是 让苏璇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这小家伙竟然自己只要了两枚 要把剩下的交给自己 你可知这假因果的价值 苏璇对着小瞎子问道 当然知道 小瞎子点了点头道 那你为何还要交给苏某 苏璇又对着小瞎子问道 因为若不是苏宗主带着小瞎子的话 小瞎子根本就不可能走到这里 更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如此的宝物 如今获得两枚已经心满意足 剩下的自然要交给苏宗主您了 小瞎子感激地对着苏璇说道 这一路上 他确实给苏璇出了不少的力 但是 若不是苏璇的话 他根本也不可能走进那圣鹰树 就算是 他还跟着南里游亭也不可能 因为南里游亭根本就没有那个实力 在这么多的灵魁之下 还能够保护到他 嗯 你倒是个治安图报的孩子 苏璇收起了三枚假因果来 然后却又对着小瞎子说道 如果你信得过苏某的话 就把剩下的两枚也交给苏某吧 啊 小瞎子听后 似乎有一些不解 不过 马上就似乎想到了什么 难道苏宗主 是害怕这般的宝物 在我身上 会对我招来杀身之祸 小瞎子如此的想到 在一想 自己此时的修为 才助激进初期 到金丹靖还不知道 需要多长时间呢 赶紧又掏出了另外的两枚 也一并交给了苏璇 小瞎子 不要给他 这个时候 南里游亭终于坐不住了 对着小瞎子大吼道 你是不是傻 这般的宝物 落到了他的手上 他怎么可能会还给你 他对着小瞎子说道 这假因果 是何等的宝物 那可是能够让金丹靖修饰 就能够发挥出 一部分原因强者战力的存在 更是在遭到那种 逃不了的危险 肉身被毁之时 可以利用假因顺移逃走 说是多出了一条命 都一点不为过 至于说 成为了原因强者之后 还能够拥有一尊分身了 这般的宝物 就算是落到了自己的手中 自己也未必会拿了出来 更何况 在他心目中 奸诈狡猾的苏璇了 你现在就到姐姐这边来 姐姐保护你 姐姐只要一枚就行 南里游亭 对着小瞎子蛊惑道 只是 小瞎子 却是想都未想 就直接摇头 拒绝了他 不用了南里姐姐 我相信苏宗主 说完之后 就直接把剩下的两枚 假因果 也交给了苏璇 不知好歹 南里游亭 对着小瞎子说道 实在想不通 苏璇这家伙 究竟有哪里好的 为何小瞎子 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还那么信任他 似乎自己 才是带他进到这神墓的人 为此自己 似乎还付出了不少的丹药 将他从断体静 几个月内 就提升到了住基静 另外 还付出了一枚 价值几十亿零食的试炼令 若是没有自己的话 小家伙还不知道 跟着他师父 蹲在哪个角落里的 可怜兮兮地摆着地摊呢 此时的他是越想越气 越想越觉得 小瞎子不知好歹 小瞎子 本宫花费了那么多丹药 才将你培养成住基静 然后又把你带进这神墓里 还浪费了一枚失恋恋 你倒好 进了这神墓 就搁了这个王八蛋 咱们这个账 是不是该算算了 南里游亭 对着小瞎子 愤愤不平地说道 他不是个小气之人 但是此时 实在是气不过 竟然要找小瞎子算账了 我 小瞎子 顿时就为难了起来 南里游亭 把他带进来 确实花费不少 丹药之类的 就不说了 光是那没事恋令的价值 就是几十亿零食 不要说他小瞎子了 就算是 把他跟他师父一起 给卖了他 都赔不起 只是 就在小瞎子 为难的时候 苏璇便对着那南里游亭说道 啥 你竟然还有脸 找小瞎子算账 他当初跟你在一路的时候 帮你找到了多少宝物 心里没数吗 那么多的宝物 那一件不值几亿 十亿零食的 这些宝物 全都落入到你的储物戒指里了 你一样 都没有分给人家 现在竟然还好意思 找人家小瞎子算账 南里游亭的脸顿石 就有些不自在了 因为苏璇说的是事实 虽然小瞎子 跟自己的时间很短 但是帮自己找到的宝物 却不少 尤其是那次泥石流 他光是 获得的零宝碎片 都有好几十件 其中甚至还有一件 可以使用的零宝 光是那一件零宝 便价值几百亿 甚至上千亿的零食 都有可能 就到了他的储物戒指里 一样都没有给过小瞎子 不过 南里游亭依然不服气 你呢 你说本宫 没有把宝物分给小瞎子 难道你就分了吗 他对着苏璇怒对道 只是 当小瞎子听到他的话之后 马上就拿出了 苏璇送给他的灵宝 和福宝来 分了 分了 苏宗主分给小瞎子了一件灵宝 十多张福宝 这打脸来的 实在是太及时了 你念念 南里游亭气的话 都快说不出来了 再看看小瞎子手中的那件灵宝 竟然是一件 完好无损的中品灵宝 品质不要说 他在那泥石流中 寻找到的那件比不上了 就算是他难言圣地化 神老祖手中 也未必就能拿出 这般的宝物来 心里更是震惊不已 如此的宝物 他竟然也舍得 分给小瞎子 怪不得小家伙 会如此相信他 如果一开始 跟他合作的话 要不现在 就跟他合作 那个想法 再一次地涌上了自己的心头 南里游亭如此地想到 不行 不行 这王八蛋 抢了本宫那么多的宝物 本宫这辈子都还没吃过 这般的亏 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必须要讨回来才行 南里游亭心中不由地想到 从小到大 他都是被众星捧月 一般捧在中间之人 他爷爷 是南岩圣地化神老祖 父母 是南岩圣地元 因后七大修士 外加圣主 外公 是南蛮一族的蛮王 他何时受过这种气 所以 哪怕南里游亭 此时心中 已经有一些后悔了 但是从未吃过亏的他 也依然还想要 在苏璇这里 找回了场子才行 苏璇 我要向你挑战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就跟本宫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如果你不是个男人 就当本宫没说 南黎游亭对着苏璇说道 第165章本宫 可以帮你获得 纳链魂帆 如果你不是个男人 就当本宫没说 南黎游亭对着苏璇说道 没有办法 苏璇这家伙有个小黑的存在 随随便便便可以 把他给扔了出去 所以他想来想去 也只有用激将法 这个笨办法 让苏璇接受他的挑战 不然的话 他早就直接冲上去 跟苏璇打起来了 至于说什么假因果 直接抢夺了就是了 哪里还会在这里 跟苏璇废话 挑战 苏璇听了之后 对着南黎游亭问道 而其他人 也同样看向了他 就连丁少白 都用十分怪异的眼神 看着南黎游亭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现在的女人 都这么勇的吗 不错 本宫要挑战你 你要是有胆子的话 就跟本宫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南黎游亭对着苏璇说道 在他的心里 只要苏璇不利用小黑 把他传送走的话 他就有绝对的把握 教苏璇做人 只是他却不知道的是 苏璇隐藏了修为 若是他知道 苏璇同样 也进阶到了金丹镜的话 不知道 会不会还会这般想 如果知道 苏璇只用了一招 便劈开了那第三层的守护大阵 又会作何感想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不过 既然是挑战 那就得有个赌注才行才行 苏璇对着南黎游亭说道 赌注 南黎游亭对着苏璇问道 如果苏某说了的话 这储物戒指里的所有东西 都归南黎姑娘所有 若是姑娘说了的话 还请姑娘 把你手中的储物戒指留下 苏璇对着南黎游亭说道 这女人在这神木之中 获得的宝物不少 苏璇正想着如何才能把这些东西 全部给抢回来呢 她竟然要挑战苏璇 苏璇自然是要把握这个机会 毒储物戒指 南黎游亭听了之后 顿时就犹豫了起来 毕竟 自己的储物戒指里 原本宝物就不少 再加上 又在这神木之中收获颇风 她怎么可能舍得 拿出来赌 只是 就在她还在犹豫的时候 苏璇 却直接开始 一件一件地从储物戒指里 往外拿宝物了 首先就是各种各样的天才地宝 然后便是十多枚的假英果 到最后更是 一件又一件地往外拿领宝 苏璇的储物戒指里的宝物 绝对是她的几十倍之多 望着那一大堆的宝物 此时的南黎游亭 哪怕就算是再高冷 也不由地露出了一副 垂涎欲低的表情来 好 本宫给你赌了 南黎游亭最后还是没有忍住 苏璇储物戒指的诱惑 那就让丁兄来做见证人 你我把储物戒指都交给他 苏璇对着南黎游亭说道 说完 就直接把储物戒指 直接丢给了丁少白 南黎游亭也同样交给了丁少白 丁少白拿着二人的储物戒指 还想要再劝劝南黎游亭 南黎姑娘 要不你再考虑一下 四大圣地同气连之 此时又正是西域 需要其他圣地 帮助抵御木妖一族的时候 他也不想让苏璇跟南黎游亭 把关系搞得太僵 毕竟这女人身份特殊 万一搞得太僵 这女人回去之后 一怒之下让她父母不支援 西域怎么办 只是 南黎游亭早就狠透了苏璇 如今又有那么多宝物的诱惑 她又怎么可能听得进去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南黎游亭对着丁少白说道 丁少白听后心想 这女人绝对是属狗的 而且还是逮谁要谁的那种 哪里还会再劝 拿着储物戒指站在了一旁 苏璇 看招 南黎游亭放出了她的九华圣火顶来 对着苏璇大吼一声道 一道道难言离火 疯狂地向着苏璇涌了过去 铺天盖地 温度更是包到 所过之处的石头都瞬间被烧化 化成了岩浆四处流淌 比起刚刚她对付那些 守护着灵魁式的火焰 都还要强上不少 苏璇估计 也幸好自己进阶到了金丹镜了 若是没有进阶的话 恐怕自己在这女人的攻击之下 一招都抵挡不住 就要被这女人给烧成焦弹 不过 此时的苏璇 已经进阶到了金丹镜 战力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五千多万 那就是另说了 身上的气势不再压制 金丹镜的修为也全部暴露了出来 男里有听一见 顿时就傻了眼了 你你你 你什么时候也进阶到金丹镜的 她不敢置信地说道 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惊恐 没有办法 上一次她见到苏璇的时候 苏璇才只有助击出气 而现在才一两个月时间 苏璇的战力 竟然已经达到了金丹镜 而且 还是在这神木之中 大多数的时间 苏璇还在寻宝 只是 这似乎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她只见到苏璇 随手一指 一到道九色火焰 就向着南离游亭的南炎 离火涌了过去 原本还疯狂向着苏璇涌来的南炎离火 只是才跟九色悬炎相遇 便开始节节败退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这么强 南离游亭更加不敢置信地 惊叫了起来 甚至 脸色都变成了一片苍白 因为她的南炎离火 乃是用的九华圣火顶所释放出来的 用了她实诚的实力 但是 苏璇却只是用了随手一指而已 也就是说 她竟然连苏璇的一指都抵挡不住 我认说 南离游亭望着越来越近的火焰 对着苏璇大吼道 就这么认输了吗 苏璇收起了九色 我悬言之后 有些意外地对着她问道 毕竟这女人身上 可是还有着一个 十亿战力的老怪物存在 苏璇甚至都已经传音了小沐鱼 做好了准备 若是那老怪物出手的话 就赶紧出手 封了那老怪物的灵力 只是 就在苏璇疑惑的时候 南离游亭却再次对着苏璇说道 本宫要跟你合作 只要你愿意 跟本宫合作的话 本宫保证 帮你获得第七层的炼魂番 第七层的炼魂番 苏璇听后更加的疑惑了 要知道 那玩意可是一件通天灵宝 虽说还未炼制成功 但是那也是通天灵宝 威力也远不是一般的灵宝 能够相比的 就更加不要说这玩意 落到了自己手里 自己便可以用系统 直接把它变费为宝了 你不用怀疑 因为另外一件东西 对本宫来说更加重要 第166章本宫要得是 那神帝师身 因为另外一件东西 对本宫来说 更加重要 南黎游庭对着苏璇说道 另外一件东西 那是何物 苏璇不解地对着南黎游庭问道 告诉你也无妨 本宫要的便是那神帝师身 南黎游庭对着苏璇说道 哦 苏璇听了之后便知道 他应该是帮那老怪物 在寻找着肉身 怎样 有没有兴趣 跟本宫去那第七层 闯上一闯 南黎游庭对着苏璇再次问道 这个 苏璇犹豫着说道 这女人可不是个善茶 当初王兄跟他合作 他转眼间就偷袭了人家的情形 苏璇可是亲眼所见 苏璇可不想成为第二个王兄 再加上他体内 还有着一个 十亿站立的老怪物 若是那老怪物 再得到了肉身的话 那苏璇就更加的危险了 哪怕他身上的老怪物 乃是一黄级废品 苏璇也曾经想要 打那老怪物的主意 但是 有多大的胃口 吃多少饭 苏璇可不想因为太贪心 把自己给撑死了 十亿站立的老怪物 还得要谨慎一些的好 只是 就在苏璇犹豫的时候 小黑却对着苏璇传音道 主人 答应他 答应他 苏璇不解地对着小黑问道 不错 主人 只要那神帝尸身 一旦离开了那王座 咱们便能够彻底地掌控神宫 到时候在这神墓之中 将不会有人能够威胁到主人 而且那神帝尸身一旦离开了王座 咱们就有办法 彻底地把神宫跟神帝的联系切断 引入虚空之中 就算是那神帝转世重修回来 也不可能再找得到神宫了 小黑对着苏璇说道 斩断跟神帝的联系 苏璇听了之后 顿时就有了一些心动 毕竟那神帝实在是太强大了 哪怕都已经陨落了 却还在这神宫中留下了一具尸身 继续炼制着练魂藩 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转世回来 若是能够彻底地斩断跟他的联系 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 小黑这家伙经常地不靠谱 苏璇却又有些不放心 上一次苏璇就因为这家伙盲目地自信 苏璇就差一点死在了小牧鱼的手中 对着他再三问道 你确定 我确定 苏璇却还是有些不放心 又对着小牧鱼询问了起来 你对那神帝尸身坐下的王座 有多少的了解 王座 主人 那王座乃是七练神功的总控制 底下还有我家老七天机练气锤 神帝当初彻底抹出了他的意识 他在那里凭着本能练气 谁要是控制了王座的话 谁就能够彻底地掌控这七练神功 小牧鱼也对着苏璇说道 说得比小黑更加地详细 那你可否控制的了 第七层的灵力 苏璇又对着小牧鱼问道 若是那神帝 不离开王座 小牧鱼便没有任何办法 而且靠他太近的话 还会被他所控制 但是他一旦离开了那王座的话 不管是什么地方 我都可以控制灵力 小牧鱼也对着苏璇说道 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 那第七层 现在那神帝还坐在王座之上的时候 他就是这神功真正的王 任何人都要受他控制 哪怕他们是这神功之灵 但是 他一旦离开了王座 小牧鱼和小黑都不会再惧怕他 他这般一说 苏璇这才放心了下来 毕竟 到时候就算是南黎尤婷跟自己翻脸 放出了那十亿战力的老怪物 小牧鱼也可以让那老怪物 灵力尽失 好 苏某答应你 苏璇对着南黎尤婷说道 就知道苏宗主一定会答应的 既然这样 你我两个月之内 在那第六层的入口处 相会如何 南黎尤婷对着苏璇说道 他之所以非得要跟苏璇合作 主要还是因为要让苏璇帮他抵挡 那七只化神灵魁 至于说到了第七层之后 所有的事就交给他体内的老怪物就行了 两个月之内 时间这般紧的吗 苏璇对着南黎尤婷问道 咱们必须要在两个月之内到达那里 不然你我 都不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到达第七层 南黎尤婷对着苏璇说道 他们进入这神墓已经快三个月了 留给他们总共也就六个月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好 那就两个月之后内 第六层的入口处相见 苏璇也对着南黎尤婷说道 南黎尤婷见苏璇答应 也不在此处停留 欲空而起 向着远处飞去 绝口都不提自己储物戒指之事 苏宗主 丁绍白走了过来 将苏璇和南黎尤婷的储物戒指 一并交给了苏璇 苏璇接过来一看 发现南黎尤婷储物戒指里的宝物不少 除了在这神墓之中所获的各种宝物之外 还有不少的灵药 又是炼丹圣地 苏璇不用猜也知道 这些灵药绝非凡品 就更加不要说 南黎尤婷的储物戒指里 还有不少的灵食了 苏璇粗略估计 最少都有百亿之多 这一次自己绝对是赚大了 但是比起这些 苏璇更加在意的 却是他储物戒指里的一个黑色小锦盒 因为苏璇一见到那小锦盒 脑海里马上便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恭喜宿主发现紫金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王级宝物 紫金色品及废品 看来这锦盒不简单啊 苏璇听到系统的声音后 恨不得马上就要 将此锦盒拿了出来 研究一番 只是 此时肯定是不可能了 丁兄接下来有何打算 最少也要把丁少白这家伙 给送走了才行 在下的话 当然是找个地方 炼化了这假因果 然后去那第四层的 随便看能否帮姑姑 寻到一下他所需要之物之后 便等待着神木之行的结束 丁少白对着苏璇轻松地回答道 能够拿到这假因果 他这一次参加神木试炼 就算得上市圆满了 只要不出意外的话 以他丁家的财力物力 外加他的天资 他丁少白已经有把握在 有生之年里 修炼到化神境 以这家伙惜命的性格 自然是不会再冒什么风险的了 若是能够在第四层有所获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若是在第四层 没有什么所获的话 他也不会在乎 苏宗主呢 是继续留在这第三层 炼化了假因果之后 再去第四层呢 还是现在便要去第四层 丁少白又对着苏宗问道 那第四层 可要比这第三层凶险得多 到处都是金丹靖的灵魁 所以 他以为苏宗等 也要先把假因果炼化了之后 再去第四层 毕竟假因果炼化了之后 不但可以大大的提升实力 而且 哪怕就算是在遇到了肉身被毁 假因果所化的假因 也能够瞬移而逃 然后重新找到肉身重修回来的 只是 苏宗却却对着他说道 我等时间较紧 不敢再继续在这第三层耽误了 丁少白这才想起 苏宗刚刚还跟南梨游艇约定好了 两个月之后 到那第六层的入口处相见 那是 那是 苏宗主和南梨姑娘所图非小 确实是不敢在此处多做耽误了 第167章 沿江河流里竟然有鱼 苏宗主和南梨姑娘所图非小 确实是不敢在此处多做耽误了 丁少白对着苏宗说道 心里却在想 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真的能够达到 那第六层的入口吗 就算是到了第六层 剩下的一个月时间 他们怎能够达到那第七层 毕竟 到了这第三层的守护法阵入口 他们就已经花费了快三个月的时间了 而这三个月的时间里 倒不是因为 这七炼神功 有多么的广阔 他们要花费这么多时间 才能够走到这里 而是这七炼神功之内的炼金 炼骨之痛 让他们不得不停了下来 慢慢地适应了 才能继续行走 就比如 这第三层的炼骨之痛 他就足足花费了一个多月 就更加不要说 那第四层的炼血之痛 和第五层的炼心之痛了 不过 这些怀疑 他也只是放在心中 自然是不会说了出来 更不会问苏玄他们 到底有没有 什么好的办法 而是又跟苏玄等人 闲聊了一番之后 便对着苏玄等人说道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苏宗主 小碗姑娘 清爵兄弟 各位后会有期 然后便跟苏玄等人分别 在这第三层 又找到了两名 西明圣地弟子 帮他护法之后 便在这大山之中 寻找到了一处山洞 然后闭关炼化 假因果去了 而苏玄等人 此处世了之后 也自然不会在这第三层 继续逗留 让小黑把他们直接 传送到了这 七炼神功的第四层 随着一阵天玄地转之后 苏玄等人 便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这便是第四层的炼血经 苏玄等人来到了这里之后 不敢置信地 望着眼前的这一切 出现在他等眼前的 乃是一座 四处都是火山 岩浆的世界 整个空气中 都充满了硫磺的味道 时不时的 就有一座火山爆发 喷出数千丈的炙热岩浆来 而河里流的 也不是什么河水 全部都是岩浆 鲜红的岩浆 缓缓地在河道里流淌着 就像是燃烧着的鲜血一般 让这一届练血界威名 更甚了几分似的 而这里的温度最低的地方 都高达几百度 高的地方更是数千度之高 若是普通人的话 只需要来到了这个世界 恐怕马上被烧成灰烬 哪怕就算是苏璇等人 乃是修仙者 也都不得不放出护体钢器来 才能够勉强在里面行走 不过 就算是放出了护体钢器 却也只是能够阻止普通的高温 却不能阻止那种炼血之痛 一股股诡异的力量 不断地涌入到苏璇等人的体内 进入他们的血液之中 让苏璇等人的血液 熊熊燃烧着 让他们口干舌燥 浑身燥热无比 必须要不停地饮用冰水降温 才能够勉强地维持 血液不被烧干 这还是在苏璇等人 曾经在那山谷里 经历过清灵之力 提升了肉身之力 才能够勉强地维持 要是能够找到这一层的 气灵老四就好了 苏璇狠狠地灌了一口冰水之后说道 主人说得对 只要把老四那家伙给抓到了 咱们就再也不用承受这炼血之苦了 小牧鱼也对着苏璇说道 这家伙原本跟老四的关系不错 老四还把清灵之力借给了他 让他凝聚了一条瀑布 用来引诱苏璇等人上当 但是 自从跟了苏璇之后 其他的兄弟姐妹们 全都把他跟小黑一样 当成了叛徒 不但躲着他跟小黑 而且老四还把这炼血之痛 也用在了他跟小黑的身上 此时的他们 一点都不比苏璇等人要好受一些 你再想想 再想想老四那家伙 有可能藏在哪里 小黑对着小牧鱼问道 边说还边像小狗一样 伸出了舌头来散热 为了抓住老四 他已经用了好几次传送 传送了好几个地方了 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老四的影子 谁知道呢 那家伙以前待的地方 咱们都已经找遍了 说不定 他早已经不在这第四层 跟老二一般 躲在第六层 距也有可能 小牧鱼摇了摇头道 他反正是实在想不起 老四那家伙 会躲在哪里了 好了 找不到便找不到吧 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 炼化了假因果再说 苏璇对着他们说道 能够找到老四最好 他们便又可以享受那种清零之力 提升肉身了 找不到也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暂时 先找个地方提升实力 慢慢试验 毕竟他们还好 那小瞎子 因为实力太低的原因 此时已经受不了 昏迷了过去 被胡青爵再次背在了背上 这小家伙 可是苏璇的大宝贝 苏璇可不想他出事 更何况 这小家伙醒了之后 还能帮他们补算一下 说不定就能够找到老四的方向 山洞的话 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 有个不错的山洞 小木鱼对着众人说道 他以前没有跟苏璇的时候 经常来这第四层做客 对这里比小黑要了解得多 带着苏璇等人 向着他记忆里的山洞找了过去 一路上 他们遇到了不少的金丹灵魁 而且每次都是几百只 甚至上千只 但是 这些灵魁在小木鱼的出手下 瞬间便失去了灵力 自然也就对苏璇他们 造不成危险 很快 苏璇等人就跟着小木鱼 来到了一处山洞 那山洞很深 很深 似乎连通着地心一般 因为苏璇等人 进入了山洞之后 很快在山洞之中 发现了一条暗河 那暗河之中 流淌的自然也不是什么河水 同样是岩浆 火红的岩浆 像是血液一般的熊熊燃烧着 时不时的 还窜起几百米高的火焰来 看得人胆战心惊 苏璇等人进入之后 走的也自然是小心翼翼 只是 就在几人行走在这地下暗河旁的时候 突然 一道血红的鲤鱼 却是从那岩浆里窜了出来 向着天空中激射而起 然后再一头 又扎进了岩浆河流之中 有鱼 苏璇等人震惊无比地说道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岩浆河流之中 竟然会有鱼这般的存在 哦 那是岩河洋鱼 此物在这暗河之中 并不少见 小沐鱼对着苏璇等人 轻描淡写地说道 只是 苏璇听后 却是激动地对着他问道 你说什么 刚刚那就是岩河洋鱼 是啊 怎么了主人 小沐鱼见苏璇如此激动 对着他问道 此物正是西明圣地需要的宝物之一 一条人家就给我们五十亿零食呢 第168章 妾身可不敢要 人家一条就给我们四五十亿零食呢 苏璇对着小沐鱼说道 一条就价值四五十亿 众人不敢置信地 对着苏璇问道 可不是吗 苏璇赶紧拿出了 西明圣地给他的清单来 众人一看 这岩河洋鱼赫然便在那清单之上 而且排在首要的位置 很显然 这玩意 对于那西明圣地的原因修饰来说 十分的重要 据说这岩河洋鱼 乃是火属性的天地灵物 对于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修饰 乃是大补之物 那西明圣地 作为天下炼器圣地 修炼火属性功法修饰本就众多 这岩河洋鱼自然对他们来说 也就尤为珍贵 岳洪亭对着众人说道 对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修饰 乃是大补之物 苏璇听了之后 对着他问道 不错 宗主 原本切身也是不知道的 但是 在修炼了 红莲断魂炼破绝 之后便格外留意这些宝物 这才在一部典籍之中 看到过此物的记载 岳洪亭对着苏璇说道 你修炼的也是火属性功法 那么说 此物对于你来说也是大补之物 苏璇对着岳洪亭问道 不错宗主 岳洪亭点了点头道 他这般一说 苏璇就更加没有理由 放过这岩河洋鱼了 毕竟 在他天玄宗内 除了岳洪亭修炼的 乃是火属性功法之外 中天花也同样是修炼的 火属性功法 这岩河洋鱼对他来说 肯定也是大补之物 只是 这岩河洋鱼虽吼 但是却难以捕捉 岳洪亭又对着苏璇说道 那河中流淌 可不是什么河水 而是岩浆 这岩浆的温度 高达几千度之高 这般高的温度 站在他旁边 都让人难以忍受 更何况前往其中去捉鱼了 只是 苏璇他们虽然不可能 下到岩浆中 去捕捉岩河洋鱼 但是他们 却有着小黑这家伙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苏璇看向了小黑这家伙 主人 小黑也怕热啊 小黑赶紧对着苏璇说道 放心 到时候冰水管够 岳洪亭赶紧对着小黑说道 岩浆河流的旁边 汗流加倍地蹲守了起来 也不知道 他明明一块石头 究竟是哪里来的汗水 不过 难受归难受 他却不敢违背苏璇的命令 只要看到有杨鱼出现 赶紧用他那种特殊力量 给传送了上来 一天下来 竟然抓了十多尾之多 如此多的岩河洋鱼 不要说早就超过了 西明圣地那帮原因强者所需的订单了 就连天玄宗的修炼火属性修饰 短时间内也已经够用了 毕竟天玄宗修炼火属性的功法 目前来说 也就只有中天花和月红亭二人 哪怕就算是加上 同样拥有红莲夜火 和九色玄炎的苏璇 总共也只有三人而已 如此多的岩河洋鱼苏璇 自然是要 先自己享用一条才是 哈哈 这便是那岩河洋鱼吗 苏璇拿着一条洋鱼 哈哈大笑着说道 一口吞入了腹中这种天地灵物 自然是不会像普通鱼类 一般具有腥味什么的 肯定也用不着烹饪 直接享用就已经十分的鲜美 苏璇一口吞下 掀得他差一点连舌头都吞了下去 更是在享用后 一股强大而又精纯的火属性 灵力直冲苏璇的丹田之处 短短的一瞬间而已 就让苏璇体内的红莲夜火 长大了一倍有余 一条岩河洋鱼 竟然比上一次苏璇炼化了那段浪子原因 都还要增长得多 这红莲夜火可是 目前来说苏璇对付原因的利器 它的壮大 让苏璇以后对付原因修饰起来 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哈哈 一条就有如此的效果 怪不得西鸣圣帝 会把此物寄在他们所需要的宝物清单的前面 苏璇享用了一条之后 激动的哈哈大笑了起来 赶紧又享用了好几条 如此这般的天地灵物 却被苏璇如同吃零食一般 接连享用 若是让西鸣圣帝的那帮原因强者看到了 不知道会羡慕成啥呀 肯定会大骂苏璇暴殿天物是绝对没跑的 不过如今这玩意 在苏璇这里 却已经并不怎么珍惜 毕竟那岩浆河流之中 此物实在是不少 这剩下的几条 对于其他人来说 没什么用 就全部给你了 苏璇又对着岳洪廷说道 啊 给我 岳洪廷不敢置信地对着苏璇问道 这可是价值四五十亿一条的岩河洋鱼 而苏璇赏赐给他的 足足四五条之多 也就说是价值两三百亿 不不不 这东西实在是太珍贵了 切身可不敢要 岳洪廷哪里敢接了过去 赶紧对着苏璇说道 只是 那岩河洋鱼 确实又对他来说 实在是大补之物 若是能够享用一条的话 他的实力肯定会大幅提升的 所以 他又看着那几条岩河洋鱼 眼睛挪不开去 狂咽着口水 若是宗主真的心疼切身的话 切身只要 只要一条就够了 他小心翼翼地对着苏璇说道 实在是难以忍受 那岩河洋 于对他的诱惑 见到岳洪廷如此小心翼翼的样子 苏璇却是大手一挥 让你拿着 就赶紧拿着 这岩河洋鱼以后 便是自家后花园里的出产之物 想要享用了 就让小黑这家伙 再抓几条就是了 就是几条鱼而已 苏璇轻描淡写地说道 啊 几条鱼而已 岳洪廷听了之后 震惊地睁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苏璇 这是几条鱼而已吗 这可是价值几十亿 零十一条的鱼啊 而且 肯定不止西明圣地的原因修士 才会需要此可事物 其他的不说 那南岩圣地乃是炼丹圣地 那些炼丹师们 同样也修炼得火属性的功法 这岩河洋鱼 拿了出去 他们肯定也会争着抢着购买 妾身有着饭量小 有这三条就够了 他对着苏璇说道 小心翼翼地挑选了三条较小的 苏璇看着他那小心翼翼的样子 对着他说道 此物乃是天地灵物 官饭量大小什么事 赶紧全部收起来 不然的话本宗主 可就要生气了 岳洪亭听了之后 这才感动无比地收了起来 多谢宗主 多谢宗主 宗主大人的大恩大德 切身无以为报 切身以后 一定会尽心尽力地服侍宗主的 岳洪亭边收 边对着苏璇激动无比地说道 他这一激动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叮 恭喜宿主 获得来自岳洪亭的声望家 三零零零零 哈哈 这就是三十万声望 这也太给力了吧 苏璇听到声望到账的声音后 激动地想到 他现在最缺什么 那就是声望 而只是几条羊鱼 给自己换来了三十万声望 对于苏璇来说 可要比两百亿的零食 要珍贵得多 苏璇甚至都想要 让小黑这家伙 抓他个几百条 然后给每人赏赐鸡条 只是 奈何这燕和羊鱼 只对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修饰有用 其他人享用后 不但没有任何好处 还会在体内产生火毒 影响修炼 看来要赚声望的话 还得要看这假因果呀 第169章没有废 把他弄废了行不行呢 也不知道 这假因果 能不能变废为宝 苏璇望着手中 只有小手指般大小的假因果 喃喃自语道 若是能够变废为宝 他再赏赐 给于小婉等人的话 那肯定可以让苏璇 获得更多的声望 若是不能的话 虽然说于小婉等人 也同样会感激苏璇带领他们 采摘到了假因果 但是 肯定没有获得圣因果 让他们激动 苏璇获得的声望 也会大打折扣 就更加不要说 苏璇当初 还在一小差面前 夸下过海口 给他带回去 一枚圣因果去的 虽然那时候的一小差 也只是听听而已 并没有多在意的样子 但是 作为男人的苏璇 肯定还是想要说话算话 只是 此物 在苏璇第一次 知道 它乃是圣因术 在受损严重之后 才结出的果子之时 就想过 此物能不能变废为宝 前不久在采摘它的时候 可惜的是 没有听到过 系统的提醒 这般的情况 一般有两个可能 一是 这假因果品级不高 在红色品级之下 达不到系统提醒的品级 二便是 此物不是废品 一旦不是废品 以系统的尿性 就算是在高品级的宝物 都是不会提醒苏璇的 那时候的苏璇忙着采摘更多的假因果 也没有去研究它 马德 究竟是品级太低 还是这玩意 原本就不是废品啊 你可一定要是废品啊 苏璇如是地想到 估计从古至今 也就只有苏璇这家伙 不想要宝物 想要废品了 赶紧用系统查看了起来 假因果 金色品级宝物 因为能够直接享用 故不能变废为宝 哎 金色品级宝物 品级是够高的 可惜不是废品 苏璇看着假因果的信息 有些失望地说道 苏璇估计是因为 这假因果 虽然是受损严重的 圣因术所结 但是因为它能够让人 成功凝结出假因来 作用依然很大 所以算不能废品 只是 不能算废品 就不能变废为宝 不能变废为宝 这假因果修炼出来的第二原因 到了原因境凝炼出来的分身 就只有本体三分之一的实力 而传说中的圣因果 凝聚成的分身 却可以拥有本体百分之百的实力 这般算来的话 宝贵程度 就要大打折扣了 这般的结果 就让苏璇十分的失望 就更加不要说 苏璇还想靠着此物 赚取更多的声望 还不想在一小差那里 食言了 难道就只能这般了吗 苏璇望着手中的假因果 喃喃自语地说道 突然 他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不就是没废吗 那老子 先把你变废了 然后再变废为宝 当初封长老 故意做出的功法都可以 这故意变废的宝物 难道就不可以 苏璇如此这般的想到 不得不说 他胆子也算是够大的 毕竟这玩意十分的珍贵 毁掉了一枚的话 价值多少的零食 不可估量就不说了 更是可惜说 直接毁掉了一名 拥有分身的原音高手 不过 苏璇还是决定赌一把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苏璇拿起了一枚假因果来 就向着他咬了过去 咔嚓 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声 一枚假因果 就被苏璇给咬成了两段 咬成了两段之后 苏璇再一次地赶紧用系统 查看了起来 假因果 残缺不全 被宿主故意破坏 不可变废为宝 卧槽 被老子破坏的 竟然不能变废为宝 狗日的系统 你这是故意为难老子吗 苏璇望着手中的两半假因果 满脸的郁闷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系统还不许他自己 故意破坏 不应该啊 那为啥当初 封长老故意弄的功法 可以变废为宝呢 难道要被其他人破坏才行 苏璇如此这般想到 苏璇有一些不甘心 决定再赌上一把 小黑 你过来 苏璇叫来了小黑这家伙 把一枚假因果 交给了小黑 说实在的也就是苏璇这一次 获得的假因果不少了 毕竟 一旦废掉了之后 不能变废为宝 像刚刚那样 可就血本无归了 咔嚓 随着咔嚓一声的响起 苏璇的脑海里 终于响起了 系统的声音来 叮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哈哈 老子赌对了 哈哈 苏璇听到了系统的声音 激动的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一次 他算是赌对了 赌对了苏璇的 激动的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下子他终于不用再担心 不能给一小差 带回去一刻 圣因果去了 大把的声望 也在等着他 就更加不要说 与小婉等人 练化了圣因果之后 提升的实力 可以提升的更多 将来他们练化出一具 拥有本体百分百战力的分身来 苏璇的战力 也会增长得更多了 系统 我要变废为宝 想到这里苏璇 赶紧拿起了那枚 被小黑这家伙 给咬成了两半的假因果来 开始了变废为宝 丁 恭喜宿主 耗费十万声望值 将金色品级废品 假因果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级 宝物圣因果 圣因果 炼化之后 可以在体内 凝炼出一具圣因 并可以培养成一具 拥有本体 百分百战力的分身来 很快 一枚那半枚假因果 便被苏璇给变废为宝 为了圣因果 此时的他 看起来更加的神秘 上面释放的灵光 也更加的耀眼 哈哈 果然能变废为宝 为圣因果 苏璇望着手中的圣因 果哈哈大笑道 恨不得马上就把他 赏赐给于小婉等人 赚取声望 只是 此时的他 仿佛又发现了什么似的 看向了另外的 半边假因果 对 就是另外的一半 刚刚那一枚假因果 被小黑这家伙 给一口咬成了两半 而苏璇变废为宝 却只用了一半而已 另外的一半 还躺在原处 另外的一半 能否再变废为宝 出来一枚来呢 苏璇有些贪心地想到 如果真的是这般的话 那他可就真的要发达了 毕竟 这一次光是自己 就摘了十多枚 外加于小婉他们 还有小瞎子的五枚 也在苏璇这里 总共就是二十多 三十枚 若是这般的话 那自己就可以直接获得 五六十枚圣因果了 不 苏璇觉得这似乎还不够 毕竟 自己的系统 似乎对废品的残缺程度 没有什么要求 就比如曾经那护宗大阵 一块已经失去了灵力的石头 上面 只有一道阵纹而已 这系统 都让他变成了 一座完美的护宗大阵 这般算来的话 那这半枚似乎 还能变成四分之一枚 或者是更多 小黑 过来 把它再分成两半 苏璇对着小黑说道 咔嚓 随着小黑的一口咬下 那剩下的半枚假因果 再次变成了两半 丁 发现金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哈哈 竟然真的可以啊 苏璇听到系统的提示声 激动地 再次大笑了起来 赶紧用系统 对着那四分之一的假因果 扫视了过去 第170章 一个人便给苏璇 提供了100万声望 苏璇赶紧用系统 对着那四分之一的假因果 扫视了过去 假因果 金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宝物 哈哈 看来还真行啊 苏璇激动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拿起了其中的一块来 赶紧又用系统变废为宝了起来 不一会儿 就又是一枚圣因果 出现在了苏璇的手中 不过 这一枚明显要比刚刚的那一枚 要小得多 所含的灵力 似乎也要少上一些 看来也不是一点 损耗都没有 苏璇看着手中 小了不少的圣因果 难难自语的道 不过他却没有就此作罢 他还想要再试上一试 丁 发现红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金色品及宝物 变成红色了吗 随着小黑咔嚓一声 把剩下的四分之一的假因果 再次咬成了两半 苏璇的脑海里 再一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假因果残留物 红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金色品及宝物 只能算是残留物了吗 看来变废为宝了之后 最多也就只能 变废为宝为假因果了 苏璇望着手中的 八分之一的假因果 淡淡地说道 赶紧又用系统 变废为宝了试试 果然 这八分之一的假因果 最后就算是用系统 变废为宝了之后 也只是 变废为宝出一枚 完成的假因果来 再也不可能变成 圣因果了 十枚假因果的价值 也不一定值得了 一枚圣因果的价值 苏璇收起了他那颗 想要无限卡巴克的心 不过 一枚假因果 能够变成四枚圣因果 苏璇也算是赚大了 苏璇虽然是个贪心之人 但是却也懂得满足 赶紧又拿出了 其他的圣因果来 开始变废为宝了起来 就这样 原本只有二十多枚的假因果 硬是让苏璇变废为宝 出快一百枚圣因果来 然后苏璇 又挑选出其中 最大的 灵力最浓郁的几枚 叫来了于小婉等人 这是 几人望着桌子上的 圣因果疑惑地 对着苏璇问道 这几枚 似乎跟他们前不久 在那圣因树上 采摘的假因果差不多 但是却大了不少 而且灵力 也远超假因果数呗 这该不会是圣因果吧 胡青爵对着苏璇 不敢置信地问道 苏璇因为害怕他们 自己先炼化了假因果 让他们前不久 跟小瞎子一样 都把假因果 交给了苏璇 毕竟这玩意 一生只能炼化一枚 炼化了假因果 就再也没有机会炼化 圣因果了 对啊 这该不是圣因果 接连又是两声 声望道仗的声音响起 一下子 就让苏璇又收到了 足足两百万声望 若是加上刚刚 三人给苏璇提供的 三十万的话 光是赏赐这三枚圣因果 苏璇便从他们身上 刷到了三百三十万了 如此多的声望道仗 苏璇激动的都想要 赶紧把所有的圣因果 全都赏赐出去了 给老钟一枚 再给封长老一枚 他二人肯定也要给我 提供一百万的声望 再给小差一枚 现在的小差 也能够给我提供声望了 就是不知道 他不是我天玄宗的修士 会不会提供的 要少一些呢 苏璇心中如是地想到 没有办法 此时的他 实在是太缺声望了 变废围保小木鱼 就不说了 光是那件祖石剑 就需要恐怖的 一个亿的声望 苏璇不得不为声望 而多做考虑 只是 现在无论是 封长老中天花等人 还是一小差 都处在这神木之外 苏璇想要把圣因果给他们 也根本就不可能 唉 看来想要 刷到更多的声望 只有等到试炼结束了 苏璇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是 就在苏璇以为 自己暂时 只能等到试炼结束之后 才能再次刷到声望的时候 胡青爵却又走了回来 对着苏璇禀报道 启禀宗主 小瞎子 醒了过来了 醒了 走走走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苏璇听了之后 高兴无比说道 跟着胡青爵来到了 小瞎子所在的时事 苏宗主 小瞎子 又拖累了大家了 实在是抱歉 苏宗主 小瞎子看到 苏璇之后 对着苏璇自责地说道 没有办法 自己的实力 实在是太低微了 时不时的 苏璇等人 就要停下来 等他适应了 才能继续行动 不必自责 我等还等你醒了过来 帮我继续不算呢 苏璇摸着小家伙的脑袋 对着他安慰道 这小家伙虽然说 实力低微 但是对自己的用处 可不少 不只是在这神墓里 等到了外面之后 苏璇肯定 也还用得上他 也就是这小家伙 不肯离开他 上清门了 若是愿意的话 苏璇早就把他 收入天玄宗 当宝贝一般的保护起来了 好 小瞎子 这就起来 帮苏宗主扑算 小瞎子 听说苏璇等人 在等他起来不算 赶紧艰难地坐了起来 就要掏出自己的龟壳 和铜钱来 苏璇却又赶紧 把他给按了下去 不急 不急 这么长的时间都等了 也不急在这一时 继续休息 等休息好了再说 小瞎子 无奈只好又睡了下去 继续休息了起来 这时候 苏璇又掏出了 两枚圣因果来 放到小瞎子的手中 前不久苏某让你 把所有的圣因果 都交给苏某 那南黎尤庭 还出言阻止 当时苏某也没有 多做解释 今日 这两枚圣因果交于你 也算是 有个交代了 苏璇对着小瞎子说道 圣因果 苏宗主你 小瞎子 不敢置信地望着 那两枚圣因果 不敢置信地 对着苏璇说道 当初的他 原本以为苏璇是 担心假因果 在他身上不安全 才要帮他保存的 谁知道 苏璇帮他考虑的 却还要周到得多 竟然直接帮他 把假因果 变成圣因果 苏璇如此的贴心 小瞎子 怎能不感动 而他这一感动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宿主替小瞎子 想得周到 小瞎子感激不已 恭喜宿主获得 来自小瞎子的声望 加1000000 哈哈 这就是十万声望吗 这要是接了过去的话 肯定也有一百万 声望的 苏璇听着脑海里的声音 不由地想到 这一笔声望 只是因为 苏璇替小瞎子 想得周到而已 这也就更加让苏璇期待 小瞎子 接受了圣因果后的声望了 只是 苏璇期待了半天 小瞎子 也不敢接了过来 苏宗主我 我我我 这圣因果小瞎子能不能 能不能继续有劳苏宗主 带小瞎子 继续保管着 小瞎子 吞吞吐吐的对着苏璇说道 这是为何 苏璇对着小瞎子问道 在下实力实在是太低 想要进阶金丹 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害怕此物 到了在下手中 难以保重 小瞎子 对着苏璇无奈地说道 没有办法 他的修炼天赋 实在是太低太低了 若是没有什么机缘的话 恐怕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也未必就能进阶到金丹境 不能进阶到金丹 便不能享用这圣因果 哎 若是在外界的话 就可以进入我天玄宗的 时间法阵里修炼 境界肯定不会提升得这么慢了 苏璇对着小瞎子说道 这小家伙属于性的过之人 苏璇也没有把他当外人 干脆把时间法阵也透露给了他 时间法阵 那是何等的宝物 小瞎子对着苏璇不解地问道 他上清门虽然说传字上古 但是传承也就只剩下 他如今手中的那点占卜之术了 自然对时间法阵这般的宝物 听都不曾听说过 对 就是时间法阵 你都不知道 那时间法阵有多神奇 在里面修炼个一年 能抵得上外面三十年呢 胡青爵也对着小瞎子说道 啊 这么快的吗 小瞎子听了之后 不敢置信地问道 那可不 不然 我等也不可能 在半年之内 就修炼到了金丹境了 胡青爵又对着小瞎子说道 那会不会 在里面修炼也老得很快啊 若是我这般天赋差的人 会不会修炼个五六年 还没有进阶到金丹境 便直接受缘好境 老死在了其中呢 小瞎子 又对着胡青爵问道 说实在的他 担心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 对于修炼来说 太多太多 修炼到两百岁 寿元好境 都没有进阶到金丹境的助击修炼了 第172章 五百万声望到手 而他的天赋又太差 若是没有什么上好的丹药辅助的话 他这辈子 恐怕很难修炼到金丹境 甚至 若不是南里游亭给他一些丹药 把他培养到了助击境的话 就凭他跟着他师父 每天摆地摊赚的那点资源 他这辈子 能不能修炼到助击境 都是个问题 所以 小瞎子 首先要考虑的 肯定是自己寿元问题 毕竟 就算是修炼不到金丹境 他至少也有两百岁的寿元 可以享受两百 而去了那时间法阵 又没有好的资源 辅助修炼的话 五六年时间之后 就要寿元好境陨落 这般算来 可就亏得大了 这个 这个在下也不知道 毕竟我等 在那时间法阵里 修炼的时间 也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就算是寿元会 流失得很快 我等也流失得不多 自然也就感受不到 寿元加快消耗 胡青爵 对着小瞎子说道 小瞎子听了之后 不由羡慕起胡青爵的 修炼天赋来 哎 若是小瞎子 有胡大哥 百分之一的天赋 就好了 可惜 百分之一都没有 若是没有上好的丹药 辅助修炼的话 就算是小瞎子 我把寿元都耗尽了 也未必能够进阶到金丹镜 小瞎子无奈地摇了摇道 没有办法 他的天赋 实在是太差了 以他的天赋 想要进阶到金丹镜 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资源砸 需要无尽的丹药 天才地宝 而他上清门 连个宗门驻地都没有 就靠着老瞎子摆地摊 忽悠点灵石 哪里来的资源 砸在他身上 供他修炼 不过 就在小瞎子失望之时 苏玄却对着他说道 只要你愿意本宗主 现在就答应你 等出了这神木 就安排你进入时间 法阵修炼 并给你提供各种丹药 就算是砸 也能把你尽快砸到金丹镜去 当然 若是你没有那份 坚定的道心的话 那就当苏某没说 毕竟到时候 不能修炼到金丹镜 后悔可是没有后悔要吃的 进入时间法阵 风险很大 要么进阶到金丹镜 获得强大的实力同时 获得更多的寿元 要么寿元疯狂消耗 短短的几年里 就消耗掉两百年的寿元 寿元耗尽而陨落 甚至就算是有足够的资源砸下来 你道心不够坚定的话 也未必就能进阶到金丹镜去 这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所以苏玄不好多劝 更不可能抢求 一切都要小瞎子自己选择 小瞎子听说苏玄不但魄力地 让他进入天玄宗的时间 法阵修炼 而且愿意给他提供足够的丹药 世界上竟然有这般的好事 小瞎子哪里还有不愿意的 赶紧对着苏玄激动地说道 在下愿意 在下愿意 苏宗主如此大恩大德 小瞎子此生莫尺难忘 感激苏宗主的大恩大德都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有不愿意的 他对着苏玄激动无比地说道 也不怕到时候 寿元耗尽了 依然没有进阶到金丹镜了 苏玄笑着对着小家伙问道 不怕 真要是那般的话 只怪小瞎子资质太差 若是失去了这次机会的话 小瞎子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小瞎子对着苏玄回答道 嗯 既然如此的话 那你就把这两枚圣鹰果给收好了 其他的丹药苏某 也会尽量地给你准备 等出了这神木 苏某就可以安排你 进入世间法阵修炼 到时候 苏玄对着小瞎子说道 到时候不成功变成人 小瞎子绝不辜负 苏宗主这番栽培 小瞎子激动地对着苏玄说道 而等一出神木 便可以进入那世间法阵里修炼 激动无比地收起了两枚圣鹰果来 丁 宿主将两枚圣鹰果 送给小瞎子 小瞎子对宿主感激不已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 加1000000 随着小瞎子 收起了两枚圣鹰果的同时 苏玄的脑海里 果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哈哈 又是一百万声望 不是我天玄东弟子 也能给我提供一百万 这也太给力吧 又是一百万的声望到账 苏玄激动得 都快要乐出了声来 说实话 苏玄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圣鹰果竟然能够 帮他赚到如此多的声望 就这么会儿 都已经帮他赚到四百万了 只是 就在苏玄还在激动不已的时候 他的脑海里 却再一次地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宿主破例 让小瞎子 使用天玄东的世间法阵 并愿意给他尽量提供修炼丹药 小瞎子 对宿主感激不已 恭喜宿主 获得来这小瞎子的声望 加1000000 哈哈 又是一百万 这小家伙 也太给力了吧 一百万 又是一百万 苏玄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这般大的意外之喜 小家伙竟然又给自己 提供了一百万声望 就这样 苏玄这么一会儿时间 便赚到了 足足五百多万的声望 让他系统里 存着的声望 再一次地达到了一千多万 虽然说 一千多万声望 离便废为宝 剑组实践需要的一一声望 还差得很远很远 但是 离便废为宝 小木鱼这家伙的三千万声望 却似乎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了 而这家伙 可是王级废品 需要便废为宝的声望 也直接是小黑的六倍 到时候 把他再便废为宝了的话 他的战力 肯定少不了 苏玄估计 最少都应该是 小黑那家伙 战力的五六倍 苏玄的战力 肯定又会再次打仗 说不定让苏玄的战力 超过一亿都有可能 一亿的战力 苏玄想想 都是激动不已 只是 可惜的是 苏玄此时身边 就只有这么几个人 能刷的 都已经刷了 啊 老天爷啊 什么时候 才能让我苏玄 愉快地刷声望 刷个够啊 苏玄意犹未尽地说道 没有办法 此时他身边 就这么几个人 跟小瞎子分开之后 胡青爵等人 又开辟出了几个单独的史诗来 苏玄自然是享有 最多最宽敞的意见 于小婉 和月红婷的时事 在苏玄的不远处 苏玄又去找了二女 聊了会人生之后 这才回到了自己的时事 只聊了一会儿 没有办法 这里条件有限 第173章 万读重尊 只聊了一会儿 没有办法 这里条件有限 而且 那种练血之痛 时时刻刻地 都在影响着众人 抱在一起热得也难受 所以 苏玄只是跟他们 深入浅出地 聊了一两个时辰而已 就回到了自己的时事 回到时事的苏玄 又拿出了 从哪里有亭那里来的 储物戒指来 这女人的储物 戒指好东西 可不少 在这神墓里 搜寻的宝物 就不说了 还有一百多亿的零食 不过这一切 对于苏玄来说 却都比不上一只 小小的黑色木盒 那黑色木盒 并不多大 只有八掌大小 木盒上 镌刻着各种各样 争鸣的毒虫 有蝎子 有蜘蛛 也有蝉蝠 蜈蝣等等 苏玄才刚刚拿出了 那木盒来 脑海里 就再一次地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发现紫金色品及废品 可便废为宝 为王级宝物 紫金色品及废品 难道这木盒 比林宝都还要宝贵 苏玄手捧着木盒 喃喃自语道 这木盒绝对不简单 按照以前的惯例 林宝都只有 金色品及的废品 而这小小的木盒 却是紫金色 苏玄不得不怀疑 此物的珍贵程度 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只是可惜的是 这木盒 似乎不是什么灵宝 也没有任何的攻击力 就仿佛是放什么东西 又或者是养什么东西用的 苏玄研究了半天 也没有研究出一个所以然来 最后的最后 苏玄只能又把希望 寄托在系统身上 希望林峰全部给吞噬了 这剩下的一只 应该会进阶成一只 强大的攻凶吧 苏玄望着木盒中的林峰 喃喃自语道 希望这剩下最强大的一只 能够进化成一只攻凶出来 要知道 他放进去的几只 可全都是金丹镜的林峰 每一只都拥有十多万的战力 而现在 这些林峰大多数都被吞噬了 只剩下了一只最强大的 和三只最弱小的 光是这一会儿 就让苏玄损失了四五只之多 五只林峰的战力 就是六七十万 再加上剑组实践的翻倍 苏玄的战力 都直接掉落了一百多万 若是连一只攻凶都进化不出来的话 那苏玄可就亏待了 只是 就在苏玄如此这般认为的时候 原本弱小的几只林峰 却是疯了一般的 向着那最强大的一只扑了过去 而最强大的那一只 却仿佛是躺平了一般 竟然毫不抵抗 卧槽 不是吧 难道几只最弱小的几只 会把最强大的一只给吞噬了 苏玄望着这一切不解地说道 这一切 直接超出了苏玄的认知 他实在是想不通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 苏玄很快就又发现了不对 那几只最弱小的凌峰 虽然扑在那只最强壮的凌峰身上 但是他们身上的气势 却在不断地减弱 而那只最强壮的凌峰 虽然如同躺平了一般 但是身上的气势 却在不断地变强 而且体型也在慢慢地增长着 最重要的是 腹部开始慢慢地变得臃肿了起来 如此的一幕 苏玄总算是明白了什么 这 难道这最弱小的几只 才是公峰 而这最强大的一只 净化出来的是一只母峰 苏玄看着这一切 不由地猜想到 很快 那几只弱小的凌峰 就变得越来越虚弱了起来 到了最后 从那只最强大的凌峰身上 掉落了下来 而那只最强大的凌峰 却也没有放过他们 又把他们全部给吞噬了得干干净净 此时 那万毒虫尊里面 也就只剩下了一只凌峰了 而他的腹部 却变得更加地臃肿 另外 他的翅膀 似乎也开始了慢慢地退化 母峰 这绝对是母峰 不 应该是峰王才对 苏玄望着那只 比以前大了好几倍的凌峰 激动无比地说道 第174章转大了 竟然繁殖出 一百多只金丹级凌峰 应该叫它峰王才对 苏玄望着那腹部渐渐隆起 大了数倍的凌峰说道 很快时间就又过了三天 一声声刺耳的尖叫声 从那万毒虫尊里传了出来 这是要生了吗 这才三天时间 不可能这么快吧 苏玄听到尖叫声后 不由地想到 赶紧打开了那虫尊查看 此时的峰王 肚子似乎又大了一圈 只是 却显得有些微米不震了起来 见到苏玄之后 尖叫的声音 也变得更大了几分 就仿佛雏鸟见讨石一般 释放出很恶的信息来 原来是恶了 我还以为你这么快就要 产卵了呢 苏玄见了之后 喃喃自语道 不过想想也是 虽然说这虫尊 能够加快灵虫的繁殖 但是也不可能会三天 就繁殖出来一批 赶紧又放进去了 几只较为弱小的凌峰进去 那封王见到 新放进去的凌峰 马上就冲了过去 而那些新放进去的凌峰 见到封王之后 就如同是被血脉压制了一般 只能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生不起任何的反抗 瑟瑟发抖地躲在角落里 在苏玄眼前 被那封王给吞噬了个干干净净 吞噬完之后 那封王这才安静了下来 又吞噬了四五只啊 前前后后的 被你吞噬掉的凌峰 都都达到十多只了 也不知道 你到底能够产下多少枚风卵来 若是产出的太少的话 我可就亏待了 苏玄望着那墓盒中的封王 心疼无比地说道 很快 就又是三天时间过去 那万毒虫尊里 又传来了封王的尖叫声 又饿了 不是 你要是继续这般下去的话 我可就养不起你了 苏玄听到尖叫声后 不由地说道 打开一看 发现那封王 果然又出现了唯米不振 不过 这一次的万毒虫尊里面 除了那封王之外 却还多出了一大堆的虫巢 在那虫巢的中间 还有这一座王台 那封王已经住在了那王台之上 体型也直接比他 刚刚被放进这万毒虫尊里的时候 大了十倍不止 腹部更是隆起到了透明一般 苏玄甚至都可以透过他的腹部 看到里面密密麻麻装满了疯乱 哈哈 这是在做产卵前的最后准备了 苏玄哈哈大笑着说道 虽然说 自己似乎又要损失几只灵风 但是总算是看到了希望 只是 就在苏玄又要再次抓起几只灵风来 放进那万毒虫尊里 喂养的疯王的时候 苏玄的灵兽带里的所有灵风 却在这一刻不受苏玄控制 仿佛是受到了那疯王的召唤 直接从那灵兽带里 全部飞了出来 向着虫尊里的风巢飞了过去 其中几只较为强大 直接飞到了那疯王的身边 主动牺牲起自己 被那疯王一只一只地给吞噬掉 又是七八只之多 而且 还全都是金丹级的灵风 看得苏玄再次心疼不已 没有办法 苏玄光是喂养着疯王 就已经损耗掉了十多只了 苏玄金丹级的灵风 原本就只有二十多只 已经被这蜂王给吞噬掉了一大半 马德 你可千万要给老子多产点疯卵啊 苏玄望着这一切 心疼无比地说道 此时的他唯一期盼的就是 这蜂王能够多产出一些疯卵来 除了那七八只 被蜂王给吞噬了的灵风之外 其他的灵风也没有闲着 一些灵风 已经开始在最中心的一处蜂巢上 忙碌了起来 从额头上 分泌出一种乳白色的液体 有些像乳汁 又有些像蜂蜜 这难道就是灵风们分泌的亡浆 苏玄不由地猜测道 果然在第七天的时候 那蜂王便在那蜂巢的中间 产下了一枚巨大蜂蜂来 那蜂卵明显比孵化了的灵风 都还要大上一两倍 甚至 似乎占据了那蜂王体型的三分之一 这巨大蜂卵才一产了出来 还是蜂涌 便开始吸收起了那些灵风分泌的蜂王浆来 苏玄不用猜 也知道这枚蜂卵 将来绝对会成长为新一代的蜂王 而那蜂王产下 这枚巨大蜂卵后 似乎消耗也很大 身上的气势 都直接萎米了一大半 但是 它却没有停下 而是围绕着那最大的蜂卵附近 又产下了十多二十只的较大蜂卵来 苏玄估计 这十多二十只 便是那下一代的雄蜂 然后 那蜂王才又不断地产下 最后一批的较小的蜂卵来 足足产了一百多枚之后 这才停了下来 此时的他 已经耗尽了所有的惊奇神 连站都站不稳了 一头从那王台之上栽倒了下去 而剩下的已经不多的金丹镜的凌峰 看到蜂王栽倒了之后 赶紧扑了过去 蜂王消耗巨大 这些凌峰难道是幼妖 牺牲自己来喂养他 苏玄望着这一切才想到 还以为那剩下的不多的金丹镜凌峰 要主动过去牺牲自己 让那蜂王吞噬了之后 帮他补充体力 却哪里想到 残忍的一幕却出现在了苏玄的眼前 几只凌峰冲上去 就对着那蜂王撕咬了起来 趁着那蜂王最虚弱的时候 几下子就把那蜂王 给肢解成了一块一块 然后 闲着拖到了那新蜂王的蜂巢之中 用来喂养新的蜂王 这 苏玄望着这残忍的一幕 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灵虫的繁殖竟然会如此的残忍 蜂王需要吞噬同类才能产卵 就不说了 就算是蜂王在产完了卵之后 也会被肢解了喂养新的蜂王 不过残忍归残忍 苏玄却不会去阻止 因为这 原本就是灵虫繁殖的自然规律 接下来的日子里 其他的灵风 依然不愿意回到灵兽带里 围绕着蜂巢 继续忙碌着 他们有的照顾着蜂蛹 有的开始飞出巢穴 四处寻找灵草 灵花的花蜜 为以后灵风破茧之后做准备 短短的又是五六天时间过去 那万毒虫尊里 便有了蜂蛹 从那蜂巢之内爬了出来 然后翅膀一展 便飞翔了起来 有了第一只 就有第二只 有了第二只 便有第三只 很快 一百多只外围的蜂蛹 就全部破茧而出 除了忠心的新蜂王 和那十多只雄蜂之外 其他的蜂蛹 全都变成了灵风 几乎每一只都是金丹吉 全是金丹吉 一百多只金丹吉 苏玄望着心肤化成出来的灵风 激动地大叫了起来 不是苏玄不够矜持 而是这万毒虫尊 实在是太给力了 他从培养蜂王 到现在 才短短的十二天时间而已 虽然说耗费了 十多只金丹吉的灵风 但是却只用了十二天时间 便繁殖出了一百多只蜂 就更加不要说 还诞下了一只新蜂王 和十多只雄蜂 第175章 遭了天前的小瞎子 就更加不要说 还诞下了一只新蜂王 和十多只雄蜂 虽然此时 这些战风的战力还并不高 只有五六万战力而已 但是 他们却是 才刚刚孵化了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渐渐地成长 肯定跟他们的前辈一般 达到十多万的战力 甚至更强 那样的话 一百多只的灵风 每一只都可以给苏玄 提供十多万的战力 即或是还没有成长起来 他们也给苏玄 直接提供了 五六百万的战力 若是再加上 箭祖实践的翻倍 更是可以让苏玄的战力 增加了足足一千多万 不但损失的战力补充了回来 而且还让苏玄的战力 狂涨到了六千多万 哈哈 赚大了 牺牲了十多只灵风 就孵化出了一百多只 这次绝对是赚大了 战力也涨了一千多万 这次绝对是赚大了 苏玄望着那一百多只的灵风 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过苏玄却并没有因为 这一批的灵风孵化了出来 就此的满足 毕竟 这万毒重尊 还是一件紫金色的废品 它还可以变废为宝 还可以再提升一击 还没有变废为宝 这重尊就已经如此的厉害了 若是变废为宝了之后的话 会不会培养起灵重来 会更快 会不会 直接便能把新风王给催生出来 苏玄望着那万毒重尊不由地说道 决定要把这万毒重尊给变废为宝 系统 系统 我要把这万毒重尊变废为宝 苏玄对这系统命令道 丁 要将紫金色品级万毒重尊变废为宝 需要耗费一百万声望 耗费数额巨大 请问宿主是否确定变废为宝 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 竟然要一百万 苏玄有些心疼地说道 不过一想到这万毒重尊 乃是紫金色品级的废品 在变废为宝了之后 就可以变成王级的宝物 苏玄又释怀了 一百万就一百万吧 只希望你在变废为宝了之后 不要让本宗主失望就好了 那神秘力量再一次地从苏玄的体内 狂涌了出来 向着那万毒重尊涌涌了过去 而那万毒重尊上撞刻的各种毒虫 也仿佛在这一刻活了过来一般 开始在虫尊上四处游走 并且释放出一阵阵心臭至极的剧毒来 而且随着那神秘力量的越来越强大 那些毒虫所释放出来的剧毒 也变得更加的浓郁 兵 恭喜宿主成功将紫金色品级废品 万毒重尊便废为宝为 王级宝物 万毒古尊 当一百万的声望所涌出的神秘力量 全部耗尽的时候 那些撞刻的毒物 所释放出的剧毒更是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级别 就连苏玄这般强大的实力 在嗅了几口之后 也感觉到了有一些的头昏脑胀 竟然有了中毒的迹象 要知道苏玄的实力 可是远超了原因尽强者 而且他还只是嗅了几口而已 只是 让苏玄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剧毒虽然让他只是嗅了几口 就有了中毒的迹象 但是 对那些在万毒古尊中的灵风们 却似乎没有丝毫中毒的迹象 反而是他们似乎还在吸收着这些剧毒 这些剧毒让他们的伪真变得更加的锋利 闪烁起了翠绿色的金属光芒 他们的战力 也因为这些剧毒狂涨了起来 短短的一会儿时间而已 原本只有几万战力的灵风 战力就涨到了八九万之多 甚至有的直接超过了十万 达到了以前金丹镜灵风成粘体的战力 要知道 他们才孵化出来不久 他们还都是幼粘体 更不要他们吸收的剧毒时间还不长 才这么一会儿时间而言 若是等他们吸收了够了剧毒 然后再成长成成年体 那还了得 苏璇甚至怀疑 他们要是成年的话 会直接超过金丹 达到元阴级战力 哈哈 若是真的那样的话 那老子将来 岂不是要拥有一百多只 元阴级的灵风 一百多只的元阴级灵风 一旦释放了出去 苏璇想想都是激动不已 不过 他马上又觉得自己的格局没有打开 不不不 一百多只怎么够 新的蜂王还没有孵化 等它孵化了之后 肯定还会繁殖出更多的灵风来 到时候成千上万都有可能 成千上万的元阴级灵风 光是这些灵风 都能够我苏璇在此界无敌 就不要说他们还弄我苏璇 提供多少战力了 苏璇望着那万毒古尊 和那些正在吸收剧毒的灵风们 不由地想到 不由地更加期待起来 期待有朝一日 驱使着成千上万之元阴级灵风 只是 就在苏璇激动不已的时候 他的洞府外 却响起了胡青爵的声音 宗主 小瞎子刚刚补算出了 这第四层的气灵 近日的行踪了 真的吗 小瞎子真的补算了出来 苏璇激动地从洞府中冲了出来 对着胡青爵问道 他们之所以困在这里 还不是因为炼血之痛 而第四层的气灵 便是主管着炼血 甚至后面的炼心 炼破 炼魂之痛 不错 小瞎子身体恢复了一些之后 就一直都在补算 就在刚刚 他终于补算了出来 胡青爵对着苏璇说道 走走走 咱们赶紧过去 苏璇对着胡青爵激动地说道 只是 胡青爵在听了苏璇的话之后 却拿出了一张纸来 小瞎子已经 已经 把推演的结果 写在了这张纸上 他说他 他说 他不方便见宗主你 胡青爵吞吞吐吐地对着苏璇说道 不方便见我 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苏璇听了之后 赶紧对着胡青爵问道 不错 那小家伙这次推演遭了天前 我都已经劝过他了 让他不要着急 但是他为了能够尽快地帮到我们 所以 所以 胡青爵对着苏璇说道 话还没有说完 苏璇就迫不及待地 向着那小瞎子 所在时事赶了过去 才刚刚一进入时事 苏璇就看见那小瞎子的眼睛上 蒙着厚厚的纱布 而那纱布上 已经渗满了鲜血 是苏宗主来了吗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胡大哥 让他 第176章 与南黎游亭的前半 为什么不止血 苏璇望着小瞎子的眼睛 对着胡青爵问道 我 胡青爵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苏璇 苏宗主不要责怪胡大哥 不是胡大哥 没有尽心帮小瞎子治伤 而是小瞎子的眼睛 乃是遭了天前 根本就不是钥匙能够治疗 反倒是小瞎子 自己帮着胡青爵 对苏璇解释了起来 不是钥匙 能够治疗的了的 苏璇不敢置信地问道 这里可是修仙界 断之重生 都是轻而易举 他还真没有见过 连血都止不住的伤势 小瞎子 见到苏璇不信 轻轻地解开了他眼睛上的纱布来 啊 这 你到底是不算了什么 竟然会引来了这玩意 眼前的一幕 吓得苏璇都不由自主地 惊叫了起来 只见小瞎子 那原本就没有眼瞳的瞎眼之上 一把诡异的小剑 正在不断地切割着他的眼睛 那小剑上的气息 怎么看都跟修士们度天结实 那天结的气息一般无二 而且小剑上面 还不断地有一道 倒蓝色电弧闪现 时不时地 还发出噼里啪啦声响来 小剑切割之后 小瞎子的眼睛上 原本愈合的伤口 马上就会鲜血淋漓 而电弧闪过之后 更是能够闻到一阵阵血肉烧焦的气息 这就是那天到 专门针对不算修士 眼睛降下的天结 苏璇前世里也曾经听说过 算命先生算得太准 泄露的天机 越多便会遭受天结 眼睛会瞎掉 只是让苏璇没有想到 这天潜到了这个世界 竟然会变得如此恐怖残忍 无论是凡人还是修士 眼睛都是一个人最脆弱的地方 其中的痛苦 恐怕比凌迟还要痛苦万倍 不能把它驱除掉 或者是想办法帮你抵挡吗 苏璇望着小瞎子的眼睛 小心翼翼地对着他问道 不能 这天潜就跟天结一般 只要有人干扰 不但会殃及干扰之人 而且还会让天潜的强度 变得更加凶猛 小瞎子摇了摇头 对着苏璇说道 用臂结单也不行 苏璇又对着小瞎子问道 他身上还带着一些臂结单 甚至还有几枚极品臂结单 连缘英镜天结都可以抵挡五成以上 只是 小瞎子听了后 却依然对着苏璇摇了摇头道 没有用的 若是臂结单有用的话 我上青门也不会从上古 超级宗门 沦落到如今的地步了 苏璇听后觉得 也是 毕竟上青门能够在上古时候 连六道传送阵这般的宝物 都能够拥有 又怎么可能会找不到臂结单 来帮他们抵御天潜 其他的不说光是靠着这一手 出神入化的推演功夫 都不用自己用来寻宝 寻找机缘什么的了 只要帮一个大势力推演上一番 都能够随便换来几枚臂结单 你这到底推演了什么 会让天到降下 如此恐怖的天潜 苏璇再一次对着小瞎子问道 我推演了苏宗主接下来 在这神木之中 该何去何从 小瞎子对着苏璇说道 我该何去何从 苏璇疑惑地对着小瞎子问道 自己这一路上小瞎子不是一直 都在帮着自己推演吗 若不是小瞎子帮着苏璇推演的话 苏璇还不一定能够获得这么多的收获呢 以前为什么没有天潜 为何这一次又变得如此恐怖 实不相瞒 还在进入这神木之时 小瞎子在帮南里姐姐的推演之中 就看到了苏宗主 跟南里姐姐的命运之中 有了一些说不清 到不明的牵绊 小瞎子对着苏璇说道 当初倒是听你们说过 苏璇对着小瞎子说道 当初他们还未进入这神木之时 苏璇就听到过 南里游亭跟小瞎子的对话 当时小瞎子就说 只有苏璇才能帮南里游亭 进入第七层去 而当初的苏璇 最后的目标也就是 定在能够进入第五层 连第六层都不敢仰望 更不要说那第七层了 毕竟他的实力 那时候有限 也没有小黑小木鱼这般的帮手 同时苏璇还在想 那南里游亭去第七层 肯定是觊觎着 那第七层的通天灵宝练魂番 那时候的苏璇 还想着要如何才能够 阻止南里游亭呢 谁曾想后来 竟然发生了那么多事 而苏璇最后还答应了 要跟南里游亭合作 我不是已经答应了他 跟他一起 进入那第七层 去闯上一闯吗 这还有什么可不算的 苏璇又对着小瞎子问道 那南里游亭要的 又不是那通天灵宝练魂番 而是那神帝的尸身 这尸身离开了那王座 小黑他们才能够夺回 这七恋神功的控制权 彻底地斩断 这七恋神功 跟那神帝的联系 苏璇跟南里游亭的利益 并不冲突 有着共同的目标 苏璇实在是想不通小瞎子 为何还要冒着被天遣的威胁 不算自己跟南里游亭的牵绊 而且 最后还把自己搞成了这样 不 不是小瞎子 非要推演苏宗主 跟南里姐姐 而是 在小瞎子的推演下 苏宗主接下来的日子里 几乎每一步 都跟南里姐姐有关 你们两人的命运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就像是两根缠在一起的线 道不清 理还乱 若是苏宗主 跟南里姐姐一起面对的话 将会适时顺利 会获得天大的好处 若是南里姐姐 要是有个什么 三长两短的话 苏宗主接下来的神木之行 也会变得困难重重 而且 还有可能后悔终生 更不可能 会彻底地掌控七恋神功 小瞎子 对着苏璇说道 每一步 都会跟他有关 苏璇不敢置信地 对着 小瞎子问道 这小家伙说的 实在是太离谱了一些 若不是看着 小瞎子的眼睛处 还在不断地冒出鲜血 还在承受着 小剑凌迟 电弧烧焦血肉的痛苦 苏璇都要以为 这小家伙 是念旧情 敢进南里友廷 把他带进了这神木 故意把苏璇 跟南里友廷 绑在一起了 不错 就比如 接下来要寻找的 那第四层的气灵 苏宗主便会遇到 南里姐姐 而且 还会跟他 生出一场奇缘来 若是苏宗主 跟南里姐姐 乐了这一场奇缘 不但能够找到 那第四层的气灵 就连第五层 炼心界的气灵 也会被苏宗主 一起擒获 若是不能乐了 这一场奇缘的话 不但南里姐姐 要陨落在这神木之中 苏宗主也会 永远都找不到 那第四 第五层的气灵 小瞎子 对着苏宗再次说道 你的意思是 这次我 必须要救他 苏宗对着 小瞎子疑惑地问道 第177张天前 与咒术 你的意思是 这次我 必须要救他 苏宗对着 小瞎子疑惑地问道 不是他不相信 小小瞎子 而是小瞎子不知道 苏宗卷 却知道那 南里游亭的身上 带着一个 十亿战力的老怪物 拥有如此的存在 苏宗很难想象 南里游亭 这次会遇到 何等的危险 竟然需要自己去救他 而那十亿战力的存在 都救不了他 更何况是自己 只是 小瞎子 却对着苏宗 用十分肯定的语气 对着苏宗说道 不错 苏宗主 必须要去救他 还请苏宗主 相信小瞎子 一定要相信小瞎子 苏宗主救了南里姐姐 一定会获得 天大的好处的 还请苏宗主 看在小瞎子 受了这般天谴的痛苦之下 一定要相信小瞎子 小瞎子 越说越是激动 甚至着急的眼睛里 流出了泪水来 泪水伴着鲜血 让苏宗 不由得都是心疼不已 好了 好了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那我要到哪里 才能够找得到他 苏宗对着小瞎子安慰道 选择了相信小瞎子 苏宗主向西 而行就是了 当苏宗主 遇到了南里姐姐之后 也就是奇缘的开始 而那第四层 和第五层的气灵 就藏在那奇缘之后 只要苏宗主了那一场奇缘 他们自然便会现身 小瞎子 对着苏宗说道 说完之后 他又对着苏宗提醒道 因为这一次情况特殊 苏宗主最好 只带奴仆和灵虫就行 其他人的话 还是不要带了 这 好吧 苏宗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又答应了小瞎子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此时的自己实力 已经堪比划神强者 小黑那家伙 又已经被自己 给变费为宝 拥有一千万的战力 然后再加上自己 还有一百多只 身具剧毒的金丹级凌峰 其实代不代于小婉等人 其实都一样 你这眼睛上的天浅 还要多久 才会结束 苏宗又对着小瞎子问道 苏宗主 不必为小瞎子担心 多则半年 少则三月 这天浅自己 便会结束了 小瞎子 对着苏宗笑着说道 此时的他 明明十分的痛苦 却还要挤出一丝笑容来 安慰苏宗 什么 多则半年 最少都要三个月 苏宗望着小瞎子 那双闪冒着鲜血 时不时还发出 焦臭味的眼睛 大惊失色地说道 这痛苦 看着都让人心惊不已 苏宗很难想象 这孩子 竟然还要承受 最少三个月时间 难道就真的 没有任何的办法了吗 苏宗对着小瞎子问道 小瞎子 是为自己推演 才搞成这样的 如此的痛苦 他实在不忍心 小家伙 在承受这般久 办法 除非是能够回到上古之时 在我上清门没有 遭受到那次大劫之前 或许会有那个可能 只是可惜 小瞎子 对着苏宗苦笑着说道 你的意思是 上古之时你 上清门有着 躲避这天谴之法 苏宗吃惊地 对着小瞎子问道 只是 小瞎接下来的话 却让苏宗更加震惊 不不不 不是躲避这天谴之法 而是将这天谴 修炼成一种咒术 化为攻击手段 小瞎子 对着苏宗说道 边说 还边掏出了 一本金色的书籍来 那书籍十分的古老 更是十分的残破 仿佛一阵风 就能够吹散 化为灰烬一般 只是 他才被小瞎子 一掏了出来 苏宗的脑海里 就再一次地想起了 系统的提示声来 丁 发现金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这是功法 若他真的是功法的话 那岂不是他 曾经是一部天级功法 而要是能把它变废为宝的话 那岂不是 又是一部神级功法 苏玄听到系统的声音之后 震惊无比地想到 想到这里的苏玄 不由得再一次打量起 那残破不堪的书籍来 这修炼界 可没有什么书籍 所有的功法 秘籍 都是记载在御蝶之上 一来御蝶的撰刻 只需要用修饰的神识 很快便能够撰刻出来 而来御蝶不但小巧 巴掌大一块 便能够储存几百万字 甚至上千万字的信息 方便携带 而且 御蝶还不会像书籍 那般容易损毁 不错 这确实是我上青门上古 遗留下来的功法 而这部功法 原本是有两部分的 一部分 乃是推演天机之道 另外一部分 便是解决天谴之法 想我上青门上古之时 就因为有了这部完整的功法 不但推演天机之道 天下无双 而且自身实力 也是十分强大 曾经称霸上古一时 比起如今的四大圣地 还要不知强大多少倍 因为 我等可以把天道降下来的 天谴修炼成咒术 对敌时用咒术攻击敌人 百万里之外 也能杀敌于无形 只是可惜的是 我上青门 在几十万年之前 遇到了一场大劫 这部功法 也在大劫之中失落 如今就只剩下了 这推演之道 还剩下一点皮毛 小瞎子 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听后 更是吃惊不已 毕竟小瞎子只是 修炼了一点皮毛的推演之道 自己就已经获得了 那么多的好处 若是把这部功法 变废为宝了的话 小瞎子再一修炼 那还了得 你的意思是 只要你修炼了 这完整的功法 这天谦 不但不会再继续折磨你 而且还能够 被你所驱使 谁要是跟你为敌 你就可以让他也承受 跟你一般的痛苦 苏璇又对着小瞎子问道 若是真的这般的话 那小瞎子 还有什么不敢推演的 反正天谦又不会 落到他的身上 而且 越是强大的天谦 越是能够提升 他的实力 到时候 他的咒术再修炼成了 这小家伙 绝对会成为 试问还有几个修士 敢招惹他 只是 小瞎子 却对着苏璇说道 怎么可能 才只是承受 跟我一般的痛苦 若是有完整的功法的话 我们能够 将这天谦的威力 提升到一百倍 甚至更强的程度呢 只是可惜 小瞎子 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而苏璇听后 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百倍 甚至更强 这般厉害的吗 那能不能 将这功法 给苏某看看 苏璇对着小瞎子问道 第178章三清合一 那能不能 将这功法 给苏某看看 苏璇对着小瞎子问道 这 小瞎子 似乎有些犹豫 不是他太小气 而是这乃是他 上青门遗传的 唯一功法了 传承了几十万年 还从来没有给 任何一个外人看过 不过转念一想 就他上青门这破功法 修炼起来慢就算了 还没什么攻击力 没什么攻击力 就算了 唯一的一个补算 还弄得不好 就要遭来天谴 承受比凌迟 都还要的天谴之苦 估计也就只有 自己这种天生眼睛瞎了 天赋还差得要命家伙 才会修炼 其他人的话 不要说苏璇了 恐怕扔到了地摊上 只要不是有 受虐倾向的修士 都不可能 选择修炼功法 胆紧交给了苏璇 只是若是他知道 这功法原本是一部 天级功法 而且到了苏璇的手中 马上就会变成 一部神级功法 他还会不会这么想了 又还会不会 给他这般爽快 苏璇在 拿到了那功法之后 便对着小瞎子说道 等我一会儿再还给你 说完之后 就带着这功法 离开了这里 不是 苏宗主 小瞎子见此 对着苏璇喊道 胡青爵却是 再次对着他说道 放心 你吃不了亏的 说不定咱们 宗主一会交还给你的 就是一部完整的功法呢 不是 胡大哥误会了 我不是担心 苏宗主拿走了功法 而是担心 苏宗主修炼了这部功法 耽误了他上好的天资 得不偿试 小瞎子对着胡青爵说道 不是他不相信胡青爵 而是这上青门的功法 已经失传了几十万年 这几十万年里 多少精彩绝艳的 上青门弟子 想要将这部功法补全 最后都只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想要补全 这部功法 除非回到那场大劫之前 找上青门的前辈们 才有那个可能 所以 他更加担心的是苏宗 会修炼这功法 耽误了苏宗 只是 他不知道的是 苏宗若是没有系统的话 恐怕还不如他呢 而他最不相信的补全功法 苏宗已经开始 用系统行动了起来 系统 我要变费为宝这部功法 苏宗回到了自己的时事 就赶紧对这系统命令了起来 丁 宗主要变费为宝 金色品及废品 上青太玄金 需要耗费三十万声望 耗费较大 请问宿主 确定变费为宝 确定 随着一声确定声响起 那原本 还破旧不堪的金色书籍 便在那神秘力量的恢复下 开始变费为宝了起来 残破的书页 开始变得完整了起来 原本薄薄的一本 也变得越来越厚实 短短的半炷香时间之后 随着系统丁的一声响起 丁 恭喜宿主 耗费三十万声望 成功将金色品及废品 上青太玄金 变费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三青太玄金 三青太玄金 神级功法 共有上青片 太青片 欲青片三部 每一部皆是天级功法 三青合一 变成神级功法 同时天空中 也再次聚集起 一阵阵的结云来 哈哈 果然是神级功法 苏璇望着手中 变费为宝后 三青太玄金 哈哈大笑了起来 同时 他也感应到了 神级功法成型之后的雷结 赶紧向着外面 冲了出去 毕竟这里不是天玄山脉 乃是练血剑 他们所处的山洞里 就有一条地下岩浆暗河 万一又像是上次那般 被雷结 把自己锁住的石室 给劈坏了石宿 劈碎了石室 引起岩浆暗河倒灌 自己滚在了岩浆之中 那乐子可就大了 苏璇才一冲到了洞口 天空中的结云 也就已经汇聚完成了 这一次的雷结 竟然比上一次 苏璇变费为宝出那 阴阳两仪相生负 还要恐怖 厚厚的雷云遮天蔽日 整整地覆盖了百里有余 一道倒水桶粗细的劫雷 在劫云中穿梭游走 仿佛要劈碎这世间的一切 卧槽 不是吧 这雷结恐怕都已经达到了 金丹境巅峰境阶 到原因境天结的水平了吧 这么猛的天结 那这功法还了得 苏璇望着天空中的 劫云不由地想到 随着他的想法 才一落下 一道道天雷 就不断向着苏璇落了下来 一道 两道 三道 八道 九道 最后 足足九道水桶粗细的天结 向着苏璇砸了下来 每一道都带着天道 无尽的威压 似乎不将苏璇手中 才刚刚变费为宝出来的 三清太玄金 给劈成碎片 就不会善把甘休一般 每一道都有着水桶粗细 每一道 都似乎能够 秒杀以为原因境强者 这天结如此的厉害 肯定会比那阴阳两仪相生负 还要厉害几分 看来一会儿 还得要复制出一份来才行 苏璇如是地想到 这毕竟是神级的功法 落到了苏璇的手里 苏璇怎么可能不会心动 至于说这功法 是上清门的 那也只是一部 残缺不全的天际功法而已 自己让他上清门一部 残缺不堪的天际功法 变成了如今的神级功法 他们难道 不应该感激自己 若是他们不知好歹 还跑来质疑 苏璇复刻了他们的功法的话 苏璇虽然自认为 不是什么坏人 但是 也绝对不是什么烂好人 真有那个时候 就算是小瞎子 帮了苏璇不少忙 苏璇恐怕也要对他们说对不起 大不了杀了他 再培养出一个小瞎子来 也不是不可以 九道雷杰疯狂地砸了下来 不过在苏璇如今 拥有堪笔画 神经的实力面前 却有些不够看 随手一挥 一道清廉虚影 便浮现在了苏璇的身后 九道如同水桶粗细的雷杰 落在了那清廉虚影之上 气势十足的九道天雷 却让那清廉虚影 连晃动一下都做不到 落到上面 便被反弹了回去 然后苏璇再随手一挥 一道青色剑气 也向着那百里杰云劈砍了过去 直接霸气的一剑 就将那杰云给劈成了两半 然后缓缓消失在了空中 天道而已 也不过如此 苏璇收起了清廉虚影之后 微笑着说道 就是这般的霸气 只用了一招 苏璇便解决了原因强者 都要小心面对 还有可能陨落在其中的天解 然后复刻一份三清太玄金之后 这才带着便废为宝后的 三清太玄金 向着小瞎子的时势 走了过去 而此时 那小瞎子 却还不知道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了 这功法还给你 相信 以后你应该不会 再受天遣之苦了 第179章天遣花印 相信 以后你应该不会 再受天遣之苦了 苏璇对着小瞎子说道 将三清太玄金 扔给了小瞎子 这功法 小瞎子 拿过了功法之后 用手一摸 他的眼睛 虽然看不见 但是却也能够感觉到 直接后竖呗 以前的功法 最多只有此时的 一成的厚度 但是功法上的气息 却又分明 跟他前不久 给苏璇的那部残破的功法 一模一样 上面 不但残留着他自己的气息 甚至他还能从上面 嗅到他师父 留在上面的穷酸气息 也就是说这功法 绝对是他前不久 交给苏璇的那部 哈哈 现在 相信我家宗主可以将你上青门的破功法 给补全了吧 来来来 相信你小子 也不可能 看到这功法上 写的是什么 就让你胡大哥 给你好好读上一读 胡青爵 对着小瞎子说道 他原本也是一片好心 毕竟小瞎子眼睛是瞎的 虽然不知道以前他的功法 究竟是怎么学来的 但是 此时这书籍上的字迹 胡青爵觉得 他应该是不可能看的剑材石 只是他才翻开了那功法 看了一个介绍和目录 马上就收起了功法来 颤抖着把功法 还给了小瞎子 我收回我刚刚的话 这不是什么破功法 小瞎子对不起 我收回我刚刚的话 而小瞎子 也赶紧接了回去 翻开了那不便废为宝的功法来 他用手一个字 一个字的 小心翼翼地抚摸了过去 此时的胡青爵才发现 这不功法似乎 专门为他 这种眼盲之人设计的 竟然有着稍微的凸起 小瞎子 只要用手一摸 便能够认出上面的字迹 这不是我上青门的上青太玄精 而是三青门的三青太玄精 小瞎子 激动无比地说道 虽然上面的气息 跟他刚刚给苏玄的那不功法 一模一样 但是此时的他 却还是断定 这不再是刚刚那不功法 你的意思是 我家宗主 把你上青门的功法给换了 他这话胡青爵就不爱听了 对着小瞎子就怒怼了起来 这种事怎么能说出来呢 哪怕就算是 他家宗主这样干了 你小瞎子都不能说出来 小瞎子听了之后 赶紧对着胡青爵解释了起来 胡大哥不要误会 小瞎子 我绝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苏宗主不但把我上青门的功法补全了 而且还将原本就缺失的 灵界三青门的功法 也给补全了出来 识不相瞒我上青门的上青太玄经 原本就是来祖师自灵界带来的 三青太玄经的其中一部 只是祖师当初掉落到此界之时 自己境界也从合体起 跌落到了化神境 记忆更是缺失了一大半 所以他记忆里的功法 也就从三青太玄经的其中一部 上青太玄片 而苏宗主现在给我的 不但已经补齐了原来的上青片 就连太青片 与青片也一并补齐了 此时的功法 比以前的厉害了十倍都还不止 我感激苏宗主还来不及 又怎么敢怀疑苏宗主 小瞎子对着胡青爵激动地说道 那太青片和玉青片也很厉害吗 胡青爵赶紧又对着小瞎子问道 小瞎子的补算的厉害 他可是亲眼所见 就更加不要说 还能诡异地将天前变成咒术了 这上青片就已经那么厉害了 另外的两片肯定不会差 当然厉害太青片的单道 分为内丹和外丹 内截金丹 外炼丹药 除了修炼功法之外 更有着各种各样的 单方单诀等等 有了这太青片 小瞎子的天赋再差 也有信心 在二十年内 进阶到金丹静王 小瞎子对着胡青爵 信心十足地说道 据他上青门祖师说 这三清太玄晶 就算是再灵界 也是不可多得的顶级功法 再灵界随随便便 就能好修炼到合体气 稍微有点资质的 便可以修炼到大成气 天赋妖孽的 甚至修炼道度节气 成就先人为 飞升仙界 都有可能 而玉清天的寝神 更是能够在遇到危险之时 请动前辈大能的神灵 附身在后辈修士的身上 借助前辈高人的实力 来帮助后辈修士 度过难关 这般的厉害吗 听到这里的胡青爵 震惊不已地说道 同时看向了苏璇 用眼神对着苏璇询问 他是真的害怕 苏璇太大方 把这般的功法 便废为宝了之后 就直接交还给了小瞎子 放心 苏璇对着他 比了一个放心的手势 幸好老子刚刚 复刻了一份 同时庆幸自己 刚刚留了一个心眼 毕竟那单要单方之类的 就能够让苏璇 和天玄宗的弟子 受用无穷了 其他的不说 中天花就特别需要 至于说 玉清天的能够 请动前辈高人上身 借助前辈高人 一部分实力 虽然说他天玄宗 此时还没有什么 前辈高人 但是却也可以给 实力低微小弟子用 他苏璇 就是天玄宗的高人 到时候 要是有那个小弟子 有了危险 苏璇便可以附身 在他的身上不是 这么说来那以后 你是不是 都不用担心会遭天遣了 苏璇对着小瞎子问道 那是当然 只要有了 三清太玄金的上清天 小瞎子就不用担心不说 还会盼着天遣来得 更猛烈一些呢 小瞎子对着苏璇说道 有了完整的上清天 再厉害的天遣 他都可以修炼成咒术 越是猛烈的天遣 修炼出来 咒术边会越是厉害 他哪里还用得着 在担心这天遣 那你赶紧修炼吧 等你好了之后 咱们再把你的眼睛也给治好 苏璇又对着小瞎子说道 啊 我 我 我真的可以修炼这功法 小瞎子听了苏璇的话后 不敢置信问道 幸福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 哪怕此时这功法就在他的手中 此时他也有些不敢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望着小家伙 一副怀疑的样子 苏璇总算是放心了 现在他是可以确定 小家伙肯定不会不知好歹的 至于说他那瞎子师父 若是胆敢反对自己 复刻他上青门的功法 他又没有帮过苏璇做任何事 苏璇对他出手 就更加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了 这功法原本就是 你上青门的 你都不能修炼谁 还能修炼 赶紧修炼好了 苏某还等着你 以后给苏某补算 更加重要事情呢 苏璇摸了摸小瞎子的头 对着小瞎子说道 小瞎子听了之后 这才相信这是真的 激动无比地对着苏璇说道 好的好的 小瞎子马上就修炼 马上就修炼 说完就迫不及待地 开始修炼起 这三清太玄精的 上青篇的咒术来 而随着他的修炼 原本在他眼睛之上的天前 很快就被他的一道道法觉打出 从他的眼睛上 引到了他的手上 化为一道咒印 被封印了起来 他的眼睛上 终于不再冒出现血 更没有了那种 时不时地就发出一阵阵 血肉烧焦的味道 第180章 又见南里 更没有那种 血肉烧焦的味道 这这这 我这么快就好了吗 小瞎子不敢置信地说道 虽然他眼睛上的疼痛还在 但是 却不再是如同比凌迟 还要痛苦千百倍的那种 这一点的痛 对于他这种 已经承受过那种痛苦的人来说 简直就跟蚊子 盯了一下轻松 不错 恭喜恭喜 你已经好了 苏璇和胡清爵 对着小瞎子说道 苏璇甚至 还用系统再次查看了 小家伙的战力 小瞎子 筑基竞初期 功法 三清太玄金 战力 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九 此时他的战力 竟然已经达到了一万一千多了 虽然说一万多的战力 比不上于小婉 胡清爵这些天才在筑基竞的战力 但是一万多的战力 却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筑基竞修士了 多谢苏宗主 多谢苏宗主 要不是苏宗主的话 小瞎子这辈子 都不可能摆脱天前的痛苦 小瞎子对着苏璇说道 感激地跪在了苏璇的面前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无论如何 也不能忘了苏璇的大恩大德 无论如何 也要想办法 报答苏璇 而他才这般一想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宿主将三清太玄金 送给了小瞎子 宿主在小瞎子心中 声望再次提升 恭喜宿主声望 加号5000000 哈哈 花了30万 赚了50万回来 而且还有 苏璇听着系统的声音 十分满意地说道 这次声望虽然赚得不多 但是不要忘了 苏璇还赚到了一部神奇功法 就更加不要说 当小瞎子带着这部功法 回到外界的时候 让他那老瞎子师父看到之后 苏璇还有可能从老瞎子那里 获得一些声望 但是 苏璇却没有满足 他太需要声望了 一旦有刷声望的机会 苏璇就不会放过 对了 你这眼睛 苏璇又对着小瞎子说道 苏宗主放心 等回到外面 小瞎子马上就找人治疗眼睛 小瞎子对着苏璇说道 在这修仙界 断肢重生 都是轻而易举 要治好他的眼睛 并不是什么难事 而现在 他也不用担心这天谴之苦了 自然也就不用 再让自己瞎着了 只是 等他的话才刚刚说完 胡青爵就对着他说道 你是看不起 咱们家宗主的医术吗 还要跑到外界 去找人治 啊 不不不 胡大哥 小瞎子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 小瞎子只是觉得 觉得这样的小事 没必要麻烦苏宗主 小瞎子赶紧对着 胡青爵解释道 好了 好了 小家伙是老师啊 你就不要开他的玩笑了 最后 还是苏璇帮他打了原场 来来来 你过来 苏某这就给你治疗 苏璇又向着小瞎子说道 还没有等小家伙答应 一道神秘力量 就向着小瞎子涌了过去 也不管这小家伙 好意思不好意思 叮 宿主耗费350声望 成功将小瞎子变费为宝 才花了300多声望 苏璇望着眼前的小瞎子 不由地想到 说实话 他已经很久都没有 用过这么少的声望了 没有办法 这小家伙的天赋 实在是太低了 而且 修为也只有 助激进出气 所以花的声望 自然也就不会耗费多少 这不由地让苏璇担心起来 在小家伙的身上 刷不到多少声望了 只是 小瞎子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就高兴地又叫又跳了起来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我的眼睛真的能看见了 哈哈 我的眼睛真的能看见了 原来能看见这个世界 竟然是如此的美好 小家伙激动地又叫又跳 到了最后 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虽然说 这山洞中的世界 是那么的单调 除了岩石之外 就只有一条岩浆暗河 除了灰不溜秋的石头 就是火红的岩浆 但是 此时在小瞎子的眼睛里 就如同是看到了 最美海的画卷一般 没有办法 小家伙从生下来 眼睛就是瞎的 这是他第一次 睁开了眼睛看世界 所以 这一刻在他的眼里 任何东西 都是灿烂绚丽的 他睁大了眼睛 看什么都觉得兴起不已 我的天赋 我的天赋 好像也增强了不少 等到看了好久之后 小家伙才终于发现 自己的天赋 也增加了不少 虽然说 他的天赋 在苏璇此时的系统评判下 只是从以前的白色品级 变成了绿色品级 提升得十分的有限 但是却依然让小家伙激动不已 而他这一激动 他就更加的感激苏璇 他更加的感激苏璇 苏璇获得的声望 也就越多 丁 宿主让小瞎子 能够看到这个世界 小瞎子对宿主感激不已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 加号5000000 丁 宿主让小瞎子的天赋 提升一个等级 小瞎子对宿主感激不已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 加号5000000 哈哈 又是两个50万 没有想到啊 没想到 没想到 这次只花了300多声望 竟然收获了100万 苏璇听着系统里的声音 高兴无比地想到 他原本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了 毕竟小家伙变费为宝 花费的声望实在是太少了 谁知道竟然会有如此大的意外惊喜 这一刻 苏璇看小瞎子的眼神都变了 觉得这小家伙 简直就是自己的福星 等到把小瞎子的事解决完之后 苏璇也该出发了 把小家伙推演的结果 给本宗主 苏璇对着胡青爵说道 胡青爵赶紧把刚刚 小瞎子推演的那张纸条 交给了苏璇 苏璇拿过来一看 那纸条上不但给苏璇写好了路线 而且还写好了时辰 甚至 一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东西 让苏璇要做那些准备 到时候遇到了危险之后 又要怎么解决都写得清清楚楚 苏璇还从未见过 有人推演会推演的如此的详细 这也就怪不得 这小家伙会遭来了天谴了 拿起了那纸条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身上了之后 苏璇赶紧带着小黑和小木鱼 向着小瞎子不算好的方向赶了过去 因为小瞎子给苏璇所推演的 天黑傍晚的时分 他就能够遇到那南里游亭 所以 苏璇出了这山洞之后 就马不停蹄地赶路了起来 甚至连这地炼血界的炼血之痛 苏璇都已经顾不上了 强忍着血液里的不适 飞快地向着那方向飞了过去 等到傍晚之时 苏璇终于在一处火山口的位置 见到了那南里游亭 此时的他 正在被十多二十只的金丹镜 林葵围攻着 这十多二十只金丹镜林葵 只是金丹镜初期的战力 每一只只有七八万的战力 虽然数量上不少 但是对于南里游亭这种 拥有一千多万的战力强者 却是没多大的威胁 所以 苏璇并没有现身帮他 对付那些林葵 而这几十只林葵 也很开被南里游亭给搞定 搞定了之后 这丫头都不带任何停留的 就又飞快地向着那山谷的深处赶了进去 第181章滚开 老子要入虎穴 老子要得虎子 搞定了之后 这丫头都不带任何停留的 就又飞快地向着那山谷的深处赶了进去 就连一路上 好几株生在路边的火属性的天才地宝 他都没有采摘 要知道 他的天赋 可就是火属性的 修炼的功法 也是火属性的 这么着急的吗 那下一刻 他是不是就该遇到一片竹林 和温泉了 苏璇望着南里游亭的背影 喃喃自语道 赶紧跟了上去 很快 苏璇就感觉到了一股 熟悉的气息 这股气息 让苏璇血液之中 难受无比的炼血之痛 瞬间就减轻了不少 与此同时 一道道轰隆隆的水声 也开始在苏璇的耳朵边响起 主人 不要 不要再往前走了 小黑似乎也感觉到这种气息 赶紧对着苏璇提醒道 是老四 绝对是老四在这里 他很可能在这附近 而且还布置了陷阱 小沐鱼也对着苏璇说道 两个家伙全都紧张了起来 两个家伙的提醒 苏璇不由地就响起了 上一次遇到小沐鱼的危险来 只是 如果老四和老五没有在这里 苏璇都未必会来到这里 此时又怎么可能会退缩 很快 一大片翠绿的竹林 就出现在了苏璇的眼前 咦 这第四层什么时候 有了这一片竹林呢 小黑望着那一片竹林 不由地问道 要知道 在这第四层 因为到处都是火山 岩浆的原因 整个世界都到处都是一片灰蒙蒙 又或者是火红的颜色 不要说岩石 山穿了 河流了 就连花草树木 都只有这两种颜色 不是灰蒙蒙的 就是火红色 这一片翠绿的竹林 出现得实在有些突兀 难道是五妹也在这里 小沐鱼似乎猜到了什么 对着小黑问道 嗯 很有这个可能 小黑也点了点头道 二人聊到了这里 不由地变得更加的紧张了起来 纷纷对着苏璇说道 主人 咱们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 是啊主人 若是一个老四的话 咱们或许还有办法对付 但是老五在这里 你们的五妹很厉害嘛 让你们二人都这般的害怕 苏璇却继续往前走着 小瞎子的推眼里 原本就有这片竹林 若论打架的话 咱们二人都不会害怕他 但是 小黑对着苏璇说道 但是什么 苏璇对着他再次问道 但是他的本体 乃是一面幻星镜啊 一旦陷入了他制造的幻境之中 你心中无论想要什么 马上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然后 等到你最无防备的时候 就是他偷袭你之时 小黑胆战心惊地对着苏璇说道 是啊主人 我家五妹 简直是防不胜防啊 主人 提起五妹的幻境 小木鱼也不由地瑟瑟发抖了起来 很显然 这两个家伙 没少在他们五妹的手上吃大亏 只是 苏璇在听了他们的话之后 却依然继续向着那竹林走了过去 纵然知道这一行 肯定会凶险无比 但是还是那句话 富贵险中求 穿过了竹林一间林间小屋 映入了苏璇的眼帘 小屋四周 种植着各种奇花异草 若是小瞎子在这里的话 肯定会被眼前五颜六色的美景 看到热泪盈眶的 毕竟 那小家伙只是在山洞中 看到了两种颜色 就是那般的激洞 小木屋的不远处 还有着一口水池 那水池中正冒着滚滚热气 水池的上方 还有这一颗龙头 温热的热水 正哗啦啦地流入着水池之中 似乎在不远处 有着一口温泉 被接通到了这里 而那温泉之中 不断地释放了出来 只是嗅上一口 就仿如能洗尽 所有的疲劳和烦闷一般 与此同时 那男离游亭 正缓缓地解下了身上 原本就不多的衣衫 作为一名男将女子 原本就喜欢洗澡的她 自从进入了这神木之后 就从未有过好好的洗过了 如今看到这般的温泉 然后又有一种 能够赶走了她体内的练血之痛 赶走了她的烦闷 赶走了她的疲劳的清零之力 她哪里还有半分的抵抗之力 少女的天性 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 所有的高冷都在这一刻 望得干干净净 三下五去二的 就把她的豹纹小果 给扔在了一边 至于说 身后会不会有人 她似乎从未想过 迫不及待地跳进了水池 就在温泉之中 欢快地细水了起来 卧槽 这到底是幻觉还是现实啊 苏萱望着眼前的一切 不由地想到 她发誓她绝对不是LSP 也从未想过 想要看到这一幕 但是 眼睛却又偏偏不听她的使唤 时隐实现的曼妙深姿 加上烟雾缭绕的温泉 哗啦啦的水声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画卷 让苏萱看得 原本被清零之力 压下去的练血之痛 竟然也有了一丝 就要抬头的样子 让苏萱明显地感觉 自己的血液 似乎加快了速度 快要从鼻子里流了出来 只是 就在苏萱正津津有味地 欣赏着眼前的画卷之时 突然 那原本还在水池之中 嬉戏的南里有亭 仿佛被什么东西给吸引了似的 突然看向了远处 然后 就不再有任何的动弹了 死死盯着前方 一动不动 她这是在看什么 苏萱也望向了她的前方 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那水池还是那水池 竹林也还是那竹林 林中木屋 也还是那木屋 她难道是身陷老五的幻境中去了 小黑对着苏萱说道 嗯 很有这个可能 小木屋也难难地说道 啊 你们怎么不早说 听到他们这般一说 苏萱马上就想起了小瞎子所说的 一定要救下这南里游艇来 她可不想 因为这女人的陨落 就让自己不能获得 这凄恋神功的彻底控制权 赶紧向着那水池冲了过去 这一幕 可吓坏了小黑和小木屋 赶紧一把将苏萱拖住 主人 你不要命了 那是妩媚布置的幻境 布置的幻境啊 两个家伙对着苏萱说道 他们跟苏萱的 可是性命相连的 要是苏萱陨落在了幻境之中的话 他们也就活不成了 只是 苏萱此时 哪里是 他们能够拉得住的 滚开 老子要虎穴 老子要得胡子 老子要长驱直入 第182章 不只是老四 老五 老子要长驱直入 苏萱如何不知道 这是一个陷阱 一个由第五层和第四层 两个气灵 联合布置的陷阱 一个将会比第三层时 遇到小木鱼之时 更加凶险的陷阱 只是奈何从小瞎子的推演中 自己却必须要救下 南里游亭才行 所以 哪怕明知道是陷阱 苏萱也只能硬着头皮 往里面跳 一脚踢开了 小黑和小木鱼两个家伙 便向着那南里游亭 冲了过去 完了完了 咱们主人 这一下肯定完定了 小黑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原本以为 咱家主人身边 已经有了两个角色女子 应该不会干出 这般看见漂亮女子 就走不动到的事来 谁知道还是 谁知道还是中了美人计 红颜祸水 红颜祸水啊 小木鱼也是垂手顿足地说道 现在 咱们怎么办 小黑又对着小木鱼问道 还能怎么办 赶紧退出去 不然的话 我们一旦也陷入了幻境之中 那就真的没救了 小木鱼对着小黑说道 此时的他们 也不敢再上前 去拖着苏萱了 那幻境 可不只有那水池之中 这整个竹林 都乃是他家五妹布置的幻境 所以 此时两个家伙 不但不能向着苏萱追了上去 阻止苏萱 而且 还得要赶紧向着外面退去才行 两个家伙 飞快地向着外面退了出去 只是 还没有等两个家伙 退出了这竹林 一道道兮兮的女童声音 却已经在竹林之中响了起来 兮兮 二位哥哥 怎么见到小妹 连救都叙不一下 就要走了呢 二人一听 顿时面容大变 不约而同地 赶紧向着那女童声音 传出之地 攻击了过去 只是 两个家伙的攻击 却全都落到了空出 不但没有攻击到他家五妹 反而是他们身边的竹林中的竹子 在这一刻 竟然却全部变成一只只金丹靖灵魁 这些金丹靖灵魁 竟然全部都是金丹靖巅峰的存在 足足五六百只 而这些灵魁 才一显露了出来 便举着手中的法宝 向着他们冲了过来 不过两个家伙一见之后 却是不经反省 哈哈 看来她的幻术 只够控制住主人河南黎姑娘 就这几百只灵魁 咱们根本就不用放在眼里 小黑和小沐鱼 最害怕的 就是陷入了幻境之中 然后被她家五妹偷袭 如今虽然说眼前的灵魁 有着好几百只 但是只是 跟一群灵魁战斗而已 两个家伙却没有什么害怕的 尤其是小黑这家伙 他的修为 已经被苏璇给恢复了 拥有着一千多万的战力 更有着可以将这些灵魁 小短手一招一股强大的力量 就出现在了她的头顶 强大的力量 向着那些而去灵魁 就要把他们 全部给传送了出去 只是下一刻 却是又一道 声音响了起来 大哥 不要费劲了 你再好好看看 这里是哪里 说完之后 一到阵盘 就缓缓地浮现在了小黑的头顶 卧槽 老二 你竟然也在这里 这里竟然是第四层的守护法阵 小黑的脸色 不由变得难看了起来 在他们的四周 此时已经没有了什么竹灵 水池 温泉 取而代之的 竟然是一座巨大的火山口 火山口外 还罩着一座巨大的守护法阵 他们更是已经不知不觉地 进入到了这第四层的守护法阵之中 哈哈 有了老三和你这两个叛徒 咱们不得不这样 与此同时 又是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竟然是一座八卦炉 那八卦炉 一边燃烧着熊熊火焰 一边却是冒出阵阵清零之气 不是他家老四 这第四层的气灵 又能是谁 随着八卦炉的出现 两个家伙血液里的那种炼血之痛 也顿时强大了数倍不止 小黑这家伙 被便废围饱了之后 还没有多大的感觉 小木鱼此时却已经 痛得满头大汗了起来 而这似乎 还不是最恐怖的 这里一下子 整个七炼神功的神功之灵 除了被那神帝打得失去了意识 然后又镇压在王座之下的老七 就只有控制着所有灵魁的老六 还没有现身 而老六跟老二关系最好 老二都已经在了这里 老六不可能不会在附近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老六也应该已经到了吧 小黑望着眼前的兄弟姐妹们问道 西西 大哥你猜呢 幻星静对着小黑 西西笑着说道 小黑的心说 你都已经说明了 这还用猜吗 只能苦笑着看着小木鱼道 看来咱们今天 不拼命是不行了 还得赶紧拼命才行 不然的话 咱们家主人被他们给控制了 咱们的以后的日子 可就惨了 小木鱼也苦笑着说道 此时的两个家伙 都开始拼命了起来 至于说 敌我双方实力差距太大 也就只能依仗着 七人揭示着神功之灵 任何一人死了的话 这七恋神功都要因他们的生死 而直接溃散掉 然后整个七恋神功 也会跟着一起溃散 兄妹几人 不会对他们下死手了 困住他们 果然 幻星静等人 见到两个家伙 拼命地向着他们冲了过去 根本就不跟两个家伙死战 而是带着数百只金丹静灵 源源不断地向着他们围攻了过来 这还不算什么 最关键的是 等小黑和小沐鱼两个家伙 击杀了一只灵魁 就又有一只补充了进来 击杀一只 马上就又有一只灵魁补充了进来 接连击杀了一百多只 这里的灵魁 竟然没有一丁点的减少迹象 怎么这么多灵魁 小黑对着小沐鱼说道 你难道忘了吗 这里乃是第四层的守护法阵 老六那家伙 肯定是在外面 指挥着源源不断的灵魁 从守护法阵外进来 小沐鱼对着小黑说道 这些守护灵魁 原本是不能进到守护法阵的 但是却可以在老六的控制下 进入守护法阵里面 完了完了 若是这般的话 咱们两个迟早都要灵力耗尽 然后变成案板上的鱼 小沐鱼对着小黑说道 你才是鱼 而且还是一条沐鱼 我还是指望 主人能够尽快地从幻境中 挣脱了出来了 要不然 我肯定会比你惨一百倍的 小沐鱼对着小沐鱼说道 如今两个家伙 似乎只能指望苏璇能尽快地 从幻境之中冲了出来 毕竟苏璇的实力摆在那里 只要苏璇的 一旦从幻境中脱困了出来 自己这几个兄妹 还不过苏璇一剑批的 只是他们的话才刚刚出口 那幻星镜就对着他们 再次嘻嘻地笑道 嘻嘻 你们觉得有可能吗 你家主人此时 已经在那幻境之中 早就已经乐不思数 现在你们就是进去脱 可是苏璇望着眼前的一切 努力地想要回忆起什么来 只是 却是什么都回忆不起来 而下一刻 苏璇的耳朵边 便响起了一声娇嘀嘀的声音来 快快 玄哥 快把你想要送给婷儿的那件报文小果 交给婷儿啊 第183章 满满圣物 快快 玄哥 快把你想要送给婷儿的那件报文小果 交给婷儿啊 你是在叫我吗 苏璇望着眼前的 对着自己巧笑奄然的女子问道 此时的她 陷入了幻境之中 竟然连自己姓什么都给忘记了 更加的不可能认识眼前的南黎尤婷 当然是叫你啊 难道还能叫别人不成 南黎尤婷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赶紧打开了自己的储物戒指 她曾经从那几只雪豹身上 取下来的一块报文瘦皮 赫然就在其中 姑娘稍等 苏璇拿出那块雪豹纹的瘦皮 对着南黎尤婷说道 怎么这么客气 玄哥 你难道连婷儿是你的未婚妻都忘记了吗 南黎尤婷巧笑奄然的说道 从苏璇的手中 接过了那雪豹纹的瘦皮 只是随手的两下子 便变成了一件小果 然后就当着苏璇的面 脱下了衣服 就换了起来 换好后 还对着苏璇问道 好看吗 边问 还边在苏璇的面前 转起了圈来 好看 姑娘真好看 那大长腿 那盈盈一窝的小蛮腰 那娇妹中 带着一丝的俏皮 当然 还有刚刚那换衣服的一览无余 此时试问 哪个男人又能无动于衷 更何况 一时间 竟然看得有些呆了 你这是怎么了 从那山崖下摔了下来 把自己给摔失忆了吗 连廷儿妹妹都不叫了 口口声声地叫起我姑娘来 男黎尤婷走了上来 亲热地抚摸着苏璇的额头说道 廷儿妹妹 摔下山崖 苏璇疑惑地对着男黎尤婷问道 对啊 你忘了 你为了救我 被南蛮竖精给打下 那山崖了吗 不过外公赶来之后 那竖精已经被外公给灭杀了 男黎尤婷又对着苏璇说道 给苏璇讲起了 二人是怎么认识的 苏璇竟然是南疆大族 苏家家主之子 还不到二十岁 就已经进阶到了金丹后期 最多五年 便能够进阶到元英靖了 更是此时已经拥有了 堪比元英靖强者的实力 从小 苏璇便被苏家给予厚望 花费了数之不尽的资源培养 五岁那年又被南疆第一势力 南延圣地 圣主说为清传弟子 跟圣主女儿 也就是眼前的女子 南里尤婷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一起长大 感情好到圣主夫人 亲自为二人做主 定下了婚约 这一次 他跟南里尤婷 在定下了婚约之后 还专门从南延 圣地赶往南蛮森林 给南里尤婷的外公 南蛮一族的蛮王报喜 结果在路上 竟然遇到了一株 堪比元英后期强者的 万年十人树精 南里尤婷一不小心 被卷入了树精的树枝之中 眼看就要被树精给炼化 还是苏璇不惜动用了禁术 才将南里尤婷救了出来 然后自己又一人 拖住了那树精 让南里尤婷 赶往南蛮一族般救兵 自己一人 面对元英后期的树精 才被元英后期的树精 给打下了悬崖 小子不错 财经丹后期 便能够拖住 元英后期的树精 让田儿能够逃走 这般的实力 在年轻一代之中 怪不得小女会将廷儿许配几年 就在南里尤婷 给苏璇讲着到底 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一名身材高大的老者 又走了进来 那老者身穿一件瘦皮 古铜色的皮肤 实力强大到苏璇看上一眼 都觉得灵魂颤抖的感觉 快 快玄哥 叫外公 快叫外公啊 南里尤婷见到高大老者 赶紧对着欣喜的苏璇说道 外 外公 苏璇虽然脑海里 对眼前的老者 没有任何记忆 但是还是对着那老者 叫了一声外公 哈哈 小子不错 不错 你这句外公叫得本王舒坦无比 本王自然是一不会让你白叫 这古王金蚕 便作为你这一生 外公的见面礼 你看如何 说完那蛮王就掏出了一只 浑身散发着金色光芒的金蚕 来对着苏璇说道 古王金蚕 那不是南蛮一族的圣物吗 南里有庭面 露出一丝不敢置信地说道 这金蚕很厉害的吗 苏璇并没有去接蛮王手中的金蚕 虽然说 此时他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但是 谨慎的性格 却让他没有伸手去接 哪怕已经听说了南里有庭说了 这古王金蚕乃 是南蛮一族的圣物 哈哈 玄哥你有所不知 这古王金蚕乃是用十二种毒虫 在万毒虫尊之中 让他们彼此厮杀吞噬 最后只剩下一只毒虫 然后再培养千年 才能培养出一只来 一旦培养成功 便是天下制毒之物 更是能够解天下任何剧毒 玄哥你一旦拥有了此物 从此以后不但能万毒不清 而且马上就能够拥有 原因后期的实力 哪怕你再遇到万年树精那般的强者 也能直接毒死他了 南里有庭对着苏玄说道 然后又是羡慕 又是极度地对着那蛮王说道 外公你真的好偏心 如此的宝物连天都不愿意给 却给了玄哥 哈哈 谁让你一生下来 就是天下第一圣女 未来要继承你南蛮圣地的圣主之位的 而我南蛮一族的圣物 却只能是南蛮一族的未来的蛮王 才能够拥有 蛮王哈哈大笑着说道 南里有庭听了之后 更是震惊不已 外公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该不会是 要把这南蛮一族的蛮王之位 传给玄哥吧 这这这 这怎么可以 玄哥又不是南蛮一族之人 其他的长老和王公贵族们 他们怎么可能答应 南里有庭对着那蛮王说道 哼 他们不答应又能怎样 本王大不了 把那些反对之人 给全部灭杀了就是了 本王倒要看看 那帮元英镜的长老 还有几个荆丹镜的王公贵族 能在本王的化神实力之下 撑得过几招 蛮王冷哼一声 霸气无比地说道 我这是穿越了吗 而且开局即巅峰 竟然穿越成了大家族的家主之子 天赋妖念 二十多岁就修炼到了荆丹后期 实力堪比元英强者 还是这南疆的南蛮圣地之圣主的清传弟子 未婚妻未来 也将会继承南延圣地的圣主 未婚妻的外公又是南蛮一族的蛮王 化神器的强者 现在还要不惜击杀他蛮王一族 其他的元英其长老和王公贵族们 也要把南蛮一族的圣武交给我 让我做未来的蛮王 我的天啊 这不就是迎娶白富美 出任CEO 走上人生巅峰的人生吗 苏萱听到这里不由地想到 只是想到这里的苏萱 却马上又发现了不对 不对 什么是白富美 什么又是CEO呢 苏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 自己刚刚想到的两个词语来 怎么样 外界 那老四对着那妩媚问道 不知道为何 他竟然没有心动 按理说不应该啊 天赋 身份 背后势力 宝物 美女 如此的人生 是个男人都会沉沦其中 无法自拔的 按理说他应该毫不犹豫的 接过那股王金残财的 对了 四哥 你知道 什么叫白富美 什么叫CEO吗 第184章烙印在记忆深处的系统二字 什么叫白富美 什么又叫CEO 幻星镜对着八卦炉问道 啊 白富美嘛 应该说的是那种又白 又有钱 又漂亮的吧 至于说 什么叫CEO 八卦炉对着幻星镜说道 白富美他或许 还能从字面意思上 给幻星镜解释一下 至于说CEO 他却是想破了脑袋 也不可能会想到 是地球上的语言 而且还是缩写 只是 就在两个家伙 都还没有弄清楚 苏璇所说的CEO的时候 苏璇的心里 似乎却又想起了什么来 既然我是穿越过来的 那我应该有金手指才对 我的金手指是什么 老爷爷呢 还是系统 苏璇如此这般的想到 虽然说 此时他的记忆 被幻星镜给封印着 但是 各种各样 关于地球上的记忆 却时不时出现了 就冒了出来 金手指 老爷爷 系统 我怎么又会想到 这几个 奇奇怪怪的词来 尤其是系统 怎么会如此的记忆深刻 没有办法记忆 在苏璇穿越过来之前 所看的小说里 就让他很难忘记 穿越之后 若是没有变费围宝系统的话 他又怎么可能会走到今天 所以 系统两个字 就像是一道烙印 不只是烙印在他的记忆里 而且还烙印在苏璇的灵魂深处 不要说 一个幻星镜的封印了 就算是 走到奈何桥上 喝孟婆汤的时候 苏璇连干上五大碗 也未必就会把系统 这两个字 给忘得了掉 而更加诡异的是 那幻星镜 虽然能够听到 苏璇的心声 听得到金手指 老爷爷 偏偏就系统 这两个字却是无论如何 也听不到 因为苏璇关于系统的所有心声 都已经被系统给屏蔽了 四哥 那金手指 老爷爷 又是什么玩意 金手指 该不会是说点诗成金吧 那只是一道低端的法术 还有老爷爷 这家伙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怎么会突然想起 他的爷爷来呢 幻星镜对着八卦炉问道 在修炼界点诗成金 并不算什么厉害的法术 黄金更是跟粪土 没有多大的差别 随便一块下品零食 都要比一大堆的 黄金珍贵不知道多少倍 更是跟此时蛮王 交给苏璇的南蛮圣物古王金蝉 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实在想不通 苏璇此时 为何没有激动地 去接过那金蝉 为何会想到 金手指这般的低阶法术来 老爷爷什么的 他就更加想不通了 至于说系统 他却听都不可能听得到 这家伙 这都是想的 是些什么东西 为啥会有如此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幻星镜喃喃自语道 只是 就在他还没有想通苏璇心中 这些奇奇怪怪的词语的时候 苏璇 却已经在开始在脑海里查看起 自己的系统来 变废为宝 宗门系统 哈哈 果然每一个穿越者 都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我果然 也是激活了系统的仔 苏璇望着自己脑海里的系统 不由地想到 这一刻 哪怕是变废为宝宗门系统 没有像其他系统那般 拥有一个系统之灵的存在 苏璇 却依然凭借着 烙印在记忆深处 对系统的记忆 把自己的系统给翻了出来 而且 他还开始查看起系统来 甚至 翻出了系统面板来 也即将发现 幻星镜给他制造的幻境中 最大的破绽 宿主 苏璇 系统等级 中级 宿主修为达到 练须镜 可再次升级 宗门等级 三级 完成宗门升级任务 可升级 修为 金丹镜 宿主修为跟宗门等级相关 法宝 剑组实剑 战力 6958 0098 柱 宿主的战力 是整个宗门战力之总和 金丹镜上线为两亿 肉身战力 280 0000 技能 炼丹师 武品 宗门人数 2565 声望 10056800 任务 宗门升级任务1 拥有一千柱激进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2 拥有一万名名业进弟子 宗门升级任务3 拥有一百名金丹镜长老 宗门升级任务4 拥有十名元英镜太上长老 宗门升级任务5 拥有一名可炼之初上品灵宝的一品炼气师 宗门升级任务6 获得十二几天惊人 并彻底解决数十万年的西域变换 任务奖励 宗门升级为4级 宿主直升元英镜 我竟然还是五品炼丹师 我竟然拥有六千多万的战力 六千多万战力到底厉害不厉害啊 苏璇如此地想到 对了 系统不是能够扫射其他人吗 我为啥不试试眼前的婷儿妹妹 和化神奇蛮王呢 想着 想着 苏璇就开始用系统 对着眼前的系统扫射了过去 南黎游庭 南颜圣帝圣女 天赋 南颜黎火 本命领宝 九华圣火顶 中品 境界 金丹初七 战力 1560 0890 廷儿妹妹只有1500万战力 怪不得她会被那束腰给抓住 我却能够救下她 然后拖住元英后七十例的束腰 苏璇先是查看了一番 南黎游庭的战力之后 如是的地想到 然后她又开始 查看起了 眼前的蛮王战力来 金丹境巅峰灵魁 七炼神功第四层 守护法阵守护之一 战力 35万6820 怎么回事 她不是南蛮一族的蛮王吗 怎么会变成金丹境巅峰的灵魁了 而且她的战力 才只有30多万 就这般的战力 也就亭儿妹妹的五十分之一 就凭她也救到了我们 不对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对 系统是我的金手指 她是肯定不会骗我的 那骗我的 肯定就是 眼前的这个金丹境灵魁 一直只有30万战力的金丹境灵魁 竟然敢冒充亭儿妹妹的外公 好大的胆子 还有这金蚕 就凭一个只有30万战力的家伙 又怎么可能拿得出来 南蛮一族的圣物来 这金蚕肯定有问题 看来还得用系统扫射一下才行 第185章 自投罗网 想到这里的苏璇 赶紧用系统 对着那金蚕扫射了过去 锁心锁 七炼神功第五层幻心境锁炼制 功用 一旦进入修饰体内 便会再锁在修饰心脏之位置 此物无解 幻心境心念一动 便可以控制 此物收缩自如 此物无解 锁在老子心脏位置 他心念一动这把锁 就会收缩自如 这踏马不就是紧箍咒吗 而且还是锁在老子心脏位置上的紧箍咒 而且人家紧箍咒 最后还可以被如来佛祖给解开 此物还无解 这踏马也太带毒点吧 这个幻心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跟老子又有什么深仇大恨 要用如此狠毒的方式来对付老子 苏璇越想越觉得恐怖 越想也越觉得气愤 至于说什么紧箍咒 什么如来佛祖这些词 为何会出现在他的记忆 苏璇却是已经没有时间去多想了 此时的他 心底已经泛起了滔天怒火 不过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 甚至对那幻化城南蛮蛮王的 金丹镜巅峰的灵魁 苏璇也依然保持着恭敬 还依然恭恭敬敬地叫着外公 多谢外公 外公将如此贵重的宝物赐给孙旭 这样孙旭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外公的厚爱 苏璇对着那蛮王说道 此时他把心中的所有想法 全都埋在了心底 接过了那所谓的古王金蝉来 更没有把心中的猜想告诉南蛮游婷 因为此时的苏璇虽然没有恢复记忆 但是却也无法确定 南蛮游婷究竟是不是自己的未婚妻 在这件事里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 这女人究竟是不是老子未婚妻 其实并不重要 反正被未婚妻出卖的也大有人在 如今老子先不动声色 先找到那罪魁祸首的幻星镜 究竟在哪里 而这家伙既然只敢对老子用阴谋诡计 说明他实力肯定不如老子 等到老子把他抓到了 嘿嘿 苏璇如此想到 开始用系统搜寻起幻星镜来 而那幻星镜刚刚还能听着苏璇的心声 下一刻因为系统的屏蔽 却已经听不到任何苏璇的心声了 咦 这家伙心里在想什么 我怎么听不到了呢 怎么回事 不过 马上他又看到了苏璇接过了那锁心锁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哈哈 看来你最终也还是受不了 这宝物的诱惑 要着了本宫的道 幻星镜越想越是激动 为了布置这个幻境 他们几兄妹几乎用尽了他们所有的力量 没有办法 他们几兄妹的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就算了 而且 他家大哥和三哥 还被苏璇下了天命奴役 一旦苏璇生死 他家大哥和三哥也要跟着一起陪葬 而他家大哥三哥死了也就死了 偏偏他们几兄妹 还都跟着七恋神功性命相连 一旦大哥三哥陪葬 第一层和第三层都要跟着溃散 他们几兄妹也要一起给苏璇陪葬 所以 此时的他们只能想办法 把苏璇骗到这幻境中来 然后 倒控制住苏璇 给苏璇带上锁心锁 然后逼苏璇解除他家老大 和老三身上的奴役 殊不知他还在盘算线 胜利正如同他们预想的一般 朝他们走来的时候 苏璇已经开始 用系统寻找起了他来 他很有可能就在这附近 只是 他到底藏在哪里呢 看来还得用系统扫尸才行 苏璇如此想到 虽然这里地方不小 东西也很多 但是 事关自己的生死大敌 苏璇自然不会害怕麻烦 小心翼翼的四处搜寻了起来 快 孩子 赶紧把这古王练化了 这古王体内的灵力十分庞大 说不定还能助你 进阶到元阴静了 那蛮王对着苏璇催促了起来 啊 这古王那么厉害的吗 原本玄哥的修为 就比我高了一大减 他这是要恋化了 那我们的差距 不就更大了吗 南黎尤婷听了那蛮王的话之后 有些失落地说道 他原本就是一个要强的女子 再加上他父母 一个是南颜圣地圣主 一个是南蛮一族公主 修为也都同时达到了原因后期 所以 哪怕此时的他 身陷在幻境之中 苏璇又是他从小青梅竹马的未婚夫 但是 他也想要的是势均力敌的爱情 而不是那种被苏璇甩得太远 连追赶苏璇脚步都追赶不上 而他这般一说 苏璇似乎也正好找到了理由 婷儿妹妹都这样说了 那这古王精残 我就再等几年练化好了 反正 我们都还那么年轻 等几年也没有什么的 苏璇假装十分宠溺地 对着南黎尤婷说道 好啊 好啊 到时候 我要跟玄哥一起 进阶到原因境 南黎尤婷听了之后 拍手大赞道 这可气坏了那幻心境 臭女人 贱女人 眼看本宫就要成功了 你踏马一句话 就坏了本宫的好事 看本宫不给你一点颜色 幻心竟如此这般的想到 要维持一个 幻境他消耗也不小 尤其是他实力还没有恢复 偏偏苏璇和南黎尤婷的实力 都远超于他 自然是想要速战速决 而现在 南黎尤婷一句话 就让苏璇放弃了 马上要练化那古王精残 而且还要一等就等上好几年 他那里等得起 想到这里的他 决定给南黎尤婷一点苦头吃 四哥 给我烧 烧死这女人 幻心境对着八卦炉说道 与此同时 他还发动了幻境的变化 下一刻 苏璇和南黎尤婷的眼前幻境 就发生了变化 南黎尤婷已经置身于八卦炉之中 熊熊的火焰 正在向着他涌了过去 身上 更是缠绕着好几条粗大的铁链 火焰在他身上 越燃越是汹涌 而那粗大的铁链 也是越收越紧 此时的他 呼吸越来越困难 烈火焚身之痛 也在疯狂地折磨着他 也就是南黎尤婷 实力原本就不错 肉身强悍程度 也远超一般金丹强者 甚至远超原鹰强者 再加上他的天赋 又是难言离火 又是修炼的火属性功法了 如若不然的话 现在的他 身处在幻境之中 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反抗 恐怕早就被八卦炉给烧成灰烬了 啊 玄哥救我 玄哥救我啊 南黎尤婷 发出一阵阵凄厉的惨叫 这些惨叫声 很快就传到了苏玄的耳朵里 向着这边赶了过来 婷儿妹妹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苏玄大声地呼唤着 语气里充满了焦急 只是步伐却并不快 反而是十分的谨慎 一路上都在小心翼翼地 用系统扫视着 我在这八卦炉里 玄哥 快 快救救我 南黎尤婷 对着苏玄大喊道 而与此同时 苏玄的脑海里 却再一次地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音来 丁 发现王级废品 七炼神功第四层气灵八卦炉 可变废为宝 为皇级宝物 丁 发现紫金色品级废品 七炼神功第五层气灵幻星镜 可变废为宝为 王级宝物 幻星镜 哈哈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看你这次 还能往哪里藏 苏玄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后 心中不由地狂喜了起来 第186章 拔腿就跑 看你这次 还能往哪里藏 苏玄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后 心中不由地狂喜了起来 赶紧又用系统四处搜寻了起来 眼前的八卦炉里 男离游艇的惨叫声声 都是那般的凄厉 玄哥 救我呀 玄哥 苏玄却只是 嘴巴上说得很着急 亭儿妹妹 你挺住 我马上就来救你了 因为苏玄已经用系统 首先扫射了那八卦炉 阴阳八卦炉 七炼神功第四层气灵 已废 可变废为宝为 皇级宝物 战力 二百万 毕竟这玩意可是系统提示的 可变废为宝的宝物 苏玄自然是要多留意一下的 然后就是他的战力 才区区的两百万而已 而男离游艇 可是有着一千五百万的存在 能困得住他 然后就是那 一直都还未出现的幻星镜 这家伙也不知道藏在何处 哪怕苏玄的系统 都已经提示了苏玄 他应该就在附近 苏玄也没有看见他半点踪影 只能用系统 一件一件地扫射了过去 这里比刚刚的环境更加复杂 苏玄一时间 根本不可能排查得完 不过关系到生死大敌 苏玄却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为了不引起怀疑 苏玄的脚步也没有停下来 一步一步地向着那八卦炉靠了过去 眼看 就要走到那八卦炉附近了 此时 幻星镜等几兄妹 其实远比苏玄还要紧张 毕竟苏玄的实力 他们可是都看见过的 一件劈开第三层守护法阵 不要说他们几个了 就算是把第六层的化神七灵魁 给弄到这里来 也未必就挡得住苏玄 更何况 那些化神七灵魁 还不受他们控制 坐在第七层的那王座上的 还有一具神帝尸身 他才是这神宫的真正主宰 虽然那神帝存在的意识已经不多 而且还在沉睡之中 但是 他们几个家伙 若是动了那几只化神静灵魁 那神帝的意识 肯定会醒了过来 所以 他们只有冒着天大的风险 对苏玄用上了幻术 而苏玄越是靠近那八卦炉 他们又不得不紧张了起来 二哥 你设置在四哥身上的法阵 到底能不能帮二哥 挡住那家伙的攻击啊 幻星静又对着老二阵盘问道 如果没有阵法守护的话 凭苏玄的实力 自己二哥连苏玄的一拳头 都未必戒得下来 所以 老二阵盘在老四八卦炉的身上 布置了好几道法阵 只是 就算是这样 那阵盘也是连连的摇头 挡不住 挡不住 那家伙一剑能够劈开第三层的守护法阵 第四层的守护法阵 也未必能够挡得住它 想要挡得住它 除非是第五层 甚至第六层的守护法阵 更何况那些守护法阵 我只有控制权 根本就搬不动 现在唯一有指望的 就是 他不会想起那件组实剑来 他对着幻星静说道 剑组实剑可以提升一倍的实力 若是苏璇不用剑组实剑的话 他布置的阵法 或许还能够挡住苏璇 挡住了苏璇 他们才能实行他们的下一步计划 碰 一道阵法 出现在了苏璇眼前 不但挡住了苏璇 而且还把苏璇 给直接弹出了三四杖的距离 这事 苏璇赶紧用系统 对着前面的阵法 扫射了过去 天蓝阵 第二层神功之灵 通灵阵盘所布置 可抵挡原因 静静巅峰强者 全力一击 能发出堪比原音中期强者 全力攻击之锋刃 怨魂九屈阵 第二层神功之灵通灵阵盘所布置 修士一旦进入 将会陷入怨气迷魂之中 原音静强者也很难挣脱 好家伙 一道又一道的阵法 出现在苏璇的系统扫尸之中 全都是能够威胁到 原音静强者的存在 足足五六层之多 竟然这么多的阵法 还有多出了个第二层的神功之灵 打破了这第一层的阵法 肯定马上就会引来 第二层的锋刃阵 发出的锋刃攻击 躲过了第二层的锋刃攻击 又会陷入怨气迷魂之中 给老子准备了这么多的手段 对付老子一个金丹修士 你们还真的看得起老子 此时的苏璇 若是记忆还在 知道自己实力堪比化神 强者的话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 逃出剑祖实剑来 给这些阵法 来个一箭破万法 但是现在嘛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实力 所以 他对着那八卦炉里的南梨游亭 就大吼了起来 不行啊 婷儿妹妹 这里布满了阵法 以我的实力 根本就进不来 我看还是回去请你外公 来救你吧 苏璇对着南梨游亭大吼道 哪怕明知道 那蛮王乃是一只 金丹镜巅峰的灵魁所化 更是不知道 那家伙现在藏在哪里 吼完之后 他还把腿就往外跑 哪怕身后南梨游亭的叫声 是那么的凄惨 边跑还边心想 你叫个锤子叫 困住你的 只是一只两百万战力的八卦炉 埋伏老子的 却是五六道 能干翻原英镜强者的阵法 这踏马 分明就是打得为点打员的主意 最关键的是 老子还不能确定 你这所谓的未婚妻 究竟是不是跟他们 是一伙的 这一幕 直接把幻星镜等几兄妹看傻眼了 他怎么跑了 不知道啊 那可是他未婚妻啊 未婚妻正在遭受烈火焚身之苦 他难道 不应该是想尽一切办法救人吗 这转身救逃 是什么操作 几个家伙 实在是想不通苏璇的迷惑操作 他们以为苏璇会拼了命的 去救南梨游艇 却永远都不可能想到 苏璇拥有系统的存在 他们不知幻境 已经让苏璇看到了太多的破绽 怎么办 这家伙跑了怎么办 八卦炉对着几兄妹问道 苏璇跑了 他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至少说他的危险 算是解除了 但是他们的计划 却是走不下去了 要不让五妹重新布置一个幻境试试 通灵阵盘提议道 不行 不行 场景换得越多 我们被发现的破绽 也就越多 而且 如果我们现在放了南梨游艇的话 就连南梨游艇也有可能发现不对劲 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这一次本宫要亲自出马 幻星镜对着众人说道 路边一株毫不起眼的小草 开始变化了起来 刹那间 就从一株小草 变化成了一名少女来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次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来 丁 发现紫金色品及废品换星镜 可变废为宝 为王级宝物 而苏璇虽然在转身就跑 系统却没有听了下来 就像是苏璇屁股后面长着的眼睛似的 关注着身后的一切 这突然从背后多出来一个人 第187章 只要你们再敢跑一步 老子就一把 你也抱他 这背后突然多出了一个人 系统怎么可能不会发现 换星镜 七恋神功第五层气灵 天赋换星镜像 以废只能发挥出两成威力 战力五十万 哥 哥跑什么跑 嫂子的惨叫声你没有听见吗 嫂子对你那么好 他叫得这么凄惨 你不想办法救他 转身就跑你 还是人吗 你跑了之后 怎么给你师父师娘解善 他们从小对你那么好 教你功法 给你资源 就连他们最心爱的女儿 都要嫁给你 现在他们女儿有危险 你却见死不救你 还是不是人 你以后还怎么面对他们 换星镜所化的少女 对着苏璇大喊道 若不是苏璇看到了 这么多的破绽的话 恐怕都要觉得自己 就是是天底下 最薄情寡义的大渣男 我 那里的阵法 根本就不是我的实力 能破得开的 我这不是赶紧回去搬救兵的吗 苏璇对着换星镜 假装说道 你是不是着急着傻了呀 哥 难道忘记了蛮王前辈 给你的古王金残了吗 只要你炼化了古王金残 还会怕哪些阵法 换星镜对着苏璇提醒道 对啊 炼化了古王金残 我就能进阶原因 我还在金丹镜后期 就能挡住原因后期的树腰 等我进阶了原因 区区阵法 对我来说算个屁啊 苏璇赶紧掏出了 那所谓的古王金残来 边说边 向着换星镜靠了过去 这家伙 实在是太狡猾了 若不是他主动现身的话 苏璇永远都不可能会注意到 一株路边毫不起眼的小草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苏璇此时前所未有的谨慎 哪怕那换星镜 只有五十万的战力 跟他的战力 相差了一百多倍 拿出了那古王金残来 继续一步一步地 向着换星镜靠了过去 对了 这古王金残 是怎么炼化的 苏璇又对着换星镜问道 吞下去就行了呀 哥 你能不能快点 嫂子都快要坚持不住了 换星镜对着苏璇焦急地催促道 只要等那所谓的古王金残 进入了苏璇的口中 他马上就可以控制苏璇了 此时的他 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张 快吞 快吞 其他的几兄妹 也眼巴巴地望着这一切 八卦炉 阵盘 甚至就连小黑和小木鱼 此时也停下了手中的攻击 虽然说 他们落到了其他几兄妹手中 日子肯定也不好过 但是却有可能摆脱天命奴役的控制 摆脱生生世世 都要受苏璇控制的命运 只是 就在苏璇手中的古王金残 都快要递到嘴边的时候 下一刻苏璇的手 却是毫无征兆的 狠狠一把 向着换星镜的腰部抓了过去 啊 换星镜只有五十万的战力 如今又跟苏璇近在咫尺 那里能够逃得出苏璇的这一抓 发出了一声惨叫之后 赶紧化为了一条 吐着剧毒毒蛇来 张开大嘴 就向着苏璇的手咬了过去 嘴里白森森的毒牙 就有一尺多长 只是 这却是他最后的手段了 也就只能吓唬一下苏璇 想要利用人们对毒蛇的恐惧 不由自主地 就松开了手 只要苏璇松开了手 他就能幻化成其他东西 赶紧开溜 便知老鼠躲进草丛里 便条蚯蚓钻进泥里 甚至是一点尘埃都能幻化出来 混进了风沙里一吹 就能够吹出好几公里 没有人可以在一片风沙里 再发现出他所化的尘埃 只是奈何苏璇用系统 早就看出了的本体来 不但没有松开手 而且另外一只手 也飞快地向着他抓了过来 一把就抓住了他幻化的舌头 使劲的就是易拉 毒蛇就被扯成了两半 幻星镜此时 那里还能控制得了 自己幻术显出了本体来 只是 此时的他 本体也变成了两半 一半握在苏璇的左手里 一半握在苏璇的右手中 而他布置的幻境 也在这一刻 如同破碎的钢化玻璃一般 溃散了开来 无论是幻境中的环境 还是那竹林 木屋全部通通不见 甚至连山谷都没了踪影 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火山口来 而苏璇等人此时 全部都站在这火山口的边缘 外面还有一道巨大的法阵 像是一口巨大的锅盖一样 扣在了这火山口上 这里是第四层的守护法阵火摇天池 苏璇的记忆 也在这一刻 如同潮水一般被打了开来 马上就发现了 这里究竟是哪里 更是认出了手中的幻星镜 旁边的八卦炉 天空中的阵盘 还有一只正在指挥着灵魁 向着他围攻而来的木头小人 老二 老四 老五 还有老六 全部都到齐了呀 哈哈哈哈 而且还主动把老子 放进了这第四层的守护法阵之中 苏璇望着眼前的一切 激动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第四层的守护法阵外面 就有着二十万只金丹镜巅峰灵魁 这二十万只金丹镜巅峰的灵魁 都需要他用尽全力 甚至还有可能要动用化神福宝 才有可能解决的了 更不要说 还有这四个自投罗网的家伙了 主人 主人 我们就知道主人应勇盖世 天底下没有何物 可以困住主人 这几个蠢货 愚蠢至极 还想用幻境来对付主人 纯粹就是找死 小黑和小沐鱼 赶紧向着苏璇跑了过来 此时的他们身上浑身都是伤 但是他们的心 却是说不出的忐忑 他们刚刚的犹豫 一旦被苏璇 知道了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而其他的几个家伙 却是四散而逃 不论是这第四层的阴阳八卦炉 还是那第二层的通灵阵盘 又或者是那第六层的木头小人 此时的他们都狠自己的父母 没有多给他们伸出几条腿来 不 恨他们的父母没有给他们伸出 他们大哥那样 可以传送而走的能力来 如果有这能力的话 他们情愿躲在这 七恋神功最隐蔽的位置 只要发现了苏璇的踪影 他们就绝对不出来 至于说 救出他们被苏璇抓住的妩媚 更是想都不敢想 只是奈何那八卦炉 才逃出了几步 就被南里游艇给拦了下来 而苏璇的一句话 更是让其他几个家伙 不得不跪在地上求饶了起来 跑 只要你们敢再跑一步 老子就一把捏爆他 第188章 终于把这几个家伙 一网打尽了 只要你们敢再跑一步 老子就一把捏爆他 苏璇大吼一声道 那幻星静元本身上的伤势 就未恢复 如今又被苏璇一把扯成了两半 身上的气息 已经到了极度微弱的时候 原本只有50万的战力 已经跌到了 只剩下一两千 连当初的小黑 气息似乎都要比他强上不少 也就是他乃是气灵了 若是人类修饰的话 原本伤势就几十万年都没有恢复 如今又被扯成了两半 能不能活着都是两个字 一切的神通都不再能够施展 更是只需要苏璇稍稍一用力 就能把他捏得粉碎 然后就是跟他性命相连的 七恋神功第五层 直接溃散掉 紧接着就是其他几层 乃至于整个七恋神功 所以当阵盘 小木人 还有那八卦炉 虽然可以不救自己的五妹 却不能不顾他的死活 听到苏璇要一把 捏宝换心境的时候 不要说跑了 就连大气都不敢再喘上一口 主人 不要啊主人 你要是杀了五妹的话 我跟大哥也活不成了 看在我们浑身是伤 又对主人忠心耿耿的面子上 求主人 小木鱼赶紧跪在了地上 对着苏璇疯狂地磕头了起来 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嘞 而小黑却没有哭 更没有求苏璇 而是趁着其他几兄妹 不敢动弹的时候 飞快地向着他们冲了过去 对着通灵阵盘 和那小木人 就是一脚 让你们一天天嘚瑟 让你们不把老子当大哥 这一脚 绝对是下了狠手的 那通灵阵盘还好 毕竟本体材料比较坚硬 身体上 原本又壮克 有防御法阵 只是被他给踢飞了出去 而那小木人本体材质 却只是普通木头而已 这一脚下去 直接浑身就出现了裂纹 若不是小黑这家伙 力度控制了一下 再稍稍用点力 恐怕都要被他给踢散了架 身上的伤势此时 恐怕比那换心境 还要严重得多 等到教训了这两个家伙 一顿之后 他才提着两个家伙 来到了苏璇的身边 主人 我把这两个家伙 都给主人你抓来了 主人想怎么处置他们 就怎么处置他们 都是他们咎由自取 谁让他们胆改 涉陷进陷害主人的 小黑对着苏璇说道 呵呵 你倒是挺实实物的 苏璇看似笑非笑道 这家伙恢复了记忆之后 倒是变得聪明了起来 这都是跟主人学的 小黑对着苏璇说道 然后又转过了头 对着南黎尤婷说道 南黎姑娘 还请放了我家老四 他差点就要了本宫的命 你现在竟然要让我放了他 南黎尤婷冷冷地 对着小黑说道 一个远比他实力弱小的家伙 竟然把他捆了起来 想要烧死他 南黎尤婷还从未经历过 如此奇耻大辱 此时的他 恨不得一巴掌 把这个家伙拍成碎片 主人 你看 小黑只好看向了苏璇 现在 唯一能够救下八卦炉的 似乎只有苏璇了 南黎姑娘 还请看在在下的面子上放了他 苏璇对着南黎尤婷说道 自己差一点就着了 这几个家伙的道 说实在的 苏璇自己也想要一巴掌一个 把这几个家伙 全部给拍成几分 但是奈何 他们一个都不能死 死了这整个七恋神功 都要跟着崩溃 不过幸好的是 这几个家伙 这一次自投罗网 给了苏璇把他们 一网打尽的机会 现在除了第七层 已经失去了意识的老气之外 他们全都落到了苏璇的手里 只是 南黎尤婷却不知道 这里面的实情 下意识地 就对着苏璇开了口 玄哥你 然后 又马上意识到了不对 对着苏璇冷冷地说道 你倒是会装好人 说完之后 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向着那具大火山口 一跃而下 在这火山口里 有着一口火药天池 天池里的有着这第四层 最珍贵的宝物 万年火灵乳 若是在以前的话 苏璇肯定会阻止 他进去取宝的 毕竟这七恋神功 早已经被苏璇 看成了自家的后花园 里面的宝物 也自然成了 苏璇的私人财产 更何况 是这第四层 最珍贵的宝物了 只是 这一刻的苏璇心 虽然在低血 却是无论如何 也阻止不出口 也不知道是 南李友廷那一声 下意识地悬割起了作用 还是因为南李友廷 刚刚给他面子 放了八卦炉的原因 只有在心中祈祷 千万不要一起 都拿走了 你多多少少的 也要给老子留点啊 苏璇无奈地想道 你们几个 都给老子滚过来 知道惹了老子的后果吗 苏璇对着几个家伙问道 知道 我等都愿被主人 打下天命奴役 以后 但凭主人差遣 几个家伙 纷纷认命地 对着苏璇说道 无奈 若是他们藏了起来的话 这七恋神功如此之大 不要说苏璇了 就算是能够看到 整个七恋神功情形的小黑 都未必能够找得到他们 尤其是老五换心境 但是奈何 他们想要赌上一把 只是 他们在精心地布置 奈何苏璇 却有着系统的存在 他们这一把 输了个底朝天 只能悲催地 被苏璇打上天命奴役 生生世世的 都有给苏璇为奴 算你们还算实相 苏璇对这几个家伙说道 给这几个家伙 全部打上了奴役 然后 又对着小黑说道 这几个家伙 让老子心情很不爽 老子要听到他们的惨叫声 知道 知道主人 小黑一脸谄媚地 对着苏璇说道 这家伙小时候 坑了这几兄妹 让他们 从气灵一族的王族 被这七恋神功的前主人 拐到了这里成了气灵 然后几个家伙 就没少欺负小黑 奈何小黑这家伙的天赋 还比他们差 又打不过他们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的他们 一个个伤势 都还没有恢复 而小黑 却已经被苏璇变废为宝了 此时若是不欺负回来的话 以后还有这个机会吗 小黑的脸上 出现了邪恶的笑容 不过这家伙 似乎对五妹下不去手 毕竟她是他们 七个之中唯一的妹妹 主人 五妹她伤势 已经那么重了 而且主人 已经亲自惩罚过她 能不能 她对着苏璇说道 你说呢 苏璇听了以后 脸色一变地对着她问道 这个幻星镜 可是这次的主谋 苏璇怎么可能会放过她 明白了 明白了 小黑虽然不想 对幻星镜动手 但是看到苏璇脸色一变 却是不敢再提 很快 苏璇就听到了 几人的惨叫声 有通灵阵盘的 有阴阳八卦炉的 也有幻星镜 和小木人的 最后 还有小木鱼的 啊 这次我又没有犯错 你凭什么又揍我 第189章 真灵火 奉海骨 小木鱼哀怨地 对着小黑问道 要不是你这家伙 涉及暗害主人的话 他们能有样学样吗 带坏弟弟妹妹 不打你打谁 小黑对着小木鱼说道 心里却在想 打弟弟要趁早 除了老子之外 就数你跟主人醉酒 以主人赏罚分明来看 下一个被主人治好的 肯定就是你这家伙 现在不多欺负你一下 等你被主人治好了 你老子就没机会了 南黎姑娘 这么快就出来了 很快 南黎友婷 就从那火山口里 走了出来 苏璇赶紧对着她问道 苏璇还在担心 她的万年火凌辱 我会在第六层的入口等你 南黎友婷 对着苏璇冷冷地说道 又恢复了 她那高傲淡漠的面容 还是在幻境中的 甜儿妹妹可爱 苏璇望着南黎友婷的背影 摇了摇头说道 此时 她却发现 南黎友婷身上 依然还穿着她送的那件雪豹纹的豹纹小果 也不知道 究竟是她忘记 换了还是怎么的 还是赶紧去火摇天池里 看看要紧 苏璇不舍地望了一眼那大长腿 那盈盈一窝的小蛮腰 那雪豹纹的豹纹小果说道 向着那火山口跳了进去 比起南黎友婷身上的雪豹纹小果 似乎火摇天池里的万年火凌辱 还要让她上心一些 若是南黎友婷没有给她留的话 她还来得及把她追回来 这就是那火摇天池吗 出现在了苏璇的眼前 龙玉的火属性灵气 弥漫着整个湖面 化为一道道火红色的烟雾 每一丝烟雾 都是精纯至极的火属性灵气 光是这火属性的灵气体 就已经超过了极品品灵脉的浓郁程度 堪比龙脉的灵气浓度 而龙脉的灵气虽然浓郁 但是却有着各种各样属性的灵气 却是无论如何 也比不上这里 火属性的灵气这般精纯 如此精纯的火属性灵气 若是让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修饰 在此处修炼的话 绝对会一日牵连 同时在此处炼气炼丹的话 同样也会事半功倍 真是个修炼火属性功法的好地方 看来还得在这里 打造一个修炼秘境出来 最好把炼气阁炼丹阁 也不止在这里 苏璇望着眼前的火摇天池说道 心里已经有了一些计划 当然 这里可不只是火灵气浓郁而已 这里最珍贵的 还是那万年火灵乳 此物乃是最精纯的火属性灵气 经历上万年才能凝炼出来之物 里面蕴含的火属性灵力 自然是精纯纯庞大无比 据说一滴炼化了之后 就能够抵得上 元阴修饰数年 甚至十多年的修炼 若是用来冲刺境界的话 更是堪比极品三四品丹药 若是修炼火属性功法的金丹镜修饰 在金丹镜巅峰炼化一滴 便能够增加20%进阶 到元阴镜的把握 更不要说 它还可以用来炼丹 炼气的时候加入进去 同样可以大大提升丹药和法宝的品质 赶紧的赶紧的看看 看看哪里有亭的丫头 给我留的有没 想到这里的苏璇 赶紧向着火摇天池的中心处飞去 在那中心处有着一座法阵 法阵正在源源不断地 吸收着火属性灵气 而在那法阵的中心 有着一口小小的石窝 阵法凝炼的万年火灵乳 会滴落在那小小的石窝之中 竟然这么多 看来那丫头还算有良心 不枉苏某冒险救她这一遭 苏璇望着满满一弹窝的 万年火灵乳说道 这第四层的守护法阵 可是有着二十万金丹镜巅峰 灵魁把守着 那第三层的十万柱 激进巅峰灵魁 数十万年来得到假因果的 也才只有不到五人得到过 拥有了双原因 就更加不要说 此处的万年火灵乳了 苏璇估计 这数十万年来 除了自己跟刚刚离开的南黎游亭之外 恐怕没有一人来到过这里 所以 这里的万年火灵乳 还有满满的一弹窝 估计南里有亭 最多也就只收去了 一小玉瓶而已 最多百分之五 百分之九十五 都留给了苏璇 这可是一滴 就可以堪比原阴期修饰 修炼数年的万年火灵乳 更是可以提升 两成进阶到金丹镜的存在 一滴恐怕就能价值数千万灵石 苏璇自然是不会客气 赶紧全部收集了起来 整整地收集了 二十多小玉瓶 每一瓶都有一百电 发了 发了 这么多的万年火灵乳 这得值多少零食啊 哈哈 苏璇收起了万年火灵乳之后 哈哈大笑道 只是 就在苏璇哈哈大笑的时候 他的脑海里 却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叮 发现王级废品 可变废为宝 皇级宝物 咦 又有王级废品 苏璇听到系统的声音后 不敢置信地说道 他没有想到 这第四层的守护法阵里 除了万年火灵乳 竟然还有其他的宝物 赶紧用系统扫试了起来 最后却发现 那王级废品 竟然在这火窑天池的底部 也就是在那岩浆底下 这是要让苏某 跳下这火窑天池 苏璇不由地想到 此时的他 不由地有些犹豫了起来 没有办法 这火窑天池里的岩浆表面温度 就是好几千度 里面的温度 肯定更高 偏偏又不知道 到底有多深 不过 苏璇只是稍稍一犹豫 马德 还是那句话 胆子大的骑龙骑虎 胆子小得骑你妈的暴鸡母 不就是几千度的温度吗 老子拼了 苏璇喃喃自语道 把牙一咬 一狠心跳下了这火窑天池 向着火窑天池的岩浆底下 潜了下去 这岩浆远 比水要浓稠得多 密度越大 浮力和压力也就越大 就更加不要说 还有几千度的高温了 所以 苏璇此时 也算是用尽了全力 不但释放出了 清廉倒体来 保护在自己的深周 而且还释放出好几件法宝 在前面开路 若不是那件组实剑 耗费的灵力实在是太大 一剑下去 就会让苏璇灵力 消耗一半 甚至更多的话 苏璇估计 连四十多张的剑组实剑 都要拿了出来 如此就算是这般 苏璇也足足用了大半个时辰 才总算是潜到了 这火窑天池的池底 苏璇估计 这火窑天池 最少都有几十万米之深 而这里的温度 更是达到了上万度 就连保护苏璇的护体清廉 此时都隐隐有了溃散的迹象 要知道 这可是苏璇进阶后的清廉倒体 哪怕就算是 拥有上千万战力的 南梨游亭的南延离火 也撼动不了分毫 反而是被清廉倒体反弹逼的 不得不认输 这清廉倒体所释放的护体清廉 绝对可以抵挡 任何原因进巅峰的存在 只是此时 到了这火窑天池的池底之时 也已经支撑不住 在高温和巨大压力之下 隐隐有了 快要溃散的迹象 不行不行 以这护体清廉强度 在这池底最多 只能支撑半炙香的时间 我必须要尽快找到那王极废品才是 苏璇着急无比地想到 不过幸好的是 这次的王极废品 不像以前那般小 更不像幻星镜那般 会变化成好不起眼的小草 它乃是一具 巨大的妖兽骸骨 足足三百多丈之大 在这池底十分地显眼 真灵火凤骸骨 炼制火属性通天灵宝之材料 王极废品 应年成太久已废 可变费为宝皇极宝物 第190章炼制通天灵宝的主材 真灵火凤骸骨 炼制火属性通天灵宝之材料 王极废品 应年成太久已废 可变费为宝皇极宝物 真灵火凤的骸骨 我的天啊 这生前得势何等强大 才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留下这一副骸骨 苏璇望着眼前数百丈的骸骨 震惊不已地说道 这火凤骸骨上的血肉 早已经消失不见 羽毛之类 更是没有半点踪影 只是 就算是只剩下了白骨 也依然是让苏璇震惊不已 要知道这里 可是火摇天池的池底 光是温度就达到了上万度 就更加不要说 还有这巨大的压力了 如此艰险之地 不要说是一具骸骨了 就算是神铁 恐怕也早已经被焚化成了铁水 可是这火凤骸骨 却不但在这如此恶劣的环境里 存在了下来 而且还存在了几十万年 怪不得 它能够炼制火属性通天灵宝 怪不得它会被系统 判定为王级废品 苏璇喃喃自语道 虽然说因为年成太久 已经沦为了废品 但是能够保存了下来 却已经足够 让苏璇震惊不已了 这似乎又要单独装 一枚储物戒指才行 而且 还得是空间巨大的 才能够装得下它 苏璇赶紧腾出一个 空间巨大的储物戒指来 将这巨大的火凤骸骨 给收了起来 只是 就在苏璇 收完了那火凤骸骨之后 那原本的位置却浮现出一枚 拳头大小的珠子来 珠子上燃烧着熊熊的火焰 炙热程度竟然比这池底 上万度的温度 还要高上不少 在那珠子当中 更是有着一只迷你版的火凤 在珠子中游走 看那样子竟然跟妖兽的妖蛋 有着几分相似 这是 该不会是这真灵火凤的那单吧 苏璇望着眼前的珠子 不由地想到 虽然说系统没有提醒他 但是他也能够断定 此物绝对不凡 再说了系统 这玩意只有废品 才会发出提醒 只要没有被废的宝物 是不会发出提醒的 若是这真灵火凤的那单的话 那就赚大了 这可比火凤海骨 还要珍贵得多 苏璇望着眼前的 拳头大小珠子 不由地说道 赶紧用系统 对着那珠子 扫尸了过去 真灵火凤那单 火属性至宝 内含真灵火凤惊魂 来炼制火属性 通天灵宝之主才 果然是真灵火凤的那单 而且还是炼制通天灵宝的主才 没有想到这里 竟然会有如此的惊喜 苏璇看到系统的提示后 不由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甚至怀疑这内丹 加上这火凤海骨 都足够打造出一件 通天灵宝了 一件通天灵宝的材料 苏璇想想都觉得 激动不已 毕竟那神帝 当初可是为了一件 通天灵宝 要把这一届 所有的修饰杀光来祭脸 最后 还把自己弄了个生死盗销 就说明这通天灵宝 是何等的珍贵 而要能够炼制它的主要材料 同样肯定亦是珍贵无比 苏璇赶紧又把这真灵火凤的内丹 也一起收取了下来 而就在那火凤内丹 收取了的同时 苏璇的护体清廉 也终于是快要到了极限 马上就要溃散了开来 苏璇哪里还敢在 这池底耽搁 赶紧记起法宝开路 向着上面浮了上来 也许这池底 还有其他的宝物 但是此时的苏璇 却已经顾不上了 只是就算是苏璇已经十分着急地扶了上来 那护体清廉也没能坚持到最后 离池面还有几千米就溃散了开来 此时的苏璇也顾不得灵力 耗尽后能不能恢复了 赶紧掏出了剑阻石剑 狠狠地向着头顶的岩浆劈砍了过去 岩浆在这一剑之下 被劈出了一条一丈多宽 数里长的剑痕 犹如一条通天大道一般 呈现在了苏璇眼前 迟通到了火摇天池的池面 苏璇赶紧趁剑痕还没有恢复的时候 欲空而起 在剑痕合拢之前 飞出了火摇天池 只是 就算是如此 苏璇此时的头发和眉毛 都被烧得一根不剩 身上的衣服 也全部被烧毁 脸上更是烫伤了大半 苏璇估计 若是在池上半分的话 自己能不能走出 那火摇天池都是两个字 不过此时嘛 他虽然 看似十分的狼狈 但是却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而已 但是这一次的收获 却是让苏璇激动不已 只是一些皮外伤而已 却换了一具 数百丈的火缝骸骨 更是连火缝内丹 这般的质宝都获得了 这一趟虽然凶险 但是这险 却是冒得值得 这般的伤势 对于普通凡人来说 或许十分的难治 但是对于修仙者来说 确实是十分简单 赶紧服用了一枚 疗伤的丹药 身上的伤势 就几乎恢复了一大半 然后又施展了一个 小小一绒树 眉毛和头发也长了出来 再从储物戒指里 拿出一套新的衣衫 换在了身上 此时的他 已经看不到任何的伤势 这才向着外面而去 主人回来了 主人回来了 小黑等人 见到苏璇出来 赶紧围了上来 纷纷对着苏璇喊道 几个家伙 全都是鼻青脸肿 尤其是小木鱼 原本就浑身是伤 此时更是伤的 连一块好点的皮都不伤了 浑身上下 都是蜘蛛网一般伤痕 其他几个家伙 也没好到哪里去 不过这些家伙 被小黑教训了一番之后 却是老实的多了 一个个家伙 像是龟孙子一样 见到苏璇后的眼神 都变了 嗯 先把这七练神功的 炼血之痛给我关了吧 苏璇先是对着 那阴阳八卦炉说道 是所有的地方 都关掉吗 阴阳八卦炉 对着苏璇问道 不用 只要我们几人 所处位置的炼血之痛 关掉了就是了 苏璇想了想说道 毕竟这七练神功里 还有其他的修士 他们还在这七练神 功里四处的寻宝 虽然这些家伙 不是自己的敌人 但是苏璇也不想让他们 在这七练神功里 待得那么安逸 因为这些家伙 一旦安逸了 肯定会在这七练神功里 大肆四处寻宝 七练神功 早就被苏璇 当成自家的后院了 他们寻都是苏璇的宝 苏璇没有把他们 马上全部赶出去 就算是不错了 让他们安安逸地寻宝 那刚当的那位南丽姑娘呢 阴阳八卦卢佑 对着苏璇问道 她关我们什么 苏璇原本想说 她关我们什么事的 但是下一刻 她却停了下来 不是因为她跟南丽友庭 经历了一次幻境 就有了感情 更不是因为 南丽友庭的一声悬歌 而是苏璇突然就感觉 自己的战力 似乎下降了一些 虽然下降的 只有一千多两千 对于她六千万多万的战力来说 只是九牛一毛 但是苏璇 却不得不重视了起来 咦 我的战力怎么下降了 赶紧又查看了一下 自己的属性面板 宗门人数怎么也少了 第191章一边突起 苏璇必须要尽快结束这场试炼 宗门人数 怎么也减少了这么多 难道是这些弟子 已经陨落了 苏璇望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不由的面色凝重了起来 天玄宗弟子 都曾经用心魔启示 苏璇更是给他们 提供了最好修炼条件 所以这几人 99%的可能 都不是被判了天玄宗 最大的可能就是 已经陨落 虽然少的几人 都只是宁夜镜的小修士 但是每一个天玄宗弟子 都是苏璇的人 虽然给苏璇提供的战力不多 但是苏璇 却不能无视他们的陨落 如今的西域 能够威胁他们的人 可不多 我在进入这神墓的时候 又让他们没有必要 尽可能地不要出宗门 怎么会一下子 陨落了数人之多 苏璇越想越是觉得 心惊不已 很快 一个可怕的想法 就浮现在了他的心头 难道是木妖一族的入侵 已经开始了 苏璇面色 变得越来越凝重了起来 以目前来看整个西域 除了那西明圣地的 化神老祖之外 根本就没有人 能够威胁的 道天玄宗的驻地 哪怕就算是 原音境巅峰的强者 也不可能 在那武林夺天大阵之下 讨到半点的便宜 而苏璇在进入这神墓之前 更是让他们没有必要 最好不要出宗门 尤其是这些弟子 还都只是一些 宁夜镜的低阶弟子 他们更是不可能 唯一的可能就是 那木妖一族 已经开始了入侵 毕竟在这西域 跟那木妖一族 有着世代血仇的修士 可不只是风雨亭一人 不知道多少的修士 祖辈们都死在了 那些木妖一族的手中 就连尸骨 被他们饲养的妖兽 给吞噬了个干干净净 如此的深仇大恨 哪怕就算是 没有人命令他们 甚至是有人阻止他们 他们也会偷偷跑出去参战 不行不行 磐石长城的后面 就是我天玄宗 我必须要尽快地出去才行 想到这里的苏玄 越想越是觉得害怕 那里 可是有着数千的天玄宗弟子 虽然说 有武林夺天大阵 但是木妖一族 却也有化神强者 把他的炼血之痛 也给我关了吧 然后 把我们都传送到他那里去 苏玄对着几个家伙说道 咦 这炼血之痛 怎么突然消失了呢 原本还想着 四处寻宝的南离游艇 突然浑身感觉 一阵轻松 下一刻苏玄外加小黑等几个家伙 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你们 你们想要干什么 南离游艇见到苏玄等人后 紧张无比地问道 虽然说他跟苏玄 已经约定了合作 苏玄更是明知道 陷入了幻境 也义不容辞地 钻了进去救他 但是 两人对彼此的印象 其实都不好 现在他又不是苏玄的对手 突然见到 苏玄带着小黑等几个家伙过来 南离游艇不紧张 那才怪了 木妖一族 应该提前开始 入侵西域了 目前的话要么 我们立即停止寻宝 直接前往那第七层 这家伙 能够把我们传送过去 要么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等以后 有机会了再进来 苏玄对着南离游艇说道 以后 南离游艇疑惑地对着苏玄问道 他可是知道 这神木 试炼不要说 三百年 才会再开启一次了 更是只能让助激进修士 才能参加试炼 此时的他 已经进阶到了金丹镜 下次根本就没有机会 再次进来了 而苏玄也不想暴露了 自己已经在这七炼神宫里 安上了六道传送阵的事 只能对着他说道 既然你不愿意的话 那我就只有最多半天的时间 超过了半天 我可等不起了 不用半天 我们现在就可以 传送到那神地师身处 跟他决斗 南离游艇 赶紧对着苏玄说道 他可比苏玄要着急得多 毕竟那老家伙 随时都在想着夺舍他的肉身 尤其是在这神木之中 他借用了几次 那老家伙的力量之后 此时的他 明显感觉自己对自己的肉身 把控的没有以前那般的的心应手了 有时候甚至 感觉自己的手不是自己的手 自己的脚不是自己的脚 就跟是安装的甲只一般不灵活 那老家伙 肯定在他肉身里留下了什么 南离游艇 更是已经拖不起了 只是 他却还有一些担心 毕竟凭借着他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是那神地师身的对手 所以 到时候 他肯定还会借助 那老家伙的力量 而且 还会比前几次借助的更多 这样一来 肯定也会更加的凶险 他实在是有些担心 万一那老家伙到时候 不肯让出自己的肉身 又该怎样 想到这里的南离游艇 越想越是担心 越想越觉得害怕 越想越觉得无助 最后的最后 他不由地看向了苏璇 璇哥 我能不能再叫你一声璇哥 南离游艇对着苏璇说道 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 刷刷地往下掉 这 你愿意叫就叫吧 苏璇有些犹豫地说道 谨慎的他 总感觉这丫头说这话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只是 人家只是叫自己一声璇哥而已 又哭的是 这般的泪眼婆娑 苏璇纵然是铁石心肠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拒绝出口 那我能不能 再求璇哥一件事 放心 不会让璇哥白帮忙的 果然 苏璇才刚刚答应了南离游艇 这丫头 就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苏璇听后顿时觉得后悔 早知道 就不答应他了 不过 苏璇却也没有 马上就答应了他 只是对着他说道 这还得看是何事 若是苏某力所能及之事 苏某才能答应 玄哥放心好了 我只是 求玄哥 再到了那第七层之时 若是我不再是我了 想办法 给我父母带一句话 就说女儿不孝 他们养育之恩 女儿只有来生在报了 玄哥 只需要派一个天玄宗小弟子 去说一声就是 只要玄哥答应 我愿意把这南颜玄域 送给玄哥 南黎尤婷对着苏璇说道 边说还边从脖子上 取下一块火红的玉佩来 而那玉佩才一出现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发现金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第192章本 是送心爱之人的 却哪里想到 变成了一桩交易 丁 发现金色品及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紫金色品及宝物 苏璇的脑海中 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咦 又是一件金色品及废品 这丫头手上的好东西 可不少啊 不过谨慎的苏璇 却没有马上接了过来 而是对着 南黎尤婷疑惑地问道 你不再是你 对 我不再是我 因为我很有可能 已经被人夺舍了 南黎尤婷对着苏璇说道 这是她最大的秘密 但是此时 却又不得告诉苏璇 她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更不要说那老家伙 还有可能会加害自己的父母 她那强大的实力 自己只是借用她一点力量 就能堪比划神老祖 就更加不要说 彻底地夺舍自己之后 真要是对自己父母不利的话 这个世界 不可能有人阻止得了她 苏璇听了之后 自然也是猜出了个七七八八 她原本以为 南黎尤婷身上的老家伙 乃是这丫头的金手指 谁能想到那老家伙 竟然是想要夺舍 南黎尤婷的肉身 这也就怪不得当初 在幻境之中 没有出手营救这丫头了 因为处在幻境之中的时候 也是南黎尤婷对自己肉身 控制力最低的时候 若是太久的话 不要说南黎尤婷会不知不觉地 陨落在幻境之中 就算是不陨落 也有可能被那老家伙 给强行夺舍了 南黎姑娘这个要求 听起来容易 做起来可是有着生命危险的 苏璇对着南黎尤婷说道 虽然说她有了小黑 小木鱼等几个家伙之后 在这七恋神宫里 不会再惧怕那十亿战里的老家伙 小黑不但可以 把他给传送了出去 小木鱼更是可以 将他的灵力给封印了起来 不过 那必定是十亿战里的存在 更不要说 那老家伙就藏在南黎尤婷的身上 此时他们商量的是 那老怪物肯定也已经知道 我也知道此时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但是 我相信玄哥你那么厉害 又有这几位相助 肯定会有办法 再说这南颜玄域 也算是我南颜圣地 南黎一族的至宝了 长期佩戴的话 不但可以提升修士火属性天赋 而且还可以让玄哥你 有很大几率生出 具有南颜离火天赋的后代 南黎尤婷对着苏玄说道 南颜圣地跟其他几大圣地不同 南颜圣地已经上万年 圣主和化神老祖都姓南黎 就是因为这块玉佩的存在 不过 所有的化神器修士 又都如同受了天地诅咒一般 那就是后代不可能繁荣昌盛 跟西明圣的化神老祖 只剩下了丁云和丁少白 两个后代一般 南黎尤婷不是没有过哥哥姐姐 但是 全都不是因为天赋太差 还不到杰丹静 就寿元昊静而陨落 就是突发怪病 又或者是死在了 渡劫之室的天劫之下 他父母努力了几百年 都八百多岁了 才有了他这个女儿 也就是说 南黎已经是南黎一族 这一代唯一的后人了 要不然 如此重要的宝物 都不一定能够到得了他的手上 此物竟然如此神妙 苏玄听了之后 也是大吃一惊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此物竟然会有如此的神奇 长期佩戴 能够提升修饰火属性 天赋就算了 更不要说 还能修饰的后代 有很大的几率 拥有难言离火天赋 说实话 苏玄有些心动了 毕竟自己现在有了女人 以后肯定也会有后代的 虽然说自己有系统 不需要这玩意来提升天赋 但是自己的后代呢 苏玄 不得不考虑 就更加不要说 这玉佩 还只是一件废品 若是变废为宝之后 说不定还能拥有 更加神奇的功能 就是这样神妙 玄哥若是愿意 以心魔启示 把这消息传给了 我父母的话 此物现在就是玄哥你的 若是玄哥不答应的话 此物也没必要留给他了 我现在就毁了 这难言玄狱 南离尤婷决绝绝地说道 不是他太悲观 而是他害怕 到时候 苏玄再跟那老家伙合作 只要帮那老家伙 保住了这个秘密 就把这难言火狱 交给了苏玄 这可比找人通知他父母 还要简单得多 看来我要得到这玉佩 还非得答应你不可了 苏玄对着南离尤婷说道 如此的宝物 苏玄不动心 是不可能的 不错 玄哥若是想要的话 就得以心魔启示才行 南离尤婷十分笃定地说道 只是心里却是说不出的滋味 这玉佩 自他出生之时 就被他贴身带着 原本以为 将来时要送给自己心爱之人的 结果到了最后 却变成了一场交易 好 我苏玄以心魔启示 苏某一定想尽一切办法 把消息传给你的父母 苏玄对着南离尤婷说道 南离尤婷这才放心了下来 把玉佩交给了苏玄 不过 他却又有些舍不得 毕竟这玩意 乃是他南离一族圣物 更是被他贴身佩戴了十多年 等等 若是到时候 我还是我的话 玄哥能不能把这玉佩还给我 南离尤婷对着苏玄说道 不过 他也知道肯定到时候 不是那么容易要回来的 只好又加了一句 玄哥不要误会 我的意思是赎回来 你这 好吧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到时候 可就不要怪苏某狮子大开口 苏玄十分无语地说道 自己都已经用心魔启示了 这丫头却又提出这样的要求来 不过苏玄还是答应了下来 毕竟这玩意 是他南离一族的圣物 他主动交给自己 是一样话说 他不愿意的话 苏玄可能就要得罪整个南延圣地 包括南延圣地的化神老祖 现在木妖一族 又正跟西域开战 苏玄可不想因为一块玉佩 跟南延圣地闹翻 不过南延圣地的面子他可以给 但是好处肯定也不会少要 玄哥放心 到时候 尽管开口就是了 南离游婷听后 这才放心了下来 大大方方地 把玉佩放到了苏玄的手中 毕竟 若是自己还没有被夺赦的话 那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劫难 都已经度了过去 舍财免灾 如此可喜可贺的时候 被苏玄敲一笔竹杠 也算不了什么 就这般 两人终于谈好了最后的交易 也终于可以 前往那第七层了 二人只感觉眼前一黑 他们的眼前就出现了一座 高高的王座 第193章 妖魅的老怪物 二人只感觉眼前一黑 他们的眼前就出现了一座 高高的王座 那王座高达万丈 直入云间一般 这第七层 似乎就只有这一座王座一般 小黑又只能把他们 传送到这王座之下 所以 苏玄和南离游婷此时 从王座之下抬眼望去 根本就看不清 那王座之上所作的神帝模样 同样也没有看见 那炼魂番究竟是何等的样子 反而是被一种 无形的力量镇压着 总给给苏玄和南离游婷一种 忍不住地想要跪下 对着那王座跪拜的感觉 而小黑几个家伙 也不敢前往这里 至少说在那神帝尸身 还没有离开这王座的时候 他们是不敢来的 来了的话 不但可能会提前 让那神帝意识醒了过来 重新掌控起这七炼神功来 到时候的 不说其他的 只需要从第六层 把那几只化神灵魁给招了过来 就够苏玄他们喝上一壶的 所以 此时只能靠苏玄和南离游婷自己了 走 南离游婷 率先向着那王座之顶 腾空而去 好 苏玄也紧跟其后 只是 南离游婷才飞起了一千多丈 那种力量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渐渐地被苏玄反超 落后于苏玄了 这还是在他已经不再受八卦炉 发出的那种 炙热力量影响的情况下 要知道 这里可是第七层 第七层的 可不是炼血之痛那般简单 而是 植入神魂的炼魂之痛 南离游婷估计 若是有了那炼魂之痛的影响的话 自己估计连一百多丈高 他都不一定飞得到 没用的东西 还不赶紧把身体控制权 交给本宫 眼看着南离游婷的速度越来越慢 他的体内 想起了那老怪物的声音 我 南离游婷实在不想 让那老怪物 这么早就控制自己的身体 毕竟 这老家伙每次控制自己的肉身 都会对自己的肉身动手脚 他每控制多一秒钟 南离游婷被他夺射危险 就会多上一分 紧咬着牙关 又向上飞行了五百丈的距离 到了一千五百丈的时候 不要说往上继续飞行了 就算是保持这个高度 都变得十分艰难 眼看着就要从空中掉落了下去 这才不得不把身体的掌控权交给了那老怪物 喂喂喂 前面的小帅哥 等等姐姐 跑这么快干什么 随着他把身体掌控权交给了那老家伙 一个妖媚的声音马上就响了起来 与此同时 苏玄的脑海里也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发现皇级品级废品 可便废为宝 为帝级品级宝物 苏玄已经不是第一次注意到这老家伙 第一次注意到他的时候 系统都给没有升级 也没有发出提醒声 第二次是在那第三层的守护法阵处 那时候系统倒是提醒过苏玄 不过他却依然是皇级废品 可便废为宝为帝级宝物 也就是说 哪怕是苏玄的系统已经升过级了 但是他却依然是最高品级的废品 能变成最高品级的宝物 而这一次 苏玄却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光是这声音 却又让苏玄震惊不已 不但不苍老 反而是比南里游庭的声音 还要魅惑一千倍 苏玄估计任何男人 只要还有功能在 听到他的声音 恐怕都要响入非非 只是听了他的声音 就必然会响入非非 你跑那么快 干什么吗 姐姐又不会吃了你 很快 那老怪物就追上了苏玄 妖媚地对着苏玄说道 前辈这不是也赶上来了吗 苏玄对着那老怪物说道 都说了 叫姐姐 叫姐姐 小帅哥 怎么还叫奴家前辈呢 来 叫声姐姐吗 那老怪物对着苏玄说道 边说还边主动地把手 搭在了苏玄的腰间 并向着屁股的位置 缓缓下移了下去 啊 苏玄这般的LSP 也被这女人聊得面红耳赤 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 碰到了什么万年老妖怪 嘻嘻 原来还是个会害羞的小帅哥呢 你觉得奴家这具肉身怎样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 大战个三百回合 那老怪物 对着苏玄一犹所指地说道 边说还边舔了舔嘴唇 苏玄严重感觉自己 这样的LSP在这女人手里 也如同是纯情小书生一般 迟早都要被她吸干了洋气 这个 还是改日 改日吧 苏玄对着那老怪物说道 改日 改日的感觉可就不同了 一会儿说不定姐姐 就要离开这具肉身 变成一具僵尸的模样 到时候 弟弟你肯定下不去口 而这丫头 对谁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想要搞定她 可不像姐姐这般容易 你确定不趁着这个时候尝尝鲜 那老怪物继续对着苏玄说道 苏玄望了望眼前 男女游停那娇俏的脸蛋 那盈盈一窝的小蛮腰 那笔直修长的大长腿 再配上这老怪物娇媚的声音 说实在话苏玄是真的心动了 不过苏玄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但是 却也不是趁女人之威的小人 只能对着那媚着自己的良心说道 算了 算了 实不相瞒 晚辈身边已经有了两位家人 只能拒绝前辈美意 那老怪物到了此时 倒也没有继续纠缠 一把把苏玄推了开去 没去 他有些失望地说道 哪怕就算是他不再聊苏玄了 那一句没去 和失望的表情 也是说不出的风景 被推开的苏玄 竟然有一种空荡荡 失落的感觉 正人君子真贪娘的难当 早知道老子就答应他好了 苏玄如此地想道 对了 那丫头把那男言玄狱交给你 应该是让你到时候 通知他父母一声吧 那老怪物又对着苏玄问道 前辈既然知道 为何还问 苏玄大大方方地承认了下来 毕竟这老怪物 就藏在男离游艇身体内 苏玄想要隐瞒也没有意义 咱们也谈一笔交易 姐姐保证 你获得好处更多 那老怪物又对着苏玄说道 这个 晚辈已经用心摸起过事了 苏玄赶紧对着老怪物说道 还以为他 要让自己放弃通知 男离游艇父母的想法 谁知道那老怪物 却对着苏玄说道 放心 姐姐怎么舍得 让你被心魔反噬 姐姐的意思 是你该通知他们 还是通知他们 只不过到时候带上姐姐 跟姐姐一起偷袭他们 一旦成功 姐姐把整个男言圣地都给你 你看如何 第194章 原来这练魂番乃是他所练之 跟姐姐一起偷袭他们 一旦成功 姐姐把整个男言圣地都给你 你看如何 那老家伙对着苏玄说道 这可把已经把身体控制权 交给了他的男离游艇 给吓坏了 他原本以为 自己已经算无一策了 但是 奈何他所有的安排 此时在这老妖怪的面前 不过是徒劳的挣扎而已 而他所给苏玄的 比起老妖怪给苏玄的 更是不值一提 若是换成自己 肯定是会毫不犹豫地 跟这老妖怪合作 到了那时候 自己虽然能够让父母知道了 自己被夺赦的消息 但是也会直接地害了父母 最关键的是 苏玄还不算违背了心魔启示 坏了 坏了 这一点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南离游艇着急无比地想到 只是转念一想 就算是想到了 又能怎样 他能够让苏玄 冒着得罪这老家伙的危险 给父母带个信 都十分地勉强了 难道还能让苏玄 为了他 跟这老家伙为敌 只是 南离游艇 终究还是低估了苏玄 苏玄并没有一口答应 反而是对着那老怪物问道 前辈何必非要赶尽杀绝 毕竟这具肉身 终究还是来自于 南离姑娘的父母所生 你以为姐姐想这般绝情吗 两个原因后期的低阶修饰而已 姐姐原本也没想跟他们计较 但是 奈何这丫头不甘心 在肉身上 布置了一种蛊毒 这蛊毒 平常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一旦发作 便会长穿肚烂 蹊跷流血而亡 到时候 姐姐好不容易夺舍过来的肉身 就会毁于一旦 甚至还有可能威胁到 姐姐有我的神魂 偏偏她父母手上 就有着让这蛊毒发作的手段 姐姐又对蛊毒这东西一窍不通 一时间更难找到 解决那蛊毒的办法 你说姐姐能不能让他们继续活着 那老怪物对着苏璇解释道 她说的倒是轻描淡写 苏璇听的 却是心惊胆战 原本以为南离游艇体内的老怪物 只有她自己知道 却哪里想到 南离游艇的父母不但知道 而且还有给她报仇血恨的手段 看来等会真的 要是这老家伙 夺舍了南离游艇的话 自己要是不答应跟她合作 恐怕她是不会跟自己善罢甘休的 不 严格来说 就算是自己不跟南离游艇合作 她恐怕都要想办法杀人灭口 毕竟自己死了 她才能彻底地放心 不过苏璇却也没有害怕 虽然这老怪物拥有着十亿战力 毕竟她手里 还有小黑小木鱼等家伙 到时候 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更何况 苏璇似乎还有更完美的解决方式 其实前辈也不必 又非夺舍南离姑娘不可 若是前辈愿意加入我天玄宗的话 晚辈 还有更加完美的解决方式 苏璇对着那老怪物说道 她早就想过 打这老怪物的主意了 如今虽然知道 这老怪物不是什么善来 但是奈何她十亿的战力 外加可以变费为宝为地级宝物的诱惑 实在是太大 苏璇还是决定冒险一试 是吗 看来小帅哥你 还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呢 怪不得你会冲进了那幻境里 就吓了这丫头 那老家伙不知道 苏璇拥有变费为宝系统 哪里会相信 苏璇会有更好的办法 只当是苏璇想要英雄救美 语气里也多出了几分怨怪的味道来 怨怪苏璇多管闲事 要不是苏璇把南里游亭 从幻境中救了出来的话 她恐怕已经夺射了南里游亭了 此时乾坤未定 苏璇也不敢断定接下来的发展 也没有给她多做解释 很快 二人就已经来到了那王座的顶端 与此同时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想起了 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声音来 丁 发现紫金色品级废品 可变费为宝 为王级宝物 丁 发现王级品级废品 可变费为宝 为皇级宝物 丁 发现 只是才刚刚一到这王座顶端 苏璇的脑海里 就接连响起了 四五声的系统提示声来 最差的都是紫金色品级废品 更是有着三声王级等级的废品 苏璇赶紧用系统扫射了起来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来 首先 便是那传说中的练魂帆 此时的她 正被那神帝尸身握在手中 练魂帆 通天灵宝 紫金色品级废品 未炼成 可变费为宝为 王级品级宝物 让苏璇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那练魂帆只是这里 最低级的废品而已 虽然说 它是紫金色 在其他地方 已经十分的难得了 但是在此处 竟然只是一件 最低等的废品而已 这练魂帆是紫金色 那什么才是王级废品呢 苏璇不敢置信地想到 赶紧又用系统 对着其他东西扫射了起来 七恋神功王座 七恋神功控制枢纽 王级废品 因七恋神功受损严重以废 只可发挥1%的威能 然后便是那王座 毕竟这王座 可是这七恋神功的控制枢纽 小黑等人 更是再三地提醒苏璇 只要把那神帝 给弄离了那王座 他们便可以彻底地 控制这七恋神功 然后就是一把断气锤 一把长着小短手 小短脚的断气锤 一把正在源源不断地打出 各种炼气手绝的断气锤 而随着他的各种炼气手绝的打出 那炼魂帆上的气势 也变得越来越强大了起来 甚至 苏璇还看到 一具刚刚陨落在这神墓里的 西域修饰的魂魄 被他的手绝给锯了过来 打入了那炼魂帆里 用来祭炼那炼魂帆 原本以为这炼魂帆 乃是神帝所炼制的 现在看来他才是 炼制这炼魂帆的存在 苏璇望着那段气锤 也出现在了苏璇的脑海里 天机断宝锤 七炼神功第七层气灵 王级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皇级宝物 战力五百万 技能 神级炼气师 已废 只可发挥一瓶顶峰水瓶 卧槽 不是吧 他被废了 都还有五百万的战力 若是没有被废的话 这实力岂不是七个家伙里 最强大的存在 苏璇望着那天 激断气锤 不敢置信地想到 要知道 几个家伙都告诉过苏璇 他们的七弟 受的伤势才是最重的 被那神帝连意识都已经打散了 眼前的一切 似乎也证明了这一切 此时的他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灵智 就跟一台不知疲倦的炼气机器 第195章 神帝师身 曾经的大成强者 此时的他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灵智 就跟一台不知疲倦的炼气机器一样 傻傻地帮他的仇人神帝 炼制着炼魂番 而且 一炼就是几十万年 只是 苏璇却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灵智都没有了 竟然还能拥有着五百万的战力 这要是被自己变费为宝了之后 他会变得多强大 又能够给苏璇 提供多高的战力 只是 这一切 还不是让苏璇最震惊的 最让苏璇震惊的 这家伙 还是一名神级炼气师 虽然说已经废掉了 但是却还能够发挥出 一瓶顶峰炼气师的水平 最关键的是 他只能发挥出 一瓶顶级的水平 就能够炼制炼魂番 这种通天灵宝 若是他被苏璇变费为宝了之后 那还了得 废了的神级炼气师 废了的神级炼气师 要是把他变费为宝了之后 该不会连传说中 通天灵宝之上的玄天智宝 他也能够炼制吧 就更不说 他就算是 没有被变费为宝 也能帮我完成 那拥有一名一品炼气师的任务了 他才是这七炼神功里 真正的智宝 苏璇望着眼前的天机炼气锤 不由地想到 据传说 通天灵宝在这一届 乃是几乎不可能炼制成功的最强法宝 但是到了灵界之后 通天灵宝就要变得普通的多了 而在这通天灵宝之上 还有着远比通天灵宝 强大不知道多少倍的玄天智宝 那样的法宝 就连灵界最强大的大成竞修士 都未必能够拥有一件 而这家伙 却很可能能炼制出来 就更加不要说 他还可以帮苏璇完成那 拥有一名一品炼气师的任务 一会无论如何 也要先把这家伙给保护起来再说 看到这里的苏璇暗暗的决定 哪怕自己受伤 都不能让这家伙给伤着了 毕竟一会的大战 肯定会十分的激烈 这家伙连意识都被那神帝 给打散了 没有丝毫灵智的他 恐怕连躲避的都不会 就更加不要说抵挡攻击了 除了这天机断气锤之外 还有另外的两样王级废品 甚至 就连那坐在王座上的神帝师身 都是一件王级废品 神帝师身 魔玉神帝陨落后 所留失身 生前曾拥有大成静修为 魔界入侵灵界之时 身受重伤后 静界跌落到炼虚境 并掉落到玄天大陆后 被玄天大陆修士 为公而亡 以废 亡级废品 可变废为宝 为皇级宝物 静界 万年失亡 静界堪比化神后期 战力 三亿 原来 他曾经是大成七的强者 怪不得能身受重伤后 从灵界掉落到这一戒 都还能保持炼虚七境界 还能在这天玄大陆当时 几乎所有化神强者的围攻下 击杀七名化神强者 更是陨落后 都还能拥有三亿的战力 怪不得那些化神强者 不敢进来夺走他的炼魂番 苏玄望着那神帝尸身 不由地想到 在还未曾进入这神墓之前 苏玄一直以为 上古那些化神强者 当初能够围杀神帝 现在的化神强者联合起来 也应该能够夺走 他手中的炼魂番才对 之所以没有来夺 是因为大家想要等他 把炼魂番炼至成功之后 再来抢夺 到了现在才知道 事情哪里有那么简单 在这一戒灵气 已经远不如上古那般浓郁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化神后期强者的情况下 他堪比化神后期强者的实力 来多少化神强者 都未必能够对付得了他 就更加不要说 他还掌控着这七炼神功 他的意识醒来之后 还可以控制小黑等几个家伙 不但可以把那七只化神灵魁 给招到这里来 帮自己抵挡敌人 而且还可以让小木鱼 把外来的化神 强者灵力给封印了起来 这里就是他的主场 来再多的化神强者 都不够看 苏璇甚至怀疑 这家伙当初是被那些 上古修士给偷袭致死的 不然 就算是上古天玄大陆 拥有化神后期的强者 也未必能够击杀的了他 不过 此时的苏璇 看向凶颜滔天的他 却是眼馋不已 这般强大的存在 若是变废为宝了之后 那得有多强大 该不会直接拥有 练须强者的实力吧 苏璇不由地想到 甚至都有些舍不得 把他交给那老家伙来夺赦了 哪怕那老家伙 若是夺赦不了 这神帝尸身的话 就只能夺赦南里游亭 苏璇却还是打起了 这神帝尸身来 马德 练魂翻老子要 这神帝尸身 老子也同样也要 你这是什么眼神 该不会是等姐姐 要是夺赦了这神帝尸身了之后 想要跟姐姐大战了三百回合 那老怪物 对着苏璇说道 此时的苏璇望着那神帝尸身 犹如见到了绝世美女一般 眼里充满了贪婪的光芒 老家伙还以为 苏璇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呢 若是那样的话 苏璇的口味 可就真的有些太重的过分了 毕竟眼前的神帝尸身 已经成了一具万年尸亡 不 严格来说 他应该是几十万年的尸亡才对 如此的一具僵尸 不要说他早已经青面獠牙 被生骨刺 身体比神体还要坚硬了 光是那浓郁的化不开 弥漫在他身周的尸气 估计就算是在几十里外 都会把人给臭晕了过去 嘿嘿 前辈说笑了 晚辈只是觉得 这神帝都已经陨落了几十万年了 不但不服 而且还能如此强大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苏璇对着那老怪物说道 此时还不是翻脸的时候 他自然是不可能告诉那老怪物 自己心中的计划 这算什么 他要是不进阶跌落的话 不要说保存下来一具尸身了 就算是滴血重生 也是轻而易举 那老怪物对着苏璇轻描淡写地说道 滴血重生 苏璇听后却是大吃一惊 实在难以想象 当初境界没有跌落的时候 到底有多强大 更不敢相信 如此的存在 究竟又是何等的强大的存在 能够把他打到身受重伤 境界跌落的 好了 好了 滴血重生这种神通 还不是你一名金丹镜小修士 能够想象的 赶紧动手吧 那老怪物对着苏璇说道 前辈说的也是 宫晴请前辈出手 苏璇对着那老家伙说道 虽然说 这神帝尸身 拥有着三亿的战力 但是那老家伙 却拥有着十亿的战力 是这神帝尸身三倍有余 苏璇还以为 那老家伙 可以轻松地对付这神帝尸身 而自己只需要到时候突然袭击 来个渔翁得利就是了 只是 那老怪物听了之后 却是对着苏璇说道 你这小家伙倒是有趣 姐姐要是现在能够对他动手的话 要你来干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 实力越强大的存在 越是容易让他恢复意识 醒了过来吗 啊 他醒来又能怎样 以前辈的实力 难道还不能轻松对付他 一句失望 苏璇听后 再次对着那老怪物问道 若是姐姐全力出手的话 自然是可以轻松拿下他 可是 你确定 这丫头这具肉身 能够承受得了 姐姐全力出手 实不相瞒 姐姐最多也就只能发挥一成的实力而已 要不然 又何必 第196章 那一口数十万年的士气 要不然 又何必跟你合作呢 那老怪物对着苏璇笑道 苏璇这才知道这老怪物虽然强大 但是还是得受南离游艇的肉身限制 而南离游艇的实力 虽然也不算弱 但是终究才只是金丹初七而已 根本就不可能承受的了 十亿战力的全力发挥 而他跟苏璇的战力加起来 也才只有一亿六千万 这神帝师身却拥有着三亿战力 几乎是他们的两倍之多 就更加不要说 战力又不是简单相假 几个人加起来 就能够相抵的了 一个一万战力的存在 绝对可以秒杀十个一千战力的存在 一百个一千战力的 也未必杀得了一个战力一万的 那按前辈的说法 你我岂不是没有任何机会 苏璇有些紧张地问道 谁说没有机会 此时的他 亦是还在沉睡之中 正是咱们偷袭他的最佳时候 而他一旦他离开了这王座之后 你手上不是还有几个帮手吗 那老怪物对着苏璇说道 真有这么简单 苏璇有些不幸地问道 就是这么简单 你现在才精丹静的修为 根本就不会惊动 他的意识醒了过来 你只需要过去 一脚把他给踢下王座之后 然后再一剑 把他劈成两半 咱们就大事可成了 那老怪物 轻描淡写地 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却一听就知道 这老家伙 肯定是在忽悠自己 真要是这么简单的话 这神帝失身 也不可能几十万年了 还镇压在这里 这老家伙 又何必要让自己来帮他 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不过出手的话 肯定还是我来出的好 此时的苏璇可不敢大意 当初南离游庭 坑杀那王兄时候 他就在旁边 情景还历历在目 这老家伙 比南离游庭 还要狠毒得多 苏璇可不想成了第二个王兄 但是 动手肯定还得是自己来动手 因为苏璇动手的话 才能掌握主动权 他向着那神帝失身 缓缓地摸了过去 那老怪物说得不错 以苏璇此时的 只有金丹镜初七的境界 确实没有引得那神帝 失身意识醒了过来 苏璇很轻松地 就摸到了那神帝失身旁边 然后 就该轮到一脚 把他给踢下 王座的时候了 踢肯定是要踢的 不过这踢的方向嘛 那就需要操这一番才行 这一脚下去 当然是离老子越远 老子就越安全 然后就是 向着那老怪物踢过去 这样一来 不但可以让那老怪物 承担大部分的压力 而且还能够防止这老东西 在背后偷袭老子 想到这里的苏璇找准了位置 狠狠地一脚向着 那神帝失身踢了过去 当 一声金铁交鸣的声音 响了起来 苏璇感觉自己踢的哪里 是一具失身 简直就是一堵刚强 不 就算是刚强以苏璇 如今六千万的战力 也能够轻易地踢穿 但是踢在那神帝失身身上 却是震得苏璇 自己腿势又疼又猛 感觉是快断了似的 要知道此时 苏璇此时的肉身 还是被系统变废为宝后的 清廉倒体 若是没有变废为宝的话 恐怕这一脚下去 已经被震断了 至于说 一脚把那神帝失身踢到多远 那就更加不要想了 那玩意 看似跟一个普通人一般的大小 却如同有百万军众一般 这一脚下去 最后也只是堪堪地 把他踢下了王座而已 与此同时 苏璇手中的剑组十剑 也同时出手了 马德 这么猛 看来这次不拼命是不行了 苏璇看到这一切后 不敢再有任何的保留了 此时的他手中紧握着剑组十剑 放出了护体清廉 用尽了全力 狠狠地一剑 向着那神帝失身劈砍了过去 光是那剑组十剑 就有着四十张 长 再加上苏璇的全力一击 一道数百丈长的巨大剑王 疯狂地向着 那神帝失身劈砍了过去 这一剑下去 苏璇虽然不敢说 能秒杀化神 但是 就算是化神强者 都必须要用尽全力 才能接得下来 然后更是头也不回的 继续跟那老怪物战斗着 任由那道数百丈的剑王 劈砍在了他的后背 最后 只是在他那坚硬的骨翅之上 留下了几道浅浅的痕迹而已 除了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痕迹而已 这一剑下去 终于把他劈到了那老怪物身边 至于说 一剑劈成两半 那老家伙 也就是说说而已 苏璇可不敢当真 然后苏璇的耳朵边 就响起了 那神帝尸身 愤怒无比的嚎叫声来 那声音根本就不像人类 更像是远古的凶兽 巨大的嚎叫声震得 仿佛整个第七层 都如同地震了似的 开始地洞山摇了起来 口中更是疯狂地喷出 浓郁无比的湿气来 那湿气奇臭无比就算了 而且似乎还带着剧毒 苏璇躲在他的背后 只是嗅到了一丝 就感觉头余目眩了起来 若是正面应对的话 估计这一口湿气 都可能要了苏璇半条的命 而现在 这一口湿气 却向着那老怪物喷涂了过去 那老怪物见此 同样也是不敢大意 此时 南离游艇的灵宝气胚 九华圣火顶 已经被祭练成了真正的灵宝 被那老怪物释放了出来 更是发挥出 远超南离游艇使用时的威力 转瞬之间 就化为了数十丈大小 一道道南岩离火 从那圣火顶中涌了出来 向着浓郁的湿气汹涌了过来 这才堪堪地抵住了湿气的清晰 不过 也只是堪堪抵住了而已 哪怕半边天都给烧了个通红 但是也只是堪堪抵住了而已 要知道 那可是南岩离火 南岩圣地世代相传的天赋神通 号称这天玄大陆温度最高的火焰 再加上那老怪物一亿战力的加持 苏璇估计 就算是上品法宝 都可能转眼间就被烧坏 但是 此时却只是能够抵住 神帝尸身的一口湿气而已 苏璇庆幸自己没有相信那老怪物的话 一剑把这神帝尸身 劈到了他的面前 若是没有这样做的话 现在要面对这一口 数十万年的湿气的就是自己了 与此同时 那老怪物也跟这神帝尸身 开始短兵相接了起来 二人手上都没有任何的武器法宝 都是用拳头硬钢 若不是拳头上 还包裹着强大灵力的话 每一拳下去 都是地动山摇的动静 甚至连空间裂缝都给打了出来的话 苏璇甚至都要怀疑 两个家伙是小混混在打架 第197章 神帝尸身也开始惧怕了起来 只是 苏璇也知道 如此的拳拳倒肉 才是最凶险的战斗方式 因为二人尻得太近了 只有半米不到的距离 但是每一拳的威力 却是连空间裂缝都能打出来 如此强大的攻击 所谓的躲闪腾挪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唯有用硬扛 对硬扛才能保证 下一刻不会被对方一拳打爆 哪怕接不住一拳 落到了身上 都不是护体钢器 能够承受得起的 此时那神帝尸身 似乎对苏璇没有任何兴趣 一心只是跟那老怪物 疯狂地硬拼 老怪物才是他的大敌 哪怕是苏璇招惹的他 把他一脚踢下了王座 哪怕刚刚苏璇的那一剑 有着数百丈的剑芒 苏璇在他眼里 也只是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等他对付完了那老怪物之后 他随时都可以轻松 摁死苏璇这只蝼蚁 不过 他却不知道的是 苏璇除了自身实力之外 还收服了小黑等几个家伙 很快 几个家伙就被小黑给传送了过来 小黑这家伙 更是直接坐在了那王座之上 节节地怪笑了起来 节节节 几十万年了 我神宫小黑 终于坐上了这个位置 小家伙得意无比地说道 而其他几个家伙 却是恭敬地对着苏璇 行起了礼来 主人 我等来是让主人受惊了 还请主人恕罪 那神帝尸身 这才终于重视起苏璇来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把他们全部收服了 那神帝尸身 望着苏璇不敢置信地说道 要知道 他当初跟着七恋神功的原主人 拼得两败俱伤之后 花了数万年都没有能够 将这几个家伙全部收服 只有老七 被他把意识打散 失去了灵智像一台练器机器一般 帮着他不知疲倦地 练制着练魂藩 而其他几个家伙 全靠着坐在这王座上 他才能压制着他们 一旦离开了王座 在这神木之中 不要说寻到他们了 就连小黑这家伙 能够把他传送出去 这种bug都让他头疼不已 就更加不要说 还有小木鱼那种 封印伶俐的能力了 若不是收服了他们几个 我等又怎敢来打你的主意 苏璇对那神帝尸身说道 这话苏璇说的可是大实话 这家伙 可是有着三亿多的战力 若是没有收服小黑他们几个的话 苏璇在知道了 那老家伙 只能发挥出一成的战力的时候 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嗯 多了这几个家伙的话 倒确实是可以威胁到本座 不过小子本座若是你的话 肯定不会选择汤这趟浑水 若是你现在袖手旁观的话 本座保证只带着这练魂帆 离开这七练神宫 以后 你就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那神帝尸身对着苏璇说道 不得不承认 此时的苏璇等人 已经能够威胁到他了 他甚至跟苏璇讲起了条件来 这样的条件 若是其他人的话 恐怕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但是苏璇却只是缓缓地摇起了头来 这帮红小孩子的话 阁下还是留着红小孩子去吧 苏某虽然不才 放虎归山的道理 还是懂的 苏璇对着那神帝尸身说道 这神帝尸身是谁 那可是生前 为了炼制练魂帆 想要杀光这天玄大陆 所有修饰的存在 苏璇可不会相信 今天自己不汤浑水 他就能放过自己 再说了 那练魂帆可是通天灵宝 还可以变废为宝围 更加厉害的宝物 苏璇也不想被他带走 这七练神宫的真正主人 他苏璇要做 这炼魂帆他苏璇也要 甚至 就连他这句尸身 苏璇也同样看上了 好 好的很 原本还想让你多活一会儿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就多费一点手脚 一并送你们一起去死好了 那神帝尸身 见苏璇不愿意退去后 哈哈大笑了起来 双手只是轻轻一挥 原本只有八掌大的炼魂帆 瞬间化为里几十掌大小 一道道黑色的怨气 疯狂地从炼魂帆里汹涌了出来 其中还夹杂着一道道 巨大的骷髅头 那些巨骷髅头 每一只都有百丈大小 似乎每一只 都有着原音后期的实力 整整十二只 十二只骷髅头 被怨气所包裹着 嘴巴一张 就是一道道 巨大的鬼火 狂喷了出来 然后再一绕 便绕成了一个巨大转轮 向着苏璇碾压了过来 转眼间 就到了苏璇的跟前 哈哈 先让你尝尝 本作的炼魂帆的滋味 那神帝尸身 狂笑着对着苏璇说道 这炼魂帆 可是通天灵宝的存在 虽然还没有炼制成功 但是里面的十二只巨大骷髅 那也是原音巅峰的存在 十二只组成的转轮 就算是化神强者 也能够轻易地斩杀 而他就又可以继续对付那老怪物了 等把那老怪物给解决了之后 苏璇和小黑等几个家伙 一个都跑不了 只是 他才刚刚放出十二只骷髅 苏璇就对着小黑大吼一声 小黑 给老子抢过来 好的主人 随着苏璇的一声大吼 小黑的小短手 就开始疯狂地挥动了起来 一股股强大的力量 向着那炼魂帆汹涌了过去 那神帝尸身一个不注意 竟然差一点没有握住 被小黑这家伙 给抢走了炼魂帆去 用尽了全身力气 这才把炼魂帆抓在了手中 至少说 需要一只手用尽全力 才能够抓得住 而另外一只手 却还要跟那老家伙 疯狂地硬拼 怎么可能 你的伤势 怎么可能已经恢复了 神帝尸身不敢置信地 对着小黑问道 小黑这家伙 虽然实力不怎么强大 但是 他那种能够传送万物的力量 却是这七炼神功之中 最大的bug 若是他没有恢复 伤势还好 想要在自己手里抢走东西 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现在恢复了修为 自己就必须要全力 抓住炼魂帆才行 至于说 继续驱使炼魂帆对敌 却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主人 不行啊 这家伙实力太强了 小黑抢不下来 小黑对着苏璇大吼道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却最终 也没有抢过这炼魂帆来 没事 你只要能跟他相持就行了 苏璇对着小黑大吼道 此时的他的护体清廉 正在疯狂地吸收着 那巨大转轮所释放的鬼火 而那巨大转轮 在苏璇的护体清廉之前 竟然半步都前进步的 反而是力量越来越弱 被苏璇的护体清廉 给吸收了过去 如今再加上 没有了神帝尸身 驱使炼魂帆继续提供力量 更是已经隐隐有了 马上就要溃散的痕迹 怎么可能 你明明才金丹出气而言 你怎么可能那么强 这一幕 更是让那神帝尸身震惊不已 甚至隐隐地惧怕了起来 这炼魂帆 虽然还没有炼制成功 他也不再是生前的他 但是 对付一个化神强者 却还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苏璇不但挡下了 而且还似乎 只是用了护体清廉而已 他都还没有出手 而他更知道 此时的他还是满血状态 那小牧鱼还没有出手 虽然说 小牧鱼也不可能 将他全部的灵力封印 第198章 苏璇还给他准备了 更豪华的套餐 虽然说小牧鱼也不可能 将他全部的灵力封印 但是 只需要封印一部分 就能让他危险倍增 其他的不说 光说手里的这点魂帆 此时的他 也就只能勉强拿得住 这要是封印了一部分灵力的话 分分钟都会被 小黑那家伙给抢走 只是 他不知道的 苏璇似乎还给他 准备了更豪华的套餐 双手再次举起了剑组石剑来 你们几个还不动手 更待何时 苏璇大吼一声道 几个家伙赶紧用尽了 浑身解数来 首先出手的是 那幻星镜 他只是小手一挥 那神帝尸身的眼前 就突兀地出现了 一道高大的身影来 那身影就高达万丈 身上更是散发着 大成强者的气息 凄恋老怪 不可能 本座早已经击杀了你 你怎么可能没死 神帝尸身惊恐无比的大叫道 那高达万丈的身影 竟然是他的生死大敌 七恋老祖 也就是这七恋神功的前主人 当初的二人 都是大成强者 那一场大战 让他们一个陨落 一个境界大跌 从灵界掉落到这天玄大陆 而现在 他却只是一具 拥有化神后期实力的僵尸 可是七恋老祖身上 却散发着大成强者的气息 如此的一幕 怎能不让他惊恐不已 但是 奈何换星镜的实力太低 跟他的实力 相差了不知道多少倍 然后又是伤上加伤 所以这幻境 只能维持了几夕而已 那神帝尸身 就从幻境中挣脱了出来 但是高手过招 不要说几夕了 就算是一夕 也是耽搁不起的 从幻境冲出来的他 只感觉身下一亲 一道巨大的剑芒 从他的腹部划过 他坚硬无比的尸身 直接被分成了两半 从小腹位置 被苏玄的剑组十剑 一剑劈成了两半 与此同时 他手里变得空空荡荡 那练魂帆 也已经到了小黑的手中 甚至 就连一直被他掌控的 老七天机练气锤 也被小黑给传送到了安全地方 就算是剩下的 上半段身子情况 也好不到哪去 那老怪物 已经在他身上 留下了两个巨大的窟窿 一个在心脏位置 从前胸穿到了后背 连带着心脏 也被那老怪物给掏了出去 收进了储物戒指里 若不是 他还想夺舍了他的话 恐怕已经一把 把他的心脏给捏得粉碎了 另外一个窟窿 在他的额头上 两根手指 直插进他的透露里 那里藏着他所剩不多的意识 一旦意识被绞碎 他将不可能再掌控这具尸身 也就是这家伙陨落后 改修了尸道 成为了一具僵尸了 若是普通的修士 如此重的伤势 能够活着都不错了 连心脏都没有了 额头上还插着两根手指 如此都伤势这具肉身绝对废了 普通的修士此时 唯一的办法 就只有赶紧放出原因 来逃走保命 看能不能寻找到 一具肉身夺射重生 但是这神帝尸身 却只是受了重伤 气息弱上了几分而已 他的战斗力依然强悍 只是额头狠狠地向下 一声清脆的咔嚓声 就响了起来 咔嚓 啊 随即就是那老怪物 一声凄厉的惨叫声 他的两根手指 已经被神帝尸身 硬生生地折断 然后 任由两根手指留在额头上 身后的骨翅一盏 就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 就出现在了苏玄的面前 恶狠狠地一抓 向着苏玄抓了过来 就算是被苏玄劈断的下半身 此时也没有老实 两刀巨大的脚印 向着苏玄急驰而来 每一刀都有着百丈大小 跟着他的上半身 一起围攻着苏玄 这般诡异的战斗方式 估计也就只有僵尸这样的存在 才会施展得出来 被劈成了两半 竟然变成了两股强大的战力 围攻起敌人来 光是那巨大的脚印 就已经让苏玄的护体清廉 不断地闪烁了起来 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 甚至护体清廉 能够挡住这一对巨大脚印 还是那通灵阵盘 布置了好几道防御法阵的原因 若不是几道防御法阵 苏玄的护体清廉 早已经溃散了 如今这头顶上 还有着更加强大的 一抓抓了下来 这要是落了下来 护体清廉将会马上溃散 紧接着就应该是苏玄的脑袋 会被他一抓给直接抓爆 苏玄可不是僵尸 实力虽强 却也还没有修成原因 这一抓抓了下来 苏玄将会必死无疑 不过 苏玄又怎么可能傻傻地 站在原地等死 抬起剑组石剑 就狠狠地向着头顶劈砍了上去 一道数百丈的剑芒 狠狠地向着 那神帝尸身砸了过去 将这一抓 硬生生地挡在了空中 同时 苏玄还大吼一声 小黑 你现在都还不能 把他这双臭脚给传送走的话 你也就没必吆活着了 苏玄的这一吼 那坐在王座上的小黑 哪里还敢不用尽全力 一双小短手 疯狂地舞动了起来 形成了一道道幻影 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出现在了那神帝尸身的下半身上 下一刻 那神帝尸身下半身 就出现在了七练神功的第六层 那里有老六 加上七只化神镜的灵魁 一起疯狂地攻击起下半身来 而剩下的上半身 眼看着下半身 被小黑给传送了出去 更是感受到了 下半身正在被七只化神灵魁围攻 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 赶紧发了疯似的 对着苏玄攻击起来 原本的一抓 直接暴涨了一倍还多 一道三四百丈的巨大抓隐 铺天盖地向着苏玄抓了下来 与此同时 更是大口一张 一道奇臭无比的湿气 也向着苏玄喷射了出来 不过此时的苏玄 也腾出了手来 护体清廉 刚刚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同时吸收的力量 也达到了顶点 此时只是轻轻一转 吸收的力量 就向着那神帝尸身反弹了回去 然后在这后面 更是有着复刻的玄跃剑阵 也被苏玄黑释放了出来 一招清廉十八剑 十二柄飞剑镜 随着被清廉护体反弹的力量 疯狂地向着那神帝尸身倾泻了过去 紧接着就是九色悬炎 和夹杂在九色悬炎之内的红莲夜火 这一道又一道的攻击 虽然没有那件组十剑的攻击强大 但是却也差不了多少 一波接一波的攻击 不但接下了那神帝 暴涨一倍的一抓 而且还打得他节节败退了起来 就连他释放出的湿气 也被九色悬炎给阻挡住燃烧了起来 就更加不要说 他身后的那老怪物 也再次攻击了上来 第199章 神帝自爆 神殿 还是把你这具尸身交给本宫吧 那老怪物对着神帝笑道 双掌狠狠地对着他拍了下来 两百多张的掌印从天而降 遮天蔽日 上面更是带着炙热无比的难言离火 与此同时 那小牧鱼也开始用尽了全力 他身上的灵力被压制 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了起来 更有着阴阳八卦炉 将什么炼皮 炼骨 炼血 炼心 炼魄 炼魂之痛 一股脑的全部施展在了他的身上 炼皮 炼骨这种痛苦 似乎影响不大 他一具僵尸皮骨 早就被锤炼到了钢筋铁骨的地步 甚至炼血 炼心之痛也影响不到他了 他已经陨落了数十万年 体内怎么可能会有血液 心脏也被那老怪物给夺走了去 但是 那炼魄之痛 却是让他 痛不欲生 毕竟 僵尸原本就是 有魄无魂的存在 陨落后的他 三魂早就散去 七魄却被强行留在了体内 所以 此时那炼魄之痛 就像是复古之躯一般 附着在他的七魄上燃烧了起来 让他痛不欲生的同时 七魄 开始迅速地萎缩了起来 连带着身上的气息 也变得越来越微弱 只是这家伙 就算是在如此的围攻之下 却依然没有半分的退缩 鼠背休想 等本座今日脱困后 定会把你们夹在本座身上的痛苦 千百倍地还给你们 本座要将你们的灵魂 聚在炼魂番中 日日夜夜受炼魂番中 恶鬼炼魂之苦 那神帝大吼一声道 他依然是那般的凶艳滔天 只用一对骨翅硬扛 那老怪物的一对巨大掌印 虽然说 骨翅已经被南岩离火点燃 不断地发出 噼里啪啦地剧烈燃烧声音 但是一对巨大掌印 打在那骨翅上 却是分毫 也没能伤到他 甚至连痕迹 都未能留下分毫 不过那老怪物 也知道 此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这一掌之后 他的拳头也如同雨点一般 疯狂地向着神帝尸身砸了下来 二人又开始了那种 拳拳倒肉的缠斗 如此一来 那神帝就再也不可能 只用骨翅抵挡他的攻击 只能空出一只手来跟他对敌 苏璇这边的压力 他终于是拦不住苏璇 那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首先是剑组石剑 狠狠地劈在了他的一抓之上 一只左手 也被硬生生地劈断了下来 然后就是护体青莲的反弹 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身上 那神帝尸身 只能大吼一声 再次用背后的骨翅 应接了下来 然后便是十二柄玄阅剑阵 清晰而下 此时的玄阅剑阵 已经被于小婉祭炼成了灵宝 威力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比起剑组石剑来 还有一些差距 但是 却也差不了多少 围绕着他疯狂地攻击起来 终于在十二柄玄阅剑阵 雨点一般的攻击 在他脖子上的时候 攻破了他的护体钢器 狠狠地扎进了他的脖子里 一道道青莲剑气 开始疯狂地在他体内破坏起来 当然 给他最致命一击的 不是剑组石剑 也不是玄阅剑阵 而是那无色无形 诡异无比的红莲夜火 他一直悄悄地潜伏着 偷偷地渗透到了他的脑海中 那老怪物断了两根手指 都没有被绞碎的意识 在这一刻 终于被红莲夜火给点燃了起来 红莲夜火罪恶越是深重 燃烧得越是旺盛的特性 也在这一刻 展示得淋漓尽致了起来 这家伙在灵界的时候 就杀伤无数 不知道多少修士 死在了他的手上 到了这一届之后 更是想要把这天玄大陆上 所有修士杀光 祭炼他的炼魂番 就算是陨落后 还搞出个神木试炼 这几十万年来 因他而死的修士 更是不知有多少 罪孽深重 都早已经形容不了他 说是罪恶滔天 一点都不为过 所以 当那红莲夜火 在他身上一燃烧了起来 刹那间 就在他的意识中 熊熊燃烧了起来 甚至 他的眼眶里 鼻子里 嘴巴里 都不断地喷出一道的 红莲夜火来 红莲夜火 你怎么可能会有红莲夜火 那神帝在这一刻 终于惧怕了起来 那种来自于神魂的痛 让他终于倒在了地上 疯狂地打起了滚来 此时的他甚至感觉 眼前的苏璇 不再是一名 金丹镜的小修士 而是老天爷派来的天法者 派来 清算他这一身的罪孽 哈哈 怪不得那小瞎子 一开始就推演出 只有你才能帮得到姐姐 原来 是你还藏着这神帝尸身的 最惧怕的手段啊 那老怪物 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停下了手中的攻击 只等那神帝意识 被红莲夜火燃烧殆尽 他就可以开始 夺舍这具尸身了 他甚至再次 对着苏璇打去了起来 你确定不趁着这个时候 跟姐姐去大战的三百回合 以后的姐姐 可就没有这般漂亮了 苏璇望了望南丽游艇 那绝美的身材 再看看青面獠牙 浑身躯黑干憋 背身骨斥 一口湿气 可以臭死几百里生灵的 神帝尸身 说实在的苏璇 真的有些心动了 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道 前辈又来打去晚辈 那老怪物对着苏璇一脸认真地说道 苏璇只好把话题扯了开去 前辈夺赌射成功了的话 下一步可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能否加入我天玄宗 做我天玄宗太上大长老 晚辈保证用举我天玄宗之力 绝对不会让前辈失望 这老怪物此时就能够发挥出 远超化神初期的实力 若是夺赌射成功的话 那还了得 加入天玄宗后 能够给苏璇提供的战力 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苏璇自然是想要把他拉到天玄宗去 因为跟南离游亭的肉身之争 难言圣的还在这局肉身之上下了鼓毒 难言圣地他肯定是回不去了 所以苏璇有很大可能 把他给拐到天玄宗去 不会让姐姐失望 难道你还真的能对将来的姐姐吓得了口 就连那老怪物此时也有了一丝心动 毕竟苏璇的实力在那里 才静丹静就堪比化神强者的强大实力 现在又收服了小黑等几个家伙 彻底地掌控了七恋神功 未来肯定不可限量 而他夺射成功之后 想要恢复实力飞升回到灵界 还需要很多的资源 加入天玄宗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是就在二人交谈的时候 那神帝尸身上却是大吼一声 而等鼠背休想 本作就算是自爆了 也绝不会把这具尸身流杆的 吼完 他身上的气息直接暴涨数倍 就连尸身也开始疯狂地暴涨了起来 不好快走 小黑赶紧用手一招 苏璇等人便被传送了出去 与此同时 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也响撤了起来 第二百章夺舍难离 与此同时 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也响撤了起来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在这第七层里冉冉升起 绝对比苏璇前世地球上的什么古弹 大一万要恐怖不知道多少倍 巨大的爆炸声让整个第七层 不 是整个七炼神宫都像是发生了十级大地震一般 地面上到处都是巨大的裂缝 多少的河流改道 多少的山峰倒塌 多少的平原隆起 多少的火山爆发 天空中更是开始电闪雷鸣了起来 一时间仿佛是末世就要降临 也就是这七炼神宫 曾经乃是临界大成强者所打造 经历过大成强者的拼死战斗 虽然说受损严重 也还能保留下来 若是在外界的话 就天旋大陆那样的强度 说不定还真有可能会崩溃成为末世 这踏码 就是化神后期强者的自爆吗 怪不得连天道都开始限制他们 这要是多几个化神强者自爆的话 还不得把天旋大陆给炸没了 苏玄望着眼前的巨大蘑菇云 喃喃自语道 他其实并不多么着急 毕竟这家伙自爆就自爆了吧 反正他已经困住了他的下半身 只要有足够的声望 苏玄分分钟就能变出个崭新的神帝师身来 就更加不要说 除了这家伙的下半身 苏玄还砍下了他的一只左手 他甚至还可以变废为宝出两个神帝师身来 苏玄这里倒是无所谓 那老怪物却是气得快要疯了 他发了疯一般大叫了起来 若不是苏玄拦住他的话 恐怕都要发了疯的冲进那蘑菇云里去了 放开本宫 快放开本宫啊 此时的他哪里还有那种 刚刚调笑苏玄满脸魅惑的样子 就像是一头发了疯的母老虎 劈头散发 眼睛充血 没有办法 为了一具可以夺射的身体 他已经等了数十万年 这一道神魂 先是寄存在一件法宝之上 被埋在泥土里 就是几十万年 好不容易有个倒霉蛋 把他挖了出来 而且 天赋还不错 可以夺射呢 但是 偏偏这倒霉蛋的父母 乃是南沿圣地的圣主 和圣主夫人 外公还是南蛮一族的蛮王 直接在肉身上 打下了不知道多少禁止就算了 而且还直接下了蛊毒 他要是夺射了的话 还得把这些人全部杀光才行 要不然 他随时都有可能 再次失去肉身 甚至因为这具肉身 彻底的陨落 后来这倒霉蛋又告诉他 这神木之中 有一具神帝尸身 天赋比那倒霉蛋 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哪怕这神帝尸身 已经是一具 又臭又丑的僵尸 他也认了 冒着生命危险 跟这倒霉蛋 一起进入了这里 然后跟苏璇合作 眼看着都快要到手了 谁知道那神帝 竟然如此的狠 硬是自爆了尸身 也不留给自己 前辈冷静 冷静啊 前辈 苏璇对着那老怪物劝导 冷静 你要本宫怎么冷静 是夺舍了这丫头 然后再杀了你们灭口 还是你用心魔启示一下 带着本宫去杀光 他所有亲人 那老怪物 愤怒无比地 对着苏璇问道 这一问 可是再一次地 吓坏了南鲤游亭 这老妖怪 就已经如此地厉害了 若是再加上一个苏璇的话 他父母绝对会必死无疑 就算是他化神镜的外公 也难逃一死 毕竟二人联手 可是连拥有化神 后期实力的神帝师身 都直接感到不得不自爆 更不要说 他外公才只有化神初期的实力了 怎么办 怎么办 难道我真的这般命苦 就要被这个老妖怪 夺射了不说 还要连累最疼爱 我的父母和外公吗 南鲤游亭 越想越是觉得命苦 虽然说此时 这肉身还不是他在掌控 但是眼泪也像是 断了线的珠子般 掉落了下来 你哭什么哭 本宫才想哭 也罢 也罢 丫头 这或许就是你上辈子欠本宫的 你也是看到了 本宫 看在你把本宫 从地底下挖了出来的份上 原本是不想夺舍你的 可是现在 你我之间 也该做得了结了 但愿你我来生再无瓜葛 那老怪物 对着南鲤游亭说道 说完就开始夺舍起 南鲤游亭的肉身来 按照双方的实力 二人差了几十倍 老怪物想要夺舍南鲤游亭 还不是轻而易举 只是奈何的是 当初的那场大战 他也是身受重伤 不但失去了肉身神魂 也是受损严重 早就残缺不全 再加上经历了几十万年 寄存在法宝之上的消耗 更是所剩无几 然后 又因为南鲤游亭的身上 也被他父母 打上了不少的禁止 此时他要夺舍南鲤游亭 也同样要拼命才行 你这老妖婆 说得倒是轻松 凭什么就说 前世是本宫欠了你的 要想夺舍本宫的肉身 没那么容易 本宫就算是咬 也要咬下你一块肉来 南鲤游亭的声音 又从他的嘴巴里传了出来 很显然 他已经开始了反击 甚至夺回了一部分 肉身的掌控权 虽然只是嘴巴而已 但是夺回来的他 马上就一口向着自己咬了下去 疼疼疼 你这个风雨人 你咬你自己 你不觉得疼啊 那老怪物的声音 又从南鲤游亭嘴巴里传了出来 对着南鲤游亭大骂了起来 只是他才刚刚夺回了嘴巴的控制拳 南鲤游亭又夺走了双手的控制拳 对着自己的头发 就狂扯了起来 甚至举起手指 朝着自己的脸抓了下去 要抓下自己的眼睛 那老怪物赶紧一口咬住了他 抓向脸上的手 同时用脚控制着另外一只扯头发的手 毕竟是活了几十万年的老妖怪 他在南鲤游亭身上坐的手脚 也开始发挥出作用来 终究还是他占据着上风 此时的他们 就如同两个泼妇打架一般 只不过是使用同一具肉身 尤其是南鲤游亭 也许是已经绝望了 更是发了风地攻击起自己来 就连苏璇送给他的报文小果 都被扯坏了一大片 苏璇估计 若是他有机会自报的话 估计也会毫不犹豫地 选择跟神帝师身 走同一条路了 停 多给我停下来 我真的有更加完美的解决办法 第201章 以前被这般的绝世大美人 难道 我真的有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法 苏璇对着二人大吼了道 小子你休管这些事 本宫不想跟你为敌 你若是愿意跟本宫合作 本宫除了那南银圣地 还可以给远超南银圣地的好处 那老怪物对着苏璇说道 不是他真不想跟苏璇为敌 而是苏璇确实是一个劲敌 刚刚的战斗他已经见识过了 远超化神出七强者的实力就不说了 更有着小黑等几个家伙帮忙 而且还有着那红莲夜火的存在 虽然说他并不喜欢杀戮 但是身上的罪孽却也不少 尤其是现在他还在夺舍着南银圣 肉身还不能全部掌控的情况下 苏璇要对付他更是易如反掌 那南银圣听了之后 却是更加的绝望 玄哥 你能够说出 劝阻他不要夺舍我的话来 廷儿已经十分满足了 这大恩大德廷儿 这辈子是无以为报了 来生 若是有来生的话 廷儿一定做牛做马 也要报答你 能不能 能不能求求你 不要跟这老妖怪合作 南银圣对着苏璇祈求道 跟那老妖怪不同的是 他现在竟然不能给苏璇任何好处 只能给苏璇一个虚迷缥缈的来世承诺 只是 他却不知道的是 就他这一句话 苏璇的好处就不少 丁 宿主试图阻止苍月梦 对南银圣的夺舍 南银圣对宿主感激不尽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加3000000 卧槽 三百万声望 这也太多了吧 说实在的苏璇 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这老怪物也说得不错 南银圣随时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苏璇显然更喜欢 火热多情的老妖怪 说不定 以后还真能用南银圣这具肉身 来个大战三百回合 只不过 苏璇真的还有更完美的解决方法 不过现在嘛 他既有机会从南银圣身上赚取声望 又有机会把这老怪物 拐到天玄宗去 那就简直再好不过了 前辈最好不要再轻举妄动 等晚辈把话说完 如若不然的话 就休怪晚辈不客气了 苏璇对着那老怪物说道 同时 眼神一使 小木鱼等几个家伙 也围了过来 把他们围在了中间 好 本宫倒要听听你到底 想要说些什么 那老怪物对着苏璇说道 暂时停止了对南银圣的夺舍 无奈 此时的苏璇 确实能够威胁得到他 真要跟苏璇动手他 没有任何的胜算 更何况此时的苏璇 已经彻底地掌控了这七恋神功 都不用 跟他打直接把他 困在这七恋神功里 然后跑去通知一生 南银游艇的父母 他就算是夺舍了这具肉身 鼓毒一发着 也就会白忙活一场 那个 能不能先说说 前辈除了能给晚辈 难言圣地之外 还能给什么好处 苏璇对着那老家伙问道 苏巴皮 永远是苏巴皮 什么都不可能忘记 要把人家榨干榨尽的想法 更何况 这位可是活了几十万年的老怪物 不 原来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跟本宫谈条件 不过本宫倒是喜欢你这样 真小人的性格 你给本宫听好了 除了那南银圣地之外 本宫还知道那中周天坑之下 藏着一剑比这七恋神功 还要厉害的玄天至宝 而且有办法 帮你获得它 听到这里的苏璇 就已经激动不已 要知道 玄天至宝 就算是灵界的大成强者 都未必会拥有 另外 本宫也答应加入你天玄宗 相信有了本宫的加入 再加上你的实力 你天玄宗不要说无敌了 就算是想要统一整个天玄大陆 都是轻而易举 那老怪物再次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一听 更是激动得快要疯了 统一整个天玄大陆之后 自己有躲威风都是其次 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得多少人跟它是同阵营 给它提供声望 又得多少人加入天玄宗 给它提供战力 还有 本宫原本就是灵界妖族圣女 以你的天资 这天玄大陆 哪怕已经数十万年 都没有成功飞升灵界的存在 恐怕也困不住你 你的未来肯定是要去灵界的 只要你愿意跟本宫合作 本宫可以用心魔启示 回到灵界之后 让整个妖族都成为你的盟友 那老怪物又对着苏璇说道 说实在的 不要说苏璇了 就连南里游亭也是第一次听说 这老怪物竟然也是一名圣女 只是他跟这老妖怪 虽然都是圣女 但是却有着天差地别的剧脸 那可是灵界大族妖族 一百万的南岩圣地在他们面前 也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若是真要跟苏璇成了盟友的话 飞升到灵界之后的苏璇 所获得的好处 简直不敢想象 其他的不说 至少说 没有几个人敢冒着 得罪妖族的危险 打苏璇的主意 怎么办 怎么办 无论是那玄天至宝 还是这老妖怪 助他成统一天玄大陆修仙界 好处都比一个南岩圣地好了 不知道多少倍 就更加不要说 飞升灵界以后 跟妖族结盟 如此多的好处是个人 都不可能拒绝的 就更加不要说 我原本跟他关系就不深 还多次跟他做对了 南岩圣地再一次的绝望了 这还是他不知道苏璇 拥有系统的情况下 而苏璇此时 已经开始在幻想着 整个妖族 都成为老子的盟友 那岂不是整个妖族 都可以给老子提供声望 我的天啊 那得多少声望 让老子转的 岂不是以后 老子脑海里 叮叮咚咚声望到账的声音 都不会停下来了 苏璇越想越是激动 脸上的笑容 也变得越来越变态 这一幕看得 南岩圣地更加绝望 他几乎可以肯定苏璇 马上就要答应 跟老妖怪的合作了 只是下一刻 苏璇却对着那怪物说道 其实前辈真不用 非得夺射南岩姑娘 只要给晚辈十年实践 晚辈保证 把那神地失身 给前辈修复到 比以前还要完美 苏璇对着那老怪物说道 那老怪物手上 还有着一颗神地的心脏 到时候 苏璇只用消耗一些声望而已 苏璇刚刚查看过了 只需要一亿的声望 就能够变废围保神地失身了 只是 这还不是苏璇所说的 更完美的解决办法 当然 晚辈觉得这神地失身 实在是太丑太丑 根本就配不上前辈 若是前辈愿意再等等 最多百年时间 晚辈就能够帮前辈 恢复自己的肉身 以前辈这般的绝世大美人 难道就不想恢复自己的肉身吗 真心甘情愿明珠暗头 到了那个时候 晚辈说不得 还真有机会跟前辈切磋切磋 这位可是曾经的妖族圣女 苏璇可不相信 她只是一个声控杀手而已 第202章 前辈可以暂时寄存在晚辈体内 这位可是曾经的妖族圣女 苏璇可不相信 她只是一个声控杀手 她自己曾经的肉身 肯定会很漂亮 没有一个女人 不会在乎 自己是否漂亮的 就更加不要说 自己的肉身 跟起更加的契合 别人的肉身再好 天赋再高 终究还是别人的 修炼起来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契合 阻碍着修饰的修炼 就更加不要说 她既然是灵界妖族的圣女 天赋肯定不会太差了 所以 苏璇有很大的把握 说服这老怪物 你说的倒是挺诱人的 只是不知道 我要怎么才能相信你 要不你也用心 抹起个是什么的 那老怪物对着苏璇问道 果然是心动了 这一等最少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她可不会因为苏璇的一个承诺 就相信了苏璇 苏璇至少要用心魔启示才行 好 晚辈现在 就用心魔启示 前辈可以直接离开 男力姑娘的肉身 寄存在晚辈体内就是了 若是十年之后 晚辈不能帮前辈 恢复那神地失身 前辈到时候 就夺是晚辈就是了 苏璇听后 就毫不犹豫地 用心魔启示道 更是语不惊人 幻境里的场景也是假的 玄哥 你已经对我够好了 我真的不值得你这么做 她边说 眼泪边速速地往下落 自从经历了那一场幻境之后 苏璇的影子 就总会不知不觉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多少次 她也曾经幻想 若是一切都是真的该有多好 要不然的话 她也不会一直都还穿着 苏璇送给她的雪暴纹小果 但是 奈何这一切 终究不过是一个幻境 跟一场梦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 她也从来都没有想过 苏璇会再次救她 更没有想过 苏璇为了救她 竟然到了要代替她的地步 不过说实在的 苏璇可真的 不是为了她才这样做的 怎么样 前辈是觉得 晚辈这具肉身 比不上南梨姑娘呢 苏璇对着那老怪物说道 至于说南梨游艇的反对 却是直接忽略了 呵呵 既然你都已经这么说了 那本宫就成全了你的英雄救美 那老怪物对着苏璇说道 比起南梨游艇 苏璇的天赋可要高得多 毕竟苏璇的实力 在哪摆着 一个金丹靖初期的家伙 却能发挥出化神境的实力 不要说这天玄大陆了 就算是那灵界 她也从未听说过 至于苏璇所说的十年之内 实力提升太多 自己害怕夺舍不了她 那老怪物 更是想都不会去想 毕竟十年对于一个修士来说 短的就跟普通人过 十天差不多 他们修炼一套功法 甚至是必一字 关出来就是十年了 十年内苏璇能够从金丹初期 修炼到金丹中期 就不错了 以她的实力 她就不幸 到时候还夺舍不了苏璇 那你准备好了 说完 一道流光就从南梨游艇的身上 窜了出来 向着苏璇飞了过来 转眼间就没入了苏璇的体内 而苏璇也没有反抗 让她十分顺利地 就寄存在了苏璇的体内 等到寄存到了苏璇体内之后 这女人才一打亮了苏璇的肉身 马上就惊叫了起来 我的天啊 你到底是什么怪物 没有办法 她实在是难以相信苏璇 竟然有如此多的天赋 一道不亚于南梨游艇 南炎离火的九色悬眼天赋 就不说了 还外加一道红莲夜火 光是火焰类天赋 苏璇就足足有着两种 就更加不要说 她还有着青莲道体 还有着阴阳两一丹田了 这哪里 只是比南梨游艇天赋好一点也 直接比南梨游艇 天赋高出了好几倍好不好 说实在的小家伙 本宫都有些忍不住 现在就夺舍你了 那老怪物对着苏璇说道 此时的她 看苏璇这具肉身的眼神 就如同是一个彩花大盗 再看绝世大美女一般 这还是在她不知道 苏璇拥有系统的情况下 若是她知道了 苏璇还拥有一个 远比天赋更加强大的系统的话 恐怕真要就此动手了 是吗 那前辈倒是可以试试 说不定就成功了呢 苏璇对着那老怪物说道 语气却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那老怪物听了之后 也赶紧说道 算了 算了 本宫其实并不喜欢 做强人所难的事 再说了 本宫的天赋也不差 同时也并不大喜欢做男人 还是做一个 迷死人不偿命的小妖精 更有意思一些 她性格原本就比较豁达 要不然 也不会答应跟南梨游艇 来这七恋神功里 夺纳神地失神了 若不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情况 她还真不想 更为了一具肉身 跟南梨游艇 拼个你死我活 就更加不要说 苏璇还说 她有办法 帮她恢复自己的肉身了 当然 苏璇的实力也摆在那里 现在又大大方方地 让她寄存在自己体内 说不得 也有什么克制她夺舍的办法呢 就更加不要说 苏璇还用心抹起了似的 十年而已 本宫还是等得起的 也幸好这老家伙 没有打苏璇的主意 毕竟苏璇之所以 敢让她寄存在自己体内 还真有克制她夺舍的办法 首先就是 苏璇作为穿越者 神魂本就远比普通修士 更加的强大 不要说她原本神魂 就受损严重 连一个南梨游艇 都还夺舍不了了 就算是她神魂没有受损 也未必就能够夺舍得了苏璇 再说了 苏璇还有着系统的存在 她就不信了 系统还会看着她 被夺舍见死不救 不过你这具肉身 倒是真的不错 若是让本宫 掌控的话 都能发挥本宫五成的实力了 第203章 还想不想给她生亡 若是让本宫掌控的话 绝对能发挥本宫五成的实力了 那老怪物又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这具肉身 实在是太强大了 双丹田储存的庞大灵力就不说了 光是清廉道体的肉身强度 就不是一般化神强者能够拥有的 这般的肉身 虽然还不能让她发挥出 实诚实的实力 但是发挥出一半的实力 却是绰绰有余了 是吗 那到时候 晚辈遇到了危险的时候 就要麻烦前辈了 苏璇听了之后 对着那老怪物说道 她为何要邀请老怪物 寄存到自己体内来 看的不就是这一点吗 这老怪物 可是有着十亿的战力 一半的话 那也是五亿的战力 如此强大的存在 不要说这天玄大陆 没有化神后期的强者了 就算是来十个 她也能够轻松地对付 再加上 她还是活了几十万年 更是灵界妖族的圣女 见识更是远超常人 不要看那南里游亭 刚刚差一点被夺射 凶险无比 若不是 因为这老怪物的话 南里游亭 恐怕永远都不可能 在金丹镜 就能够有如今的实力 这可是一个又能打 又能解惑的老爷爷 不 老婆婆 还有可能是个绝色老婆婆 说是我苏璇第二个金手指 也一点不为过 苏璇甚至都开始盘算起 要怎么利用这老怪物来了 毕竟 若不是这老家伙 寄存到自己体内好处巨大的话 他完全可以让这老家伙 继续寄存在南里游亭的体内 不过好处虽大 但是危险却也不小 苏璇还不怎么觉得 南里游亭却已经对苏璇担心不已了 这个时候 他才刚刚的从夺射中的惊恐中 稍稍地恢复了一些 重新掌控了自己的身体 只是恢复了一丁点的体力 毕竟这老怪物的实力 是何等的恐怖 平常他只是借用一点 就会让自己大半天都恢复不过来 就更加不要说 这一次还是让这老怪物 彻底地掌控了肉身 而且 用这具肉身的极限 跟他神帝尸身恶战了一场 就更加不要说 后来又经历了一次夺射之争 此时的他 虽然彻底地拿回了这具肉身的掌控权 但是却是浑身又酸又痛 瘫软在了地上 不要说能够动弹了 就连说话都有一些勉强 不过 纵然是这样 当他听说 苏璇要借用这老怪物力量的时候 还是对着苏璇 焦急无比地对着苏璇说道 不要 千万不要借用这老妖怪的力量 千万千万不要啊 玄哥 他会在玄哥你的肉身中动手脚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更是又赶紧检查了一番自己的肉身 发现那老家伙 在自己肉身上动的那些手脚 全部都已经消失一空 那种控制自己肉身的不畅 时不时的感觉 手脚不是自己的感觉 已经彻底地消失 自己从今以后 更是不用再过那种连睡觉都提心吊胆 害怕一觉醒来 自己已经不再是自己的日子 从此一去不复返 但是那种恐惧 却有可能出现在苏璇的身上 南黎尤婷一想到这里 眼泪更是再次速速地往下掉 都怪我 都怪我 当初不是我贪心那件法宝的话 也不会害了自己 更害了玄哥年 南黎尤婷对着苏璇说道 此时的她是又感动又自责 她一直以为苏璇是因为那一场幻境 跟自己有了感情 这才不惜一切 也要救下自己的 而她这一感动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宿主帮南黎尤婷解决了被夺赦之苦 南黎尤婷感动不已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加2000000 卧槽 不是吧 一下子就给老子提供了2000万的声望 南黎姑娘 你这也太给力了吧 真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如此的意外之喜 苏璇听到系统的提示声之后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可是2000万的声望 再加上南黎尤婷刚刚给自己提供的300万的话 苏璇这一救她 直接就已经从她身上 获得了2300万声望了 不过震惊归震惊 苏璇却并不满足 南黎姑娘放心好了 既然苏某敢这样做 就肯定不会跟前辈走到那一步的 你也不必如此自责 苏璇对着南黎尤婷说道 这女人的声望实在是太好刷了 苏璇可不想刚刚那一笔 就是最后的一笔了 她知道 此时越是说得无所谓 这丫头就会越感动 她从这丫头身上 获得的声望也就越多 果然 她才这样一说 南黎尤婷马上就又哭了起来 放心 你要我怎么放得下心啊 玄哥 你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被夺射的危险 你让我怎么可能放得下心 她还以为是苏璇是怕她太担心 安慰她才这样说的 苏璇都帮她担下了如此的危险 现在还反过来安慰她 让她更加的感动不已 瞬间就哭得梨花带雨 泪眼婆娑 她这一感动一哭 苏璇的脑海里 果然又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宿主安慰南黎尤婷 南黎尤婷感激涕零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 加1000000 卧槽 又是100万 太给力了 这丫头 真的太给力了 苏璇听到系统的声音后 激动无比地响到 几句话 这丫头哭一场 就换了100万的声望 这都赶上 她把圣英国赏赐给玉小婉等人了 这踏马 还不继续把这丫头弄哭 继续在她身上刷声望 赶紧又对着南黎尤婷说道 对了 这下子南黎 姑娘也不用担心你父母 会遭前辈的暗算了 也就用不着苏某 再帮姑娘带信给你父母 这南沿火玉 也该还给姑娘了 边说 苏璇还边把南黎尤婷 放在自己这里的南沿火玉 拿了出来 你赶紧收起来 南黎尤婷听了之后 赶紧对着苏璇说道 这南沿火玉 原本就是带一个信 就要交给苏璇的 如今苏璇不但救了她 还让她父母 也不再危险了 她还哪里好意思要了回去 更何况 此时的她 已经拥有了南沿离火 她拿回去又有何用 生个有南沿离火的孩子吗 要生肯定也是跟苏璇生啊 放在苏璇身上 岂不是更好一些 这 这玉佩的功能 玉哥也已经知道了 若是玉哥不嫌弃婷儿的话 你应该明白 婷儿的心意的 你现在还给婷儿 肯定是因为嫌弃婷儿 南黎尤婷对着苏璇说道 这一说 顿时哭得更加伤心了 而她这一哭 苏璇竟然又从她身上 刷到了几十万的声望 哈哈 果然是这丫头哭得越凶 老子的声望也就越多 苏璇听到系统的声音后 激动无比的响到 也不知道这想法 让南黎尤婷知道了 会不会还会这般的感动 又会不会 还想要跟她生娃 第204章 这王座谁来做 又会不会 还想要跟她生娃 不过就算是知道了 苏璇估计 也会毫不犹豫的这样做 没办法 谁让她现在这么缺声望呢 要变费为宝七炼神功的气灵 需要的声望加起来就两三亿了 就更加不要说 还有剑祖石剑的一个亿 那神帝尸身的一个亿 那炼魂番更是需要两个亿 至于说那老怪物的变费为宝 苏璇现在都不敢查看 估计绝对会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所以 也就只能委屈一下南丽游婷 流几滴眼泪了 反正 她苏八皮的名声早已在外 都还没有扒她 已经算是够仁慈的了 你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这玉佩 就暂时放在我这里吧 苏璇收起了那南严火玉来 她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把这火玉还了回去 拿了出来 就是为了刷声望的 如今声望已经到了手 主人 我们还是赶紧上去看看吧 小黑对着苏璇提醒道 刚刚那神帝尸身自爆 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整个七炼神弓都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受损严重 她担心这王座之鼎 会不会不复存在了 毕竟 那里可是这七炼神弓的控制枢纽 嗯 咱们是应该上去看看了 苏璇点了点头道 说实在的苏璇也有一些担心 毕竟这七炼神弓 在那老怪物的口里 可是一件在灵界的大成强者手里 都未必拥有的玄天之宝 而她明显也是受损严重 但是系统却一直都没有提醒苏璇 苏璇估计是她的品级实在是太高 系统估计现在也还修复不了 也没有达到提醒的品级 若是受损严重的话 苏璇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是当苏璇等人 再次来到了这王座之鼎的时候 一个个却是看啥了眼 这里竟然毫发无损 这里除了不多的神帝自爆留下的灰烬之外 那一场惊天动地的自爆 不要说让这王座受损了 就连在这王座之顶留下一点的痕迹 都微能留下 如果说非要在这里找到一点变化的话 就是高温让这王座的颜色 有了一点的改变 哪怕这里是神帝尸身自爆的中心 却也只是烧的王座颜色 有一点改变而已 而且还不多 这样的情形 若是让那神帝知道了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郁闷 若是再让他知道了 他自爆的尸体 也被苏璇给恢复了过来 而且还不止一个 又会不会直接被气死 这也太坚固了一些吧 不愧是能够自成一界的 玄天至宝控制枢纽 如此强大的自爆 竟然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众人望着这一切 纷纷说道 不得不感叹 这王座的坚固程度 与此同时 小黑等几个家伙 全都眼巴巴地望向了苏璇 特别是小黑这家伙 刚刚他就是利用 自己的传送之力的优势 坐上过这王座 坐上去的那一刻 他马上就感觉 整个七练神功 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不论是第六层的化身灵魁 还是第三层守护法阵里的圣音术 第四层守护法阵里的火摇天池 又或者是第五层 第六层守护法阵里 更加珍贵的宝物 这一刻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当然还有自己的这几个兄弟姐妹 那时都仿佛被自己 握在了手掌中心 所以 已经感受过了那种 掌控一切的感觉的小黑 对能不能坐上这王座 就更加的渴望 苏璇看了看他那渴望的小眼神 对着他道 这里以后就交给你了 多谢主任 多谢主任 小黑听了之后 激动的一膝盖就跪了下去 跪在在了地上 疯狂地磕起了头来 而他这一激动 苏璇的脑海里 就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叮 宿主把神功王座赏赐给契林小黑 小黑对宿主感激不尽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加2000000 卧槽 不是吧 这家伙竟然一下子给老子 提供了200万声望 苏璇听到系统的声音后 实在是有些难以置信 不是这家伙提供的声望太多 毕竟南里游艇可是一下子 就给自己提供过2000万 是他的十倍之多 苏璇不敢置信的是 当时自己把他给变费为宝了之后 他也才给自己提供了30万声望而已 现在 为了这个位置 他竟然给自己提供了200万之多 而看到苏璇把这个位置 赏赐给了小黑的其他几个家伙 此时却是一个个瑟瑟发抖了起来 看小黑的眼神 都变得朵朵闪闪了起来 一点都不敢置信小黑的眼神 苏璇看到他们瑟瑟发抖的样子 在回想起前不久 小黑仗着自己恢复了实力 把这几个家伙 全部都揍得鼻青脸肿 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感情这家伙是害怕 其他的几兄妹报复他 说不定几个家伙被揍得太惨 还表露过等他们恢复了实力 一定会揍回来的想法 这几个家伙 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而且 哪怕是最弱的换心镜 一旦恢复了实力 小黑都不是他的对手 若是自己不把这个位置赏赐给他的话 这家伙接下来的日子 肯定会悲惨无比 想到这里的苏璇 马上就有了主意 不过这个位置 也不是永远都属于你的 三年一换 三年内 谁对本主人忠心 谁的贡献最大 这个位置就是谁的 苏璇对着几人缓缓地说道 这话一出 其他的几个家伙 全都欢呼雀跃地大叫了起来 哦 太好了 主人主人你太公平了 我们终于不用害怕 被有的人滥用直权欺负了 他们纷纷欢呼着大吼道 因为这样一来 以后小黑这家伙 想要欺负他们的话 就必须要掂量掂量 掂量有一天 会不会从这个位置上下来后的日子 欺负他们的时候 也就不会那么明目张胆了 而他们这一欢呼雀跃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宿主给七恋神功所有七灵 都有做上王座的机会 所有七灵都对宿主感激不尽 恭喜宿主 获得来自小牧鱼的声望家 五零零零零 获得来自幻星镜的声望家 五零零零零 获得来自通灵阵盘的声望家 五零零零零 一道又一道的声望声响了起来 除了已经做上了王座的小黑 还有那还未恢复意识的 天机炼气锤之外 其他的五个家伙 每个都给苏璇提供了五十万声望 苏璇一下子 就再次收到了二百五十万声望 就这样 一个王座谁来做的问题 苏璇一下子 就赚到了三百五十万的声望 就更加不要说 这样的安排下来几个家伙以后 肯定会尽心尽力地帮苏璇办事了 不过 就这点声望 苏璇似乎还不满足 他又对这几个家伙说道 这一次 除了小黑的功劳最大之外 你们其他几人的功劳也不小 尤其是换星 虽然说身受重伤 但是却依然使出了自己的最强状态 便出了你们前主人的模样 给我们创造了一个 第二百零五章 给我把这里的宝物 全部搜寻出来 便出了你们前主人的模样 给了我们创造了一个 大神帝尸身措手不及的机会 所以 本主人决定恢复他的伤势 苏璇对着众人说道 什么 恢复他的伤势 不是吧 这就被恢复了伤势了呀 这也太幸福了吧 几个家伙听了之后 全部羡慕不已地说道 哪怕就算是小黑 已经被去玄给便废为宝了 也是十分地羡慕 毕竟他可是傻乎乎地 跟了苏璇几个月 苏璇才把他便废为宝的 而换星镜 才跟了苏璇一天不到 不过 几个家伙倒也没有不服 毕竟 要不是换星镜便出了欺恋老祖 吓到了那神帝尸身的话 苏璇他们 还真不一定 能够拿下那神帝尸身来 多谢主人 多谢主人 主人的大恩大德 换星一定会牢记在心 以后一定尽心尽力 帮主人办事的 换星镜听了之后 更是激动不已 当即就跪了下来 对着苏璇磕头了起来 他这一磕头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叮 宿主要将气灵换星变费为宝 气灵换星对宿主感激不尽 恭喜宿主 获得来自 换星的声望 加1000000 嗯 还不错 还没有变费为宝 就获得了十万的声望 真要是变费为宝了之后 肯定会更多 苏璇听到系统的声音后想到 然后又对着其他几个家伙说道 你们其他人这一次 也是出力不少 本主人自然也不会忘记 赏你们每人五万攻击点 这五万攻击点 不但可以跟天玄宗普通弟子一样 在天玄宗的攻击点里 兑换各种修炼资源 而且等你们的攻击点 积累到了十万的话 就可以找本主人 兑换修复身上的伤势 苏璇再次对着其他几人说道 其他几个家伙一听 这一次 他们就获得了五万攻击点 只要再凑五万攻击点 就可以让苏璇恢复伤势 一个个同样激动不已 纷纷感激无比地对着苏璇说道 主人真是太好了 我们以后 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帮主人做事的 刹那间 就感觉日子有笨头了 一个个更是摩拳擦掌了起来 恨不得现在就去为苏璇出生入死 赴汤蹈火 而他们这一激动 苏璇顿时又收获了几十万的声望 对了 现在这里 已经没有了那神力尸身了 你们几个是不是能够 彻底地掌控这七恋神功了 苏璇又对着几个家伙问道 那是当然 几人纷纷地对着苏璇说道 那些灵魁呢 也可以彻底地掌控吗 苏璇又看向了小牧人 回主人的话 主人想让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可以帮主人做什么 小牧人对着苏璇说道 那能不能让他们 走出这七恋神功呢 苏璇又对着他问道 这里的灵魁可不少 不要说其他地方的散兵游泳了 只说几层的守护法阵处的灵魁 就有好几十万 他们有宁业巅峰 有筑基巅峰 有金丹巅峰 甚至还有原因巅峰实力的存在 这些灵魁要是放了出去 将会大大的提升天玄宗的实力 就更加不要说 那第六层还有七只化神灵魁了 若是能够全部放了出去的话 不要说全部放了出去 只需要放出几只化神灵魁 镇守在天玄宗 苏璇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只是 那小牧人听了苏璇的话后 却是对着苏璇说道 放倒是能够放了出去 但是主人最好不要这样做 为何 苏璇有些不解地对着他问道 因为那些低阶的灵魁还好说 放了出去也不会遭来天解 但是那些金丹镜以上的灵魁 一旦出现在天玄大陆上的话 马上就会遭来天解 而且 他们被制造出来之后 一直都躲在这七炼神功之中 隐瞒着天道 一旦出现后的话 天解肯定会远超普通修士 很多灵魁 都未必能够在天解下撑过来 原来这些灵魁 也会遭来天解 苏璇听后想想也是 这天玄大陆 连一本功法出现 都会遭来天解 就更加不要说 堪比修士战力的灵魁了 其实主人这些灵魁 在这七炼神功之中 才能发挥最强的战力 尤其是那几只化神灵魁 他们一旦出去之后 马上就会引起天道注意 降下天解来 能够发挥出的实力 还不到一成 还不如把敌人 引到这七炼神功里来呢 小木人又对着苏璇说道 施压主人 等幻星恢复了实力 就可以制造出更大的幻境 到时候 就算是千军万马 也可以被幻星 给引进这七炼神功里的 幻星镜也对着苏璇说道 我们也可以帮忙 主人 其他几个家伙 也纷纷对着苏璇说道 好 那以后还是把敌人 引进这七炼神功里战斗 苏璇对着几个家伙说道 他们说的不错 在这七炼神功里 有小黑等几个家伙 压制敌人 确实要好得多 唯一不好的就是 苏璇想要弄出几只化神灵魁 镇守天玄宗的想法 看来要泡汤了 那些守护阵法 和里面的宝物呢 苏璇又看向了通灵阵盘 那些守护法阵小的都能掌控 主人想要让他们布置在哪里 就布置在哪里 不过也跟那些灵魁一样 拿得出去 一样会造来天结的 至于说那些宝物 那些宝物 原本不是这七炼神功之中之物 而是神帝那家伙 为了吸引修士进来寻宝 收集魂魄 炼制炼魂藩的 现在却全部便宜了主人 主人想要什么 小的马上都可以给主人你取来 通灵阵盘对着苏璇说道 嗯 不急 不急 苏璇听了他的话后 不急不慢地说道 其实心里却是早就乐开了花 虽然说 阵法不能拿得出去 但是那些宝物却不少 那第四层就不说了 里面万年火灵水 已经被苏璇全部收走了 但是那第三层的圣鹰树上 可是一次性接了三百多枚果子 而苏璇他们寻到的 才几十枚而已 就更加不要说 第五层和第六层的守护法阵了 那里可是有着 让原因强者 化神强者斗 眼缠不已的重宝 这要是拿了出去 还不彻底地发了吗 对了 这七炼神宫里的其他宝物呢 你们能不能帮 本主人全部收集过来 苏璇又对着几个家伙问道 这倒是有些困难 因为这七炼神宫里的宝物 除了前主人和那神帝留下来的之外 还有这神宫里 自己生出的宝物 更有当年那场大战 陨落在里面的其他修士所留 不过主人放心 只要给我等足够的时间 我等就一定能够帮主人寻到的 第206章竟然还有木妖一族 不过主人放心 只要给我等足够的时间 我等就一定能够帮主人寻到的 几个家伙纷纷对着苏璇说道 虽然说 苏璇给他们的任务很重 要想寻到这里所有宝物 十分困难 但是几个家伙都想着 赶紧立功赚取功继点 好治好他们身上的伤 都抢着争着去干 那这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记住 只要是宝物 不管是不是残缺的 哪怕就算是块残片 一点废渣都要给本主人带回来 苏璇又对着几个家伙吩咐道 遵命主人 几个家伙异口同声地说道 一个个魔拳擦掌了起来 迫不及待地 想要帮苏璇收集宝物去了 苏璇 干脆又把西明圣地的那张清单 也交给了他们 有他们几个 对着七恋神功的熟悉 肯定会很快帮苏璇找到的 而现在的外面 很可能木妖一族已经开始入侵了 苏璇也准备带着于小婉他们 提前结束这一场试炼了 不过 肯定是不可能只是带走于小婉等人而已 对了 现在 咱们已经彻底地掌控了这七恋神功 是不是可以提前结束这场试炼了 苏璇又看向了小飞 现在 这里已经是苏璇的后花园了 这里的东西 全部都是他苏璇的 所以 就算是那些家伙 乃是这西域的修士 跟苏璇是同一个阵营 苏璇也依然把他们 看成了闯进家里的贼 他要把他们所有人都带走 他不想自己走了 这帮贼却还继续留在这里 寻着自己的宝物 当然可以主人 小黑现在不但能够随时结束这一场试炼 还可以用任何方式 把主人你们送回去呢 小黑听后 赶紧对着苏璇说道 这七恋神功传送进来 传送出去人的方式有千万种 他坐在这王座上 就能够随意掌控 好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把我们一起送出去好了 什么方法把我们送出去 你自己看好了 最好不要让旁人有什么怀疑 至于说地点嘛 还是选在我们当时进来的地方就是了 苏璇对着小黑命令道 他没有让小黑 把自己直接传送回天玄宗 更没有自己坐六道传送阵 直接传送了回去 苏璇暂时还不想暴露了 他已经彻底掌控了七恋神功的消息 而是让小黑直接把他们传送回 他们当初进来的地方 他又让小黑稍稍地等了等 对着南黎游婷说道 南黎姑娘当初在下针对你 是因为你我 苏璇对着南黎游婷说道 当初是婷儿先看不起玄哥 说话太难听 若是我是玄哥 我也会这样做 说不定还会更狠 这一切都不能怪玄哥你 南黎游婷听到苏璇提起以前 赶紧对着苏璇说道 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弄得苏璇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毕竟自己真的还不是因为 他看不上自己 说话太难听才跟着他的 而是因为这丫头带着一个小瞎子 这般的寻宝仪在身边有便宜站的原因 当初苏某也有些不对 不过一切都过去了 这一枚圣因果 远比假因果效果更好 南黎姑娘还请收下 希望南黎姑娘能帮在下 保守这七恋神宫里的秘密 苏璇对着南黎游婷说道 如今在这七恋神宫里 知道苏璇收服了小黑他们几个的 除了天玄宗弟子之外 就只有南黎游婷和那老怪物 就算是丁少白那家伙 也只知道小黑一个而已 只要搞定了这丫头 苏璇的秘密就几乎不可能暴露了 只是南黎游婷望着眼前的圣因果 却哪里好意思见 玄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都这样对我了 难道帮你保守个秘密 还要你的东西吗 廷儿现在就用心魔启示 保证以后绝不透露 玄哥你的任何机密出去 玄哥还是赶紧把这东西收起来吧 你这样把廷儿当成什么 忘恩负义的小人吗 南黎游婷对着苏璇说道 说完就赶紧用心魔启示了起来 没有没有 真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看姑娘正好处在金丹镜 想要送姑娘一件礼物 作为那南颜火玉的回礼而已 苏璇等她启示完后对着她说道 是 是回礼啊 南黎游婷听了苏璇的话后 瞬间就变得翘脸通红了起来 她送给苏璇的可是她的贴身玉佩 未来跟苏璇能够生出 拥有南颜礼火天赋后代的东西 如今苏璇这一回礼 不就是代表苏璇已经同意了她了吗 对 就是回礼 还请南黎姑娘收下 苏璇把她的手拉了过来 把圣因果放在了她的手上 这小小的一个动作 更加让南黎游婷小心脏 扑通扑通狂跳不已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玄哥对我这么好 以后我一定要对玄哥更好 她这般一想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叮 宿主将圣因果送给南黎游婷 南黎游婷对宿主感激不尽 恭喜宿主声望加2000000 哈哈 又是200万 这圣因果送的没有亏啊 苏璇听到系统的声音后 激动地在心里想到 对了主人 那些木妖一族怎么办 这时候 小黑又对着苏璇问道 木妖一族 竟然还有木妖一族 苏璇有些不敢置信地 对着小黑问道 还以为在第二层的守护法阵处 已经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结果 确实主人 虽然不多 但是却也还有两三人 小黑对着苏璇回答道 刚刚他坐在王座上进行了一次清点 发现这七炼神宫里的修饰 除了西域的修饰之外 竟然还有三名木妖一族 肯定是因为你把他们妖宠弄走之后 狗在这里面躲着咱们的家伙 这些家伙自然是一个 苏璇想了想 马上就明白了过来 他原本是想要说 这些家伙自然是一个都不留的时候 不过马上又想起了 此时木妖一族 说不定已经开始了入侵西域 留着他们的话 或许会更加有用 这些家伙自然是一起 全部传送回我们当初进来的地方 第207章老天爷啊 我们都苟了几个月了 与此同时 三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偷偷摸摸地摸进了 在这七炼神宫的第四层的某处山洞中 山洞中几株火红色的灵芝 马上引起了几人的注意 那灵芝每株都有蒲团般大小 上面更是时不时的 就释放出火红色云雾一般的包子粉来 火云芝 哈哈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我们竟然找到了 传说中的火云芝 这下子回去之后 几位太上长老还不高兴疯了 其中一个家伙 哈哈大笑着说道 这么大的火云芝 最少应该生长了上万年了吧 另外一个家伙 望着眼前的灵药 也震惊无比地说道 什么上万年 看着山洞的形势 很可能从来都没有人进入过这里 这几株火云芝很可能 已经有几十万年的年份了 最后一人 更是十分肯定地说道 几十万年份的火云芝 我的乖乖 这要是给那几位修炼火属性功法的 元英中期太上长老们服用了 还不让他们直接进阶到元英后期去吧 另外两人听了之后 更是激动不已地说道 这第四层的所有宝物 对于元英镜的修饰 来说都是 眼热不已的重宝 这火云芝 对于修炼火属功法的元英修饰来说 更是重宝之中的重宝 直接服用 就能够直接地提升他们的修为 更是可以作为 炼制好几种二三品丹药的主要 就更加不要说 还是几十万年份的 而且 这里还不止一株 而是足足六株 哈哈 现在知道 本公子让大家小心狗子的重要性了吧 若不是本公子 带着你们狗子的话 一个家伙 对着另外两人说道 对对对 幸好 当初听了谢于公子的 若不然的话 咱们不要说 能够进入这第四层了 恐怕当初就跟那群傻货一样 全部陨落在第二层的守护法阵处了 另外两人听后 也是庆幸不已 当初的他们 在进入这神木失恋的时候 因为神木传送进来方式的原因 他们全都是一个部落 一个部落的传送在一起的 再加上 他们又带着部落花费了几百年 为他们准备的元英镜十里的妖宠 他们也曾经意气风发 也曾经想要 把这神木之中所有的西域修士 全部绞杀 只是 就在他们正四处搜寻着其他西域修士的时候 突然 一道神秘力量 就出现在了他们的头顶 不但把他们所有人的妖宠给吸走了 而且还把他们全部给分了开来 就这三人还是他们后面 偶然间才遇到的 当时的三个家伙 一番商量之后 就决定 能躲就躲 能藏就藏 更是当初都已经到了 那第二层的守护法阵 也都只是悄悄地在远处看着 不敢出现在人群中 这样一来 三人不但在这七恋神宫里活了下来 而且还偷偷摸摸地 摸到了这第四层来 这算什么 现在 咱们已经成功到了这第四层了 接下来的试炼 还有三四个月呢 这三四个月 咱们还不知道 能搜寻到多少宝物 那姓鲜鱼的家伙 再次说道 哈哈 那是那是 鲜鱼兄 咱们收取了这些火云枝 就赶紧离开这里 还有不知道多少宝物 在等着我们呢 另外两个家伙 也纷纷说道 此时 他们光是这六猪火云枝 就算是为木妖一族立了大功了 就更加不要说 这还有三四个月的试炼时间 只是 就在三人刚刚才把这六猪火云枝 收取了下来 甚至还有一个家伙 手里还抓着一猪火云枝的时候 一股强大的力量 就涌向了他们 啊 几人只来得及惊呼一声 就被卷了进去 那家伙赶紧死死地 把那猪火云枝 护在了怀里 此物实在是太珍贵了 只要带回了部落 一猪 就能够从那些 猿鹰强者的手中 换取到让他从 金丹镜初期 修炼到金丹镜巅峰 甚至是直接 进阶到猿鹰镜的 所有资源 所以 此时的他 看的比面都还重要 哪怕被卷进了 那强大的力量里面 也是死死地 护住这一猪火云枝 只是 下一刻 他就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不对 咦 火云枝 没想到你我还能在这里 遇到这般的宝卧 一道惊喜的声音 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 然后他就感觉自己 仿佛是被什么 恐怖的存在盯上了 连看都还没有看到人 就感觉到了一阵 毛骨悚然的感觉 抬眼一看 发现站在他面前的 竟然是两名 原因后期的强者 对 不只是一名 而是两名 快跑 那家伙还在发愣 那姓鲜鱼的修饰 就赶紧拉着他 疯狂地逃窜了起来 鞭炮还向着身后 毫不犹豫地扔出了 两张化神福宝 虽然说眼前的 两名原因后期修士的身份 他不知道 但是以他家老祖 乃是木妖一族 三大化神之一的身份 只要是他木妖一族的 原因后期 他几乎都见过 这两位绝对不是 他木妖一族的就对了 只是 他二人虽然扔出去的 化神福宝 暂时困住了 那两名原因后期的强者 但是一头 却又撞进了 西域修士的包围圈 是木妖一族 不要让他们逃了 那个瘦高格的手里 拿的是火云枝 这样的宝物 绝对不能落到 这帮外族手里 那个矮点穿的是 陷于一族王族的服饰 很可能是那陷于 老怪的直系后代 把他们抓起来 抓活的 几十名西域修士 同时出现在他们四周 而另外一名他们的同伴 却已经被一名男子 给抓在了手中了 与此同时 众人身上的试炼令 也飞了起来 消失在了空中 咦 试炼令怎么消失了 难道是试炼结束了吗 不应该啊 不是还有三四个月的吗 一个个家伙 不敢置信地说道 再一看自己等人 深处的环境 可不是就是当初 他们进入神墓的 那一片戈壁吗 与此同时 他们的耳朵里 也响起了一声 爽朗的大笑来 哈哈 王大师说 诸位参加试炼的弟子 今日就能够 从神墓中出来 我等还不信 如今看来 大师不愧是大师 算得实在是太准了 那声音游远极静 很快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而站在人群里的 难离游停 看到二人后 更是激动不已地冲了上去 爹 娘 你们怎么来了 而那两名木妖异族听后 更是面如死灰 此时的他们 全都仰天长笑 老天爷啊 我们都苟了几个月了 为何到头来 还要落下得个这般下场 第208章 抠抠嗖嗖的 亏你还是难言圣地圣主 我们都苟了几个月了 为何到头来 还是落得个这般下场 三个家伙绝望地想到 连反抗都懒得反抗了 呆呆地站在那里 苏玄自然是不会放过 如此的好机会 一纵身过去 就把两个家伙给制服后 把他们的储物戒指 也收了起来 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 南离学真 望着眼前的女儿 激动地说道 在感知到女儿身上 已经没有了 那老怪物的气息之后 这位南疆第一势力 难言圣地的圣主 此时已经老泪纵横 只是 他这还算是克制的 而他的夫人乌如雪 却是直接一把 紧紧地抱住了女儿 你这个死女子 你知道 能有多担心你吗 你知道吗 自从女儿 被那老怪物给缠上 他的心思 就全在女儿身上 这几年 没有安心地 闭关修炼过一次 每次修炼 他都会因为女儿的事 心绪不宁 好几次都差点走火入魔 就连修为 都隐隐有了一些倒退 甚至闭上眼 像凡人一样 好好地睡上一觉 他都做不到 闭上眼 就全是女儿 被夺射的噩梦 如今 看到女儿身上 那老怪物的气息 终于消失了 他原本是想狠狠地 骂上女儿一顿的 但是骂来骂去 却只剩下了那一句 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眼泪更是如同断线的珠子 不停地掉了下来 娘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看 我这不是 都好好的了吗 南离游婷 对着母亲安慰道 孩子好好地回来了 咱们应该高兴才对 快别哭了 不然让这帮后辈们 看笑话了 南离学真 也对着妻子安慰道 对了爹 娘 这位是学 是苏宗主 这一次 要不是苏宗主她的话 女儿恐怕就见不到你们了 南离游婷 又拉着父母 来到了苏宣的面前介绍道 她原本是想说玄歌的 但是终究还是女儿身 在父母面前没有叫出口来 哈哈 盲大师早就推演出了 苏宗主在你这次的脱险中 功不可没 放心 爹爹一定会好好感谢苏宗主的 南离学真 对着南离游婷说道 说完后 又赶紧对着苏宣抱拳道 苏宗主 幸会幸会 这一次 你帮了小女脱险 我夫妻二人感激不见 话虽然这么说 不过看到苏宣的境界 才金丹出妻而已 就这样的境界 能帮上什么大忙 所以 对苏宣也就只是 礼节上的客气了一些而已 南离前辈客气了 苏宣也对着南离学真抱拳道 脸上带着礼节上的微笑 心里却已经忍不住地吐槽了起来 嘴巴上说 感激不尽 有什么用 拿出点行动来啊 就算是你不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心里也应该有点感激 也应该提供点声望吧 就这么轻飘飘的几句话吗 他在心里吐槽 南离学真 而南离学真 也在打量着苏宣 稍稍一打量 他就感应到了苏宣身上的 南延火玉气息 南延火玉 怎么到了这小子手上 他对着妻子传音道 这可是 他南延圣地的圣武 长期佩戴 不但可以提高修士火属性天赋 而且还可以生出 拥有南延离火天赋的后代 若不是此物的存在 他南离一族 怎么可能在南延圣地 兴盛上万年 甚至 没有此物的话 南延圣地还存不存在 都是个未知数 毕竟一个圣地 没有化神老祖 坐镇的话 根本就支撑不下去 而他南延圣地的历代化神老祖 几乎全都是拥有 南延离火天赋的存在 你就知道 你南离家的南延火玉 难道你没有感知到 这孩子 身上有那老怪物的气息吗 乌如雪同样也感知到了 南延火玉的气息 这块火玉 曾经被南离学真佩戴着 二人生活了几百年 然后才传给南离游婷的 那种熟悉的气息 他又怎么可能感知不到 不过女人的心思 却要比男人细腻的多 更不要说 还是一位活了八九百年的女人了 瞬间就明白了女儿的想法 自然要对苏璇好好的端向一番 这一端向 顿时就发现了不对 苏璇的身上 竟然有那老怪物的气息 这种气息 曾经让他坐卧不安 心神不宁 甚至做了好几年噩梦 而现在却从女儿的身上 转移到了苏璇的身上 你说他 这孩子他 南离学真 仔细一感应 同样发现了 那老怪物的气息 顿时一下子 眼睛就又红了起来 刚刚才强忍着的泪水 也又涌了出来 甚至对苏璇的称呼 也从苏宗主 变成了这孩子 没有办法 虽然老瞎子的推演 已经告诉了他苏璇 在这次女儿能够摆脱 那老怪物的夺舍中 帮了大忙 但是 他却不以为然 毕竟那老怪物的实力 十分强大 不要说他了 就连他家的化神老祖 在那老怪物 掌控南离游亭肉身的手上 连一招都撑不住 而苏璇此时 表现出的修为 却又只有金丹初七而已 就这点实力 能帮到什么大忙 他一直都以为 是那老怪物 靠自己的实力 夺得了那神帝尸身 至于说苏璇嘛 起到的作用 恐怕就是可有可恶而已 只是 如今他却从苏璇身上 感应到了那老怪物的气息 而且跟当初女儿的情况 一模一样 不错 那老怪物 肯定是没有拿到神帝尸身 而这孩子 肯定是不愿让廷儿受苦 代替了廷儿 如此的凶险 扪心自问 你这个做父亲的 肯为女儿这么做吗 亏你还好意思 想着你南离家的南延火狱 乌如雪 对着南离学真说道 同时 他也在这般地问自己 不要说他了 就连我这个做母亲的 恐怕也做不到吧 而他才这般一想 苏璇的脑海里 马上就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宿主帮南离游婷 摆脱了被夺赦的命运 南离游婷母亲 对宿主感激不尽 恭喜宿主 获得来自南离游婷母亲 乌如雪的声望家 5000000 对嘛 这探马才有点感激不尽的样子嘛 苏璇听到声望道丈的声音后 不由地看向了乌如雪 瞬间觉得 乌如雪这个未来丈母娘 比南离学真顺眼多了 而南离学真听到妻子的话后 也顿时觉得惭愧了起来 赶紧从储物戒指里 掏出了一个玉瓶来 小心翼翼地 倒出一枚浑云的丹药来 那丹药才一倒出 就释放就惊人的灵气来 而且 丹药上还有一道 实影实现的雾气 就仿佛是这丹药刚刚才出炉 还冒着滚滚热气一般 苏璇只是嗅上一口 就感觉一阵神清气爽 同时 她更是知道 这丹药上的雾气 可不是什么 才刚出炉而已 二是 只有一二品丹药 才会出现的丹物 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只是 就在苏璇还在吃惊 此物的珍贵之时 那乌如雪 却是一把夺过了 南离学真手里的玉瓶 对着南离学真说道 里面总共就五枚 你还好意思扣扣索索地 倒出一枚来 亏你还是难言圣地的圣主 我都替你感到丢人 第209章 为西域陨落在天人武帅中的盲大师 亏你还是难言圣地的圣主 我都替你感到丢人 不是 我 听了这话的南离学 真还想说些什么 毕竟她的意思可不是 倒出一枚来自己留着 而是 只给苏璇一枚 却哪里想到话还没有说完 乌如雪 连她手里的那一枚 也一把抢了过来 放进了玉瓶里 然后塞一起给了苏璇道 好孩子 咱们这次出来 也没有带什么好东西出来 这几枚丹药你先拿着 等此件事了之后 你跟亭儿一起回南疆玩段时间 到时候 伯母再好好地感激你 听到这里的南离学真 心里更是心疼不已 但是也只敢在心里吐槽 我的夫人啊 你可真敢说 那可是二品的丹药 你一下子就送了这小子五枚 还说没什么好东西 你干脆 把我南延圣地 全部交给这小子算了 只是 他也只是在心里吐槽一下而已 嘴巴上 却还是对着苏璇说道 你伯母说得对 等到了南疆之后 我们定会 他拍着苏璇肩膀说道 那五枚二品丹药 他光是凑齐这五枚丹药的材料 就足足花了好几十年 甚至好几次 都是冒着生命危险 亲自去挤出险地才收集到的 就更加不要说 恋之还费了不少的心血了 他更不想 苏璇到时候去什么南疆 因为以自己妻子的性格 到时候 还真有可能让苏璇搬空 他们这么多年的珍藏 不过 苏璇终究还是帮了南离游艇 摆脱了这场大截 他抠搜归抠搜 但是对苏璇的感激 还是有的 要不然 当时也不可能 眼睛变得红红的了 而他这一感激 苏璇的脑海里 马上就又响起了 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宿主帮南离游艇 摆脱了被夺射的凶险 南离游艇父亲南离学真 感激不已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 加250000 不是吧 才250万 看来丈母娘说的对 你这个老丈人 实在是太抠搜了 单要就算了 就连感激的声望 都是抠抠搜搜的 以后 苏某有什么好东西 肯定也会首先想到丈母娘 而不是你这个老家伙 苏璇在心里 不由地吐槽道 没有办法 这一对夫妻对自己 可是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苏璇肯定要区别对待 哪怕就算是 他们以后都受了重伤 苏璇肯定也会先救侮辱雪的 对了 爹 娘 你们还没说 你们怎么来到这里的呢 南离游艇 又对着二人问道 神木试炼 需要半年时间才会结束 而现在才过去了 两个多月三个月不到 此处又是荒郊野外的大哥壁上 就更加不要说 二人这次来西域 是为了抵御木妖一族的入侵 以他们的身份 不管是木妖一族 开始入侵西域与否 此时他们都应该很忙才对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无故等在这里 你娘实在是太担心你了 所以就缠着人家盲大师 给你补了一挂 然后盲大师就算到了 你们今天应该回来 南离学真对着南离游艇说道 前辈 那我师父他 小瞎子在听了南离学真的话后 站了出来对着南离学真问道 他因为生来就是瞎子 一出生就被丢到了雪地里 要不是老瞎子把他捡到的话 早就已经冻死在雪地里了 而这些年 师徒俩相依为命 形影不离 这次神木试炼才第一次分开 老瞎子对他的感情 一点都不比南离游艇父母 对南离游艇差 但是 现在本应该日理万机的 南离游艇父母来了 他师父这种在木妖一族入侵 可有可无的存在 却没有来 小瞎子可不会相信 他师父是不重视自己了 直觉告诉他 他师父应该是出事了 孩子 你师父他 乌如雪走了过来 摸着小瞎子的头 心疼地说道 话说了一半 却是没有说下去 而是掏出了一只骨灰坛来 他老人家因为不算道 这次木妖一族会提前入侵 遭来了天道降下天人武衰大劫 若是你们再早出来几天 就能够见他们一面了 天人武衰 小瞎子听到这四个字后 只感觉一阵头昏眼花 喷得一声毫无征兆的 就直挺挺栽倒在了地上 一时间伤心过度 竟然昏迷了过去 人事不醒 若不是乌如雪 帮他一把抓住了骨灰坛的花 他师父的骨灰坛 恐怕都要摔碎在地上 而这里所有人在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也全都是震惊不已 天人武衰 怎么可能 那不是传说中的仙人 才会经历的大劫吗 那老瞎子才宁夜静怎么会 有人不敢置信地说道 只是 他这一句老瞎子 却马上引起了众人的怒目 闭嘴 老瞎子也是你该叫的吗 若不是 他补算出木妖一族的入侵 提前的话 我西域不知道多少生灵惨遭毒手 如此可歌可敬之人 就连男离前辈他们 都要称他一声大师 你怎么可以如此侮辱他老人家 纷纷对着他指责了起来 在这里 他们几乎都是金丹静的存在 若是按照修仙界境界为辈分的规矩的话 那老瞎子 都应该叫他们一声前辈才对 只是此时 众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却是不忍 让任何人 再喊他老人家一声老瞎子 苏璇也是唏嘘不已 怎么会这样 就这几天的时间 王大师他竟然就这样的 离我们而去了 他在七炼神宫里还在考虑着 这功法要不要给老瞎子修炼的 就算是要给他修炼 以他苏八皮的性格 肯定也会要上不少好处才是 谁能想到 此时的老瞎子竟然 听到这消息的苏璇 不但同样对这位老人称呼都变了 更是想要无偿把功法送给他修炼 只是奈何 他们终究是没有来得及赶回来 苏璇甚至用系统扫饰起了那骨灰坛来 他想要用系统 把这位老人变废为宝了出来 只是奈何 那骨灰坛里装的只是骨灰而已 而他的变废为宝系统 只能变废为宝 却终究无法起死回生 对了苏宗主 盲大师有一封信 让我们夫妇 一定要亲自教育你手上 还请苏宗主请起 南离学真又拿出了一封信来 对着苏璇说道 信 给我的吗 苏璇赶紧双手接了过来 还以为这位老人 是想要拜托他照顾一下小瞎子 只是 苏璇打开一看 却发现 里面却没有半个字 都没有提起小瞎子 字里行间都在告诉苏璇 一个震惊不已的消息 一道关系到西域修士 生死存亡的消息 苏璇甚至怀疑 他应该不但算到了 苏璇他们这几天会回来 而且还算到了 他们会带回解决天谴的办法 只是 他最后 为了补算这一道消息 却失去了修炼完整版的 三清太玄金的机会 甚至有可能遭来了第二道 天人武衰都有可能 快 大家跟我一起 马上赶往莫渡山口 再晚就来不及了 第210章 来自赫连一族的偷袭 快 大家跟我一起 马上赶往莫渡山口 再晚就来不及了 苏璇看完信后 赶紧对着众人说道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众人不解地对着苏璇问道 王大师推算出 木妖一族 将会从莫渡山口偷袭 苏璇对着众人说道 啊 莫渡山口 不可能吧 那里地势那么陡峭 而且还处在血云中的 宗门驻地附近 他们怎么可能从那里偷袭 极西之地通往西域 并不只有磐石长城这一条道 还有好几条路 可以进入西域 只不过这些地方 地势都十分的险要 尤其是那末渡山口 山势十分陡峭 通往的道路 也只有一条悬崖战道 连接的山口能够通过 两边都是高达数万丈的山峰 如此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险地 只需要派出一对修士 守着山口 不要说一般的修士和妖兽了 就算是飞行类的妖兽 想要通过 都是千难万难 那是真正插翅南非的险地 再说 木妖一族入侵西域 一般都会驱赶着 大量的妖兽打前阵 那些妖兽的体型 动辄都是数丈 甚至数十丈之举 那狭窄的山口 也不适合他们 驱赶大量妖兽战斗 就更加不要说 那末渡山口附近 还有一个血云宗 血云宗太上长老 血云空乃是原因中期的强者 血云宗这些年 也在山口和战道上 修建了不知道多少防御措施 所以 其他的几条道 或许还有那个可能 但是末渡山口 却是万万不可能 你确定 芒大师信里真的这么说的 南离学真也对着苏璇问道 前辈不信的话 自己看好了 苏璇把信交给了他 他拿了过来一看 脸色不由的有些凝重了起来 对着妻子乌如雪说道 若真是这样的话 你我都得走这一趟才行 这么严重 乌如雪接过了信件 脸色同样 马上就变得凝重了起来 贺连部落的人 若真是他们的话 还真有这个可能 看来真的是你我非去不可了 乌如雪对着南离学真说道 贺连部落 因为是木妖一族十二大部落中 离这西域最远的部落 所以 开战了一个多月 都还未出现在战场上 他们还饲养着 大量的雪暴类的妖兽 这些雪暴类妖兽的天赋神通 就算是在悬崖峭壁上 也如履平地 他们的组长 也是原因后期的强大存在 而且还拥有一头 同样是原因后期的妖宠 这般强大的存在 带着一大队雪暴类妖兽 就算是血云宗 准备了再多手段 都是枉然 至于说什么 血云宗太上长老血云空 是原因中期的强者 更只是一个笑话 那贺连部落的组长 加上他原因后期的妖宠 就算是来两个原因后期同境界 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也就他夫妇二人一起 修炼了几百面的默契 或许才能够抵挡得住 但是也只是能抵挡 却未必能够拿得下对方 他甚至在心里怨怪 骂大师这是老糊涂了吗 这么重要的情报 不交给我等 交给一个金丹镜的孩子 有什么用 这不是害了老娘的未来女婿吗 只是 就在乌如雪和南离学珍 决定赶往莫渡山口的时候 一道传音符 又远处飞了过来 落到了南离学珍的手中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南离倒凶 贺连伯彰带着贺连部落族人 已经杀到 还请速回磐石长城商量应对 这消息来自磐石长城 声音乃是一个女子 苏璇没有见过此人 自然是猜不出来是谁 但是这里其他的西域修士 听了声音 却是马上猜了出来 是丁云前辈 对 是丁云前辈 看来贺连部落的人 没有去莫渡山口 而是去了磐石长城 贺连部落离西域最远 都已经杀到了 肯定其他部落 也已经杀到磐石长城了 如此重要的时候 我们宗门前辈们 师兄弟们 肯定也已经全都在那里镇守 我们得赶紧赶去那里 众人纷纷说道 向着磐石长城赶了过去 就连南离学真也对着苏璇说道 或许是盲大师算错了 要不咱们 先去磐石长城看看 只是苏璇却摇起了头 小瞎子的补算之准 苏璇已经不知道 见识过多少回了 就更加不要说 这消息 还是老瞎子用生命补算出来的 他甚至已经想到了 如此重要的消息 老瞎子为何不告诉 南离学真等原因强者的 而是留下一封 告诉自己这个金丹小修士 恐怕已经算到了会这样 要不前辈带人先回磐石长城 我带着天玄宗几人看看再说 苏璇对着南离学真说道 此时不是证明谁对谁错的时候 苏璇想要带着天玄宗弟子前去 至于说什么贺连伯张 乃是原因后期 苏璇还真没有放在眼里 更何况 还有一个家伙 恐怕做梦都还在想着 找他报仇 那我夫妇二人 就先带大家前往磐石长城 你带几个人过去查看一下也行 南离学真对着苏璇说道 毕竟苏璇等人都只是金丹镜而已 虽然现在战事吃紧 但是也还没有紧到 非得苏璇几名金丹后备上战场的时候 而乌如雪却是对着苏璇关心道 记住了孩子 若真遇到了贺连伯张的话 千万不要应战 赶紧通知我等 娘 我也要跟苏宗主他们一起去 南离游廷对着乌如雪说道 你去干什么 南离学真一听 心里就十分的不满 总有一种自家的好白菜 被猪拱了的感觉 我害怕那老家伙对苏宗主不利 我得去看着他 南离游廷对着南离学真说道 话还没有说完 人都已经走了不知道多远了 他他他 你到底说说他 看你都把他灌成啥样了 南离学真仰望着女儿的背影说道 感觉仿佛这女儿似乎白痒了 而乌如雪却是对着他说道 说什么说 当年我还不是就这样 跟着你跑了的吗 他可是我难言圣敌未来的圣主 南离学真大吼道 我当初还是南蛮一族的公主 蛮王位置唯一合法继承人呢 你是怎么忽悠我的 说什么南蛮是南蛮人的南蛮 而你 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乌如雪毫不在意地说道 甚至翻出了 当初南离学真拐走自己时所说的话来 听到这话的南离学真 顿时脑海里不断回想起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的声音来 报应 真的是报应啊 第211章 他甚至怀疑 老瞎子已经算到了 他需要声望 再说苏璇等人 急匆匆地向着墨渡山口 位置赶去 才走到半路 就看见了一对修士 正向着他们这边急迟了过来 咦 苏宗主 王大师算到你们今日便会出来 本座还有些不幸 没想到 你们还真的今日 就凯旋了呀 为首的修士 竟然是血云宗太上长老 血云空 而他身后带领的 乃是他血云宗弟子 光是金丹静 就有着五六十人 就更加不要说 住基静 宁夜静等低阶弟子了 总人数竟然高达两万多人 血云宗大部分实力 估计都被他带了出来 苏璇自然不会以为 血云空是带着人来 迎接自己的 就算是 他跟苏璇关系再好 也不可能是带这么多人来迎接 前辈这事 苏璇对着血云空问道 哦 刚当丁云仙子发来传音 说是磐石长城那边 赫连伯彰带着他的妖崽子 已经到了 恐怕马上会有一场大战 本座 要带人过去杀光 那帮妖崽子 血云空对着苏璇说道 让苏璇没有想到的是 那丁云不但给南黎学真夫妇 发了传音符 还给血云空也发了 若不是丁云的身份 摆在那里的话 苏璇都要怀疑 他是不是沐妖一族的卧底了 而这老家伙 还在想着杀人家 却不知道 马上自己的家 都要被人给偷了 血云前辈 最好还是不要去盘石长城的好 苏璇对着血云空说道 边说 还赶紧拿出了老瞎子 给自己的信来 血云空听说是老瞎子补算的 赶紧接了过去 查看之后 对着身边的一名金丹镜长老问道 该不会是真的吧 毕竟是老瞎子的补算 若不是老瞎子前不久 补算出了木妖一族 要提前进攻的话 此时的盘石长城 说不定已经攻破了 而盘石长城一旦攻破 木妖一族将会长驱直入 此时西域恐怕已经生灵涂炭了 毕竟当时整个西域都以为 这一场大劫 最少都还要半年 要等到神木试炼结束之后 若是木妖一族的年轻后辈 在神木中获得的宝物多的话 甚至还要几年 毕竟要消化那些宝物 也是需要大量时间的 他们那时候可是还没有任何准备的 甚至就连盘石长城的重修 都还在商议阶段 只是 那名长老拿过了信件一看后 却是十分笃定地说道 绝无可能 我们放出去的探子 每天都有回报 不要说莫渡山口附近了 就算是万里之内 都没有见到任何敌人 就算是他们要偷袭 恐怕也不会是现在 那木妖一族 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就算是平日里 也随时都有可能 闯入西域打草谷 血云宗从未有过大义 他们常年派出了探子 在莫渡山口方圆万里 打探着消息 此时又正值木妖一族 已经跟西域开战 如此大劫当前 他们更不敢用任何马虎 派出去的探子 比平时足足多了五六倍 甚至还有一名 金当后期的长老 都亲自出动了 这 看来应该是盲大师算错了 如若不然的话 那贺连伯张 跟他的那些妖仔子们 是不可能躲过 血云宗的探子的查探的 血云空也开始怀疑起 是不是老瞎子算错了 真要是有大军压境 不可能会没有人回报的 就在几人说话的空档 一阵阵地动山摇的声音 又从磐石长城处 传了过来 血云空望了那边方向一下 赶紧对着苏玄说道 那边应该已经打起来了 不行 我得带着宗门弟子 赶紧赶过去 杀那帮妖仔子 苏宗主 咱们改日再聊 说完 迫不及待地 带着两万多人 飞快地向着磐石长城赶了过去 而就是这么几句话的时间 那边却已经杀红了半边天 那应该是双方 活属性的法术 在对拼的结果 其中还夹杂着倒倒雷光 巨大剑影 刀影等等 苏玄他们 此时离那磐石长城 还有万里之遥 却都已经感觉到了战事的激烈 而血云空这一走 估计整个血云宗 都没有剩下几个人了 如此的一幕 就连于小婉等人 都纷纷对着苏玄劝说了起来 宗主 要不我们也不要去算了 就是啊 宗主 磐石长城那边 已经打了起来了 咱们还是赶紧过去支援吧 宗主 磐石长城后面 可就是咱们天玄宗的驻地 再说了 就算是贺连伯彰 真的从那里偷袭 咱们这里也才几个人啊 磐石长城后面 就是天玄宗 磐石长城一旦攻破 天玄宗就会首当其冲 而这末渡山口 虽然也同样重要 但是后面 却只有血云宗而已 这一刻 苏玄也变得犹豫了起来 只是 苏玄马上就发现了不对 就赶紧摇起了头来 好一招声东击西 快 我们必须要马上赶过去 啊 宗主 于小婉几人 纷纷不敢置信地 对着苏玄说道 他们实在是想不通 都这样了 苏玄为何还要这般做 毕竟 不管有没有偷袭 他们这里 也就只有几个人而已 苏玄却对着他们说道 放心 我已经有了应对的办法 你等先带着这传送阵阵盘前往 我去去就来 说完 苏玄还掏出了一张六道传送阵的阵盘 交给了于小婉 下一刻 他就已经来到七炼神功之中 此时 他终于彻底地明白了 那老瞎子 为何非要把这消息告诉自己 他甚至怀疑 那老瞎子已经算到了 他需要大量声望 而这一次 他要是真的能力挽狂澜的话 那他所需要的声望 将会达到一个恐怖的数值 幻星何在 苏玄对着天空一声大吼 他回第五层了 天空中传来了小黑的声音 赶紧把他传送了过来 苏玄对着小黑大吼道 好的主人 下一刻 小黑和幻星镜就出现在了苏玄面前 苏玄才一看到幻星镜出现 马上就开始对他变废围保了起来 他原本是想闲下来 再抽个时间来办这件事 但是此时 却已经不能再等了 兵 宿主耗费八百万声望 成功将金色品及废品 幻星镜变废围保为紫金色宝物 幻星镜的变废围保 耗费了苏玄八百万声望 虽然比不上小木鱼需要的三千万 但是却还是比小黑高了好几百万 不过 他的战力却只有三百万 哪怕就算是加上剑组十剑的翻倍 也才给苏玄提供了六百万而已 要知道 当初苏玄见到他的时候 他可是有着五十万战力的 比苏玄可要高多了 不过 苏玄将急着将他变废围保 也不是为了他的战力 第212章大战前夕 不过 苏玄将急着将他变废围保 也不是为了他的战力 而是为了他布置幻境的能力 布置幻境 把敌人引进七炼神功的能力 我这是 我这不只是被主人治好了伤而已啊 我的实力 最少提升了一倍 幻星镜不敢置信地望着自己被苏玄恢复的身体 他的本体 乃是一面铜镜 再还没有遇到苏玄之前 就已经是伤痕累累 残破不堪 更是因为被苏玄 一把扯成了两半 只是 现在的幻星镜 却是连一点伤痕都不复存在不说 更是浑身上下光洁如星 就仿佛才刚刚打造出来的一般 不 应该说是 被回炉重造了一番才对 因为 他身上的花纹 变得更加的繁复 镜面 也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 可不要小看这些改变 因为 他是气灵的原因 本体越是厉害 将会直接提升他的实力和天赋 而此时 他更是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实力和天赋 足足提升了数倍之多 虽然说 他的天赋是不知幻境 攻击力并不多高 但是 此时他也明显感觉 就算是跟原音后期的强者硬刚 他也有了一战之力 而他在没有受伤之前 却最多 只敢跟原音初期修饰争斗一番而已 想到这里的幻星镜 越想越是激动 而他这一激动 苏玄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地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宿主将气灵幻星镜变废为宝 幻星镜激动不已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 加1000000 哈哈 又是100万 这样一来 就给我提供了100万了 可要比小黑那家伙 提供的多多啊 苏玄没有想到 幻星镜竟然又给自己 提供了100万声望 加上上一次 告知他会被自己治好的消息时 还给自己提供了10万 加起来 就给自己提供了110万了 这比起小黑那坑货 当初被苏玄变废为宝后 给苏玄提供的 足足多了三倍还多 说实话 想到这里的苏玄 甚至想要把小黑那家伙抓过来 又给他击脚了 不过转念一想 要不是这家伙 天天欺负几个弟弟妹妹 他们肯定不可能 那么想要被自己变废为宝的 被变了之后 更加不可能这样的感激苏玄 所以吗 其实小黑这家伙 也算是有功劳的 算了 算了 看在这家伙有点功劳的份上 老子就不提他了 苏玄如是地想到 又把其他几个家伙 也招了过来 对着他们布置了一番之后 才从七炼神宫里传送了出来 而此时 于小婉他们 已经带着六道传送阵 快要到达那莫渡山口了 远远的 苏玄就感知到了 几条上品灵脉的气息 这里的灵气 也变得比其他地方浓郁了数倍 怪不得 怪不得血云宗要把宗门驻地 布置在这莫渡山口 苏玄感知到灵脉之后 不由地赞叹道 不要看天玄宗此时 拥有着五条上品 三天极品 还有一条龙脉 那都是被苏玄变非为宝变了出来的 在这西域 只要拥有一条上品灵脉 那就算是上好的宗门驻地了 甚至据说 就算是十大宗门的天刀门的宗门驻地 都连一条上品灵脉都没有 而这里竟然有着好几条 那时 血云宗的实力 从古至今在这西域 都在前五之内徘徊 听说曾经还成为过西域第二 连丰名宗都曾经被他压制过的 于小婉听了苏玄的感慨后 对着苏玄说道 我也听师父说过 这血云宗的历史十分悠久 他们自称已经传承了几十万年 虽然说 没有确实的证据 但是确实是在有史以来 他们就已经存在了 说是这西域存在最久的宗门 却是一点都不为过呢 胡青爵也对着苏玄说道 得 又是一个传承了几十万年的存在 苏玄听后 不由地想起了上青门 老瞎子 小瞎子来 眼看着血云宗就在眼前 那末渡山口 也没有什么动静 所以 苏玄他们也飞行得慢了一些 开始闲聊了起来 很快 苏玄他们的的前方 就又出现了一对修士 苏宗主和几位前辈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啊 一名助击静中期的修士 带着一对低阶弟子迎了出来 对着苏玄他们几人 恭恭敬敬地大喊道 那为首之人 都只是一名助击中期而已 就更加不要说身后之人了 七七八八的几名助击初期 和几十名名夜静而已 见到苏玄几人之后 虽然苏玄他们都才十多二十岁 但是他们这群人却是 口口声声高喊着前辈 没有办法 因为苏玄几人 年龄或许跟他们差不多 甚至比他们更小 但是苏玄等人 却是实打实的金丹强者 你们这个也叫有失远迎吗 胡青爵有些不满地说道 毕竟在他的心里 苏玄可是天玄宗的宗主 实力更是远超远英强者 就算是血云空没有亲自迎接 也应该派几个金丹镜的长老 大家都是同境界的存在来迎接吧 派一个助击中期出来 这算怎么回事 就更加不要说 他们这次来 还是连天玄宗的安危不顾 跑来营救他们的 啊 不敢欺瞒前辈 此时我血云宗内 除了镇守在墨渡山口的五长老 实在走不开之外 本宗实在是已经没有比晚辈 修为更高的前辈了 还请胡前辈赎罪 那人听到胡青爵的话后 也是十分的尴尬 赶紧对着胡青爵解释道 对啊胡前辈 太上长老带着宗内所有高手 已经赶往磐石长城参战了 要不是我等 我等身份特殊实力又实在是不行的话 我等恐怕也不会留在宗内了 其他几名助击镜初期修士 也纷纷地说道 苏璇在意打量这几个家伙 不要看他们穿着锦衣 身配上瓶法器 甚至还有人戴着法宝气配 但是却一个个脚步虚浮 满脸的酒色过度 实力更是拉胯得要命 就算是那助击中期的家伙 也才只有一千多战力 再助击 镜中也绝对是垫底的存在 再联想到他们的话 一看就知道这些家伙 绝对血云宗强者的后代 这帮家伙绝对是二代无一 看到这里的苏璇 不得不在心里感叹 血云老爷子啊 我的老爷子也 你把这几个货留在这里 以为是在为他们好 其实是在害他们啊 不过转念一想 这几个货留在这里 对自己或许还有好处 毕竟到时候把他们给救下了 到时候 血云空肯定会更加感激自己 不要说会给自己多少的报酬 会多得多 光是声望肯定都不知道会多出不少 所以 在胡清爵眼里 这些家伙是怠慢了自己 但是在苏璇眼里 这些家伙 却全都是宝贝 清爵 此时是战时 这些粗枝末叶的 就不要再计较了 然后又对着那带头的家伙问道 敢问道有如何称呼 那家伙听到苏璇说不计较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赶紧对着苏璇介绍道 晚辈血云飞 得 还是姓血云的 看来还是血云老爷子的直系后代 第213章 末渡血云 得 还是姓血云的 看来还是血云老爷子的直系后代 苏璇听了他的介绍后 更加的激动了 又问了问其他几个住基金的家伙 发现这里竟然清一色的姓血云的 甚至他们身后的那一群宁夜镜 也全都是姓血云 不是说高阶修士 想要有后代 会困难重重吗 血云老爷子 怎么这么能生呢 苏璇望着这群家伙 不由地想到 苏宗主和几位前辈 还请随晚辈等人 到宗内稍作盘缓 太上长老刚刚特地吩咐过 让我等一定要留几位等他回来 血云飞又对着苏璇说道 就要把苏璇等人 带进血云宗去了 只是 苏璇此时 哪里敢在这血云宗内等 血云空回来 等他回来 这里 说不定都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了 对着他说道 不用了 相信血云前辈 也已经通知过诸位了 直接带我等去末渡山口就是了 好的 不会有什么意见 赶紧带着苏璇等人 向着那墨渡山口赶去 很快 苏璇等人就看到 墨渡山口位置 站着一名锦衣老者 经当后期的样子 他应该就是血云飞口中的五长老了 还没有等苏璇等人靠近 就马上赢了上来 平道血云盘根 见过苏宗主 几位道友 老者见到苏璇等人之后 热情地说道 得 又是一名姓血云的 苏璇听后想到 估计这位 要不是也姓血云的话 肯定也已经被带去磐石长城去了 几位请随老夫来 见过礼之后 老者马上就带着苏璇等人 向着那墨渡山口走了进去 然后对着苏璇等人介绍了起来 这便是我血云宗 布置在此处的墨渡血云 这墨渡山口 便是因为这血云而命名 据传 这血云 乃是第一代先祖所布置 已有几十万年历史 守护我血云宗 已不知多少岁月 就在三十年前 还坑杀过一名 原因初期的木妖异族 和五名金丹竞强者呢 血云盘根对着苏璇等人说道 说到这里的时候 脸上充满了自豪 苏璇向着他手指方向往去 一片不知道多么宽广山谷 全部布满了血云 能见度不过几十米而已 不要说眼睛了 就连神识都透不进去 里面更是时不时的 传出阵阵凄厉的鬼叫之声 更是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几位再随我来 血云盘根又对着苏璇等人说道 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处巨大的铜镜之前 这铜镜里有着这血域的投影 里面的布置 隐隐约约的倒是从铜镜里看得清楚 光是各种各样的机关静置 就足足有着上万道之多 就更加不要说 还有着各种暗哨之类的了 而上山口的战道 七弯八拐盘旋在其中 更上面静置机关 最多就不说了 更是十里一陷阱 百里一暗哨 更养着不知道多少毒蛇猛兽 恶鬼怨灵 怪不得 怪不得他能护佑血云宗几十万年 连原因强者都能轻易坑杀 苏璇望着那铜镜里面的情形 不由地赞叹道 如此的防护 虽然比不上他天玄宗的武林夺天大阵 但是却也凶险无比 就算是此时的他苏璇 自己闯上来肯定不是问题 但是 若是想要带着天玄宗弟子杀上来 却是根本就不可能 而于小婉几人 看到这里的时候 更是对着苏璇传音道 宗主 看来真的是盲大师算错了 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毕竟天玄宗就在磐石长城之后 他们实在是放心不下 只是 苏璇却依然选择了相信老瞎子 不 越是这样才越有可能是真的 因为这样才能真正做到 出其不意 一击绝杀 不错 这地方虽然凶险 一手难攻 但是 却也越是容易让人麻痹大意的地方 这地方已经存在了 不知道多少岁月 这里的凶险 难道木妖一族会不知道 苏璇甚至觉得 那些摸上来想要偷袭血云宗的家伙 很可能就是上来探路的 尤其是三十年前的那位 被坑杀的原因强者 与此同时 磐石长城之上 南离学真等人望着前面 黑压压的妖兽大军中 一支骑着雪豹的强大队伍 对着丁云等人问道 你们确定 这些就是贺连部落的大军 没错 确实是贺连部落 丁云对着南离学真回答道 那带头的 真的是贺连部落的族长 贺连伯章 南离学真又对着他问道 不是他太啰嗦 而是老瞎子的那封信 他也看过 老瞎子不算的准确 可招来了天人武衰 让他不得不谨慎一些 只是这一次回答他的 却不是丁云 而是血云空 不错 确实是这个老混蛋 上一次的入侵 老夫还跟他交过好几次手 当时的他 才刚刚进阶园音中期 老夫却已经进阶快二百年了 到时我还能跟他打成平手 如今看来 却是连他一招都戒不下来了 血云空对着南离学真说道 语气里充满了惭愧 脸上更是有着说不出的落寞 他为啥一听说 贺连部落的大军 到了此处之后会那般激动 带着血云宗强者倾巢而出 还不是就是想要 跟贺连部落 再好好地打上一场 只是 当他看到贺连伯章之后 顿时就不敢再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那贺连伯章 竟然在百年之内 不但自己修炼到了元英后期 更是连自己的妖宠 也培养到了元英后期 而与此同时 那贺连伯章 也坐在那百丈雪豹的身上 也同样是打量着这边 更是跟另外一名 元英后期的强者 悄悄地传音着 谢鱼兄 你确定他们的高手都在此处了 哈哈 贺连老弟 再没再 你自己不会看吗 不要说他们的高手了 除了那天玄宗之外 他们的虾兵蟹将 都全部在这里了 谢鱼部落的族长 对着他说道 你这话说得道也是 据情报说 那天玄宗宗主 和宗门那几大高手 全部进入了神墓失恋去了 再说 他们所谓的高手 最多也就金丹镜而已 就算是没有进入神墓 又能怎样 贺连伯章 对着鲜鱼族长说道 提到天玄宗的时候 语气里充满了不屑 只是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他心里 却又说不出的心慌 总感觉 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但愿是本族长感觉错了吧 贺连伯章如是想到 缓缓地掏出了一块阵盘来 那阵盘黑漆漆地 包裹着厚厚的包姜 根本看不清具体的模样 但是 若是苏璇在此处的话 肯定会马上脱口出 六道随意传送阵盘 而且还是一张 比老子的六道随意传送阵 更加高级的六道 随意传送阵盘 第214章 那本族长就先走一步了 不错 那贺连伯章手中拿的 正是一道六道随意传送阵 而且比苏璇手中的 还要大上一倍 若是再除掉了上面的包姜 能够看得到里面的话 还能看到上面的阵纹 也要繁复得多 要是当初 拿着此物的贺连伯章 不由地想起了 三百年前的那次神墓试连来 要是当初 我就获得了这六道传送阵的话 该有多好 我就可以把一张阵盘 放在那神墓之内 然后再加上使剑筹那蠢货 那里的宝物 应该早就全部都属于我了 贺连伯章如是地想到 不由地想起了那块 长着小短手小短脚的黑石头来 当然 还有他家那几个小子 还有那五个混账东西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竟然全部死在了那神墓里 他们倒是一死 死得干干净净的 留下几十个儿媳妇 天天都来找本组长 贺连伯章越想越是头疼 原本就有些心烦意乱的心情 就变得更加忐忑不安了 组长 组长 他身后的原音镜太上长老 贺连伯文对着他喊道 怎么了 就要开战了 咱们究竟按不按计划行动 伯文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我有些心虚不明 贺连伯章对着贺连伯文说道 不过 还是把其中一张六道传送阵 交给了贺连伯文 到时候 我给你发传音符 他对着贺连伯文说道 组长 有了这六道传送阵 再加上组长你的三眼妖目 咱们又准备了那么久 还有历代前辈留下的记录 那莫渡山口 就算是铜墙铁壁 咱们也能够轻易拿下 你这样 是不是太谨慎了 贺连伯文 对着贺连伯章说道 苏玄猜得没错 木妖一族 想要打莫渡山口主意 不是一天两天了 而他们这一次的计划 更是万无一失 按照他的意思 肯定是大家一起冲过去 直接杀入西域就是了 实在是想不通 他家组长 为何还要自己一个人先去 还是谨慎一点吧 贺连伯章对着他说道 贺连伯文 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贺连伯章 却已经驱使着身下的雪豹 向着磐石长城而去了 贺连部落 贺连伯章求战 那位道友愿意赐教 他对着磐石长城上大吼道 呵呵 没见过像你这般急着求死的 我夫妇二人就来了你心愿 话音刚落 南离学真和乌如雪 就已经站在他的面前 而下面的双方修士 也开始打起了嘴杖来 哈哈 这帮中原的家伙 真的是太浓包了 我们才出一名原因后妻 他们竟然派出两名 什么一名 你们不是还带着一只 原因后期的妖兽吗 有本事不带妖兽参战啊 好啊 好啊 我们不带妖兽 你们也不带法宝啊 虽然这样的争论 已经持续了几十万年 但是却也根本争不出任何结果 所以 下面争下面的 南离学真夫妇和贺连伯章 对这样的争论 根本就没有兴趣 双方碰到一起 就直接开打了起来 双方都是原因后期的存在 化神不出 他们就是这一届的 战力巅峰 一个是一人一本命妖宠 性命相连 一损俱损 一容俱容 一个是相识相知 相如以沫生活了几百年的夫妻 这一番战斗起来 双方的配合 都是默契无比 才刚一开战 战场上顿时就是火焰滚滚 妖气滔天 而在他们的头顶上 远在数十万丈的虚空中 也盘坐着数人 木妖一族只有三人 但是却有着三头 同样化神境的妖宠 中原一方人数虽多了一人 而且都拥有灵宝的存在 但是明显的处在下风 不过 他们都只是对峙而已 已经数千年的木妖一族入侵 没有过化神强者 亲自出手的记录了 不是他们不想打 而是他们一出手 马上就会引来天检 而赫连伯彰 跟南黎学真夫妇的战斗 他们也似乎漠不关心 盘坐在那里 微闭着眼睛 入境修炼着 以他们的定力 只要不是非得他们出手的话 不要说一个赫连伯彰 跟南黎学真夫妇的战斗了 就算是西域和木妖一族 打上的十年 他们都能盘坐在这里 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 因为对于他们这样 已经活了一千多快到两千岁的他们 这样的大劫 已经经历了十多二十次了 像这样的挑战 更是比比皆是 不过是双方打上一场 若是奋出了输赢 赢的一方自然是士气高涨 而输的一方 也会杀红眼睛 是要报仇 若是没有奋出胜负 大家就回去修整一番 换人再战 直到一方出现伤亡 然后引起大战 修炼界的战争 跟凡人世界差不了多少 只要双方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一开始都是消耗战 甚至 比凡人世界的战争 还要简单一些 以少胜多 以若胜强这种事 更是机不可能 而双方的修士 却已经在摩拳擦掌 只等赫连伯彰 跟南黎学真夫妇的战斗 一份出个结果 马上就冲上去 大杀四方 双方都是几十万年的士仇 一交手 就是你死我活 只是今天的战斗 他们注定是等不来 赫连伯彰跟南黎学真夫妇 奋出个胜负来了 他们才打了半个时辰不斗 那木妖异族之中 竟然同时又飞出 两名元英后期的强者来 向着南黎学真夫妇攻击而去 比拼战斗中 突然又冲出 两名元英后期加入战斗 这在历次的入侵中 还是头一次 只是 中原修士这边 也不是傻子 他们也时时刻刻地 关注着战场 不要脸的外族 想要偷袭 休想 一声声大吼声响起 中原这边 也有三名元英后期的强者 也向着那战场上冲了进去 但是 就算是这样 中原这边 也依然处于下风 毕竟木妖异族的 另外两元英后期 也带着元英后期的妖宠 就更加不要说 他们跟妖宠的配合了 才几招 平衡就已经被打破 中原这边的几人 应付得就十分吃力了起来 怎么办 他们有妖宠 我们这边明显 吃了元英后期强者少得亏啊 要是谢圣主 在的话就好了 他要是在的话 咱们也不会比他们少上一人 中原的修士 十分着急地说道 甚至丁云和血云空等 元英中期的强者 已经向着战场飞了过去 想要帮着抵挡一二 但是 他们也早已经被 木妖异族的 元英中期给盯上了 然后 双方元英中期之间的战斗 也开始了 元英中期修士 木妖异族 比中原修士更多 中原这边 更加不是对手 这样一来 元英初期的修士 也只好出动 冲了上去想要帮忙 而对方的元英初期修士 也同样冲了上来 一时间 整个天空中 足足有着 近百名元英进强者战斗 这是 大决战提前来到了吗 怎么办 咱们这边 元英进战力严重不足 这样的拼斗 咱们输定了呀 中原一边的修士 纷纷着急了起来 而木妖异族的修士 却是士气高涨 杀声震天 杀 杀 杀 似乎大决战已经提前到来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只是 就在这时 那原本还在跟南离学真 拼斗的贺连伯章 突然对着他身边的 仙渝义族族长问道 有没有发现 内心谢的消息 没有 至少说千里之内 没有发现老乌龟的气息 仙渝义族的族长 对着他说道 既然是这样 那本族长就先走一步了 第215章 三眼妖目 既然这样 那本族长就先走一步了 说完 那贺连伯章 就再次拿出一张 六道传送阵的阵盘来 此时 这里几乎所有的猿鹰以上强者 都在此处颤抖 而中原这边 明显又处于下风 他最担心的 西明圣地圣主 都没有出现 他还担心什么 那阵盘发出一阵刺眼光芒来 下一刻 就带着他 消失在了原地 不好 南离学真 瞬间就想起了什么来 赶紧向着末渡山口 飞了过去 一旦那里被攻破 不但 血云总有危险 整个西域都危险了 而且 那里还有着自己的女儿 和那头拱他家白菜的猪 侮辱雪也紧跟其后 只是 他们却已经走不了了 先于一族的族长冲了上来 拼了命地向着他们攻击起来 死死地把他们缠在了这里 与此同时 血云空也同样是经出了一身冷汗 那莫渡山口 确实是可以坑杀原鹰强者 但是却不包括原鹰后期的存在 更不要说 赫连伯章这家伙 还有一头原鹰后期的妖宠 而他血云宗因为有着莫渡山口的存在 连护宗大阵都没有布置 一旦莫渡血域被攻破 整个血云宗的强者都被他带了出来 他留在宗内的那些老弱病残 就如同案板上的肉一般 只能任人宰割 此时的他 比谁都要着急 但是他也同样被一名原因中欺缠着 此时他是真的后悔 后悔当初 没有相信老瞎子 没有相信苏璇 快 快回宗 回宗 他对着磐石长城上的血云宗弟子大喊 虽然说 此处离血云宗还有很远很远 但是 他那莫渡血域危机重重 就算是贺连伯张乃是元英后期 也应该能够拦住他一段时间 他们现在赶回去 或许还来得及 只是 他终究还是低估了贺连伯张了 那家伙直接就出现在了 莫渡山口战道的中后段 那里有着三十年前 那名被坑杀在此处的元英强者 偷偷埋下的一张六道传送阵 此时 突然就亮了起来 贺连伯张 缓缓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这是六道传送阵的气息 而且明显比老子六道传送阵 还要强上不少 那阵法才一亮起 苏璇马上就认了出来 哪怕系统没有提醒 但是六道随意传送阵苏璇 实在是太熟悉了 而旁边的血云飞等人 却是直接就吓傻了眼 怎么可能 那里怎么会有一道传送阵 贺连伯张 贺连伯张果然杀过来了 他们原本就只是一群二代 他们的天赋又不高 平日里又锦衣玉石 连同街的敌人 他们都从未赢过 就更加不要说 此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乃是一名原因后期的强者了 血云盘根倒是比较镇静 对着他们大吼道 慌什么慌 不就是一名原因后期吗 咱们的血云 守护咱们几十万年了 这一次也绝对不会例外 你们赶紧通知太上长老 咱们虽然杀不了他 困住他却绝对没问题的 血云盘根对着众人说道 只是 下一刻他就说不下去了 因为那贺连伯张的眉心之处 竟然裂了开来 一只妖异的树眼赫然睁了开来 然后 他就在这末度血液中 如履平地了起来 一只恶鬼 才发出一声淒厉的鬼叫 想要干扰他的心神 下一刻 就被他一指头打得魂飞魄散 一处暗哨躲藏的修士 才刚刚拿起法器准备偷袭 下一刻 就被他一拳连暗哨一起打得粉碎 就连那些隐蔽 没有任何气息静止和机关 也被他一一看了出来 然后破坏殆尽 要知道 这里可是血云宗 布置了数十万年的血液 进去之后 不要说眼睛了 就算是用神识 也只看得到机密 如果不是他乃是木妖一族 苏璇甚至都要怀疑 这末度血液 是他亲自布置的 哪里有什么暗哨 静止机关 他都了如指掌 请客之间 他就破坏了十多处 离出这末度山口 只有百里不到的距离了 百里而已 对于他这样的存在 瞬间便可达到 而他们这边 最强的也就只有血云盘根 这个金丹镜中期而已 就更加不要说 他手中还有六道 随意传送阵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 对这里如此了如指掌 血云盘根不敢置信地 望着这一切 此时 他已经被吓得浑身 都在颤抖 其实不要说他了 就连藏在苏璇体内的 那老怪物 此时也是 震惊不已 三眼灵目 这一届 怎么可能会有 三眼灵足的三眼灵目 老怪物望着血液里的 赫连伯张 不敢置信地说道 这三眼灵目很厉害吗 苏璇对着他问道 据说 他们乃是上古 三眼神族的后人 就算是灵界 也都只有三四百人 但是就因为 有着灵目的存在 他们却有着 五名大乘强者的存在 你说厉害不厉害 那老怪物 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一听 同样是震惊不已 不过 很快 那老怪物 却又对着苏璇说道 不对 不对 他不是三眼灵足的 三眼灵目 而是冒牌或三眼妖目 哈哈 本宫差一点就以为 他是三眼灵足呢 苏小子 你发财了 抢 赶紧把这三眼妖目 给本宫抢过来 那老家伙 对着苏璇说道 切 你不都说了 是个冒牌货而已吗 冒牌货 也能让晚辈发财 苏璇不以为然地说道 谁知道 那老怪物 却是对着苏璇大怒道 你小子知道个屁 这三眼妖目 虽然是个冒牌货 但是却也有着 三眼灵目破旺的功能 无论是禁止 阵法 机关 还是幻境 都能够轻易地看透 这样的宝物 不要说你小子了 就算是本宫当时有了他的话 也不会被那丫头身上的禁止压制着 早就把他给夺射了 抢 赶紧给本宫抢过来 老怪物对着苏璇说道 苏璇听了他的介绍之后 同样也是激动不已 不过 苏璇却对着他说道 不忙 再等等 那老怪物 自然是知道他在等什么 对着他说道 等什么 他有了这三眼妖目在 任何的幻境都能够看破 你还想要把赫连部落一起 引入七恋神宫啊 你觉得这可能吗 只是 苏璇却对着他神秘一笑道 如果这神木在其他人身上的话 或许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 在这赫连伯章的身上 那却是十拿九稳 毕竟此时 那七恋神宫里 还有一块黑色的石头 正焦急地等着他 而那黑色石头一出现 就算是他看出了 这是幻境 第216章 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来一场 觉得是天意的巧合 而他一旦钻了进去 苏璇就不信了 他能受得了诱惑 孩子们 冷静 冷静 眼看着那赫连伯章 已经离墨渡山口 越来越近了 血云盘根 终于强迫自己镇定了下来 武章老 你让我们怎么冷静地下来 他一旦攻了 上来我血云宗怎么办 宗内的那些老人 女人 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血云飞对着血云盘根哭道 此时的他脸色已经下得惨白 双手不断地颤抖 那赫连伯章 自己就已经是原因后期了 就更加不要说他手里 还有这一道传送阵 还能够传送来 不知道多少魔妖一族 嗯 不错孩子 这个时候 你没有只想自己活命 唉 想着宗们 还想着那些女人和孩子们 你已经很勇敢了孩子 还有你们 你们这里所有人 虽然你们此时已经害怕不已 但是你们却没有慌乱 没有想着只顾自己 你们就已经算是不错的 你们没有亏对血云这个 传承了数十万年的性 但是孩子们 你们做的还不够 你们还得拿起武器来 进入这血域跟敌人战斗 血云盘根对着众人说道 开始给一帮二代们 打起了鸡血来 虽然这一切十分的残忍 但是那挡在赫连伯章面前的 机关禁止 已经被破坏殆尽 恶鬼们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暗少同样所剩无几 最多只要四分之一炷香的时间 那赫连伯章就要冲上来了 他现在只能打鸡血给这一群 混吃等死的宗二代们去送死 帮血云宗尽可能地争取时间 而血云飞等人听到 要让他们去对付那赫连伯章 马上就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平日里 对敌同境界的修饰 都是败多胜少 如今却让他们去面对 原因后期的强者 啊 让我们去抵挡赫连伯章 武长老 我们 我们 一群家伙瑟瑟瑟发抖地说道 此时他们好一点的 还能够继续站在这里 差一点的 已经被吓得瘫软在地上了 当然 是你们去啊 孩子们 难道你们忘记了守护这莫毒血云 是我血云一族的天职吗 里面正在牺牲的他们 那一个不姓血云 那暗少里面藏着的是你们的书吧 你们的兄弟 甚至还有你们的子侄 就连那飘荡在里面的恶鬼 也是历代放弃而转世 也要永远镇守在此处的前辈 他们跟你们一样都姓血云 此时 他们的血已经要流尽了 该轮到你们了 血云盘根对着众人说道 终于 他的鸡血起了作用 有几个家伙 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马德 跟他拼了 老子就算是用自爆 能够阻挡他 哪怕一秒 老子也是直了 他们这一吼 越来越多的血云宗弟子站了起来 这莫度血云 因为关系到血云宗的生死存亡 从来都只有姓血云的弟子 才有资格进入镇守 而他们 现在已经是血云宗 最后的姓血云的弟子了 他们不能辱没了 这个传承数十万年的姓氏 哪怕他们进去之后 就算是自爆在赫连伯张面前 也连炮灰都算不上 但是 只要他们能够阻挡多那么一刻 他们就有可能等到血云空 带着其他弟子回来 又或者 给留在宗内的老人 女人 孩子们 争取到一丝逃命的机会 一群家伙嗷嗷叫着 就要冲进血域 去拼命或者自爆 而那血云盘根 可不只是打鸡血给这些后辈 更是连吞了好几粒静药 强行提升了修为 因为修为越高 自爆的威力也就越大 看到这里的苏璇 都是有些动容 光是这一股子血性 似乎就足以证明 这血云宗 已经存在了数十万年 只是 他还是一巴掌 对着血云盘根拍了过去 把他给拍翻在地上 连带着打上了几道镜子 此时的他 不要说自爆了 就连动弹都动不了一下了 实力不咋样 打起鸡血来 倒是一套一套的 苏璇拍了拍手 轻松地说道 虽然说这血云盘根 乃是金丹中期 他表面看才金丹初期而已 但是苏璇只是一拍 就把他给拍翻在地上了 甚至苏璇 都不敢太用力 怕他承受不住 被拍死在这里了 苏宗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倒在地上的血云盘根 大惊失色地 对着苏璇问道 而血云飞等人 更是纷纷拔出了武器来 愤怒无比地望着苏璇 拦住他们 苏璇对着于小婉等人说道 几人都有着数百万的战力 不要说这些筑凝夜镜的家伙了 就算是来几个原因 他们都能轻松搞定 甚至于小婉一个人 面对那赫连伯张 都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而自己下去的话 更是一巴掌就能拍死 而且绝对不会比拍倒血云盘根 使用的力气大上多少 不过 苏璇却觉得 若只是杀掉一个赫连伯张的话 根本就左右不了任何的战局 也对不起老瞎子 冒着承受第二次天人武衰的危险 来补算这一番 所以 苏璇要得不只是一个赫连伯张的命 他要得是整个赫连部落的命 为了迷惑赫连伯张 他甚至连血云宗 藏在末渡血域里的宗门弟子 都没有出手去救 没有办法 这就是战争 战争就必须有人要牺牲 而要让赫连伯张 把整个赫连部落 都弄进神木之中去 苏璇就不能让他有任何的怀疑 想要让一个执掌 一个大型部落的组长 没有任何怀疑 什么没有破绽之类的 在他们眼里都是枉然 甚至 越是没有破绽 就越是能够引起他们的怀疑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他们在最激动的时候 给他们来一场无法拒绝的巧合 那样的话 他们就会相信 这一切是上天的安排 不过末渡血域里的血云宗弟子 牺牲就已经够了 这些家伙 就没必要继续下去牺牲了 还是留在这里 到时候给自己提供声望的好 拦住了这群家伙后 苏璇也没有给他们解释 一头就扎进了那末渡血域里去了 不过苏璇也没有进入得太深 毕竟他可没有赫连伯章的三眼妖目 他在这里面 也是神识都探查不了十米 所以 进入后的苏璇 只走了不到百米 就直接蹲在了战道上 他没有藏 因为就算是藏 也不可能藏得住 赫连伯章的三眼妖目 一眼就已经看到了他 所以 苏璇就那么静静地 站立在了战道上 赫连伯章正嫌听心不一般 击杀了最后一名暗少里的血云宗弟子 此时的他 离那末渡山口 已经只有一百多米的距离 正要拿出那六道传送阵来 把赫连部落的修士 妖兽全部传送了过来 抬眼却看见 苏璇站在了他的面前 咦 苏璇 你不是在那神木中参加试炼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此见到苏璇的 此时是又惊又喜 惊的是 苏璇进入了神木试炼 明明还要半年时间才会出来 喜的是从木妖一族 探子传回来的消息里 苏璇这家伙 几个月前 可是赚了不少的零食 更不要说 此时他还有可能 刚刚从神木里传送了出来 毕竟神木试炼结束后 也会跟进入之时 都是随机的 每一次被传送了出来的方式都不同 第217章史剑筹 你知道这三百年来 我有多想你吗 每一次被传送了出来的方式 都各有不同 被传送到这血云宗的 末度血域里 也很正常 而真的是那样的话 苏璇肯定身上 还带着不少从神木里获得的宝物 而苏璇看到这老家伙之后 却是满脸的慌张 转身拔腿 就向着墨渡山口跑去 哈哈你跑的了吗你 赫连伯章见此 哈哈大笑了起来 在他的眼里 苏璇只是一名金丹镜初七而已 自己原因后期的实力 还不是手到擒来 只是 他才跑出几步 眼前的一切 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来 原本的末度血域在这一刻完全的消失不见 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王庭 正是他赫连部落供奉先祖的地方 也是他心中最是敬畏的地方 而苏璇此时 已经拿起了他家先祖的神卫灵牌来 就要狠狠地甩了下去 而赶 赫连伯章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就要冲了上来 擒助苏璇 只是 他马上就反应到了不对 这里是西域 这里是末度血域 哪里来的赫连王庭 胆子倒是不小 竟然敢在本组长面前搞幻境这一套 真不知道 你是哪里来的胆子 赫连伯章反应过来之后 赶紧睁开自己的三眼妖目 对着眼前的幻境查看了过去 马上眼前的幻境就已经消失不见 末度血域重新回到了他的眼前 王庭也已经消失不见 而刚刚苏璇这站立的地方 却是处万丈悬崖 更有着一处偷袭的暗哨 而此时的苏璇 却已经带着南黎游庭 于小婉 胡青爵等人 甚至就连血云宗弟子 都裹挟在其中逃跑了起来 哈哈 没想到啊没想到 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的惊喜 老家伙再一次大笑了起来 一个苏璇 就已经够让他又惊又喜了 就更加不要说 还有于小婉 南黎游庭等人 尤其是南黎游庭 那可是难言圣地的圣女 南黎学真的亲生女儿 这要是抓住了 不要说他们从神墓里带出来的宝物了 就算是把南黎游庭 拿来跟南黎学真谈条件 那都有着说不尽的好处 按照南黎学真夫妇 对他们宝贝女儿的爱护程度 说不定要挟南颜圣顿 退出这场战斗都有可能 赫连伯章越想越是激动 此时就算是一向谨慎的他 也渐渐地忘记了危险 激动地大笑了起来 只是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还有比这更加惊喜的 一道空间裂缝 赫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一股熟悉的气息 不 严格来说 一股让他日思夜想的气息 从那空间裂缝里弥漫了出来 然后 一道黑影飞快的那空间裂缝里消失 虽然只是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但是赫连伯章的三眼妖目争得圆圆的 怎么 可能看不到 那是小黑 使剑仇 哈哈 使剑仇 三百年了 使剑仇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妈使剑仇 赫连伯章这一刻 笑得更大声了 当年要不是他在神木之中 无意中找到了小黑的话 让小黑帮他 把一个个对手 扔到第六层去的 打劫了大量的宝物的话 不要说三百年内就修炼到原音后期了 就连这赫连一族的位置 恐怕他都没有资格来做 就更加不要说他才三百多岁 说是这天玄大陆上 最年轻的原音后期都一点不为过 他还有着六七百年的寿源 号称木妖一族最有可能进阶化神的存在 当然 这三百年里 他当初从神木里收刮来的资源 已经消耗殆尽 想要进阶化神 还需要大量的资源 而这些资源 在如今的天玄大陆上 简直少上又少 派了五个儿子进去呢 又全部隐落在了其中 所以 此时的他 做梦都想要再进一次神木 当然 进了神木第一件事 肯定是先去找小黑 所以 此时的他 就像是犯了相思病一样的 想小黑 见到小黑之后 哪里还会管有没有危险 因为在他的眼里 只要小黑这家伙在 那神木里 就不可能有危险 至于说苏璇等人 更是没有了任何兴趣 就算是活捉南离游艇 要挟南离学真 带着南延圣地 退出这场 战斗他都没有了兴趣 毕竟 那只是能左右这一场 入侵西域的战斗而已 哪里比得上 他自己进阶化神重要 所以 老家伙想都没有想的 就一头冲进了 那空间裂缝中 站在了神木第一层 小黑那家伙 就站在不远处 还是那一副 傻愣愣的样子 甚至还对着他 高喊起 三百年前 那句熟悉的话来 不要 不要对着我拉屎 果然是你屎见仇 哈哈 天忆 天忆啊 天忆 让我贺连伯章 又回到了这里 贺连伯章笑得 越来越大声了起来 感觉这一切都是天忆 不然怎么可能 会有这摇角 木妖一族 让他从莫渡山口来偷袭 而神木不但早开启了几个月 而且还正好把苏璇等人 传送到了莫渡血雨 他又看了看手中的六道 传送阵阵盘 此物乃是他木妖一族化神老祖 陷于老祖几十年前 才获得的宝物 若不是这一次 想要打中原修是一个措手不及 根本就不可能落不到他手中 而现在正好 就用来把他贺连部落的族人 全部传送过来 哈哈 果然老天爷已经帮本族长 安排好了一切 贺连伯章 越笑越是大声 一道传音符打进了传送阵中 下一刻 贺连伯文就带着贺连部落的族人 陆陆续续地传送了进来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哪里 大家一进来后 全都惊恐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原定的 可是偷袭莫渡山口的 对莫渡山口的情形 不知道有多熟悉 而眼前却找不到半点 莫渡山口的影子 这是神木 族长 你怎么把我们传送到神木中来了 贺连伯文也大惊失色地 对着贺连伯章问道 贺连伯章拿到六道传送阵的时候 就念叨过 若是早一点把此物交给他 该多好 不要说三百年前了 就算是几个月前 他让他五个儿子带了进来 对于他贺连部落都是天大的惊喜 他甚至还大骂过先于老祖 如此的宝物竟然用来偷袭西域 不让他先于异族的后辈 带进这里来 如今 他竟然把整个贺连部落的族人 全部都传送了进来 不错 这就是神木 博温 咱们贺连部落 将会从这一刻崛起了 大笑了起来 可是 可是咱们这是临阵脱逃 咱们出去之后 怎么跟先于老祖他们交代 贺连伯文 对着贺连伯章瑟瑟发抖地问道 木妖一族可不像中原修士那般温和 残忍试杀 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误了先于老祖的大姐 到时候 整个贺连部落都要陪葬 只是 贺连伯章却是对着他大笑着说道 哈哈 我们为什么要出去 还要跟他们交代 就算是要出去 也是等本族长进接化神进之后出去 到时候 我们又何须跟他们交代 贺连伯章哈哈大笑地 对着贺连伯文问道 他竟然要在这神墓里 进接到了化神进以后才走出去 那我们族内还剩下的女人和孩子呢 他们又该怎么办 他们能等得到你进接化神之后再出去吗 贺连伯文对着贺连伯章质问道 木妖一族远比中原修士生存方式要残忍得多 他们的部落里 老人和残疾都会被直接清除 甚至用来饲养妖兽 但是 他们的部落里 却还留有女人和孩子 只是贺连伯章却是对着他说道 看来父亲当年没有把你的名字给你取错 伯文 只有你这样书都读傻了的人 才会有这样的夫人之人 伯文 你看看 看看这一遍神墓 藏着多少的宝物 这里的宝物 不要说本族长了 就连你也有资格进接化神 等你我兄弟进接到化神之后 我贺连部落 就会稳坐木妖一族第一的位置 到时候 我们要什么样的女人 他们就得给我们送来 我们的寿元也会翻倍 达到两千多年 你想要生多少孩子生不出来 第218章该是收网的时候了 我们的寿元也会翻倍 达到两千多年 你想要生多少孩子生不出来 作为一名组长 大饼化那都是一套一套的 听得贺连伯文也是一愣一愣的 望着这七恋神功难难地问道 真的吗 真的吗 组长 像我这样的也能够进接到化神 此时的他已经幻想起 进接化神后的享受生活来 哪里还管得了部落里的老婆和孩子 甚至 就连化神强者 想要拥有后代十分困难这时 他也管不了了 毕竟对于修士来说 他们对亲情之类的 远比普通凡人要冷淡得多 境界 实力更加让他们着迷 什么叫你不能 我问你 小时候我们的天赋是不是差不多 我进接到宁业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是宁业 我进接到住基的时候 难道你就不是住基 还不是三百年前 我在这神墓里获得的宝物之后 我们的距离才渐渐拉开 而现在 这神墓就在我们眼前 你我都还是原音静强者 还带了那么多的族人 试问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 不要说你了 就连他们 他们都有可能 赫连伯章对着赫连伯文说道 给他画完了大饼之后 又跑去给那些低阶的族人们画 赫连伯章此时都被他的大饼给忽悠住了 就更加不要说那些金丹住基金的修士了 毕竟 当初的赫连伯章进来的时候 也才只有住基金而已 就连那些宁业镜的小修士 没有机缘 说不定连住基金都突破不了的存在 此时也开始幻想了起来 看来 我们同样也有机会 就算是不能进阶化神 难道还不能进阶到原因 再差进阶的金丹总降吧 只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看似老天安排 一般的巧合 背后却有着一双幕后的黑手 此时 那幕后的黑手 已经站在远处 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了 嗯 都有一会儿没有进来人了 看来可以收网了 苏玄对着小黑说道 遵命主人 小黑听后 赶紧行动了起来 小短手一招 一股强大的力量 就出现在了赫连伯章的头顶 这是 这力量是何等的熟悉 三百年前 他就是靠着这力量 把一个个对手 扔到了第六层去的 哈哈 就是这种力量 使剑筹 难道你也想我了吗 你也迫不及待地 想要帮我了吗 赫连伯章 哈哈大笑地说道 刚刚他已经透过空间裂缝 看到了小黑 而如今又感知到了这股力量 还以为小黑已经发现了他 要来投奔他 帮他获得这神墓里的宝物的同时 然后再用来擦一下屁 鼓 只是 下一刻他就感觉手中一空 拿在手里的六道传送阵盘 已经从他手里消失 然后就是他坐下的妖宠 被那股强大的力量 给传送了出去 不只是他 他身边的族人也一样 他们带来的妖兽 全都被那强大的力量 给传送了出去 就只剩下一群赫连部落的族人 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虽然他们此时仍然有着数万人 但是 从小就跟妖宠为伴的他们 妖宠就是他们最好的战斗伙伴 失去了妖宠的配合 他们就失去了大半的战力 就更加不要说 赫连伯章手中的传送阵阵盘 都已经被夺走 他们似乎已经没有了出去的退路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一群家伙顿时就惊慌地大叫了起来 那赫连伯章此时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不明白小黑那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不过 他终究还是赫连部落的族长 活了三四百年的原因后期 此时的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不要慌 大家都不要慌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要我们抓住那家伙就行 赫连伯章对着众人说道 虽然他也不知道 小黑那家伙现在到底在哪里 以那家伙 能够随意在神墓中传送的能力 想要寻找到他十分的不容易 但是他们这里可是有着好几万人 就更加不要说 在他的记忆里 小黑那家伙的智商几乎为零 我们只要找到这块 长了手脚的黑色石头就行 赫连伯章对着众人说道 三下五去二的画出了小黑的画像来 只是说着 说着他自己也变得惊慌了起来 因为一股炙热的力量 已经向着他们涌来 这力量包含了 炼皮 炼金 炼骨 炼血 炼心 炼魂 炼魄 七种力量同时的出现 就连赫连伯章这般原因后期的强者 都是痛苦不已 就更加不要说 那些低阶弟子了 实力最低的宁业镜 才一开始就被烧得直接自燃了起来 然后就是筑鸡镜 转眼间数万的宁业筑鸡身上 都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来 唯有金丹镜以上 还能强行支撑着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这第一层 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炙热力量 此时 就连赫连伯章自己 都惊骇无比地 仰天质问了起来 哪里还能给族人们 解释出什么来 无论是他的记忆 还是这神木流传出去的消息 这第一层 都只有炼皮之痛 这种痛 对于修士来说 都只能造成皮外之伤 甚至肉身强大的 就连感觉都不会有 只有到了第二层的炼金之痛的时候 才会对修士造成影响 然后 一层更比一层厉害 他当初足足花了半年时间 也才走到了第五层 东躲西藏的 在第五层外围溜达 第六层的炼破 第七层的炼魂 他都没有经历过 一下子压在了他的身上 哪怕就算是 他是原因后期的强者 此时也是难受不已 就更加不要说 那些从未经历过的族人 宁夜静和住击静 只是坚持了一瞬 就直接自然了起来 金丹静虽然还能强行支撑 但是却也是连动弹都做不到了 此时 能够活动的 也就他和贺连伯文 只是 却还有让他更加恐惧的是 一只小牧鱼 又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那小牧鱼怎么看 都似乎跟他日思夜想的小黑 有几分相像 但是他才一出现 他们体内的灵力 就直接消失不见 然后他们面前 又出现了一道阵法 那阵法看似仿佛像是 第二层的守护法阵 只不过这阵法 却不知道为何 出现在了这里 而且一出现 就是一道道 力剑向着他们击射了过来 然后他又看见了 一对又一对的灵魁 向着他们围来 不但有这第一层的炼气镜 还有第二层的宁夜 第三层的筑鸡 第四层的金丹 第五层的原鹰 甚至还有一只画神灵魁 都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而在这些灵魁的前面 还有一只木头人 正在那里张牙舞爪地大叫 快 都给老子快点啊 再碗汤都喝不到一口了 第二百一十九章 残忍的小黑 他带来的灵魁 足足三四十万 黑压压的一大片 向着他们围攻了过来 不要说什么原鹰化神了 此时的他已被封印了灵力 连金丹筑鸡都抵挡不了 来几只宁夜静灵魁 一通乱刀就能够砍死他 这样的一幕 不要说他了 就连苏璇看了 都是心惊肉跳 他是真没有想过 这七炼神功的几个气灵 配合起来 会有如此大的威力 尤其是那老四 一个人就几乎团灭了 整个赫连部落 几万人的宁夜和筑鸡族人 不到半炷香时间 就全部自燃了起来 三四百金丹镜 连动弹一下都做不到 苏璇估计 他们最多 能够支撑一炷香的时辰 剩下的几个家伙 已经够拼了 却只是打了个酱油而已 尤其是老六 明明掌控着这神木里 最强大的力量 拥有数之不清的灵魁 却到最后 连打个酱油都没有打成 赫连伯文连带着几百名金丹 被第二层的阵法 一通乱射 一拨过去 就直接全部带走 而赫连伯文此时 已经被小黑那家伙 像抓鸡一样 抓着后脖梗子 使剑筹 真的是你 赫连伯章看到小黑后 激动地喊道 他终于见到了 他日思夜想的使剑筹 只是此时的使剑筹 已经移情别恋 提起他 就在地上狂摔了起来 你才使剑筹 你妈才使剑筹 你妹才使剑筹 你们全家都是剑筹 本宫七恋小黑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 风流倜傥 你居然敢叫老子使剑筹 此时的小黑 已经拥有一千万的战力 而赫连伯章 加上他的妖宠配合 也就七百多万八百万不到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就更加不要说 此时还被封印了灵力 最后还是把赫连伯章 给坑进来的苏璇 对着小黑喊道 给老子清点 不要把他眼睛 给老子摔坏了 小黑这才清了一些 对着赫连伯章说道 听到了吗 我家主人让本宫清点 还不感激我家主人 话还没有说完 自己却是热泪盈眶了起来 主人 主人 小黑真的 真的好感激你 若不是你的话 小黑永远都抱不了 当年的奇耻大乳 他才这么一说 苏璇的脑海里 马上就响起了 系统的声音来 叮 宿主让七零小黑 抱了奇耻大乳 小黑对宿主感激不尽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 加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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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足足地给苏璇 提供了1000万的声望 要知道这家伙 苏璇当初把他给 变费为宝了 也才给苏璇提供了 30万而已 就可想而知 这家伙对赫连伯章 心里到底有多痛恨了 马德 幸好老子做人 还有点底线 只是踢了 他几脚屁股 没有干出往这家伙身上 拉屎这种没品的事 要不然这家伙 肯定也会战恨我 苏璇望着那被虐的 赫连伯章 不由地感叹道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小黑这家伙 对赫连伯章的报复 才刚刚开始 后来赫连伯章 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 苏璇不知道 但是小黑反正以后 经常那一句话吓人 当年 我杀了一个仇人 背下的人经常都会问 切 好像老子杀的人少似的 然后这家伙就会加上一句 可是我杀了他整整一千年 这一千年里 我把他从原因境后期 培养到炼虚出气 每天都要拿出来杀上一回 而这个时候 他的面前还会出现 一只满身伤痕的灵魁 那灵魁已经完全 看不出人类的模样 浑身上下 都被各种各样的疤痕覆盖着 但是却散发着炼虚境的气息 这个时候 对方若是难的话 就会手脚发软 瑟瑟发抖 若是女的的话 就会用手紧紧地捂住眼睛 惊恐地尖叫 然后这家伙就会 节节地怪笑了起来 节节姐 然后我还把他炼制成了灵魁 苏璇 走了过去 一把从贺连伯张额头上 挖下了他的三眼妖目 贺连伯张看着眼前 如同蝼蚁一般 只有金丹镜的苏璇 却是不敢有任何的反抗 反而是战战兢兢地 对着苏璇提醒道 赶紧 赶紧练话 他必须要用精血滋养 超过一个时辰的话 他就废了 只是苏璇却对着他微微一笑道 哼 其实我更喜欢他是废的 他哪怕卑微的 想要讨好一下苏璇 都做不到 就更加不要说 想要找苏璇报仇 他甚至在这一刻 想起了远在部落里的女人和孩子 若是 若是能够见他们一面 该多好 这里的是一了 苏璇就再次出现在了 那莫渡山口的位置 而那一群血云宗弟子 此时也惊慌失措地 重新冲了回来 贺连伯张呢 贺连伯张哪里去了 他们惊恐无比地问道 刚刚他们被于小婉他们给挡着 甚至还裹挟着 他们逃了一半 并没有看见 莫渡血域里出现的幻境 更是连七恋神宫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苏璇自然是不会 对他们解释什么 只是对着他们轻描淡写地说道 已经被本宗主解决了 解决了 一群原本还惊魂未定的家伙 直接再一次被吓瘫在了地上 那可是原因后期的存在 而苏璇才区区地 金丹镜初期而已 就更加不要说 苏璇从一开始进入血域 到现在还不到半个时辰 怪不得 怪不得盲大师会把那封信 交给苏宗主 怪不得他老人家说 只有苏宗主 才能救我血云宗 若是苏宗主没有来我血云宗的话 我血云宗这次 恐怕就要万劫不复了 一群血云宗的家伙 纷纷对着苏璇感激无比地说道 只是一个贺连伯张 就让他们如此惊恐 若是告诉他们 苏璇这半个时辰内 解决的不只是一个贺连伯张 万人的话 不知道他们又该怎么惊害了 而他们这一说 苏璇的脑海里 顿时就叮叮咚咚 响个不停了起来 叮 宿主力挽狂澜 救下血云宗 血云宗长老血云盘根 对宿主感激不已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 加1000000 叮 宿主力挽狂澜 救下血云宗 血云宗弟子血云飞 对宿主感激不已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 加1000000 叮 只是短短的一瞬而已 苏璇就足足收到了 100多笔声望 每一笔都是10万 再次让苏璇狂收声望1000万 只是 苏璇却知道 这才只是一道开胃菜而已 血云宗 可是有着足足上万的弟子 他们到时候 肯定会给自己 提供更多更多的声望 就连眼前的这群家伙 他们都还可以给苏璇再次提供 好了 感谢的话 还是留着以后再说吧 你们的血性本宗主 刚刚也看到了 现在就问你们 敢不敢现在 用这传送阵 传送到那磐石长城之下 给木妖一族来个中心开花 若是敢的话 就来本宗主这里 领取一张福宝 若是不敢的话 就留在这里 窝囊一辈子好了 苏璇拿着赫连伯章的传送阵 对着血云宗一帮弟子说道 说完更是拿出了 100多张福宝和魂符 这些原本是想用来 在七炼神功第五层 第六层使用的 谁想到最后到了第七层 也没有用上 现在只好让那帮木妖一族 帮忙享受一下 他们不享受的话 苏璇又哪里有机会 对这些福宝进行变费为宝 第220章 难道是赫连伯章 派人传回来的好消息 毕竟再不砸出去 苏璇连变费为宝的机会都没有 去磐石长城 忠心开花 一个个家伙 听了苏璇的话后 不由的脸色又变得惨白了起来 他们只是宗二代 又不是傻子 自然都知道 这六道传送阵的阵盘 肯定是放在一个守卫森严的地方 他们一旦传送了过去 很可能马上就会陷入层层包围之中 还是算了吧 那边的阵盘 肯定会守卫十分森严 我们传送了过去 肯定是九死一生 我们死了还是其次 万一误了苏宗主的大事了 就不好了 一群家伙脸色惨白地说道 他们原本就是一群 混吃等死的宗二代 不要说别人了 他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烂泥浮不上墙的他们 不但怕死 而且还怕事 总觉得 这种忠心开花这种大事 只有那种大英雄才配去做 你们怕了 苏璇对着他们大吼道 说实在的 没有这群家伙 苏璇就带着于小婉等人 也能够做到 给敌人来个忠心开花 脚踏个天翻地覆 但是 那样的话 他又怎么可能 从他们身上刷到声望呢 我可是记得 就在刚刚你们可是 连死都不怕的 连死都不怕 你们还有什么好怕的 只是简单的几句话 就激起血云飞等人的血性 苏宗主说的对 咱们连死都不怕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 可不是吗 如果不是刚刚苏宗主出手 我们早就已经在 目睹血域里自暴亡了 这条命就是捡来的 最坏的结果 到时候自暴就是了 而且这次自暴 还比刚刚要好得多 刚刚的自暴 最多也就阻挡贺连伯障一下而已 现在传送了过去自暴 说不定还能拉几个垫背的 原本一群混吃等死的宗二代 在这一刻 全都制冷了起来 纷纷从苏璇这里 领下一枚福宝 就要跟苏璇一起传送过去 给敌人来个忠心开花 与此同时 磐石长城之下 西域的修士已经杀红了眼 冲过去 杀 杀光他们 不能让他们再传送人过去了 要不然 我们的宗门全部都要被他们攻破 他们从磐石长城上冲了下来 不要命地向着木妖一族冲锋 没有办法 这一次 他们几乎每一个宗门 都是几乎带走了大部分的精英 留在宗门内的 都是实力不怎么样的弟子 他们可不敢认为 那赫连伯障带着赫连部落 只攻下一个血云宗 就会心满一族 他们每一个宗门 都有可能会成为赫连部落的下一个目标 虽然他们跟血云宗不同的是 他们还有护宗大阵守护着 他们已经派人回去支援了 只要不是大量的元英强者同时出手 只有赫连伯章和赫连伯文二人的话 他们的护宗大阵都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说不定就能够坚持到援军的回访 但是木妖一族 继续传送其他族人过去的话 那就不一定了 当初的风明宗 就是被十多名元英强者联手攻破的 而他们的护宗大阵还比不上风明宗 说不定还要不到十名 所以 此时的他们 拼了命地向着木妖一族冲了过去 绝对不能让他们继续传送人过去了 不得不说 还是修士的脑子好使 这个时候 竟然没有一个宗门慌张了起来 放弃了这磐石长城 不管不顾地冲回宗门 那样的话 他们不但有可能还没有赶回去 宗门就已经被敌人攻破了 而且 这磐石长城天险 也会被木妖一族攻破 然后整个西域都要燃起熊熊的战火 跟西域这边修士的杀红了眼不同 木妖一族的修士 却是一副不慌不忙的防守着 一个个家伙 躲在妖兽的背后 杰城阵形任由着西域修士疯狂地冲来 只会在有机会杀死西域修士的时候 才会出手偷袭 其他的时候 他们全都是悠哉悠哉的防守 就这样 他们硬是把一场攻坚战 打成了防守战 磐石长城的天险优势 就这样被他们破解 更何况 他们还有一只骑兵贺连部落 哈哈 这群家伙是疯了吗 一个个的都赶着上来送死 能不疯吗 贺连部落的那群家伙 已经去偷他们家去了 如果我们再一传送了过去 他们的家还守得住吗 哈哈 可不就是吗 不过 就算是能拖住我们又能怎样 贺连伯章可是原因后期的强者 再加上一个贺连伯文 就算是一时间攻不破他们的护宗大阵 时间长了 还不是要被攻破 我们就这样跟他们耗着 反正他们这次都输定了 木妖一族的修士们悠哉悠哉地讨论道 而天空中的元英修士之间的战斗 此时却是已经打到了白热化 尤其是元英后期强者之间的较量 毕竟 木妖一族这边少了一个贺连伯章 只能由那先鱼一族的族长顶了上去 而先鱼一族的族长 不要看进阶元英后期 要比贺连伯章早几百年 但是实力上 却要比贺连伯章要弱上不少 再加上南立学真和侮辱雪 因为担心南立游婷 此时也是杀红了眼 不要说什么大招了 就祖上留下来的保命用的化神福宝 都是不要命的砸 砸得先鱼族长苦不堪言 贺连伯章啊 贺连伯章 你小子能不能快点啊 老子实在是撑不住了 先鱼族长苦苦支撑着 只期盼贺连伯章能够快点拿下血云踪 攻击其他的宗门 他就不信了 等攻下几个宗门 图他几个鸡犬不留之后 这西域的修士还能坚持得住 只是 他却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贺连伯章已经被苏璇拿下 而下一个就要轮到他了 这阵盘怎么又亮了起来 难道是贺连伯章派人回来传好消息的 他看向了贺连部落的位置 那里有着贺连部落所剩无几的族人 其中实力最高的 也就是一名金丹靖而已 其他人都想着攻破了血云踪后 就可以肆意地烧杀抢掠 有点实力的人都已经传送了过去 所以 他就成了贺连伯文走了之后 负责看守六道传送阵的阵盘 不过整个贺连部 都被其他部落给围在了中间 被其他部落给一层又一层地保护着 而此时 那看守的阵盘突然亮起了灵光来 肯定是有人传送了回来 先于组长看到后 马上就觉得 应该是贺连伯章派人带回来的好消息 只是 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传送过来的人才刚刚站稳 就一拳头向着那贺连一族的金丹镜脑袋 轰了过去 那金丹镜 连哼都没有来得及哼一声 就被一拳头把轰爆 阵盘更是就落到了那人手中 然后那人背后 又释放出一道巨大的清廉虚影 守护着阵盘 传送出一名又一名修士来 而那些修士所穿的服饰 更是让先于组长惊爆了眼睛 不是贺连部落的族人就算了 竟然是还血云宗弟子 第221章 一张张魂服 在牧妖一族队伍中爆开 不是贺连部落的族人就算了 竟然还是血云宗弟子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是血云宗弟子 先于族长大惊失色的大叫道 一点都没有了 一个大部落族长 原因后期强者的风范 却哪里知道这些血云宗弟子的出现 还不是让他最惊恐的 而是这些家伙一出现 就发了疯一般的 向着牧妖一族冲了过去 然后 扔出一张又一张的福宝和魂服 一百多人 每人扔出一张 就是一百多张 每一张都拥有 原因强者的攻击力 此时牧妖一族的原因强者 正在天空中 跟西域原因强者缠斗 还留在地面上的 最强大 也就是 只有金丹镜而已 这一百多张福宝魂服 突然在他们中间爆开的效果 就可想而知了 福宝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么多福宝 不对 还有魂服 怎么可能还有那么多的魂服 先于族长 看得直接就傻了眼 那些福宝还说得过去 毕竟他们是 出自于西域修士之手 但是魂服可是 他们牧妖一族 原因强者的本命妖宠 才能好凝炼地出来 怎么可能会大量地 出现在血云宗弟子手中 就更加不要说 还是一百多张 数量直接是福宝的三倍之多 他都已经是如此惊恐不已了 就更加不要说 要承受这些魂服 威力的牧妖一族 低阶修士了 啊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魂服 是金班厄 慕容部落的金刚厄魂服 怎么可能在这帮西域修士的手中 一只数十丈的巨大妖恶 向着一群 牧妖一族冲去 浑身长满了金色的斑纹 张开一张血盆大口 露出一排恐怖的獠牙 一口下去 首当其冲的一对 牧妖一族 就有数十人被他吞噬 吓得他身边的一群家伙 魂飞魄散 不过比起害怕 他们更多的是不解 因为这明显是 他们牧妖一族 慕容部落的原因强者 才能够拥有的本命妖宠 只不过比起他们来说 还有比他们更加茫然的 毕竟他们站在苏璇他们附近 看到了是血云宗弟子 扔出的魂服 更是被其他部落的魂服攻击着 有的部落 却正在被自己部落 原因强者的妖宠攻击 而且 他们还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快跑 血玉蛮牛来了 快跑啊 怎么可能 血玉蛮牛 怎么可能会攻击我们 一头百丈巨牛 正在一个部落里横冲直撞 不管是什么东西 只要挡在他前面的 一律一头撞破 不管是妖兽还是修士 又或者是妖兽和修士 组成的战争 统统一头撞破 哪怕他面前被撞破的 就是他本部落的族人 吓得他本部落的族人 魂飞天外 惊恐万壮的疯狂大叫 更是不解 这血玉蛮牛 怎么会攻击他们 那是太上长老的魂服所化 快跑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一名金丹金木妖一族 试图给族人解释一下 只是他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族人们就更加不解了 太上长老的魂服所化 太上长老的魂服 为啥会攻击我们 众人再次对着他问道 这个 也许是太上长老叛变了吧 他对着族人说道 可是向他们攻击的 还不只是血玉蛮牛一种妖兽 还有金斑巨鳄 还有铁角盘羊 还有悬崖雪豹王 还有铜头狼王 可是那些妖兽 又是怎么回事 他们可都是其他部落的 原因强者的本命妖宠啊 难道他们也跟着一起叛变了吗 难道我木妖一族的 所有原因强者 都集体叛变了吗 族人们再次对着他问道 问的那家伙 也是一头茫然 这一头茫然不打紧 偏偏他用脑子响的同时 脚下也不由得慢了几分 还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 就被那蛮牛追上 一头将他坐下的妖宠撞得粉碎 把他也撞飞到了天上 还没有等到从天上落了下来 就被身后的 一只铜头狼王 给吸入了口中 这样的场面 到处都在上演着 到处都在高喊着 快逃 再不逃 就没命了的声音 而他们所组成的战阵 只是一瞬间 就直接土崩瓦解 然后 那一帮杀红了眼的西域修士 也是拼了命地杀了进来 一边是杀红了眼 一边却是惊恐万壮地 四处逃命 还一头雾水 这样的战斗 就可想而知了 战场上马上就陷入 一边倒的情况 木妖一族的阵型 在这一刻 被彻底地打乱 不要说被自家魂服 释放出来 妖宠击杀 被西域修士斩杀了 拼命逃跑的他们 光是被妖兽 采塔尔王的修士 就是数之不尽 而西域修士这一边 只是跟在后面 捡他们逃得慢的 受了伤的 这一站下来 都斩杀了上十万木妖一族 妖兽妖宠 更是不可计数 亭儿 亭儿 你们怎么来了 南离学贞 对着下面激动地大喊了起来 他在木妖一族的混乱之中 看到了苏璇 还有被苏璇护在 护体清廉之下的 南离游艇等人 此时的他们 虽然在木妖一族的中心 但是 因为他们的实力 原本就很强 不要说南离游艇 苏璇 与小婉等人了 在苏璇的护体 清廉守护下 就连血云宗的那帮宗二代 除了几个杀疯了的 扔出了魂服之后 就不要命地往前冲 牺牲在了乱军之中 95%的都活了下来 此时的他们 正被苏璇带着 在乱军之中 有组织的战斗着 虽然他们人数不多 但是因为苏璇等人实力 都是远超原因强者的存在 哪怕实力最弱的胡青爵 都拥有原因中期强者的战力 所以 他们不但没有任何危险 反而是大杀四方 要不然 他也不会激动地大喊 暴露女儿的身份 都给本宗主记住了 福宝和魂服用完了 把废的给老子收回来 苏璇对着一帮家伙大吼道 遵命苏宗主 一群家伙 纷纷对着苏璇喊道 苏璇此时的命令 对于他们来说 比神旨都还要有用 哪怕苏璇让他们自爆 攻击敌人 他们都不会皱一下眉头 不管是天玄宗弟子 还是血云宗弟子 原来你们女儿 也在血云宗内 怪不得 你们会跟本族长拼命 只是先于族长 在听到南离学真的大喊 却似乎看到了机会 要知道 他看到木妖一族 已经大势已去 原本都已经想要逃走 然后收拢族人 尽量地减少损失 突然听到南离学真 激动大喊 南离游庭 一张画神魂符 就向着南离学真夫妇 砸了过去 一头数百丈的吞天巨蟒 出现在了空中 帮他抵挡住了 南离学真夫妇的攻击 自己却是跟着本命妖宠 疯狂地向着南离游庭 冲了过去 只要抓到了你们女儿 本族长倒要看看 你们退不退兵 在他的心里 南离学真夫妇 实力十分强大 更是指掌着南延圣地 更不要说 南延圣地的画神老祖 也同样姓南离 只要抓到了南离游庭 就不怕西域修士不退兵 只是他却不知道的是 不要说苏璇的实力远超画神 就算是南离游庭自己 实力也远超他父母联手 第二百十二章 你女婿配不上你女儿 你杀我们干什么 就算是南离游庭自己的实力 也远超他父母联手 呵 此时的他 望着向自己冲来的仙渝族长 不由地发出了一声冷笑 那仙渝族长 还有些奇怪呢 为何这女娃为何 见到自己向着他冲了过来 不但不逃 而且还对着他冷笑 哪里知道 下一刻南离游庭的九华圣火顶 就记了起来 一道遮天蔽日的火焰 向着他弥漫了过去 这一切 苏璇自然是看在眼里的 他甚至用系统 扫拾过先渝族长的战力 那家伙自己战力才五百多万 加上他的妖宠四百多万 总共加起来 也还不到一千万 就更加不要说 战力不是简单的一加一 就等于二的存在了 而南离游庭 却是拥有一千五百万的存在 都绝对可以秒杀他了 亏这家伙 还想着对付南离游庭 而且似乎还想要 活捉南离游庭 为了追求速度 竟然连护体钢器 都给直接收了起来 所以 见到这一幕的苏璇没有出手 放心的 让他去救世了 自己动手的话 反倒会有可能 惊退了那先渝族长 苏璇都没有出手 就更加不要说其他人了 各自对付着 自己原本的对手 连看都没有人 看先渝族长一眼 那先渝族长还在奇怪 这些小家伙 都被吓傻了吗 老子冲了过去 不出帮南离游庭 抵挡就算了 连逃都没有人逃 不过这样子也好 等老子 活捉了南离游庭之后 就送你们一起上西天 老家伙如此想到 只是下一刻 他就被南岩离火 给吞噬了进去 然后就只来得及 发出一声惊恐的惨叫 啊 你怎么 他应该是想说 你怎么比你父母联手 都还要厉害如此之多的 只是 他终究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收起了 护体钢器的他 只是一接触南岩离火 马上就熊熊燃烧了起来 短短的数息时间 就被燃烧殆尽 时间短到 不要说使出手段逃走了 就连保命的手段 都来不及使出 就被南离游庭 给烧成了灰烬 而此时 南离学真夫妇 才从他刚刚释放出的 化神福堡里 挣脱了出来 向着南离游庭这边 疯狂地冲了过来 庭儿 庭儿你没事吧 庭儿 而随着他们的喊声响起 他们眼前的南岩离火 缓缓地消失 南离游庭 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而那鲜鱼族长的气息 却已经完全消失 不要说肉身被烧成了灰烬了 竟然连原因都没有逃了出来 爹 娘 我没事 你们放心吧 南离游庭 一脸轻松地说道 只是望着他那一脸轻松的样子 夫妇二人不由得都心惊胆战了起来 这可是他们夫妇二人联手 都只能压制斩杀不了的存在 但是自己女儿 才刚刚金丹镜而已 却直接给他们 秒杀了 这孩子进阶金丹后 实力也提升得太多了吧 乌如雪不敢置信地 对着南离学真说道 淡定 淡定 咱闺女在没有进阶金丹之前 就已经拥有了 可以压制原音中期的实力 到了金丹镜 秒杀的原音后期 自然也不会再话下 南离学真对着乌如雪说道 不过震惊归震惊 但是更多却还是骄傲 只是 女儿越是厉害 南离学真就越是觉得 太便宜苏玄这家伙了 那种自家好白菜 被猪拱了感觉 顿时又涌上了心头 不能这样 绝对不能便宜了那小子 越想越气的他 疯狂地向着天空中冲了上去 喂 你发的哪门子疯 乌如雪对着他大声地问道 赶紧向着他追了上去 我觉得苏玄那小子 配不上我家庭 南离学真大吼道 发了疯的 向着一名原音初期的 木妖一族攻击了过去 那木妖一族 看到一名原音后期的大修士 向着自己攻来 还想说 你女婿配不上你女儿 关老子锤子是啊 话还没有出口 就被南离学真一把掌拍在了身上 肉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溃散了开来 惊恐万壮地 赶紧释放出原音来 现在他 唯一有可能活命的方式 就是赶紧瞬移逃离这里 找具肉身夺赦 只是还没有来得及瞬移 下一刻就已经被后面赶上的乌如雪 给一把捞到了手中 这是你说了不算 婷儿的婚事 老娘才能做主 然后毫不犹豫地 就对着他原音一捏 那家伙应该还想说 大姐 你女儿的婚事你做主就做主 关老子毛线事啊 只是他却连一声惨叫 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原音也被污如雪 给捏成了粉碎 不行 本圣主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但是婷儿的婚事 你绝不能独断专行 南离学真再次大吼道 随手又对着一名 原音中七木妖一族一拳 那原音中七木妖一族的敌人 正是血云空那老家伙 老家伙原本担心 血云宗要被攻破 就发了疯地攻击他 然后又看到自己留在宗内 最没有用的几个宗二代 被苏璇带着 不但搅乱了木妖一族的阵营 而且还在大杀四方 就更是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连老命都不要了 攻击起他来 早就是苦苦支撑 苦不堪言 哪里受得了南离学真这愤怒的一拳 当场肉身就被他打了得对穿 然后又被血云空的血云 给卷了进去 老娘就是要独断专行 你又能怎样 惹火了老娘 老娘就带着亭儿回南满 乌如雪也是一声大吼 随手就是一只蛊虫 向着一名木妖一族 猿鹰中气的修饰扔了过去 那是一只小的 只有拇指头大小的斑斓蜘蛛 体型虽小威力 却是恐怖至极 一根蛛丝从嘴里弹射而出 那猿鹰中气的修饰护体钢气 在蛛丝的攻击之下 竟然如同纸糊的一般 被蛛丝给攻破 下一刻 那斑斓毒蛛 就已经出现在他脖子上 一口咬在了他脖子上 南满古毒的恐怖 在这一刻展现了出来 出五彩斑斓的小毒珠来 然后就是他的皮肤也被咬破 整个身体上 都不断爬出圆圆不断的毒珠 哪怕就算是他拼了命的 释放出原因 想要靠原因顺移逃命 但是释放出的原因 也被数不清的毒珠给包围着 又来 动不动就用你南满的古毒 吓唬本圣主 你能不能下次换一个方式 如此的一幕 不要说其他修饰了 就连南离学真见了 不知道多少次了 都是胆战心惊 随手又是一大片难言离火 向着一名 原因后期木妖一族攻击了过去 你怕什么 老娘又不会给你 下斑斓是魂猪 要下肯定是给你下 比这厉害十倍的 万毒夺命乌宫 第二百二十三章 这帮妖仔子也不惊打呀 老子都还没杀够呢 要下肯定是给你下 比这厉害十倍的 万毒夺命乌宫 说完 一只小乌宫 又出现在了侮辱雪的手中 同样也向着那原因后期的 木妖一族攻击了过去 你两口子吵架 凭什么都冲着老子来 那原因后期听说 比那蜘蛛都还要凶猛十倍 脑海中不由的就出现了 一只只蜈蜈在她的眼睛 鼻子 嘴巴里 钻进钻出的情形来 就更加不要说她 原本还被北明圣地 和东阳圣地的两位原因 后期圣主 同时围攻着 如今再有了这二位的加入 四名原因后期大修士的围攻 她哪里还敢再有丝毫恋战之心 赶紧将保命的手段 一股脑的 全部砸了出来 趁着四人手忙脚乱的时候 赶紧逃之夭夭 成为了这一场战斗中 唯一活着逃走的 原因后期 木妖一族 然后四名原因后期的大修士 又同时 攻击起其他的原因木妖一族来 四人尽可能地杀伤对方顶级战力 每一次出手 都几乎能带走一名原因木妖一族 此时 不要说原因期木妖一族 已经下得慌不择路 没有了半分抵抗之力 就连盘坐在虚空中的 木妖一族三名化神修士 也是已经坐不住了 在四名原因后期修士的追杀下 自己这一方 连一名同境界的强者 抵挡一下都没有 这样杀下去 恐怕木妖一族的原因修士 将会损失一大半 三人在这一刻 同时站了起来 只是对面的四人 也同样在这一刻站了起来 其中站在中间的一名白发老头 更是似笑非笑地说道 几位道友 是不是有些熟养 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几个老怪物 倒也可以冒着被雷劈的危险 陪几位玩玩 他便是西名圣地化神老祖丁义 一个名字极其简单 性格却极度古怪的老家伙 说完都还没有等人家回答 双手之上 就已经出现了 两座千丈山峰来 山峰上飞禽走兽 珍惜药材 甚至还有亭台楼阁 但是两座山峰 却是他炼制出的上千年 实打实的上品领宝 浑身的气息更是在一刻 彻底地爆发了出来 停 停停停 丁老怪 你厉害 你了不起 我们都怕了 你成不成 木妖一族的化神老祖 不得不再一次盘坐了下来 不是因为 害怕他手中的两座千丈山峰 更不是害怕 他那浑身释放出的化神气息 毕竟他们的妖宠 也有数百丈的身形 他们同样也是化神境界的强者 他们害怕的是 头顶上 那已经汇聚而来的厚厚结云 很显然 天道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气息 一名化神修饰引来的天结 就可以 让他们灰飞烟灭 更不要说这里 同时还有这七人 三头化神境的妖宠 这要是天结降了下来 不要说把他们披个灰飞烟灭 恐怕这整个战场上的修饰 从宁业到猿鹰 都没有几个能活了下来 此时还没有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作为化神修饰的他们 没必要拼命 真是无趣得很 丁老怪收起他手中的两座千丈山峰 赶紧隐秘起气息 哪怕就算是这样 天空中也还是降下一道恐怖的天雷来 那天雷足足有着水桶粗细 恐怖的威力 随便都可以劈死 一名猿鹰后期的大修饰 但是那丁老怪 却还得不能有任何的反抗 甚至连护体钢器都不能释放出来 只能用肉身硬扛了下来 因为一旦有丁点的抵抗 便会引来第二道 第三道 源源不断地添雷 会有机会的 别忘了 老夫今年已经1980又八 先于老祖 看着丁老怪的淡淡地说道 在这天玄大陆上 理论上化神老祖的寿源 是2000多岁 但是能够活到1900岁以上的化神老祖 都已经少上又少 一般的都会在17800岁的时候 选择闯一下那空间裂缝 看能不能偷渡到灵界去 毕竟那个时候 他们不但实力上是最巅峰的时候 而且偷渡到灵界后 还有这两三百年的寿源 可以修炼突破 这老家伙 活到1900多岁的年龄 都还没有走那一条路 很显然是想要这辈子 就留在这大陆了 如今他的寿源 又只剩下十一二年 先于一族的族人 原本就不多 作为化神修士 他的直系后人 更是少之又少 刚刚战死了先于族长 加上在那神木试炼里 被苏玄杀人夺宝的先于冲 就是全部 如今一个都没有活着 这老家伙又一辈子 近两千年来 无论是部落内外 都是强势无比 一旦陨落了之后 不要说有个人 会去祭拜他一番了 到时候 连木都会给他刨了 所以 这老家伙 已经没有任何顾忌 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的极度危险 他该不会是想要自爆吧 还有可能带上 他那头百丈吞天蟒 看来最好不要把他给惹火了 丁老怪几人听了之后 纷纷传音道 同样也不敢激怒了这老家伙 就这样 下面虽然打得尸还遍野 血流成河 但是虚空中的化神老怪们 却是依然盘坐在那里 闭目养神 几名化神修士 都选择不出手 这样一来 木妖一族 再也难以避免兵败如山倒的局势 原因修士 也开始慌不择路地逃跑了起来 有的发了疯地扔出各种保命手段 有的更是一头 直接扎进了低阶修士的队伍之中 想要趁乱逃走 甚至还有强令自家的后背作为炮灰 帮他们阻挡中原修士的追杀 都不在少数 而原因修士这样的顶级战力 都是如此的凄惨 就更加不要说 那些低阶修士了 在西域和其他三大圣地修士的追杀下 夺命而逃 这一逃就是一个多月 当然 西域这边也追杀了一个多月 直到追出了瓦汉走廊 追到狼心山的时候 才缓缓地停了下来 狼心山便是木妖一族 抵挡西域修士的天险 比磐石长城 不知道兼顾了多少倍 地形更是一手难攻 数十万年来 磐石长城时不时地就会被攻破 狼心山却从来都没有被攻破 就可以证明 退兵吧 这帮妖崽子们 龟缩进了狼心山 再不退兵吃亏的 就是我们了 南离学真等原因后期的修士们 一番商量后 不得不决定退兵 年轻的后辈们 开始欢呼雀跃了起来 真没有想到 咱们这一仗 竟然赢得这么轻松 不是说 这一次的外族入侵大劫 将会是千年来最凶猛的一次吗 这帮妖崽子也不禁打呀 老子都还没杀狗 就连一些原因修士 经历了数次大劫的他们 也感觉这次赢得简直太轻松了 不过 他们却都知道 如果不是因为苏璇解决了 偷袭的贺连伯章的话 此时的西域恐怕 第224章上一声望 此时的西域恐怕已经血流成河了 最关键的是 苏璇还只是带着几名天玄宗弟子 和一群血云宗的宗二代而已 还是苏宗主厉害 只带着一百多人 就把敌人的阵心给冲乱了 可不就是吗 谁能够想到他只是 带着几名金丹 外加一百多宗二代 连一个原因强者都没有 竟然被人搅了个天翻地覆呢 众人纷纷感慨道 此时 他们看苏璇的眼神都变了 而他们这样一感慨 苏璇的脑海里 自然就又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宗主将木妖一族阵形搅乱 让中原修士轻松赢下这场战斗 中原修士感慨不已 恭喜宗主 获得来自天刀门弟子图剑龙 声望加二百 恭喜宗主 获得来自凤翔谷弟子凤青瑶 声望加三千 来自西明圣地太上长老丁云声望 加一零零零零零 来自北玄圣地长老龚敬仪 声望加三零零零零 来自 苏璇的脑海里 再一次开始叮叮咚咚的响了起来 只是这一次 却是来得格外的猛烈 到了最后 苏璇就只能听到 一长串的叮叮声 根本就听不见其他的声音了 没有办法 这里可是足足好几十万的修士大军 他们 几乎每一个人 都给苏璇提供了声望 虽然说 实力弱小的宁业镜 只能给苏璇提供几百 铸鸡镜也只提供几千而已 但是他们人数多啊 就更加不要说 还有金丹镜的几万 和元英镜的几十万了 甚至就连几名化神老祖 都给苏璇提供了上百万的声望 光是四名化神老祖 就让苏璇收到了四百多万声望 如此一来 他们退兵的这一路上 苏璇的脑海里 声望到杖声音 就从来没有停下过 等到退到磐石长城的时候 苏璇已经收到了 一亿三千万的声望 卧槽 不是吧 一亿三千万 这也太恐怖了吧 苏璇听到脑海里的声音 实在是有些难以置信 只是 就在他还在惊讶 自己一下子就获得了 如此多的声望的时候 那边的血云宗弟子 却已经在血云空的带领下 来到了苏璇的面前 齐刷刷地跪在了苏璇的面前 苏璇就下了血云宗 他早就想对苏璇表示感激了 而现在他们进了磐石长城 机会也终于来了 而随着他的这一跪 整个血云宗这一刻 不论是精英 还是扶不上墙的宗二代 又或者是低阶的宁业初期 还是实力强大的金丹巅峰 都一膝盖跪在了苏璇的面前 苏宗主 我血云宗这一次 老祖宗几十万年才的基业 就要毁在我等不孝子孙的手里 如此大恩大德 我血云宗所有弟子 就算是做牛做马 也难以报答苏宗主大恩大德 跪下后的血云空 对着苏璇声泪俱下地说道 男儿膝下有黄金 更何况他已经快一千岁的老男人 但是此时却跪在了苏璇这个 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前 声泪俱下 这一幕说实话 苏璇都有些被他的举动给吓到了 赶紧一把扶起了他来 前辈快快请起 你这样的前辈对我一个晚辈下跪 晚辈受不得起 受不起 只是 哪怕苏璇都已经把他给抬离了地面 血云空的膝盖也还依然紧紧弯曲着 不是他太倔强 非要坚持 而是他血云宗 传自上古几十万年的基业 一旦宗门被攻破 宗内存下了不知道多少的法宝 弹药 功法 等等修炼资源会落到敌人手中 宗内的老弱妇 男的会被屠杀殆尽 女的下场只会更惨 甚至 就连历代祖宗的祖坟 都会被敌人给刨了 宗内哪怕有一片带着钉点灵力的瓦片 砖块 野草 也都会被敌人搜刮得干干净净 当初的风鸣宗的惨况 似乎还历历在目 血云空等 参加过上一次外族入侵的修士 当年可是亲眼所见 当时木妖一族退走的时候 风鸣宗不要说有一个活物了 就连尸骨都没有留下一点 全部被木妖一族为了妖兽 而这样惨况 差一点就要落在他血云宗的头上 如此的大恩大德 他只是一跪 又算什么 若不是苏宗主相救的话 我血云宗数十万年的祖宗基业 都要毁于一旦 更不要说宗内 还有上万的老弱妇孺 如此大恩大德 苏宗主绝对受得起 还请苏宗主 受我血云宗一拜 血云空坚持对着苏玄说道 苏宗主绝对受得起 还请苏宗主 受我血云宗弟子一拜 他身后的血云宗弟子 也是一口同声地说道 苏宗主若是不肯收下这一拜 我血云宗弟子 从此常跪不起 血云空对着苏玄 再次大声说道 我血云宗弟子 从此常跪不起 所有的血云宗弟子 也再次跟着他大吼道 苏玄无奈 只好放开了血云空 任由他带着血云宗弟子 对着自己拜了下去 不过 当然不可能只是一拜而已 若不是苏宗主舍命相救 我血云宗早已万劫不复 还请受我血云宗一拜 血云空对着苏玄大吼道 还请受我血云宗一拜 他身后的弟子 也同样跟着一起大吼道 苏宗主大恩大德 我血云宗无以为报 以后苏宗主但有差遣 我血云宗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如为此事 我血云宗弟子 将会被心魔纠缠 世代不宁 被心魔纠缠 世代不宁 血云空没吼一句 他身后的弟子 也就跟着他一起大吼 到了最后 竟然用心魔发起了事来 苏玄估计 此时的自己 哪怕让他们走黄泉路 奈何桥 他们恐怕都不会皱一下眉头 而他们这一吼 苏玄的脑海里 也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宗主在这一次大战中 让血云宗免遭战火 整个血云宗对宗主感激不尽 恭喜宗主获得声望 加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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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 又是一亿啊 这也太恐怖了吧 苏玄听到脑海里的声音 激动无比的响到 这这么一会儿时间 他就已经获得了两亿多声望了 就更加不要说 血云宗还欠下了他如此大的一个人情 到时候 苏玄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还会对自己赴汤蹈火了 赶紧把血云空给扶了起来 前辈亲戚 诸位血云宗倒有亲戚 只是 就在苏玄才让血云宗弟子站了起来 那边的凤九卿 又带着凤祥谷弟子走了过来 苏宗主 还请受我凤祥谷一拜 然后就是天刀门 苏宗主 还请受我天刀门一拜 第225章 消耗的300多张福宝和魂服 能够补偿给苏某 还请受我天刀门一拜 凤祥谷和天刀门 一个在血云宗北边 3000里之内 一个在血云宗西边5000里不到的山脉 这样短的距离 若不是苏玄解了血云宗之威的话 他们的宗门 就将会成为赫连部落第二个攻击目标 他们的援军 也根本不可能在赫连部落 攻破他们宗门之前赶到 甚至 不管是凤九卿还是天刀门门主 都只有原因初期的修为 就算是赶到了 也不一定就能够守得住宗门驻地 他们甚至都已经绝望地放弃了营救了 当时的两大宗门心里 都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救不了了 只有拼命地杀光 这帮木妖一族 给宗门报仇血恨 谁知道 苏玄却直接解决了赫连部落 让他们的宗门 没有任何受损 他们的弟子 全都毫发无伤 如此的大恩大德 这两大宗门对苏玄只是一败又算什么 二位前辈 你们 苏玄原本是要劝劝他们的 不过也知道 劝肯定是劝不住的 苏宗主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然后两大宗门又是一番心魔启示 一定要报答苏玄大恩大德 而苏玄又从他们的身上 各获得了五千神望 紧接着就是其他宗门 不论是十大宗门 还是各种小宗门 他们都走了过来 对苏玄表示感激 有的直接跪下一败 有的只是拱手而败 就连西鸣圣帝 这西域最强大的势力 也来到苏玄面前 对着他拱手一败 说是西鸣圣帝 欠苏玄一个大人情 以后一定会报 而他们给苏玄提供的声望 自然是有多有少 有的几千万 有的几百万 甚至有的小宗门 只给苏玄提供几十万的都有 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 何况西域宗门多如牛毛 大大小小的宗门上千个 加起来的话 那也是好几亿 这样一来 这一场战斗下来 苏玄系统里累积的声望 就达到了恐怖的十二亿之多 如此多的声望 不要说足够把小木鱼 通灵阵盘 他们变废为宝了 就算是把剑组十剑 外加那神帝师身 练魂番一起变废为宝都够了 至于说那老怪物 却还是差了一些 没有办法 这老怪物还没有变废为宝 自身的战力 就已经达到了十亿 再加上 他曾经乃是妖族圣女 苏玄估计 他就算是不是大成强者 那也绝对是合体器的高人 就算是在灵界 那也是顶级强者的存在 不过这些人中 却没有要王谷 不论是要王谷弟子 还是要君祖师 都没有出来表示感激的 好了 光是几句感激替灵的话 肯定是不够的 要不然 苏宗主肯定会觉得 我们这些人 只会光说不练 口里说的感激不尽 却不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人家苏宗主离下了大功 就得了几句好话 却什么好处都没捞着 这个时候 虚空之中又响起了那西鸣 圣地化神老怪丁义的声音来 他自然是不知道 就这些感激的话 已经让苏宗主席 获得了十多亿的声望 而苏宗主席 有了这十多亿的声望 将会变废为宝出 多大的好处来 他决定给苏宗主席 一些实际性的补偿 他更是知道 这次的入侵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木妖一族 此时虽然已经退入了狼心山 但是他们 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甚至 他们都打到了狼心山脚下了 也还没有听见 木妖一族的妖神怒吼 他甚至怀疑 木妖一族的妖神 还没有醒来 而真正的外族入侵 根本就没有正式开始 再加上这一次 又正好是千年之期 上一次千年之期 可是让整个西域 三分之二的宗门 都灰飞烟灭 整个西域 都在他们的铁蹄之下 惨不忍睹 不 不只是是西域 中州 南疆 北径 甚至他们的一支前锋 直接打到了东海边上 要不然 南延圣地 北玄圣地 东阳圣地 也不会大老远地 跑来参战了 所以 这些西域修士 给苏玄的承诺 很可能大多数都做不到 丁前辈说得对 我们是该拿出 些实际点的东西来 若是不给点实际东西 咱们自己心里 都过意不去 丁以这一说 众人也纷纷大声地说道 好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 那老夫就做个主 这一次所有的战利品 大家都交出三分之一来 交由苏宗主吧 丁以对着众人再次说道 三分之一 这是不是 这话一落 马上就有人犹豫了起来 要知道 这可是一场大胜 不要说斩杀的强者后 夺下他们的储物戒指了 储物袋之内的了 就算是跟在后面 从妖兽身体上 收集来的材料 都是海量 换算成零食 都是一笔天文数字 说实话 不要说他们了 就连苏玄都有些决定 是不是太多了点 只是 血云空雀 马上站了出来道 怎么 这就不愿意了吗 你们也不想想 若不是苏宗主 搅乱了敌人的阵型的话 你们能获得那些 你们舍不得的战利品吗 恐怕自家宗门内的宝物 被洗劫一空 都有可能 你们再想一想 苏宗主这一次 出了那么大的力 他又有什么收获 他天玄宗 总共才来了几个人 他们又获得了多少的战利品 你们哪个宗门 收获得没有天玄宗多 血云空对着众人说道 他这一说 刚刚还有些舍不得的修士 顿时反对的声音 就低了下去 甚至有人看了看 苏宗身边的四五人 而自己宗门 最少都有好几百人 一个个储物戒指 都装得鼓鼓囊囊的 更是觉得 三分之一是不是给的太少了 三分之一是不是有点少啊 我也觉得 要不给三分之二吧 他们纷纷说道 甚至一位住寄境的老人 热泪盈眶地说道 老夫愿意全部交出来 没有苏宗主的话 老夫一家老小 都已经死在那班妖宅子手中 老夫受缘也将近 也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 苏宗主就下了老夫一家老小 这点战利品 竟然还留着 老夫还是人吗 老夫一样不留的 全部交出来 说完直接就拿着一个储物戒指 走到了中间丢下就走 不要说什么战利品了 就连他原本储物戒指里的一些零食 丹药都没有取出来 只是带了一几件战斗用的法器而已 有了他的带头 其他的人也纷纷开始交出战利品来 有的交出了三分之二 有的交出全部 当然 也有交出三分之一 甚至还有藏匿一部分 只是拿出很少一部分的 不过 就算是这样 苏玄的面前储物戒指 也直接堆成了山 里面到底装了多少东西 更是难以想象 反正苏玄回到天玄宗后 天玄宗专门派出了一百多名弟子 盘点了半个月才 盘点了出来 只是 就算是这样了 那丁义却再次对着苏玄问道 苏宗主 这一次战斗胜利你鞠躬至尾 不知苏宗主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感谢前辈厚爱 感谢各位道友如此慷慨 苏某已经十分满足 只是 苏玄听后对着众人说道 虽然说 此时他获得的战利品已经泼风 但是不要忘了 他可是苏八匹 有好处不战 可不是苏玄的风格 甚至 他可以不要血云宗的遗柜 不要其他宗门的遗拜 甚至让他们赴汤导火苏玄都可以不要 毕竟 这些东西 除了给自己提供一点声望而已 苏玄真的未必用得着 但是实打实的好处 苏玄却是绝对拒绝不了的 只是什么 苏宗主尽管开口就是了 对 苏宗主 功法 丹药 灵石 法宝 只要我等拿得出来 我等都绝不会揍一下眉头 众人听后 纷纷对着苏玄说道 只是这一次 消耗了三百多张福宝和魂服 若是各位有办法的话 第二百十六张不够的话 还可以折线 只是这一次 消耗了三百多张福宝和魂服 若是各位有办法的话 不是狮子大开口 就不是苏玄的风格 明明只用了一百多张 他却说是用了三百多张 偏偏这事还没有办法统计 当初苏玄带着一百多人传送了过来 大家就是一阵乱扔 噼里啪啦的福宝和魂服 在木妖异族的队伍中爆了开来 天玄宗的于小婉等人 再往外扔 血云宗的宗二代也再往外扔 如此的一翻下来 不要说其他人了 就连当时参与血云宗宗二代们 也不知道 他们究竟扔出去了多少 三百多张 有这么多的吗 应该有吧 你忘了我们跟苏宗主过来的时候 就有一百多人 我们每人都领到了一张 天玄宗弟子扔得更多 可不是吗 我就看胡青爵前辈 好像不要前世的往外扔 估计最少都有十多二十张 我们这一百多人 还没有人家天玄宗几位前辈击杀的木妖一族 三分之一多 他们绝对每个人都扔出了二三十张 五十张都有可能 一帮家伙纷纷一轮道 没有办法 于小婉等人的实力 实在是太强大了 他们自己都拥有原因进强者的战力 他们每发出的一招 都拥有普通原因进强者全力一击的威力 而当时的血云踪踪二代们 又抱着一腔热血 不要命的往前冲 果连命都不想要了 要自爆跟敌人同归于尽 哪里会计数 当时他们到底扔出了多少福宝和魂服 他们只知道身边 当时不断出现各种强大招数 每一招都堪比原因进强者全力一击 击杀的人数比他们加起来 还要多上数倍 他们都对这一场战斗下来 到底消耗了多少福宝和魂服 没有概念 就更加不要说其他人了 三百多章啊 真的有这么多吗 有人疑惑无比地问道 没有那么多吗 没有那么多 你们去试试 看看没有那么多的福宝和魂服 你们能不能在 木妖一族的队伍中 新活下来就是了 更不要说 像人家苏宗主这样 搅乱敌人的阵型 让我们取得这么大的胜利了 这个 算了 算了 不要说我们这些家伙了 恐怕就算是让几名原音强者进去 都不一定能做到 当时的形势有多危险 那可是敌人阵型最中心的地带 在那样凶险的地方 拥有强大实力的才能中心开花 搅乱敌人阵型 实力差的 就是去找死 自己给敌人送人头 如此凶险地方 不要说什么 助激进金丹镜了 就算是五六个原音强者 带着一帮宗二代 都很难在里面活了下来 但是苏宣等人 表面上的实力 只有金丹镜 他们不但自己活了下来 就连血云宗那帮宗二代 都没有牺牲几个 更是让搅乱了敌人的阵型 这样一来 很难不让人相信 苏宣等人 真的扔出去了三百多张 这个 虚空中的丁尾又开口了 语气有些为难 苏宣这还真的 给他出了个难题 整个西域西名圣地 加上十大宗门 也才只有十多名原音强者 然后再加上 其他三大圣队 带来的原音强者 总共加起来 也才三十多人 四十人都不到 也就是说 真要补偿苏宣的话 一名原音强者 最少都要补偿苏宣十枚才够 而福宝这玩意 又必须要 原音弃强者的本命法宝 花费大量的时间 才能够凝练得出来 而且对法宝 还有很大的损伤 如果不是为了个后辈们 一个保命的手段 谁会没事 去凝练的玩意 再加上前段时间 为了让宗门弟子 参加神木试炼里 在里面有所收获 大家又把大量的福宝 给了参加神木试炼的弟子 如今哪里拿得出来 这么多的福宝来 至于说魂福嘛 那玩意 是人家木妖一族 本命妖宠才能凝练的 就更加不可能了 只是 话都已经说出去了 刚刚他们还让苏璇 尽管开口来的 说什么功法 法宝 丹药 只要他们拿得出来的 他们就绝不会揍一下眉头 人家苏璇现在 只想要他在这一次 战斗中的消耗而已 又不过分 他们怎么好意思拒绝 这个 没想到苏宗主 为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 不过苏宗主也应该知道 咱们如今就只有 这么点原因强者 要凑出如此之多的福宝来 实在是难以做到 大家尽量凑 尽量给苏宗主凑一些出来 丁乙对着众人说道 说完之后 还从自己的储物戒指里 不舍得拿出了两张来 三位道友 另外的三名化神强者 也扣扣嗦嗦地 逃出一张来 五张化神福宝 从虚空中飘落了下来 落到了苏璇的手中 他们都已经带了头了 其他的原因强者 哪里还敢不行动了起来 纷纷掏出一张 两张的 当然也有五六张的 尤其是血云宗 凤翔谷 天刀门等 他们甚至把已经赏赐 给后辈子弟保命的福宝 都给讨要了回来 全部交给了苏璇 然后所有人都望向了 药王谷的方向 看向了药军祖师 他药王谷刚刚的战利品 不交出来就算了 如今再不拿出几张福宝来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药军祖师 被一大帮原因强者看着 刹那间 就感觉自己被孤立了 知道这次不出点血 肯定是过不去的 只好无奈的 也拿出了两枚来 如此这般 苏璇竟然真的 从这帮老家伙手中 榨出了一百多张福宝来 还有四五张魂符 应该是木妖一族哪个倒霉蛋 还没有来得及使用 就死在了乱军之中 被抢了过来的 虽然没有 他这次用掉的多 但是也差不了多少了 更何况 还有五张化神福宝 更不要说 这些福宝和魂符用掉后的废品 也几乎全部被收了回来 苏璇还能变废为宝 不过 就算是这样 苏璇却也还不满足 不够也没事 不够也没事 不够的话还可以折线 折线后 苏某再去找一凤楼 求够一批就是了 以苏某跟一凤楼一姑娘的关系 相信这个 忙他还是会帮的 第227章 就喜欢看他 被未来丈母娘压着 以苏某跟一凤楼一姑娘的关系 相信这个 忙他还是会帮的 苏璇又对着众人说道 这里有多少原因强者 苏璇肯定是清清楚楚 他又怎么可能指望 大家真的 能拿出300张福宝来 不过这些家伙福宝拿不出来 但是零食 却是绝对没有问题 一个个都是 传承了几千年 上万年的存在 他们哪一个不是负的流油 而听到还可以折线 那些原因老怪们 却都松了一口气 可以折线啊 那你早说啊 就是 早说 咱们也就不用这么为难了 血云空更是直接开口道 苏宗主这一次的损失 我血云宗负责了就是了 不就是300张福宝吗 我血云宗补偿苏宗主 600亿零食 福宝这玩意 确实比较稀有 威力也不错 但是却只是一次性的东西 使用一次之后 就会变成一张废纸 所以 再稀有 威力再大 它的价格上限 也就一两个亿而已 300多张 也就是只值 五六百亿零食而已 他血云宗 要是这次被攻破了的话 不要说其他东西了 光是储存在宗门内的零食 都会超出这个数十多二十倍 毕竟 它们可是传承了 数十万年的存在 血云宗 又从未被 木妖一族给攻破过 所以 血云空想都没有想 就直接掏出了 600亿零食 交给了苏璇 卧槽 这么大方的吗 看来贫穷 真的限制了我的想象 这些宗门 真的负得流油啊 苏璇看着手中的 600亿零食 不由地想到 他甚至有些后悔 自己刚刚没有再多要点 早知道 就说用了500张了 不过这也没事 他们还需要 本宗主 从七炼神宫里 带出来的各种宝物 到时候再敲上 他们一笔就是了 苏璇如是地想到 虽然这一次 有些低估了 这些宗门的财富 但是也算是摸了一次底 让他对这些宗门 有了重新的认知 对了 苏宗主 听云儿说 他曾经向苏宗主 订购过一批 神木中出产的珍贵资源 不知道苏宗主 可有所收获 苏璇正在想着这事 丁蚁就已经对着苏璇 问了起来 这些资源 可是神木之中独有之物 天玄大陆或许曾经有过 但是却早已经绝技 尤其是一些 可以提升原因强者实力的东西 更是稀少无比 若是能够得到一些的话 马上就可以提升 西明圣地一大截的实力 而现在 实力提升的越多 在木妖异族卷土重来的时候 西明圣地能够存活下来的机会 也就越大 所以 这事就连早已经不过问 宗门事物上千年的丁蚁 也不由得亲自过问了起来 他甚至还在心中想到 若是真有几样就好了 不说那张清单上的全部 只要有十分之一 我西明圣地的原因强者实力 都能直接再上一个台阶 只是 他不知道的是 苏璇已经收复了 七炼神功的所有气灵 虽然小黑他们几个 也不知道那七炼神功之中 到底埋葬着多少的宝物 但是 只是他西明圣地的那张清单 苏璇却早已经收集够了 不过苏璇却没有急着拿出来 有事有一些 不过还没有整理出来 前辈给晚辈一些时间 等晚辈整理了出来 一定马上给西明圣地送过去 苏璇对着丁义说道 当然 他不是真的没有整理出来 而是他对这些宗门的富裕 有了重新的认识 若是只从他们那里 榨出三四百亿零食 苏璇可不会就这么甘心 他要把那些宝物 全部都给弄费 然后再变费为宝 提升一个档次 他就不幸到时候 他们还不把大量的零食 心甘情愿地送到自己手上来 而这一切 他却只需要花费一些声望而已 有一些就好 有一些就好 丁义十分满意地 对着苏璇说道 虽然苏璇没有给他确切的答复 但是有一些 就有让西鸣圣地提升实力的希望 苏宗主 那朱火云之 能不能换给本圣主 南黎学真来到了苏璇面前 对着苏璇传音道 火云之可是修炼火属性功法的至宝 原本他们是要从 木妖一族几个小修士手中夺来的 结果却被苏璇给弄到了手 如果是其他人的话 他说不定当时直接就会出手讨要了 不给的话 说不定还会来个杀人夺宝 但是偏偏苏璇 还是他女儿的救命恩人 所以 这事就一直没有再提 如今 听到西鸣圣地 也想要购买苏璇从神墓中带出来的宝物 而西鸣圣地 可是以炼器起家宗门 宗门内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修士 比比皆是 他哪里还坐得住 那朵火云之啊 前辈要不再等等 苏璇对着南黎学真说道 他还想把火云之 也一起变费为宝 可是南黎学真却是等不住了 等什么等 本圣主还等着炼制丹药 看能不能在木妖一族卷土重来的时候 境界上有所提升呢 本圣主等的启骂 你就让本圣主等 他对着苏璇 就是一顿狂队 若不是他是自己未来老丈人 苏璇恐怕都懒得理他了 我知道你小子在打什么主意 肯定是想要拿去给其他老家伙看 代价而估 本圣主给你一百亿 放心 你小子绝对找不到 比本圣主出价更高的了 南黎学真对着苏璇传音道 一副看破了苏璇小心思的样子 苏璇听到一百亿 一双眼睛顿时就眯了起来 前辈既然都这样说了 那就换给前辈好了 苏璇掏出了一株火云之来 交给了南黎学真 南黎学真害怕被其他人看见 还藏得死死的 连自己老婆侮辱雪 都没有让他看见 拿到手的时候 更是激动地 在苏璇面前喃喃自语地传音了起来 让他的老婆子天天凶 让他的老婆子独断专行 让你动不动 就拿古都来威胁本圣主 等本圣主进接到化神之后 看他还敢不敢凶本圣主 到时本圣主到时候 一定要把他吊起来 一天打三顿 他跟乌如雪在战场上吵架 当时所有人都听见了 如今 他又故意在苏璇面前喃喃自语 苏璇哪里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听到这里的苏璇 当即就在心里呵呵冷笑了起来 决定下来 就让南黎游艇给自己未来丈母娘 带一株变废为宝后的火云之过去 白送 一枚临时苏璇都不要 不为什么 就喜欢看他被未来丈母娘压着 第二百二十八章此不长兵 亦不长财 就喜欢看他被未来丈母娘压着 不 未来丈母娘人不错 一株火云之怎么够 其他火属性的宝物 苏璇这里也不少 言和洋鱼 万年火灵汝 这些通通给未来丈母娘送一份过去 就当是提前给南黎游艇的彩礼 苏璇心中如是想到 决定回去了 马上就办 看到了吗 凤长老 你看到了吗 行长老 你们倒是看啊 一队又一队的修士 兴高采烈地 从天玄宗的山脚下走过 有说有笑 他们还把战利品 不装在储物戒指里 而是扛在身上 几十丈的巨大妖兽尸体 也那么扛着 熊啾啾 气昂昂 看 天刀门的弟子走过去了 我的天啊 他们竟然有这么多收获 快看 快看 血云宗的弟子 收获才多 我的妈 就连血云飞那个宗二代 都扛着一头几十丈的巨大妖兽 那应该是一头 金丹镜巅峰的妖兽吧 说不定有可能是原因呢 就凭他这样的宗二代 都能有这么大的收获 我们去了的话 还不发了 这样的一幕 怎能不让天玄宗弟子 眼馋不已 老风 咱们是不是这一次 真该去参战 邢炳怀对着风雨婷问道 二人都是金丹镜 除了中天花之外 在苏玄等人 没有回归的宗门的时候 就是天玄宗 修为境界最高的存在 中天花一心只铺在炼丹上 这宗门里的事物 就是他二人在管理 邢炳怀看到如此多的战利品 他也不由地心动了起来 你以为老子不想参战啊 老子做梦都在想杀光 那帮妖宅子 这梦都做了快一百年了 但是有什么办法 苏小子 那家伙离开的时候 把天玄宗交给了我们 我就不能让天玄宗 有任何的损失 前段时间几个家伙 跑了出去牺牲的 我都还不知道 怎么给苏小子交代呢 风雨婷对着邢炳怀说道 他跟木妖一族有着血海深仇 在这天玄宗 不 应该说整个西域 都没有人更想上阵杀敌 但是 他风雨婷是个众诺之人 他答应过苏玄 要把天玄宗给看好 他就不会失眼 下次吧 苏小子现在已经回来了 下次咱们就可以参战了 风雨婷对着众人说道 还有下次吗 听说宗主他 带着血云宗的那群宗二代们 拿着几百张福宝和魂服 一阵乱砸 把他们的阵型都给搅乱 不但把他们赶回了狼心山 而且这一意下来 他们连元英后期的大修士 都被击杀了两人 他们还敢再来 邢炳怀对着风雨婷问道 天玄宗离磐石长城最近 磐石长城脚下的那场大战 早就传到了天玄宗了 木妖一族这一次 绝对是大板归 不但贺连部落连带着族长一起 全部失踪得无影无踪了 而且先于一族的族长 也被南黎游艇击杀 那可是 元英后期的大修士 化神修士不出的话 就是这天玄大陆的顶级战力 整个木妖一族 也才只有三人而已 如今一次性就失去了俩 他实在难以相信 敌人会卷土重来 会有的 狼心山传回了消息 到了那里 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妖神怒吼 风雨婷对着邢炳怀说道 他比邢炳怀 更加关心这一次的入侵 他一直都在 打听着这场战斗的消息 狼心山没有听到 妖神怒吼的消息 早就传回了西鸣圣队 他从西鸣圣的打听了回来 啊 没有听到妖神怒吼 邢炳怀也是从一百多年前 那场木妖一族 入侵西域的战斗中 活了下来的 他自然是知道 妖神怒吼代表的意义 那些妖兽 一旦听到了妖神怒吼 不但会发了风一般的 向着西域冲来 而且 实力也会直接提升一个等级 最关键的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妖兽 都会加入其中 形成兽巢 不管是木妖一族饲养的 还是野外土生土长的 不管是被木妖一族收服的 还是原本跟木妖一族做对的 只要听到妖神怒吼 他们都会失去理智 疯狂地向着西域冲了过来 怪不得这一次战斗 木妖一族带来的妖兽那么少 我还以为是极西之地 出了什么变故 妖兽数量大减呢 邢炳怀对着风雨婷说道 他记得上一次 木妖一族入侵西域的时候 妖兽至少比木妖一族的数量 多上二十倍 而这一次 却只有一两倍而已 甚至好多人 除了一只本命妖宠之外 身边就没有任何妖兽 宗主回来了 宗主回来了 就在二人带着一群弟子 眼巴巴地望着山下 其他宗门弟子从山下走过 炫耀着他们的战利品的时候 苏璇等人的身影 也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 比起其他宗门苏璇他们 就要低调得多了 不但加上南里游庭 都只有五人而已 而且 他们也没有高调的 把战利品扛在肩上 没有办法 实在是太多了 不要说 他们只有四五人了 就算是整个天玄宗去了 也扛不回来 还是装在储物戒指中 方便一些 果然宗主他们 没有获得多少战利品 当时宗主他们 肯定是只顾着杀敌了 哪里有时间去收集战利品 白白地便宜了其他宗门 可不是吗 尤其是血云宗那帮二代 他们当时就在宗主等人身边 要是我们当时去了的话 肯定就不会便宜他们了 一帮小弟子 看着苏璇等人空手而归的样子 心疼无比地说道 只是 苏璇冷冷的声音音 却在他们耳朵边响起 假如 你们这次去了的话 你们一个都不要想活 本宗主亲自出手 啊 宗主 我们 苏璇的声音实在是太冷 充满了杀气 吓得一帮家伙 顿时就瑟瑟发抖了起来 此不长兵 亦不长财 苏璇要得 可不是一群只有一枪热血 不守规矩的 只管往前冲得憨憨 这样的队伍上了战场 除了做炮灰 没有任何意外结局 他要得是一只 纪律严明 指哪打哪的护宗大军 二位长老做得很好 苏璇又对着风雨亭 和邢炳怀二人说道 邢炳怀和风雨亭 看到苏璇这样说 却有些惭愧了起来 我们做的 做的也不算多好 还是有七八个宁业镜弟子 偷偷地跑出了宗门 最后回来的 却只有三人 邢炳怀对着苏璇说道 已经做得不错了 苏璇对着他们说道 估计这几人 就是他上次在神木之中 突然感觉战力倒退那时候 陨落在战场上的 回来的三人在哪里 他又对着邢炳怀 再次问道 就是他们 邢炳怀指着其中三人说道 刚刚就数 他们叫得最欢 不过现在被苏璇的眼神一扫 三个家伙马上就跪在地上 拼了命地求饶了起来 宗主饶命 宗主饶命啊 只是苏璇却没有饶过他们 随手就是一指头打了过去 一道灵光化成六股 准确无误地 打在了三人的膝盖上 三人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膝盖就被苏璇打成了粉碎 死罪磕面 活罪难逃 若有下次 定斩不饶 第229章 打造一只指哪打哪的护宗大军 死罪磕面 活罪难逃 若有下次 定斩不饶 苏璇对着三人说道 然后又回过头 对着邢炳怀说道 五年之内 不许给他们治疗 遵命宗主 邢炳怀对着苏璇恭敬地说道 对于修士来说 被打断了双腿 根本就不算什么 不要说苏璇的便废为宝了 就算是用丹药也能够让人断肢重生 而天玄宗也不是曾经的藏龙寺 用的是丹药来治疗他们 但是 苏璇既然已经下了令 这五年里将不会有人敢给他们治疗 看来他们这五年 是出不来宗门了 五年之后 外族入侵早就已经结束了 他们肯定没有机会参战了 当时他们也找过我 幸好我没有去 我也曾想过要偷跑出去的 幸好被封长老给拦了下来 其他的弟子看到后 纷纷庆幸地说道 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域修士 就没有几个不恨木妖一族的 几十万年的世仇 几乎所有人组上 都有人死在木妖一族的入侵之下 所以 当他们听到木妖一族再一次入侵的时候 只要还有一点血性的 就没有几个不想要上战场杀敌的 要不是封与廷和邢炳看得太紧的话 整个天玄宗 恐怕十分之九的弟子 都已经跑出去参战了 而当时的天玄宗 就连邢炳和封与廷 也才只有金丹出七的境界 而且 实力也只是普通金丹而已 他们要是去了的话 肯定只有沦为炮灰的份 那样 苏玄的损失可就大了 本宗主知道各位 都是西域土生土长的修士 跟木妖一族 都有着血海深仇 但是 在你们加入我天玄宗的那一刻 你们就必须遵守天玄宗的宗规 而在这大劫当前 你们更要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只是宗门命令你们不许出战的时候 你们不得有任何异动 当宗门让你们参战的时候 哪怕是刀山火海 你们也得为宗门去战 苏玄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 充满了不容质疑 入侵并未结束 接下来的战斗 肯定会更加的残酷 刀山火海 为宗门战 刀山火海 为宗门战 天玄宗弟子听了之后 异口同声地大吼了起来 他们早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上阵杀敌了 一个个听了苏玄的话 全都恨不得现在 就冲上战场 整齐华一 导阵有了几分气势 不过 还是那句话 他们现在除了一腔热血之外 什么都没有 无论是境界 还是战斗经验 他们上了战场 就是一群炮灰 接下来的日子里 宗门会打造一支护宗大军 想要上战场 就必须要加入护宗大军 而要加入护宗大军 就必须要拥有助激进的战力 苏玄对着众人再次说道 啊 助激进 众弟子一听顿时就傻了眼 要知道 现在整个天玄宗 助激进以上 也才区区几十人而已 一百人都不到 除了当初藏龙寺的几名 助激进之外 也就只有新进阶的五六十人 这还是因为 天玄宗庸的灵气十分浓郁 大量的丹药 还拥有时间法阵的原因 没有时间法阵的三十倍时间流速 恐怕连十人都不一定培养得出来 毕竟 他们加入天玄宗才一年不到 若真的只有助激进 才能参加护宗大军的话 他们恐怕这里大部分人 都没有机会参战 宗主 这要求是不是太高了点 就是啊 宗主 咱们这样压着他们 他们就算是活下来 也会对他们修炼之路 造成一些没必要的障碍的 不要说那些普通弟子了 就连邢炳怀也对着苏璇劝道 一味地压制也不是办法 不说这些弟子 不让他们参战的话 他们根本就没心思修炼了 压制得太久 心里的仇恨得不到排解 还会在他们心中留下心魔 高吗 那加上这些战利品呢 只是 苏璇在听了她的话之后 却是直接打开了一枚储物戒指来 随着苏璇的一打开 堆积如山的妖兽尸体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这玩意可是好东西 妖兽的肉食用可以强身健体 皮毛骨骼可以炼丹炼气 就更加不要说妖兽内丹了 就算是直接服用 都可以炼化提升修为 而苏璇在打开这枚储物戒指之后 却是没有停下 而是一个接着一个地打了开来 一个 两个 九个 十个 十四 十五 整整打开了十五个储物戒指 苏璇才停了下来 卧槽 这也太多了吧 恐怕所有的宗门家在一起 也没有宗主带回来的多吧 众人看着那十五座山峰一般的妖兽尸体 不敢置信地说道 就在刚刚 他们还在一轮 天玄宗这一次 没有活得多少战利品 还在羡慕着其他宗门 扛着大量的战利品 如今 摆在他们眼前的确实 比所有宗门家起来都还要多 从今天起 妖兽弱管够 你们还觉得要求高吗 苏璇对着众人说道 不高了 不高了 宗主 若真的管够的话 我等只要是宁夜静后期的 都能够在三个月内 进阶到住击境 一帮宁夜静后期弟子 全都信心十足地说道 他们原本就已经达到了宁夜静后期 若是有了这么多的妖兽尸体 管够了给他们造 他们都还不能在半年内进阶的话 那他们 还不如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而他们 才这样一说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宗主 让天玄宗宁夜静后期弟子 看到了进阶处激进 参战的希望 恭喜宿主 获得来自天玄宗宁夜静后期弟子 声望家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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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卧槽 这就获得了5000万了吗 果然还是我天玄宗弟子给力啊 苏璇听到系统的提示声后 不由得想到 5000万的声望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凤翔路和天刀门 差一点被攻破 被自己救了下来 也才给自己提供了5000万 而他们哪一个 不是拥有上万人的宗门 而天玄宗弟子 却直接就给苏璇提供了5000万 就更加不要说 这才只是宁夜静后期的弟子而已 不过苏璇却没有满足 他还要再接再厉 才只有两三百人觉得不高了 看来大部分人还是决定 这个要求太高了 那再加上时间法阵 在这段时间里敞开供应 不需要供给点兑换呢 再加上从现在起 你们人人都可以免供给点 进入神木试炼一次呢 第230章 又是十多亿声望 再加上从现在起 你们人人都可以免供给点 进入神木试炼一次呢 苏璇再次对着众人说道 啥 时间法阵再也敞开供应 不要供给点 咱们还可以免供给点 进入神木试炼一次 所有人听到这消息 直接都梦了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呆呆地望着苏璇 他们甚至 狠狠地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 看是不是自己在做梦 哪怕他们自从走上修仙之徒之后 已经很少睡觉 更是很少做梦了 此时的他们 都感觉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我们是在做梦了吗 这梦好真实啊 可千万不要醒了啊 没有办法 苏璇给他们的战时福利 实在是太多了 光是那时间法阵的免费使用 就让他们激动不已 那可是可以提升 三十倍时间流速的存在 在里面修炼一年 就是三十年 就更加不要说它 还修建在一处龙脉灵泉之上了 那里的灵气 已经浓郁到实质 常年弥漫着灵气凝聚而成浓物 若是在那样灵气浓郁的地方修炼 不说一年 半年了 就算是给他们三个月 那也是差不多十年 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都还不能进阶到住基金的话 那他们就真的是别再修炼了 让苏璇扔几头猪进去算了 免得浪费了资源 至于说苏璇说的 让他们可以免攻击点 参加一次神木试炼 那就更加不要说了 虽然他们不知道 那神木之中到底有什么宝物 但是 这数十万年来 只要成功从神木中活着出来的 几乎都变成了强者 就可以证明一切 就更加不要说 这名额还曾经被拍出过 最高七十多亿灵石的天价了 江云宗 昆一峰这样的宗门 更是赌上数百年 上千年的积蓄 也要拍下一枚失联令 而现在 这个机会却摆在他们眼前 而且 还是连一个攻击点都不需要 这样的话 你们还没有信心 进阶到住基金吗 苏璇对着众人再次问道 有信心 有信心 随着苏璇的话音一落 整个天玄宗弟子的声音 马上就响了起来 这一刻 不要说站在这里 听到了苏璇所说的天玄宗弟子了 就连没有站在这里的天玄宗弟子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都跟着喊了起来 有信心的喊声 在整个天玄山脉响彻 震得整个天玄山脉 都在这声音中颤抖 这或许就是天玄宗的力量吧 苏璇听着这声音 不由地想道 这力量 或许现在还不算多么强大 但是很快 苏璇相信很快 这力量就将会让整个玄天大陆胆寒 而随着这一声声有信心的响起 苏璇的脑海里 也再一次的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宿主免攻击点开放时间法阵 让天玄宗所有弟子激动不已 恭喜宿主 获得来自全体天玄宗弟子的 声望加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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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丁 宿主免攻击点开放七炼神功试炼 让天玄宗弟子激动不已 恭喜宿主 获得来自全体天玄宗弟子的声望 加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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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五亿 竟然这么多 卧槽 竟然还有更猛的 直接来十亿 这也太给力了吧 接连两声声望道仗的声音响了起来 苏璇光是听到第一声的五亿道仗 就已经激动不已了 再听到十亿 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随着苏璇的回归宗门 整个天玄宗开始紧张地备战了起来 大量的弟子 进入了时间法阵 开始了紧张地修炼 也有大量的弟子 进入了七炼神功试炼 此刻 整个天玄宗 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 紧张有序地 为这次木妖一族的入侵 做着战前准备 天玄宗的护宗大军 也正式成立 虽然说 此时的天玄宗弟子 驻基金的修士 都还不到一百人 但是 时间不等人 木妖一族 最多也就两三个月时间 就会卷土重来 所以 当天苏璇就直接成立了护宗大军 然后 这支护宗大军 直接由胡青爵带领 杀进了七炼神功之中 眼前妖兽 就是你们的敌人 你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杀光 这些妖兽 胡青爵对着他们大吼道 数万的妖兽 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数量是他们的一百倍都不止 就更加不要说 这些妖兽中 还有金丹镜的存在 那是赫连部落 带到这七炼神功里的妖兽 当时的小黑 只是把他们传送了出去 但是却没有像上次 传送走 那帮参加试炼的 木妖一族妖宠那样 传送到了第六层 全部被那些化神镜灵魁 给击杀了 而是被留了下来 用来练兵 帮天玄宗弟子 积累战斗经验 这么多 所有的人看着眼前的一切 脸色变得惨白了起来 怎么 这就怕了 胡青爵对着他们问道 能不怕吗 胡长老 这可是数万的妖兽啊 他们的数量是 我们的几百倍 体型 也是我们的几百倍 更不要说 他们中间还有那么多的 金丹妖兽了 他们对着胡青爵说道 双方的实力差距 实在是太大 没有几人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会害怕的 就连胡青爵自己 面对如此规模的妖兽 他自己都有些发出 他也不知道 苏璇究竟是怎么想的 让他带着百人不到 却要用数万的妖兽来练兵 但是他却不会怀疑 只要服从苏璇命令就是了 因为在他心里 苏璇的安排 总会有他的道理 他大声地对着这群家伙 怒吼了起来 你们不是天天闹着要报仇 要参战 要跟木妖一族决一死战吗 现在在你们面前的 才只是一群妖兽而已 你们都怕了 你们还怎么上战场 宗主带领我们 杀入敌人中心的时候 数量上 难道不是相差数百倍 我们当时难道不是一百多人 面对几十万的敌人 我们有过害怕吗 那群天天被你们看不起的 血云踪踪二代 他们害怕了吗 他怒吼的声音 刹那间就激起了众人的血性 纷纷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 没有 没有 杀 杀 杀 然后跟随着胡青爵一起 杀入了这数万的妖兽群中 而随着他们的杀入 他们面前的妖兽 也开始纷纷 第231章 几天惊人的下落 不过下一刻 他们身边的妖兽数量 就急剧地减少了起来 只剩下不到两百头 苏璇自然不会真的 要让他们真的面对数万头妖兽 他只是想要打造一只 指哪打哪的强大护宗大军而已 而一只指哪打哪的护宗大军 没有随千万人无往以的气势怎么行 这一刻 他们的血性被激了起来 虽然说 这里的妖兽数量上 还是他们的一倍多 而且 里面依然有好几头金丹七 但是 此时的他们 血性已经被激起 刚刚数万他们 都毫不犹豫地冲了进来 更何况两百头不到 给你家主人看紧点 记住 你们既要 给他们最大的压力 又要尽量地保护他们安全 苏璇对着小飞等几个家伙说道 有这帮家伙 看着苏璇 才敢这样肆无忌惮练兵 而能够做到的 恐怕这世界上 也只有苏璇 不过 苏璇却又对着他们说道 允许有战损 最后还是说出了那句最残酷的话来 没有办法 虽然苏璇有信心 把整个天玄宗的修饰 在短时间内 都提升到助激进 而且还拥有着这数万的妖兽 来给他们积累战斗经验 但是 一支能战的护宗大军 光靠实力和经验还不够 必须要接受血的洗脸 而他们肯定会有人 牺牲在这些妖兽群中 哪怕这才只是练兵而已 安排好了这些弟子之后 苏璇又把圣英国 赏赐给了中天花 邢炳怀 和风雨亭三人 三人见到之后 自然是激动不已 自然又都给苏璇 提供了一百万声望 不过 这比起苏璇这些天 动辄就是几亿 甚至十多亿的声望来说 却已经微不足道 只能说 蚊子再小也是肉而已了 你们这次战斗 都有大功 尤其是老四 奖励恢复修为 安排完宗内事务之后 苏璇这才 又把小黑等几个家伙叫了过来 这一次 他能轻松地消灭赫连部落 七恋神功的七个气灵 功不可没 苏璇自然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当然 把他们叫了过来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问问祭天惊人的下落 恢复修为 我也能够恢复修为了吗 阴阳八卦卢听了之后 不敢置信地说道 虽然他在消灭赫连部落的时候 出力最大 几乎用一己之力 消灭了95%以上的敌人 而苏璇虽然严厉 但是却从未亏待过他们 但是 听到苏璇的话之后 他还是震惊不已 不错 这次你的功劳最大 已经达到了 恢复修为的攻击点 苏璇对着阴阳八卦卢说道 随着一股股神秘力量 涌向了阴阳八卦卢的体内 阴阳八卦卢身上的伤势 飞快地恢复 身上的气势 也开始节节攀升了起来 释放的那种炙热力量 更是变得越来越恐怖了起来 此时 哪怕他没有操控 整个七练神功的温度 也在这一刻 直接翻了一倍不止 从第一层到第七层 每一个角落 都提升了一倍不止 若是让他控制到某个点的话 苏璇估计 就算是原因后期 修饰进来了 也会隐恨在他的炙热力量之下 而他的战力 也达到了恐怖的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的战力 反馈到苏璇的身上 再加上剑组实践的加持 那就是三千万 有了这三千万的战力 苏璇的战力 再次飙升了起来 直接达到了九千多万 只差一点 就直接达到一亿的战力了 一亿的战力 就算是化神中期的强者 也未必会有如此的强大 光是这战力的提升 就让苏璇激动不已了 至于说 这家伙被恢复了之后 给苏璇提供的三百万声望 苏璇这些天获得的声望 实在是太多 已经不能在他心中 掀起什么波澜了 其他人这次功劳也不少 小黑 奖励十万攻击点 老五换星 奖励十万攻击点 老三小牧鱼 奖励一万攻击点 老二通灵阵盘 奖励五千 苏璇又再次 对着其他几个家伙说道 虽然说 他现在的系统里 已经存下了二十多亿的声望 可以轻轻松松地 就把这些家伙全部变费为宝 而把他们全部变费为宝的话 他们就可以给自己 提供大量的战力 但是 为了让这几个家伙竞争 更认真地帮苏璇办事 苏璇没有这么做 而是按照他们的功劳 奖励了一些攻击点而已 啊 大哥 又奖励十万攻击点啊 还有五妹 五妹也奖励十万 小牧鱼等人听后 羡慕无比地说道 尤其是小牧鱼 除了小黑 就数他跟苏璇的醉酒 只是现在 人家小黑和幻星镜 苏璇变费为宝了 又再次获得了十万攻击点 而他却离变费为宝 都还差着很大的距离 不过 几个家伙羡羡慕归羡慕 苏璇给他们的机会 都是平等的 他们却没有把握住 又有什么办法 尤其是老六 带着一只灵魁大军赶来 连汤都没有捞着喝 他们能怪谁 只能期待下一次 机会来了之后 再努力帮苏璇办事了 有寄天惊人的消息了吗 苏璇又对着小黑等人问道 收集到十二个寄天惊人 关系到能不能完成 宗门升级任务的 苏璇自然是不会忘记 只是 他已经查看过 赫连伯彰的储物戒指了 里面并没有发现寄天惊人 骑兵主人 我等屋呢 没有找到 那家伙骨头很硬 不管我们用什么手段 他都不说 而且他的记忆里 已经被打上了禁止 妩媚把他引入了幻境之中 只要一提到寄天惊人 他马上就会从幻境中醒了过来 小黑等人 纷纷对着苏璇说道 他们这段时间没少折磨赫连伯彰 尤其是小黑 只要有空 就会把赫连伯彰拖出来揍一顿 而且 这家伙自从坐上了那王座之后 他就对这七恋神功里 发生的一切都可以感应得到 再加上 他能够传送万物的特殊能力 不管赫连伯彰藏在哪里 他都能随手就把那家伙给传送了过来 所以 这家伙似乎已经养成了 揍赫连伯彰的习惯了 只是 他们却没有在赫连伯彰的口里 得到任何关于寄天惊人的消息 不是说 寄天惊人是他们木妖一族的圣物吗 按理说 应该把持在他们组长的手中啊 第232章 苏璇明显感觉 自己的洞府变得拥挤了起来 游廷先是毒死了颜河羊鱼 然后又在一瓶万年火灵乳之中 加进去一半的剧毒 让万年火灵乳的颜色 都变成了紫色 看得苏璇都不由得再次害怕了起来 害怕会不会把自己未来丈母娘给毒死了 毕竟 自己未来丈母娘 可是一直支持苏璇跟南里游廷在一起的 要是被毒死了 苏璇又去找谁支持自己呢 只是 让苏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两样宝物在被苏璇变废为宝之后 不但宝物升级了一个等级 就连毒也提升了一个等级 变得更毒了起来 丁 恭喜宿主耗费五万声望 成功将盐河羊鱼 变废为宝为羊河毒鱼 剧毒 慎用 丁 恭喜宿主耗费十万声望 成功将万年火灵乳 变废为宝为万年毒火灵乳 剧毒 慎用 两样宝物的上面 都加上了一个毒字就算了 而且还在后面加了个剧毒 慎用的字样 这就更加让苏璇忐忑不安了 这真的不会有事吧 苏璇望着那变废为宝出来的 盐河毒鱼 和万年毒火灵乳 对着南里游廷再次问道 这一次 南里游廷也变得没有信心了 我也 我也不知道 他从小就开始学习用毒 自然能够感知得到 被苏璇变废为宝之后的两万宝物中 剧毒直接提升了数倍 不过 他想了又想之后 却是对着苏璇说道 不过也没事 我娘又不是傻子 她如果解不了的话 肯定是不会使用的 苏璇想想也是 这才放心地 把这两样宝物交给了她 还有几样宝物 也不能用火烧坏 更不能像假因果那般 咬一口下来 就算是坏了 效果减少大半 哪怕把他们剁成将 他们的灵性也依然还在 还能正常使用 自然是不能用来变废为宝的 苏璇原本也想让这 丫头在里面下毒 但是看到 那沿河毒鱼 和万年毒火凌辱之中的剧毒之后 却是再也不敢让这丫头下了 你真的不会有事吗 南黎尤庭拿了东西之后 有些不放心地 对着苏璇问道 放心吧 苍月前辈不会那么傻 这个时候多舍我的 苏璇对着南黎尤庭说道 南黎尤庭这才不舍地 带着这些宝物 离开了天玄宗 苏璇看着她离去的背影之后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把这丫头给支走了 不过她也没有马上就去找一小差 而是把于小婉和月红庭叫来 在灵泉之中聊了一会儿 女人太多 没有办法 苏璇也不知道 下一次把南黎尤庭支开 又是什么时候 在他们没有坦诚相见之前 苏璇还得要苦逼一阵子 至于为什么是一会儿 而不是几个时辰 主要还是因为 时间紧任务急 绝不是因为女人太多的原因 等聊完了之后 苏璇这才向着宿州城赶了过去 再说南黎尤庭 拿着这些宝物来到了南沿圣帝纠魔风 这纠魔风拥有一条上品灵脉 原本是西明圣帝的一处产业 南沿圣帝等势力 来帮助西域抵挡木妖一族 所以 这里就变成了南沿圣帝的驻地 所有的南沿圣帝弟子都居住在这里 看到南黎尤庭回来之后 一时间马上就围了过来行礼 圣女回来了 圣女你终于回来了 嗯 我爹和娘在那里 南黎尤庭对着众人问道 圣主和夫人回来之后 圣主就开始闭关炼丹 圣主夫人也开始闭关 想要冲击境界 众人对着南黎尤庭说道 闭关了吗 那我现在去找他们 会不会打扰到他们 南黎尤庭如是想到 不过就在这时 南黎尤庭耳朵里 却想起了侮辱雪的传音 老娘没闭关 南黎尤庭赶紧向着侮辱雪的洞服 跑了过去 娘 他们怎么都说你闭关了呢 南黎尤庭对着侮辱雪问道 你爹那个老混蛋 从苏小子那里 买来了那株火云枝 说是要炼制火云化鹰丹 冲击化神境 到时候 他就不怕老娘了 老娘难道会害怕他 跟他大吵了一架之后 就假装闭关 也要冲击化神境了 侮辱雪对着南黎尤庭说道 扑 那你这也进阶不了化神啊 南黎尤庭听了之后 笑出了声来 自己父母吵吵闹闹了一辈子 但是关系却一直都好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老娘进阶不了 难道他的老东西就进阶的了 第二百三十四章 剧读于古王金蚕 老娘进阶不了 难道他的老东西就进阶的了 若是一枚火云化鹰丹 就能够进阶化神的话 那这世界上的化神修士 也就不会那么稀少了 乌如雪对着南黎尤庭 有恃无恐地说道 其实他和南黎学真吵架归吵架 却也知道 一株火云枝炼制的丹药 根本不可能让他们进阶到化神境 南黎尤庭对着乌如雪说道 一株不行的话 那两株呢 几十万年份的不行的话 那百万年份的呢 如果再加上这些呢 边说 就边把一件件 苏玄交给他带回来的宝物拿了出来 很快 各种各样火属性的宝物 就出现在乌如雪的眼前 琳琅满目 十多种之多 乌如雪在看到南黎尤庭 拿出的这些宝物来之后 自然是十分的欣喜 说实在的 哪怕就算是他这样 原英后期的强者 婆家是南疆最大势力南延圣地 娘家是南蛮一族的王族 他也没有见过 如此多的火属性宝物 就更加不要说 这些火属性宝物的品质 还那么高了 只是 比起这些宝物 更加让他激动不已的 却还是那些剧毒 此时的他 望着那沿河毒鱼 和万年毒火凌辱身上的剧毒 只是看了一眼 就已经移不开眼睛了 这些剧毒 这些剧毒 是从哪里来的 他激动不已的 对着南离游庭问道 两种毒他都认识 一看就知道 是南离游庭下的 原本这两种毒 都不是毒性太强的存在 在他眼里 就跟小孩子的儿戏一般 但是 这两种原本并不怎么毒的毒 如今都成了剧毒 毒性提升了数倍不止 两种原来不怎么毒的毒 都提升了如此之多 那真正的剧毒呢 又会提升到何等的地步 而这些剧毒 却是他南蛮一族 如今最是迫切需要之物 南离游庭 不知道乌如雪 为何要如此激动 还以为是因为自己下了毒 母亲有什么误会 我 我以为娘能解答 她对着乌如雪解释道 只是 乌如雪却仿佛根本就没听见 她的解释似的 对着她激动地再次问道 快 快告诉娘 这些剧毒 到底是哪里来的 这可把南离游庭 给为难住了 这毒是他下的 但是却是被苏璇 给升级了出来的 她可不想暴露了 苏璇有这个能力 哪怕对方是自己的母亲 更不要说 她现在还不明白 母亲为何会对这些剧毒 那么感兴趣的原因 不过之女莫若母 乌如雪马上就想起了什么来 是她弄出来的吧 她对着南离游庭问道 娘 不是 南离游庭还想要掩饰 但是乌如雪却是摆了手说道 放心 你老娘是不会打那小子的主意的 只是这剧毒 对我南蛮一族十分重要 如果种类再多出几种的话 说不定我南蛮一族 就有可能培育出那古王精残了 乌如雪对着南离游庭说道 真的吗娘 南离游庭听了之后 不敢置信地对着乌如雪问道 她小时候 有一大半时间都在南蛮长大 自然是知道 古王精残对于南蛮一族的重要性 那是天底下最最制毒的毒物 偏偏她还能解天下所有制毒 而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只要炼化了古王精残 就几乎百分之百 能够进阶到化神境 虽然说炼化之中十分凶险 精残也会择主 她要是不愿意 没有人能够炼化的了她 稍不小心炼化不成 反而会被精残给堵死 但是 精残却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下一个人 还可以继续炼化 直到她找到认可的主人为止 也就是说 只要有一只古王精残 南蛮一族就会再次出现 一名化神强者 至多只是多牺牲几名 炼化精残的族人而已 迟早古王精残 都会找到一名她认可的强者 就更加不要说 炼化了古王精残之后 成就的化神强者 实力远比普通化神强者了 只是这古王精残的培育 却是十分的困难 需要用十三种制毒的毒虫 互相吞噬之后 再服役各种剧毒 才能培养而成 十三种制毒的毒虫 虽然珍惜无比 但是每一种都是制毒的毒蛊 南蛮一族 还都留有古种 但是培养古王精残的剧毒 却是已经十分稀少了 毕竟整个南蛮一族 修炼古道之人多如牛毛 人人都需要剧毒来培养古虫 就算是南蛮森林巨大无比 里面独虫独草遍地都是 但是也经不住南蛮一族这般造的 而古王精残的培育 又必须要剧毒中的剧毒才行 所以 就算是整个南蛮 耗费了一千多年 也没有再培养出一只古王精残来 如果只是这两种的话 肯定是培育不出来 却是绝对有可能 乌如雪对着南蛮游婷说道 语气十分的笃定 然后想了又想之后 他又对着南蛮游婷继续说道 不行 不行 这件事必须要赶紧让你外公知道 廷儿 娘肯定是不能亲自回去了 要不你亲自跑一趟 他虽然为了爱情 嫁入了南蛮圣地 放弃了蛮王继承权 但是 作为南蛮一族的公主 他的心 却还时时刻刻记挂着南蛮一族 此事关系重大 派旁人去他不放心 他自己 肯定又走不开 只有让南蛮游婷亲自跑一趟了 啊 我亲自去啊 南蛮游婷对着乌如雪问道 他也很想见外公 外公一直都很疼他 也曾经为他体内的老家伙 操碎了心 此时 他摆脱了那老家伙之后 外公看到他的话 肯定会十分的高兴 可是 可是我 可是我放心不下玄哥 南蛮游婷对着乌如雪说道 是放心不下 还是舍不得 乌如雪对着南蛮游婷问道 那里不知道他的小心思 娘 南蛮游婷 有些不好意思的 对着乌如雪喊道 好了好了 我的好闺女 你这样天天跟苏小子腻在一起 就算是甜如蜜 也会腻的 我看那老怪物 暂时也不会对他动手 你就放心吧 而且 你这次回南疆 说不定还能说到你外公来驻站 他老人家要是能来的话 咱们这边就会再次多出一名化神强者来的 你这么能干 到时候苏小子还不会稀罕死你啊 乌如雪对着南蛎游婷说道 娘 你又笑话我 可是外公真的能来吗 第二百三十五章 恋心神髓 可是外公真的能来吗 南蛎游婷被乌如说得 翘脸更红了 只能扯开了话题 这个 只能进人世 听天命了 乌如雪无奈地对着南蛎游婷说道 南蛮一族跟中原修士 原本关系并不多好 甚至还曾经跟南蛎圣地在南疆打得不可开交 到了他父亲这一带 双方才有了一些缓和 然后他又嫁入了南蛎圣地 双方这几百年来才变得相安无事了起来 只是就算是这样 南蛮一族这次也不肯参战 开战之前 他就回过一趟南蛮 亲自去求过一回父亲 老蛮王一口就回绝了他 你过去试试看吧 你外公最疼你了 如今又有了苏小子 能够升级剧毒 说不定你外公就答应了呢 乌如雪对着南蛎游庭说道 虽然前不久因为苏玄的原因 他们才大败过一次木妖一族 但是 目前来看情况依然很不乐观 木妖一族的妖神还未曾醒来 妖兽还未曾形成兽巢 若是南蛮一族参战的话 不 只要是老蛮王愿意过来 作为化神强者的他 绝对可以大大的提升中原修士的实力 你去了之后 多讲讲你跟苏小子的事 你知道 你外公那人 乌如雪又对着南蛎游庭说道 知道了你啊 南蛎游庭对着乌如雪说道 南蛎游庭知道 外公因为是化神强者的原因 就只有母亲这么一个女儿 而自己又是母亲唯一的女儿 所以外公特别疼爱自己 对自己的婚事也会格外的伤心 他甚至想起了 他跟苏玄在那幻境中所经历的一切 到时候 要不就说 那是一个梦 梦里梦见了金蝉 外公 还有玄哥等等 说不定外公会认为 这便是天意 哈哈 我真聪明 南蛎游庭如是地想到 明明那幻境中 是他自己心底最深处的幻想 被幻星镜给勾了出来 此时 却想要用此事 去把自己外公给骗来 这是我 还得要好好盘算 一下才行 外公可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说得不好 就会露出破绽来 南蛎游庭如是想到 决定在路上 一定要想到万全的说法 看能不能把外公给忽悠了过来 等到南蛎游庭离开之后 乌如雪又带着几样苏玄所送的宝物 来到了九魔风的最深处的一处洞府 乌雪求见老祖 乌如雪对着洞府大喊道 请借 一声威严的声音响起 洞府大门缓缓地打了开来 一名白发老者 端坐在蒲团上 双目微斃 这便是南蛎圣地此时 唯一的化神强者南蛎渝维 玄天大路上 唯一的一品炼丹尸 乌雪求老祖炼制几炉丹药 乌如雪对着南蛎渝维说道 肯定又跟学真闹矛盾了 南蛎渝维一听就猜了出来 南蛎渝维也是炼丹尸 而且已经达到了二品巅峰 除了自己 这天玄大路上 就很难找到 比南蛎渝维更加厉害的炼丹尸 如今乌如雪不去找南蛎渝维炼丹 却跑来找自己 不用想都知道 这个曾孙媳妇 跟南蛎渝维闹矛盾了 不过 不瞎不拢 不做老家翁 南蛎渝维自然是不会管 曾孙媳妇跟曾孙打的闹闹的事 把材料放在那里 炼好之后 本座会派人给你送去 他对着乌如雪说道 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更没有问乌如雪 需要炼制什么丹药 在他的眼里 反正到了乌如雪这等的境界 修为在提升 便是化神镜了 想要提升到化神镜的丹药不多 材料更是十分难寻 哪怕就算是前几天 南蛎渝维带回来的火云枝 他也亲自看过 炼制二品丹药 或许还有可能 但是 想要炼制出 能让修饰进阶化神的一品丹药 根本就不可能 要不然 他就亲自出手了 毕竟他也想难言圣队 再多出一名化神强者 更何况 还是他难离家的人 只是 那朱火云枝 终究还是差了一些火候 而且还是来自神木 就算是神木里出产的火云枝 都还差了一点火候 试问这天玄大陆上 哪里还有可以炼制一品丹药的火云枝了 所以也没有多看 让乌如雪放下材料之后 就可以离开了 乌如雪也没有再说什么 毕竟这位老祖 虽然永远都是一副 不冷不淡的模样 他从第一次见到他 就如同今日这般 威闭着双目 从未睁开过似的 但是办事却是十分的靠谱 放心地放下了手中的材料 离开了这里 只是 他才刚刚走出洞府 就听到了那老祖在洞府之中 激动地大吼了起来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有百万年份的火云枝 还有万年火凌辱 盐和羊鱼 还有 这些宝物 寻常有样出现 都会让原音修饰疯狂的宝物 怎么可能会一下子出现了这般的多 南离玉为激动的声音 不断地响起 乌如雪赶紧停住了脚步 因为他知道 南离玉为很快就会让他回去 询问 这些宝物出自哪里 果然 南离玉为的传音声 很快便在他耳边响起 回来一叙 如雪遵命 这些宝物 是那苏小子送来的吧 南离玉为对着乌如雪问道 不错 是那孩子送来的 乌如雪对着南离玉为回答道 还以为老祖会夸上苏玄几句 说着孩子有心了 然后赏赐给苏玄一些什么 毕竟 自家老祖不是一个抠门之人 而化神老祖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没有一件是普通之物 每一件都将会价值连城 谁知道那南离玉为听了之后 却是对着他说道 你告诉他 想要用这几样宝物 就把我南颜圣地蔚来圣主给骗走 没门 本座不答应 老祖 你不是说亭儿的婚事 你不会过问吗 乌如雪听了之后 不敢置信地对着南离玉为说道 是啊 他的婚事 你们可以做主 本座不会过问 但是那小子要把我南颜圣地的 未来圣主给拐走 这件事 就不是你们能够做得了主的 南离玉为对着乌如雪说道 不过说完之后 他却又狮子大开口地说道 除非 除非他那能拿出一枚炼心神髓 来做拼礼 炼心神髓 那不是第五层守护法阵里宝物吗 乌如雪被吓了一大跳 第236章 逃离的药王谷 那不是第五层守护法阵里的宝物吗 你让人家孩子 怎么给你拿得出来 这老家伙 哪里是不肯让南离游婷嫁苏璇 竟然是要让苏璇 给他弄来一枚炼心神髓 那炼心神髓 是内帮好拿出来的吗 那可是传说神木第五层守护法阵里 才会拥有的至宝 守护法阵到底有多厉害 已经没有人知道 因为很少有参加神木试炼的修士去过那里 就算是侥幸有人 偷摸地摸到了那里 但是看到守护法阵外面 数百名原因后期的灵魁 就已经吓得魂飞魄散 哪个还敢去闯一闯 那第五层的守护法阵 不要说参加神木试炼的 才是一群最多金丹静的小修士了 就算是他们这些原因后期的强者 也不敢面对数百的同境界灵魁 哪怕就是南离玉游这样的化神老祖 在数百原因后期灵魁的围攻之下 不死也要脱一层皮 只是 那南离玉游听了之后 却是对着他说道 本作不管 反正本作就要一枚炼心神髓 一枚炼心神髓 还便宜了那小子呢 不要忘了 廷儿在金丹静 就可以秒杀原因后期的先于组长 若是到了原因境 那还了得 以他的天赋 修炼到化神境也会不在话下 等他到了化神境 就算是化神中期强者 不 就算是数十万年 都没有出现过的化神后期 都未必是廷儿的对手 本作只是找他要一枚炼心神髓 难道不是 他小子占了便宜吗 南离玉为一口咬定道 他困在化神初期 已经快一千年了 而要从化神初期 进阶到化神中期 已如今天玄大陆的灵气稀薄程度 已经不再是天赋多高 有多努力就能够做到的 只能期盼一些天大的机缘 获得一些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宝物 而炼心神髓 就是这般传说中的宝物 虽然他也不确定 苏玄能不能够弄得到 甚至又没有人进入过 神墓第五层的守护法阵 他自己都不确定 那第五层守护法阵里 到底有没有此物 但是 万一苏玄真的拿出来了呢 试一试 终归是无妨的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南离学真为何会是个无赖 原来你南离家从根上就是这样 乌如雪对着南离玉为 毫不客气地说道 这话估计也就只有他敢这样说 南离玉为也不生气 反而是对他说道 别忘了 婷儿也姓南离 还有 以那丫头的性子 若是太老实的男人 他未必会看得上 所以 那苏小子说不得也是个小无赖 你 乌如雪听了之后 更加地无语 一甩袖子离开了这里 这次连告辞 都懒得给南离玉为说了 等本座把丹药炼制好后 便派人给你送去 本座的事 也还请转告一下 南离玉为对着乌如雪传音道 要说你自己去说 我是没有那个脸去说 乌如雪对着他传音道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本座去说 就本座去说 本座去说 说不得捞得好处更多 南离玉为难难自语道 殊不知 苏璇已经彻底地掌控了 那七炼神功 收服了小黑等七灵 他要得炼金神髓 对于外人来说 是千难万难 是传说中的宝物 但是对于苏璇来说 却只是手到擒来而已 他更加不知道 苏璇出了名的苏八匹 比无赖 他这个活了一千多年的老无赖 未必就比得上苏璇这个小无赖 想要从苏璇这里 拿到什么好处 他就要做好 被苏璇榨干榨尽的准备 再说苏璇 支走了南离游亭之后 又跟于小婉和月红亭 在那灵泉之中 畅聊了一番了一会之后 才来到了这宿州城 也就是他不知道 南离游亭 已经赶回了南蛮去了 若是知道的话 那就不是一会儿 肯定是几个时善 甚至一整天 来个一日就是一天也有可能 来到宿州城后 苏璇向着一凤楼一路而去 只是 他还没有走到一凤楼 就发现了 这宿州城有些不对 平日里的宿州城 城南这一条街 哪怕就算是到了半夜 大量的店铺也都还开着 那是真真正正的不夜城 像一凤楼这样的大店 更是一年365天都不会打烊 可是如今 现在还是大白天 太阳都还没有落下 整条街上店铺 就已经关掉了一大半 苏璇甚至看到 好多店铺的招牌上 都沾满了灰尘 仿佛已经好久没有营业了 不只是这些店铺 街上的行人 也至少稀少了一大半 不对啊 不是南延圣地等三大圣地 带了大量的修士过来了吗 这街上应该生意 更加兴旺了才是 为何行人如此的稀少 而这些店铺也关门了呢 苏璇喃喃自语地道 行人稀少也就算了 店铺关门这事 却让苏璇不得不重视了起来 毕竟 这些做生意的 消息最是灵通了 很多消息 四大圣地未必能够打探得到 但是他们 却能够守到勤来 这是肯定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听说了吗 药王谷也在准备撤离了 苏璇还在疑惑 这街上的店铺 为何那么多没有开门营业 行人也变得如此稀少的时候 又一个震惊的消息 又传到了苏璇的耳朵里 药王谷 怎么可能 他们不是号称 就更加不要说这些年 他们光是 出售灵药 都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 他们舍得撤离西域 谁知道呢 据说他们都已经在收拾了 估计最多就是这几天 啊 就在这几天 如今木妖一族 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如此紧要关头 他们撤离了 难道就不怕以后没脸回来吗 都说了谁知道呢 说不定人家以为 咱们西域休士这一次 全都要死光在这次外族入侵之中 他们回来的时候 都没有人认识他们了 你这话很悲观啊 不是悲观 而是很有这个可能 一千年前那次 能够存活下来的西域宗门 就实不存一 第237章 从来只有新人笑 哪里知道救人哭 一千年前那次 能够存活下来的西域宗门 就实不存一 让苏玄没有想到的是 这大街上变得冷清了起来 竟然是大量的修士开始逃离 就连药王谷这样的强大宗门 都已经开始逃离了 就更加不要说那些中小宗门了 他们的宗门驻地灵脉并不多好 舍弃了也不会有多心疼 他们的护宗大阵也没有多坚固 说不得去几名金丹就能攻破 他们逃离的肯定还会更多 至于说 那些没有加入宗门的散修 连宗门庇护都没有 自然也就没有多少宗门归属感 自身境界又普遍不高 他们就更不可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这也就怪不得 这大街上的行人变得稀少了起来 使人都会惜命 修仙者也不能免俗 苏玄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大量的人逃离这事 就连修仙者协会都管不了 更何况是他苏玄 甚至 若是自己没有强大的实力的话 说不定也要带着天玄宗 离开这西域了 与此同时 义凤楼门口 义小差正焦急地四处张望着 姑娘 苏宗主最近应该很忙 她应该不会来了 我们还是赶紧上路吧 她身后的丫鬟 已经不知道劝了她多少次了 你们要走 就先走好了 本姑娘若是等不来他苏玄 就不走了 义小差十分笃定地说道 下一刻 一道熟悉的身影就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哟 原来是苏宗主啊 今儿陪着你那天下第一圣女 想起奴家这小店来了 苏玄离她还要好远 她就开始打聚起苏玄来了 依然还是那种酸溜溜的味道 苏玄知道她就是这种性格 也不生气 苏宗主 苏宗主在哪里 说完还假装往自己身后看去 寻找起苏宗主来 不 那敢问公子是谁 义小差轻笑一声道 本公子 当然是你心心念念的杜公子啊 苏玄对着义小差说道 说完更是在大街上 也管不了人来人往 一把就把义小差抱了起来 我呸 谁心心念念你个灯徒子了 义小差对着苏玄呸道 也不挣扎 任由着她抱上了楼 抱进了自己的闺房 一路上 苏玄就看到一份楼里 好多伙计在收拾东西 进入义小差的房间后 更是看见她的行李都收拾好了 粉爹 义凤楼也要撤离了吗 苏玄对着义小差问道 可不 若是你再迟矮两天 我人都已经在中州了 我这不是回到天玄宗后 一直都很忙吗 苏玄对着义小差解释道 是啊 忙着跟你那天下第一圣女 你弄我弄 从来只有新人笑 有谁记得救人哭 义小差对着苏玄说道 自从听到苏玄回来之后 她就每天在店门口去 四处张望着 明明她这闺房就在三楼 视线更好 大老远的 就能够看到苏玄来了 但是她又想苏玄 来到义凤楼之后 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她 明明她也准备了 不知道多少的知心的话 可是见到了苏玄之后 却又只记起几句酸溜溜的埋怨 这你就可有点冤枉我了 这些天 我可是真的忙着处理一些宗门任务 哪里来的什么新人 你弄我弄的 刚刚才得了一点空闲 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又说什么 有谁记得救人哭 苏玄对着一小差 叫起了冤枉来 然后又把这些天 在宗门内整理宗门事务 建立护宗大军之事 讲给了一小差听 是吗 看来还记得我这个救人啊 一小差对着苏玄说道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苏玄乃是天玄宗宗主 离开宗门已经几个月了 回来之后 肯定会有很多事要处理 而这次大战 苏玄又力挽狂澜 让西域修士 大破木妖一族 肯定会有很多宗门 想要结交苏玄 再加上 她刚刚从神木试炼里出来 手中更有不少的宝物 多少的强者 也都想要跟她交易 所以 苏玄还真有可能 稍稍忙过 第一时间就来看自己了 难为苏宗主这般繁忙 还记得奴家这个救人了 如今看也看了 苏宗主可以离开了 一小差又对着苏玄再次说道 才一见面 就要赶苏玄离开 苏玄还想要从她这里 打探祭天惊人的下落 话都还没有说 就要赶自己走 这算怎么回事 不过 苏玄也没有多说什么 逃出了一个玉萍来 向着她抛了过去 既然姑娘如此不欢迎在下 在下告辞就是了 然后就要头也不回地离开这里 那玉萍十分地熟悉 苏玄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般向她抛来 第一次 苏玄也是这般向着她抛了过来 抛来的却极品铸鸡丹 第二次也是这般抛来 抛来的却是一枚极品宁银而丹 这第三次 又是这般的简陋玉萍 又是这般的随意动作 一小柴只是一接住 都还没有打开玉萍 没来由的手 就开始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看见苏玄就要离开 更是忍不住冲了过去 一把抱住了苏玄 你你你 你该不会是真的去了 那第三层守护法阵吧 你不许走 都是奴家的错 奴家给你赔礼了 还不行吗 她原本就设不得苏玄就此离开 只是说几句气话而已 呵呵 口是心非的女人 苏玄也不是真的要走 把她揽在了自己怀里 让一小柴坐在了她的腿上 你真的去了第三层守护法阵 摘来了贾因果 一小柴对着苏玄问道 此时的她是又担心 又是感动 那贾因果 曾是她当初找苏玄要的 虽然是无心之言 只是想要把一凤楼收集的神木 试炼经验极紧送给苏玄 当初的苏玄可是还说过 贾因果哪里配得上她 要送就送她圣因果 而苏玄 如今又用如此熟悉的动作抛给了她 让她不得不怀疑了起来 这玉瓶里装的真的是此物 可是这贾因果 只有那第三层的守护法阵之中才有 那里可是有着十万柱 激进巅峰的灵魁守护 而苏玄此时的境界 也才只有金丹初七而已 她实在不敢想象 只有金丹初七的苏玄 却要面对那十万柱 激巅峰的灵魁 是怎么闯过来的 又经历了怎样的九死一生 她甚至都有些后悔 当初不该提着贾因果 若是苏玄为了帮她 拿到贾因果 陨落在了第三层守护法阵之中的话 她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不是 只是 面对着一小差的担心 苏玄却是对着她 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不是 不是啊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吓死奴家了 第238章 睁开了三双眼睛的妖神 不是啊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吓死奴家了 一小差听了不是后 心中却没有任何失落 反而是松了一口气 只是苏玄却继续对着她说道 我说过要送你圣因果 怎么能送你假因果 要送咱就送货真价实的圣因果 不信你打开看就是了 什么 圣因果 一小差的手再次颤抖了起来 双腿也开始发软了起来 苏玄给她的惊喜实在是太大了 当然也伴着更大的惊吓 此时若不是苏玄一把扶住了她 她又坐在苏玄腿上的话 估计已经瘫软了下去了 你这个冤家 你真的跑去了第三层的守护法阵了吗 一小差也对着苏玄说道 一声冤家 眼泪止不住的就掉了下来 你知不知道 那里有多么危险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 我有多担心你 你又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你要是不回来 我该怎么活下去 说到最后的她 竟然是几度哽咽 气不成声 只是苏玄却对着她说道 危险吗 我好像没觉得啊 好了 好了 不哭了好不好 你家男人长得丑 阎王爷都嫌弃 你放心好了 不会那么早收你家男人的 苏玄对着一小差说道 哗 不但丑 还脸皮特别厚 一小差被她逗得破涕为笑 苏玄轻轻地擦去了她脸上挂着的泪珠 然后又打开了玉瓶来 玉瓶中一枚 指头大小的果子 晶莹剔透 灵气逼人 里面 更是仿如 有着一小小婴儿 沉睡在其中 五官栩栩如生 一小差虽然没有见过假因果 但是 假因果绝对不可能有如此的神奇 绝对是妥妥的圣因果无疑 而此时 这圣因果却就在她眼前 圣因果 真的是圣因果 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对着苏玄激动无比地问道 她实在是难以想象 苏玄是如何做到的 这天玄大陆数十万年来 炼化过假因果的都不足五人之数 更不要说 这还是能够炼化后 可以培养出拥有百分百实力分身的圣因果了 只是 苏玄却没有对她解释 反而是对着她喊道 张嘴 啊 易小差下意识地张开了嘴巴 苏玄往她嘴巴里一按 那一枚圣因果就从她的嘴巴里 经过食道 进了她的肚子里 你怎么就这样喂我吃了 易小差不敢置信地对着苏玄问道 这可是圣因果呀 拿了出去 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就这么被苏玄给喂给了她 哪怕就是她自己 她也感觉有点抱殖天物 怎的 你还想要细细品尝一下味道 苏玄对着她打句道 你念念 你真的是我的冤家 易小差对着苏玄说道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苏玄 最后千言万语 却也只能化作一声冤架 不过感动的眼泪 却不知不觉地又冒了出来 当然除了感动之外 还有后悔 后悔自己 像苏玄要假因果 要不然苏玄也不会冒这样的风险 甚至后悔自己 刚刚还说苏玄 只有新人笑 不记得救人哭 不记得救人哭 能为她冒这么大的风险吗 不记得救人哭的男人 不要说不会去冒这样的风险 不可能去为她摘来 就算是摘到了 也不可能送给她 不管是新人 救人都不可能送 因为有了这一枚圣因果 卖了出去 换掉的零食 多少的新人都能换来 夜夜做新郎都没有问题 而她这般一感动 苏玄的脑海里 却又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来 丁 宿主亲自把圣因果 未经易小差嘴中 易小差感动到热泪银矿 恭喜宿主获得声望加3000000 咦 竟然是300万 苏玄听到声音后 疑惑地想到 要知道她当初 把圣因果给余小婉等人的时候 才只有一百万而已 卧槽 该不会是因为没有亲自喂给她们 苏玄越想越有这个可能 顿时有了一种错意的感觉 一枚圣因果 就少赚了两百万声望 余小婉两百万 月红亭两百万 胡青爵 小瞎子 风雨亭 胡青爵 小瞎子 风雨亭就算了 那种画风 实在是太古怪了 苏玄如是这般想到 突然她又记起了南梨游艇来 南梨游艇也是金丹镜 她也可以炼化一枚圣因果 对了 还有南梨游艇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到时候 一定要亲自喂进她口里 苏玄如是地想到 虽然此时的她 怀里还有着一个一小差 却又马上想起了南梨游艇来了 我这可不是渣男 就单纯地想把圣因果 喂进南梨游艇口里而已 都是为了声望 为了声望 苏玄安慰着自己 为什么你们也要撤离了 苏玄抱着一小差再次问道 奴家 奴家也不想离开这里 但是总不下了死命令 所以奴家 一小差对着惭愧地说道 易凤楼作为这西域最大的商会 这些年来 没少在西域转走零食 如今西域大劫将至 最是需要大量资源的时候 他们却要撤离 原本就让他心生歉意 更不要说 此时他更舍不得离开苏玄 说什么抱歉 倪凤楼在极西之地 也有生意往来 不参与进来的最好 再说了 如果实在是太凶险了的话 我天玄宗也有可能撤离呢 苏玄对着易小差安慰道 谁知道易小差听后 却是极力地对着苏玄劝说了起来 真的吗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打算的话 那还是赶紧带着天玄宗撤离吧 这次西域 有可能真的撑不下来了 他对着苏玄说道 你们是不是获得了什么绝密消息 苏玄对着他问道 也不算什么绝密消息 如今整个木妖一族 都在传说 他们的妖神已经睁开了三双眼睛了 易小差对着苏玄说道 睁开了三双眼睛 那是什么 第239章神秘的妖神 睁开了三双眼睛 那是什么 苏玄对着易小差不解地问道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妖神 但是对妖神的了解 却是支支甚少 他只知道那妖神 每一百年就会苏醒一次 然后张嘴怒吼 嘴里便会喷出滚滚妖气来 让极西之地的妖气 直接浓郁出数倍乃至十多倍 这些妖气 不但能让妖兽 开始飞快地进阶 而且还会处于暴怒狂暴之中 最终形成兽巢 而牧妖一族 就是利用每一次的兽巢入侵西域 才能所向披靡 他难道有很多双眼睛 苏玄对着易小差问道 也不是很多 只有三双 易小差对着苏玄回答道 三双 我还以为他有几百双 上千双呢 苏玄对着易小差说道 只是 易小差却对着苏玄道 可不要小看他睁开了三双眼睛 要知道 他每百年才会从沉睡中苏醒一次 苏醒的时候 只会有一颗 如会苏醒过来 每苏醒十次 才有两颗头颅苏醒了过来 也就是一千年 而这一次 三双眼睛全部都已经睁了开来 很有可能是三颗头颅 全部都会苏醒了过来 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大劫 很可能不是百年一遇 也不是千年一遇 而是万年一遇的大劫 万年一遇的大劫 苏玄听后 也是被吓得不轻 一千年前那次大劫 整个西域所有宗门都实不存一 几乎全部被灭 更何况是万年一遇了 据说万年以前的那次大劫 木妖一族 可是从西打到了最东边 不要说西域了 就连中州 南疆 北径 东荒 都全部沦陷 整个大陆 都在木妖一族的铁蹄之下 瑟瑟发抖 整个大陆的势力 都被重新洗牌 甚至如今的四大圣地 都是在万年之后成长起来的 而万年以前的那些大势力 却是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整个大陆 估计也就只有血云宗等地处偏僻 实力又不强 攻下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却又得不到多少好处的宗门 才在夹缝中勉强地支撑了下来 怪不得 怪不得就连要王谷 都选择在这个时候撤离了 只是 既然要重演万年一遇的大劫 他们撤出西域又有什么意义 到时候 中州 北径 南疆 东荒 都要被攻破 难道他们还能撤到海上去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谁知道呢 说不定 人家还真有可能撤到海上去 一小差笑着说道 对了 你怎么又说 睁开了三双眼睛 而不是三颗头颅苏醒了过来呢 难道他只是 眼睛睁开了 并没有苏醒过来 苏璇又对着一小差问道 不错 目前的妖神 确实只是睁开了三双眼睛 要彻底苏醒的话 估计还要两到三个月 一小差对着苏璇说道 真是个瞌睡大王 一睡就是一百年 光是一个苏醒 都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 苏璇笑了笑道 可不是吗 而且起床期还不小 一旦醒了过来 他就会发出惊天怒吼 喷出滚滚妖气 让天底下的妖兽 全部陷入狂暴状态之中 一小差也微笑着说道 二人尽可能的 让这个话题变得轻松一些 只是二人却都知道 越是这般的存在 就越是强大 要不然 也不会活了几十万年 而一沉睡 就是一百年了 那妖神究竟为何物 竟然会有如此的强大 苏璇又对着一小差问道 这就不知道了 这是木妖异族的最大秘密 据说能够见到她的 除了那些化神老祖之外 就只有原音镜后期的大修士 才会有机会 其他人 就算是各大部落的族长 都没有那个资格去见她 而见过她的人 也会在石海之中打上禁止 无论是言行逼供 还是使用禁术搜魂术 都没有任何办法 一小差对着苏璇说道 那禁止多半也是 出自那位妖神之手了 如此看来 这世界上 除了木妖异族化神 和原音后期强者之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 那妖神到底为何物了 苏璇听了之后 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只是就在苏璇摇头的时候 一小差却是对着她说道 那也不是真没有 据说当初的青莲剑仙 见到大城的时候 就曾攻入过狼居须山 甚至还挑战过那妖神 是吗 这样说的话 那时候的青莲剑仙 应该已经到了化神后期 就连他都不是那妖神的对手 难道那妖神 乃是炼须竞强者 苏璇对着一小差再次问道 青莲剑仙 可是这天玄大陆数十万年里 见到第一高人 不但修炼到了化神后期 成功剑劈天门飞升而去 而且他所修炼的功法 还号称同境界无敌 金丹初期就能完胜金丹巅峰 刚境界原鹰就能剑挑原鹰后期 越级挑战也是经常发生 当时的他已经是化神后期了 却依然败在了那妖神之手 苏璇估计那妖神的境界 最少都应该是炼须竞才对 只是 一小差却又对着苏璇说道 这个应该不可能吧 化神后期的强者 都会被天道排斥 不得不飞升灵界 他一只炼须竞妖兽 怎么可能继续留在这天玄大陆 一小差对着苏璇摇了摇头道 苏璇一时间也是想不通 或许他 或许他原本也跟那神帝一般 本就不是这一介之物 而是来自灵界 然后受了重伤 修为并未恢复吧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只是 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 却又不得不想起一件事来 那就是 他受了重伤 像清廉剑仙这般强大的化神后期 都不是他的对手 那他修为恢复的话 又将会是如何的强大 该不会他也跟那神帝一般 也曾经是大成期的强者吧 至少都应该跟苏璇梦一般 拥有十亿战力 不 他或许比神帝和苏璇梦 还要强大的多 毕竟苏璇梦连肉身都没有保住 而神帝却因为炼制炼魂番 被天玄大陆的所有化神强者 围攻而死 而那妖神却只是陷入了沉睡而已 而且每过一百年 就会醒了过来 给这大陆带来一场寿朝浩劫 那为何清廉剑仙 也没有留下那妖神的消息呢 苏璇又一次对着一小差问道 这件事就更奇怪了 清廉剑仙在挑战了那妖神之后 虽然活着回到了中州 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讲过一句话 如同哑巴一般 养好了伤势之后 就直接剑劈天门飞升而去 第240章 那几天惊人对你很重要吗 如同哑巴一般 养好了伤势之后 就直接剑劈天门飞升而去 有人怀疑 他也被那妖神打上了禁止 甚至有人怀疑 他被妖神给收买了 妖神给了他拒绝不了的条件 一小差对着苏璇再次说道 我觉得 有可能是被打上了禁止 不然清廉剑仙 也不会身受重伤 苏璇对着一小差说道 大多数中原修士 都是这般认同的 毕竟那是咱们中原修士 数十万年第一剑道高手 唯一一个挑战过妖神的人 一小差也点了点头道 如今 清廉剑仙 已经飞升临界数十万年 就连他留下的剑道 都已经残缺不全 更是从他之后 没有几个人修炼成功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估计除了去问那妖神 就只有去临界问那清廉剑仙了 不对 仙鱼冲怎么也修炼成了清廉十八剑 而且还拥有清廉剑仙的太白葫芦 难道 苏璇越想越觉得妖神的可怕 他不敢再继续想了下去 他甚至怀疑 那极西之地妖兽成群 也都是因为有着妖神的存在 不然 为何西域 中州 南疆 北境 东荒这些地方 都不曾拥有大量的妖兽呢 以一己之力 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妖兽族群 那不就是造物主才有的能力吗 而系统要自己 彻底地解决木妖一族的入侵 难道是要让自己解决那妖兽 要不然 只要有这妖神存在 哪怕就算是杀光了木妖一族 这入侵大劫 也会继续存在 毕竟 就算是没有了木妖一族 那些妖神 也会每过百年 也会从沉睡中醒了过来 发出怒吼 喷出滚滚妖气 然后让所有的妖兽狂暴起来 形成兽巢 系统啊系统 你可真看得起老子 老子现在都才金丹镜 你却让老子去对付一头 很有可能是大成镜的妖兽 你怎么不让老子上天 跟太阳肩并肩呢 还有 金丹境界原因 你就给老子 安排这样低预级的难度 到了原因境界化神 你又给老子安排什么样的任务 让老子单挑天道 还是让老子 直接找个真仙来图 苏玄越想越是气 在心里把系统狠狠地骂了一遍 谁让人家的系统 都是一刀九十九级 或者出来就是满级 自己却要完成一大堆的任务 然后每个任务都还那么难呢 对了 还有一件事要问你 一缝楼可有关于忌天惊人的消息 苏玄又对着一小差问道 他的宗门任务最后一个任务 除了彻底解决木妖一族的入侵之外 还要收集其木妖一族的十二忌天惊人 他这次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也是打探忌天惊人的消息 忌天惊人吗 那不就是十二件一套的上品法宝吗 也就是木妖一族 没有练骑师了 才会穷的把那玩意当成圣物 要是到了中原修士手里 估计也就是一个原因修士的法宝 甚至就连金丹镜修士都有可能拥有 一小差对着苏玄说道 苏玄当然知道 那十二忌天惊人只是一套上品法宝 而且必须要十二件一起 才能够发挥出上品法宝的威力 若是分开的话 那就只能发挥出强一点的中品法宝威力了 不过这其实也很正常 木妖一族拥有本命妖宠 就已经远超其他修士的实力了 以极西之地一地之力 九压的西域 北径 南疆 中州 东荒 不得不联手对付 若是在拥有大量的法宝 甚至灵宝的话 那还了得 这天玄大陆 恐怕早就 只剩木妖一族了 其他势力 早就被他们灭了得干干净净 那此物一般应该 再被他们组长把持吧 还是他们部落的其他人 苏玄又对着一小差问道 当然是他们的组长啊 那东西 可是木妖一族最强大的法宝 更是他们组长身份的象征 怎么可能不是他们组长把持呢 一小差对着苏玄回答道 可是 可是 不管是贺莲伯章 还是先于组长的储物戒指中 我都没有发现 祭天惊人的存在啊 苏玄对着一小差说道 那也许是 他们害怕祭天惊人被夺 没有呆在身上吧 毕竟在他们木妖一族 有着见惊人如见组长的规矩 那玩意的威力 又没有多大 象征意义大于实用价值 被夺走后 万一西域修饰 拿着祭天惊人 对他们下命令他们怎么办 是听还是不听呢 一小差对着苏玄笑问道 你说的倒也有可能 苏玄笑了笑道 怎么 这东西对你很重要 一小差对着苏玄又问道 十分重要 若是可以的话 能不能利用一家的 帮我打探一下消息 苏玄对着一小差说道 一家可不只是这天玄大陆上 最大的商会而已 他们的情报收集 也是首屈一指 而他们的分布 更是遍及木妖一族任何一个部落 他们又指经商 从不参与任何势力之间的争斗 所以 苏玄觉得 若是他们都打听不到 祭天惊人的消息的话 恐怕就没有人能打听得到了 没问题 这件事交给我了 一小差对着苏玄 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里 苏玄又把几样 从七炼神宫里 获得的宝物拿了出来 让一小差挑选 看有没有他需要的 只是这些宝物 都是火属性的宝物居多 一小差修炼的 并非是火属性功法 也没有火属性的天赋 这些宝物都不适合他 也就只要了几地万年火灵乳 说是带回总部拍卖 其他的东西 他却一见没要 也就是这女人了 要知道苏玄拿出的所有东西 可都是对金丹镜 原因尽强者 都有着大用的宝物 每一件拿了出去 都能卖出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的天价 他一家又是这天玄大陆 最大的商会 就算是自己用不着 拍卖了 出去零食就不说了 光是业绩 都能给他提升不少 他在一家的地位 说话的分量 也会大大提高 但是 他却硬是只要了几地万年火灵乳 其他的却全部拒绝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苏玄又对着一小差问道 若不是等你的话 已经动身了 一小差铺在苏玄怀里说道 这次分别 二人又不知道 何年何月才能相见 一小差也顾不得 女孩子的羞涩和矜持了 主动地扯起了苏玄 第241章 本夫人有些贪心 既想做她的女人 又想做她的知己 主动地扯起了苏玄的衣服来 红豆岂能解相思 唯有相拥才相知 这一日 从月兔出生 到金屋西尘 又到旭日出生 这一日都十分地卖力 想要把自己融入对方 直到精疲力尽 对了 你把这东西带上吧 苏玄又拿出了一张 六道传送阵的阵盘来 对着一小差说道 这是何物 一小差有些不解地问道 六道如意情郎阵 想我的时候 就往里面丢一张传音符 喊上一句 如意如意 随我心意 情郎哥哥奴家想你 不管你再上三道 还是再下三道 我都可以随时去找你 苏玄笑着对一小差说道 呸 奴家才经不起你 随时来找呢 一小差对着苏玄呸道 收起了那阵盘 幻想起苏玄 随时能够通过这阵盘 找到自己 二人又在一起 又缠绵了一会 才依依不舍地分了开来 穿好了衣服 走出一小差房间的时候 发现一份楼 已经全部收拾妥当 所有的管事 杂役 不愿离开的 已经发放了遣散费 愿意离开的已经出发 前往城中心的修仙者协会 那里有着这西域 通往中周唯一的传送阵 小姐 怎么这么久 丫鬟走了上来 扶着一小差问道 啊 一小差看了一眼苏玄 翘脸微红 没有多做解释 一般发挥吧 苏玄笑了笑道 那丫鬟采访十四五岁 未经人事 哪里知道他二人意思 只当是二人腻歪 耽误了时辰 还一个劲地埋怨一小差道 小姐 你不知道那传送阵 最近很忙吗 刚刚听说 今日武士之后 还要关闭传送阵呢 关闭传送阵 什么时候的事 一小差和苏玄 同时对着他问道 据说等东阳圣地的儒家三子 到了之后 就会正式关闭了 那丫鬟对着苏玄和一小差说道 那里应该已经排了不少的人 我们得赶紧赶了过去了 一小差有些焦急地说道 我送你过去吧 若是那里有认识的人 说不得还能让你们不用排队 插个队传送走 苏玄对着一小差说道 就这么看不起我一缝楼吗 放心吧 虽然我一缝楼已经撤离了西域 但是插个队的面子 还是有的 你还是赶紧去忙你的事去吧 一小差对着苏玄说道 让我再送送你 苏玄有些不舍地说道 我的男人可不是什么婆婆妈妈的人 赶紧办你的事去 你忘了 那六道如意情郎阵了 如意如意 随我心意 一小差对着苏玄笑道 苏玄想象也是 自己让一小差 带上了六道随意传送阵的阵盘 说是分别 实则并未分离 想要见他 还不容易吗 到时候 通过传送阵 传送了过去就是了 也好 那我就先回去了 苏玄对着一小差说道 向着天玄宗赶去 一小差望着苏玄的背影 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让他放心 觉得我是坐了传送阵 去了中州了 小姐 你的意思是 丫鬟对着一小差问道 我的意思是 我们要去吉西之地 一小差对着那丫鬟道 啊 去吉西之地 小姐你该不会是 要亲自去帮苏宗主 打探寂天惊人的消息吧 那丫鬟对着一小差问道 在苏玄跟一小差在闺房中 这一天两夜里 一小差已经传音 让吉西之地的一份楼分布 打探起祭天惊人来 只是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平常并不算什么秘密的 祭天惊人消息 在这一刻 却成了禁忌 一份楼的密探 只要是打探寂天惊人消息的 全部都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 甚至 就连隐藏在一名组长身边的密探 深受那名组长宠爱的爱妾 也被直接击杀 尸体 还直接抛到了一份楼的 吉西之地分布门前 威胁之意十分明显 若是他一份楼 胆敢再打探寂天惊人的消息的话 人家也不管他一份楼 是不是从未过温任何争斗 更不会管他们 跟一份楼 还有生意往来 哪怕是在这战时 他们需要大量的资源 他们也会直接对一份楼下手 放心 从这一刻起 姑娘我不再是一小差 就算是被捉住 那也只是杜氏夫人 一小差对着那丫鬟说道 她知道自己 要是暴露了的话 会给一份楼带去麻烦 所以 从这一刻起 她决定改头换面 用秘书化妆成一名妇人 这秘书十分的精妙 哪怕就算是生死之后 只要自己不解开秘书 秘书也不会消失 化妆好了之后 主仆二人才向着吉西之地而去 夫人 你这样为了她值得吗 那丫鬟对着杜氏夫人问道 是为之吉死 女为悦吉者荣 本夫人有些贪心 既想做她的女人 又想做她的知己 值得不值得 等你有了这样一个她之后 就会明白了 一小差对着那丫鬟说道 苏玄不知道 一小差并未坐上 前往中州的传送阵 而她也确实很忙 一回到天玄宗之后 就赶紧派弟子 着手起新弟子来 不是因为苏玄太着急 而是因为她要彻底解决 木妖异族的入侵 肯定到时候会跟那妖神对上 所以 她必须要尽快地提升实力才行 而提升实力 除了提升宗门弟子的实力之外 就是招收新的弟子 虽然说招来的新弟子 实力都不会多强 但是人数上如果多了的话 几万的弟子的话 哪怕就只是宁业镜 断体镜 也可以给苏玄提供几千万的战力 就更加不要说 苏玄的宗门任务 也需要拥有一万名宗门弟子才行 行长老 各位直视 你们还得忙上一段时间 苏玄找来了邢炳怀和几名直视道 宗主但有所令 尽管吩咐就是了 我等哪敢言辛苦二字 邢炳怀等人对着苏玄赶紧说道 他等原本都只是藏龙四里 身中剧毒 难以动弹 连找仇人拼命 都没有利己之人 是苏玄救了他们 当他们报了仇不说 更是给了他们最好的修炼资源 如今 不要说邢炳怀已经进阶到金丹镜了 其他几人也都已经达到住击后期 同样准备冲击金丹了 这一切若是以前的话 不要说他们身中剧毒了 就算是他们没有中毒 以他们的资质 藏龙四的资源 他们也想都不敢想 他们有一天也能进阶金丹镜 所以 苏玄只是让他们做点事而已 哪里敢说什么辛苦 只是 苏玄在说出 要招收一万名弟子的时候 他们却是全都面露难色 啊 招收弟子 而且还是一万名 第二百四十二章 亏了你不是女儿身 招收弟子 而且还是一万名 邢炳怀等人面露难色的的 对着苏玄说道 苏玄也知道 这个时候招收新弟子 会有多么困难 不说大量的散修 已经逃离了西域 就说 天玄宗地处磐石长城之后 磐石长城一旦被攻破 天玄宗就会第一时间 成为木妖一族的目标 恐怕也会下注大半 想要加入天玄宗的人 只是 再难也得去做 没有办法 谁让自己碰上了一个坑货系统呢 苏玄此时都还不能告诉他们 这一万人 还得都是宁业镜才行 断体镜的话 都不算在宗门任务之内 招来了断体镜之后 还得要培养到宁业镜才行 更不敢告诉他们 他还需要一千名助击强者 一百名金丹长老 十名元英老怪 竟然是听天命吧 苏玄对着邢炳怀等人无奈地说道 此时的他 也只希望能招一人 算一人 宗主 若是我们把宗门的秘密 攻不出去一些 说不定会容易得多 一名执士 对着苏玄说道 宗门秘密攻不出去一些 苏玄对着他问道 不错 也不用太多 只需要告诉他们 咱们的武林夺天大阵 能够轻易 击杀元英强者 然后告诉他们 我们拥有极品灵脉 我相信会有无数散修 囚卓想要加入我天玄宗 甚至是招来一些 无力自保的大家族 中小宗门也有可能 那名执士 对着苏玄说道 苏玄听了之后 却是赶紧摇了摇头道 不行 不行 咱们暂时还不能这样做 不错 武林夺天大阵 是不怕元英老怪 但是却防不住 化神强者 更何况 苏玄还想给 木妖一族 一个大大的惊喜 现在又怎么可能 暴露了武林夺天大阵 武林夺天大阵 不暴露的话 极品灵脉暴露 同样也引不来 想要加入天玄宗的弟子 毕竟 再好的灵脉 也得有命享受才行 没有守护极品灵脉的力量 他们加入进来之后 最后也只能给 极品灵脉陪葬 甚至极品灵脉暴露了 更容易引来敌人的攻击 去办吧 进人事 听天命就可 不必要抢求 苏玄对着 邢炳怀等人说道 邢炳怀等人 只好带着人 前往了宿州城 而苏玄 也赶紧拿出了一些宝物来 开始便废围保了起来 首先就是 西明圣地所需要的宝物 毕竟 那可是关系到 三四百亿的零食 然后就是 那三眼妖目等 不说苏玄忙着便废围保各种宝物 只说邢炳怀等人 带着人来到了宿州城 邢长老 我们还能招到人吗 这宿州城里人 都已经少了一大半了 一名执事 对着邢炳怀问道 对啊 人少也就算了 偏偏其他宗门 也在这时候 纷纷开始招人了 就连西明圣地 也开始大开山门 广纳门徒 另外一名执事 也对着邢炳怀说道 往年这个时候 还没有到百宗 收徒大会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几个宗门 会在这个时候收徒 但是今年 此时的宿州城内 却是几乎所有宗门 都开始在招收弟子了 毕竟 多一名弟子 就多一份力量 哪怕只是多一名炮灰 也没有宗门会嫌弃 不要说其他的宗门了 就连西明圣地 也开始在这宿州城内 摆上了招收门徒的摊位 而往年的话 哪里会有这般的事发生 西明圣地 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大家族 依附在圣地的中小宗门的弟子 想要加入都不容易 就更加不要说这些散修了 散修想要加入的 就算是 你是万里挑一的修炼奇才 到西明圣地山门前 贵求人家人家都未必会收你 只是 他们今年竟然也摆摊了 最关键的是 哪怕是西明圣地 招收弟子的摊位前 却也是寥寥无几 而且 就那寥寥无几的几人 还时不时地传出一些风言风语 给老子回去 你小子以为西明圣地 真的是招你进去当弟子的吗 我怎么生出你 这样的天真的混账 告诉你 人家招你进去 是当炮灰的 一名老父亲 把他儿子强行拽出了出去 大哥 你难道忘了 一千年前那次大劫 西域宗门实不存一了吗 更何况 这次还是万年一遇的大劫 一名少女 死死地 拖着家里的兄长 走吧孩子 据说那妖神 已经睁开了第三双眼睛 咱们离开西域的话 还有机会回来 别忘了 你肩上挑着的 乃是整个家族 不是你一个人 一名家族长老 对着他们的少族长 摇头叹息道 他们整个家族 都决定撤离西域 唉 按宗主说的办 进人事 听天命 邢炳怀 看着这一切 无奈地叹息道 只是 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叹息声 才刚刚落下 一名白衣青年 却是急匆匆地 向着他走了过来 咦 邢长老 你们终于也要招收新帝责吗 那青年一袭白衣 身背双剑 在这西域 就没有几人不认识他的 不是那西名圣地 心境金丹长老 化神老祖丁老怪 唯一男性子孙丁少白 又能是谁 正是 丁公子也是来帮圣地 招收新弟子的吗 邢炳怀对着丁少白问道 还以为这家伙会对自己说什么 我西名圣地 都还招不到弟子呢 你天玄宗 还是不要费这番功夫了 谁知道那家伙 却对着邢炳怀激动地说道 太好了 实在是太好了 刑长老你知不知道 为了等这一天 少白已经在这里 等了四五天了 在这里等了四五天了 邢炳怀不解地 对着丁少白问道 实在是想不通 这家伙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呀 对啊 为了加入天玄宗 少白已经在这里 等了三四天了 丁少白对着邢炳怀激动地说道 加入天玄宗的规矩我都懂 需要先用心魔启示是不是 我丁少白 此时以心魔 说完 更是用心魔启示了起来 邢炳怀赶紧拦住了他 别 别 丁公子 丁公子 求求你 就不要为难我天玄宗了好吗 邢炳怀对着丁少白焦急地说道 这家伙倒想加入天玄宗 但是天玄宗却不敢收他 没有办法 谁让他是丁家独苗 化神老祖丁老怪的唯一男性后人 只是 丁少白却仿佛知道 邢炳怀会如此一说似的 赶紧掏出了一张传音符来 那传音符中 传出一声似笑非笑的声音来 亏了你不是个女儿身 你要是是个女儿身的话 本老祖也可以把你 嫁给他苏小子 第243章 我等不是孬种 我等却也不想当炮灰 你要是是个女儿身的话 本老祖也可以把你 嫁给他苏小子 这声音 不是这西域唯一化神老祖 丁老怪的又是何人 卧槽 不是吧 丁以老祖竟然答应他唯一的孙子 加入天玄宗 何止呢 你没听见丁以老祖 还有些遗憾 丁少白不是女儿生 若是女儿生的话 还想要把他嫁给苏玄吗 众人听了之后 不敢置信地说道 不要说他们了 就连丁少白当初 鼓足勇气 将这件事告诉自家老祖的时候 他也不敢置信 丁以会答应 他甚至都已经做好了 被老祖痛骂一顿地准备了 结果 行长老 现在我可以开始用心魔启示了吧 丁少白再次对着邢炳怀问道 能 当然呢 邢炳怀赶紧对着丁少白说道 苏玄让他只是 招收一些宁业镜弟子而已 谁知道 第一个竟然是金丹镜 这家伙 可是货真价实的金丹镜 而且天赋不错 如今才二十多岁 未来进阶原因 更是不在话下 加入了天玄宗的话 一百个 一千个宁业镜 都未必抵得上他一个 就更加不要说 这家伙加入天玄宗 还是获得了他家老祖的首肯 这样一来 天玄宗跟西明圣地的关系 也会更上一层楼了 没想到 我们今天竟然还有如此的意外收获 可不是吗 光是把丁公子招到我天玄宗 就算是没白跑这一趟了 邢炳怀等人 招下了丁少白之后 纷纷高兴地说道 他们原本还在想 今天能不能招到新弟子呢 毕竟就连西明圣地 招收新弟子的情形都不乐观 只是 让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丁少白的加入 才只是一道开胃菜而已 大餐还在后面呢 行长老 我愿意加入天玄宗 行长老 还请收下拳子吧 又是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这二人竟然是刚刚从西明圣地那边 父亲把儿子硬拖了出来的那对父子 不是吧 刚刚他儿子要加入西明圣地 他都把儿子拖了出来 现在竟然主动让儿子加入天玄宗 众人再次不敢置信地 看着这一对父子 只是 让他们不敢置信地 还在后面 行长老 我们兄妹也愿意加入天玄宗 刚刚那名阻止兄长 加入西明圣地的女子 也拉着哥哥走了过来 行长老 我甘州城皇家宁夜镜以上 1238口 还请天玄宗收留 最后 更是就连那位少主 也带着整个家族 一起要加入天玄宗 要知道甘州城 虽然比不过宿州城 但是那是西域36大城之一 而甘州城皇家 虽然比不上十大宗门 这样的势力 但是在这西域 也算是叫得上好的 光是宁夜镜弟子 就拥有一千多名 这位少主 才二十多岁 就已经到了筑基镜巅峰 更不要说 皇家还拥有两名 金丹镜长老 这样的实力 不说是当年的藏龙寺了 就算是藏龙寺 加上阴延宗 两大宗门 都比不上人家一个家族 不是吧 你们刚刚不是连西明圣地 为何现在又要争着 抢着加入天玄宗了呢 如此的一幕 不要说其他人了 就连邢炳怀等人 都不由得疑惑了起来 不问出个所以然来 他们还有些不敢收了 刑长老不必怀疑 我等祖祖辈辈 都生活在西域这片土地上 如今南疆 北径 中州 东荒的修士 都纷纷赶了过来 为这片土地而战 我等又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 一心只想着逃离故土 我们也不是闹种 我们也想 为这片土地抛头颅洒热血 但是我们不想成为别人的炮灰 哪怕是牺牲 我们也想牺牲得更有价值 那皇家的少主 对着邢炳怀慷慨激昂地说道 不错 哪怕是牺牲 我们也想牺牲得有价值 那名父亲和托着哥哥 不让加入西明圣地的女子 也纷纷说道 他们祖祖辈辈 生活在西域这片土地上 他们的祖辈 曾经一次又一次 拿起武器 抵御木妖一族的入侵 一次又一次 倒在了木妖一族的入侵之下 尸骨无存 他们原本就跟木妖一族 有着深仇大恨 这种仇恨 刻在他们的骨子里 他们做梦都想要为祖辈们报仇 杀光所有的木妖一族 但是他们不想死的 没有任何意义 甚至此时的逃离 都是为了未来还能回来 回来跟敌人继续战斗 这也就是为何 他们不早早地撤离 而是等到木妖一族 传出他们的妖神 睁开了第三双眼睛的时候 他们才会不得不选择撤离 因为他们已经看不到 任何胜利的希望 甚至活下去的希望 都已经看不到了 可是各位应该知道 我天玄宗就在磐石长城之后 一旦磐石长城被攻破 我天玄宗将会第一个 成为木妖一族的目标 邢炳怀又对着他们提醒道 那又怎样 只要有苏宗主在 我们就算是死 也不会死得毫无意义 那皇家的少主 对着邢炳怀说道 说得对 上一次大破木妖一族 我个儿子就冲在最前面 当时我们可是 看着苏宗主 是如何搅乱敌人阵刑 如何带着血云宗那帮宗二代 大杀四方的 而那场大战之中 血云宗那帮宗二代 都才牺牲了几人而已 我们就不信了 苏宗主还会把我等当着炮灰 让我等白白牺牲 那对父子中的父亲 也对着邢炳怀说道 作为散修 他们原本就没有多少话语权 所以 他们在上次大战之中 就被当着炮灰 冲在最前面 他们自然也看到了 苏宗主是如何指挥 血云宗那帮宗二代 突袭木妖一族的 更是看到了 苏宗用护体清廉 把那帮血云宗宗二代 护在了护体清廉之下 那一战中 若不是几名血云宗宗二代 杀疯了完全不管自己的安全 往前面疯狂地冲着走话 说不定都不会有人牺牲 苏宗连这些血云宗弟子 都不会把他们当炮灰 尽可能地保护他们 更何况是天玄宗自己的弟子 我们信得过苏宗主 行长老收下我们吧 行长老 收下我们吧 让我们为天玄宗而战 为这片生我们 养我们的热土而战 第244章 邪修 他们再邪 也不可能比苏宗邪 让我们为天玄宗而战 为这片生 我们养我们的热土而战 他们纷纷对着行秉怀大吼道 纷纷要求加入天玄宗 他们这一吼 更是感染了这里不知道多少人 一些原本并未想过 要加入天玄宗的修士 也纷纷跟着大吼了起来 不走了 留下来加入天玄宗 行长老 还请收下我们 让我们为天玄宗而战 为生我们养我们的这片热土而战 一时间 这声音此起彼伏 震耳欲聋 哪里 才只有一万人而已 邪秉怀只是初步地扫了一眼 估计最少都有三四万人 就更加不要说这些人里 还有着一两千的猪鸡镜 诸位稍等 诸位稍等 此事还得要请示一下宗主之后 老夫才敢做决定 邪秉怀对着众人说道 如此的一幕 他竟然拿不定主意了 没有办法 苏璇只让他招收一万名弟子而已 如今 这里可是足足多出了四五倍 这要是在平常的话 他肯定会选择一下 招收一些天赋高的 实力强的 从这四五万人里 选出一万人来就是了 但是现在不是平常 现在是战士 多亿人就多一份力量 更何况这些人 还是因为相信苏璇 愿意为天玄宗而战 愿意为天玄宗牺牲的人 他们并不知道 加入天玄宗 会有何等的好处 他们更不知道 天玄宗的护宗大阵 能够坑杀原因强者 他们只求他们的牺牲 有意义而已 邢炳华又怎么敢善做主张 连这点机会都不给他们 宗主 此时该如何办 速回 邢炳华掏出了一张传音符 给苏璇传了回来 初步估计 竟然有三四万人 而且还有一两千柱基镜 也就只有金丹镜有点少 除了丁少白之外 就只有皇家的两位家族长老 他们这才去了多久啊 就有如此之多的修士 想要加入天玄宗了 苏璇收到传音符之后 不敢置信地说道 就在刚刚 他的战力突然就多出一百多万 而且 金丹镜弟子名字里面 出现了丁少的名字 苏璇还在奇怪 这家伙 怎么突然加入天玄宗了呢 然后就又收到了一大笔的声望 足足四五千万 此时 他终于明白 因为自己当初带着血云宗 那帮宗二代 搅乱了木妖一族的阵行不说 而且还只让他们牺牲了几人而已 已经得到了西域修士的信任 所以 哪怕他们已经都在准备撤离了 天玄宗又处在最危险的地方 当他们听说 天玄宗要招收新弟子 马上就有四五万人 想要加入天玄宗了 这西域 果然是多悲歌慷慨之事 怪不得 他明明实时处在 木妖一族的威胁之下 还有那么多人 愿意生活在这里 一代又一代地生活在这西域 为西域而战 苏璇看了传音符里的内容之后 不由地感叹道 他甚至有些后悔 后悔没有早点招收弟子 早知道 我就早点让行长老他们招收弟子了 说不定留下来的人会更多 赶紧给邢炳怀发过去了信息 收 只要不是穷凶极恶之徒 就算是人品差一点的 又愿意 以心魔启示的 都给我照单全收 苏璇给邢炳怀发过去了一道传音符道 邢炳怀拿了过来一看 差一点没有 精掉爆了眼球 什么 人品差的都照单全收 邢炳怀看后 震惊无比地说道 不过转念一想 自家的宗主人品 好像也不怎么好 见好处就上 见便宜就占 见圣女就拐 就更加不要说 烂毒鬼风雨停了 甚至就算是自己 看似老实 但是自己人品好吗 人品好的话 也就不会进阶到金丹镜之后 就一个人去图了整个英年宗 残人好杀就算了 还只管自己爽了 让其他原藏龙寺弟子 连报仇的机会都没有 到现在 曾经的那些同门师弟师侄们 都还恨他恨得咬牙切齿 都纷纷发誓 等他们进阶到金丹镜之后 要好好的揍他邢炳怀一顿 瘦 瘦 宗主说了 只要不是穷凶极恶之徒 又愿意以心魔启示 哪怕人品差一点的修士 咱们天玄宗都照单全收 邢炳怀对着众人大吼道 这一声吼了出去 不要说刚刚已经大吼 想要加入天玄宗的修士了 就连原本觉得 没有机会加入天玄宗的一些邪修 也纷纷激动地大吼了起来 他好了 他好了 老子也可以加入天玄宗 为天玄宗而战 为西域这一片热土而战了 卧槽 不是吧 阴阳书生 你也想加入天玄宗了 鬼面独寡妇 鬼面独寡妇 这位该不会也收吧 阴阳和欢双魔 他们可是这西域有名的雌雄大盗啊 也要加入天玄宗吗 我可是听说木妖一族 已经拉拢阴阳和欢双魔啊 一群奇形怪状的家伙 突然冲进了人群里 全都是这西域赫赫有名的邪修 大盗 他们只是往那一站 四周顿时就变得空荡了起来 其他的修士 全都对他们避而远之 更是有小孩子 直接吓得哇哇大哭了起来 这 这一下 邢炳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最后还是决定要请示一下苏璇再说 收 邪 他们有多邪 不就是杀人夺宝吗 这是老子也经常干 不就是会使毒吗 老子的女人 丈母娘 丈母娘她爹更是用毒大行家 至于阴阳和欢双魔 嗨嗨 让他们一会单独来建本宗主 苏璇收到邢炳华的请示之后 赶紧又发过去了命令 就连一群邪修 也都全部给招进了天玄宗去 反正这些家伙 一旦成为了天玄宗弟子 他们的功法 战力都会被系统复刻给苏璇 他们再邪 也永远不可能比苏璇嫌 苏璇甚至 还想要跟阴阳和欢双魔 一起研究一下阴阳和欢之道呢 毕竟她女人如此之多 天玄宗这边 在疯狂地吸纳着弟子 壮大着实力 而要亡谷那边 此时却已经发生了内讧 什么 传颂阵已经关闭 让我们自己走到中州去 谁想去谁去 谁想走谁走 反正老子就算是死 也要死在这西域 要亡谷弟子 绝大多数都土生土长的西域修士 他们原本就对彻里有些怨言 如今那传颂阵又已经关闭 要军祖师还让他们自行走到中州去 他们心中的怒火 终于彻底地爆发 发生了内讧 不要说那些普通弟子了 就连一群金丹晋长老 此时都开始站在了 要军祖师的队里面 而要军祖师更是气暴跳如雷 真对 他们就是针对我要亡谷 凭什么其他宗门要撤离的时候 不封闭传送阵 等到我要亡谷要撤离的时候 就要封闭传送阵 第245章 暴跳如雷的要军祖师 等到我要亡谷要撤离的时候 就要封闭传送阵 要军祖师暴跳如雷的大吼道 他好不容易 才说服了宗门修士 跟他一起撤离西域 如今都收拾好了 带着弟子来到传送阵的时候 这里竟然宣布要关闭了 早就让你带人走了 你偏不听 说什么要等神木试炼 等弟子给带回神木中的宝物 结果呢 花了几十亿 拍了一枚试炼令就不说了 还宗门好几个杰出后辈 都牺牲在了神木里 要军夫人对着他怨怪道 要王谷原本就不是这西域宗门 他们原本来自中州 中州可要比这西域乱得多 在那里 还没有一个宗门 可以向西域的西名圣地 这般拥有化神老祖 十多名元英强者 拥有绝对的实力 处于超然的地位 可以统领整个西域 中州自从几十万年前 大渔王朝土崩瓦解之后 也曾出现过几名化神强者 但是却始终都没有出现过 能够统领整个中州的超然门派 所以 比起西域 那里可要乱得多 宗门之间的明争暗斗也更多 哪怕就算是要军祖师夫妻二人 当初都乃是原英老怪 要军祖师更是原英中期 但是在中州的日子也不好过 一百多年那次大劫之后 二人带着几百名弟子 从中州迁来了西域 当时 西域因为刚经历过一次大劫 所有宗门都受损严重 封明宗又被攻破 整个宗门都被屠戮殆尽 他们一来就迅速地 填补了封明宗的地位 成为了这西域第二大宗门 垄断了整个西域的灵药生意 赚取了数之不尽的灵石 弟子也从当初的几百人 变成了如今的数万人 这次大劫将要到来之时 二人原本就要带着这数万人 回到中州 有了这些年 在西域赚取的大量灵石 再加上这数万人 回到了中州 他要亡谷 将会成为中州一谷 没有几个人敢惹的强大势力 因为中州那地界 强者虽多 原因尽强者也不在少数 但是拥有数万修士的宗门 却几乎没有 只是当他们要撤离的时候 却正值三百年一次的神墓试炼 这才留了下来 如今神墓试炼已经结束 其他宗门都有弟子 从神墓中走了出来 而且所获颇丰 他要亡谷 却是全军覆没 一个都没有走了出来 他们要撤离了 这里又被针对了 人家直接把传送给关闭了 弟子们大多数也把想离开了 直接发生了内讧 不要说那些在这西域 发展起来的修士了 就连他们当初带来的几百人 也很多不愿意离开了 当初他们在中州过得并不好 离开的时候十分狼狈 他们在这西域 已经生活了一百多年 他们在这里娶妻生子 收徒授业 结交好友 他们的妻子 孩子 徒弟 好友 都是西域人 他们也早就 把自己当成了西域人 就更加不要说 西域离中州的路程 足足数百万里之遥 中间还有着无数的荒漠 无人区 甚至是凶险的境地 如果是真要走回中州的话 对于金丹禁以上的修士来说 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柱基禁修士来说 那就最少都需要大半年了 至于说宁业禁 他们更是需要数年就不说了 这一路上的凶险 他们能不能活着走到中州 都是两个字 老夫怎么知道 那神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夫怎么知道 我要亡谷一个弟子 都不能从神墓中走出来 药军祖师暴跳如雷地说道 越来越多的药亡谷弟子 离开了他们身边 原本四五万人 规模庞大的宗门 如今留在他身后的弟子 已经寥寥无几 只剩下了一两百人 连他们当初来到西域的时候 一半人都不到 带着这点人回去 他们在中州 将会很难立足 他们在西域赚取了大量的零食 也很可能保不住 零食越多 甚至还有可能被人觊觎 甚至成为他们的催命符 如果是平常的话 他们肯定就要 对这些弟子们出手 二人都不是良善之辈 胆敢内讧 背叛宗门 直接击杀几个就是了 可是现在 他们却没有那个胆量 因为他们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 好几道原音强者的气息 凤翔谷的凤九卿 血云宗的血云空 西明圣地的秋老怪 这些跟他药王谷 原本有些过节的就算了 就连天刀门 磐石宗这些 跟药王谷平常关系不错的 原音老怪 也出现在了这附近 他们要是胆敢 对药王谷内讧弟子出手的话 这些人肯定会直接对他们动手 因为此时的他们 已经背叛了整个西域 而那些内讧的弟子 却是要留下来 为西域而战的西域修士 在那些原音老怪眼里 不 如今是整个西域修士眼里 他们才是叛徒 他们背叛了整个西域 早知道 老夫也该像苏璇那小王八蛋一样 让这些家伙 全部以心魔启事 有了心魔启事 老子就不信这些家伙 还敢不跟老夫走 耀军祖师 后悔无比地说道 不由地想起了苏璇的天玄宗来 麒麟祖师 我药王谷刚刚内讧的弟子 都跑去加入天玄宗去了 就在药军祖师 后悔没有像苏璇那样 让加入的弟子 以心魔启事的时候 一名药王谷金丹靖长老 急匆匆冲了回来 对着他通报道 他乃是药军祖师的亲信 让他跟着那群内讧的弟子 就是为了打探消息 什么 都跑去加入天玄宗去了 药军祖师大声地对着来人问道 正是啊祖师 他们一个个全都以心魔启事 宣誓效忠天玄宗了 那名药丹靖长老 痛心疾首地对着药军祖师说道 那可是数万名弟子 他要亡谷经历了百年 才发展起来的势力 足足三四万人 走 过去看看 药军祖师被气得差一点 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只是这老家伙 也不是等闲之辈 硬生生地把心中的怒火 给压了下去 带着他所剩无几的一百多人 向着天玄宗招收弟子的地方而去 不好 这老家伙该不会想对苏宗主动手吧 走走走 咱们赶紧跟上去看看 走走走 过去看看 第246章若是失败 从此以后 不要再提药王谷三个字 走走走 过去看看 苏宗主对我们宗门有大恩 绝不能让这两个老不要脸的 伤害到苏宗主 他们才刚走 躲在暗处的血云空等人 也赶紧跟了上去 药军祖师夫妇 可是两名原因强者 虽然他们也不知道 苏璇如今的实力到底如何 但是还是有一些担心苏璇 哼 苏璇 好大的胃口 老夫辛辛苦苦地发展了一百多年 才发展起来的数万弟子 你小子想要一口吃下去 也不怕撑坏了你的肚子 放心 老夫会让你怎么吞下去的 就怎么给老夫连本呆地的吐出来 药军祖师 愤怒无比地想到 传送阵被关闭 是修仙者协会的决定 他要面对的是整个西域修士 他药军祖师惹不起 他就不信了 他还惹不起一个苏璇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 天玄宗招收弟子的现场的时候 按照药军祖师的想法 只要一看到苏璇 他就要毫不犹豫地对苏璇出手 只是 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却根本没有见到苏璇的身影 而且 就算是见到了 他似乎也不敢对苏璇动手了 因为此时的这里 天玄宗招收的弟子 已经达到了十多万人了 光是药王谷 就有三四万人加入了进来 就更加不要说 那些散修 大家族 一些其他的小型宗门了 若是只论人数的话 甚至都已经超过了西名圣地了 就更加不要说 这些人中 至少还有数千筑基 几十金丹 甚至还有几名 就连原因强者 都不得不忌惮地携修 怎么办 光是几十名金丹强者 你我都未必就是对手 药军祖师 对着药军夫人问道 你不是要让人家 怎么吃进去的 就怎么吐出来吗 现在来问我 这个老婆子干什么 药军夫人 对着药军祖师怒对道 她原本心中就有气 如今药王谷的数万弟子 如今已经加入了天玄宗 人家都已经用心魔启示了 大势已去 她心中的 更是怒火中烧 都恨不得把药军祖师这老家伙 给抓起来暴打一顿了 哈哈 看来没我们什么事了 可不是吗 两个老家伙 要是胆胆出手的话 阴阳和欢双魔 鬼面毒寡妇等几个家伙 都够他们喝一壶了 而血云空等几名猿鹰老怪 此时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这一次 他们更是连躲在暗处都懒得了 直接露出了身形来 站在远处看起了热闹来 不行 不行 不能就这么算了 老夫这口恶气 必须要出了才行 药军祖师心有不甘地说道 不能就这样算了 不能就这样算了 你还能怎样 药军夫人对着她不懈地问道 如今的天玄宗势力 不要说 他们此时只有一百多人了 就算是药王谷没有发生内讧 他们的势力还在 药王谷也未必就是对手 哼 老夫如今是拿他们没有办法了 但是不要忘了 木妖一族也同样恨这家伙 恨得牙痒痒痒的 药军祖师恶狠狠地说道 你要干什么 药军夫人看着她那恶狠狠的样子 顿时感觉到一阵心惊肉跳 哼哼 干什么 老夫要干什么 你很快就能看到了 药军祖师对着药军夫人说道 药军夫人跟她一起生活了数百年 哪里不知道她心中此时到底在想什么 你该不会是想要 想要答应木妖一族吧 她对着药军祖师问道 这一次用的是传音 几年前 木妖一族的间谍就在这西域大肆活动 除了收集情报之外 还想要收买一些内奸 但是西域修士跟木妖一族 都有着世代的血海深仇 想要收买内奸谈何容易 不论是十大宗门这样的大势力 还是只有几十人 连一个金丹强者的小宗门 都一听到是木妖一族的间谍 就连谈都懒得跟他们谈 要么公之于众 要么直接干掉 甚至就连阴阳和欢双魔 鬼脸独寡妇这些大道 邪修都击杀过不少的木妖一族的间谍 几年前 木妖一族也曾经找过药王谷 毕竟药军祖师夫妇 并非西域土生土长的修士 他们来自中州 他们跟木妖一族的仇恨 并没有西域修士这么深 你难道忘记了 你当初可是直接斩杀了他们的间谍的 药军夫人对着药军祖师提醒道 那是当时咱们并不知道 他们的妖神能够睁开第三双眼睛 药军祖师对着药军夫人说道 你的意思是 药军夫人对着她再次问道 我的意思是 咱们就算是逃回了中州 也未必就能躲得过这次大姐 所以 老夫原本就已经想要投奔他们了 只是手底下那么多西域的弟子 害怕他们不满 这才没有这般做 只想把他们带回中州后 再从长计议 现在他们都已经背叛了我要王谷 老夫还有什么好估计的 药军祖师对着药军夫人说道 药军夫人听后 呆呆地望着眼前的药军祖师 似乎跟他生活了数百年 这才第一次看清他似的 真没有想到 真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药军夫人对着药军祖师 失望透顶地说道 说完之后 对着一帮还跟在他们身后 不离不弃的弟子说道 我们走 老婆子就算是死 也会带着你们活着回到中州 这是他药王谷最后的弟子 也是最中心的弟子 他不想让这些弟子 跟着这老家伙成为叛徒 哪怕死了也要被万人唾弃 祖师 此时 药军祖师身边 就只剩下了那名 他的心腹金丹靖长老了 这名金丹长老 虽然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却也看得出来 药军夫人 已经对药军祖师失望透顶 二人已经彻底决裂 你也跟着夫人去吧 药军祖师 对着那名金丹靖长老说道 我 那金丹长老有些不舍 去吧 药军祖师 对着再次他说道 他选的这条路不好走 他不想多带上一个人 若是老夫到时候还活着 我药王谷必将成为 中州第一势力 自会带着大量的资源 去中州找你们 若是没有成功的话 你们就隐姓埋名 从此以后 不要再提药王谷三个字 最后 那名金丹长老 也离开了药军祖师 此时的药军祖师 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但是他却向着天玄宗 招收弟子的摊位而去 老夫也愿意 老夫要加入天玄宗 第247章 有阴谋又怎样 正好将计就计 我愿意加入天玄宗 卧槽 这老家伙 有阴谋 肯定有阴谋 这老家伙想干什么 想要加入天玄宗 就得以心魔启示才行 这老家伙 难道不怕心魔反噬 站在远处的血云空等人 不敢置信地说道 心魔乃是修士最害怕的东西 平日里修炼的时候 都有可能会遭到心魔侵袭 走火入魔 更不要说进阶之时 一边要对付九死一生的天结 一边还要抵挡心魔侵袭 很多的修士 连天结都安稳地度过了 最后却遭心魔反噬 走火入魔 轻则进阶不稳 修为倒退 众则沦为心魔的傀儡 被心魔操控成为一名 只知杀戮的行尸走肉 所以从来还没有修士 敢拿心魔启示来开玩笑的 难道这老家伙受缘将近 不想进阶了 不应该啊 他好似才五六百岁吧 受缘明明还有四五百年啊 邢炳怀看着眼前的耀君祖师 同样也是疑惑不已 行长老 还请收下老夫 老夫愿意为天玄宗孝全马之劳 耀君祖师对着邢炳怀说道 这个 前辈可知 想要加入我天玄宗 需要以心魔启示才行 前辈确定 邢炳怀对着邀君祖师 再次确定道 这有何难 老夫现在就用心魔启示 效忠天玄宗 邀君祖师想都没有想 就直接说道 说完 还要马上就用心魔启示 前辈稍等 此事事关重大 晚辈不敢自作主张 还得请示宗主 邢炳怀赶紧阻止了邀君祖师 再次发了一道传音符回去 什么 邀君这老王八蛋 也想要加入我天玄宗 苏璇看着传音符中的内容 一开始也是有些不敢置信 毕竟这老家伙应该知道 就他一个人 根本就颠覆不了天玄宗的 不说此时的天玄宗 已经拥有十多万人 数千驻鸡 几十金丹 就算是以前 这老家伙 也没有那个能力 其他的不说 光是南里游艇 秒杀原因后期的先余族长 老家伙当初就是亲眼所见的 难道他要勾结木幺一族 嗯 有这个可能 不过苏璇马上就想到了 这老家伙 到底想要干什么 至于说 这老王八蛋为何敢用心魔启示 苏璇倒是没有多做考虑 反正他是不会让这老家伙得逞的 说不定正好还可以将计就计 你告诉他 想要加入我天玄宗 就必须要将他的储物戒指 贡献给宗门 还有他要王谷原来的宗门驻地 也得交由我天玄宗 苏璇拿出了一道传音符 发给了邢炳怀 我家宗主说了 前辈若是要加入我天玄宗的话 必须要贡献出储物戒指 还有药王谷的宗门驻地 邢炳怀对着药军祖师说道 药军祖师还以为 这是苏璇在考验他 虽然他的储物戒指里 光是零食就数千亿 更有着法宝 功法 丹药 灵药等修炼资源 尤其是灵药 药王谷原本就是以种植灵药起家 他的储物戒指中的灵药 全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说实话 老家伙有一万个不舍 此时的他十分地后悔 后悔自己 刚刚没有让药军夫人 戴上自己的储物戒指 但是这老家伙 还是犹豫了片刻 把储物戒指交了出来 老夫的人都是天玄宗的 这些身外之物又算什么 这储物戒指 还请行长老收好 宗门驻地 也请派人前去接收就是了 老家伙对着行柄说道 心里却在滴血 这些东西 就先放在你们那里好了 反正到时候 你们都得加倍地还回来 老家伙如是想到 此时的他 只能指望到时候攻破了天玄宗 木妖一族的那群家伙 会把这些东西还给他 嗯 如此的话 前辈可以用心魔启示 正是加入我天玄宗了 行炳怀拿过了老家伙的 储物戒指之后 只是查看了一眼 里面的东西 也是让他吓了一大跳 卧槽 光是零食 就是数千亿 虽然他也不知道 这老家伙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更不知道 苏璇为何就这么答应了 但是他却知道 自从跟了苏璇 就没有人在苏璇手上 讨到过便宜过 只是 行炳怀相信苏璇 血云空等人 却是着急不已 卧槽 苏宗主竟然答应了他 不是吧 这明显有阴谋啊 虽然说药军祖师 已经用心魔启示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 这老家伙 一定有阴谋 一定要找个机会 提醒一下苏宗主 对 一定要提醒苏宗主 可不能让苏宗主 为了这老家伙的储物戒指 中了这老家伙的奸戒 血云空等人 纷纷传音道 他们此时都想要前往天玄宗 告知苏璇了 但是他们又害怕苏璇另有安排 此时前去的话 很快 邢炳怀就带着十多万新招收的弟子 回到了天玄宗 药军祖师也跟在其中 远远的苏璇就看到了这老家伙 换心 这老家伙就交给你了 苏璇对着老五换心镜说道 换心镜的幻术 虽然在外界使用起来 没有在神木之中那般得心应手 但是 只是对付一个药军祖师 却是绰绰有余 放心吧 只要是主人不想让他看到的 换心绝对不会让他看见 主人想要他看见的 老家伙不想看 换心也会让他看得清清楚楚 换心镜对着苏璇保证道 一道专门针对药军祖师的幻境 悄悄地释放了出去 换心镜不但能够操控幻术 还能看出对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当初的南黎尤婷和苏璇 在幻境中所想的一切 他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这才给苏璇和南黎尤婷布置了那么完美的幻境 而此时 药军祖师心中所想的一切 也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怪不得苏璇敢把天玄宗建在风鸣宗的故底 原来是从建了四项守护大阵 一进入天玄山脉 药军祖师就开始收集起天玄山脉的情报来 只是 他却不知道的是 他看到的已经是换心镜给他布置的幻境 是苏璇想让他看到的 就比如天玄宗的护宗大阵 被苏璇修复后 已经变成了能够秒杀原因强者的武林夺天大阵 而在这老家伙的眼里 却变成了四项守护大阵 极品灵脉 竟然有三条极品灵脉 怪不得天玄宗的弟子 修炼会如此之快 原来这里灵脉不但恢复了 而且还拥有了三条极品灵脉 进入天玄宗后 第248章 不急 不急 进入天玄宗后 老家伙马上就又发现了 天玄宗竟然拥有三条极品灵脉 三条极品灵脉 若是全部挖掘了出来的话 那得挖出多少的灵石 这消息若是告诉了木妖一族 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地 攻打天玄宗的 三条极品灵脉 西鸣圣帝也才只有一条极品灵脉 这天玄宗竟然拥有三条 怪不得风雨亭这老家伙 会西鸣圣帝都不带了 跑到这天玄宗来了 老夫严重怀疑 风雨亭这老家伙 是跟苏璇商量好的 只不过你们守得住吗 药军祖师欣喜若狂地想到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天玄宗除了这三条极品灵脉之外 还有一条极品之上的龙脉 很快他又看到了大片大片的灵田 灵田里金灿灿 黄灯灯的灵谷已经成熟 一派丰收的景象 灵田他们竟然搞到了灵谷种子 而且还种出了灵谷来 我的天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他们连风明宗当年的时间法阵 也给修复了吗 药军祖师再次震惊无比地想到 要知道 灵谷可是比灵药 更加赚钱的行当 灵药的使用 要么直接吞服 要么用来炼丹 但是 是要三分毒 不论是炼制的丹药 还是直接吞服 都必须按照严格的用量 才能起到效果 若是滥用的话 哪怕就算是一品丹药 也不是你吃多少 就有多少的效果 反而吃得多了 还有可能受不了适得其反 修为倒退 甚至是身中剧毒 更有可能直接被称的自爆而亡 但是灵谷却不同 灵谷炼制成的鲜粮 却是跟凡人的粮食一般 乃是修仙者的口粮 虽然说一份的话 比不上灵药的价值 但是 却是常年累月都可以享用 只要不是吃得撑死 你吃多少都没问题 修为高的 体质强的 吃得多些 消化得快一些 修为低的 大不了少吃点 消化慢一点而已 谁都可以吃 谁都需要 谁都能让你赚到的零食 嗯 是风鸣宗的时间法阵 怪不得他们这么快 就种出了灵谷来 很快 药君祖师就感受到了 时间法阵的气息 等到木妖一族攻破了天玄宗 这时间 法阵必须归我要亡谷 还有灵谷的种子 也得给老夫一份 药君祖师激动无比地想到 风鸣宗的时间法阵 他早有耳闻 那可是可以让时间流速 提升十倍的存在 这玩意 可不只是对灵谷有效 所有的植物都有效 当然也包括 他要亡谷种植的灵药 所以 老家伙当即就决定 到时候这天玄宗 被攻破之后 哪怕他什么都不要 也要把这时间法阵 据为己有 光是这时间法阵 和灵谷种子 就已经让他垂涎欲低 觉得这次的险貌的值得了 这还是他不知道 这时间法阵 不是十倍的时间流速 而是三十倍时间流速的情况下 而且 不但对植物有效 还对人和动物全都有效 他只看到了一片灵谷 没有看到还有灵虫 灵兽源 更没有看见 时间法阵最中间的修炼秘境 若是他看见了的话 估计老家伙都要马上 就跑去给木妖一族通风报信了 功法 天极功法 这不是当初 风雨亭 从木妖一族手里 抢到的半部天极功法吗 怎么此时变成了完整版的了 难道是上次苏玄从木妖一族手中抢了过来的 很快 药军祖师又来到了天玄宗的攻击殿 一来这里 马上就看到了那部天极功法 阴阳两仪颠倒腹 这可是木妖一族唯一的一部天极功法 木妖一族的不传之秘 当初封明宗 就是因为这半部天极功法 弄得个踪破人亡 这功法 老子也要尽快地弄到手才行 不然等到木妖一族攻进来 就没有老子的份了 药军祖师如是地想到 这还只是苏玄让她看到的 只是一部天极功法而已 而封语廷当初输给那半部天极功法 已经被苏玄变废为宝为神极功法 若是让她知道的话 恐怕这老家伙命都不要 此时也要出手抢夺了 灵宝 卧槽 天玄宗竟然有如此多的灵宝 这不是万年火灵乳吗 难道这些都是苏玄那小王八蛋 从神墓里寻找了出来的 这这这 这也太多了吧 这些难道也要告知木妖一族吗 不行 绝对不行 这些东西绝对不能告知木妖一族 很快 药军祖师又发现 攻击殿里除了功法之外 还有着十多件灵宝 还有着万年火灵乳 这种能够提升原因修饰的天地之宝 他要王古到如今 都还没有一件灵宝 这要是全部到了自己手中 那还了得 至于说万年火灵乳 虽然说它不是修炼的火属性功法 而是木属性 但是只要有了这东西 难道还换不到木属性的天才地宝 这攻击殿 只有几名助机修饰看守而已 等到战乱一起 老夫就先把这攻击殿端了再说 哈哈 没想到 没想到 没想到天玄宗竟然如此的富裕 都说富贵显中求 看来老夫这次不想发财都不行了 药军祖师如是这般想到 此时的他 才只是看到了 攻击殿十分质疑不到的东西而已 他还没有看到 天玄宗的十多二十部地级功法 天级之上的神级功法 各种各样的极品单样 更是不知道 苏玄还彻底地掌控了整个七炼神功 若是让他知道了的话 不知道这老家伙 还激动成什么样 不过这老家伙 也算是沉得住气 自从查看了天玄宗的情报之后 就一直躲在洞府中 闭门不出 美其名曰 要尽量地提升修为 为天玄宗而战 主人 这老家伙已经掌控了 你想要让他掌控的一切 要不要幻星再给他弄出一个幻境来 让他以为 木妖一族已经开始入侵了 幻星竟对着苏玄说道 老家伙心里所想 全都已经被他 看得清清楚楚 他知道 老家伙在等什么 他可以给老家伙制造一个 足以让他相信的幻境 让他把消息传给木妖一族 只是 苏玄却摇了摇头道 不急 这老家伙 竟然敢用心魔启示 肯定有什么依仗 咱们还得让他暴露了 他的依仗才行 苏玄对着幻星竟说道 第249章 能够抵挡合体天杰的替身傀儡 咱们还得让他暴露了 他的依仗才行 苏玄对着幻星竟说道 苏玄可不相信 这老家伙真的如此活得出去 为了对付自己 连心魔都不顾了 他肯定有什么 可以抵御心魔清洗的宝物 或者是功法 虽然这种宝物 或者功法十分稀少 但是却也不是就没有可能 药君祖师回到了洞府之后 就赶紧检查起洞府里的布置来 看着洞府之中 有没有偷听监视他的法阵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他 处在幻星竟给他布置的幻境之中 不说苏玄不会用这样低级的手段 给他布置监视阵法 就算是布置了 他也不可能看到任何的破绽 不过这老家伙 也是十分的谨慎 查看了一番之后 还又再布置了一道阵法 把自己笼罩在阵法中之后 这才悄悄地摸出了脖子上的项链 那项链 竟然是一个储物空间 跟储物戒指一般的一个储物空间 但是从外表看 却没有任何空间气息 若不是这老家伙 能够从里面拿出东西来的话 恐怕就算是杀人夺宝的 把这老家伙干掉了 也不会注意到 这储物项链 只会把它当成最普通的东西 苏玄 你恐怕永远都不会想到 老夫手上 竟然有一只传说中的替身傀儡吧 药军祖师 哈哈大笑着说道 很快 就从那项链中 掏出了一只傀儡来 那傀儡不算多大 只有八掌大小 黑漆漆的 并不起眼 只是 随着他的几道法诀 打在上面 很快 那八掌大小的傀儡 就变成了一个药军祖师出来 无论身形样貌 还是举手投足 声音动作 甚至露出的修为 气息都跟药军祖师一模一样 若不是亲眼所见的话 苏玄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更不可能分辨出 他们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至少说 不用系统扫视 只用眼睛看 苏玄是绝对分不出来的了 这替身傀儡 竟然如此神奇 恐怕就算是分身 也不能做到 如此一模一样吧 不要说 苏玄吃惊不已了 就连躲在苏玄体内的 苍月梦 从幻星镜里 看到药军的替身傀儡 也是震惊不已 前辈难道也未见过 如此傀儡吗 苏玄对着苍月梦问道 不论是傀儡 还是阵法 又或者是俘虏 都是你们人族 喜欢研究的玩意儿 本宫乃是妖族 没见过 不是很正常吗 苍月梦对着苏玄说道 说完后 他又似乎想起了什么来 对着苏玄说道 不过有个家伙应该知道 你说的是老六 苏玄对着苍月梦说道 不错 那家伙的傀儡造诣 就算是在灵界 都应该到达了 大宗师的级别 他肯定知道 这替身傀儡的 苍月梦对着苏玄说道 七炼神宫里 所有的灵魁 都是老六小木人 一个人制造出来的 成千上万的灵魁 化神镜都有七尊 都是他制造的 嗯 看来还得让老六 那家伙来看看 苏玄点了点头道 虽然说 这替身傀儡不是废品 系统不会给他提示 但是 他用系统扫尸的话 肯定也扫尸得出来 但是此时苏玄的体内 还有着一个苍月梦 他暂时还只想让他知道 那神秘力量 可以修复废品 还不想让他知道 系统的存在 主人有何吩咐 很快 小木人就来到了这里 看看此物可认识 苏玄指着幻星镜里的 替身傀儡 对着小木人问道 替身傀儡 而且还是地品替身傀儡 这种宝物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 低等界面 小木人一眼就认了出来 那是替身傀儡 哪怕此时的替身傀儡 已经变化成了 药君祖师的模样 但是 小木人还是一眼 就认了出来 还说出了此物的品级来 地品替身傀儡 听起来似乎很厉害的样子 苏玄对着小木人说道 不不不 主人 不只是很厉害 而是非常非常厉害 小木人对着苏玄说道 可不要小看他 变化成了他主人之后 似乎没有什么攻击力 但是 他却是合体境修士 用来欺瞒天道 代替自己渡劫用的 防御力十分惊人 就算是合体七天节 也能够抵挡住几道 合体七天节 都能够抵挡住几道 苏玄听了之后 也是吃了一惊 合体七 可是练虚境之上的境界 传说合体七的修士 已经达到了理论上的长生不老 只要能够度过 每三千年一次的天节 他们的寿源 就将会是无限 当然 每三千年的天节 威力也是十分的恐怖 而且会越来越厉害 几乎每一次 都是上次天节的十倍 甚至几十倍 而能够抵挡住 合体境天节的傀儡 虽然没有任何攻击力 但是这一份防御力 却几乎可以说 在这天玄大陆上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毁坏掉了他了 其他的不说 只说苏玄有了此物 等到飞升灵界的时候 都不用自己去抵挡天节 扔出这玩意 让他去代替 自己渡劫就足够了 不错主人 而且 他不但能够瞒住天道 帮他主人渡过天节 而且还能瞒过心魔 帮他家主人 抵挡心魔清洗 小牧鱼又继续苏玄说道 原来如此 怪不得这老家伙 敢敢用心魔启示 原来他竟然拥有 如此的宝物 哈哈 既然你如此大方地 送了过来 那本宗主就笑纳了 苏玄听了小牧人的话后 哈哈大笑着说道 只是 他话还没有说完 但小牧人 似乎又认出来了什么来 主人 还不止呢 他的那储物项链 一看就不是这一介之物 说不得里面还有其他宝物 甚至比这地品替身灵魁 还要厉害的宝物都有 只是他没有能打开里面的封印 没有办法取得出来 小牧人对着苏玄 说道 嗯 确实有这个可能 毕竟这储物项链 不要说在天玄大陆上 就去算是灵界 也是十分稀有 这老家伙肯定是得到了 某个从灵界来到这天玄大陆上 大能传承 第250章 里因外合 这老家伙肯定是得到了 某个从灵界来到这天玄大陆上 大能传承 不过这次嘛 又便宜苏小子你了 苍月梦也对着苏玄说道 哈哈 那是不是现在可以对这老家伙动手了 换心静听了之后 也对着苏玄大笑道 嗯 可以了 苏玄点了点头道 这老家伙的倚仗已经暴露 自然是不用再跟他客气 拖得太久 反而还有可能会夜长梦多 换心静听后 赶紧对着幻境之中 打出了一道道法诀过去 那幻境之中 马上就发生了变化 老家伙明明只过了一天不到 但是变化后 却感觉自己 已经在洞府中 修炼了三四个月了 与此同时 汪污 汪污污 一声声古怪的嚎叫声 也不断地响了起来 既像是犬吠 又像是狼嚎 这声音有远极近 一会儿似乎只有一只 一会儿又变得三只奇嚎 那药君祖师只是一听 就激动地大叫了起来 是妖神的声音 三头奇嚎的妖神声音 哈哈 果然是万年一遇的三颗头颅 都醒了过来 哈哈 妖神到底为何物 没有人知道 但是 她那诡异的声音 却是这天旋大陆上 最恐怖的传说 几乎每个孩子小时候 在不听话哭的时候 都会被大人拿她的声音 来吓唬孩子 只要是大人说一声 妖神来了 然后学着叫两声 汪污 汪污污 哭着的孩子 马上就会乖乖地止住哭体 躲在大人的怀里 瑟瑟发抖 但是 能够真正听到她的声音 却最少需要一百年 而能够听到 她两头奇嚎的话 需要一千年 这一次是三头奇嚎 落到妖君祖师的耳朵里 自然是万年一遇 这声音是多么的雄壮 从狼居虚山 竟然传到了这西域 不 不只是传到了这西域 一颗头颅醒了过来 她的嚎叫声 就能够传到西域了 如今是三头奇嚎 这声音肯定会传到中州 传到北境 传到东荒 传遍整个天旋大陆 妖君祖师激动地说道 明明她是一名中原修士 如今却是激动不已 甚至流出了几滴激动的泪水来 也不知道 这一刻的她 是把自己当成了木妖一族 还是因为攻破了天旋宗之后 她就可以获得天旋宗的时间法阵 天际功法 各种灵宝的原因 反正这老家伙 此时已经激动的眼泪都掉了下来 事不宜迟 老夫要尽快地 把天旋宗的消息传了出去 妖君祖师如是这般想到 偷偷地摸出了洞府 老家伙十分地谨慎 没有马上行动 而是假装在天旋宗内 游荡了起来 先是去见前要王谷的修士 鼓励了一番这些修士 要尽心尽力 为天旋宗而战 不要怕牺牲什么的 然后又去了攻击殿 换了好几样丹药 法宝 似乎是在为大战再急做准备 她什么还去拜访了风雨亭 说是要跟风雨亭 在战斗中守望相助 多多关照 不过 这都只是表象而已 实际上 她是在查看 有没有人在跟踪她 在监视她 然后 又把天旋宗的布置 再次打探了一番 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直到确定了 没有人跟踪她 天旋宗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之后 她才偷偷地摸到了 天旋宗的护宗大阵旁 拿出了身份令牌来 往那阵法一扫 老家伙 就此离开了天旋宗 这身份令牌 乃是天旋宗所有弟子 都拥有之物 里面含有一滴 拥有此物弟子的精血 宗门守护大阵 就是靠弟子的精血 来识别弟子身份的 老家伙既然已经加入了天旋宗 自然拥有此令牌 进出大阵大阵 也不会阻拦她 偷偷地摸出了阵法之后 老家伙很快便找到了一块无人之地 然后又从她那储物项链之中 小心翼翼地 掏出了一只锦毛小鼠来 是木妖一族传消息 通灵锦毛鼠 只是不是说 储物空间里 不可以长时间存放活物吗 她是怎么做到的 苏玄一眼就认出了 那锦毛小鼠是何物 此物乃是木妖一族 为了远距离传递消息 特意饲养的通灵锦毛鼠 跟凡人世界的性格 倒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 她却比性格传递消息 不知道要安全多少倍 一来 她所走的路线不是天上 而是地下 很难被发现 二来 她传递消息的方式 乃是记住消息的内容 然后用口告诉接收消息之人 不是接收消息之人 哪怕就算是 把她折磨至死 也不会泄露半个字 不过 此物虽神妙 苏玄却更加在乎的是 这老家伙的储物项链里 是怎么可以长期寄存活物的 不要看苏玄自己 曾经都钻进过储物戒指之中 但是 那也只是一瞬间而已 时间久了的话 将会被憋死在储物戒指之中 至于说灵虫 妖兽之类的宠物 大多都只能装在灵兽袋里 那是普通的储物空间 高级的空间 不但能够寄存活物 甚至 还可以种植植物 饲养宠物 甚至自成一个世界 你掌控的七炼神弓 就是由这种空间炼化而成 苍月梦对着苏玄解释道 真的吗 哈哈 看来这老家伙 还是是一个大好人啊 给本宗主 送来如此多的好东西 苏玄听后 哈哈大笑道 那储物项链之中 到底还有什么宝物就不说了 光是这储物项链 就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物 而那药军祖师 拿出了通灵锦毛鼠之后 就开始对着那通灵锦毛鼠 诉说起了天玄宗的消息来 慕容组长 老夫要均拜上 组长当日所讲之合作 离应外合进攻西明圣殿 老夫思来想去 多有不妥 若按组长之想 虽有成功之可能 但是牺牲太大 好处却大大比不上 进攻天玄宗 这天玄宗 光是极品灵脉 就有三条之多 中品灵脉 上品更是极品灵脉数倍 更有灵田万母 均已成熟 老夫已打入内部 还望组长速来 很快 药军祖师就将天玄宗的消息 传给了那通灵锦毛鼠 当然 不是全部 他只告诉了灵脉和灵田